我在学校的实验室正绘制第六代战机的设计图 即将完成时却被一个学姐砸毁电脑 蕴含着整个民族希望的设计图被当场摧毁 学姐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说我是个灯徒子向学校控告要求将我开除 一瞬间我身陷绝境被全校同学指责 学校迫于舆论压力决定将我开除 而我随后拨通了一个电话 直接引发龙国无数大老震动 华夏公军最高指挥官罗建国亲自赶来跟我道歉 十年前我穿越到这个名叫蓝星的平行世界 在此之后我一边上学一边为龙国做科研 眼下我正在设计的是龙国第六代空天战机 一直要在三个月内让它成功赏天 因为新调国的战机已经引领世界多年 而且他们还在全世界耻笑龙国永远造不出六代战机 此刻这张设计图的重要性无庸置 经过半年日夜的努力设计已接近尾声 就在这重要的时刻学姐陈爱婷却砸毁了我的电脑 其因是她认为我刚刚吃了她的豆腐 任凭我怎么解释学姐就是不信 指着我吼到敢做不敢当 一把便将我的笔记本电脑狠狠摔在了地上 我来不及愤怒连忙捡起地上的电脑 心想只要硬盘没问题一切都还能有 陈爱婷发泄完转身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起身的时候背包撞好就撞在了她的屁股上 这感觉跟刚才一模一样 陈爱婷顿时就明白刚才是怎么回事了 而周围都关注她的同学也都清楚地看到这一幕 都知道我是被误会了 但是这些老生爱于陈爱婷的恐惧背景 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出声 陈爱婷明知冤枉我了却丝毫不在意地起身就了 看着碎裂的硬盘我冷声道 学姐污蔑我又毁了我的电脑 这就打算走了 陈爱婷有些不悦地转过身 你的破电脑能值几个钱 我没修理你就算你走运了 见状我和几个室友一起拦住了她的去 陈爱婷看着我们威胁了 在圣经大学我想让谁退学谁就得退学 你们几个是不是都不想混 我说我没有耍流氓也没有故意阻拦你离开 但是你摔坏了我的电脑红得赔偿 我看着嚣张无比的陈爱婷冷声呢 现在不是道歉赔钱就能解决的 说完我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陈爱婷以为我是打电话叫人同样打起了电话 他对着电话那头的人喊道 都在哪呢该办事了 圣经大学实验室三楼给我来修理紧布实相的家伙 电话那头是一个长相凶狠的刀疤脸 接到主子的电话立马带着八百个混混动起 而此时龙国大统帅林天雷的办公室突然被人撞开 一名士兵急匆匆的喊道 帅出事了出大事了 叶北刚打来电话说电脑在学校被人砸活 六代机的资料全部都没了 对方似乎挺有背景的 来自上位者的怒气一瞬间爆发 林天雷当即下令出动三万名士兵赶过去 同时一道最高指令从京都直接传出 随即圣经市驻防部的所有人在深夜被紧急召唤 一万人整装戒备飞速向着圣经大学而去 上百名骑警在最前方开路后面仅跟三百辆军车 车内数千名军警全副武装严阵以待 圣经市安全局局长姚倩一脸懵着问道 李团出什么事了 驻防部部长李明辉看了一眼姚倩神色严肃的开口 军事经历你还是别问的好 本次任务只需要保证目标人物的安全及格 此时圣经大学实验室中 学姐陈爱婷挟视着我冷笑着嘲讽他 给你脸不要脸 等会儿别跪在地上求饶 面对她的挑衅我一句话也没说 因为跟这种女人讲道理是行不同的 一切只等上面的人来解决就行 实验室楼下一辆辆黑色的轿车开进了学校 带头的丧彪从麦巴赫上下来 大手一挥八百名小弟就冲了上去 有了这些社会人状气势 陈爱婷也彻底的放肆了起来 你不让我走现在我还真不想走吗 随后对着地上已经碎裂的电脑又猛砍几脚 口中还不停的土的分方 你算个什么东西 不就是一台破电脑吗 居然还敢威胁 今天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丧彪左右扭了下脖子向着我一步步走 就在他握紧拳头准备动手时 安静的校区之中突然警笛声四起 声音响彻整个校园 随后从车上下来万名士兵将实验室围了起来 听着外面传来的警笛声丧彪放下了拳 他们总归是混社会 在这些警员面前还不敢到此 而陈爱婷此刻依然嚣张地对我嘲讽 你小子挺行啊 居然还真的报警 我倒是要看看你这元兵有多厉害 圣经式的人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这几年陈爱婷没少进去 但在圣经这个地方 他老妈的势力遍布每个角度 每次都是安然无恙地喝几杯茶之后就出来 丧彪自然知道这位小主的家庭事 再一次听到小主的保障后 也不担心自己被弄进去 挥舞着沙包大的拳头就朝着我砸了拐 而我始终都没有正面看待 只见下一秒 丧彪突然痛苦地捂住了胸口 一股鲜血不断地从手指缝中挤出 现场所有人全都震惊地待在原地 十几秒后才陆陆续续地反应过来 再看向我的目光变成了畏惧 这个刀疤脸仅仅是要揍我就被当场射杀 简直颠覆了众人的认知 最前排的混混背下的一个个腿软赶紧蹲在了地上 一个机灵点的混混偷偷溜了出去 但她刚跑出门外 数十个红点就罩在了她身上 屋内嚣张的学姐陈爱婷此事不再嚣张 她花容失色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随后想到了自己老妈 和她刚把手伸进口袋准备掏手机 身边的几个姐妹就颤抖地喊了钱 爱婷姐 你脸上有红点 我在学校的实验室正绘制第六代战机的设计图 即将完成时 却被一个学姐打毁电脑 蕴含着整个民族希望的设计图被当场摧毁 学姐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还掉来800个混混要教终 而我随后拨通了一个电话 直接引发龙国大统帅带兵前来 学姐陈爱婷见识不对 就要给她很有实力的老妈版的话 而她刚把手伸进口袋准备抛手机 几十个狙击枪红点就罩在了她脸上 陈爱婷身边的几个闺蜜 更是快速向后猛推进 生怕子弹打偏会击穿他们的脑袋 实验室窗外500米的高空中 直升机上一名狙击手 正紧紧地瞄准着陈爱婷 阴损报告 已经瞄准主要指示者是否对其设计 实验室外指挥官李明辉 立刻就向上级进行汇报 只要林天雷下令 那阴损就可以立马将目标陈爱婷击毙 林天雷对着电话下达指令 暂时不必开枪 这个嫌疑人活捉起来 我要亲自审讯 收到上级的命令 李明辉扭头看向身后的近百名武装士兵喊道 营救计划开始执行 要活捉嫌疑人务必确保目标人物的安全 明白吗 明白 警员们直接暴力破门 瞬间就冲进了室内 黑洞洞的枪口指着现场的每一个人 七八个人迅速过来将我围在中间紧密地保护着 一众混混看着这么多枪口 各个心惊胆战 内心猜测着不就是来学校里打个人吗 这么大的阵仗难道是招惹了什么国家级人物了吗 来不及让他们多想 咔咔的手铐声就响了起来 所有人没有丝毫反抗 非常的识相老实 陈爱婷早已被吓呆 他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就在此时身穿警官服的安全局局长姚倩走了进来 看到他陈爱婷脑中灵光一闪 朝着姚倩大声地哭喊起来 救我快救我 这里有流氓 乌 事到如今他依然企图诬陷我将自己置于受害者的位置 但女警员根本就没有听他半点的光枪做事 一个耳光狠狠地就抽在了他脸上 你狗叫什么 再叫我直接变 陈爱婷立马耸地不敢再多说一个 指挥官李明辉走到我面前恭敬地说道 叶先生您没事吧 部队的行动速度还是太慢了请您见谅 看着这个热情的中年男人我摇摇头回到没事 旁边的姚倩看着李明辉这么恭敬的样子很适宜 心里不断地猜测我是什么身份 竟能让一个不长级别的人物如此恭敬 不过他的疑惑还来不及得到解释 李明辉就着急地带着我赶忙下楼了 我习惯性地戴着口罩跟在李明辉身后 外面士兵站成两排形成了一个严密的过道 一些不知情的学生站在外围好奇的观望着 这么多的武装士兵让他们心中都无比的好奇 只可惜根本看不到里面被保护起来的人是谁 一些照片视频也在班级群里面流传了起来 事情传播的速度远非寻常 我在一众士兵的严密护送下来到了操场 一个面向威武的中年男子从一辆红旗轿车上走了下来 此人正是空天军总部部长罗建国 他走过来热情地拍拍我的肩膀说道 没事吧 等你等得好着急啊 李明辉站在一旁现在却不敢插一句话 甚至连个招呼都不敢打 在他身后的姚倩更是震惊不语 一个学生居然要空天军部长亲自前来迎接 心中疑问万千却也不敢吐一个字出来 罗建国没有多寒暄拉着我就向着红旗车走去 走进车子后他主动拉开车门一手扶着门框轻握上车 这举动让在场的所有人再次震撼 这是何等的尊荣何等身份 站在身后的李明辉和姚倩两人眼珠子都快蹦出来 罗建国的身份自然无需多演 能够让他亲自开车门的最少也是统帅级别以上的人 而他此刻居然给一个学生开车门 但就在他们为此震撼之时 车门拉开里面坐着的人让两人直接傻眼 竟然是龙国最高统帅林天� 这可是真正顶级的存在 这可是真正顶级的存在 手下统一着百万雄兵 就算让罗建国下岗也不会一句话的事 而此刻他居然出现在圣经大学的操场 竟然只是专门为了迎接一个学生 我将背包里的电脑弹剑拿了出来探戏道 原本今晚就能搞定核心只可吸出了事 硬盘被损坏数据很可能会丢失 现在只能选择用技术手段看能不能挽救回来一些 林天磊听到还有修复的机会心里顿时开朗许多 但看着被摔成碎块的硬盘仍旧控制不住大骂 我一定会让施暴者付出惨痛的代价 随后林天磊了解了一下事情的经过便彻底梦了 圣经大学享誉国内外 出现这样恶劣的校园恶霸里面一定有问题 特别是听到那个陈爱婷提到圣经是他说了算 林天磊很是愤怒开口到谁敢给他撑腰就办了谁 此时校园内的军车一辆辆开始离开 林天磊提着相机咔咔咔的连拍数张照片 她是校园论坛里有名的博主 每天拿着照相机四处乱逛寻找各种素材 今天的事让她看到了很大的热度机会 但可惜的是她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学生们七嘴八舌的议论让她有了自己的答案 那就是我非礼陈爱婷是起因 继而发生了后面的事 于是林婷婷回到宿舍后就在键盘上飞速敲动起来 不久后一条标题为圣经大学女生遭人非礼的文章出现了 并且在学校论坛里开始逐渐发酵 一座豪华的别墅中 陈爱婷的老妈陈云英正坐在沙发上悠闲地刷着手机 突然表情鸣固紧接揉灭了手中的香烟 哪个不要命的敢动我女儿 随即一通电话就打了出去 正在往学校赶的校长接通了陈云英的电话 被骂的狗血淋头却不敢有一丝反驳 陈云英的背景实力她比谁都清楚 这件事一旦处理不好 自己这个校长的位置说没就没了 于是到了学校立即着急所有校领导开会 最终他们有了一致的主意 决定对外公布就说我非理的女生并不是陈爱婷 陈爱婷是出来制止我这种行为 这才引出了矛盾 凌晨三点在校长和宣传部个领导的主持下 网络上有关这件事的消息 顾天带地的发出 学校公关制造的这些假象 迅速占据了整个网络 成为了大众眼中的真相 我的形象彻底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心性邪恶的大学生 学校总领导对结果相当满意 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无 完全是在自觉的目 我在学校绘制第六代战机的设计图被学姐破坏 他说我吃他豆腐还叫来八百个混混要叫熊 而我一个电话龙国派来三万名士兵将他们带来 由于设计图被捕 我需要回老家拿到设计图出稿 而就在我坐上飞机的那一刻 统帅林天雷和科技园院院长陆永平此时看着一篇文章 两人压抑着心中的怒火 同时脸上露出一丝恐慌 这篇文章将我塑造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罗芒学生 下面还有数百万条抨击我的言语 林天雷拳头紧握已经做好了开刀的准备 他不敢想象我看到这些帖子会是什么情况 陆永平连连摇着头一脸悲伤 那可是为下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博士 他不能想象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敢这样造谣 搅动着鱼轮的浑水蒙蔽了无数网友的眼 年仅18岁研究出的科研技术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这些东西一旦曝光必将引起全球 无数国家都会被这个绝世英才占星 林天雷叹了口气说道 发生这种恶劣的事情是我的狮子 叶北被抹黑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 无论如何都要给他一个满意的交代 陆永平长出一口气 两人对试一眼全都点了点头 他们都是龙国的顶娘柱都有这份剧 两人心意相通 全都决定要狠狠地制裁这心无法记忆 随后将电话打到了龙国的天心 马上给我调查全网所有议论叶北的帖子 查清楚发布者是谁地址在哪里 说完不等回复便直接挂了电话 天心部的梁部长口中难难道 互联网要变天了 发布文章的罪魁祸首刃婷婷此时一脸心烦 没想到自己随后捏造的一篇文章就直接大火 他准备抓住这个热度机会让自己火爆起来 于是连夜创作出了六篇帖子在各大平台散播 每一篇都吸引了大量的网友关注 有了流量就等于有了钱 至于我会被网爆成什么样他还不在乎 而就在他高兴之时突然他的账号猛然一黑 随后便是违反社区规定账号已被永久封禁 这刺眼的字让人婷婷直接愣住 口中大骂一通随后没有半点影响 登陆上自己的小号继续开始母灰发布各种帖子 这同样是一个百万粉丝的账号 但是他的行动刚开始小号也被封禁 这下任婷婷彻底炸裂 将自己的帖子直接转发到七八千个粉丝群中 真正铺天盖地的帖子开始爆发式增长 与此同时为了不得罪陈淑婷老妈的校长 看着网上的热搜很失满 有关陈淑婷名声的问题算是彻底解决掉了 这样在他老妈那边也就好交代了 这是另一位校领导站出来说话 网上引导舆论都是我们暗中完整的 也就是说跟我们学校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网上的反响也很大 都在要求我们学校发声做出广态 校长徐德华为了自己的前途 大手一挥一则通告被发布到了盛京大学的官网上 标题是开出流氓大一学生业美 通告一经发出便在网上掀起了滔天巨蜡 即使天信部所有员工都在忙碌的删帖 却也只是飞水车型 越来越多的帖子不断涌现根本删不完 最终天信部在龙国统帅的压力下拿出了绝招 凌晨两点各大互联网公司平台的CEO同时接到一个电话 所有涉及污蔑夜东的帖子视频以及信息 全部都给我处理干净一个都不准出现 而且这些帖子发布人的信息和IP地址等有没有信息 全部都给我调查清楚整理成策一个也不能放过 一瞬间所有CEO脸色大扁 立马恭敬的回应到马上照摆 这种程度的指令绝无仅有前所为 他们不清楚这是新冠两远的下马 还是触动了什么大人物的利益 一时间整个龙国所有叱咤风云的互联网大佬都晃了 此时那辆车牌号为001的红旗车 停在了天信部办公楼上 林天雷坐上电梯直上101楼 梁部长看到一脸威严的林天雷立马从椅子上蹦了起来 林统帅您怎么亲自来了 林天雷的声音低沉自带一种恐怖的威压 我不亲自来你们能处理好吗 是谁在网络上违法乱记查到了吗 一时间梁部长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突然办公室的大门被打开 一个员工手里拿着文件冲了进来 梁部长刚刚查到的最新消息 有一波爆发的热度流量是圣经大学发布的通告 圣经大学发布的通告上面说 夜北企图非礼学姐陈淑婷情节恶劣严重 所以校务处开会决定开除夜北学籍永不录取 梁部长听着心中都不由自主地咯噔一声 果不其然 下一秒零片雷轰然爆发 圣经大学的这些猪东西真是不小心 随后怒骂两声直接摔门而出 让司机开车前往了圣经市军部监狱 这里关押着昨天晚上抓捕的陈淑婷 而在监狱终关了一夜的陈淑婷 却一点都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气焰非但没有消下去办 反而是岳家的墙盛 正对着外面的两个哨兵不停的大脚 放我出去 你们这些混蛋是不知道我是谁 得罪我的人没有一个会有好下场 陈淑婷疯狂的怒骂嚣张的不可一世 但他身后的几个女生可就不是这样 他们没有陈淑婷的滔天权势 只是跟着他福家虎威儿的 看了旁边的几个姐妹被吓成这样 陈淑婷去笑了起来 怕什么 这几年我什么事敢顾 等会儿肯定有人来放我们出去 几个人听着听着心中的恐惧也消散了大半 蹲在一起跟陈淑婷一起骂了起来 一辆车排号为001的红旗轿车冲进了监狱大门 从车上下来的林天雷直奔监狱审讯室 看到有士兵前来开门 陈爱婷还以为是有人来把自己出去激动不一 却不料直接将他带到了审讯室 陈爱婷抬起头 看见坐在前面的林天雷没有半点在 圣经市的安全局 他也进去过好几回了 但每次被抓进去家里 都会派人过来给他善后解 而且每一次家里派来的人 基本上都跟林天雷是同一副比起 对这副样子他是不屑一步 在他的眼中这些人就是给他服务的 于是便抬起头直接就破口大骂 你是不是脑子有坑了来这么晚 我在这都一天一夜了饭也没吃好 上一个怠慢我的早都让我妈收拾了 你是不是也不想婚了 但他的话音落下林天雷却丝毫不为所动 这让陈爱婷的表情更加愤怒 别再这装什么严肃了 我妈叫你是来做事的不是让你来摆谱 陈爱婷的表情无比真明 活生生的把林天雷当成了一个吓人在使馆 林天雷从军数十年还从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这要是唤几十年前对方早就被他逼 但此刻他心中稍一回味就遏制住了自己的怒目 因为刚才陈爱婷的话中充满了变味的东西 索性就一起捞出来给一网打尽 这个结果想必让我我这个当事人很懒 确定好想法林天雷压下的怒火冷笑着开口说道 你家里很牛吗你爸妈是谁 他们还能不让我回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陈爱婷顿时就变了 以前家里派来的哪一个不是唯命是罪 自己骂他们他们也会照样给自己办事 冲着林天雷怒声叫了起来 你是不是不长眼你难道不知道我家吗 我家在圣经是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你寸不难醒 林天雷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可察觉的冷笑 接着便继续比翼的开口 既然你爸妈很有很厉害为什么我不听说 叫我来的人可没跟我强调你有多厉害 林天雷洋装出户把陈爱婷放在眼里的门 一个毛丫头也敢对我大呼想叫 我懒得跟你说了你继续在这里待着 越是嚣张狂妄无知的人就越是要激起她的怒火 失去理智的人往往会说出真话来 果然暴躁的陈爱婷蹭了一下站了起来 你敢踏出这个门单 明天我就让你乌纱帽落地回老家当女人 我妈可是晴天科技集团的董事长 陈云英的大名你听过没有 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你丢了门 就连下国的一些长官都要对我妈里来看 你算了什么东西敢跟我叫板 目的达到林天雷转身房 陈爱婷的心中满是得意 但她不清楚的是 眼前她以为被吓住了的林天雷心中却感不上 她口中这些自以为是的话 接下来将会彻底改变她的命运 我在学校绘制第六代战机的设计图被学姐破坏 她说我吃她豆腐还叫来八百个混混要叫熊 加上碍于学姐陈爱婷母亲的身份 她依然站在了我们的对立面 早晨八点聚集学校的一众领导竟然决定去找军度要人 沿途路过的学生为他们呐喊助威 校长徐德华走在最前面满面冲锋 与此同时盛京市军部监狱的外面 研究院院长陆永平的车子停靠在了路边 因为监狱门口围着不少人连道路都被躲得死死 这古怪的情况让陆永平起了兴趣 她今天来此也是想会会这个叫做陈爱婷的混乘 这些年除了在基地搞科研 她很少出现在公众的眼前 此刻走到这么多人身边倒也没人注意到她这个动作 而监狱门前拥挤红闹的人 正是今天一早就赶来要人的校长和一众校领导 此刻正坐在路边跟一众校领导吃着快餐商量着法子 陆永平默不作声地穿过人群 走到了卫兵的面前将自己的证件拿出来给对方看 卫兵在看到研究院院长的文字之后 抬手就要给陆永平敬礼去被助理拿了下 一小子想让院长被寄诊为助文 卫兵听到这话连连摇头停下了自己兴奋的嘴 陆永平将卫兵拉到一旁小声地问道 这些人是怎么回事 报告院长 那是圣经大学的校长和校领导 叫嚷着让放了陈爱婷还要见我们领导 已经从早上闹到现在了 陆永平的脸色瞬间变化 圣经大学颠倒黑白直接开除夜北 这件事他还没找他算账了 现在这些家伙竟送上门了 陆永平一扭头直接朝着不远处的徐德华等人走去 徐德华看到陆永平愣了一下 快步凑近低声在陆永平面前问道 教授您是为陈爱婷的事情而来的吗 原本想直接教训他的陆永平听到这话顿骨 又看了一眼活跃异常的记者们心中有了更好的想法 陆永平点了点头坦然说道 我是为这件事来的 听到这话徐德华高兴的都快跳起来了 果不其然正如他猜想的一样 这个老教授就是陈爱婷母亲家派来的人 要不然他这种身份的人总会出现在这 徐德华眉开眼笑对陆永平一脸的恭敬说道 得亏教授您来了 不然可得急死我 咱们赶紧进去把爱婷小姐接出来吧 陆永平点着头嘴角扶起一丝笑意说道 嗯好吧 带上你的人到底别说吧 这让徐德华彻底包心了起来 自己在这叫了一整天没有半点的效果 这老教授一来说进就进 立马招手邀和其他校领导一起进监狱接人 在后面的记者们一个个都震惊不已 他们没想到徐德华居然跟这种大人物都有关系 而徐德华一样的激动 转过身对着记者们大放厥词 大家今天回去把新闻写好了 有教授在这一次我们一定能够伸张正义 让罪犯得到严厉的承受 徐德华高兴地说着彰显着自己的声势 陆永平看着他小丑的样子并没有丝毫的理会 有陆永平的开路 一众人就这么浩浩荡荡地走了进去 但他们的身后的大门却砰得一声猛然关上 吓得一众校领导浑身一颤 到了这完全封闭的环境之中 一直在前面走的陆永平转不身来 脸上的表情瞬间无比阴冷 冲着周围站着的几十名士兵大声喝了 把他们全部给我抓起来 几十个士兵立马就冲了上去 徐德华等人瞬间慌了 此时监狱内陈爱婷正对着林天雷指手画摇 陆永平这时走了进来 林天雷说道 她是晴天科技集团董事长陈云英的女儿 我现在去调查下 听到这话陆永平的眉目皱了起来 她一直都在搞科研跟这个集团她接触过不少 想了想对着林天雷开口嘱咐道 你得好好查查 这家集团可跟我们军方有合作 有一些机密的商业资料 我怎么突然有点不放心了 让人查下他们的跨国贸易情况 陈爱婷听着两人的对话 明显知道他们要去干什么了 这是要去查他们家 陈爱婷想着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待林天雷走后 陆永平目光无比冰冷地朝着她走过来 陈爱婷指着陆永平站起身大声呵斥 你到底是谁 别在这里给我爽什么鬼花样 你个死老头 你别过来我可是女生 你要是再靠近一步我就喊非礼 这话却恰恰激怒了陆永平 想到他对着你也是这样污蔑的时候 陆永平心中的怒火猛然生吓 都特么给我哭出来还在那看什么 把承治间谍承治汉奸的东西都拿出来 我要全部 现在就给我拿来 在另一间房子中 看着监控的众人被吓了一大跳 这样慈眉善目的老科学家发这么大的误 他们知道这个女的一定是犯了什么天大的事 陈松多年的仓库门被打开 一件件模样奇特的东西都被拿了出来 审讯室的门再次打开 一众人排成一列快步走进来 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几样 看成残酷至极的东西 当陈爱婷的目光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化 刚才的嚣张狂妄消失不见 林天雷从监狱出来之后 直接前往档案局 得知信息的档案局 负责人已经在提前走 带着林天雷来到室内 将一打资料拿了回来 随着资料翻开 各种有关陈云英的犯罪记录 在案记录 以及他的各种关系 网商业网来记录 全都呈现了出来 这一大落的信息 对林天雷而言并不重要 他着重查看的是 陈云英的犯罪记录和在案记录 这些东西才能够看出来 他有多么通天的背景 这每一件事情都无比详细地记载着 这一件件案底记录 让他的眉头越发的紧张 有关陈云英的案件 每一个都不了了之 不是证据不足 就是报案人自己撤诉 再或者就是工作人员的 失误查到的证据是错了 这些在各类案件中 确实都有出现 但是他陈云英一个人 居然给权战了 而且还牵扯了这么多的案子 每一次都是这么轻巧离奇的无罪 林天雷绝对不相信 眼中冒着怒火咬着牙骂道 把陈云英的资料拿来 话音落下 负责人又一打资料呈了上来 一件件案情展露在林天雷的眼中 他的身体都因为太过气愤而颤抖 都是陈云英亲手做出来的事情 这些年来他犯了多少的罪 造了多少的罪 但却大手一挥 利用钞票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这可都是血淋淋的惨案 林天雷头上轻轻暴跳血管高高的鼓起 这畜生母女不死那就是下国有罪 随后拿出电话打到了下安部 这是一个比安全局更高级的部门 林天雷现在直接要调动他们的人 这是真的起了杀心了 下安部出动那就是他们末日的将领 大统帅 安龙给您问好了 电话一接通 对面就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嗯 安龙啊 今天找你是让你给我办一件事 林天雷没有多废话 开口就直奔主题 您尽管说 但凡能办的 我一定给您办的妥妥当当 好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林天雷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我让小刘把资料发给你 你把这母女俩的案子重启一下 三天之内 我要结果 是 保证完成任务 陈安龙立马就开口回应 大统领的指令 他没有不遵守的道理 电话挂断 两份资料就出现在了他的电脑邮箱里 查看完这些东西之后 他的心中也是怒火生疼 还真没见过这么可恶的母女 不管多难多陈旧的案子 三天 他也要查个水落石出 把一二三队都调出来 陈安龙看着旁边的助理说道 这次 我要亲自去查 下安部出动 那就是他们末日的降临 刚挂断陈安龙的电话 林天雷的手机就再次响了起来 而跟他一起电话响铃的 还有刚刚从监狱里出来的陆永平 打开手机是基地发来的信息 两人低头看一眼之后 脸上的神色全都大变 随即立马驱车向基地赶去 车子飞驰 两人几乎同一时刻抵达空天基地 快速下车的他们俩直奔实验室 足足努力修复了两天两夜的硬件专家们 正等着他们到来 看到林天雷和陆永平一起进来 立马全都走了过来 真的失败了吗 陆永平几乎是跑着冲过来 一脸紧张地问道 林天雷也紧随其后 神情充满担忧 看着两人的样子 几个专家互相对视一眼 全都面露难色 最终其中一人还是开口揭晓了答案 硬盘内部损毁远比外部更加严重 我们尝试了多种修复方法 但最终也只能修复15%的数据 他的话音落下 陆永平整个人只感觉眼前一黑 双腿力气瞬间被抽干 直接就朝着后面倒了下去 助理眼急手快 立马一把上前拖住老院长 这情况下的众人惊慌失措 几个专家也都手忙脚乱地围了过来 要是因为自己没修好硬盘 一句话把这位德高望重的研究院院长 吓出问题来 那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林天雷虽然没有像陆永平一样晕倒 但心中也咯噔一声 感觉自己脑袋一痛 赶忙伸手扶住身旁的助理 让自己重新站稳 稍缓几秒钟 回过神来的他连忙看向旁边的陆永平 老陆 你没事吧 林天雷掐了一下陆永平的人中 焦急地叫道 这六代机设计图毁了 就已经很严重了 要是陆永平再倒下 那问题可就大上天了 没事 我没事 被众人簇拥着的陆永平 缓缓睁开眼睛 声音有些虚弱地摇头说道 缓了半分钟 陆永平重新站了起来 但明显看得见他的精神 一下子就垮了下去 好像瞬间苍老了十几岁一样 百分之十五的数据 再次复原的话 我们不可能赶上了 陆永平接过专家手中的修复好的硬盘 摇着头说道 林天雷也难受地叹了口气 这个消息对他们而言 实在太过打击了 本来计划三个月内 就让六代机起飞的 现在这么一搞 就算夜北重新再来一遍 那也要到明年了 而新条国的压力 就悬在头顶上 那些刺耳的话语 还历历在目 一年前 新条国就嚣张地表示 他们要在近年研发出六代机 让它出现在蓝星空天 正是这一言语 使得夜北开始进行六代机的研发 而时隔不久 就在几天前 夜北刚进圣经大学的时候 新条国突然宣布 他们将会在三个月内 让六代机上天 并且明目张胆地嘲讽夏国 永远研发不出来六代机 因为夏国没有顶尖的空气动力学专家 没有高速引擎研发专家 那嚣张的口气 嘲讽的样子 像急了多年前夏国穷困的时候 他们嘲讽说 我们永远造不出大爆竹 造不出保家卫国的超级武器 发表完这些言论之后 新条国更是派出战机 直接在夏国的海域上空各种挑衅 一副虎视眈眈的样子 给空天防御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 因为没有同等战机与之对抗 且雷达捕捉不到 那幽灵般实影实现的战机 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大摇大摆地 在海域上空肆意瞎逛一圈之后 安然离去 尽管当时心中有无尽的憋屈 也没有办法对回去 这也让叶北直接定下目标 三个月内必须上天 不能给新条国真正打我们脸的机会 他们能做出来六代机 夏国一样呢 但现在 设计图被毁 林天雷和陆永平都已经绝望了 三个月 六代机不可能起飞了 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刻的叶北刚刚合上了笔帽 他的手中 拿着一张无比完整的六代机稿纸 现场一片哀叹声 所有人都在为六代机计划的破灭而心痛 而就在众人都在难过之时 基地里的一个士兵急匆匆地冲了进来 一脸焦急的样子 似乎是有什么紧急情况 要向陆永平他们汇报 不知道敲门吗 什么是慌慌张张 林天雷看了一眼急匆匆闯进来的士兵 开口训斥道 士兵口里喘着粗气 将手里的平板电脑递给了林天雷 林天雷看了一眼士兵 将电脑接了过来 伯纳德教授前往夏国拜访夜夏之后 回国后即刻发布声明 新条国将于三十天后 让六代机升空 并发表言论 让全世界向新条国科研看齐 夏国科学家所谓科技 只是空有其表 只上谈兵 真要谈实干 还是要新条国科学家来 夏国所谓大国科技 至今尚不足以称为大国科技 发展中科技或许更适合他们 看着上面的信息 他的面色铁青 在他身后同样看完这些的陆永平 一口老血 差点吐了出来 这样疯狂猛烈的抨击嘲讽 简直就根本没把夏国放在眼里 跑来拉拢夜北未果 回去就落井下石 这副嘴脸简直可恶至极 让人恨不能将他们撕成碎片 其人太甚 陆永平气得浑身颤抖 这新条国现在是逮着哪里 痛戳哪里 他们像是知道六代机设计图被毁了一样 直接往他心里戳刀子 原本说三个月上天的 现在直接提前到三十天 三十天时间 就算是六代机设计图完好 那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伯纳德现在发表着言论目的 就是要狠狠刺激叶北 此刻 陆永平反倒不再担心六代机的问题了 反正都没法成功了 被新条国打脸就打脸吧 他也没办法 只是这耗费叶北无数心血的六代机设计图修复失败 再加上伯纳德的抨击嘲讽 以及他们六代机的起飞 这三重打击下来 叶北能顶得住这种打击吗 他还年轻啊 能够承受得住吗 林天雷心中同样感到愤愤不平 他可是看着伯纳德在叶北面前 怎么唯唯诺诺的 虽然叶北的身份不能曝光 只能掩面以叶下的身份出现 但他的成果 伯纳德眼馋得要死 现在 居然又是一副嘴脸 得不到那就要毁掉 真的是不要脸到极致了 他不知道 接下来伯纳德还会用何种方式来针对叶北 但他知道 伯纳德绝对不会让叶北好过的 科研界之中的争斗 有时候比战场还要恐怖 不知道叶北 能不能顶得住这次的沉重打击啊 哎 他那么年轻 经瘦的却这么的多 陆永平叹着气 像是自言自语的开口说道 旁边的林天雷听到这话 立马就看了过来 他虽然年轻 但心智却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我相信他 他一定不会被这重重困难击垮的 林天雷的话语 无比的坚定 那是源自他心中 对叶北的自信和信任 相信我 他绝不会被打倒的 反而会越挫越勇 林天雷拍了拍陆永平的肩膀 眼神坚定地看着他说道 说吧 林天雷由于片刻 还是决定给叶北打电话报信 硬盘修复失败了 已成事实 早点晚说都一样 他相信叶北能挺过来的 拿起手机拨通电话 但几声响铃之后 却被告知不在服务区 这让林天雷一下子紧张起来 连续拨打了 几次之后依然如此 这让他的心猛地一下揪了起来 怎么回事 就算是住在村里 也不可能没信号啊 接着打了几遍 还是不通 林天雷彻底慌了 急忙翻找 通讯录给叶红元打了过去 虽然离开的时候 老爷子一再嘱咐 他不要打扰 他在村里清修养心 但现在 他不得不打了 雷子啊 这不是刚见面吗 怎么又给我打电话了 电话一接通 老爷子就老气横秋地问道 被人打扰的他 很是不耐烦的语气 老领导啊 您知道叶北现在在干嘛吗 我打他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林天雷没敢耽搁 直接开口问道 萧北已经走了 说是找你去了 老爷子不紧不慢地开口说道 估摸着时间 这会儿应该快到了吧 听到这话 林天雷一愣 不过有了消息 他选起来的新立马 就放了下来 嗯好 我联系下机场 林天雷连忙说道 老领导您好好休养着 我没事了 他的话刚说完 老爷子的电话 一把就挂断了 下一秒 基地外面轰隆隆的飞机声 突然传来 听着这声音 林天雷跟陆永平对视一眼 立马就跑了出去 巨大的基地机场上 一架小型客机缓缓降落 舱门打开 一个轻瘦高挑的年轻身影 出现在了两人的眼中 从飞机上走下来的叶北 背着包一步步 向着实验室的方向走来 林天雷和陆永平 急忙就迎了上去 没在家多休息几天 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走上前 林天雷看着叶北疑惑问道 我在家休息 六代机怎么办 哈哈 叶北听着林天雷的话 笑着回应道 但是这话 却让眼前两人的表情 一下就变得难堪了起来 一提起六代机 陆永平的脸色 立马就苍白了起来 心痛地捂着自己的胸口 话都说不出来 林天雷的脸色也很不好看 情绪显得非常的低落 看着两人的样子 叶北反倒梦了 林统帅 陆院长 你们俩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叶北上前 扶着两人的胳膊 疑惑地问道 林天雷摇了摇头 没事 没事 叶北一脸的复杂 你们这脸色 像是没事吗 到底出什么事了 听着他的问话 陆永平一脸的痛苦 林天雷犹豫了几秒 最终还是张开了口 叶北 硬盘修复失败了 只修复出来15%的数据 设计图恐怕 而且 新条国提前了六代机升天计划 将在30天后 送六代机上天 我们这次要 败给他们了 他的表情是很难过 说话尽可能地小心 害怕叶北经受不住打击 但听着这话的叶北 却笑了起来 这反常的样子 让两人神色更加难看 还以为是叶北精神出问题了 失败了就失败了 现在我们不需要了 叶北从包里 将一张稿纸拿出来 晾在两人的面前 全新的六代机图纸 已经彻底完善好了 这次我不仅减轻了机身的重量 还改良了原先的引擎 这次的优化 会让六代机的性能 得到很大的提升 足以称得上 直接是六代机2.0版本 要是他不摔我电脑 或许还不会有这次 重新思考之后的优化了 误打误撞的改进了 叶北看着两人笑着说道 看着叶北手中的图纸 听着叶北说的话 两人大眼瞪小眼 直接当场愣住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叶北居然能这么快 重新复原出来 这可是没日没夜半年多 才做出来的 怎么可能这么快 重新复原出来 而且叶北居然还 优化改良了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能设计出六代机 就已经是相当难以置信的了 他还没进行是非 投入到实际中 进行真正的各种试验 居然就直接搞出 2.0的升级版本 这真的是惊喜妈妈 给惊喜开门 惊喜到家了 我的天老爷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陆永平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从叶北的手中 激动又小心地 拿过稿纸看了起来 看着上面 确实已经完善好的六代机 泪水不争气地 直接洒了出来 天佑华夏呀 他整个人 好像是从绝望的悬崖下 突然被拯救上云端 希望得光芒刺的 他泪线打开 林天磊脸上的表情 顿时就变化了 刚才的滴落 瞬间全无 上前给叶北一个 大大的拥抱 哈哈大笑起来 你真是下国的奇迹啊 那高兴的情绪 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绝望一秒边希望 激动啊 看着激动的 都要跳起来的两人 叶北笑着摇摇头 片刻之后 两人的情绪 总算是稳定了下来 跟叶北一起向着基地里面走去 能完善好就好 这样我们很快 也就能造出来六代鸡 到时候 让他新条国的狗都看看 陆永平将稿指 无比小心地保存在怀中 恨恨地说道 显然伯纳德的那些话语 刺激到了他的神经 他们要先飞就让他们飞 要不了多久 我们就能跟上 也不迟 怕他们更软 林天磊也暴躁地开口说道 虽然心中还是有些遗憾 不能按照计划 比新条国提前飞 但现在叶北都已经将六代鸡重新救了回来 就已经很好了 他不敢再奢望那么多 不过两人的话落在叶北的耳中 却让他摇起了头 三个月提前到一个月 恨恨好 一个月就一个月 既然心条国叫个不停 那我们就一定要做出来给他们看 叶北停下脚步 捏着拳头说道 说吧 看了两人一眼 脚步一转 直接向着研发车间走去 听着叶北的话 林天磊和陆永平都为之一惊 但立马就跟上了叶北的脚步 基地深处 上百米高吊顶的研发车间 各种巨大的硬件设备 正在忙碌地运转着 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空中 大型吊爪在不停地转动 抓着一个个巨大的飞机零部件 送往他该去的地方 诸多戴着安全帽的科学家 和实际专家都在紧张忙碌 叶北走进车间 看着这些根据自己图纸设计的零部件 眼中闪烁着光芒 陆永平跟林天磊也都走了进来 不过陆永平并没有像叶北一样驻足观看 而是直奔车间里面 不多时 便将所有的人员都召集了过来 让他们见见 设计这款战机的天才设计师 这其中有不少人 都是之前被叶北上过课的 此刻 看到叶北再次出现 全都高兴地笑了起来 欢迎欢迎 叶北先生 六代机的设计者 大家欢迎 车间总负责人江平 大声地说道 顿时 他身后的所有科学家 和实际专家们 都热烈地鼓掌欢迎起来 众多没见过叶北的人都围了过来 想要一睹天才设计师的真容 这些科研专家 虽然未见过叶北 但他的名字 早就已经传开了 不少人看向叶北的眼神 都无比地崇拜 下国六代机的研发 因为叶北的出现 直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飞速进步 他们对叶北的敬佩 不无道理 尤其是此刻 看到叶北是一个 只有十星号星号的少年后 彻底振奋了 这么年轻 这么有才 那未来简直不可限量啊 陆永平带着叶北 给他一一介绍车间里的顶级军工专家 跟他们打过招呼之后 叶北才跟着众人 走进了车间里面 组装六代机的地方 看着这个 已经基本具备 外形的六代机母子 叶北开口了 各位 如果我现在 推翻这个战机外壳设计 重新要大家制作新的 大家能接受吗 他的目光在众人身上扫过 朗声说道 下一秒 毫不犹豫的声音 齐刷刷地响起 嗯 这些专家们 各个都是人中龙凤 本可以利用自己的能力 在外面混得风生水起 但他们 却选择了为国贡献 哪怕现在把辛苦做出来的东西 推翻重做 他们也无怨无悔 这些人 正是支撑下国的脊梁 叶北的图纸 现在重新改变了 推翻重做是必须的 听着他们的声音 陆永平满意地点点头 随后 转头看向叶北 叶北面无表情 随后接着再次开口 那我们需要多久 能够将六代机组装起来 总负责人江平 听着这个问话 立马开口回答 四个月 有了之前的经验 我们四个月 就能将重制的他 再次组装起来 但听到这话 叶北却摇了摇头 目光在现场的每个人脸上扫过 四个月太慢了 太慢了 一个月 我们要在一个月内 将六代机彻底完工 还要将他送上下国的蓝天 他的话语 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 传遍现场每个人的耳朵 这让所有人的表情 瞬间变化 一个个看向叶北的眼神 都充满了震惊 一个月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他们研究了十年的六代机 都无比的清楚 其中的每一个细节环节 想要一个月完成一切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要不是说这话的是叶北 恐怕他现在都已经被众人 从这里踢出去了 我们还有最核心的引擎 都还没制造 而且 外壳要推翻重制 也需要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这真的可以吗 江平一脸震惊 看着叶北小心翼翼地说道 在他的旁边 陆永平和林天雷也是一脸的震惊 没想到 叶北是真的是这么做啊 此刻叶北话都说出来 两人也不好言语 只能看着他 可以 叶北的眼中闪过自信的光芒 目光凝重地看向众人 只要大家配合我 就一定可以 我知道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但现在星条国的压力当头 我们没有退缩的理由 一个月后 他们的六代机就要升空 到时候 他们就会用放出的豪言来打我们的脸 在我们的海域上空 耀武扬威 下国的尊严 不能被他们这么肆意地蹂躏 叶北的话语 带着无比的感染力 深深地穿进每个人的心中 众人的神色 都随着他的言语 发生了变化 显然 他们心中也愤恨星条国的举动 不愿祖国的尊严被践踏 看着众人的目光变化 叶北没有停止 继续他的讲话 先辈们八年时间 没有图纸没有设施 甚至饭都吃不饱 在大荒漠里 都能搞出来超级武器 我们现在有基地 有硬件 有设备 有人才 有图纸 没理由一个月做不出来 为了祖国的尊严 我们的先辈忍受封杀 遭受辐射 把命都贡献了出来 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出来 我们下国人想什么 就一定能做到什么 没有什么事 是我们下国人做不成的 一个月 就一个月 我们要让六代鸡上天 要让世界看到下国 要狠狠地打他们的脸 各位 我们能不能做到 叶北大声地对着所有人呼喊 目光所过 犹如烈焰点燃了积蓄的火药 所有人的心 在这一刻都燃烧了起来 都被叶北深深地感染 沸腾着血液高声地呼喊 一个月 不能也要呢 所有人的目光中 都带着滚滚的火焰 像是灌注了前辈不死的意志一样 每个人都无比地坚定 叶北的一番话 就连陆永平都被深深地感染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工作吧 叶北扫视着所有人 点点头朗声说道 他没有时间浪费 毕竟一个月的时间 真的很紧张 话音落下 所有人空天机科研专家 全都跟着叶北 向旁边会议室走去 陆永平也当机立断 毫不犹豫地任命叶北 为六代机总设计师 叶北成为了叶总师 对于这个决定 整个科研团队 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 成为叶总师 叶北第一时间 就召开工作会议 现在六代机重新改良优化 很多东西要被推翻重做 这个会议就是工作的开端 也是接下来一个月 拼死努力的基础 重新设计的六代机 优化了动力系统 控制系统 减轻了战机重量 降低了风阻影响 战机的作战半径 提升到了4500公里 优化引擎 能让战机速度提升到5马赫 巨大的会议室中 叶北看着上百位空天机专家 平稳地将战机最新的情况 说了出来 要让作战半径达到4500公里 我的天 这是新条国五代机 作战半径的三倍啊 5马赫的速度 两小时就能飞遍全球 速度是爱抚娘娘的两倍啊 这太不可思议了 比先前的数据 提升了一个大的台阶啊 整个会议室 立马沸腾了起来 这些战机数据 哪一个不是非常主目的 叶北这次的优化 是要彻底将新条国的六代机 都碾压了呀 他的话 实在是太过惊人了 所有人听完 都感到无比的震撼 和难以置信 毕竟所有的科研专家都想的是 能够追上就不错了 从未想过在短时间内 去超越 甚至碾压新条国的战机 毕竟从爱抚娘娘出来之后 新条国的霸道到了极点 一直以来都号称是 蓝星最强空天战机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他们六代机出来后 更是会彻底挑爆全世界 但现在叶北却告诉他们 下国要造出能够超越 甚至碾压他们六代机的 六代机2.0版本 这是真的让人难以置信 事在人为 叶北看着众人的表情 声音有力地说道 只要大家全力以赴 相信我 我们一定能行 叶北的话 惊醒了震惊的他们 看着站在讲台上的叶北 从容笃定的神态 感受着他身上那股 自信绝伦的气势 所有空天机专家脸上 也都露出了自信的神色 叶总是说的对 事在人为 我们全力以赴 新雕国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肯定行 叶总是下命令吧 要我们怎么做 下国科学家 都有一颗不服输的心 他们勇于攀登 不可能的峭壁高峰 此刻被叶北调动了 雄心士气 全都斗志昂扬 陆永平看着这些 科研所的专家 都被叶北调动了起来 眼中满是对叶北的佩服 好 现在我来安排工作 叶北看大家都熊啾啾气昂昂 满意地点了点头 开始安排起了工作 引擎的制造药 立刻开始 还有硬件 安排好工作之后 叶北立马就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开始带着上百名空天机专家 进行各方面工作的合理调度 和加速行进 同时 林天雷和陆永平 也都根据叶北的要求 调来了大批吃苦耐劳的战士 和各类科研专家 巨大的科研车间里 叶北坐在一台超高性能计算机前 忙碌指挥 所有人都在拼命地努力 两只手一刻都不敢停顿 战士们一趟接着一趟地 运送各种资源 方便科研车间的使用 没有白天没有黑夜 叶北休息的时候 车间总负责人江平立马 就接管上 所有人轮班在车间里忙碌 一个月的时间 他们硬生生变成了两个月 而且还要用这两个月 做出四个月都难以完成的事来 不过即使再难 他们都充满了自信 由叶北坐镇 科研车间里的每一个人 都充满了干劲和力量 为了一个月后的光辉 所有人疯狂努力 就在叶北他们 没日没夜忙碌的时候 另一边 一队队的人员 奔赴全国各地 他们每个小队 都被安排了任务 去翻开那尘封多年的案子 寻找那些曾经被 宋云英母女迫害过的人 调查那些事情背后的真相 务必要将所有的惨案冤案 全都调查个水落石出 他们伤害的 不只是叶北 还是诸多的家庭 和整个下国的人心 这一次 林天雷一定要将 所有的正义都找回来 在陈武安的指导下 这些精英们 收集着一条条有用的线索 一个个关键的证据 无数的消息 都被飞速地传达到下安部 统一集合 陈安武也亲自带队 在偏僻的乡下 寻找曾经被迫害过的 一个女孩 有人在吗 陈安武使劲地 敲着破旧的木门 大声地呼喊 但是却迟迟得不到半点回应 就在他以为 这家里没人的时候 突然 木门嘎吱一声 从里面打开了 一个侧着脸 伸着诱饵 坐在轮椅上的女孩 开了门 看着这个女孩 陈安武一愣 轻轻地叫道 刘兴尧 这是资料上 记载的那个女孩 现在已经长到了 十星号星号岁的年纪 看起来文静甜美 很是可爱 你好 叔叔你们有事吗 女孩像是没听到 陈武安的话语一样 看着他们笑道 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我耳朵听不见 有什么话 麻烦你凑到我右耳说 真的很抱歉 女孩的眼眸清澈 乖巧地说道 这话落在陈安武的耳中 让他的心猛地刺痛 他看着这个女孩子 想着资料上 那些曾经发生的残忍事情 心中百味沉杂 叔叔来给你找回公道 陈武安攻下身子 凑到他的右耳边 坚定地说道 此时此刻 类似的一幕 在全国各地上演 无数的线索和证据 被再次翻找了出来 那些埋藏在黑暗深处的真相 再次被下安部的精英们 挖了出来 三天时间 在夜北等人 如火如荼的忙碌中 飞逝而过 在他的指挥下 所有的部门 都在飞速地运转 六代机的组装速度 相比之前快了好几倍 而且 六代机最最最关键的核心部件 龙星引擎 现在也正在制造中 龙星这个名字 还是夜北给起的 象征着华夏巨龙的心脏 承载着守护下国 空天安全的重任 所有人都在等候 这个最最重要的龙星诞生 只要他制造完成 试验无误 六代机就真的有望起飞了 另一边 陈安武带着所有人员 重回京都 得到消息的 林天雷立马 就动身前往了夏安部 夏安部 不愧是最强大的组织 仅仅三天时间 三队人马通力彻查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抽丝波减班 将这些埋藏数年的秘密 和真相都揭露了出来 此刻 放在陈安武眼前的 这一大榻文件 全都是已经整理好的资料 大统帅 已经调查好了 所有的资料都在这里 看到突然闯进 自己办公室的林天雷 陈安武立马起身说道 好 记你一功 林天雷一脸的高兴 说着便坐下来翻看起来 这上面的东西 详细地记录了 每一个案件的 真实经过记录 而且连带各种证据 都整理在其中 林天雷仔细地翻看 脸上的笑容 越发地显露 很好 非常好 我就知道 事情没那么简单 将资料合上 林天雷示意助理 直接都送到车上去 等会儿 他要带着这些资料 前往监狱 将这对可恶的母女 一起审判 看到林天雷高兴 陈安武也一样感到高兴 这些案子 他看的心头 都感到无比的气氛 能够把真相重现 给受害者一个公道 怎么能不大快人心 不过 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 要告知林天雷 大统帅 在这次的调查中 我还查到一个特殊的人物 陈安武看着林天雷 冷静地说道 谁 林天雷收起脸上的笑容 疑惑道 宋天叶 陈安武将一张A4纸递了上来 宋子柔的老爸 也是宋云英的丈夫 林天雷看着这张A4纸上手写的合同 眉头皱了起来 宋天一这个人非常神秘 我来之前找档案局查他的资料 档案记录 他在03年的时候 就已经死了 而且身份资料非常的空白 跟一个农民 几乎相差无二 这非常的诡异 林天雷点了点头 他之前 也已经去档案馆查过了 宋天一却有奇人 但是身份出身 都相当的频繁 跟宋云英这种 能够一手创建大企业的精英人士 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 两人也从没有过结婚的登记 只是民间生下了这个 叫宋子柔的女儿 生完孩子之后 宋天一就莫名其妙的死亡了 被档案局注销了 而且自此之后 宋云英就再也没有结婚过 整个事情都显得非常的诡异 让人无法相信 这就是事实 算了 先去抓人吧 这是以后再说 林天雷A4纸收了起来 白白手对陈安武说道 除了宋云英 这次查到的所有涉案人员 包括那些贪官 一个都不许放过 全都给我抓起来 是 保证完成任务 陈安武绷直身体 啪的进了一个里 随后便跑出办公室 拉响了紧急集合的警报 下一秒 数百名精英士兵 全部动了起来 晴天科技大厦 宋云英正抽着女士香烟 站在三十六层的落地窗前 看风景 一眼望去 整个圣经室尽收眼底 站在这里赏景 颇有一种帝王般 掌控这片江山的感觉 其实宋云英现在的产业 确实牢牢地掌控着 整个圣经室的经济 一个市值上百亿的集团 数百家大大小小的公司 每天赚到的财富 是圣经室所有普通人加起来 一辈子都赚不到的 而就在他欣赏城市美景的时候 突然 手机响了起来 宋云英看了一眼 手机上的英文名备注 嘴角勾起一丝笑意 按下了接通 今天怎么会想起 给我打电话呀 宋云英有些慵懒地开口问道 最近听到咱们女儿的一些风声 在下国闹得沸沸扬扬 问问你 对面传来一个男人深沉的声音 她的话音 情绪波动很小 让人感觉非常的平淡 没事 我已经让人办好了 丫头爱闹 都是些小事而已 最近几天太忙也没顾上问她 任她玩吧 有人看着呢 别担心 宋云英淡然地开口回应 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毕竟 宋子柔闹出事 不是一回两回了 有徐德华看着 她还是放心的 圣经是这么大的地方 她也捅不出什么天大的娄子 那就好 男人还是深沉地回应 随后又接着问道 新一批的资料发给我了吗 已经在路上了 宋云英点点头 神色也变得有点严肃 刚刚得到的消息 他们似乎在准备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最近内部管控很严 没事 有这些资料在 随便他们怎么折腾 都逃不出我们的掌握 男人淡然一笑 根本没有将宋云英所说的事放在心上 自信满满地说道 说完又跟着提醒一句 新条国的六代机计划 只是开端 接下来还会有新的举动 要给他们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你得低调点 免得露出什么破绽来 听到这话 宋云英的神色变得更加严肃 连忙答应 放心 我自有分寸 过几天忙完 我过去找你 我们去夏威夷倒都度假 嗯 就这样 男人毫无感情地说完最后几个字 电话就被挂断 将电话装进包里 宋云英直接离开了公司 忙碌一天做完工作的她 要去好好休息一下 另一边 在宋云英挂断电话的同时 夏安部遵循林天雷的命令 立马就联系了天性部 很快就确定了 他们想要知道的情况 陈安武更是明白 这次事情的严重性 没敢掉以轻心 直接亲自上阵 开始集结队伍 不过三分钟时间 两百多名武装到 每一个毛孔的下国 最顶尖精英击部队 就整装待命 夏安部的操场中 精英士兵们整齐列队 所有人戴着面罩 唯一露出的眼睛 冷酷无比 远远看去 黑压压一片 给人巨大的压迫感 他们知道 这是一次紧急任务 但没有一个人紧张 因为他们早就适应了 这种生活 此刻 所有人都无比严肃地待命着 只等陈安武一声令下 杀神诸魔 在所不辞 陈安武看着下面 数百名精英士兵 神情凝重 这次任务事关重大 凡是发现可疑人员 一律逮捕归案 不准漏掉一个人 我要看到你们 最快的行动速度 雷霆出击 一击之盛 不准任何一个人有失误 明白吗 明白 整齐的声音雷鸣般响起 绝对的诠释他们的能力素养 现在 行动开始 陈安武话不多 但句句都是重点 一声令下 所有士兵立刻飞速行动 向着车库跑去 看着他们动身 陈安武也立马跟了上去 不过十几秒钟时间 几十辆军车 就从车库中急驰而出 通过大门 驶入了空无一人的街道 陈安武没有穿戴装备 只是一身黑西装 身边护卫他七八个随从 也都是一身黑西装 看起来相当有范 这样装扮 方便他们平时的行动 而其他机部组的这些士兵 都是统一的制式装备 随时可以战斗 车队一路以上百公里 每小时的速度及时 陈安武根据天性部 提供的定位 很快就来到了 这个巨大的私人庄园 庄园门口 装饰相当的豪华气派 一看就是富贵人 才能够享用的东西 在他的命令下 车队分散开来 将整个庄园给包围了起来 一部分人则跟着陈安武下车 向着庄园冲去 门口的几个保安 看到陈安武等人过来 还想上前阻拦 被几个随从当场制服 紧接着 士兵们鱼贯而入 迅速控制了前台大厅 保安还想按下遥控器报信 被士兵直接一脚踩断了手腕 疼得疯狂嚎叫 陈安武看都没看 直奔庄园内部 大厅之中 所有人都蹲在地上 不敢出声 黑洞洞的枪口 对着现场每个人 吓得他们止不住地颤抖 全都靠起来 二队守在这里 防止有人逃窜 其他人继续前进 陈安武脚步都没停 一边走一边下达命令 是 二队长立刻遵命 封锁大门区域 随后便是咔咔戴影手镯的声音 大厅里每个人人手一副 其中有个男子 看到要被靠起来 吓得尖叫一声 直接向着门外就冲去 企图逃走 但刚翻起身来 就被最近的一个士兵 一个擎拿按在了地上 引手铐瞬间锁了上去 谁敢不配合执法 我是有权开枪的 二队长冰冷地开口说道 虽然不能击杀 但打断你的腿 没有半点问题 下安部的精英们 执法效率绝对无敌 毕竟 他们可是有死亡指标的 在关乎到下国安全的 各类事件上 他们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那些武器 不是拿来唬人的 陈安武静止向着庄园里面走去 一路走过 看见的豪华包厢相当之多 里面做什么的都有 其中有一些人陈武安都认识 什么盛天扮子的齐同伟 才貌双全李小晴 道貌黯然高玉良 可不管是什么人 有多高的地位 全都被陈武安给靠了起来 这也确实让陈武安感到恐惧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庄园 居然是埋藏腐坏的窝点 而就在外面忙碌抓人的时候 庄园最深处 一间极其豪华的总统套房之中 宋云英正愉悦地享受着 他斜靠在大床上 吸着外国西海岸进口高档烟草 桌边还放着尚未来得及享用的 高质量白色面粉 烟雾声腾中 宋云英感觉自己都快成仙了 整个人像是在空中飘荡一样 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 他是非常的享受 爽得都快要起飞的感觉 在他的旁边 还有另外几个肥头大耳的中年男人 正躺着享受高端技师的按摩 他们才是这里最最尊贵的客人们 这间豪华到近乎奢靡的总统套房 就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 而就在几人享受之时 门外突然传来争吵的声音 紧接着 套房的大门就被砰的一声直撞开 看门的侍从捂着胸口 痛苦地趴在地上 显然用他的身体撞门 是件很疼的事情 在他的身后 几十名士兵瞬间就冲了进来 将里面直接包围 随后 陈武安才踏着快步走了进来 看着正靠在床上 一脸享受的吞云吐雾的宋云英 陈武安的目光无比冰冷 再看向旁边几个肥头大耳的人 他的神色变得更加难看 滚出去 谁让你们进来了 滚 被打断了愉悦的享受 宋云英脑子有些迷糊地 抬头看了一眼进来的人 怒声喝道 在他旁边的几个中年男人 同样怒了 但一抬眼 看到陈安武的样子后 直接吓得当场愣住 脑子里面轰的一声 好像世界都停转了一样 而就在几人愣住的时候 宋云英再次开口了 还站在那干嘛 还不快给我滚 他的声音无比暴躁 根本没把陈武安当人看 他当然认识这些士兵的制服 但是他根本就不在乎 这里的人 可有比士兵厉害得多的 他估计又是谁的人 扫黄扫到自己这里来了 没脑子地闯进了自己房间 宋云英骂着 不认识站在门口的这个西装男 但旁边的几个家伙 可清楚得很 下安部的部长陈武安 手中的权力 可不是一般的大 得罪他 那就等于直接完蛋 一个个顿时就从床上翻了下来 急急忙忙地扯着衣服 往自己身上套 同时对着笑脸 想要跟陈武安打招呼套近乎 陈部长 误会 是个误会 男人脸上堆满笑容 连连开口说道 但陈武安却根本没有理会 看着走到身边的男人 直接一脚将其踹翻在了地上 这话 回去跟统帅说吧 说着手一挥 士兵们立刻上前 将其靠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宋云英总算是回过神来 你们是谁 宋云英说着 就从床上坐了起来 同时立马就向着旁边的手机摸去 想要给自己的老公打电话报信 但进口的烟草就是劲大 让他的双手都不听脑子使唤 摸了半天都没摸到 好不容易摸到手机 手抖得连平保都剪不开 抓起来 陈武安一声令下 彻底断绝了他的念想 下一秒 两名士兵直接就将他的双臂 都擒拿了起来 手机更是被直接夺走 你们混蛋 放开我 你们没有这个权利 宋云英大声地吼着 死命地挣扎 我要叫律师 我要叫律师 但下一秒 士兵的巴掌 狠狠地就扇在了他的脸上 直接物理 让他闭上了喷个不停的臭嘴 随后 武道鲜红的指印 就在他脸上高高地鼓起 银色的手铐 随之就靠在了他的手腕上 紧接着就被士兵们压了出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 宋云英的脸疼痛到扭曲争鸣 但依然无比愿毒地瞪着陈安武 等着吧 你完了 他的话语中带着相当的憎恨 看得出来 他此刻真的是想弄死陈安武 陈安武懒得跟他多说 直接摆摆手 让士兵全都压出去 留下几个士兵封锁这里的东西 陈安武这才转身离开 走到大厅 这里已经蹲满了被靠起来的人 果不其然 这种奢华地方的客人 不是达官显贵 就是商界大亨 其中陈安武能认出来的 就要不少 虽然这些人没跟宋云英一块享乐 但能来这里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此刻 一块都被带走 押上了军车 234队留在这里驻守 全面封锁这里 不准任何人出入 不准一样东西被带走 其他人 把这些人都给我押走 回去一一审查 下达完命令 陈安武这才坐上军车 安心地坐上了军车 车队再次返回 陈安武的心中 也是相当的感慨 一次性抓到这么多人 而且 其中还有不少位高权重的 着实让他吃惊 这个宋云英 是真的不简单 圣经市军部监狱 最深处的审讯室内 宋子柔被绑在审讯以上 无法动弹 此刻的他 全身上下布满血痕 亲子的斑块 凝固又撕开的伤疤 整个人的皮肤上 没有一块地方是完好的 而他的双腿 则被放置在冰盆之中 彻骨的寒凉 上身伤口火辣辣的疼 下身双腿冰彻骨的冷 冰火刑罚痛不欲生 这种从未见过的恐怖操作 让他痛得哀嚎不停 在他的周围 站着五六个手持奇怪器具的人员 一个个眼神冷漠地看着他 他们手中的那些东西 全都是当年制裁间谍的独特工具 每一个都能让人痛苦不堪 生不如死 三天时间里 各种好东西 都在他身上招呼了一遍 让他好好地品尝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痛苦 现在的他 身体上和精神上承受的痛苦 绝对远超那些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人 陆永平就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 这种垃圾东西 祸害社会的渣子 被用刑 他是一点都不心疼 不让他感受下钻心的痛苦 他都觉得自己对不起夜背 就在这时 最近的一名审讯者 朝着宋子柔 又是狠狠地一下 啊 细长的软鞭 一下抽在身上 让宋子柔痛苦地嚎叫出声 鲜红的伤口瞬间开裂 猙獰的面容扭曲起来 身体更像是被放在烧红铁板上的虫子一样 疯狂扭动 有本事接着嚣张 审讯者冷冷地骂了一句 接着又是一下抽在了他的身上 宋子柔疼得疯狂扭动挣扎 但却被固定着 根本没办法挣脱嘶吼 只能疼得胡乱喊叫 但却没人在乎 我要杀了你们 我要杀了你们 我要把你们全家都杀掉 啊 你们再使用暴力 你们不得好死 你们全都会被判刑 会被枪毙 宋子柔语无伦次地叫喊着 声音尖锐地骂着 冲着眼前的审讯者们 疯狂地嘶吼 他跟宋云英一个样子 死都不肯嘴软一下 在他看来 这些人迟早都会被自己老妈 给彻底地弄死 但听着宋子柔的叫嚣 审讯者们都笑了 他们审讯了多少罪犯 还真的没见过这样子嘴硬的 不过 既然嘴硬 那就再来两鞭子 几下下去 宋子柔再次疼得胡乱叫唤 你们斗不过我的 我妈在 我爸在 他们一定会让你们 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要让你们每个人都痛不欲生 我要让你们不得好死 啊 宋子柔依然疯狂地嘶吼 尖锐的声音 在审讯室内不停回荡 现在的他 真的到了快要崩溃的地步 三天时间里 总共进行了两次这样的审讯 这些生不如死的手段 让他的精神 都在濒临崩塌的边缘 哼 自讨苦吃 陆永平站起身唾骂一句 上前直接一巴掌 就抽在了他的脸上 而就在这时 电话突然响起 看了一眼是叶北打来的 陆永平连忙接听 叶北 怎么了 陆永平很是温和地开口问道 龙兴还缺最后一个材料 材料处说非常珍惜 要你签字确认才能发放 叶北话音很轻 听起来有些疲惫 好好 我马上倒定 陆永平听到这话 连忙点头答应 同时关切地叮嘱 你也注意休息啊 千万别熬出问题来了 我没事 叶北强打着精神说道 听着叶北的话语 再看着旁边的宋子柔 他心里这气啊 蹭蹭地往上窜 要不是他 叶北早都搞完设计图了 还能美美地睡两天 哪用得着这么紧张 急急忙忙地 又制作出一份图纸来 他和科研专家们 也都不会连这两天 提心吊胆地睡不着觉了 就因为他 多少人都要给他的恶行遭罪 而这个东西 还他妈嘴硬地不行 连句对不起都不会说 靠着自己的背景 嚣张地都快飞到天上去了 看着他的样子 陆永平真的感觉自己 都要心机梗塞了 妈的 真是贱货 陆永平一把拨开前面的审讯者 再次上前 一巴掌狠狠地抽在了宋子柔的脸上 这一巴掌的力气 可以说是卯足了劲 啪的一声 巴掌的脆响 在审讯室里回荡 宋子柔的几颗牙 都被直接打得 从嘴中抛飞出来 嘴角更是流出血来 陆院长 你那边在干嘛 叶北隔着手机 都听到一声脆响 疑惑地问道 听到叶北的问话 陆永平连忙让人塞住宋子柔的嘴 防止这家伙 又在那鬼嚎吓到叶北 同时 陆永平的脸色 也瞬间由音转情 没事没事 我这打只苍蝇 陆永平笑着说道 你先忙 我马上把材料的事搞定 好 叶北没有多想 应了一句 随后挂断了电话 挂断电话 陆永平回过头来 看向了宋子柔 对这几个审讯者说道 先把他关起来 一定要严加看管 绝不能让他死 我回来再审 是 几个审讯者立马攻声应道 下达完命令 陆永平拉开审讯室的门 大步地就走了出去 与此同时 林天雷抵达监狱 准备迎接宋云英的到来 老陆 急急忙忙地干什么去 监狱里 林天雷拦住正埋头 快步行走的陆永平问道 我去签个单子 陆永平抬起头 停下脚步回答 抓捕行动怎么样 顺利吗 又接着问道 放心 下安不出手 不会有问题的 林天雷一脸自信 说完 他的话锋一转 又提起另一件事 不过又查到个诡异的事情 宋云英的老公 身是很是蹊跷啊 听到这话 陆永平的脸上凝重了起来 难道身份很特殊 不 恰恰相反 他的身份平庸地像一粒尘埃 毫不起眼 林天雷摇着头说道 有关于他的资料几乎空白 可越是这样 我就越是觉得 这个人不简单 他现在还在国内吗 陆永平疑惑着问道 死了 已经死了二十年了 林天雷摇摇头 死得莫名其妙 处处都透露着蹊跷 这种越是捉摸不透的 林天雷心中就越是担心 毕竟 宋子柔宋云英 再怎么折腾 他们人在下国 无论如何 都翻不出他的手掌心 所以 林天雷倒还不是特别的担心 他们会对夜北 造成什么伤害 可是宋学一连的影子 都看不到 不知真死假死 藏在黑暗之中 让人永远提心吊胆 越是这种神秘莫测的 越是有可能在暗中 给你来一刀 所以 他自从得知这件事后 心中就一直感到不安 别想太多了 万一他是真的死了吗 陆永平看着 林天雷皱着的眉头 拍拍他的肩膀说道 先把这母女俩 审判了再说 我去楼上办公室 找个电脑签单子 你先审讯去吧 陆永平说着 就急匆匆地跑上了二楼 林天雷也摇了摇头 走向了监狱深处 二十分钟后 陈安武激动地 冲进监狱深处的 一间办公室 签完单子的陆永平 和林天雷 正在议论着 关于审讯制裁的事情 看到陈安武进来 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 大统帅 院长 我真是一路飞适赶来的 人全部都抓到了 还有一些相关的贪官 也都去抓了 不过这次情况很严重啊 庄园酒店里 抓出来特别多的官僚 其中还有不少 州级的直选人物 陈安武激动地开口说道 近来就将自己 此行的信息汇报了上来 毕竟 事关重大 抓到的一些人 让他都感觉不寒而栗 州级的直选者 听到这话 林天雷的脸色 顿时阴沉了下来 这个宋云英 连大老虎都认识了 你详细说说情况 都是些什么人 让我们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陆永平的眉头也皱了起来 急忙说道 陈安武见状 连忙点点头 开口将刚才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其中 那些他认识的大官僚 也都一一报上名 来给两人听 林天雷和陆永平听完这些 全都深吸了一口气 难怪这个这母女俩 如此嚣张跋扈 原来有天大的遮阳散给 他们顶着呀 陆永平点着头 若有所思地分析道 下国还有这样的害虫窝 居然熔流这么多蛀虫 在那里纵欲享乐 简直目无法计 无法无天 执掌着如此之高的权力 却做着害国害民的事情 这些贪赃枉法的混账 绝不能轻饶 林天雷更是怒火生疼 大声地骂道 他可是当年跟着大部队 拿着武器赌上性命 保卫过祖国的人 深知先辈们抛头颅撒热血 换来今天下国的繁荣 有多么不易 这些站在先辈肩膀上 肯是他们鲜血的贪官害虫 他是恨之入骨 叶北这件事 一直拖了这么几天 可不就是为了将这个毒窝 给连根拔起吗 现在好了 老虎苍蝇全都给敲出来了 这次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这样才算是给下国百姓做了事 也能给子孙留一个更干净的下国 给叶北一个满意的交代 陆永平点着头 同样对这些贪官深恶痛绝 这些腐坏的蛀虫 早日清除 才能还下国一个太平 就在三人说话之时 几辆军车停在了监狱大院中 宋云英和几个肥头大尔的贪官 就被士兵从上面压了下来 向着监狱里走去 一个小时的时间 宋云英的神智已经清醒了过来 先前进口烟草的那种模糊感消失不见 但脸上火辣辣的疼痛 依然能够感觉得到 下安部士兵的一巴掌 可以想象得到有多疼 几个在他后面的贪官 全都一脸的恐慌 心中泛着嘀咕 根本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就突然被上门给抓了 别怕 出不了什么大事的 宋云英看着几人神色慌张 出口安慰道 估计是哪个不长眼的 又不想活了 他的语气很是强硬 根本没把眼前这个监狱放在眼中 住嘴快走 士兵怒吓一声 压着他们加快步伐 向里面走去 监狱牢房中 徐德华正和一众校领导惶恐不安 心中无比的焦虑 被抓进来三天时间过去了 在这地方那是寝室难安 每天都像是活在煎熬之中 光是一天心里面 想得乱七八糟的 就能把自己给挤死 所有人现在又担心又期盼 担心这次招惹到的夜北 是个硬茬子 真的把他们全部给端了 那一辈子可就完了 想着外面那些会所的嫩妹子 想着银行卡里 还没花完的来路不明的巨款 徐德华疯狂地 在期盼着那位救世主的出现 只要他来了 他们就全都有救了 旁边的一众校领导 此刻聚在一起 叽叽喳喳地议论着 猜测着各种可能 他们都已经被吓到了 心中悲观地不行 哀声叹气 说的话听得徐德华 都感觉心里发毛 大家别说了 没必要这么怕 就算夜北真的很厉害 但他肯定没有宋总的势力大 他认识的人能量大着呢 这点事情算什么 肯定会被他摆平的 况且 他女儿还关在这里呢 为了他的宝贝女儿 我们肯定要被救出去的 大家耐心点 宋总现在估计正在处理 要不了多久 我们就会被释放了 徐德华出口 安慰着众人的情绪 尽力地稳住人心 看着他坦然的表情 众人也都纷纷点头 毕竟有希望 总比没有希望的好啊 一时间 众人的心 都急切地期盼着宋云英的出现 而就在这时 走廊之中传来阵阵脚步声 顿时就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一个个伸着脖子 向着脚步声传来的方向望去 只见树道身影 正在向着这边走来 士兵们紧紧地压着一个女人 女人的手上戴着银镯子 低着头头发 等着半边脸 当他抬头的瞬间 跟众人的目光撞在一起 全都为之一愣 徐德华看着那熟悉的面孔 整个人当场实话 怎么宋云英也被抓进来了 就在刚刚 他还大放厥词 宋云英一定能救他们 现在这出场见面的方式 跟他设想的完全不一样 简直是天差地别 所有人都愣在原地 无数的目光在空中交错 空气都变得有点尴尬 宋总 这是怎么回事 徐德华看着靠近的宋云英 颤抖着声音开口问道 宋云英扫尸了一圈牢房里的校领导们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心中极其的难堪 他平日都是高高在上的人 现在却如此狼狈地出现在这里 丢死人了 众人刚打完照面 宋云英等人 就被直接丢进了隔壁的牢房中 看着跟自己一样 沦为阶下囚的宋云英 徐德华彻底绝望了 心中的希望 瞬间化为泡影 他都没法想象 到底是什么人 连宋云英这种势力滔天的 都能抓进来 一众校领导 更是恐惧至极 全都吓得脸都绿了 他们隐约都已经想到了 接下来会是什么恐怖的后果 恐慌在所有人心中 飞速蔓延 宋云英被关进来 还不到一分钟 过道里 就传来了无比尖利的嘶叫声 你们都要给我去死 我要亲手把你们的皮疤了 亲手折磨 你们所有人 我要杀了叶北 我要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痛不欲生 啊 宋子柔的怒吼声 穿透铜墙铁壁 在过道中回荡 他的下半身 已经被冰冻的脱离 只能被两个士兵 架着双臂拖行 但即使这样 受尽痛苦的他 还是在不停地嘶吼 而就在他被拖行不远后 眼前的牢房中 一个人正扒着牢房的铁栏杆 死死地盯着他 押送他审讯者 看了一眼栏杆上的人 冷笑着开口 你妈在这等你呢 宋子柔和宋云英 四目相对 嘶叫声瞬间停止 宋子柔整个人直接愣住 而在隔壁两个 牢房中看着的众人 也全都被这一幕吓到呆住 宋子柔身上到处都是鲜红的血痕 凌乱着头发 肿胀着脸 看起来无比的凄惨 这副惨状 让所有人心中都如尽寒冰 他们想象不到 宋子柔这三天 到底经历了什么 但恐怖的念头 已经传遍了 他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徐德华看着宋子柔 终于彻底地乱了阵脚 他莫名感觉到 有一柄剑悬在了自己的头顶 他的命运 也已经尘埃落定 而看到宋子柔 如此模样的宋云英 此刻 双目通红 瞬间炸裂 他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的女儿 会成为这个样子 徐德华不是跟他说 已经送回学校了吗 为什么会被人 给折磨成这种惨状 他怒了 怒不可遏 你们居然敢动他 你们这是在找死 宋云英冲着两个士兵 咆哮道 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 谁都别想幸免 宋子柔是他最爱的女儿 是他生命中的全部 只要能够让女儿 快乐地成长一辈子 他看着就足够了 为了宋子柔 他什么都愿意去做 但是绝对不允许 任何人伤害他 他身上的每一道伤口 你们都要十倍奉还 他遭受的痛苦 你们需要百倍 啪 宋云英一句话还没说完 士兵一巴掌 就已经抽在了他的脸上 话真多 说着拉开牢房大门 直接将宋子柔丢了进去 宋云英也不再多说 连忙上前将女儿一把抱在怀里 他的身上到处都是伤痕 那些软边抽打过的伤口 鲜红的肉往外翻 点点的血水 顺着伤口末端滴滴地往下流 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从来只有我们打别人 还没有人打过呢 宋云英看着宋子柔 心中满是愤怒 开口问道 叶北 是那个可恶的叶北 都是他派人做的 宋子柔挣扎着靠在墙上 红着眼睛 恶狠狠地说道 叶北两个字 从他的嘴中蹦出 咬得牙齿咯蹦直响 不知死活的东西 我一定要让他付出血的代价 要让他跪着求我放过他 宋云英眼中充满恨意 同样恶狠狠地说道 心中势必要拿叶北复仇的种子 已经深深种下 而且在飞速地成长为参天大树 随后又转头看向周围的众人 几个贪官已经吓得魂不守舍 看向宋子柔的目光中充满恐惧 在位这么多年 他们深知军部的一些手段 是很恐怖的 没想到今天 居然真的亲眼见到了这样的案例 恐惧让他们的心疯狂颤抖 徐德华 张家精的等人 也都吓得蜷缩在角落 不敢吱声 扫视着这些人 宋云英知道 他们都是因为这件事进来的 此刻倒也不是怪罪他们的时候 以后说不定还能用到 现在最重要的是 安抚他们 稳住这些人的心 后面再另想办法 心中略一思考 宋云英就张口说了起来 大家不要惊慌 我跟你们共事多年 什么风雨没有经过 今天这事情 肯定是什么不长眼的东西干的 圣经是弹丸之地 还没人能拿我怎么样 再说了 我一旦消失 先生很快就会知道 他只需要稍稍联络一下京都的大人物 我们马上就能离开 这些有眼不识泰山的东西 我会让他们 给大家都好好赔罪的 宋云英一脸的自信 笃定地开口说道 他的号召力还是强 几句话下去 众人的神色立马变化 纷纷点头秤势 心中再次生起了希望 另一边 林天雷彻底翻阅完了 这场事件中 所有的抓捕名单 不查不知道 一查真的吓一大跳 耗了整整五天时间 抓捕名单足足几十页 可见这一次的力量有多大 上面除了那些贪官污吏 还有大量污蔑网爆夜北的 各种跳梁小丑 以及疯狂带节奏的女权大V博主 当然 拔出萝卜带出泥 还有一些无关此事 但也污点重重的人 都被一起抓了起来 除了跟宋云英在一起的 那几个重要大老虎之外 其他人已经直接交给司法部 进行审理定罪 有林天雷的亲口命令 这些狗东西的量刑 应该个个都比得上张三 将抓捕名单和尚 林天雷的脸色 也是非常的难看 天天忙着国际大事 没料想着身后 有如此多的腐坏蛀虫 以后必须要时刻警惕整顿 叹了口气 林天雷自我警醒着说道 对 把这些臭鱼烂虾清理了 下国的环境才能清朗起来 陆永平听着林天雷的话语 也开口感叹一句 这几年加强整顿清理 等我们退下去了 交到叶北他们的手中 也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好下国 是啊 得给叶北一个好的权杖 不能上面沾满了污秽 准备准备提审宋云英吧 陆永平放下手中的资料说道 这个大魔头 今天就是他的末日 林天雷文言 点点头 随即动身下了喽 与此同时 万里之外的大洋彼岸 一栋环境优美的豪华别墅之中 二楼的书房里 面容硬朗的中年男人 正将桌上的一个密封文件拆开 眼前这个东西 是从下国万里迢迢专人秘密运送过来的 男人神色凝重 伸出大手 将大号文件袋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拿了出来 里面的东西很多很杂 除了各种手写的纸质资料 还有打印出来的各种数据资料 上面密密麻麻的 写满了寻常人不认识的东西 而且 这其中还有很多高清的照片 如果此时有空天基地的人来看的话 他们一眼就能认出来 这照片上的一些东西 正是基地里的一角 有夫人在下国打掩护 先生的计划进展速度 真的很快 旁边身形受削的男秘书 给男人倒上一杯茶 恭敬地说道 确实 最近的东西都很有用 男人抿了一口纯正的下国高山大红泡泡的茶水 点头说道 不过 为了让晴天科技集团爬到现在的位置 也是费了不少力气和资金啊 跟那些投入比起来 这些回报导显的略有不足了 男人的声音很淡 但是深沉且平稳 让人始终无法捉摸他的情绪变化 秘书不再言语 恭敬地站在旁边 随时等待指令 放下茶杯 男人继续仔细地查看寄来的这些材料 将他们全部看完之后 这才再次装回到了文件袋之中 摩西 复印一份 叫人立刻送去家族 是 我马上去办 名叫摩西的秘书拿起文件袋 功声应道 随后便转身离开了书房 处理完这个 男人这才不紧不慢地 继续拿起桌上的平板电脑 翻看起了下国国内的互联网平台 最近几天 女儿的事情让她仍然心有余悸 不放心地继续查看着下国的网络 在她的指尖翻动下 一条条的帖子咨询出现在了眼前 天才科学家夜下 满门中烈 英雄之子 一腔热血为祖国 伯纳德邀请夜下未果 气急败坏 展露丑恶嘴脸 给下国再度施加重压 校园菲理事件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男生应该好好学习尊重女性 听说有好多女权士被抓走了 这次舆论闹大了 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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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条国六代机 还有25天升空 世界空天格局 或将发生重大改变 新条国航天局最新发布 将于下月披露一条 影响全人类的重要通告 司马克发布最新动态 人类发展需要更多卫星的引导 将继续追寻航天梦想 翻看着一条条帖子 男人大多都只是浏览下标题 就一划而过 就在他即将准备关闭电脑的时候 突然 下一条帖子引起了他的关注 这是 庄园酒店 男人看着图片上的场景 一眼就认了出来 照片上 大量的士兵将这里团团把控 其中甚至能看到有人 被押上军车带走 再看一眼帖子标题 庄园酒店是在扫黄打飞吗 好多人啊 真热闹 这是一个路人拍摄的帖子 但男人的心中却出现了一丝不安 毕竟 这个地方可是一个很重要的窝点 有着相当大的后台 扫黄打飞 自然不可能扫到这里来 能动这里的 肯定是重量级的力量 接着查看了一下帖子里的评论内容 男人放下平板电脑 拨通了秘书的电话 摩西 立马给我查一下圣经市庄园酒店的事情 要快 是 摩西立马回应 就在男人心中不安之时 此时此刻 圣经市军部监狱中 林天雷带着陆永平 陈安武 和司法部的诸多人员 向着审讯室走去 这一次 是正式的审判 正义的裁决 审讯室中 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就位 只等着林天雷亲自过来审讯 此时的监狱中 有关于此事的各种重要嫌疑人 已经关了上百名 而且还不算那些 疯狂污蔑夜北的那些人 因此 李明辉也紧急调动了200名士兵进行守卫 加强对监狱犯人的管控 他也是提心吊胆 这件事就在自己圣经室的地盘上 出点问题 第一个问责的就是他 随意日夜派人严密看管这里的一切 防止意外发生 至于审讯的事情 已经不是他能够参与的了 统帅 审讯准备已经完成 随时可以开始提审 李明辉对着向审讯室走来的林天雷敬礼说道 林天雷只是点点头 随后就从他身边走过 进了审讯室的门 这间审讯室相比之前要大很多 完全封闭式的空间 里面摆好了桌子椅子 还有各种审讯需要的材料 以及庶民林天雷专门指派的人员 走进里面 审讯室内的气氛非常的严肃 让人明显能够感觉到 这次审讯的重要和特殊 林天雷跟陆永平并排坐在主位上 侧面的其他位置上 圣经室司法部 律法部 监察部的人分别一次落座 至于陈安武 监狱管理处的审讯者 全都站在他们的身后 随时听令行事 这次的审讯 给人一种相当的压迫感 肃穆的现场 让所有人都不敢喘一声大气 而除了林天雷和陆永平 两位顶级大人物之外 在他们旁边 还坐着一个人 这个人面无表情 四平八稳地 坐在主位左侧 很是沉稳 现场这么多各部院的人 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但林天雷和陆永平知道 这个人是京都 直接派遣下来的督察专员 专门协助调查审理 有权参与任何过程 在所有人到场坐定之后 林天雷这才看着眼前的资料 开口宣布审讯开始 提审宋云英 及所有重度贪腐人员 他的话音落下 立马就有人从审讯室走了出去 直接前往关押嫌犯的牢房 大家放心 先生出手 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有我在圣经室 他就永远都翻不了天 牢房中 宋云英还在给众人打着鸡血 让他们保持希望 但过道中 突然传来了脚步声 这让众人的神经 再次紧绷起来 一个个都向着外面看去 现在 这里的风吹草动 都让他们的心 也跟着摇晃 几秒钟后 六七名士兵走了过来 目光在牢房里的众人身上扫过 随后 打开牢房门 直接就将宋云英 还有其他几人 全都带了出去 包括隔壁牢房里面的徐德华 也被一起带走 几个人被从有力的审讯者 从牢房中押出 一个个吓得面色惨白 这是要带我们去干嘛呀 有人吓得连连答问 接受审讯 有人开口冷冷地回应道 听到这话 几个大贪官的脸 瞬间就变得恐慌起来 他们都是这次审讯的重要人物 徐德华也是 至于其他的校领导们 还有那些小贪官 都是小鱼小虾 根本没有被林天雷审讯的机会 全都已经交给司法部 专门进行审理 集体审讯 宋云英道并没有多么恐慌 最先反应过来 疑惑道 他这话一下点醒了 旁边的几个大贪官 他们也都是见识过 这种事情的人 此刻全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毕竟集体审讯可是有穿攻机会 审讯几乎从不会集体提审 今天这是怎么回事 几个人一脸猛逼 全都不知道 这次审讯是在搞什么鬼 但轮不到他们想太多 士兵就已经压着他们 快步走向了审讯室 很快 几人就被带进了审讯室 将他们全部都推到审讯室中间 士兵们就再次推到了后面 几个贪官刚进审讯室还算坦然 但一转头 看到审讯卫上坐着的人时 瞬间面色大变 林 林统帅 有人吓得颤抖着声音 直接叫出声来 他们这些人没有不认识这种顶级人物的 下国空天军大统帅林天雷 这个名号普通人听了都觉得天大的厉害 更不用说 他们是在官场混迹多年的老油条 对于林天雷的实力地位 那是绝对清楚倒不能再清楚了 他是绝对不能质疑的权威 仅仅是一个照面 几个贪官就被吓破了胆 他们的心理素质已经够好的了 但在此刻依然瞬间崩塌 原本略带恐慌的脸色顿时煞白一片 先前对宋云英寄予的希望当场破碎 他们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 空天军大统帅亲自审讯 最高科研院院长陪同审理 这简直是要死的节奏啊 这个夜北的事情 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这是炸破天了 就这一两秒钟的时间 仅仅是一个对视 几个贪官只感觉双腿一软 随即扑通一声 直接就跪倒在地上 这出奇的举动 让旁边还在观察四周的宋云英 立马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等回过头来看向林天雷的时候 心中顿觉不妙 眼前这个面色威严的男人 他一时半会居然认不出来 这些年 他一直接触的都是科研界的事情 跟军方很少有牵扯 所以从没关注过军部的事 此刻看着林天雷 急切地搜刮脑海记忆 却没有半点的印象 徐德华看着眼前的人物 也认不出来他是谁 毕竟就算是平时 经常看这些的军迷爱好者 突然有人问你 下国空天军统帅是谁 海洋军统帅是谁 你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更不用说从不接触的宋云英 和徐德华了 不过虽然不认识林天雷 但徐德华认识眼前这几个贪官啊 这可都是州级的大领导 权力大着呢 但他们只是 看了一眼主位上的人 就直接贪软地跪倒在地 那说明 这位肯定是比他们更高的存在 那也就是京都来的高层人物 心中稍一思索 徐德华就下的一个冷战 随即立马跟着他们一起下跪 他是这些人里面最没有势力 地位最低微的人 一直以来都心惊胆战 此刻想到来的是京都大人物 他是彻底恐惧了 跪倒在地上 直接就开始疯狂磕起头来 一边磕头 一边大声地哀嚎 冤枉啊 冤枉啊 长官饶命啊 长官 徐德华这神一般的操作 毫无征兆地发生 瞬间就将所有人的目光 都吸引了过去 宋云英更是当场傻眼 做了好半天的思想工作 万万没想到 这个徐德华是这么的胆小无能 一进来就直接吓成了这番模样 看着他们的样子 他的心中更加感到强烈的不安 而徐德华张口喊冤 林天雷看了一眼就没有理会 这种废物东西 他实在懒得收拾 旁边的陈安武却直接站了出来 冷笑着开口 喊冤 你有什么冤枉的 说着 将桌上资料一把拿起 直接就读了出来 徐德华 二十某某年跟宋云英相识 相识五年时间里 一路快速晋升 在宋子柔进圣经大学读书前一年 恰巧调任圣经大学校长 二十某某年七月 高考结束不久 宋云英已给你儿子新婚贺喜之名 让人给你随了八百万的份子钱 并提出一个要求 同意宋子柔 以特殊学生身份到圣经大学就读 你收下了八百万 并于当天晚上出现在圣经市莫顿公寓 跟名为桃秀婉的情人庆祝了一晚上 是吗 陈安武声音冷漠 低起头看着徐德华问道 他的话音不大 但落在徐德华的耳中 好似惊雷乍响 他们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 连他晚上去做什么了 跟谁在一起都了如指掌 这简直太过匪夷所思 好像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在他们的监控中一样 徐德华一脸的惊恐 但随即立刻就大声地狡辩起来 这不是我的错 这都是宋云英 都是他强行塞给我的 我儿子结婚 我不说都没办法 但陈安武根本没有在意他的狡辩 而是接着开口 宋子柔到圣经大学不过十天 就跟学生会成员产生冲突 并将该学生殴打住院 使其肋骨骨折 不得不休学治疗 但此事在你的手中却变了样子 宋云英用建设图书馆的名义 向你捐赠三十万元 你再次利用职权 训私王法 以该生率先动手七零新生 并造成不良影响的由头 将其开除 大三学生会成员 十几年苦读 所有前途全部化为泡影 最终患上严重抑郁 这件事却被你压了下去 连丝毫的波澜都没激起 甚至全校都无人可知 毕竟当时发生的时候 是深夜的教室 连监控都没了 你这训私王法 一手遮天 残害学生的本事很厉害啊 陈武安面色冷漠 眼中闪着点点杀意 冷冷地说道 听到这些 徐德华的脸色瞬间大变 瞪着眼睛 惊恐无比 不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徐德华惊恐地看着陈安武 心中慌乱不已 急忙摇头摆手地否定 他这次真的怕了 这件事 他们居然都知道 几年前 那个学生可是他专门 私下解决这个事情的 除了宋子柔 当事人还有他 没人知道 学校里连半点风声 都没传起来 只是后面自己发了通告 将这个学生给开除了 除了他们没有任何人 知道真相 那个学生 也早都抑郁症死亡了 但是现在 陈安武居然这么详细地 将实情一清二楚地说了出来 他的心里 怎么可能不害怕 除了这件事 在宋子柔上学期间 你总共替他处理了 大小三十几次事情 每一件都不是什么好事 欺凌同学 折磨伤害别人 损坏各种东西 什么是应有尽有 但你身为圣经大学校长 居然罔顾事实 将所有的一切 全都抹黑处理 根本没有把公平正义 没有把法律道德放在眼里 每次事情发生 宋云音的捐款 就会准时送到 偶尔还有特殊的项目 给你挣点外快 而你对此欣然包揽 一直替他 办着丑恶的事情 伤害着无辜的学生 这些年 你收了他足足 一千六百多万的贿赂 和大小项目七八个 这些钱 把你的良心 全都给埋进了肠子里 陈安武说着 眼神无比冰冷地 看着徐德华 一把将手里的资料 连带证据 全都砸在了他的头上 纸张文件散落一地 徐德华恐惧害怕到了极致 在地上疯狂地 翻着这些资料证据 宛如一条狗一样 这不可能 这一定都是假的 这是有人坑害我 徐德华尖声地叫道 整个人惊恐到了极致 瞪大着眼睛 趴在地上不停地说着 口水从他嘴角掉在地上 像疯狗一样 他拒绝这些证据 拒绝这些事实 但一切就这么摆在他的眼前 他的心彻底崩塌 整个人也彻底绝望 在他的旁边 几个贪官看着这一切发生 听着陈安武 如此详细地说出一切 他们全都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现在他们彻底明白了 军方从一开始 就不害怕他们串供 所以把他们关在一起 也无所谓 如此大胆的集体提审 是因为他们 根本就不需要审讯 但看着林天雷的架势 看着旁边司法部和监察部的人 他们明误了 与其说是一场审讯 倒不如说 这是一场审判 不需要他们任何的狡辩和谎言 所有的证据 早都已经定在了铁板上 张口之际 就是一场正义的宣判 他们被提审到这里来 是直接面对法律的裁决 几个贪官的眼中 惊恐在不断地放大 看向林天雷的目光 充满了无尽的恐惧 宋云英的心中 也开始出现了少有的害怕 徐德华就是拉出来 击垮他们心理素质的 让他们彻底绝望 崩溃所有的防线 而还没等他继续深入的思考 趴在地上的徐德华 突然开始发疯 这么多年来 他就是个贪生怕死的人 此刻面对这么多严重的罪行 他崩溃了 他那脆弱的心理防线 彻底崩塌 突然转身一把 抱住宋云英的小腿 大声地叫喊起来 全都是因为他 如果不是宋云英 不是他行悔 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事情 如果不是他把他女儿 非要送来我的学校 又怎么会被他女儿 伤害那么多人 都怪他 全都怪宋云英 这所有的事情 都是他逼着我做的 我真的没有罪 我要是不做宋云英 就威胁要伤害我的家人 我真的没有办法 那所有的事情 全都是宋云英的主意 都是他在故意拉我下水呀 所有的错都是他造成的 所有的罪 都是他来承担 不怪我 真的不怪我 那些钱我也不想要 都是他硬塞给我的 我不拿我就会被他威胁 一直都是他在害我 放过我吧 我真的不想这么做 徐德华峰一般的撒泼咆哮 全力地将责任 都推卸到宋云英的头上 叫着叫着 他又猛然地停止 转头看向旁边站着的陈武安 急忙地开口哀求 我可以做证人 我能指认所有宋云英的恶行 我当证人 我要检举这个卑劣的坏女人 给我一个机会 我要赎罪 我要赎罪 徐德华朝着陈安武急切地哀求道 但陈安武看着他的样子 丝毫不为所动 眼看陈安武没有动态 徐德华急忙指着 旁边的几个贪官叫了起来 他 他是个十足的坏蛋 他收的贿赂比我要多得多 宋云英把他当作上宾对待 这个家伙 他跟宋云英有毒品交易的行为 我亲眼见过他们的白粉交易 还有他 徐德华无比的疯狂 指着一个又一个贪官疯狂的检举指认 此刻的他 只想着 怎么让自己活命 其他的一切 他都不管不顾了 只要能够让他 哪怕少判刑一年 他都愿意出卖所有人 但他的风咬 还没开始几句 旁边的贪官瞬间急了 直接跳起来 一脚就把徐德华给踹了出去 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他真的也要被气风吓风了 胡说八道 根本没有那些事 你这是 在污蔑我们的清白 你要被判刑 你乱咬人 是没有用的 贪官急得大声咆哮 被踹出去的徐德华躺在地上 捂着自己的身体 疼得呲牙咧嘴 其他的贪官都被吓得半死 他们的心飞速地跳动 看着徐德华又愤怒又惊恐 其中一个看着踹徐德华的贪官 极度不满 他这种行为 反倒等于是心虚了 直接等同于让他们不打自招了 顿时怒上心头 对着这个家伙就骂了起来 那家伙脑子有病 胡说八道 林统帅会查清楚 用得着你多嘴吗 我们清清白白为国为民 一切都会被证明的 司法部不会绝对冤枉我们的 旁边的另一个贪官 也急忙跟着站出来叫骂 顿时 几个人绞成一团 在审讯室里内讧了起来 宋云英看着这些家伙 心里面真的恨不能踹死他们 真他妈的蠢猪一群 就在这些贪官拼命争吵的时候 突然 轰的一声 审讯主位的桌子 直接被一脚踢翻 一直默不作声的林天雷 怒视着这些混账到极点 目无王法的东西 彻底忍不下去了 他的眼中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怒火 直接一脚踢翻审讯桌 怒声吼道 没有脑子的东西 想这样来掩盖自己的滔天大罪 我告诉你们 今天谁都逃不掉 林天雷一声怒吼 直接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 几个贪官全都吓得一颤 吵闹声瞬间消失 林天雷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势 那种只有军人才有的威压 让他们心中恐惧万分 全都立马闭上嘴巴 不敢再发出一点声音 不过几人的心中 却都在此刻开始盘算起来 可以说是各怀鬼胎 宋云英一直默不作声 静静地观察着所有的一切 看着林天雷 他的心中有了些疑惑 他总感觉 这些事情都是做给自己看的 是想要瓦解自己的心理战线 让自己原本还倔强战斗的心态 在这些恐吓之中崩塌 这样他就会不攻自破 成了他们肆意宰割的羔羊 思考着这些 宋云英心中有了些推断 他们看起来来势汹汹 恐怕手中根本没有他的任何证据 毕竟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被清理得干干净净的 想要抓到他的蛛丝马迹和把柄 真的要比登天还难 这么做 就是让他自己露出破绽 再或者 他们就是另有目的 几个贪官此刻心中也有些嘀咕 因为他们 也都把手脚清理得相当干净了 就算抄家 都抄不出任何的证据痕迹 不过这架势 又让他们心惊胆战 一时间都各有想法 在这全场之中 只有徐德华真真正正地跪下了 他所有的一切 全都被揭露了出来 证据确凿 没有半点狡辩的余地 此刻宋云英看他的眼神 根本就没有把他当做一个人 那目光中的意思 好像是 自己现在立刻去死了才好 徐德华绝望了 彻彻底底地看透了 宋云英等人的无情和残忍 在真正的危及关头 他会被立刻踢开 甚至要是牵连到他们的话 随时都会被暗中灭掉 徐德华心中 绝望在无限地放大 终于 在某个临界点 全部都变成了痛苦的悔恨 这些年里 那些物欲迷惑了他的双眼 为了前何事 他昧着良心 做了无数坏事恶事 帮宋云英洗了无数次地 而今天 报应来了 让他的一生都宣告完蛋 所有他迷恋的一切 全都没了 他彻底地完蛋了 是我自作自受 是我鬼迷心窍 我帮着这种恶毒之人 做出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有罪 为了讨好宋云英 我巴结着宋子柔 什么都顺着他 为了让他过好 伤害了那些无辜的学生 我对不起他们 宋子柔 没有脑子傻逼废物 仗着宋云英的势力 为非作歹 稍有不顺心 就残害同学 胡作非为 是他 全都是他 招惹了叶北 害我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如果不是他 我一辈子都不会得罪这个 我永远得罪不起的人 我早就该想到 叶北不是一般人 我为什么要去碰他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恨我自己 都是我的错 如果当初不贪心 我现在还是我的教务主任 我怎么都不会到这般田地啊 徐德华跪趴在地上痛哭流涕 后悔着自己做过的一切 愤怒地抽着自己巴掌 此刻的他 终于明白了一切 他为自己以前做过的恶事后悔 更为自己招惹了神秘莫测的叶北 而后悔 哭声在审讯室内回荡 好像是死刑犯临刑前最后的忏悔一样 那声音 让在场的几个贪官 心中都不由得感到发毛 感到恐慌 看向徐德华的目光 全都带着深深的恐惧 宋云音心中虽然也有点慌乱 但明显比其他人要好得多 在这条路上走了这么多年 官司不知道打了多少次 他的心理素质异常强大 此刻 冷眼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心中依然保持着平稳 现在这个场面 几个贪官显然已经开始害怕了 他知道 保全自己必须要把他们稳住 不然他们张口招了 对自己就要多一份威胁 这二十多年了 他做过的那些事情 每一个都干净利落地抹掉了证据 一直以来的小心谨慎 他相信自己绝对不会有问题和把柄的 随即立马摆出态度 开口给他们打气 也让林天雷看到自己绝对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没必要这样 你踹翻桌子 也吓不到我的 我心正深正不怕你 我也要先告诉你 我们是合法的老百姓 没做过任何违法乱计的事情 请你别乱扣帽子 造谣诽谤 宋云英沉下心来 毫不畏惧地指示林天雷 理直气壮地开口说道 看起来相当地有底气 可他这话一出口 林天雷震怒 一个利用全是害国害民 做了无数不法之事的卑劣恶徒 现在居然在他面前 这么义正言辞说 他是善良合法的老百姓 是社会的良好公民 这话从他口中出来 实在是让人怒不可乐 胆大包天 林天雷震怒一喝 吓得贪官们全都向后退出一步 险些腿软地再次跪在地上 盯着宋云英 林天雷无比愤怒地开口 24年时间 你大大小小犯下了36起案件 行贿受贿 勾结境外势力 非法转移国有资产 参与跨境巨额洗钱 操控媒体抹黑他人 损害下国国际形象 买凶杀人 走私贩卖毒品 偷税漏税 你还敢说 你没有犯罪 你犯的罪 庆竹难说 林天雷将所有的一切 一条条地全都说了出来 此刻的他 盯着宋云英 眼中充满了杀气 他是一个军人 是一个最见不得有人伤害下国的人 下国的所有一切都来之不易 每次看到有人伤害他 就心如刀绞 而宋云英 仅仅一个人 就犯下了这么多滔天的罪行 而且还如此的咄咄逼人 要不是他一手纵容浇灌出来的宋子柔 叶北怎么会被那么多人抹黑 一个简单的非礼污蔑 就让他清清白白的声明瞬间扫地 被无数人诅咒 让他的名字跟猥亵犯挂钩在了一起 即使现在 所有一切的新闻都已经没了 网络上没有了关于叶北的事情 但是在人们的心中 叶北还是那个猥亵犯 还是那个非礼学姐的混蛋 甚至这些事情流传到外网 还让下国的形象受到了损害 那也是无数的外交人员 无数的科研专家 无数的军人 无数的百姓 亲手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大国形象 这一切 深究其背后的原因 全都是宋云英的亲手所为 此刻 面对这个恶毒的人 他怎么可能不奋募 他的眼中杀气沸腾 几个贪官只是看了一眼 救下的头都不敢再抬起来 他们心中是真的害怕啊 林天雷这种打过仗的莽人 真要是怒火冲天了 恐怕会真的把枪啊 而且 他口中所说的这些宋云英的罪名 很多就连他们都不知道 随便拎出来一个什么勾结境外势力 那可是真能被枪毙的大罪啊 几人神色恐惧不已 双腿止不住的在打战 宋云英听着这些 却丝毫不为所动 甚至看起来一脸的淡定 这些确实是有 他自己心里很清楚 但是证据呢 证据他自信 自己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他们找不到的 现在林天雷如此暴怒 更说明 他们没有底气 越是没有证据 证明自己犯罪 他们才会越加的无能暴怒 毕竟 在他看来 要是真有证据 自己已经被判刑 哪还会搞审讯这一套 宋云英想着 心中越发有底气 看向林天雷的目光 没有丝毫的畏惧 甚至吃笑着开口 说了这么多 你的证据呢 他的脸色很是嚣张 跟宋子柔 完全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下国的法律讲的是证据 没有证据 你这就是诬陷 我完全可以去司法部告你 林天雷本来愤怒无比 但现在看着如此猖狂的宋云英 整个人笑了起来 就这种东西 还倒打一排要告他 林天雷笑了 证据 你要的证据有的是 给我带上来 林天雷对着外面大喝一声 随后 立马就有人离开审讯室 飞速而去 不多时 就将一个身形健瘦的男人压了进来 男人带着手铐脚铛 从审讯室里走进来 叮铃哐当的一串响声 在男人进来的瞬间 宋云英的目光就移了过去 再看到他的第一瞬 宋云英就梦了 刀疤 他想到很多人 怎么都没想到 这家伙会出现在这里做人证 他的心中相当的震惊 毕竟 刀疤跟他之间的关系 可都是非常特殊的 林天雷看着走进来刀疤脸 冷漠地开口 说吧 刀疤脸一脸的恐惧 连连点头 害怕地看了一眼宋云英 颤抖着张开了口 我是七年前认识的宋云英 那时候的他 已经是董事长了 当时我走投无路 宋云英给了我十五万 让我杀了刘启元 人杀了之后 宋云英就派人处理 干净了后面的所有事情 从那开始 我就跟着他做事了 这些年在圣经市 我总共帮他做过 大小上百件事情 其中很多都是威胁 逼迫他人 每次都能拿到 十万以上的报酬 而且宋子柔 也经常找我给他做事 前后殴打过 十几次圣经大学的学生 每次宋云英 也都多少会犒劳点 我和兄弟们 就在前几天 宋云英还找我 让我帮他制造一起 绑架科隆集团 董事长儿子的案件 答应给我五十万的报酬 只是事情还没做 我就被抓了进来 你们问我的那件事 十五年的谋杀案 确实是我亲手去做的 那件事 宋云英就是主谋 刀疤脸回忆着之前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 将自己知道的 全都说了出来 刀疤脸说 这些的时刻 精神都显得有点恍惚 这几天的时间里 他的脑子 已经被审讯者们 彻底地倒腾过一遍了 该说的不该说的 全都被说了出来 宋云英听着他的话语 脸上的表情 逐渐开始愤怒 心中开始变得惊慌 他想到过 哪些人会出卖自己 但从没想过 这个给自己卖命的家伙 会出卖自己 他的背叛 让宋云英怒不可遏 这些年里 刀疤脸拿了他 至少两千多万 吸的都是自己 提供的精品好面粉 而且这些年 各种秘密的事情 都交给他去做 对他相当的信任 万万没想到 就是这样的人 最终居然背叛了自己 宋云英瞪着刀疤脸 愤怒的目光 好似要杀了他一样 胡说八道 你在胡说什么 我跟你有什么联系 你一个街头地痞 跟我大集团董事长 能有交集 简直是笑话 在这里随意地捏造这些 是想陷害我 来给自己赎罪吗 就你这样的废物 配拿我的一分钱吗 别在这里妖言祸重了 街头垃圾滚一边去 宋云英怒声地骂着 丝毫不承认自己 跟他有关系 宋云英可不是傻子 他是真的愤怒了 要不然连骂都不会骂他 他很清楚 自己今天在这里说错话 就有可能被抓住把柄 他是绝对不会给灵天雷机会的 现在还没有什么物证 这说明 他们根本就没证据 这让他心中更加放心 想用这些人炸他的话 想都不要想 他死不承认 灵天雷全程一直紧密地 注视着宋云英 看到他依然沉稳 一把掏出妖间的配枪 对着旁边的刀扒连 行凶杀人 你不用多等了 现在就可以下地狱去了 说完 就扣动了扳机 碰 一声巨大有力的枪响 在审讯室内响起 接着 刀疤脸的心口 就被打出一个大拇指 粗细的窟窿 这一次击中他的 不再是具有麻醉效果的 弗里加子弹 5.56毫米的刚心弹 直接就将他的心脏 撕成了碎片 大片的血液 从他的胸口涌出 瞬间就染红了整个上半身 鲜血从他的口中 鼻孔中流出 他连声音都没发出 双眼瞳孔快速地扩大 直挺挺地 就向后倒在了地上 身体砸在地板上 发出沉闷的声响 这场景下的宋云英 都向后连退了好几步 眼中一片惊恐 他怎么都没想到 林天雷居然会 直接掏枪杀人 这实在太恐怖了 旁边的几个贪官 吓得尖叫出声 一个个比宋云英 还要退得快 生怕靠得林天雷太近了 下一颗子弹 就会射进自己胸口 一枪击毙 林天雷摆摆手 几名士兵 拉起刀疤脸的尸体 就将他拖了出去 不死心 你的罪孽 洗不干净的 林天雷转过头 来看向宋云英 无比冰冷地开口 这一次 面对林天雷的话语 他的眼中 不再有之前 那样的嚣张气焰 这一枪的威慑 让他心惊胆战 恐惧不已 但事关自己的生死 他还是鼓起勇气 出口反驳 我没有犯罪 我怎么会有罪 这个地痞混混的一面之词 还没法给我定罪 宋云英的声音 带着点点难以察觉的颤抖 依然无比自信地说道 十五年的谋杀案 你最残忍的一件案子 密谋残杀了 启东科技集团的 老总郭启东 你觉得 法律会放过你 这个杀人犯吗 林天雷依然冷冷地说道 我谋杀 简直是天方夜谭 那件事 早就已经在 司法部审理过了 那些事情都与我无关 你不要信口雌黄 血口喷人 宋云英面对 林天雷的质问 依然自信十足地回应 这件事 他是最有自信的 所有的一切 他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哪怕一个指纹 一根头发都没留下 绝对不可能 查出任何的痕迹来 更不用说证据了 现在面对林天雷 他有着绝对的自信 听着他的话 林天雷并没有理会 而是拿起桌上的文件 看向了他旁边的几个贪官 林天雷目光落下的时刻 几人的神色 明显地慌乱了起来 刚才的那一枪 真的快要把他们几个吓尿了 敢这样使用生杀大权 不怕受罚的 也就只有眼前 这顶级的大人物了 在他的眼中 他们要是也犯了死罪 同样是可以直接枪毙的 几个人心中恐惧不已 下一秒 林天雷的雄厚的声音 就传进了他们的耳朵之中 荆州司法部部长耿京远 在位十年时间 受贿6800万元 制造各类大小冤案37起 施法犯法 最佳一当 荆州贸易部部长梁云磊 三年时间离火同多人走私 国外高档奢侈品 出卖海关机密资料 并且还走私为禁毒品三吨 分销全国各地 谋取暴利 为官害民 罪无可说 荆州项目部部长谷海良 收受贿赂一亿三千万 利用他人名义 实际操控庄严酒店经营 虚招招投标 买卖各种项目 勾结收容境外势力人员 贪赃枉法 通敌害国 这些事情 你们以为都查不到吗 跟宋云音这些年终保私囊 害国害民 你们觉得 按照法律 你们能被枪毙多少次 林天雷怒声说完 将手里的一大大堆证据和资料 全都砸在了他们头上 这里面全都是详细犯罪的记录 除了照片 还有一些存储在优盘中的视频证据 现在全部都被直接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刚才还心存侥幸的几人 此刻神色巨变 全都猛了 他们所有的屁股都擦得非常干净了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证据被查出来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耿京远下的彻底贪软在地 看着满地的证据 眼中充满了恐惧 其他两人的心中 也都已经被恐惧灌满 耿京远 梁云泪 古海良 林天雷每一声落下 几人就吓得浑身颤抖一下 三人瘫软地跪倒在地上 心脏跳动的速度飞速加快 让他们的面孔涨红 冷汗不停地流 三个人此刻的恐惧真的到了极致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着 没有人敢抬头看林天雷 哪怕眼 身为周级长官 却拿着自己的职权害国害民 根本没有把下国放在眼中 该当何罪 林天雷盯着跪倒在地的三人 怒声质问 梁云泪被这声音震得 直接当场晕了过去 瞬间倒在地上 口吐白沫 昏迷不醒 其他两人身体抖动的幅度越来越大 汗滴顺着鼻尖往地上不停地掉 他们心中恐惧 绝望 同时也非常的疑惑不解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证据 而林天雷看着他们 似乎能猜到 他们在想什么一样 冷笑着开口说道 能这么清楚地知道你们的罪行 宋云英立功了 他家天花板上 除了有巨额的现金 还有你们的资料 全都整理成策 给我准备好了 多亏了他 要不然查出你们这些混账 还得费不少时间 林天雷说着 将桌上的另外一些证据 也都推到了地上 听着林天雷的话 看着满地清楚详细的证据 宋云英慌了 但表面上依然尽力 让自己平稳 毕竟这些证据 都是他们这些贪官的 是自己记录下来当把柄的 上面的东西 跟他没有丝毫的关联 什么行贿受贿 他不会傻到 把谁给他们行的会写上去 跟谁勾结走私毒品 跟谁联合制造冤假错案 这种低级错误 宋云英是绝对不会犯的 要不是没有提前准备 这些资料 他都不会被人发现 这一次事发突然 他连收拾准备都没准备 算是严重的失误了 所以 此刻三人被揭露 他也没有太过慌张 而跪在地上的三人 此刻听着林天雷的话 彻底明白了一切 他们自己确实将一切都擦得干干净净了 但是宋云英没有 而且还专门都收集了起来 他一定是想用这些东西 在危急的时候威胁他们 这些证据就是最好的把柄 他的城府和心思真的太深了 他们三个被骗了 明白这些的三人怒火几乎滔天而起 转头看向宋云英 脸色猙獰无比 他们本来都是不会出任何事的 但宋云英居然私藏证据 让他们直接全部完蛋 三人彻底暴怒了 疯狂了 你他妈蛇蟹心肠 你居然藏着证据 想要害死我们所有人 都是你 没有你我们绝不会这样 要死也要你先死 妈的 给你办了那么多事 你他妈还想弄死我们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宋云英 老子他妈要杀了你 你害得我好惨 三个人神色猙獰 怒声大骂 此刻的模样 像极了刚才疯狂乱咬的徐德华 但宋云英却面不改色 根本没有把他们的话语听进去一句 任凭他们怎么骂 依然是冰冷无情的目光 几人知道 骂他除了泄愤之外 没有丝毫用处 顿时 全都转过身 看向审讯卫上的林天雷 一个个都激动 指着宋云英 开口说了起来 我知道他很多事情 我要做五点证人 我要揭发他 这全都是宋云英让我干的 他就是个恶魔 他不仅干的坏事数都数不清 他的罪比我严重得多 要死也应该是他先死 我要控告他 我要举报你 你走私白粉 你要跟我们一起死 你逃不掉的 三个人的神情无比的恐怖 显然 他们已经知道自己这次完蛋了 所以想要将宋云英一起带走 要死一起死 但面对这些 宋云英一脸的淡定 对于被人出卖他 早就已经经历过了 所以从来都不害怕 证据 你们张口闭口检举我 你们的证据呢 没有证据 你们有什么资格 说我犯法 疯狗一样的东西 阿记 宋云英无比坦然自信的开口质问 他现在是彻底认为自己 没有被抓到把柄了 慢慢的脸上居然开始出现笑容 那是无情嚣张的冷笑 看着他这番姿态 林天雷的眉头微皱 这跟他心中计划的不一样 不过 事已至此 他也不会含糊 带人证 一声令下 立马就有士兵将人证带了进来 这几天调查 查出来不少严重的事情 其中最严重最惨的 当属十五年的郭启东谋杀惨案 这一次带来的 就是郭启东案的相关人员 今天要给他们一个正义和公道 让陈渊昭雪 这是他们要做的 审讯室的门拉开 几个人就走了进来 宋云英向着门口的方向看去 但只是一眼 就让他的目光 立马从来者身上挪开 这些人他都记得 对着他们 他的心难免有些发虚 走进来的人 是启东科技集团董事长郭启东的妻子 还有这件事曾经的律师 几人进来 林天雷也不迟疑 直接就点头 让他们开始还原当年的整场事件 凶手就在这里 大胆地说 不用怕 林天雷话才说完 宋云英立马就开了口 不要随便污蔑 我不是什么凶手 还没轮到你说话 林天雷目光冰冷 心中对这个家伙 越加的憎恨 要不是因为有别的目的 他早就已经将这家伙枪毙了结了 说吧 林天雷看了一眼旁边的几人 两个证人点点头 开口说了起来 我是郭启东的遗孀 15年他被杀害之后 集团就一直在走下坡路 被晴天科技集团几站抢夺走了90%以上的客户市场 现在彻底沦为了不入流的小公司 15年9月14日 在他被害的当天 下过一个非常大的国有贸易 需要招商合作 当时参加的 足足有上百家大型科技公司 毕竟吃下这个价值300亿的巨大合作订单 将会彻底一跃成为国内最大的科技公司巨头 其中最有竞争力的 就是我们启东集团和晴天集团 我老公那些天没日没夜的 为这件事做方案 做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方案设计 有极其大的希望达成这一次的合作 而宋云英得知这件事后相当的眼红 为了能够不让我们压在他头上 抢走这个好机会 在合作会开始的当天 在我老公去合作会的必经之路上 派一台水泥灌车 特意闯红灯行驶 将我丈夫直接当场撞死 合作会当天 没有了我丈夫的竞争 宋云英非常顺利地 拿下了这个巨额合作机会 等我们从丧失亲人的伤痛中 回过神来时 宋云英已经潇洒得一跃而起 而我们去安全局追凶 查到的结果也是司机酒驾 闯红灯事故撞人 酒驾撞人事故 连死刑都判不了 司机直接当场认罪 被安全局直接带走量刑入狱 事后不久我专门去调查了一趟 这个司机都是穷苦人 本该在这件事之后 赔得倾家荡产才对 但是他家却反而变富了 他坐了牢 但是家里人却都搬到了城里去住了 这实在太反常了 而这件事 我又继续去申诉 重新去翻案 但最终的结果还是酒驾撞人 无法改判 我又将他们家里报复的疑点 报到司法不审查 结果是 他们家里突然找到了一幅古画 这幅画卖了足足六百万 得到了这么多钱 我继续追查下去 那幅画根本就不是什么值钱古画 就是一幅清晚期的东西 专家告诉我 顶多价值十万元 这所有的一切 怎么会这么的巧合 这难道不就是宋云英一手制造出来的吗 不就是他秘密搞出来的谋杀吗 他就是害死我丈夫的真正元凶 是那个藏在幕后的主谋 是他买凶杀人 用古画和酒驾 来掩盖买凶的真相 我说的这一切 才是真正的事实 郭启东的遗霜盯着宋云英 将所有一切都说了个明白 这掩埋了多年的真相 在此刻终于被告知大白 但他的话音落下 宋云英的脸上 却没有半点的恐慌 而是带着淡淡的冷笑 你的故事讲得很好听 但是这里不是你讲故事的地方 你的证据呢 有证据就拿出来 让司法部现在就翻案定我的行 如果没有 呵呵 那就滚蛋 宋云英嘴角的笑意 带着一丝得意 冷笑着说道 这话一出 气得郭启东一双的脸色 都惨白了一分 而宋云英却一脸的嚣张狂妄 他就喜欢这种 你想弄我 却弄不死的感觉 宋云英太聪明了 他把一切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安排好的 没有证据 谁都不能拿他怎么样 只要等他出去 他要让下国遭殃 他要让这些人付出代价 此刻的陆永平看着这情况 心中急了 他看了一眼一脸平静的林天雷 不知道他买的什么药 要是继续这样下去 宋云英恐怕真的要逃出法律的制裁了 老林 怎么回事 难道真没办法了吗 趁众人都关注现场的时候 陆永平凑到林天雷耳边焦急地问道 林天雷看了一眼审讯室里的表 上面的指针正在一秒一秒地走动 在指针转动到整点的时刻 他的嘴角勾起一丝笑意 到点了 他要的证据来了 他的话音落下 审讯室的门随之拉开 审讯室的门被拉开 一个光着头 身上穿着球服 还没来急换衣服的囚犯 被带了进来 一进来就非常规矩地 跟林天雷等人行礼 看得出来 这些年在监狱里面没有白待 规矩学了不少 十年刑期 减刑两年六个月 刚刚好放出来 给他下了手铐吧 他现在已经不是罪犯了 林天雷看了一眼男子 对着旁边的士兵说道 而在旁边站着的宋云英 看到男人出现神色顿时变化 但随即立马就恢复了原样 男子看到宋云英 眼中却满是复杂和恐惧 而在一侧站着的郭启东一双 看到男子一眼就认了出来 立马指着男子教道 十五年 就是他 开车撞死的我丈夫 他的声音 让旁边的男人心中恐惧不已 急急忙忙地 就跪在地上 给女人磕起了头 对不起 对不起 行了 说你该说的 谁指使你干的 你又拿了多少赃款 全都老实交代 林天雷扫了一眼男人 冷漠地说道 他的话语之中 带着统帅自有的威压 男人立马点头如捣算 现在他的非常清楚 一切都已经被查出来 自己要是不说 那就是隐瞒陶醉 肯定会罪加一等 顿时毫不犹豫地开口说了起来 十五年的时候 我的老乡刀疤脸找到我 说给我介绍一单生意做 做成了能赚到全家吃喝不愁 这辈子都能享福 本来我的日子就过得非常窘迫 拉了一屁股外债不说 媳妇天天都闹着要离婚 当时听到刀疤脸 让我们去撞人 还要坐牢 我直接吓得连连摇头 可以回头 就听见家里媳妇又在骂街 再看着那一院破房子 我心一横 就直接答应了她 随后她就带我去见面宋云英 晴天集团的老总 她跟我们详细地讲了 所有的作案过程 并且承诺 一定会给我家里六百万的巨款 当天我离开的时候 她就把二十万送给了我 让我好好去享受几天 回家躺在床上 我看着那二十落的钱 和媳妇久违的笑脸 心中更加下定了 要做这一单的决心 等到约定的那天 我开上租来的水泥灌车 在他们的遥控下 撞死了那个人 再后来 我就进了牢 被判了十年 男子跪在地上 将所有的一切都全盘托出 说完这些 她再次面对着 郭启东一双连连磕头 对不起 是我没良心地做了坏事 我财明心窍 害了你家里人 我真的回不该当初啊 这几年在监狱里 我一天好觉都没睡着过 我真的知道自己的错了 长官饶命啊 长官 我出去 以后一定好好做人 好好回报社会 男人说着 还不忘转头 对着林天雷 给自己求情 但听完这些的林天雷 已经怒了 旁边的郭启东一双 更是豪哭不止 悲痛欲绝 无法想象 这些年 她等这个公道等得多痛苦 而就在男人话音落下之后 宋云音却笑了起来 真的精彩 真的太精彩了 为了给我定罪 还不惜找人唱双簧 这就是你们军方的本领吗 我要的证据呢 没有证据 你们说再多都是白大 她得意地笑着 丝毫没有把众人放在眼中 我有证据 虽然隔了这么久 但一切都被我保存好的 就是怕她反悔 不给我钱 宋云音的话音还未落下 男人就激动地叫了起来 这话 让原本得意冷笑的宋云音 直接愣住了 下一秒 陈安武就从口袋中 拿出一个U盘 直接插在了旁边的电脑上 随后一段音频 就在审讯室内响了起来 里面的话语正是七年前 宋云音给男人讲详细计划的声音 你赢我 听着这熟悉的声音 宋云音神色俱变 怒视着男人坚声叫道 谁知道你给不给钱 我总要留点证据要挟你 男人毫不犹豫地 就直接对了回去 这话让宋云音直接噎住 到嘴边的话 全部都说不出来 原本满是笑意的脸上 彻底地慌乱起来 心中又恐惧又愤怒 仗红着面色 眼神在现场众人的身上 不断闪动 几个贪官跪趴在地上 大声地笑了起来 没想到你也有这一天吧 哈哈哈哈 你活该 善恶到头中有报 你怎么祸害别人的 终究有一天 报应就落到你头上了 哈哈 你也有被人抓住把柄的一天啊 你逃不掉 他们高兴了 兴奋了 看到宋云音被别人 用他最常用的办法给阴死 他们怎么能不高兴 就算是死 也要拉着他一起死 郭启东的遗双 在听到这些的瞬间 直接晕了过去 被人给急忙抬了下去 可恶 宋云音恼羞成怒 抱贺一声 抬腿就要冲过去给男人一脚 但却被陈安武 直接一个响亮的巴掌 抽翻在地 下一瞬 他脸上的巴掌硬顿时 都鼓了起来 血丝在那掌印之中弥漫 看得出来有多么的疼 多行不亦必自闭 宋云音 认不认罪 林天雷上前 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威严的双眼 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说道 知道一切全都完蛋的宋云音 惨笑一声 缓缓地开了口 我认 短短的两个字出口 宋云音 好像是被抽干了力气一样 一直敏锐观察一切 自信跟林天雷博弈的他 彻底地瘫了 绝望在他的心中弥漫 恐惧开始疯狂地滋生 看着他逐渐无神的双眼 林天雷知道 机会来了 他做这么多 等的就是这一刻 让他从高处瞬间跌落谷底 将他的心理防线全部崩碎 话就能问出来了 很好 你只需要再交代一下宋学义的情况 就可以吃国家饭了 林天雷的话音不大 但是出口的瞬间 宋云音的目光 顿时就死死地 跟他盯在了一起 随后开始放声地冷笑起来 我说 你费这么多时间干什么 原来是为了套我的话 哈哈哈哈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就算是被你枪毙 也绝对不会说出一个 你想知道的字 宋云音的目光 变得无比的阴冷 看向林天雷的眼神之中 有一种直视死亡的疯狂 你等着吧 如果我完蛋了 你们下国也就等着一起完蛋吧 他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要为你今天的所作所为 付出让你后悔一生的代价 宋云音咬着牙说完这几句话 随后便将头扭到一边 紧紧地闭上了嘴巴 这出乎意料的情况 让林天雷无比地恼怒 他心中就是放不下 那个神秘的宋学义 他总觉得 那家伙会是巨大的威胁 毕竟 这次一次性将他的妻子和女儿 全部搞死 那个藏在暗中的家伙 将会如何来复仇 又会在何时出现 这些谁都不知道 哪怕他有一天 他靠近夜北都认不出来 他想一想 就觉得不寒而栗 恐慌不安 将宋云音一把丢开 林天雷转身回到审讯位上 就要进行对他最严厉的宣判 突然 审讯室的门被人突然闯开 一个士兵慌里慌张地冲了进来 统帅 出大事了 敢这么擅闯审讯室的 那说明 肯定是非同一般的事情 林天雷几人暂时丢下这里的事情 跟着士兵到监狱办公室 里面的工作人员 正在忙碌地处理着各种数据 接着 一台平板电脑就被拿了过来 统帅 这是刚刚收到的一个视频 是从国外发来的 技术人员正在全力寻找 发送这个视频的人 目前 IP地址锁定在新条国德克里州 但他们用了技术手段 没办法破一出详细地址 林天雷听着工作人员汇报情况 接过电脑 打开这个视频查看了起来 这是一条只有几十秒的短视频 视频中并没有任何一个人 露出镜头 是一片的黑色 紧接着一个低沉的男生就传了出来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 男人的第一句话中 就带着隐隐的怒意 我只告诉你 如果你敢伤害他们母女一根毫毛 我一定会让你们下国 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知道空天基地 正在准备一个巨大的项目 等着看 今天我就能让这个项目停转 男人话语中的威胁 并不像是大话 反而带着十足的自信 我劝你最好放了他们 不然我一定会让叶北来给他们偿命 或者说 让你们的天才叶下偿命 男人低沉而阴冷的声音落下 视频结束 短短的几句话 让在场的所有人 全都神色大变 寂静的办公室里 空气都像是凝滞了 林天雷的眼神之中 闪过一抹深深的忌惮 他听得出来 这个神秘的家伙 似乎知道很多 而且他说的话 时有星号星号不是空话 毕竟 空天基地的事情 那可是相当机密的存在 他甚至连夜北 就是夜下的事情也知道 这让林天雷 感到更加的后怕 这个藏在暗处的家伙 要是不除掉 那夜北的往后余生 都将处于危险之中 毕竟夜北不可能一生 每分每秒 都在严密的保护之中 他也要有自己的生活 一旦被钻了孔子 案件随时有可能 从任何地方出现 酿成无法挽回的惨重后果 他可是下国未来 科研界的顶梁柱 是陆永平心中的接班人 是带领下国 走向强盛未来的希望 这样的事情 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 所以这个人无论如何 都要将他除掉 统帅 我知道他是谁 就在林天雷思考之时 全场鸦雀无声的时刻 陈安武开口了 他的话语 瞬间吸引了几人的目光 谁 陆永平抢先开口 着急地问道 巧啊 陈安武目光凝重地开口 新条国最大反下势力 也是新条国资本最雄厚的 超级寡头 斯福尔点科德家族的人 我们的特工追查了他很多年 但他实在太过神秘 科德家族对他保护得非常周全 所以得到的信息 少之又少 我听过他的声音 跟这个视频里的完全一样 盯了他这么多年 我绝不会听错的 只是没想到 他居然就是宋云英的丈夫宋学义 陈安武说着 有些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 乔恩是夏国人 但我们一直没有找到 他在夏国的真实身份 现在看来 他应该是在二十多年前 就利用宋学义的身份 制造出死亡假象 直接离开了夏国 从此之后 他就从人间蒸发 世上再没有他这个人了 而他就彻底成为了乔恩 陈武安的话语落下 林天雷眼中的担忧更深了 克德家族 没想到 居然跟他们是一伙人 棘手啊 林天雷作为夏国执掌大权的高层人物 对于这种危害夏国的超级存在 自然知道 斯福尔典科德家族 中世纪时代崛起的超级资本家族 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 他们家族长盛不衰 不断地积累着财富 势力和权力 世界无数的产业之中 有他们的身影 各种爪牙遍布全球 即使新调国的高层之中 也依然有克德家族的身影 那些高高在上 能够决定一切的政客 其中不乏克德家族的门人 他们从中世纪以来 就对夏国虎视眈眈 大明洪武皇帝时代 迫于强大的威势 他们不敢造次 但到了若清时代 则是在夏国疯狂作孽 即使到了现在 他们依然还是在不断地 对夏国制造各种事端 足以可见 他们的势力多么强大 虽然大部分人不知道 但是他们 确实就藏在黑暗之中 就像那深海中的大王乌贼一样 一旦出现 就能将巨轮 卷入死亡的海底 乔恩在柯德家族中的地位 并不一般 就目前我们下安部 掌握的情报显示 我们夏国迄今为止 至少有六位科研领域的顶尖专家 因为想要回国 或是参与科研活动 而在他的手中 被秘密谋杀 我想他说盯上叶下的事情 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这件事 统帅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陈安武将翻找出的记忆 连带自己的担忧 全都说了出来 听到这话 陆永平的心 再次紧紧地揪了起来 难道就没有办法将他缉拿归案 除掉他解除这种危机吗 我们对乔恩的了解太少了 想要抓他 难如登天 陈安武摇摇头 无奈地开口说道 一直没有在开口的林天雷 此事终于出生了 我们接触不到他 但有人却对他无比了解 林天雷的眼中闪过一道金芒 宋云英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乔恩 要想办法从他的嘴中撬出话来 这是我们最快掌握乔恩的唯一办法 他这话出口 陆永平两人立马点头认同 确实 宋云英和乔恩本就是一对夫妻 而且生儿育女 他们互相之间一定了解得非常深刻 而且 擎天科技集团这些年 一定是乔恩手中的工具 要不然 他怎么可能知道 空天基地有大项目在进行 还扬言要今天让项目停转 除了这些 没有别的解释 想要将这个威胁下国 威胁夜北安危的乔恩搞定 只有从宋云英身上下手 宋云英软硬不吃 经营这么大的集团 城府和心思都极深 看不出任何弱点 陈安武摸着下巴 眉头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 想要搞定他 太难了 但这话音下 林天雷却微微一笑 世人就一定有弱点 我想宋云英的弱点已经找到了 林天雷说完 直接转身出了办公室的门 陆永平两人 看着自信的林天雷 一头雾水 但还是迈开步子 急忙跟了上去 林天雷带着两人 直奔另一间审讯室 现在立刻提审宋子柔 一声令下 宋子柔很快就被带了进来 审讯室内 各部院的人员全部都在 京都派来的督察员 时刻都在跟随 跟宋云英一样 严谨的审讯现场 但宋子柔 却显然没有他老妈那么的沉稳 浑身是伤的他 心中的怒火依然滔天 被押进审讯室时 还在不停地怒吼着 我要杀了你们这群狗东西 陈安武没有给他继续嚣张的机会 上去直接就是两巴掌 抽得他半个字都说不出来 两名士兵将宋子柔锁在审讯椅上 这才退了出去 宋子柔 林天雷立刻一声 瞬间就让他安静了下来 双眼不停地扫视着现场众多人 心中开始有了些恐惧 14年6月16日 你伙同社会人员殴打女同学 并逼迫其拍摄视频用以炫耀 使其抑郁自杀 这件事 你该当何罪 话语间 林天雷看向宋子柔的目光中 已经浮现出一股浓烈的杀气 伤害那么小的女孩 还如此的恶劣 这种垃圾 今天要让她知道什么叫做代价 听到这话 宋子柔愣了一下 像是回忆起了什么 脸上居然浮现出一丝笑意 那件事与我无关 那是别人干的 我根本没有动手 不要在这里胡扯 我没有犯罪 快放我 宋子柔说着扭动身躯 毫不承认自己干过的事情 死不悔改 林天雷对着身后招招手 随后 立马就有士兵快步离开 很快将这几天调查带来的人正带了进来 几人走进审讯室 神色各不相同 其中戴眼镜的两人看了一眼威严的林天雷 都吓得双腿一软 而在这之中 一个花白头发的男人进来 就死死地盯着宋子柔 他的额头上青筋鼓起 连那六十岁样子的皱纹地顶了起来 干瘦的手抬起 直直地指着宋子柔 是你 害我家破人亡 害我女儿死不瞑目 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鬼 我死都不会放过你 他的声音无比沙哑 像是刚从棺材中爬出来的僵尸一样 话语中不知道积攒了多久怨念 落在人的耳中 让人心中发毛 我不认识你 你不要胡说八道 宋子柔看了一眼白发男人 很是厌恶地说道 你总认得我吧 宋子柔话音刚落 旁边的一个中年男人就站了出来 说完 也不等宋子柔回答 直接就开口说了起来 我是当年学校的校长 那年 这件事发生之后 宋云英用我全家老小的性命来威胁我 让我将事实全都烂在肚子里 迫于他的威胁 我只能隐瞒了所有的事实 即使明知是宋子柔干的 我也装作不知道 但这么多年来 我仍然保留着所有的证据 等待正义揭开的那一天 中年男人说着 从怀中掏出一个保存完好的粉红色翻盖手机 并将它直接呈给了灵天雷 在手机被拿出来的瞬间 宋子柔犹如遭遇晴天霹雳 整个人瞪大眼睛 惊恐万分 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东西 那是以前上学时候 跟自己专属的手机啊 在那个4G多位诞生的时代 这个手机 是他在同学圈里炫耀的资本 只不过后来 有了更好的东西 他就被丢了 但在脑海深处 这个手机 依然是他美好的记忆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手机 居然会出现在中学校长的手中 这个曾经让他引以为豪的小玩意 现在让他恨不能立马踩成碎片 丢进火炉里 这里面有所有的证据 宋子柔联系社会人员打人的聊天记录 以及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全都在里面完好的保存着 这是我辈分下来的U盘 长官可以直接查看 中年男人从口袋中 再次摸出一块U盘递了上去 陈安武接过U盘 毫不犹豫地插进电脑之中 快速地调出里面的资料证据放了出来 下一秒 多年前的真相和事实 就展露在了所有人面前 画面摇晃的视频中 瘦弱的女孩 被七八个比他年龄大的女生 轮番地扇巴掌 抓头发 两个人抓着女孩的胳膊 宋子柔则猖狂地笑着 上前暴力地撕开女孩的衣领 不满于青的稚嫩皮肤 瞬间就曝光在了空气之中 但是他并未就此罢首 而是继续暴力地撕扯女孩的衣服 拍摄视频的人笑得无比的残忍 他们合在一起 伤害着这个可怜的女孩 没有丝毫的怜悯 我的孩子啊 花白头发的男人 突然贪软地倒在地上 拳头垂着地板 放生地痛哭 陈安武健壮 一把和尚电脑 将视频直接打断 那残忍的画面 对眼前这个花白头发的男人来说 是痛苦的折磨 那是他亲爱的女儿啊 被人这样伤害 那一刻 他该是多么地无助可怜 抑郁的时间里 他又是多么地痛苦 最后离开人世的那一刻 又含着怎样的恨意 林天雷看着那父亲可怜的样子 摆摆手 让人先带了下去 随后这才看向 已经恐慌不已的宋子柔 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唯有他人 拍摄视频 你罪无可赦 林天雷怒声地说道 话音之下 宋子柔浑身都为之一颤 跟林天雷满是杀意的目光对视 瞬间就缩了回去 他的心中 此刻恐慌不已 一旦被定罪 那就要被关进监狱啊 那他可就真的完了 宋子柔脑海中 疯狂地思考着怎么办 脸上的恐惧难以抑制的 全部都展现了出来 在旁边的陈安吴 此刻已经怒不可遏了 他的女儿 也跟视频中的女孩 差不多年纪 看到他这样 被宋子柔欺凌 他的心中怒火中烧 恨不能现在就一枪崩了 这个人渣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看着宋子柔已经开始恐惧 林天雷再次冰冷地开口 你的罪孽深重 当初你害过的人 今天来找你了 随后对着门外再次招招手 他的话音落下 审讯室的门被再次拉开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孩 被人推了进来 女孩冰冷地看着宋子柔 悠悠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宋子柔 你的报应来了 那悠悠的声音 让宋子柔神色巨变 一脸惊恐地朝着门口看去 在看到轮椅上女孩的样子时 眼神立马疯狂地躲闪 她慌了 彻底地慌了 这个声音就像是梦魇一样 从她的耳朵中 钻入大脑里 宋子柔怎么都没想到 刘兴瑶会被找到 会被带来这里 多年前 刘兴瑶的那句话 再次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还是这样悠悠的话语 你迟早会遭报应的 现在 刘兴瑶当年的话应验了 她的报应真的来了 恐惧从宋子柔心底深处 开始疯狂地蔓延 流窜进每一个细胞之中 让她汗毛乍起 彻骨发寒 士兵推着轮椅慢慢走了进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了过去 看向被宋子柔打得左耳失聪 双腿残疾的女孩 她很漂亮 很文静 一眼看得出来 是个善良的女孩 灵动的眼睛 看得出她的聪慧过人 但就是这样美好的女孩子 此刻双腿终生残疾 一辈子都只能坐在轮椅上 而且 她的一只耳朵 听不见任何的声音 刘兴瑶 今天本案再审 你可以说出所有的冤情 我给你做主 林天雷从审讯位走下来 凑到她的右耳边说道 嗯 刘兴瑶点点头 随后看了一眼宋子柔 开口说了起来 周六的教室里没有人 我在教室里自己看书学习 宋子柔带着她的姐妹们 无故将我的书包丢在地上 并且对我言语辱骂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所以跟他们发生了争论 而这就是 所有一切噩梦的开始 刘兴瑶沉沉的声音 有力地开始了她的讲述 或许是埋藏在心中 多少年的苦痛冤屈 她的每个字 都带着十足的力量 因为我开口争论 宋子柔直接将我桌上的手机 摔了个粉碎 随后更是不由分说 直接朝着我的脸上 扇了一巴掌 紧接着 另外的六个女生 也跟着动手 拉着我准备反抗的手 将我摁在地上 狠狠地打我 他们使劲地打我 对着我的脸上 一拳接着一拳 我的左耳渐渐地 失去了听觉 我甚至都听不清 他们的辱骂声 我被他们打到 失去了知觉 直到钻心般剧烈的疼痛 从我的双腿传来 我的惨叫声 才让他们停止了 手里的动作 他们用教室里的椅子 狠狠地砸我的腿 椅子的边角 和断裂的骨头 割破我腿上的肉 鲜血就开始往外流 刘兴尧说着 伸手拉起自己素白的长裙 双腿上针线缝过的伤痕 依然触目惊心 那一道道伤痕 让人看得都无比心疼 而这却是伴随 刘兴尧一生的噩梦 看到这里 陈安武的眼中 木火狂涌 杀气弥漫 鲜红的血一直流 钻心地痛让我近乎昏厥 我痛苦地哀嚎 大声地喊着救命 看着宋子柔 他们几个匆忙地跑出教室 却连动都动不了 最后只能在剧烈的疼痛中 晕了过去 如果不是后面 来巡查教室的保安发现了我 我恐怕会死在那间教室里 就这样 我无缘无故地被宋子柔残害了 我所有的一切都毁了 美好的人生 再也与我无关了 刘兴尧说完 眼中的泪水 止不住地就掉了下来 没有人能够体会他的痛 但都能够感受到 此刻的他 有多么的难过 那哭声悲凉 让安静的审讯室里 充满了悲伤 看着气不成声的刘兴 刘兴尧 林天雷摆摆手 让人先将他带下去安抚 随后看向了 已经恐慌到极致的宋子柔 他的心中怒火 已经快要喷涌而出 要不是为了大局着想 他现在真想一枪崩了这个混蛋 随后 刘兴尧双腿治疗无果 彻底终身残疾 左耳永久失聪 但他上诉你们七个人 其他六人全部判刑 却只有你相安无事 林天雷忍着怒火 将后续说了出来 而这一切 全都是你挑起来的 只因为你老妈砸钱买关系 才让你逃过法律的惩罚 是不是 林天雷怒吼一声 吓得宋子柔一个机灵 被刘兴尧的出现 吓到失魂落魄的他 一直在思考着如何狡辩 此刻急忙开口反驳起来 我根本就没有干过这件事 司法部早就已经判过了 跟我无关 是他们六个人打的 我没有教唆他们 我也没有参与打人 他在胡说 一定是他记错了 他这是想要污蔑我 我可以告他污蔑 宋子柔急急忙忙地叫着 拼命地开口反驳 根本不承认自己干过 听着他的这些话 陈安武直接炸了 你他妈的贱祸 你还要告他 你找死 陈安武说着 就要上前狠狠地揍他 却被陆永平一把拦了下来 把证据拿出来 陆永平克制着怒火 对着旁边大声喊道 下一秒 一个女生就被押进了监狱 他的脸上写满了恐惧 颤颤巍巍地 将一个U盘递给了陆永平 当年这件事 他就是其中的一个 为了炫耀 拿着手机拍下了所有的视频 随着U盘被插入电脑 陈峰的事实再次还原了出来 所有的一切都在视频当中清晰可见 里面宋子柔如何对待刘星瑶的暴力过程 跟刘星瑶所说的一模一样 宋子柔看着进来的女生 看着电脑上播放的视频 她的眼睛瞪大 恐惧和害怕都被无限放大 他没想到 所有的一切居然全都被录制了下来 他早就已经忘记了这些 早就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年实施暴行时的细节 不 这绝不可能 这都是假的 这不可能 不可能 宋子柔拼命地摇着头 拒绝相信这些事实的铁证 去你妈的 陈安武再也忍不住了 冲上前去 直接两巴掌就抽在了他的脸上 那声音响亮无比 血红的手印瞬间就高高鼓起 宋子柔痛得惨叫连连 武这连眼中充满了恐惧 旁边的督察专员看着这一切 漠不作声 陈安武也已经把督察专员抛在了脑后 初见刘兴尧时候的场景 那可怜的样子还深深地在他脑中浮现 刚才哭泣的时候 更是让人心痛欲绝 要是不能够还他一个正义 不能够给他一个公道 不能够替他报仇 他今天就算让督察专员开心看完审讯离开 又能怎样 这一次 他一定要让宋子柔付出同样惨重的代价 刘兴尧残废的双腿 他要让宋子柔偿还 他也做好了做完这一切 去京都根治遵请罪的心理准备 今天 宋子柔一定要为他的罪行付出血的代价 只有血流 才能洗刷所有的冤屈 宋子柔已经恐惧到了极点 抬头看向灵天雷目光的时候 瞳孔都收缩了起来 宋子柔 接受正义的审判吧 灵天雷声音落下 从桌上拿起一张资料 眼神无比冰冷地看着宋子柔 开始了正义的宣判 宋子柔中学时期 伙同他人围殴同学 并拍摄受害者视频 使其抑郁而亡 犯罪事实确凿 触犯下国刑律 犯下故意伤害罪 谋害他人 间接致人死亡 利用网络途径侮辱他人 传播他人心号心号等罪 灵天雷声音冰寒无比 每一个字都重重地 集在宋子柔心上 周围司法部 监察部的所有人员 全都将这些记录了下来 每个人都对这个为非作歹 横行霸道的家伙 恨之入骨 林天雷没有停顿 再次开口 除此之外 宋子柔还犯下危害国家 损害国家机密资料 诋毁国家重要人员 行贿受贿 寻衅滋事 预谋犯罪 绑架 诬告陷害 诽谤 散布谣言 威胁恐吓 滥用私权 毁坏公共财物 毁坏他人财物 教唆犯罪 侮辱他人等诸多罪行 12年时间 宋子柔共计实施违法犯罪78起 违反下国律法多达5部 共计39款罪名 情节极其恶劣 严重危害社会 造成极度不良影响 林天雷的声音 如同天降的惊雷 在审讯室中回荡 震耳欲聋 字字沉重 这数十款罪 每一个都是宋子柔 亲手犯下的罪行 这些有前不久 发生在夜北身上的 还有埋藏多年的陈旧案件 此刻 全都被昭然于世 落实审判了下来 听着林天雷冰冷的声音中 这一个接着一个的罪名 宋子柔脸上的恐惧和慌张 越来越变得巨大 被锁在审讯以上 他脸色煞白 看向林天雷的目光 恐惧到了极点 最后 宋子柔污蔑夜北 并无故摔坏夜北的电脑 致使国家重要机密资料损毁 严重危害国家利益 犯下下国刑律 第一条第一款大罪 背叛下国罪 依法 处以死刑 林天雷的目光抬起 手中的资料落在地上 冰冷的双眼 几乎要凝结出寒霜来 拼命地摇着头 不不 我不要 我不要死 最终疯狂地念叨着 强烈地挣扎着 恐惧在此刻 彻底将他全身上下笼罩了起来 他剧烈地颤抖着 死亡的阴影 好像已经出现 他尖叫出声 害怕得几乎都要疯掉了 但现场却没有一个人 看向他的目光中有同情 反之 都充满了厌恶和憎恨 因为他 多少人的家庭支离破碎 多少人的一生 充满伤痕 夜北的设计图 下国空天崛起的希望 在他的霸道之下 被毁成了一片残渣 他身上的每一个罪 都是毫不为过的 死有余辜 督察专员听着这么多的罪名 实在忍不下去 暗骂了一声 宋子柔的目光 在周围飘忽不定 他看到了现场 每个人的眼神 都是要杀他的眼神 他心中的恐慌 再次疯狂地加剧 他怕死 他真的怕死 他想活命 他想活下去 不 你们不能审判 这里不是法庭 你们要在法庭上才能审判 我要找律师 我的律师能救我 他一定能救我 宋子柔慌乱不已 冲着林天雷奸声教导 强烈的求生 心好心好 让他慌不择言 但听着他的这些话 陈兰武眼中的杀意 已经快要凝固到了实质 他想活 他想要美好的人生 可是那些被他伤害过的人呢 花白了头发 永恒地 失去了女儿的男人呢 那可怜的双腿残疾 左耳师聪 一辈子都要活在阴影中的刘星瑶呢 他们怎么办 他们还有机会吗 听着他的声音 陈兰武再也忍不住了 他从审讯台上冲下 抄起审讯室门口士兵的沉重钢叉 三十斤重的钢叉 拿在手里 宛如一根钢筋铁棍 把他的腿还回来 陈兰武怒吼一声 手中沉重的铁棍 直接就狠狠地砸在了宋子柔的小腿上 铁棍狠狠地落下 宋子柔的小腿瞬间折断 骨头像是木柴一样 咔嚓断裂 发出悦耳的脆响 巨大的力量 让审讯椅都直接崩碎 宋子柔的惨叫声顿时响起 啊 那声音凄惨烈无比 钻心的疼痛 让他眼前都感觉一黑 下一秒 还未等他回过神来 沉重的铁棍再次落下 痛原神经几乎瞬间 就让他的每个细胞都颤抖起来 这一棍下去 还是那条小腿 已经断裂的骨头直接崩碎 小腿上血肉崩裂 鲜血飞溅 这一棍之下 宋子柔的惨叫声再次响起 在整个审讯室内回荡 现场的每一个人 都被这恐怖的一幕震撼了 陈安武毫不犹豫 直接动手 就将宋子柔的一条腿给残废了 残忍的场面 让所有人都吓得一惊 心脏剧烈地跳动 所有人都被吓到了 就连京都派来的督察专员 都傻眼了 他怎么都没想到 这个下安部部长陈安武 居然敢这么放肆 在他的面前 不顾律法 直接如此残酷地惩治犯人 哪怕他自己也觉得这两棍打得 很酣畅淋漓 宋子柔腾的面部表情 彻底扭曲起来 惨叫哀嚎声不绝于耳 鲜血在他的小腿上不停地流着 他的脸色越发沙白 眼神越发地恐惧 林天雷看着倒在地上的宋子柔 缓步上前 从腰间拔出配枪 直接顶在他的头上 死刑 在我这里 可以立刻置信 冷漠的声音和死亡的威胁 让宋子柔的大脑 直接暂时隔绝了疼痛 大脑的保护机制 在此刻出现前所未有的求生渴望 不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我愿意给所有人赎罪 宋子柔恐惧到了极致 急忙地叫道 他的心中 甚至都出现了一丝的后悔 后悔自己不该得罪夜美 想活命 林天雷冷笑着问道 宋子柔拼命地点着头 看向林天雷的眼中 充满了祈求 好 我可以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不过 你得把你妈出卖了 只要你听我的话 我就能让你活下来 林天雷看着她 充满玩味的冷笑道 她早就想好了 怎么处置这个家伙 直接给她一颗花生米 太便宜她了 人类发展至今 世界上发明出了 多少残酷的刑罚 她都还没挨个好好尝一遍 怎么好意思让她下地狱呢 与其麻利的死 不如让她痛苦一生 在折磨中过完这一辈子 宋子柔此刻想都没有多想 立马就疯狂地点头 我答应 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别杀我 看着她开口答应 决定出卖宋云英 林天雷立马就让人去叫军医了 监狱里的军医急匆匆赶来 也根本来不及做手术什么的 先是一针马飞阵痛 随后直接紧急止血包扎伤口 防止她失血死亡 完成这一切之后 林天雷晃着手里的配枪 给她配上专门的轮椅 随后 开口说了起来 接下来 我说的话 等会儿你要一字不落地说出来 要是说不好的话 子弹立马就能 就在监狱里 宋子柔疯狂点头的时候 空天基地 一位穿着蓝色空军制服 帅气年轻的男人 走向了叶北 叶总师 飞行员汪伟 编号811192 前来报道 他的声音铿锵有力 充满着勇士该有的气势 叶北看着眼前这个神色刚毅 轮廓硬朗的男人 点了点头 六代机的飞行任务 就交给你了 片刻时间 林天雷很是满意地点点头 转身走向了宋云英所在的审讯室 离去半个多小时再次回来 宋云英看着林天雷走进审讯室 冷笑了起来 怎么 准备了新的招数来套我的话 哈哈 你别在这里做梦了 你想知道的 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的 宋云英盯着林天雷冷笑不止 你就等着出事吧 而林天雷看着他 却没有任何的表情 只是对着门外面招招手 带进来 下一秒 审讯室的门就被拉开 紧接着一个轮椅被士兵推了进来 轮椅上坐着的 正是满脸恐惧的宋子柔 刚还冷笑的宋云英 看到宋子柔出现 瞬间就愣住了 仔细地看了两眼之后 眼中怒火 瞬间喷涌 你们对他做了什么 他的腿怎么了 你们这些疯子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宋云英怒声地冲着林天雷咆哮 宋子柔是他唯一的女儿 也是他最疼爱的女儿 看着他被伤害 他的心就刺痛 就恨不能将林天雷他们撕成碎片 而在他疯狂咆哮的时候 宋子柔却满脸惊恐 颤抖着声音开口 我检举宋云英 他犯罪 这话一出 瞬间惊呆了现场的所有人 除了林天雷几人外 其他人都猛了 这是什么情况 原本暴怒的宋云英 更是被震惊地 声声停止了咆哮 侧过头 盯着宋子柔一脸的疑惑 柔 你说什么 他彻底猛了 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情 下一秒 宋子柔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自顾自地开口说了起来 我检举宋云英 他这些年犯下了无数的罪 做了无数违法的事情 我从小到大 一直在盛京市读书长大 他在家里做的事情 我都亲眼目睹过 这些年里 我妈时常会在家里设宴 邀请很多的贪官来聚会 他们在酒桌上 给我妈承诺各种各样的项目 我妈会将很多很多的钱送给他们 说这样集团就会更好 大家的前途也都会更好 而且 除了这些 我妈还为了集团 能够占有更多的市场 对其他集团公司的高层 实施各种违法手段 逼迫他们出卖资料 甚至跳楼自杀 还有一次 我还听到他和几个人密谋 如何杀死一个大集团的老板 说这样以后 就能永远没有后顾之忧 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不为人知 你们只要登上我的网盘账号 就能看到所有的一切 那里面有很多 我在家里没事拍的照片和视频 我保证 我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全都是真的 我妈有罪 宋云英有罪 宋子柔听都没听 一口气将所有的一切 全都说了出来 他的眼神惊恐不已 拼命地遵照着林天雷的安排 说着一切 这一幕 震惊了在场的每个人 谁都没有想到 会有这样一场精彩绝伦的戏码 宋子柔出卖自己的亲妈 而且还将所有的一切都抖了出来 毫不留情 这场景 让所有人都看得有些目瞪口呆 宋云英更是愣在原地 一只手指着宋子柔 浑身指不住地颤捧 他想要说什么 但是嘴巴却怎么都张不开 刚才面对林天雷时的 那恐慌和害怕都消散了 灵魂碎裂的声音 无比清晰地在他耳中响起 他不明白 他怎么都没想到 有一天自己最爱的女儿 会成为检举自己的人 此刻 不过短短几句 他的支撑 就被彻底击成了碎片 他所有的一切都在此刻 全部碎成了渣 灵魂一寸一寸地崩溃 刚才嚣张冷笑的他 现在摇着头 难以相信眼前的一切 他的亲女儿啊 为了让他开心 这么多年他 做了多少的事情 这么多年 为他花了多少的钱 生养他二十年 最终却出卖了他 宋云英彻底站不住了 整个人直接瘫倒在地上 他绝望了 全身的力气 在一秒钟被抽了个金光 为什么 为什么 他盯着宋子柔 瞪大着眼睛 用尽自己全身的力气问道 是爸爸 爸爸说 只要我出卖了你 他会想办法救我出去的 宋子柔颤抖着声音 看着宋云英说道 这话一出 宋云英如遭重击 整个人的身体剧烈地颤抖 好像所有的一切都在此刻全部绝望了 他至今为止 最值得信任的一个人 跟自己一起生儿育女的老公 居然将自己这么无情地卖了 林天雷看着宋云英 一点点地像一颗粘茄子一样尾下去 心中不禁冷笑 只要是人 就一定会有弱点 你最在乎的人 出卖你 直接就能一击 命中你最薄弱的弱点 那弱点几乎不设防 在瞬间就能将你击败 任他宋云英多么厉害 在宋子柔的致命一击下 依然被彻底地击败了 林天雷看着他 露出一丝笑意 从一开始 他就做好了这整个的布局 为的就是挖出藏在他们背后的那条毒蛇 巧恩 就在林天雷准备上前撬开他的嘴时 瘫倒在地上的宋云英 在短暂的唯靡和绝望之后 突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滔天怨念 猛地抬头看向林天雷 你不是想知道 关于他的事情吗 现在我全部都告诉你 但我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将他抓获 让他跟我一起死 这突然的话语 让众人都为之一阵 陆永平也没想到 宋云英会这么开口 可以 就算你不说 我也会这么做的 林天雷点点头 淡淡地开口 晴天科技集团大厦的最顶层 电力系统箱的最下面 有一个暗层 那里面有你想要的一切 宋云英看着林天雷 毫不犹豫地开口说道 他的话音落下 林天雷摆摆手 陈安武立马就派人去拿东西 真没想到 你对所有人都设讽啊 连你自己的老公 你都记了下来 林天雷看着眼前这个女人 心中有些震惊 她的城府和心思 实在是不一般 能够将晴天科技集团 一手带到这么大 可谓是心狠手辣 心思缜密 呵呵 听着林天雷的话 宋云英惨笑了起来 利益是驱动我们这些人 做事的唯一动力 任何人都不得不防 说着 她的目光落在了 惊恐万分的宋子柔身上 只是 我这辈子唯一绝对信任不得人 我把我所有能给的都给了她 她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我疼她爱她宠她 可惜呀 可惜 到头来却被她给出卖了 哈哈哈哈 宋云英说着说着 就笑了起来 那笑声像是魔影一样 给人无比凄惨的感觉 在那笑声之中 所有人都能感觉到 她的心在低血 我没有败给你 我败给了我自己 宋云英看着林天雷悠悠地说道 花音落下 她的眼神就彻底失去了光泽 整个人因为精神波动过度 直接晕了过去 看着她倒下 林天雷没有再多坐停留 宣判她罪名的事情 司法不做了吧 怎么处置 等资料拿到之后 我再做决定 说完 直接便离开了审讯室 另一边 陈安武派出的士兵 一路绿灯 畅行无阻 在五分钟内 火速抵达擎天科技大厦 乘坐着电梯 到达大厦最顶楼 破开电箱暗格之后 一个沉重的小型保险箱 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短短十来分钟的时间 一个被破解打开的保险箱 就沉到了林天雷的面前 将保险箱打开 里面堆满的资料 直接涌了出来 众人连忙整理资料 林天雷则拿起上面的东西 看了起来 果不其然 这些东西 都是有关乔恩的 上面的所有一切 都记载得非常详细 可见宋云音 也没少下功夫保存证据 真没想到这个乔恩 如此罪孽甚重啊 林天雷翻看着 这上面的各种事情 忍不住感叹道 旁边收拾完资料的 陈安武和陆永平也都看了过来 二十某某年7月24日 硅谷首席芯片专家刘同为 将于27日坐上H328次航班 飞往下国魔都机场 我已经派出几个挥手 去执行刺杀任务了 让挥手直接去他家里执行任务 我需要制造出 他溺死在浴缸中的真相 所以 这次的挥手一定要专业 不能像上次一样 毛手毛脚 刘同为必须要留下 不然下国芯片将会崛起 这对家族的产业 会造成较大的冲击 会议召开 江源会参与这次会议 他是下国目前物理动能专业的尖端人才 没有他下国 就搞不出来 更精密的涡轮核心来 今晚将会在莫雷克酒店下榻 我需要一份 能够快速致死的毒计 让人掺入酒店提供的早餐之中 第一计划如果失败 立刻启动第二计划 我需要明天能够直接将沈建东弄死 家族已经在催我快点动手了 沈建东要直接制造飞机失事 我会派挥手去做的 航空公司的人 我已经买通了 等结束之后 再杀他灭口也不迟 有一批新的货 把他投入到燕京市去 造出更多的瘾君子来 没有比这个赚钱更快的了 还有 该怎么投送精准客户 你需要找出可靠的人来 那些没钱的瘾君子会去犯罪的 这对下国来说是双重打击 家族的事业远大 不是你能够理解的 你只需要配合我做你该做的就行了 我知道你现在也想离开下国 但时机还不到 相信我 等时候到了 我一定让你来新条国的 到那时候 擎天科技集团 会成为毁掉圣经式的炸弹 也会给下国一次绝对震撼的金融恐惧 要对家族有十足的信心 看着这么多的各种聊天记录 录音翻译 几个人的眼中充满了怒火 尤其是陈安武 这里面的一些案件 是他们这些年一直在追查的 虽然知道这些非自然死亡跟他有关 但就是查不到证据 现在 所有曾经密谋的资料 全都展露在了他们的面前 这让他无比的震惊 仅仅是一个乔恩 就做下如此恐怖残忍的事情 伤害了我们下国多少有志之士 这可德家族实在可恶 陈安武忍不住对着桌子一拳 怒声说道 他们在下国祸害 已经长达两百年之久 从若清时代 就疯狂盘剥下国 被称为第六帝国的他们 势力早已在全世界扎根 想要彻底抹掉 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 不过 这个现在就对夜北产生威胁的乔恩 一定要除掉 只有除掉它 我才能安心 陆永平同样皱着眉头说道 拿着这些资料去查 有了这些 我相信 你们一定能够将乔恩查个底朝天 我给你直接调动大规模 国外秘密潜伏特工的权利 必要时候 你可以调用他们 一定要将这个祸害下国的元凶 缉拿归案 我要在下国审判他的罪行 给下国人民一个交代 林天雷将手中的资料放下 目光凝重且坚定地 看着陈安武说道 是 保证完成任务 不辜负国家的期望 陈安武鼻挺地绷直身体 对着林天雷 同样坚定地敬礼答应道 这边刚成安武 刚拿着资料离开 后脚 监狱负责人就走了进来 报告统帅 审讯宣判已经结束 请问如何处置宋子柔与宋云英 听到这个问题 林天雷和陆永平对视一眼 全都冷冷地笑了 早在三天前 他们就已经商议好了一切 我说的你听好了 林天雷看着监狱负责人说道 他们母女二人罪面深重 虽然构成的罪行 已经足够枪毙他们一万次了 但仅仅为他们一颗花生米 还是太便宜他们了 我要你在监狱给他们俩设立专区 你能想到的各种刑罚 全都可以到他们身上实验 包括开发各种审讯间谍特工的东西 他们都有优先的体验权 任你怎么折磨都行 但唯独就是不能让他们丢死了 我要他们活着 在痛苦中度过这一生 而且 现在还有一个人没抓到 更不能让他们就这么死了 你懂什么叫做人质吗 等他们全家都凑齐了 再整整齐齐地做成人质 戏 让他们一家团圆 林天雷冷冷地说着 这话语让监狱负责人都为之遗产 几十年来 他从没听过这样恐怖的处罚 但面对林天雷 他立马就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 遵命 人类历史上的刑罚发明多着呢 但就是别丢我玩死了 玩死他们 我为你是问 林天雷冷笑着说道 对了 宋子柔那条腿废了 直接截肢吧 遵命 监狱负责人立马恭敬点头答应 下达了处置两人的命令 林天雷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而就在这时 陆永平的电话却冷不丁地响了起来 看了一眼是基地打来的电话 立马就点击接听 陆院长不好了 六代机的进程出大问题了 电话一接通 一个急躁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陆永平一下就听出来了 这是研发车间负责人江平的声音 怎么回事 出什么事了 跟林天雷对视一眼 陆永平急忙问道 就在刚刚星条国掐断了 引擎窝轮革热材料的出口 前天专门订了一批货 刚到海关就被重新撤走了 龙兴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没有这种特制隔热材料 我们的组装只能停止 不知道星条国 为什么突然掐断了材料供应 我已经向京都最高部反应问题了 还没收到消息 江平急急忙忙地 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听到这话 陆永平的心瞬间就揪了起来 林天雷的眉头 更是立马皱了起来 一定是乔安 只有他知道 空天基地项目的事情 宋云英利用擎天科技集团 给他提供了情报 一定是这样 糟糕 陆永平听到这话 神色几乎瞬间就明白了 乔安今天刚说完 要让项目停止 现在就发生了这种事 一定是柯德家族干的 他们完全有能力 利用星条国贸一步 做出这种暂停供货的事情 话音落下他的神色 顿时就焦急了起来 六代基事关重大 叶北还放下豪言 要在一个月内起飞 时间本就极度紧张 所有的一切 更是在紧张的进程中 要是因为这一点点 隔热材料而延误的话 那真的会严重打击士气的 这个乔安真的活腻了 林天雷眼中怒火 瞬间涌起 咬着哑马刀 走吧 去基地 陆永平都来不及骂人了 直接向着门外跑去 时间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 只有最后25天的时间了 如果六代基组装不出来 那一天将会是星条国 狠狠打脸下国的一天 陆永平跟林天雷 一路火速赶来基地 研发车间中 所有的工作 还在火机火燎地进行着 一切看起来都没有任何的异常 只有江平看到陆永平进来 急急忙忙地就冲了过来 院长怎么办 现在没有材料啊 江平慌张地说道 特制隔热材料 只有星条国现在能造出来 卖的贵我都认了 但是现在没有货 我也只能干着急啊 别慌 陆永平看着慌得不行的江平喝道 你是总指挥 不能乱了阵脚 听到这话 江平才急忙收起自己焦躁的心 看他稳定下来 陆永平这才开口问道 这件事你告诉叶北了吗 还没有 叶总师一直都在忙着各种调度 我怕他太操劳 还没告诉他 江平摇着头说道 同时脸上也无比感慨 为了能加快进度 他都是轻力轻微 这五天里 六代机的组装速度 比平时加快了好几倍 但是也累得憔悴 每次我去接班 他都要坚持在工作两个小时 早上来换班也比我早 我拗不过他 江平说着 看向了车间中心正在忙碌的叶北 陆永平顺着看去 隔着几十米的距离 感受到叶北的忙碌 双手不停地在控制台上操控 那是在不断地优化各部门的进度 这是个非常累的行为 一般时候根本不会这样子 都是安排下去正常进行 但为了能够一个月内 将六代机组装起来 他再度将控制台给启用了起来 有问题要跟他说 他是总师 陆永平摇摇头 向着叶北静止走去 要是没办法的话 我马上去京都面见至尊 看看能不能直接找星条国斡旋一下 听着他的话 江平和林天雷 也只能叹口气跟了上去 研发车间中央操控台前 叶北正神色凝重地忙碌着 陆永平等人走过来 他都没有注意到 眼睛一直都在显示屏上 注视着每一个细节 整个研发车间的所有项目进度 以及配合衔接都在他眼前显示 哪里对接出现时间差了 他立马就就近按照最优解进行调配 全程一手研发出来的六代机 每一个零部件 每一个细节的设计 都在他的脑海中模拟过成千上万遍 所以 面对这种一个步骤 结束下一个步骤 需要等待的过程 叶北就可以轻松地化解 他之所以感受出一个月一定成功的话语 并不是纯粹只有一腔的热血 还有他对于这一切科学缜密的计算 叶北 陆永平走到叶北跟前 试探着教导 院长 叶北看到几天未见的陆永平 突然出现有些疑惑 先停停吧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陆永平看着叶北 表情有些担忧地说道 听到这话 叶北更加疑惑了 但还是停下了手里的工作 看着叶北这黑质的眼眶 带着血丝的眼睛 憔悴的面容 陆永平有些于心不忍 但想了想还是开了口 引擎的隔热材料 被星条国掐断了 龙星接下来可能会停止 听到这话 叶北笑着白白手 我当什么大事呢 这件事 我早就想过了 全新隔热材料的方案 今天已经拿去给材料部合成了 叶北一脸的淡定 笑着说道 这话吓了在场所有人一跳 特制隔热材料 你都解决了 陆永平一脸震惊地看着叶北 有些难以置信 一直以来 下国都在材料研发中处于中游 无法研发出特别高尽端的东西 对于引擎这种精度要求严格 隔热材料等要求极高的东西 一直都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面对西方绝对严密的技术封锁 我们连滑雪塞道上的人造雪 都要自行研发 更不用说 这些可以使用到军用中的特制材料了 有用超强隔热能力的特制材料 星条国一直以来都卡着我们的脖子 被人卡着脖子感觉很不好受 与其一直依赖进口 不如我们自己做出来 叶北说出了一句 多年前至尊曾经说过的话 隔热材料是引擎核心的重中之重 没有好的隔热材料 引擎顶多飞行2000小时 而且 六代机新版本的引擎优化 也需要更好的材料 前些天在学校我研究了新的隔热材料 现在起码能支撑4000小时的飞行时长长 足以赶上性能优良的雄国引擎 叶北对着众人开口解释道 这话一出 在场的众人瞬间沸腾了 四千个小时 叶总师 你的意思是 我们一夜之间追上了最精尖隐情的雄国 这太不可思议了 你真的是物理界的奇迹 你这话让我放心太多了 只要进度不耽搁 那就没事了 不管是陆永平还是江平 全都激动了 他们怎么都没料到 叶北这么短时间不仅研发了六代机 连隔热材料都顺手给搞定了 这实在是太让人震撼了 原本焦急的江平 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瞬间激动起来 就在几人谈话之间 一个空天机专家 比江平还要更加激动地跑了过来 跑到操控台旁边 扫了一眼众人 直接将所有人全部忽略 一脸激动地看着叶北 喘着粗气高兴地喊道 叶总师 龙兴彻底组装成功了 这话一出 旁边几人的眼中 都要迸射出光来 六代机最核心的部件 叶北第一天就要求最先制造的存在 下国保障空天安全最重要的基石 此刻 终于诞生了 下国历史上的第一颗龙星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他们怎么能不激动 叶北听着这个专家的话 点点头 随后 转头看向众人微笑道 走吧 各位 几人立马满脸笑容地点着头 跟着叶北 向车间伸出走去 他们要去测试 这颗来之不易的龙星 测试它 到底有多么的强健 测试它能否承载起 守护下国蓝天的众人 这就是龙星吗 陆永平看着眼前这个大家伙 眼中浓浓地充满激动之色 只在见众人的眼前 陈列着一个通体机械 构成的高精密设备 喷口直径1.6米 发动机总长度6米 总质量4吨 推重比12.04 巡航推力215KN 约22吨 最大推力480KN 约490吨 江平看着这个有些不可思议的大家伙 忍不住感叹 只要测试成功 下国将会拥有整个蓝星 最强的战斗机发动机了 这是我毕生的梦想 陆永平缓步走到引擎旁边 伸手想要抚摸一下 但颤抖的手 在即将靠近他的时候 还是停下了 好像是害怕自己触碰的瞬间 龙星就会像梦幻的泡沫般破碎一样 此刻 在引擎旁边 围满了制造他的专家 以及下国最顶尖的工匠们 这是他们一个一个钢铁碎片 一根一根系统导线制造出来的 这五天时间 没日没夜 数百人疯狂的忙碌 才造就出这样的奇迹 他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清楚 这个引擎对下国而言 何等的重要 这不仅仅是一个引擎 它更是下国蓝天的心脏 是实现下国伟大空天战略的推进器 在场的每一个科研者 看着龙星 眼中都闪着光芒 心中都燃着振奋的火焰 陆永平将自己的手收回 一脸振奋的开口 立刻开始准备引擎测试工作 他的一声令下 现场所有人再次动了起来 上百名科研专家 都开始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大型的运送装置 将这颗重达四吨的心脏 缓缓送进了空天基地内部的 山腹测试平台 掏空的一座大山之中 有着极其巨大的场所 基地就在这里 建设有最最机密的测试平台 叶北坐在车上 在他的身边飞行员汪伟同车相随 飞行训练怎么样了 六代机能适应吗 叶北揉着自己的太阳穴 开口问道 报告叶总师 模拟训练很顺利 引擎全速推动下 也不会感到不适 汪伟不假思索 直接开口回答 六代机模拟测试中 性能极其优良 完成各类战略任务 绝对不是问题 他的脸上还是那样的自信 充满下国男人的阳刚之气 好 要加强训练 我们恐怕没有是非的机会 所以 出战即首飞 叶北点点头 还是开口叮嘱了一句 一个月的时间 想要跟星条国一起升空 他们来不及进行是非测试的 叶总师放心 我会全力以赴 绝不给祖国丢脸 汪伟立马坚定地开口硬道 看着他坚毅的目光 叶北同样坚定地点点头 他相信 眼前这个男人 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报告叶总师 引擎已经安装完毕 监控设备已经就位 车子停靠在 山腹中的测试平台外 一个士兵立马就小跑过来 进行汇报 车门被人拉开 叶北翻身下车 快步走到了测试平台中 可以开始测试了吗 再进行最后的检测 还要15分钟 应该就能开始了 陆永平看着叶北过来 立马就笑着回应 只要测试成功 下国空天就再也不怕任何人了 听着陆永平的话 叶北点了点头 隔着20米的距离 和防弹加厚的透明玻璃 叶北看着测试平台上的引擎 眼中闪着希望的光芒 15分钟时间眨眼而过 在诸多工作人员的 快速高效准备下 测试前的准备工作做完了 环绕全场的广播之中 一条条声音响起 测试平台准备完毕 检查无误 引擎准备完毕 检查无误 燃料供应准备完毕 检查无误 监测系统准备完毕 检查无误 报警系统准备完毕 检查无误 龙星引擎可以开始进行测试 在一条条的信息汇报过后 引擎的测试准备彻底完成 控制室内 大批空天军科研人员 都激动地守在自己的位置上 紧张地看着自己眼前的数据盘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无比重要的时刻 测试能否成功 决定着下国空天的未来 可以开始进行测试了 陆永平一一查看了 所有的检查汇报后 心情忐忑地转头 对着叶北说道 叶总师 这是你的成果 你爱下令吗 叶北点点头 直接对着中控台说道 开始测试 他没有任何的废话 对于自己研究出来的东西 他有十足的自信 龙星引擎测试 倒计师开始 时 九 八 零 点火 广播中最后声音落下的瞬间 主控台的操控人员 按下了测试启动按键 轰 在他按下按键的下一秒 引擎测试平台上 响起一声空爆 紧接着 足以站下一个人的引擎尾部 喷射出了一道烈焰 随后 巨大的声音开始咆哮起来 整个测试平台 都开始微微颤抖 点火成功 看到引擎喷出火焰 所有人紧张的心 都放松了一下 这就是引擎成功的开始 叶北看着点火成功 没有犹豫 再次下令 加大引擎功率 监控引擎各项数据变化 它的声音落下 另一道声音立马响起 引擎功率开始提升 操作员的手快速跳动 调大了引擎的功率 随着功率的持续加大 引擎尾部爆发出的烈焰 变得无比猛烈 那灼热的火焰 看起来相当耀眼 同时引擎的轰鸣声 也在疯狂地增加 震耳欲聋 引擎尾部的金属 随之开始变化 在烈焰中变红 但红到一定时刻 就恒定停止了 这是叶北使用的最新隔热材料 能够承受六代机恐怖的温度 在控制台前的所有工作人员 双眼死死地盯着眼前的数据 他们的心都紧紧地提了起来 一旦某个数据出现特殊变化 测试就要立刻停止 不然会出现极其严重的危害 但所有的数值 都在按照模拟的数据一样 稳定增长 没有出现异常 引擎功率达到极限 引擎温度正常 引擎转速正常 引擎控制芯片正常 引擎喷口操控正常 各项数据全部与模拟数值契合 一连串的声音在广播中传出 落在每个人的耳中 引擎测试成功 陆永平仔细浏览完 所有的监控数据后 神色无比激动地惊呼一声 下一秒 整个操控室内 所有科研人员 全都爆发出无比强烈的欢呼声 成功了 我们终于成功了 太好了 下国终于有属于自己的 高精度引擎了 我们的引擎 终于可以站在世界顶端了 十年磨一剑 夜总是威武 整个操控室内 此起彼伏的激动欢呼声 将这个偌大的空间 瞬间填满 所有人激动地拥抱庆祝 喜悦的泪水 也在空中飞洒 成功了 下国终于拥有了 可以碾压整个蓝星 所有引擎的超级龙星 夜总是威武 有人激动地大喊一声 瞬间 整个操控室上百人 全都无比振奋地呼喊起来 成功了 你成功创造了 下国空天的历史 给下国的空天军 安上了强大的心脏 你是下国空天的大功臣 陆永平激动地看着夜北 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引擎核心一直都是限制 下国空天事业发展的 巨大阻力 这几十年来 虽然一直在努力进步 但随着设备要求 越来越紧密 追赶星条国和熊国的步伐 变慢了许多 这十年来 甚至可以说 在这一块陷入了 原地踏步的窘境 而夜北 他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龙星县市 蓝星空天的格局 将会彻底变化 六代机会 让下国的蓝天无比的安全 院长 你再用点力 我就要被你勒死了 夜北淡淡地说道 太高兴了 不好意思啊 陆永平听着这话 连忙松开了夜北 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夜北虽然此刻一样高兴 但却并没有激动骄傲 毕竟六代机还没彻底成功 只有六代机真正升空 下国空天军 才能彻底成为世界最强空天军 各位 回车间 我们要继续工作了 夜北对着众人招招手 随后坐上车 向着科研车间返回 现场的所有人毫不犹豫 立马收起激动的心 纷纷坐上车 向车间返回 坐在车上的夜北 想的不止是眼前的六代机 他还有属于自己更大的梦想 他要带领下国 率先步入宇宙大时代 浩瀚宇宙中 那神秘无比的星辰大海 才是科技走向之高神殿的路途 他研究出的可控和聚变反应堆的能量转换 以及正在研究的起点数据 都是他走向浩瀚宇宙的钥匙 但是现在 最重要的是六代机 如果不能将下国武装成最强大的超级大国 没有保护科技的力量 他终究走不远 回到科研车间 夜北继续在中控台前 开始疯狂的忙碌 图纸上的零部件 一个接着一个的被制造了出来 最新型的战机外壳也被锻造出来 那庞大的银黑色战机身影 在所有人的努力中开始逐步显现 下国的六代机 不仅要强到爆炸 同样还要帅得爆炸 毕竟强只能强一时 但帅却可以帅一辈子 银黑色的喷漆 阴损般的流线外形 尖锐锋利的侧边 一台堪称新时代暴力美学的巅峰战机 开始逐渐成型 与此同时 王伟每天也都在魔鬼般地训练着自己 作为下国最出色的飞行员 他被至尊和林天雷 陆永平 夜北等人 共同选出来 担任这次的飞行任务 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和保卫祖国的信念 让他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训练之中 一个月时间 他要适应六代机的所有飞行训练 包括战略任务执行 突击遭遇战斗 空中花式表演 所有的一切 他全部都要学会 这是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在空天基地的训练室中 每天16个小时 都能看到他努力训练的身影 剩下的20多天时间中 林天雷也没有闲着 除了必要的工作之外 剩下的时间 全都在下安部 清北大学丢失的图书馆监控资料 也终于找到了 一直提心吊胆 藏在学校里的方瑶 被下安部抓获 储存卡被毫不犹豫地交了出来 但林天雷并没有急着立马行动 现在网上的信息刚刚消停 六代机正处在关键时刻 他不想这些场外因素干扰叶北 同时也不想大规模的网络曝光 激起乔恩的怒火 带来其他不良的影响 等抓到这个心怀不轨 企图伤害叶北的家伙 再将所有的一切全部曝光 也有企图再次反对的嘴巴彻底闭上 还叶北一个真正清清白白的名誉 同时 有了宋云英提供的资料 对于乔恩的调查 有了飞速的进展 海外的特工们 已经大致锁定了乔恩的大体居所位置 但毕竟是每个举动都要小心的他国 特工们都非常小心地 在继续蹲守观察 搜集更多有力的情报和信息 而下安部的林天雷和陈安武 根据情况 已经开始第一计划的制定 抓捕这个残害下国顶尖科研者 企图伤害叶北的恶徒 这一次 一定要尽可能一击之胜 毕竟一旦失败 这条毒蛇就会瞬间藏起来 想再抓 就难上加难了 在各方面努力行进的时候 25天时间 飞逝而过 空天基地 所有的科研人员 都在无比紧张地忙碌着 最后仅剩的部件在快速组装 同时已经组装成功的各部件 也在同步检查 研发车间中央 一架庞大的银黑色战机 无比的耀眼 战机全长25米 高5米 一展16米 暴力帅气的外形 给人无比强烈的压迫感 在主控台前的叶北 看着这架历时许久 耗费无数心血 才筑成的国之重器 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太帅了 科幻变成真实了 江平看着这架 即将完成的战机 忍不住感叹道 叶总师不仅研发能力妖念 这审美品位 也惊人的好啊 他设计出的六代基比 新条国的爱辅娘娘帅太多了 真的很期待他升空的那一刻 在他的身后 不少第一次见到战机的科研专家们 纷纷被这个钢铁巨兽给震撼到了 六代基的全身设计 该流畅的地方无比丝滑 该硬朗的地方锋利如箭 这种向着极致暴力美学 靠近的外形设计 惊呆了所有人 光看颜值 那是绝对吊打所有科幻影视中的战机的 而就在众人欣赏的时候 一个士兵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 报告大统帅 最高部战略处集电 请您亲自查看 林天雷没犹豫 一把接过他手中的平板电脑 星条国在重国最新部署了22架五代机 意图非常明显 企图再次压缩我国空天战略空间 看着上面的信息 他的眉头立马就皱了起来 星条国的动作越来越猖獗了 丝毫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但还没等他多想 又是一名士兵更加激动地冲了进来 报告统帅 最新消息 十分钟前星条国六代机已经升空 正在向我国海域飞来 意图不明 最高指挥部已经调动近海武装力量出动 进行防护 最高不请您加快六代机的升空速度 这个消息一出 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难怪他们给重国调派五代机 这是想要彻底进行空天上的压制 星条国居心叵测 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陆永平听到这消息 立马开口说道 星条国的六代机居然这么快 我预计一个半小时 就能抵达我国海域上空 江平也是颇为惊叹 直接给出了大概的抵达时间 听到这话 旁边的其他科研专家 也都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还有多久能组装完成 林天雷没有多想什么 只是转过头 看向了主控台前的叶北 一个半小时 叶北毫不犹豫地开口说道 装在弹药了吗 林天雷接着开口询问 没有 叶北同样直接回答 听到这话 林天雷立马开口下令 让弹药部立刻装填弹药 江平立马毫不犹豫地点头 去执行命令 这可是首飞 我们还没有经过试验 再弹上天 恐怕不妥吧 陆永平看着林天雷 神色有些担忧地开口 鬼知道星条国在想什么 我不能让我的兵 拿着没子弹的枪上战场 要是星条国敢 动手挑衅 那就直接跟他们打 林天雷不怒自威 无比霸道地开口 这话 让周围的所有人都为之一震 不愧是下国空天军大统帅 面对强敌 丝毫没有畏惧 几分钟后 大批的弹药 就被一辆辆运载车运输了过来 战机上最后的组装工作 还在继续 战机下各种弹药 被挂进了弹药舱中 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在拼命地赶时间 他们也很清楚 星条国即将赶来药物扬威 现在到了最后的时刻 他们更加不敢放松 哪怕一秒钟 就在这时刻 一个正在驾驶舱旁 焊接的工匠 突然从梯子上 直接摔落下来 幸亏下面人多 被人接住了 这才没有直接跌落在地上 刘师傅晕倒了 快叫军医 有人大声地呼喊着 一众人抬着他 飞速地向着医务视而去 同时 并没有任何的命令 一名汉工拿起汉枪 直接就再次爬上了梯子 每个人的神情民众 不肯放过 哪怕一秒钟 有人倒了 那就换下一个 就像当年的魏国之战一样 前赴后继 誓死战斗 短短的一个半小时 飞快逝去 一个士兵 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 报告统帅 星条国六代机 已经抵达我国海域边境 五代机正在奉命驱逐 护卫舰全程跟随 听到这个消息 灵天雷气地直锤桌子 面对性能聚服提升的六代机 五代机根本就起不到半点作用 至于近海的防空力量 那更是形同虚设 雷达都捕捉不到 这种隐身能力极强的战机 连锁定目标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 就算锁定了 以六代机的速度 想要打击也难上加难 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我们六代机的起飞 将这准备来我国领空 耀武扬威的东西 给赶出去 报告叶总师 全机组装完毕 就在士兵 汇报声音落下的瞬间 工作人员快步跑来进行报告 随后立道声音接踵而至 报告叶总师 全机检查完毕 无故障 随时可以起飞 听到这话 众人的神色都未知一阵 陆永平的眼中也放出光来 总算是成了 灵天雷更是激动的不行 等了这么久 总算是等到这一刻了 飞行员 一声大喝之下 另一道更加响亮的声音 随之响起 到 王伟神色坚毅 目光无比的坚定 对着灵天雷敬礼大声道 登机准备进行战斗 灵天雷几步上前 对着他同样敬了个礼 首飞机战斗 不许任何失误 明白吗 明白 你的任务 是将星条国六代机 驱逐出下国领空 收到 保证完成任务 不给祖国丢脸 王伟大声地喊道 一老一少 两双同样坚毅的眼睛 四目相对 像是在达成某种契约一样 一秒钟后 王伟收回敬礼的手 直接小跑着 爬上了六代机 在走进驾驶舱的时刻 他回望地面下的众人 所有人都目光灼灼地看着他 每个人的眼中 都带着十足的期望 他知道 这一次 自己绝对不能摆 没有经过测试的首飞 可能会出现很多未知的状况 但 不管发生什么 不管自己能不能回来 他也要为下国争一口气 哪怕牺牲 他也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随着他走进驾驶舱 控制室内 立刻就开始下达各种指令 打开车间舱门 战机引导员就位 地勤人员就位 战机机身数据连接正常 战机飞控系统数据正常 一连串的数据在广播中传出 车间内低迷着警报声 一切都无比的严肃 所有人员全部都退到两边 工作人员来到叶北面前进行汇报 报告叶总师 战机各项数据正常 无不良情况 可以开始点火飞行 开始 叶北毫不犹豫地下达命令 隔着驾驶舱风挡 叶北看着坐在里面的王尾 看着这个无比认真刻苦训练的飞行员 他的心中充满了信任 一声令下 塔台控制室中 所有引导的工作人员都无比的紧张 每个人都无比清楚 六代机首飞的重要意义 也明白此刻事态的紧张和严重 这一刻 即使灵天雷的神色也无比的凝重 看向战机的眼中闪着期待的光芒 陆永平的心更是紧紧地捏了起来 江平忐忑不安 两只手紧紧地攥在一起 望着战机和驾驶舱中的王尾 叶北同样紧紧地注视着战机 疲惫的双眼中带着一丝炽热的光 无数的科研专家和工匠 以及车间里的工作人员们 全都仰望着机舱中神色严肃的王尾 在无数双紧张眼睛的注视下 战机上的王尾 启动了这架世界最强的六代机 下一秒 战机引擎的轰鸣声随之而出 如同一颗强劲的龙星开始跳动一般 战机开始向着舱外慢慢地滑行而出 外面的飞机跑道上清空一片 引导员在缝里摇着旗子 引导战机前进 驶出车间之后 战机的引擎轰鸣声越来越大 最终化作震震苍龙般的咆哮声 灼热的烈焰跟着从引擎尾部喷射而出 那恐怖的烈焰 烧热的空气都扭曲起来 所有人都跑着步向车间外跑去 看着战机不断向前 看着那尾部的火焰越来越猛烈 引擎疯狂的咆哮 强大的推力让它开始在跑道上飞驰起来 那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终于在滑行出六十米后 前轮离地 紧接着 整架战机拔地而起 机头飞速拉上 下一秒 在破空的音爆声中 犹如一只利剑破空而去 直插云霄 这 太不可思议了 灵天雷等一众将领 看着六代机破空而去 全都被深深地震惊到了 这是怎么做到的 只用了六十米的起飞距离 初始功率就能达到这么大吗 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旁边的不少人 都被这极短的起飞距离给惊到了 只有六十米 看着那战机冲入云霄 所有人的瞳孔中 都涌现出惊骇的光芒 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看着飞机起飞之后 所有高层全部直奔塔台总控室 巨大的显示屏上 各种数据都在实时显现 所有人看着这些数据 一个个神色振奋 战机正在持续加速 马赫环出现 战机突破音速 战机突破一倍音速 战机突破二倍音速 战机突破三倍音速了 总控室内 所有人看着战机飞快的提升速度 全都发出欢呼声 这证明六代机的首飞无误 此刻它的上天了 夜总是太强了 所有的数据 全都与电脑提前模拟的基本相同 将凭仔细地看着上面的数据 对照这理论模拟数据查看 忍不住惊叹出声 这让所有人看向夜北的目光 变得更加的震撼 对于六代机 没有人比它更了解了 就在所有人为首飞成功机动之时 下国南部海域上空 一架漆黑的巨型战机 在音爆声中飞了进来 在它的后面 八辆爱辅娘娘五代激烈队相随 一整个编队在空中飞来 从远处看起来 那场面可以说是相当的气派 具有相当的威慑力 但它们显然并不是今天的主角 在最前方翱翔的星条国六代机 才是真正的主人公 八辆爱辅娘娘 只是用来跟拍的 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展现 这架强悍的战机 六代机现实 那是震撼整个世界的科研壮举 星条国自然要向全世界 展现它们强大的武力 用六代机的恐怖压迫 来威慑世界 维护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 而在这架六代机的上空 还有另外一架相同的六代机相随 它不仅是增加威慑的力量 同时也是专门跟拍的 毕竟在绝对高速的飞行下 只有六代机能够追得上六代机 早在数月前就发不过通告的星条国 更是在一个月前再次发布通告 六代机要在今天升空的事情 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家喻户晓 不止下国在持续关注 世界其他各国也都在紧密地 盯着星条国的一举一动 毕竟 六代机代表的是新的世界空天格局和战略格局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错过今天的见证 而且在星条国的诸多媒体 和最大媒体环球网的疯狂报道下 全世界媒体都沸腾了 在短短一天时间的疯狂报道下 引起了数亿民众的关注 人类首架六代机身空的消息 可谓是全球瞩目 下午1点20分 以环球网为代表的各大西方主流媒体 开始了发布早已拟定好的新闻 所有新闻全都在头版头条刊登发布 人类首架六代机升空 空天霸主将全球直播 罕见 星条国宣布全球直播六代机升空场景 星条国六代机揭开神秘面纱 今日全球直播 随着这些新闻发布 全球民众彻底轰动 无数的网友们都被彻底震撼了 宣布进行本次直播平台的环球网 更是因为每分钟数百万网友的恐怖登陆速度 而出现服务器卡顿的现象 这一空前未有的情况 彻底掀起了全球网民围观的热潮 而随着西方媒体开始发布新闻 下国国内也是一片恐慌 各大媒体相继开始发声 星条国舰指下国领空 这是下国空天最恐慌的时刻 压力巨大 星条国此举将重挫下国国际影响力 六代机巩固世界霸主位置 星条国或将迎来全新的鼎盛时刻 新闻漫天飞舞 让无数网友都为之震战 尤其是星条国六代机 出现在下国海域领空的消息出现后 更是彻底引发了相当的民众恐慌情绪 大量国内网友开始涌向环球网 想要看看星条国的六代机 在无数媒体疯狂报道 大肆发生的时刻 西方各国也陆续表态说话 吉利国 星条国六代机的起飞是人类的福音 这证明星条国带领世界航空科研技术 走上了新的高度 南西国 全人类都应该向星条国看齐 科技是人类的未来 掌握尖端科技的星条国 是我们的走向宇宙的先驱者 乌兰国 星条国是世界最强国 向星条国学习是我们强大的基础 为星条国六代机的升空 送上最真挚的祝贺 拿大国 西方各国站出来发声 为星条国助威呐喊 根本没有任何人理会 他们已经侵入了下国海域领空 毕竟是关乎世界战略格局的大事 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遥望这场震撼的表演 跟星条国同龙的各国 纷纷开始战队发声 而雄国等其他各国 则都在冷眼旁观 想要看看星条国的实力 究竟如何 就在全网震撼的时刻 下国京都最高步 一位面色威严的中年男人 正看着最新发来的信息而皱眉 星条国六代机已经进入领空 但是他却束手无策 根本没有丝毫办法 就在这时 一直在旁站着的助理突然兴奋起来 至尊 灵统帅汇报 我们的六代机首飞成功了 正在向南部海域全速赶去 这话一出 中年男人的眉头顿时舒展的开来 嘴角更是浮现出一丝欣慰的笑意 这个叶北 不负众望 在他话语落下的时刻 大洋彼岸 星条国科研所中 伯纳德宣布开启直播 下一瞬 环球网上的星条国空天部官媒 开启了直播 随后 一秒之内 守在直播间前的上一网友 飞速涌入 紧接着 第一画面就出现在科研所中伯纳德的身上 今天的伯纳德 穿着一身鼻挺的西装 泰然自若 看起来相当的隆重 今天 是人类历史上特殊的一天 伯纳德对着直播镜头 一脸肃然地说道 从1903年出生于星条国的世界著名科学家雷特兄弟 研发出第一架飞机开始 星条国带领全人类 开始踏入飞翔蓝天的梦想 在这一百余年中 我们的战机更迭五代 今天 星条国六代机升空 代表着全人类空天领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我曾经说过 下国的科研技术上还处在落后的时代 科研真正的未来在星条国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在下国五代机还不完善的时刻 星条国的六代机就已经升空了 今天 我们特意挑选了离下国境的空域进行展示 希望下国的科研工作人员能够认真学习 早日造出像样的战机来 伯纳德说着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笑容 那眼神好像是在隔着直播间嘲讽下国一样 好了 话不多说 让我们一起来领略星条国六代机的雄伟姿态吧 他的话音落下 直播间镜头一转 一架漆黑色的战机出现在全世界所有人的眼中 直播间中 战机破空的声音传来 星条国的六代机在空中飞速地旋转 做着极其高难度的动作 展示着自己的鹦鹉姿态 在下国的海域领空 向着全世界耀武扬威 给下国施加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画面在八架五代机的摄像头中不时进行切换 星条国六代机的姿态完美地呈现在直播间中 引起全世界的喧哗 这就是星条国的战机吗 这也太帅了吧 哦 上帝啊 这真的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是真的 有了六代机 星条国将彻底占据空天霸主的地位 再也无法被撼动 下国根本没有跟星条国相比的资本 他们是最弱的 一直称自己大国科技的下国 现在看来是真的徒有虚名 大国科技 老兄你是在搞笑吗 星条国才是真正的大国科技 太疯狂了 星条国是最强的 我为自己是星条国人感到无比自豪 星条国这是在违反规定 是在挑起事端 不尊重他国主权 下国领空 不是星条国造次的地方 是在向世界联合会挑衅 哈哈 落后的下国也配谈主权 我们来了 你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在六代机面前 下国猴子最好闭上嘴巴 狠狠地嘲讽这些下国猴子 你们来直播间 是想羞辱自己吗 科技落后的下国猴子们 你们没有说话的资本 滚出去吧 直播间弹幕里 浪潮涌动 无数人在被星条国的六代机所震惊 各种震撼的声音 此起彼伏 同时 也有一些下国网友 想要为祖国维护正义 但却被更多西方的网民们 直接喷出了弹幕 面对绝对的实力 这些爱国网友 也只能咬牙钻拳 气得浑身发抖 却无可奈何 其他更多的下国网友 则彻底开始失望了 没有可以抗衡的实力 他们今天注定要被羞辱 在这种情绪下 所有人都默不作升起来 而就在大家都感觉到失望难过的时刻 突然 南部海域上空 星条国六代机耀武扬威的空域 一架无比炫酷的银黑色战机轰然出现 带着巨大的音爆声和灼热的尾焰 在马赫环的包围中 从万米的云端猛然冲出 向着星条国六代机飞速冲去 哄 万米高空之上 龙心引擎的咆哮声 如神龙怒吼 响彻八方 王尾神色冷静 推动节流阀 将操纵感同时向前推 六代战机机头 顿时向着斜下方 引力作用 加上龙心引擎提供的强劲动力 整个战机彻底进入了超高提速状态 过载 疯狂的过载 六代战机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很快就进入了过载7G的状态 而且这个数字 还在飞速地增加 战机半身凝聚着超音速造成的风暴云 像是披上了白色的战衣一般 将战机彻底笼罩 1500米每秒的速度 将近5马赫的超速下冲 从万米高空下降到斜下方的7000米高空 星条国六代机所在的位置 只需要短短的7秒钟时间 令人难以想象的恐怖速度 太快了 快到眨眼间 几公里的距离就被甩在身后 正在海域上空表演着花哨动作 展示自己强大武力的星条国六代机飞行员霍姆斯 只听到自己上方传来震耳的音爆声 下一秒 一架凝聚着纯白音暴云的银黑色战机 如同天降的神剑一般 从它的上方冲过 双方之间的距离 只有相差不到500米 这距离看似很长 但在六代机的飞速之中 是相当危险的距离 那银黑色战机在霍姆斯身边飞过 空中传来雷弓般的警告声 你方战机已侵入下国领空 下国空天军对你发起警告 请立刻离开 请立刻离开 这声音在空中乍响 轰隆隆的 如同雷声一般 这些都得益于夜北装载的超负荷波音装置 才能产生这般震撼的效果 随着声音落下 观看直播的所有人才反应过来 那是什么 我看到一个黑色的影子 好像是黑白相见 飞速穿过去了 这是什么战机 怎么这么快 这个速度起码有三马赫 下国什么时候有这种速度的战机了 怎么回事 下国空天军来警告星条国的行为了 我的天 这速度太快了 我都没看清发生了什么 这突如其来的场面震惊了所有人 刚才还沉浸在星条国六代机牛逼场景中的几亿网友 全都吸引了过来 弹幕顿时就活跃了起来 都在议论着上一秒的事情 正在进行直播讲解 向世界夸赞六代机性能的伯纳德 也被这突然的闯入打断了 在另一边 星条国的无数高层也都梦了 下国什么时候产出这种高性能的战机了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难道是改良的五代机 几乎是同一时间 所有的高层包括伯纳德等科研人员 全都浮现出这个解释 而还没等他们来得及开口嘲讽 下一瞬 从霍姆斯头顶掠过的王伟再次折返了回来 将近乌马赫的速度 想要降下来还是需要点时间的 此刻再次折返回来时 他的速度已经明显降了下来 但依然还在发送信号 驱逐星条国的战机 你方战机已侵入下国领空 下国空天军对你发起警告 请立刻离开 请立刻离开 在这滚滚的警告声中 所有人这才彻底看清了 刚才从星条国六代机头顶掠过的战机 银黑色的喷漆 绝对暴力美学的科幻外形 看起来简直炫酷到要爆炸 只是一眼 所有人就被彻底的震惊了 这是六代机 雄国最高部战略室内 亚伯拉罕一眼就看了出来 光是发动机的口径比例 战机的全身比例 他跟星条国六代机一对比例码就看出来了 但这让他实在是无法相信 有些质疑的开口惊叫出声 六代机 不会吧 夏国可从没有过六代机的任何风声 在他旁边的雄国最高者普尔斯 看了一眼亚伯拉罕 疑惑道 这一幕同样发生在各大国 在看到王伟驾驶的战机出现时 全都惊呼出声 除了六代机之外 根本没有办法再解释他那么快的速度了 星条国高层同样震撼不已 现场的五代机立刻捕捉相关信息 开始传输 进行测散 在高速计算机的运算下 很快就确定出一个准确的信息 那是夏国的六代机 这个消息一出 让现场所有人全都被吓了一大跳 伯纳德更是神色大变 他怎么都没料想到夏国也能研制出六代机 更没有想到居然会在今天跟他们一起起飞 还驱逐他们 算出他刚才的速度 那是他全速的冲击 立刻算出来 我要知道他们的全速是多少 伯纳德对着旁边的科研人员大声地叫道 夏国最高战略部内 所有高层看到战机出现的一刻都高兴地欢呼起来 叛天叛地总算把他给判来了呀 哈哈 这次我要看看星条国还能怎么嚣张 叶北真是好样的 国之栋梁啊 为咱们夏国狠狠地长脸了 没有叶北今天我们不知道要受多少的屈辱 有了他的六代机 那就要打他星条国的脸 太震撼了 如此快的速度 当真是我夏国要崛起啊 所有高层高兴地欢呼连连 不少人都激动地鼓起掌来 夏国至尊看着星条国的直播中 自家战机的出现 脸上浮现出相当自豪的笑容 就在各国震撼之时 直播间里已经彻底炸开了 极异网友在其中同时观看 来自世界各国的无数网友 十几种语言会成的弹幕 如浪潮狂涌 太帅了 这就是夏国的六代机吗 无比威猛的感觉 这种外形设计 比我见过的所有科幻影视中的 都还要科幻 不可思议 好快的速度 一定有一千里每秒的超高速 太疯狂了 绝对的暴力美学 简直就是上帝的造物 这是我见过最好看的战绩 无数的网友都被深深地震撼 在直播间里忍不住夸赞起来 但在这其中 星条国网民和夏国网友 再次战斗了起来 卧槽 夏国怎么也有六代机 夏国怎么会有六代机 他们不是连五代机的性能都不优良吗 这怎么可能 夏国不可能拥有六代机 他们的科学家都是废物 六代机不是他们能造出来的 滚你妈的 你们星条国算个屁 还在我们夏国领空叫嚣 这次让你们好好见识下 什么叫六代机 空天君威武 六代机威武 给星国鬼子一点教训 你们夏国的六代机 不过就是五代机的改良罢了 哈哈 夏国猴子造出来的钟看不钟用 等下碰碰看吧 你们的领空 那是我们的展示舞台 哈哈 等着看吧 等下看看 谁更厉害 虽然再次被喷 但这次夏国网友 却能够出口反击了 六代机的出现 给了所有夏国的爱国网友 一份底气和自信 他们的目光 不再只能注视 星条国的六代机 而是有了新的 属于自己的战机 可以去注视和期待 所长 算出来了 夏国六代机 刚才的最高速 是4.1马赫 就在无数人 为之震撼的时刻 星条国科研所中 工作人员拿着数据 冲了过来 4.1马赫 听到这个答案 博纳德的眼中 顿时涌现出了光芒 在半斧冲状态下 全速最高4.1马赫 果然还是废物 博纳德想当然地以为 王伟是全速赶来驱逐的 一般都是全速赶来 此刻看着4.1马赫的数据 他的眼中满是鄙夷 随即再次打开麦克风 在直播间中说了起来 这就是夏国的六代机吗 出现的确实让人有些意外啊 只可惜 4马赫的速度 还是太慢了 我知道这是夏国杂国卖铁 造出来最顶尖的科技了 但跟星条国相比 未免还是差得太远了吧 博纳德鄙夷着语气 冷笑着开口嘲讽道 各位 接下来就让大家欣赏一下 真正六代机的速度 而不是被这种 我们星条国都要淘汰的残次品 所吸引 世界空天最强的六代机 属于星条国 科研的未来 同样在星条国 他的话语落下 星条国最高指挥部 立刻下令 在空中的霍姆斯接到命令 透过坐舱玻璃 看了一眼在他侧面的龙星战机 虽然只能看见战机的身形 看不到里面飞行员的样子 但他跟王伟的目光 似乎隔着千米 撞在了一起一样 同样是六代机的驾驶员 一股好圣心 从他心中瞬间燃起 夏国 来追我吧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霍姆斯自语一声 随后推动节流法 战机猛然提速 短短数秒就达到了三马赫 接着调转机头 直接向着夏国领空的 更深处飞去 霍姆斯的战机呼啸而过 静止朝着夏国内海空域飞去 王伟见状不假思索 直接拉动机头 同样跟了上去 星条国六代机的速度 此刻已经提升到了三马赫 而王伟才刚开始奋力追赶 虽然夜北设计的六代机速度提升很快 王伟的反应速度也很快 但这短短几秒钟的 双方的距离就已经拉开了一千米的距离 两架战机一前一后在空中飞驰 在他们身后 星条国的另一架六代机紧紧地跟了上来 这种场面 他必然是要进行拍摄的 不过十几秒钟的时间 三架战机就彻底离开了当前空域 星条国的那些五代机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摄像机里根本拍摄不到他们三个的影子 直播间画面一转 出现在了六代机的身上 急速飞行的六代机前方 银黑色的战机在疯狂地追逐着 前面另一架漆黑的战机 两架战机在空中左绕右拐 后面的另一架紧紧相随 布莱恩 给我拍好了 这可是我生涯中的高光时刻 一边继续提速 霍姆斯一边通过耳麦 对着最后面的另一架六代机飞行员说道 放心 我会紧跟着你呢 布莱恩嘴角带着一丝兴奋和玩味的笑意 开口说道 这是华丽的一刻 就看我怎么戏耍下国飞行员吧 霍姆斯大笑着说道 没问题 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我很期待 布莱恩同样笑着开口 两人的语气听得出来相当的轻松 丝毫没有把汪伟和龙星战机放在眼里 两人的话音落下 霍姆斯眼中回头看了一眼 后面颈椎不舍 速度逐渐拉近的汪伟 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 随后继续推动节流法 战机的速度彻底开始暴增 同时 在他身后的汪伟也在全力地推进着速度 在他后面一直跟拍的布莱恩同样紧紧地 吃在这个距离上 清楚地拍摄着前方的一切 三架战机在七千米的高空上 全都飞速提升着速度 几秒钟后 先后陆续到达了5马赫的极限速度 每秒钟1800米的速度 直播间镜头中 在战机下方空中的云层 以极快的速度向后拉动 前方的银黑色战机和漆黑战机 在空中紧紧地追逐着 这场面丝毫不比速度 与机器中豪车追击逊色 甚至视觉效果上 给人更加冲击的感觉 直播间的网友们 看着战机之间如此追逐 一个个都觉得无比刺激 真的太震撼了 六代机首次亮相 就上演这种追击战 真的刺激 这可比我在电玩城打带电动 要刺激一百倍啊 两位飞行员的技术 都非常高超啊 反应速度堪称无敌 是啊 星条国战机一扭头 下国战机立马就能同步跟上 根本甩不开的 这短短的距离 但就是追不上 看得我太心急了 直播间里大量的弹幕 刷着 几亿观众都紧密地注视着 直播里的一举一动 在持续高速的飞行中 三架战机的速度 全都处于5马赫的极限速度 保持着几乎相对静止的运动状态 汪伟驾驶的六代机 也无法追上霍姆斯 霍姆斯也甩不开汪伟 但在前面的霍姆斯却丝毫不着急 反倒满脸的笑意 对于这种汪伟 追不上他的感觉 他很满意 布莱恩 我要释放拉彩烟了 真正的表演现在开始了 注意拍摄 霍姆斯高兴地说着 OK 开始吧 在最后的布莱恩同样笑着回应道 他的话音落下 最前方的霍姆斯战机尾翼 突然开始出现五彩的烟雾 紧接着 霍姆斯战机开始在空中侧旋翻转起来 五彩的烟雾在空中盘旋 划出极长的轨迹 霍姆斯一边施展着自己的花活 一边高兴地在驾驶舱内大笑 我在戏耍夏国 简直太痛快了 不仅是他 直播间里 无数的星条国网民 同样在弹幕中吃笑起来 这就是夏国的六代机吗 好像永远也追不上我们啊 太弱了 你们的领空 是我们表演的舞台 霍姆斯少校太强了 这场直播看得真快了 夏国科研也想跟我们星条国比 笑话 夏国战机貌似被戏耍了呀 跟在后面吃屁吗 哈哈 你们不仅空天不行 航天更不行 斯马克先生 今天将给全世界一个惊喜 哈哈 航天 夏国也配套航天 他们永远在我们脚下 面对着无数的嘲讽和吃笑 夏国的爱国网民气的拳头 狠狠地攥紧 但却没有丝毫办法 汪伟驾驶六代机出场的那一刻 他们确实受到了鼓舞 但此刻 被人家甩在身后一直吊转 追不上 驱赶不出去实在是难受 空天基地 塔台控制室中 林天雷等人也无比恼怒 但现在 还只是在海域上空 这时候开火 那一定会引起全世界的鱼轮制裁 甚至星条国还能借此为由 直接联合整个西方 对夏国进行经济制裁 现实就是这样 明明他们没有理 但他们就是能胡搅蛮缠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 那对夏国而言 绝对是争了面子 吃了亏 但眼看着霍姆斯的战机这么嚣张 他也是怒得直锤桌子 飞行员 如果他敢飞入内陆空域一步 立刻全力开火给我打 收到指令 汪伟听着耳脉中传来林天雷的声音 立刻开口回应 他心里同样很清楚 现在开火对夏国 绝对不会有半毛钱好处 同样是六代机 想要击落它 难度是极大的 可以说 几乎不可能 从各方面来说 现在开火一定会吃亏 如林天雷所言 一旦他们飞入内陆领空 那就是真正带有攻击意图的严重入侵 到那时候再开火 即使星条国是世界霸主 全世界也都没得说 不过 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 汪伟也绝不会让霍姆斯 就这么飞入夏国内陆领空 如此猖狂的挑衅夏国尊严 要是真让他飞进内陆领空 那夏国可就在全世界丢天大的脸了 这种事 他绝不允许发生在自己的手中 前方还有120海里抵达内陆领空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通过耳脉 汪伟向着塔台说道 现在处于僵持追击状态 我请求开启战龙状态 汪伟的话音迅速就在塔台总控试响了起来 听到这话 林天雷直接梦了 战龙状态 他直接转头看向叶北 一脸的疑惑 毕竟叶北可是六代机的总设计师 什么战龙状态 他不清楚 但叶北一定清楚 所以直接看向了叶北 希望能得到答案 叶北来不及回答 没有犹豫 两步上前 直接对着麦克风开口 你能承受住战龙状态的过载压力吗 不能逞强 叶北无比的冷静 虽然现在情况紧急 下国的脸面无比的重要 但在他眼中 这个顶尖的飞行员 才是最重要的 让大国成长强盛起来的 绝不是单靠脸面 而是这些拼死努力的人 脸面下国以前丢过 叶北这次一个月造出六代机 就是想努力争取不被别人打脸的机会 但实在争取不到的时候 他宁可不要 也不希望国家的人才受伤 有他在 他自信这个面子 迟早有一天会被百倍的找回来 叶总师 你不用担心 相信我 我能够承受 汪伟的声音一如既往的自信 用绝对的坚定的语气说道 听到这话 叶北点点头 直接开口下令 我允许你开启战龙状态 但一定要小心 收到指令 请总部放心 汪伟沉声回应 话音落下的瞬间 他的左手就打开了战机控制台侧面塑料外壳 随后 毫不犹豫地按下了里面的那个红色按钮 他的眼中闪着金光 心中想着自己的祖国 毫不犹豫地 再次推动节流法 下一瞬 更多的燃油向着引擎涌去 数个火力系统接连点燃 哼 在一道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声中 龙心战机的速度突然猛增 吴马赫的极限速度被打破 战机速度开始继续向上快速提升 汪伟操控着战机 大脑明显开始感觉到严重的压力 过载开始疯狂上升 一种人类星号星号难以承受的痛苦 开始在他的脑中出现 但他的目光坚定 毫不犹豫地继续推动节流法 恐怖的七具过载 很快就上升到了八具过载 还在继续向着九具过载增加 汪伟的抬手变得困难 双目充血 面部肌肉变形下垂 战机突破五倍因素 战机突破六倍因素 战机突破七倍因素 战机突破九倍因素 塔台控制室内 工作人员紧张忐忑的声音 一声接着一声响起 所有人都为空中挑战极限的汪伟 深深地捏了一把汗 在直播间中 汪伟的战机在引擎了一声暴响后 陡然提速 以超快的速度向前飞去 一直持续的相对静止的状态 被突然打破 速度在极短的时间内 被硬生生拉到了恐怖的九马赫 飞快地向着前面冲去 从镜头中远远拉开 正在空中嚣张的霍姆斯 只能听到后面传来 引擎恐怖的咆哮声 两秒钟后 银黑色的战机就从他的侧面掠过 向着他的机头直直地撞了过来 这一幕震撼事件 战龙状态开启 龙形战机从五马赫的速度 飙升至九马赫的恐怖速度 短短十秒钟的时间 就将嚣张的霍姆斯追上 久聚过在状态下的汪伟 意识开始模糊 但依然奋力地 睁着冲起的双眼 全力控制着战机 向右侧的霍姆斯撞去 空中战机引擎声轰鸣 音爆声破空炸链 在风暴云的包裹下 龙形战机 犹如提刀猛冲的将士 不惧生死地冲撞而去 这恐怖的一幕 让全世界彻底震惊 直播间的几亿网友 在此刻全部忘记了呼吸 双眼死死地盯着屏幕上的两架战机 各国高层也都激动地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伯纳德更是被这一幕 彻底惊掉了下巴 愣在原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难道下国真的不惜一切代价 要撞毁星条国六代机吗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作为星条国最顶尖飞行员的霍姆斯 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疯狂地拉动操纵杆 向着下方坠去 一秒之后 银黑色的战机 从漆黑战机的头顶掠过 两架战机相差不到50米的极短距离 显显地避开了这一次冲撞 疯子 下国人都是疯子 劫后余生的霍姆斯 一边快速操控战机回转正常状态 一边在驾驶舱内大声地怒骂 这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他全身都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死神的镰刀 刚刚就从他的头顶上一挥而过 差点将他向上人头直接取走 任谁都没想到 汪伟为了捍卫祖国尊严 会做出这么恐怖的操作 塔台控制室内 工作人员的声音 还在不停地响起 战机速度下降至8倍音速 战机速度下降至7倍音速 战机速度恒定6.5倍音速 持续过在7级状态 飞行员心率正在逐渐稳定 但这些数据都只是在室内空空地回响 所有人都被汪伟的惊天操作震惊了 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祖国的尊严 这是何等的勇敢 这是何等的爱国 林天雷的双眼几乎看直了 心中无比的震惊 这是个不顾一切的英雄 林天雷喃喃开口说道 9级过载的状态 也就只有他这种最顶尖的飞行员 才能承受短暂的时间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操控战机去阻拦敌机 这意志力堪称超人 陆永平也被这举动惊的心都揪了起来 开口感叹道 太惊险了 他刚刚是用命去赌啊 江平同样一脸的震撼 此刻的心脏依然在扑通通狂跳不止 他赌赢了 心跳国怕了 夜北双目凝视着视频中那架银黑色战机 沉声说道 同一时刻 各国高层全部都被震惊 下国人真的不怕死 这些人敢用命捍卫尊严啊 这太疯狂了 六代机之间的首次交锋 电光火时间差点擦出火花 下国六代机的性能居然这么恐怖 那是至少2500米每秒的速度 太恐怖了 这根本就不是心跳国六代机能够抗衡的 这速度太快了 难以想象 下国飞行员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魔鬼般的意志力 难以置信 心跳国这次要失算了 接下来看他们如何收拾场面 在这无数的声音之中 雄国最高战略部 一直紧密关注的制高者普尔斯忍不住拍手叫好 乌拉 这才是真正的勇士 下国人就是这样的凶吗 幸亏心跳国飞行员怕了 如果他堵对方不敢撞 那今天他就得死在下国领空 在他的旁边 亚伯拉罕一脸的震惊 他被这恐怖的速度彻底震撼了 当今世界最快的战机速度 飞下国六代机莫属了 直播间里 网友们在短暂的沉寂后 彻底沸腾了 下国飞行员太勇敢了 他在用生命捍卫下国主权尊严啊 这是我见过最厉害的飞行员 为他点赞 致敬保家卫国的英雄军人 心跳国快离开下国领空 下国战机速度可能有九马赫 真是科幻电影中的未来战机啊 下国实力太强了 这速度吊打心跳国六代机啊 我们英国一定要努力 未来超过下国 大量的外国网友 在直播间弹幕中夸赞着 几乎所有人都被六代机的实力 和汪伟的英勇惊呆了 同时 无数刚才被打压嘲讽的下国爱国网友 全都蹦了出来 狂什么 现在出来看看 你爷爷刚从你们霍姆斯少校头上飞过去了 就这也配当飞行员 耸成这样 不如去密西西比放羊好了 哈哈 什么叫做六代机 你们那种垃圾 也配拿出来炫耀 一堆废铁 来下国领空丢人吗 我们下国领空 可真是个好舞台 新条国派小丑来蹦的 哄我们开心吗 哈哈 他妈的 刚才的肖章劲呢 一群傻逼 简单嘴臭 极致享受 废物东西 赶紧滚回家去吧 哈哈 在无数下国网友的骂声之中 这一次 新条国的网民哑口无言 全都气得说不出话来 但现场的情况 依然还未能彻底的扭转 被龙星战机的恐怖速度震撼之后的伯纳德 眼中除了震惊 更多的是怒火 今天 让战机前往下国领空 就是为了打击下国 同时向世界宣扬霸主的武力 彻底掌握空天的力量 展现出自己的肌肉 也是为接下来 向其他世界各国出售武器时 增加更多的筹码 但下国的这种操作 将所有的一切搅黄了 让霍姆斯调转方向 继续闯入下国内陆领空 他们的飞行员 现在状态一定非常差 不可能再进行第二次阻拦的 这次我们一定不能被下国打脸 这会严重降低 我国作为蓝星霸主 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和地位的 伯纳德对着身边的工作人员 急忙叫道 旁边的星条国空天军大统领 也是同样的想法 立马就下令 让霍姆斯继续前进 下国海域领空 堪堪躲过致命撞击的霍姆斯 刚刚将战机状态重新拉好 准备进行返航的他 一道命令再次传达了过来 霍姆斯 再次前往下国内陆领空 你不能给星条国丢脸 星条国空天军大统帅的绝对命令 霍姆斯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空中 汪伟已经操控战机 再次反了回来 震尔的警告声 再次在空中响彻 你方战机已侵入下国领空 下国空天军对你发起警告 请立刻离开 请立刻离开 我方已经警告多次 如果再不离开下国领空 我方将动用武力进行驱逐 后果自负 此刻的汪伟平稳地操控着战机 战机速度已经从九马赫降了下来 但他的双眼依然冲血通红 正过在导致的黑市还在持续 不知何时流出的鲜红鼻血 顺着嘴唇低落在他的胸前 却没有丝毫地察觉 刚刚九季过在的恐怖压力 造成的不良状况 还没得到好转 而得到命令的霍姆斯没有犹豫 对于汪伟的警告 冲耳不闻 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快速调转机头 再次向着下国内陆领空 再次全速冲去 在他们俩的身后 布莱恩已经追了上来 继续进行拍摄 报告总部 敌方战机再次侵入 汪伟模糊的视线中 看到霍姆斯的战机 再次向着东方飞速驶去 立刻开口汇报 我请求再次开启战龙状态 进行二次追击 他的声音在塔台总控室内响起 夜北几乎瞬间开口拒绝 本次请求不允许 战龙状态最高 可以达到史马赫的超级速度 可以在关键时刻追击 逃命 或者是快速执行战略任务 就是对飞行员的要求极高 而且给飞行员造成的负荷比较大 此外唯一的代价 就是对引擎 战机外壳 以及衔接处零部件的损伤 相当严重 会大大的缩短战机的寿命 一旦超过七马赫以上 不管是对飞行员 还是战机而言 都是很大的负荷 这是他专门设计的杀手锏 是绝对不能在短期内二次使用的 就算汪伟是下国最顶尖的飞行员 他也顶不住 这样强度负荷 短期内连续两次的伤害 在他的状态没恢复好之前 是绝对不能再次激活的 我正在频速追击 狄机目前距离内陆 还剩六十海里 预计一分钟内 侵入内陆领空 汪伟没有一意孤行 而是听从了夜北的命令 听着他再次反馈的信息 已经怒不可遏的 灵天雷眼中冒着愤怒的火焰 汪伟的拼命 点燃了他的杀意 这么些年来 他越来越老成 做事考虑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沉稳 此刻 他绝对不再忍下去了 我的兵不能为了这些杂种 就这么牺牲啊 灵天雷咬着牙 沉沉地说完 下一秒 大手一挥 直接开口下达命令 近海所有防卫力量 立刻全面开火 我要你们组建绝对严密的火力网 不能让敌机冲进内陆领空一寸 让海澜军所有战略舰短程导弹 进入准备状态 随时准备战斗 花音落下 他再次开口 对着汪伟下达命令 现在 我允许你立刻开火驱逐敌机 他的声如震雷 对着话筒几乎咆哮着 下达了最终指令 给我打 收到指令 空中正在追击的汪伟 沉声回应 下一秒 他的右手大拇指狠狠按下 一枚PL-15空队空格斗导弹 瞬间从底舱击视而出 如同晴天霹雳 向着霍姆斯直接射去 这一刻 全世界 彻底震惊 PL-15空队空导弹 犹如大秦的箭矢 从龙星战机下射出 尾部喷射着蓝红色的火焰 在呼啸的风声中 以几倍于星条国六代机的速度 向前追去 一旦被他击中 那就是击毁人亡的下场 这一幕 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 下国 居然真的开火了 事态升级了 一旦开火 那就严重了呀 下国疯了吗 一瞬间 无数震惊激动的声音 在各国最高战略室内响起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下国居然真的敢开火 在PL-15空队空导弹 还未射出之前 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挑衅摩擦 只是星条国跟下国之间的一次小摩擦而已 但随着这发导弹的射出 事态瞬间升级了 摩擦变成了战斗 挑衅变成了事端 一直持续关注此事的各国至高者 在这一刻 心中全都有了点惊慌 如果说之前只是看戏 那现在这台戏 有要将他们拉进去演的可能 关键是 除了那些军事实力强大 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国 是主演之外 他们中大多数人要扮演的角色 是龙套 甚至是炮灰 夏国这么做 实在是太无耻了 这简直就是 想要挑起新的世界之战 将星条国赶出去即可 这么做 无疑是要拉全世界下场 夏国卑鄙至极 这是对全人类的不负责任 他们还自诩为和平国度 纯粹是胡扯 强烈谴责夏国的行为 动用武器 就是引颈自禄 他斗不过星条国的 南西国 吉利国 拿大国等诸多西方国家 几乎同时发声 全都强烈地谴责夏国的行为 开始给夏国身上 贴上各种相当严重的标签 扣上各种帽子 西方媒体铺天盖地的新闻 在接下来短短的数分钟内 就直接席卷开来 但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不少国 却恰恰相反 都在支持夏国的英勇行为 星条国主动挑起事端 被开火驱逐 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星条国以此为由 发动世界之战 那才是真的对全人类的不负责 巴铁国无条件支持夏国的行为 捍卫主权尊严 是蓝星夏国绝对合法拥有的权利 印国强烈谴责星条国 六代机不是耀武扬威的资本 明年印国六代机会 给星条国证明一切 巴铁国 印国 黑洲诸国 全都相继 发声力挺夏国 在这些声音之中 一直沉默的熊国 也站了出来 在最大的冰雪日报上 发布了头版新闻 星条国旧游自取 夏国干得漂亮 就该狠狠地教训下他 普尔斯在最高战略部里 激动地拍手叫好 立马让人直接发文欢庆 夏国就是猛 刚起来才是真英雄 立马派出三架五代机前往公海 他们的任务是 拍下星条国六代机 仓皇逃窜的场景 普尔斯大手一挥笑着开口下令 别人躲都还来不及的时刻 他却摩拳擦掌 一脸兴奋地 想要去凑热闹 可能这种事 也就只有战斗民族 才能够干得出来吧 各国相继发声 随后再次沉默 但唯有崇国和邦国 还一直在疯狂地叫嚣个不停 在本土领空发射导弹 驱逐新条国战机 夏国这种行为是无能之举 除了在速度上逞强 夏国战机各方面性能 根本无法与新条国六代机抗衡 强烈谴责夏国的行为 严重违反了世界联合会的和平协定 夏国故意挑起战端 是与全人类为敌 邦国将首先对夏国开启经济制裁 但他们的这些言论 丝毫没有引起各国的在乎 新条国科研所指挥中心 一众高层彻底被夏国的开火行为震惊了 你们这些蠢货 完大了 普川看着直播画面中导弹凌空射去 暴躁地吼了起来 他只是想在人家院子里 秀一下自己的肌肉而已 并不是想跟人家干假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 他们刚才还企图闯进人家客厅 好好地挽起袖子 展示自己的公二投机 但所有的这些都只是秀一秀 根本没有想打架的意思 现在好了 两次想闯进人家客厅 人家主人火了 直接端起枪扣扳机了 立刻让那该死的飞行员给我撤退 从夏国领空撤出来 所有的一切超出了他的预料 普川气得怒声大吼 要是再不走 按照他对夏国的了解 这次真的有可能要将六代鸡击毁在他们家里 六代鸡可是他们大肌肉 是他们实力的绝对代表 这要是被击毁了 等于是把你的惊挑了 那新条国在世界的霸主地位 将会迎来史无前例的恐怖崩塌 到时候 夏国将会借助这次六代鸡的雄伟战绩 直接拦走世界大半的军事市场 一直在主位上下达命令的伯纳德 此刻已经被惊得贪坐在椅子上 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的脑海中全都是刚才夏国六代鸡九马赫 急速飞驰的恐怖场景 那种强大的性能 彻底地碾压了他引以为豪的六代鸡 新条国空天军大统帅 根本来不及再多思考 他心中跟普川是同样的担忧 随即立刻对着麦克风下令 霍姆斯本次任务终止 现在立刻撤离夏国领空 重复一遍 现在立刻撤离夏国领空 而此刻在空中的霍姆斯 根本来不及给他回答任何一句话 双手紧张地操控着战机 在空中扭转躲闪 身后 PL-15导弹 已经正在向着他飞速射来 每秒1700米的恐怖速度 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已经接近了夏国内陆领空 透过云层的间隙 在那不远处的前方 夏国的陆地清晰可见 只需要在有十秒钟的时间 他就能飞进其中 但是现在 他显然没有这个机会了 大统帅的命令已经下达 他必须要返回 而且 在他的正前方 极度密集的火力覆盖在空中 交织出一个 足有一公里深厚的超大火力网 在七千米下的夏国近海 无数近海防卫力量 全部被打开 一门门防空炮 导弹拦截机炮 全都同时朝着空中疯狂开火 有灵天雷的命令 他们此刻根本没想子弹的损耗 是彻底敞开了打 上千门各类机炮同时射击 每门炮都在以每分钟 几千上万发的速度 朝着空中猛烈的开火 最细也有普通人手腕促的炮弹 在空中交织纵横 一道道夜光 像是人造流星雨一样 在空中拉出细长的丝线 漫天飞舞 这恐怖的火力网 在霍姆斯看到的一刻 就已经有点迟了 而大统领的命令 也在此刻同时到达 没有半点犹豫 霍姆斯超强的反应能力 在此刻被彻底释放了出来 顶尖飞行员的实战能力 绝不逊色 手中的操控感向上猛拉 五马赫速度全速飞行的 六代机机头翘起 以一个九十度的垂直弯度 向着上空折返而过 仅仅隔着火力网 三百米不到的距离 显之又显地从上方逃走 同时紧追不舍的PL-15导弹 也在同一时刻 从它的尾翼焰火中划过 冲进了火力网中 不过一瞬 就被无数子弹击中 还未来得及转弯 就在空中轰然爆裂 巨大的火光冲天而起 烟雾升腾中 霍姆斯的战机 向着后方折返冲出 若非世界顶尖飞行员的霍姆斯 用自己强大的能力 躲过这一击 只需要不到零点三秒 他就会冲进火力网中 那刚刚爆炸的 极有可能就会是 他驾驶的六代机了 当然 他的血肉之躯 同样会被射成碎渣 法克法克法克 下国人是疯子 全都是疯子 从致命的突袭中 逃窜出来的霍姆斯 怒声地大骂着 全力地操控战机 向着下国领空外 飞速逃离而去 此刻 直播间中一片沸腾 太恐怖了 谁能想到 下国居然在内陆门口 设置了火力网 如果不是霍姆斯反应快 今天他就要死在这里了 这真的太疯狂了 下国难道真的 不害怕发生战争吗 这么一搞 我感觉接下来 会爆发世界之战啊 下国这一次 真的是铁了心了 要守住钻研啊 让我无比震撼 下国威武 将敌机全部都赶出去 来我们家秀鸡肉 不好意思 我鸡肉比你大得多 赶紧滚 再不滚 老子把你击毁 在这片空域之中 下国威武霸气 六代鸡所向无敌 无数人在直播间里 发着弹幕 下国的网友们 此刻总算是深深地 出了一口气 但他们心中 还是有所不甘 毕竟 这只是把敌人吓走了 他们在我们领空 耀武扬威的仇 还没爆呢 盯紧敌机 把他们全部都赶出 我国领空 灵天雷的声音 在王伟的耳脉中响起 同样也在后方起飞的 十二架五代机飞行员的 耳中响起 收到指令 王伟沉声回应 同时操控战机 紧紧跟在了霍姆斯身后 一路驱赶他 向着领空外飞去 在前方飞行的霍姆斯 心有不甘 扭头透过驾驶舱 向着后面紧追的王伟 看了一眼 恶狠狠的双眼中 满是怒意 我要让你知道 追及我的代价 霍姆斯咬着牙 狠狠地自语一句 随后 右手大拇指 放在了响尾蛇 导弹触发的案件上 空中 王伟操控着龙星战机 无比平稳地 驱逐着星条国战机 在他的前方 布莱恩和霍姆斯 相继飞行 在他的后方 星条国来摄影的五代机 也被下国的派出的战机 进行驱逐 七千米的高空中 数架战机都保持着 相对静止的速度在飞行 虽然已经看到了 星条国已经彻底决定撤退 但他依然没有掉以轻心 在他们没有离开 下国海域上空之前 他是绝对不会放松一点的 一旦前面的霍姆斯 和布莱恩有任何一点举动 他都会立刻采取措施 进行应对 尤其是 防止他们再次折返 又向着内陆领空飞去 不过 自己这次动手过后 他们应该是不敢再这样子干了 人类历史上 最先出现的三架六代机 霍姆斯驾驶的在最前面 布莱恩则在他后面 依然进行着拍摄 三架战机之后 才是下国的龙兴战机 负责驱逐任务 刚才还耀武扬威的星条国战机 此刻灰溜溜的败走 那是相当的丢人 三架战机 就这样一路向着下国海域上空之外飞去 最高战略室内 尚未非常的满意 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 星条国这次 怎么都没想到 我们也有六代机 哈哈 夜北这次是给下国争大光了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此刻更是忍不住 对着夜北连连赞赏 龙兴六代机的出现 给下国空天 彻底安上了最强劲有力的心脏 有了他 不管是谁以后 都别想在下国领空造次了 而且 他造成的战略威慑意义 将会给所有对下国有敌意的人强大的震慑力 塔台控制室内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 夜总是你太厉害了 战龙状态下的六代机简直无敌啊 等我向航天部申请高性能的减压舱过来 下一批六代机将会彻底称霸事件 江平激动地说着 已经在畅想美好的未来了 刚才六代机展现出的恐怖实力 可以说给他大开眼界 在六代机没上天之前 只能通过模拟数据来看 等他真的上天 并且投入到实战中的时候 那场面简直太过震撼 夜北 你这次真的给下国争光 六代机真的太长脸了 我看他星条国 以后还敢不敢再踏入我们领空一步了 哈哈 太节气了 林天雷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显然这一场战斗 是彻底把他窝在心里多年的火拳都发泄出来了 要给汪伟授予战斗英雄的勋章 陆永平更是对着林天雷毫不犹豫地直接提要求 汪伟的英雄表现给全世界展现出下国人的无畏和爱国 给 必须要给 不仅是战斗英雄还是卫国英雄更是特等功优秀飞行员 林天雷毫不犹豫地点着头高兴地笑道 对于自己手底下这个最厉害的兵这次的表现 他都觉得非常的敬佩 这种卫国而战斗无畏精神是值得所有下国人永远去纪念的 直播间里 下国网友彻底激动到了极致 废物东西 这就跑了 有本事你们他妈接着打啊 哈哈 破铜烂铁也敢拿来炫耀 丢死人了 就这 就这 这才哪到哪啊 听到枪声就逃跑 这也太垃圾了吧 看见直播间里的战机没 真的好像一条败狗啊 落荒而逃 哈哈 刚才有些乱叫的狗 现在怎么一条都看不见了 废物 下次再欺负到我们家里来 老子把狗腿给你卸了 这无数年来积压的愤怒 在此刻彻底宣泄出来 之前他们怎么吃笑嘲讽 现在这些爱国网友就怎么加倍的反击 直播间弹幕里充满了下国网友的舒爽言论 而就在所有人都一片欢呼的时刻 几分钟时间 霍姆斯的战机彻底飞出下国海域领空 但下一秒 他蓄谋已久的大拇指立刻按下 一发响尾蛇导弹 瞬间就从战机底仓滑出 以四马赫的速度向后射去 目标直指汪伟驾驶的龙星战机 危机在瞬间来临 汪伟驾驶的龙星战机向前五马赫的速度 响尾蛇导弹向后四马赫的速度 双方相对运行 等于速度直接暴增到九马赫 按照这个距离 只需要三秒钟的时间 战机就会和导弹相撞 而早已得知信息的布莱恩 在霍姆斯发射导弹的前一秒 立刻拉动战机向着左侧闪开 导弹从他的战机下方几十米处穿过 而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汪伟 只听见驾驶舱内 响起导弹锁定的警报声 下一秒 响尾蛇导弹就已经出现在了 他前方三千米的位置上 汪伟的瞳孔骤缩 反应力在这一刻达到了绝对的巅峰状态 跟着布莱恩向着左侧拉动战机 汪伟从反应过来 到拉动战机向着左侧移动 仅仅1.7秒的时间 响尾蛇导弹就已经滑到了战机的眼前 下一瞬 就从龙星战机的底舱下滑过 两者相距不到十米的距离 在如此高速的移动中 这距离几乎等同于在死神的刀刃上走过 随后 一连串的射击声就在汪伟的身后传来 三架刚刚在路边拍照凑热闹雄国五代机 看到导弹之后 直接猛烈地开火 将准备调转方向再次追击的响尾蛇导弹 直接当空射爆 下国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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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散装汉语 三架雄国五代机同时招呼一声 随后就被六代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而这一惊险的状况 惊呆了所有人 汪伟能听到吗 有无发生意外情况 塔台控制室内 林天雷对着话筒大声地呼叫着 霍姆斯射出导弹的瞬间 布莱恩的摄像机全都拍摄了进去 这一刻 所有人的心都紧紧地捏了起来 谁都没想到 新条国居然会使出这么阴险卑鄙的手段 这种不耻偷袭的行径 让所有人又惊又怒 不仅是他们 所有观看直播的网友 以及各国高层 全都被惊到了 此刻 所有人都不知道 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下国的六代机 是否已经躲开这致命的一击 报告总控室 战机无恙 几秒钟后 汪伟的声音 终于在塔台控制室内响起 这声音 让所有人心里悬着的石头 全都放了下来 给我还击 他妈的 林天雷被新条国这个举动彻底激怒 怒声对着话筒吼道 四发霹雳十五 全都给我丢出去 收到指令 汪伟依然沉着的声音传来 下一秒 天空之上 四发PL-15空队控格斗导弹逐一从龙星战机底仓滑出 向着前方的布莱恩和霍姆斯静止射去 战机被导弹锁定的声音在两人的控制室内瞬间响起 快避开 抛洒幼耳弹 布莱恩大声地对着耳麦叫着 同时立刻拉动战机向着侧面闪去 两发幼耳弹毫不犹豫地就被抛洒了出去 该死 就差一点 霍姆斯一边气恼地大骂着 一边跟布莱恩一样紧急地操作着 直播间里 两发导弹朝着霍姆斯直射而去 天空中大量的幼耳弹像是燃烧散落的白铃一样 跟PL-15相撞 在空中轰然爆开 巨大的火光冲天而起 烟雾弥漫 碎片狂飞 这场面震撼了直播间里的所有人 这种垃圾东西 驱逐出一万海里 给他们一点教训 林天雷震怒不已 继续开口下达命令 收到指令 汪伟立刻开口回应 同时也毫不犹豫地向着塔台再次开口请求 我请求再次开启战龙状态 以最高7马赫的速度稳定飞行 防止敌机再次偷袭 听到这话 林天雷侧目看向了叶北 同意开启 注意安全 叶北想了想 开口说道 收到指令 汪伟花音落下 战机速度再次提升 有了超越敌机的速度 他的驱逐追击彻底游刃有余 在空中左右移动 也丝毫不影响跟直线行驶的他们 保持合适的距离 而且再也不用担心 被敌机暗算的这种危险事情 后面的五代机已经被彻底地甩了开来 一口气追出上千海里之后 闲得无聊的汪伟 直接操控战机飞到了布莱恩的前面 随后开启拉彩烟 天空瞬间就五彩斑斓起来 紧接着 直播间里无比炫酷的银黑色战机 开始了他的首次表演秀 各种高难度的花哨动作 在汪伟的手中被展现了出来 直播间再次沸腾 这就是夏国的六代机吗 真的太皮了吧 明明是星条国的展示现场 为什么现在成了夏国六代机的舞台 哈哈哈哈 我真的要被他笑惨了 桑根星代并非要狂眼 什么叫做操作 看见没 这就叫做操作 夏国六代机 YYDS 给我一个星条国摄像机 我能秀翻整个蓝天 哈哈 我感觉他好快乐 这分明就是在秀啊 太爽了 弹幕里的网友们都被彻底整欢乐了 星条国的主场被硬生生搞成夏国六代机的全方位展示 属实离谱到家了 眼看到了这种时刻 伯纳德也不再对六代机抱有希望 不过 为了挽回失去的面子 他还有另外的杀手锏 调整好状态 伯纳德再次打开了直播间的麦克风 夏国的六代机确实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但世界科研的走向一直都是指向航天的 空天只是蓝星的小空间而已 浩瀚无垠的宇宙才是人类科学发挥的场所 谁能开启星际宇宙的大门 谁就能引领人类走向真正的未来 很显然 迄今为止 夏国的航天科技都还只停留在几十年前 当我们早已放弃采集月壤的时候 他们还在为几千颗的月壤庆祝 在这里 我代表NASA航天局告诉全世界一个重大的信息 我们将在五个月内送最后三千颗卫星上天 星条国将用绝无仅有的四万颗卫星打造出笼罩整个蓝星的超级星链 用外太空的卫星给世界带来方便 是我们带领人类走向宇宙的第一步 伯纳德声音慷慨激昂充满了无与伦比的自信和力量 星条国将继续带领蓝星带领全人类走在科研的最前端 走在世界的最顶端 他的话音落下 全球一片哗然 超级星链计划 人类外太空的超级垄断计划 不仅是各国高层被震撼 就连上位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塔台控制室内 林天雷听着伯纳德嚣张狂妄 故意嘲讽夏国的发言 震怒无比 他妈的 真是欺人太甚 林天雷怒吼一声 直接对着汪伟开口下令 给我飞到星条国领海上空 一定要给他们好好上一刻再回来 林天雷的声音落下 汪伟立刻就开口答应 对于这些屡屡闯入夏国海域领空的嚣张恶徒 确实要给他们一个教训 三架战机一路全速飞行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就飞出一万多海里 从大洋的一边飞到了另一边 在高空之上 隔着远远的距离 星条国的内陆边际线若隐若现 一路上不敢再造次的霍姆斯和布莱恩 彻底地飞入了他们的领海空域 两人同时松了口气 但几秒之后 夏国六代机却并没有如他们所想的折返离开 而是静止冲进了星条国的领海空域 强劲有力的龙星引擎在空中喷射出灼热的焰火 阵阵龙银般的咆哮声中 汪伟驾驶着战机以七马赫的速度 直接从霍姆斯的头顶掠过 向着星条国海域领空更深处飞去 他在干什么 霍姆斯双眼瞪大 彻底被震惊了 这么多年来 星条国的领空可从没有人敢擅自闯入 哪怕是速来与他们为敌的雄国 都不敢这样让战机驶入星条国领空 当然 要硬说的话 崇国当年也确实来过一次 不过星条国给他们的回礼 可是足足两颗大爆竹 不仅是他 此刻 全世界都被汪伟的举动震惊了 直播间里彻底炸开了锅 无数网友的弹幕 如潮水般疯狂涌来 疯狂 太疯狂了 夏国这是要将将脸面彻底睁回来啊 我的上帝 夏国这次也太刚了吧 居然直接闯入星条国领空 绝无仅有的壮举 夏国六代机已经捶爆星条国六代机了 这都不放过吗 夏国这次不仅在自家暴打 还要去星条国家里砸场子啊 整个蓝星第一个敢这么直接冲进星条国领空的 太恐怖了 就算是雄国都不敢这么干啊 夏国太强悍了 我感觉我的热血在沸腾 希望夏国飞行员能够完成任务 像钢铁一样的硬啊 夏国真的在蓝星站起来了 全世界无数个国家的网友全都被震惊到了 汪伟做了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一直都是星条国随便到处乱飞 没有人敢站出来说一句话 现在夏国的六代机 全世界最强的空天战机 以绝对华丽的姿态冲入了星条国的领空 空天霸主的地位在这一刻被夏国战机给击碎了 龙星战机以绝对强大的实力 将蓝星空天霸主的地位硬生生夺了过来 虽然他们的国依然还是仰望顶尖的卑微存在 但现在他们仰望的不再是星条国 而是夏国 不仅是他们 各国的高层更是震惊到说不出话来 夏国这次要把失去的全都找回来 无数双眼睛紧紧地盯着直播间画面中 飞速闯入星条国领空的银黑色战机 一刻都不敢放松 拦截他 拦截他 把他驱逐出去 霍姆斯和布莱恩的耳脉中 普川暴躁的声音咆哮着响起 但一切根本无法改变 任凭两人怎么操控战机全速追赶 都被龙星战机远远地抛在屁股后面 夜北重新设计的龙星战机 等于是2.0版本的六代机 光是极限史马赫的恐怖速度 就跟他们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更不用说 现在还用不到的恐怖作战半径 眼看着汪伟在空中时而加快速度 时而放慢速度 左摇右晃地细耍霍姆斯两人 伯纳得气地怒声大骂 将直播间的麦克风打开 毫不遮拦地骂了起来 下国无视他国主权尊严 擅自闯入星条国领空 到底是何居心 严厉谴责下国无视和平协定 违反世界联合会规定的行为 请下国立刻下令将战机撤出我国领空 否则 我们将会在世界联合会 起诉下国的这种报复性行为 伯纳得气地大叫 疯狂地谴责汪伟的行为 但在塔台控制室内的林天雷 听到这话 却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 就是要让他气急败坏 林天雷说着 再次给汪伟下令 展现你的技术 给他们留个纪念后就开始撤退 收到指令 汪伟沉着地回应 随后再次将战机 拉到七马赫的速度 在星条国领空内驰骋 但在他的身后 霍姆斯和布莱恩器地连按开火箭 一枚枚响尾蛇导弹 接连被射了出来 但这些低速的响尾蛇导弹 却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在起飞之前 他们根本就没有料到 下国会有六代机的存在 所以 根本没有搭载高速空对空导弹 响尾蛇足以对抗所有的五代机了 但对七马赫速度的六代机而言 毫无作用 法克法克 这是我飞行生涯中 最耻辱的一天 霍姆斯怒声地叫骂着 发泄着自己心中的怒火 在他的此后的余生中 汪伟驾驶的银黑色六代战机 成为了他永生都无法抹去的梦魇 而汪伟一路飞速行驶 拉开足足几十海里的距离之后 才将速度降了下来 随后开启拉彩烟 在星条国的领空来回地翻转盘旋 几十秒后 星条国的天空之上 就出现了一个大大的五角星 与此同时 一直在后面 紧追的霍姆斯和布莱恩 才终于追了上来 这颗巨大的彩色五角星 在这一刻被直播给了全世界的几亿观众 这一瞬间 夏国彻底硬抹了 汪伟 做得很好 现在开始返航 塔台的声音在汪伟的耳机中出现 他的嘴角勾起一丝笑意 那是自信的笑容 那是为国争光后胜利的笑容 这一次 汪伟并没有急着回应 而是在所有人没下令的情况下 拉开了警告扬声器 目光坚定地开口说道 望你方知道 夏国已重现民族荣光 绝非随意可以欺凌的弱者 巨大的声音在空中轰隆隆地响起 让下方的霍姆斯和布莱恩 都不由自主地向远处上方看去 直播间的所有人 包括全世界上百个国家高层 新条国高层 夏国高层 和亿万网民 每个人 全都听到了龙星战机上传来的声音 所有人的目光 在此刻 全都锁定在了那架银黑色的战机上 下一瞬 那滚雷般的声音再次降临 请警戒 放我滑下者 虽远 必诛 那声音落在所有人的耳中 震耳欲聋 每个人都犹如听到天宫真言一般 身心俱正 在无数双惊矩的目光中 龙星战机在空中划出一个完美的弧形 在隐情的轰鸣声中 向着下国飞去 那背影犹如苍穹神剑 在最后的胜利中 洒然归巧 八万一千一百九十二收到 正在返航 在他返程而去之时 于空中留下最后一道震雷般响亮的声音 那声音穿破苍穹 穿破无尽的黑暗和雾隘 穿破整个华夏 穿破流躺着炎黄血脉的每一个人的心脏和灵魂 在东方的光明之中 久久的响彻不绝 震雷般的声音 在星条国的空中回荡 龙星引擎的轰鸣声中 银黑色的战机 向着东方的太阳而去 渐渐消失在了直播间中 消失在了众人的眼中 但是他留下的话 响彻在每个人的心中 整个世界都被他的话语所震撼 那颗巨大的五角星尚未消散 直播间里的已经疯狂了 无数人在此刻都欢呼起来 不分民族 不分国度的 在为这个英雄呐喊 这就是夏国 这就是延绵千年而不绝的古国精神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震撼人心的场面 为夏国的英雄点赞 犯我华夏者 虽远必捉 我真的泪目了 这是属于华夏的英雄 值得世界人去敬佩 夏国再也不是以前那个 可以被欺负的弱者了 他的强大举世瞩目 星条国这一次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是自己活该 这一次 我选择支持夏国 支持正义的一方 无数人被夏国深深地折服了 纷纷为夏国 为汪伟 为六代积点赞 这种捍卫自己祖国尊严 敢与敌人死战到底的精神 在这一天 给全世界所有人 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 丢脸丢大了的星条国 看着直播间里 彻底一边倒的弹幕和民众情绪 仓皇地掐断了直播 甚至连最后致辞都没有说 就直接将直播间关闭了 此刻的一众星条国高层 高涨的情绪早已彻底消失 全部都垂头丧气 星条国之高者气的大骂几句 随后直接离开了科研所 紧接着 星条国发言部 立刻就站出来发表声明 夏国此举是想要挑起新的战争 是在拿全世界人民的生命荡而行 藏匿着高尖端的六代机 妄图在所有人不知道的情况下 做出损害全人类的事情 这种不为人知的举动 若非星条国六代机的出现 或许将会一直把全人类都蒙在鼓里 尖端的科技 应当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夏国里应提前发表声明 告诉世界六代机的计划 对于他们强闯星条国领空 实施的报复性行为 在全世界造成了恶劣影响 星条国将会立刻上报 世界联合会 对夏国进行控诉和制裁 请夏国立刻出面道歉 给星条国和全世界一个交代 在世界最大的媒体环球网上 星条国的发言部 强烈地谴责夏国的这次行径 但这道声明发出后 瞬间就被各国无数的网友攻陷 你真的是丢了人 还要出来显脸啊 我真的要笑死了 到底是谁在挑起战争 你可真好意思开口啊 这就是星条国的本事吗 被人捶爆就乖乖歇着吧 夏国不找世界联合会上诉 你们就不错了 你在这跟谁俩呢 自己去夏国装逼 却被人家给打脸 这你还要怪别人 笑死我了 小垃圾 就这 就这 能不能整点有用的 你在狗叫什么 你在狗叫什么 无数的网友在声明发布下面 疯狂地吃笑着 星条国的所为 装逼不成反被打脸 还要在这狗叫 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鸡 在星条国发布声明后几分钟 夏国发言部 也没有丝毫畏惧地站了出来公开回应 夏国拥有六代鸡 是夏国自己的事 无需向任何人任何国家汇报 星条国无故闯入夏国领空 耀武扬威 侵害夏国主权尊严在先 公开的直播 全世界人民看得一清二楚 这种损害夏国尊严的行径 夏国有权自卫 并且予以还击 甚至找回自己损失的利益和尊严 想要挑起战争的意图 世界人民看得非常清楚 星条国妄图抹黑事实 歪曲狡辩 才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在此 夏国奉劝星条国管好 自己分内的事 在自己的拳头还不够硬实 不要随便找人碰 免得伤到了自己 还要急得跳脚乱叫 让人家出医药费来给你负责 这短短的发言 更是让无数人 彻底吃笑起星条国来 大量的爱国网友 更是激动无比 多少年来 还是头一遭这么扬眉吐气 纷纷赶来环球网声明的帖子下面 留言庆祝 摇摇摇摇的粉丝来此打卡 祝夏国更加富强 读者 XXXX前来打卡 维愿夏国早日复兴崛起 奥利于世界之巅 没想到吧 我们也有六代鸡 哈哈 别打理他们 让他一个人 在那狗叫去吧 拜托 星条国六代鸡 真的很弱爱 还是我们家六代鸡迅猛 又帅又猛又炫酷 夏国六代鸡 YYDS 在发言声明下面 无数的网友评论留言 打卡庆祝 那种强烈的自豪感 充满了每个人的胸膛 没有什么比国强 更让人热血沸腾的了 而就在双方都发布完声明的时刻 星条国企业家斯马克 同样在环球网上 发布了一条最新帖子 真是举世瞩目第一天 两国强大的军事力量 让人无比的惊叹 科技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 但正如伯纳德教授所言 蓝天终究只是人类暂居的小场所 在地和引力的束缚中 在狭小空间的限制中 科技所能展现出的力量 终究是那么的微乎其微 我的一生都在致力于 航空航天的伟大梦想和事业 因为人类的未来 必定在宇宙之中 蓝星的资源会枯竭 蓝星的陆地 承载不下越来越多的人类 我们终究有一天 要踏出蓝星 踏出太阳系 但在此之前 我们需要把蓝星彻底地打造完美 让全人类真正进入 高速信息化的时代 在过去的十年之中 我们送了超过三万七千颗卫星 进入蓝星外太空轨道 伟大的超级星链计划 已经在外太空展开 接下来 我们将送最后的三千颗卫星 进入蓝星外太空轨道 五个月时间 这场浩大的计划 将会彻底完成 等到那一天 星链时代 APPY将会出现在每个人的手机上 让你随时随刻看到世界的一切 但让我感到遗憾的是 夏国居然只有四百多颗卫星 希望能够在航天的科研上继续努力 星条国的航天站在蓝星之巅 所以 带领人类走向未来的路 星条国亦不容辞 这条帖子一出现 在短短的半小时内 就将所有的目光 全部都吸引了过去 超级星链计划即将完成的消息 从司马克的口中说出 这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 无数刚才还在为夏国和星条国的交锋 而情绪起伏的各国高层 将这一切全抛在了脑后 而是彻底地关心起了 司马克的超级星链计划 这项计划在十年前就被提出 一直以来都非常低调地运转着 如果不是今天司马克开口说出来 恐怕很多人都注意不到这里 当大家都还在为蓝星上的 各种事情忙碌的时候 整个蓝星已经被星条国 彻底包围笼罩了 你所做的一切都逃不开 四万颗卫星的无缝监控 所有的一切都将全部暴露 每一次战机升空 战舰远扬的行动 都将被实时地追踪曝光 那就像上帝的眼睛 时时刻刻地盯在你的头顶三尺之上 那种恐怖 所有人仅仅只是想一下 就不寒而栗 星链计划一旦成功 世界将彻底被星条国掌控 没有人能够淘开他们的监控 四万颗卫星 蓝星将没有星号星号可言 当我们还在为现代军事努力的时刻 星条国已经掌控了外太空 这就是差距吧 未来的科技必然是在航天 但星条国的动作 这也太快了 我以为下国赢麻了 现在看来这只是一场微不足道的小斗争而已 在那空天之上 深邃遥远的外太空 才是大国真正博弈的场所 五个月的时间星链就会完成 届时 星条国将彻底称霸事件 时间不够了 谁都阻止不了这一切的发生了 下国看似赢了现在 但却输了未来 各国高层都发出相同的感叹 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在 他们的心中出现 星条国恐怖高大的身影 好像已经站在他们的身后一样 雄国最高战略不理 普尔斯神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作为同样大国的存在 他比一般国的至高者 更清楚 超级星链计划的恐怖 一旦星链彻底完成 构建出无比完善的体系 任何的战略行动 雄国的各种露天基地 都将被彻底的曝光 星条国随时随刻 都能掌握蓝星所有的一切 那时 所有人都将彻底失去 跟星条国抗衡的能力 等那一天到来 星条国的战机 将会再次游荡蓝星的每一片天空 下国这样的胜利 也将会成为过去式 五个月时间 谁都来不及了 普尔斯狠狠对着桌子一拳说道 下国最高战略室内 薛元红武紧皱着眉头 龙星战机胜利的消息 显然无法超过 他对未来的担忧 这场胜利 或许只是昙花一现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沉重 缓缓地说道 这看似是我们跟星条国 在空天交锋的胜利 但其实真正的大战 才刚刚拉开帷幕 只是这一次 我们没有十年的时间 去钻研如何破解的办法 薛元红武说着 声音变得越发沉重 这一次 恐怕天才如夜北 纵然拥有通天的神通 也没法化解了 他的声音落下 一众高层也都低下了头 所有人都对这即将完成的 超级星链 出现了一丝绝望的情绪 另一边 这个无比恐怖的消息 也震惊了空天基地的众人 超级星链一旦打造完成 可不止监控全球那么简单 陆永平看着 环球网上司马克的帖子 一脸紧张地说道 四万颗卫星 除了气象、科学技术实验、资源遥感 导航定位等这些常规卫星之外 军事卫星绝对占大多数 而且 以星条国的形式风格 这里面绝对还有不为人知 更加恐怖的存在 甚至天机武器卫星群建构 都有可能存在 陆永平对着众人说道 声音都微微的有点颤抖 天机武器卫星群 林天雷听到这话无比的震惊 这要是构建完成 星条国统治世界 都是完全有可能 他的脸上写满了惊恐 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惊恐 比他第一次在战场上杀死人 还要恐惧 因为这关乎夏国的未来 关乎他们每一个人的存亡 整个控制室内 刚才的欢呼喜悦声 已经消失殆尽 恐惧的气息 开始在空气中迅速发酵 一股强大的危机感 涌上所有人的心头 好像刚才的战斗 取得的并非是胜利 而是给夏国带来了 灭顶的灾难一样 一时间 所有人都低垂着头 忧心冲冲说不出话来 只有夜北 一直非常的平静 他的目光 环是在场的所有人 看着众人泄气的样子 摇摇头淡然地笑道 别怕 有我在 夜北淡定的声音 在控制室内响起 让安静到有点死记的空气 突然流转了起来 所有人都抬起头看向了他 夜总师有办法吗 有人几乎是惊呼出声 但下一秒就立刻泄了气 摇摇头又低垂了下去 不只是他 现场的大部分人 都再次低下了头 夜北的声音 确实给了人一瞬间的希望 毕竟 他从不到15岁开始 就已经为夏国科研做贡献了 什么导弹精确制导系统 超级数字单兵系统 远洋战略舰高精度近防炮 一系列的被各国所稀罕的武器 都是出自他手 几年的时间里 他为夏国的军事力量 和科研发展 做出了相当多的贡献 半年多时间里 将六代机设计完成 更是让全世界都见证了奇迹的发生 他有创造奇迹的能力 有转败为胜的能力 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更是给所有人见证了 他强大的统育力量 他说到做到 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 也正是因此 当他开口的时候 众人心中都不由自主地生出了希望 但这点希望 在他们心中转瞬即逝 只要稍微一想 就能很清楚地知道 这一次奇迹 恐怕是不可能了 想要创造奇迹 那也要有一定的前提 就像一辆大卡车 压住了一个母亲的孩子 为了救孩子 母亲用双臂抬起了大卡车 但这种奇迹的发生 前提是 要有可以发力的双臂 而这一次他们什么都没有 更不用说能够发力的双臂了 司马克的超级星链计划 是利用四万颗卫星 在禁地轨道 组成密集的星链网 为了完成这个计划 就算是富得流油的星条国 也足足花费了十年的时间才完成 而下国迄今为止 也只有四百颗卫星 想要追赶上四万颗的星链 那可是足足的一百倍 这次就算是神仙下凡 能够一天搓出来一百颗卫星 那也根本来不及 更不用说 还要制造火箭 还要建设基地 还要预设轨道 要进行各种复杂的计算 五个月时间 那是绝对不可能 叶北他毕竟只是一个人 是个星号星号凡胎 能够让六代机在一个月内造出来 那还是因为 在他设计的这半年多时间中 各种零部件已经制作完成 只要搞定引擎 重新改善下外壳 就能够快速地组装起来 而且 六代机十年布局 各种硬件设备 资源 人力 图纸 全部完备 拼命的情况下 是可以干出来的 但是追赶超级星链计划 就算是拼一百条命 也干不出来 所有人都知道 叶北是一心为国 一心想要让下国强大起来 但这一次 恐怕有天大的决心 恐怕也束手无策了 一时间 众人再次绝望地低着头 现场又陷入死寂之中 时而有哀叹声 和浅浅的惨笑声传出 每个人心中的压力 都无比巨大 在几乎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刻 陆永平缓缓走了过来 他的神色也并不好看 心中的压力比别人更加巨大 因为他是下国最高研究院的院长 但他看向叶北的眼中 还是带着希望和自信 他明白 这些年轻科研者 为什么会绝望 为什么会颓丧 在如此巨大的打击面前 在找不到解决办法的时刻 很多人都会丧失自信心 但从那个研究大爆竹时代过来的人 参与过研究大爆竹的他 他经历过远比这更加绝望的时刻 经历过更加巨大的压力 所以他知道 不管一件事有多么困难 有多么不可思议 都要去尝试一下 或许 那所谓的绝望和不可能就成了呢 而且叶北这些年的表现 这些年展现出来的能力 他都亲眼看见 他的心里早已把叶北 当成了未来的传承者 他相信 这个天赐的镇国神采 他也相信自己老麦的眼睛 不会看错人 无论有多大的不可能 他都要把希望和自信 给到这个只有十八岁的年轻人 谁都可以不相信 谁都可以绝望 但唯独他不能 这个世界从来都是一个勇敢者 带着成千上万的懦夫 冲向战场 奋勇杀敌 他相信 叶北就是那个勇敢者 他站起来了 他的身后千千万万的人 将跟着他一起站起来 陆永平走到叶北的面前 眼中的信任依旧 叶北 有什么想法就说说吧 听着陆永平的话语 叶北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随后拉过一张椅子 直接坐在了长桌前 伸手拿过纸笔在上面画了起来 一边画一边开口解释 超级星链计划看似恐怖 但其实也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叶北的沉着冷静的声音响起 周围的所有科研专家 都抬起了头 慢慢地靠了过来 即使心中感到绝望 但每个人依然都想看看 叶北到底要给出什么样的方案来解决 我们只需要 打造出横扫一切的航天战舰 什么超级星链 天机武器 所有的一切问题 都将迎刃而解 叶北一脸自信地说着 手中快速地画出了一张速写草图 他的话音落下 将手中的草图推到了桌子中央 现场的所有科研专家 全都低头看向他的草图 那用铅笔临时绘制的潦草画面上 一艘无比庞大的战舰 在蓝星外太空翱翔 从那些星链上驶过时 强劲的武器 顷刻间就将一切阻拦前进的卫星 全部摧毁殆尽 正如他所言 什么超级星链 什么天机武器 全都成了破铜烂铁 看着这草图上的画面 听着叶北的话语 现场一片哗然 叶总师的办法 是打造航天战舰 这个构想很美好 但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按照图上所画的航天战舰 起码要有千万吨级的重量 人类还没有这么强大的能源动力 去推动它 就算一切满足 想要打造这样一艘战舰 需要耗费的资金 也是难以想象的数目 叶总师的设想很好 但是这不现实 五个月的时间 超级星链就会完成 我们造不出航天战舰的 众多科研专家 都是行业内的精英 仅仅话语之间 就将这个计划 众多的不可能条件 都列举了出来 听到这话 叶北也并没有任何的惊讶 而是非常赞同他们的点着头 没错 大家都说得很对 五个月时间 我们确实造不出来 能源问题上代解决 庞大的资金消耗也是问题 但这航天战舰 是我用来打开星际大门 带领下国率先迈入宇宙的 彻底摧毁超级星链计划 只是他附带的一个小功能而已 五个月的时间 我们要化解星条国 掌控禁地卫星轨道的难题 用它显然是不现实的 但是 还有另外一个实用可行的办法 还有什么办法 能够在五个月内 破解超级星链计划 叶北的话音落下 众人看向他的目光 都充满了疑惑不解 叶总师 还有什么办法 是啊 叶总师 快告诉我们吧 我都快急死了 众人看着叶北 着急地说道 超级星链计划的压力 就像一块大石头 压在他们胸口 让他们喘不过气来 急什么 都沉稳一点 听叶北慢慢说 陆永平看着 焦急的众人开口喝道 他的话语 让众人都闭上了嘴 冷静了下来 叶北倒也不心急 再次拿起一张 纸在桌上画了起来 那胸有成竹的样子 看得众人都有些 摸不着头脑 一分钟后 又是一幅潦草的图 被画了出来 叶北再次将草图 推到桌子中间 这才开口讲了起来 超级星链计划 早在十年前 就被星条国提了出来 在两年前 我就已经对这个计划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超级星链计划的核心是 覆盖整个禁地轨道 它不仅能够监控全球 实施各种战略任务 更重要的是 它还能彻底阻拦 别国火箭的升空 这才是最恐怖的 四万颗卫星在禁地轨道中 任何火箭升空 在禁地轨道正脱引力时 一定都会跟他们 其中的一颗相撞 星链计划中的卫星 算上送他们上天的火箭造价 每颗最多价值二百万美金 当然特殊的军事战略卫星 以及可能出现的 天机武器卫星群 每颗卫星造价可能更高 但也绝对不会超过五百万美金 而各国制造出的 各类卫星造价 最低也要上千万美金 甚至几千上亿美金 所以相撞的话 我们的损失跟星条国的损失 那是绝对不成正比的 因此 星条国是绝对不会害怕 跟我们去损耗的 这种恶性损耗 最后亏的一定是我们 而等到超级星链彻底组建完成 全世界的火箭想要升空 就都要从星条国手中 去买近地轨道的使用权 让他们开放缺口 来发射火箭升空 这将会是无比暴力的收入 会让全世界给星条国 源源不断地送钱 相比起这些暴力的收入 搭建超级星链 耗费的资源和财产 简直微不足道 所以 想要破解它 最好的办法就是造出 比星条国卫星更便宜 还能将它干掉的东西来 叶北说完 指着桌子上的图画 眼中闪过一道光芒 毫无疑问 那就是禁地轨道导弹 只要构建出禁地轨道导弹系统 就能实现 以50万美金 换他们200万美金的成果 有了这个系统 超级星链在我们眼中 不过就是火把子 根本对我们 起不到任何的威胁 打下来就行了 叶北的声音落下 众人的眼中 都快要射出光来了 这个经济使用的办法 确实非常有效 只要损耗降低 那就完全可以这么干 这样一来 超级星链就算完成 也不会对下国 造成任何的威胁了 叶总是真的让人 佩服到五体投地 太难以置信了 你居然想到的 不是去追赶他们 而是将他们打下来 只要能够构建出这个系统 那就再也不用怕他们了 但是 五个月的时间 我们不仅要设计图纸 还要进行导弹系统的设置 恐怕还是来不及了 而且构建导弹群 也需要挣脱引力的能源 否则导弹造价 肯定会很高 激动的人群中 有人开口说道 这话一出 众人立马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别了下来 是啊 计划确实很动人 但石操来不及了 快跟我们说说吧 我知道你肯定有法子 陆永平在一旁看的心里 都着急了 急忙对着叶北说道 他相信 叶北能说出来 那就一定能做出来 要不然 以他的性格 是绝对不会只上谈兵的 他的话 也让众人将目光 再次投向了叶北 投向这个提出 所有解决方案的妖孽天才 大家尽管放心好了 不管是航天战舰 还是近地轨道导弹系统 我都已经在两年前就搞定了 只是这些东西那时候没用 所以一直没有拿出来 现在到他们派上用场的时刻了 叶北笑了笑 站起身来 对着众人坦然地开口说道 这些年 我之所以在研究 可控核聚变能量转换问题 和钻研起点数据的解析 就是为这一天做准备 不管是航天战舰 还是近地轨道导弹系统 都要用到可控核聚变 来作为强大的能源动力 两样图纸我已经准备好了 不过现在唯一的问题是 需要庞大的资金 来启动这两个计划 航天战舰的制造 如果资金充足 足以在十个月内完成 这不是笑话 这是真的可以完成的目标 到那一天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夏国将会彻底傲立在世界之巅 叶北说这些的时候 神色严肃 没有半点玩笑的意思 他的声音宏大 让人的身心全都为之遗产 他是一心想要带夏国 走向世界的最顶端 所以他此刻的话 是无比真诚的言语 现场的每个人 也都非常清楚这一点 同时 他们也可以想象得到 一旦航天战舰被打造出来 那会是何等壮观的景象 那一天 夏国真的将会彻底无敌于蓝星 什么星链计划 什么天机武器 都将会成为弹指可灭的 粒粒灰尘 叶总师 这真的能实现吗 不知道是谁颤抖着声音 低声地开口问道 现场顿时一片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 都锁定在叶北的身上 他们的眼中的都闪着光芒 但是却同样充满着不可置信 叶北扫视着桌旁围惧的每一个人 重重地点点头 我所说的句句属实 只是航天战舰所需要耗费的资金 人力 物力 都是相当庞大的 想要将它打造出来 需要举以全国之力 才能够完成 我们夏国的每个人 可能都要勒紧裤腰带 才能够在十个月 打造出这艘科幻般的国之重器 但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到那一天 世界将会在夏国的脚下颤抖 称霸蓝星将彻底不足为虑 叶北的眼中 闪着炽热的光芒 说出的话语 如同古傲三言的咒语一般 让人心灵振战 每个人的脑海中 都在此刻出现了那个 外星科技般的超级战舰 他横列在蓝星之上 笼罩着整个世界 让所有人都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 就在众人 都为叶北这疯狂的计划震惊之时 突然 陆永平的电话响了起来 在所有人的目光中 陆永平接起了电话 听着电话中传来的声音 他的神情变得惊讶 随后又兴奋起来 短短十几秒的一个电话 就让陆永平 变得比之前高兴了很多 挂断电话 再看向叶北的目光 变得更加的激动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十个月后 本次世界科学家峰会的时间 已经确定了 他的话语一出 众人的脸上 都出现一丝跃跃欲试的表情 要知道 世界科学家峰会 每十年才会召开一次 每次召开 都会邀请全世界各国参会 美国都可以派出一定数量的科学家 但是这个数量都并不多 毕竟参会场地各方面都有限制 这场峰会 除了汇聚来自全世界的顶尖科学家 还会给他们一起交流 各种学术问题的机会之外 还将会让各国展示 他们国家近十年来 最强的科技或者学术成就 来彰显各国的实力 这所有的一切 造就了这场峰会的非凡 在科研界 世界科学家峰会 一直以来都是相当重要的存在 每个科学家都梦想有生之年 能够参与一次 但显然 光这个消息 还不足以让参加过数次峰会的 陆永平 高兴成这样 众人的目光 都还眼巴巴地看着他 哈哈 我估计有人 已经猜到了 陆永平看着众人笑道 这一次科学家峰会的选址 已经被世界联合会 和世界科学发展委员会确定 决定在我们下国京都举办 他的话音落下所有人的脸上 都同时喜悦起来 我没听错吧 真的是在京都举办吗 太好了 总算是在下国召开了 有生之年得以见到 真的太让人兴奋了 众人纷纷拍手叫好 毕竟这是世界科学家峰会 在蓝星历史上 举办十七届以来 第一次在下国召开 这说明 下国的科研 在全世界走上了金字塔顶端 得到了世界科学发展委员会的认可 这一次 六代机替我们立了大功啊 陆永平看着众人高兴地笑道 委员会的老友跟我说 我们下国六代机的出现 才是这次选址的决定性因素 要不然 一定又会在新条国召开 他的话音落下 看向叶北的眼神 满是欣慰和赞赏 在场的每个人 也都向叶北投去崇敬的目光 正是因为他 造出了这架举世主目的六代机 下国才有这样闪耀世界的机会 要不是叶总师设计出六代机 我们还真的没有这个机会啊 叶总师威武 一架无比强悍的六代机 给我们下国带来了两个好消息 能让世界科学家峰会 在京都召开 给我们下国太长脸了 叶总师真的是我们 下国的大功臣啊 有他在 我们什么都能办到 众人毫不遮掩地 开口夸赞叶北 因为他当得起大家 对他的这份称赞 想着刚才叶北所说的话 众人心中 也都逐渐充满了力量 充满了对航天母舰 和禁地轨道导弹系统 能够完成的信心 先前不满阴霾的情绪 也在此刻逐渐消散 这次你立了大功啊 陆永平走到叶北身边 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世界科学家峰会十年一次 能来下国更是实属不易 我希望十个月后 你能代表下国 参加这场峰会 陆永平的目光灼灼 看着叶北说道 给全世界看到 下国科研者的精神面貌 给全世界看到 下国科研真正的伟大崛起 他的话音落下 所有人看向叶北 也是同样希望的眼神 这里的所有人 除了德高望重的陆永平 叶北是最有资格 参加这场峰会的第一人选 看着大家期待的目光 叶北微笑着点了点头 没问题 我参加 既然这次峰会在我们下国举办 那就让全世界看看 什么叫做真正的大国科技 我出席这场峰会 希望能够让全世界看到 下国科研是绝对的第一 叶北竖起一根食指 眼神坚定地对众人说道 他的话语每次出口 总给人强大的力量 下国科研要是世界第一 这话感染着每个在场的科研专家 所有人的内心 都感到相当震撼 这话如果不是从叶北口中说出 那真的如同胡说八道 但是当叶北说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心中都充满了期待 这是一场举世主目的超级盛会 我们无论如何也要让世界看到下国的牌面 看到大国的科研实力 叶北顿了顿再次开口说道 当年奥运会在我们下国举办 我们就展现出了真正强大的国力 给世界看到了大气的下国 这一次我们要更努力 给世界看到真正的下国科技 既然在京都举办 我想我们应该在峰会召开之前 将京都打造成一座未来科技之都 叶北摸着下巴 想了想接着说道 未来科技都市的计划我曾经构想过 但是并没有详细去做什么细则 不过接下来我会逐步完善 打造出比赛博朋克 还要绚丽的科幻之都 这一次 无论如何都要给世界看到绝对的大国科技 要让每一个前来参会的人为之震撼 叶北的花音落下 现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科幻都市计划 要让所有参会的世界顶尖科学家震撼 这得要多么的科幻 多么的未来 多么的超前 才能够让这些顶尖人物震撼 他们想象不到叶北的脑海中 此刻在想着什么 但光是这话就够让人震惊的了 接下来十个月的时间 我们要做三件事 叶北向是想明白了一切 抬起头扫尸众人 目光坚定地说道 完成破解星链计划的禁地轨道导弹系统 打造出具有大国科研的未来科幻之都 制造出带领下国走向宇宙的航天战舰 他的话音落下 现场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每个人都被叶北给深深地惊叨了 就连陆永平也是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叶北 他的这话真的太吓人了 简直让人感觉在做梦一样 三个计划同时展开 这每一个都是耗资巨大的计划项目 同时进行真的可能吗 我的天 这听起来真的太恐怖了 叶总师你没有开玩笑吧 这真的是我们能完成的吗 每个人的眼中都带着难以置信的目光 但眼前这个提出一切的少年 却让他们不敢开口反驳 禁地轨道导弹系统五个月内是必须完成的 这是我们未来一切的保障 另外两个也都要在十个月内完成 我们要让世界见证 下国科技站在世界最顶峰的闪耀时刻 让世界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科幻之都 也要让航天战舰震慑每一个国 这三个计划看似遥不可及 但是我们下国人能想到的就一定能做到 下国人盯心旺不缺人 地大物博也不缺物资 唯一缺的就是庞大的资金 至于这高额的资金 大家尽管放心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叶北说完 扫视着在场的每个人大声地开口说道 不要畏惧任何的困难险阻 下国未来的蓝图设想就在眼前 我希望我们能一鼓作气 像做出六代机一样 完成着所有的一切 他的声音雄厚有力 深深地穿进每个人的心房 这话语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热血沸腾 心潮澎湃 既然叶北说呢 那就一定呢 叶总是有信心 我们就有信心 管他三七二十一 干就完了 就算是累死 能让下国站在世界之巅 我也死而无憾了 叶总是的蓝图设想如此雄伟 没有道理不支持 我参加科研 就是为了报效祖国 这次一定要为下国争口气 一鼓作气 下国必胜 控制室内的所有科研专家们激动地呼喊着 叶北的话语激动着人心 强大的号召力 让陆永平都为之深深地震撼 与此同时 新条国一座巨大的欧式城堡之中 一群年龄性别各不相同的人 正聚在一条长桌前 安静地等待着主位上的男人开口说话 新条国 福尔西斯克州 一座变山翠绿 环境优美的半山妖处 一个古欧式的城堡建筑 在其中悄然隐藏 城堡的结构完全是五百年前的建筑风格 走进这里就像是走进了中世纪时代一样 而这座修筑在半山妖中的城堡 就是斯福尔 科德家族的总部 蜿蜒的山路 从山下直通城堡 修整的绝对平滑的柏油公路上 到处设置卡点 绝对金尖的武装力量 将这座城堡 乃至通往城堡的道路 全都保护得滴水不漏 在城堡之中 礼堂般的议会室内 厚重的会议桌两边 坐着十二个人 这十二个人有老有少 有男有女 有的穿着西装革履 跟这里的风格显得格格不入 有的则穿着老式的长袍 好像中世纪一直活到现在的老怪物 其中更有一个看起来不过十二三岁的小女孩 睁着大眼睛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在她的身后 沉稳的管家目不转睛地照看着她的一切 家主 十二门族的长老都到齐了 主位旁边的年轻男子开口恭敬地说道 下一秒 那一直坐着小气的男人睁开了眼睛 她的头发已经纯白 苍老的脸上布满皱纹 但双眼眼在睁开的瞬间 却放出如鹰一般的锐利的光芒 目光扫视全场 在每个人的脸上都扫过 开始吧 男人张开口 厚重苍老的声音 就从她喉咙中传了出来 她的话音落下 最靠近她的一个中年女人 就先开口说了起来 下国乔恩的老婆宋云英落网后 擎天科技集团所有资产 都已经被下国冻结 包括下属所有中小产业 现在全部都进入司法程序中进行审查 擎天科技集团跟乔恩的一切都已经暴露 直接损失超过186亿 其他损失可能更大 而且家族产业的暴露 也引起了下国的警惕 已经在开始 在各地进行企业摸牌搜查 几个敏感产业 最近已经遇到麻烦了 中年女人干练地说完自己手头的信息 旁边的另一男人接着开口汇报 西欧各方面一切稳定 最新扩大了烟麻产业 预计明年能够增收至少百亿 男人说完 后面的其他门族长老纷纷开口汇报 自己所属区域的情况 12个人分别掌管着 全球12个区域的产业收入 和各方面的情况信息 从科德家族发展至今 12门族一直以来都是世袭 他们相互依附 不断扩张发展 才一路如此稳定地走到现在 共同组成这个庞大到恐怖的科德家族 此刻 消息汇报完毕 除了中年女人说出下国的问题之外 其他各地都并没有什么大事 一时间 目光都转向了下国的问题上 乔恩犯了重大的错误 给家族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应该立刻罢免了乔恩 换新的人上 最前面的中年男人 毫不犹豫地开口说道 出口就要直接罢免乔恩 但这话却立马引起 对面那个小女孩的不满 或者说 是他身后站着的管家的不满 管家在他耳边低语几句 小女孩立马就照模照样地开口 乔恩的过错在谈 我想 现在更重要的是 撤回家族的部分产业 既然已经引起下国的警觉了 那就不能再拖延了 否则损失更大 他说这话的语气 跟他这稚嫩的声音非常不符 但现场却没有一个人 敢不把他的话当话 毕竟 小女孩可是执掌 雄国所有产业的斯塔纳门族 若非前不久 他父亲突然去世 今天来这里的 也不会是他 晴天科技集团 耗费了家族不少的心血 是我们掌控下国科研动向的 重要耳目 就因为一件小事而倒下 乔恩的过错 已经足够家族罢免他了 小女孩的声音落下 又有人接着开口 在他的声音之后 立马接着有人帮忙助威 家主的计划在即 乔恩却生出这样的乱子 恐怕已经对家族产生二星了 这让小女孩的脸上 顿时就生出一丝害怕来 但后面的管家 却扶着他的肩膀 打消了他的恐惧 小姐 不要怕 听我的就行 随后 又在小女孩耳边低语几句 正是为了家主伟大的计划 所以乔恩才不能被罢免掉 下国已经动起来了 需要他来制造一些假象 来放松他们的警惕 小女孩镇定地开口说道 这话出来 其他几人的眉头一皱 就要再次反驳 但主位上 被称为家主的男人开口了 别争了 按斯塔纳说的做吧 将所有有风险的产业 陆续撤回来 减少损失 让所有龙国耳目谨慎行事 不要再出乱子了 家主苍老的声音 缓缓地说道 至于乔恩 先留着以关后笑吧 另外 让沐浴龙在撤资后的地方 想办法重制产业 给他点锻炼的机会吧 所有一切的调动 都不能影响家族计划的布局 在世界科学家峰会开始之前 我不希望再出什么乱子 他的声音落下 犀利的目光 又在每个人的脸上扫过 所有人纷纷恭声答应 随后陆续离开了一回事 遵照命令去执行任务了 与此同时 新条国另一边的别墅之中 乔恩正在书房里 看着窗外的美景 皱眉苦恼 晴天科技集团 耗费了他所有心血 经营起来的家族产业 借此 他才在家族中 获得了一席之地 但不过是转眼之间 就轰然倒塌 所有的资产 还没来得及转移撤离 就已经被下国全部冻结 经营了十几年 他连一分钱都没拿走 而且现在他的女儿和妻子 都被下信号信号方抓走 至今下落不明 再加上之前 对空天基地的制裁 没有取得丝毫成效 这让他难受到 简直要爆炸 不过这一个月的时间 而是动用自己能有的力量 将夜北各方面查了一遍 此刻 望着外面的花花草草 他的心思无比的沉重 所有的心血都白费了 家族恐怕要替换我了 墨玉龙对我的位置 虎视眈眈多年了 几大门族也都想将我撤掉 这次恐怕斯塔纳都就不了我了 乔恩叹了口气 喃喃自语道 在家族这么多年 他虽然也有一席之地 但在十二门族面前 不过是个比较大的棋子而已 这一点 他心里还是非常清楚的 一旦自己失去作用 按照家族的冰冷手腕 自己恐怕逃不过被罢免的命运 但总部距离他还太过遥远 他没有资格进入其中 所以只能去猜测 先生或许太过担忧了 您的能力卓越 家族肯定会慎重考虑的 在他身后的秘书摩西 依然温声开口说道 呵呵 乔恩听到这话冷笑一声 眼中猛然出现一股浓浓的怨毒 若非那个什么 又叫夜夏 又叫夜北的家伙 夏国又怎么会管这种事情 夜北的老家再红线 只有一个爷爷相依为命 乔恩淡淡地说着 转身看向了摩西 不如杀了他爷爷 来给我妻女报仇 在家族罢免我之前 我起码还能报个仇 乔恩的声音冷清无比 让人感到彻骨的冰寒 他的话音落下 一直面带微笑的摩西 脸色瞬间大变 摩西前所未有的惊慌 他怎么都没想到 乔恩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居然要杀夜北的爷爷 来为了报一起私仇 不行 这绝对不行 摩西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开口阻拦 他虽然他是家族派来的人 但并没有实际的权利去管辖乔恩 为了家族的利益和大局 他只能尽量劝阻 先生 杀掉那个行将旧幕的老头子 是没有任何用的 根本是个无意之举 要杀肯定是杀夜北 杀了那个老头 不仅无法引夜北出现 反而会让下星号星号方 对他进行更加严密的保护 而且 在下国境内拍挥手杀了夜北的爷爷 这必然会激怒下国 使得下国更加警觉起来 对家族造成的影响极其不好 您这么做 到时候肯定会惹得家族不悦的 先生 您想想 这无论如何 都对我们没有半毛钱的好处 反而会对家族造成很多困扰 为了家族大计 绝对不能这样做 摩西快速地将所有利弊 全部都分析了出来 清清楚楚地讲给乔恩听 但他们不知道的 就在两人谈话之间 别墅楼下 下安部直派的一对下国特工 已经悄然潜入 开始执行对乔恩的抓捕任务 他们手中装填弗里加子弹的枪械 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 就将所有守卫别墅的人员 全部悄无声息地放倒了 而且正在一点一点地 向着别墅更深处摸去 而在别墅楼上的书房里 乔恩听着摩西的话 却冷笑起来 我又何尝不想杀掉叶北呢 但是调查一个月了 却根本查不到 关于他的任何信息 他现在早就已经被 下信号信号方保护起来了 下次机会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乔恩说着 看向了旁边神情紧张摩西 你也很清楚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等这个机会 家族一旦对我罢免的话 以后我可就再也没有 任何的机会和权利去复仇了 乔恩说着 拨通了手里的电话 在电话嘟嘟的声响中 对着摩西再次开口 杀叶北的事 我相信家族迟早会找机会去做的 但在此之前 我想让他先尝尝 失去亲人的痛苦 叶北的爷爷 我必杀无疑 你可以去向家族汇报了 我的行动已经开始了 乔恩说完 电话正好接通 他的表情阴冷 冷冷地对着电话开口说道 行动开始 摩西看着乔恩那决绝的样子 满脸的难以置信 他没想到 这个家伙居然会为了给自己的妻女报仇 这家族的大局而不顾 而且他早就知道 自己会拒绝这一切 所以一切行动计划 早都已经瞒着他在这一个月内布置完成了 摩西没有 再跟乔恩多费口舌 一边打开电话 按着家族总部的号码 一边快步冲出了别墅 但是刚从别墅二楼的书房出来 摩西就看到了正向着楼上进步冲来的特工队员们 有人入侵了 摩西几乎毫不犹豫地大喊一声 下一秒就被挤发弗里加子弹命中 瞬间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 特工队员们眼看暴露 立马不再掩饰 迅速向着摩西出来的书房 快步冲去 而这一声惊呼 已经惊动了书房中的乔恩 他就像是经过事先演练一般 快速从壁橱中抽出一把现弹枪 连带一条子弹袋 随后拿出抽屉里的两颗燃烧弹 接着一把撕掉书房挂画 一个门把手赫然在上面出现 乔恩将两颗燃烧弹拉开 扔在书房之中 然后奋力拉开厚重的金属小门 一步跃入其中 反手按下门上的按钮 十厘米后的金属门随即关上封死 他整个人则 快步顺着里面的楼梯向下 再下到十米以下 一条笔直畅通的通道赫然出现 里面每隔几米就有灯泡 乔恩提着枪 快步向前跑去 这一天所准备的 通道并不长 只有六百米不到 可能还没有越狱的人挖得长 而他的另一端 却是通往这别墅群的另一栋别墅 这两栋别墅都被他给买了下来 那栋别墅里 不仅有各种武器能进行防卫 还有一架长年停靠的小型私人直升机 能够直接撤离这里 可谓是相当周全 在乔恩的金属门关上的时候 特工队员们才刚刚冲到摩西旁边 两人拖着摩西直接撤离 其他人则就要向书房里冲去 但下一秒 剧烈的爆炸从书房中轰然产生 熊熊的烈火瞬间 就将整个书房彻底燃烧了起来 扑面的热浪直接向着众人袭来 几个队员顶着火焰冲进书房里面 但是乔恩早已不见了踪影 紧接着 火灾的警报声就在别墅内骤然响起 他妈的 带头的特工队长咬着牙骂了一句 随后立马带队撤离 因为五分钟后 消防队就会抵达这里 那样 他们这些身份特殊的人一个都走不掉了 在熊熊大火燃烧的别墅中 一众特工队员带着摩西 飞速地离开了现场 与此同时 黄昏十分地下国 天际县正上演火烧云的美景 红县小山村口的旗滩旁边 四五个年过花甲老头 正坐在小马扎上围着棋盘过招 叶红远摸着胡子 抬起一颗棋子 使劲地拍在对面棋盘上 随后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军把你将死了 老留头 你又输了 我就不该把那个马抬开啊 同样花摆着头发的老留头 一拍脑门 懊悔地说道 哈哈 老留头今天一盘都没赢啊 下得很好啊 下次不能这么下了 其他的几个老头 也都大声地笑了起来 现场的气氛很是欢乐 而就在这时 一辆其貌不扬的武林神车 缓缓出现在了村口 并且就停在了距离 其滩不远处的十几米外 叶红远抬起头 瞥了一眼这陌生的车子 隔着十几米的距离 跟车上的人对视一眼 仅仅只是这一眼 他就收回了目光 看起来平淡无常 其他的几个老头 也都抬起头 向着身后的车子看了一眼 跟你下没意思 今天就到这了 叶红远将棋盘上的 棋网塑料袋里一览 摆着手说道 我得回去做晚饭了 那今晚得早点吃饭了 走了走了 这棋啊 时间久不下 生疏了 老留头几人看到叶红远 把棋收了 也都扶着老妖站了起来 跟叶红远一起拎起小马扎 煮上拐杖 慢吞吞地向着村里走去 各回各家 而在他们离开后不久 太阳下山的时刻 那辆陌生的车上 下来了七八个戴着口罩 眼神冰冷的男人 跟着他们的方向 向着村里步步走去 山村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叶北丝毫不知 此刻的他跟陆永平等人 正在京都最高步商榷事宜 巨大的会议室里 坐满了下国的高层人员 几十个人围坐在会议桌前 全都看着叶北 投放在大屏幕上的图纸 每个人的神色都非常的严肃 就连薛元洪武 也目不转睛地看着上面的图纸 航天战舰和禁地轨道导弹系统 两个图纸都是绝对复杂的存在 叶北一张张地解释给在场的所有人听 禁地轨道导弹系统 只要用反重力系统进行加持 造价就能从三百万美金一枚 缩减到六十万美金一枚 这个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相信在座的诸位统帅都很明白 叶北说完 没有再在这里多停留 而是直接翻向了后面的一张图纸 当它在大屏幕上出现的时刻 全场出现不少哗然的声音 航天战舰庞大的图纸模拟 展现在所有人面前的一刻 这种冲击让人忍不住发出惊叹 这就是三大计划中的重中之重 航天战舰 叶北用轿边指着图纸 朗生说道 带领我们下国彻底走上世界之巅的国之重器 战舰可以承载至少三十万人 足够搭载十万枚各类导弹 包括三千枚大爆竹 还有新型的各类战炮两千门 以及各类舰在战机一千架 同时配有完善的生态供应系统 当然 这些只是我列出来的大概数据 战舰相当复杂 分区极多 很多地方还要各部分配合去完善 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这所有的一切算下来 战舰总重高达六千五百万吨 叶北的花音落下 现场几乎所有人全部惊呼出声 六千五百万吨 你要把它送上天 这真的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不可思议 航天战舰 不敢想象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 可以造出来的东西 叶总师的这些设想 实现的可能性大吗 与其押上国运来制造它 不如继续发展现代军事力量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旦启动 需要消耗的一切 都将是庞大的数目 现场的众多高层 七嘴八舌的开口 毫不掩饰地 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几乎所有人 都被这个计划震撼了 同时 他们也无法相信 这是现在的下国 甚至说 现在的人类可以实现的 但面对众人的疑惑和不相信 叶北并未着急 而是接着开口对他们解释 制造航天战舰 确实损耗相当巨大 甚至可以说的 上市赌上国运的大举动 但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的是 这确实是我们能够造出来的东西 我听到有人说 继续发展现代军事 这确实是一条路 但我们刚刚耗费 数百亿研发出的六代机 要不要多久新条国 跟熊国就会追赶上来 同等性能的战机 必然会再度起飞 到时候 我们就需要继续 耗费巨资 研发更强的战机 更不用说 我们只是在空天上 取得一点优势 新条国的航母编队 依然还虎视眈眈呢 我们想要各方面赶上他们 依然任重而道远 在蓝星的现代军事 终究是有限的 我们与其耗费大量的资金 一年又一年的浪费时间 跟他们比拼 不如造出真正跨世代的 超级武器来 碾压所有的一切 来达成长期的一劳永逸 航天战舰 就是我们下国跨世代的 未来科技 造出它 我们至少 能够在五十年内 不必再为军事发展而忧虑 叶北的声音落下 现场一些人 开始摸着下巴 点起了头 但这其中 还是有人摇头不能赞同 轩辕红武也没有着急 而是看着台上的叶北 继续观察思考着 毕竟这个计划 实在太过于冒险 成功了还好 要是失败的话 那对下国而言 可是元气大伤 甚至很可能因此 一决不振数年 他作为现在下国的传承者 自然不敢轻而易举地 做结论下决定 在叶北没把他彻底说服之前 他是不会点这个头的 扫尸一圈众人 看着依然没有点头的轩辕红武 叶北再次开口说了起来 我知道大家的担忧 但其实这一次的冒险 就像当年先辈们搞大爆竹一样 在大爆竹没搞出来之前 我们头上永远悬着剑 处处被人钳制 因此 做什么都要畏手畏脚 发展速度一直很缓慢 但是当大爆竹被先辈们搞出来之后 这丙剑没了 他们的前置失效了 我们放开手去发展 在短短几十年内 就追上了世界近两百年的发展 而现在的我们 恰如当年先辈们所处的时刻 如果按照现在状况继续发展 下国想要真正站在世界之巅 起码还要五十年之久 而打造出航天战舰 我们就能够一口气超过 全世界上百年的军事实力 而接下来 我们就能放开手脚 下国的发展速度 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不需要五十年 我们在五年时间内 就能彻底引领全球 成为世界的中心 叶北的声音慷慨激昂 在空旷的室内回响 畅想到下国的未来 他的心就忍不住地激动 现场的不少高层 都被叶北说得心潮澎湃 好像已经看到了 几年后的下国一样 你说的确实都很对 但是打造航天战舰的耗资 恐怕相当恐怖吧 一直未曾言语的 轩辕红武开口了 说实话 他已经被叶北说得心动了 毕竟能够一劳永逸 将下国在短短几年内 拉到世界之巅的地位 这种诱惑 不是他所能够抗拒的 或者说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人 都无法抗拒 但心动是心动 行动起来又是另一回事 他的心 依然还是牢牢地记在现实上 开口就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三个计划同时实施 总计需要耗资精准预估32万亿 叶北转头看向轩辕红武 毫不犹豫地开口说道 其中航天战舰耗资28万亿 他的话一出口 现场一片寂静 几十个人的会场鸦雀无声 空气都好像凝滞了一样 每个人的脸上 都写满了惊恐两个字 他们都被叶北这个恐怖的报价给吓到了 32万亿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去年全国 GDP总共才118万亿 除去军费民生等各项开支 归入国库的 总共才18万亿 你这个项目 是要将国库一手掏空啊 而且就算这样 还要差14万亿啊 财务部部长颤抖着开口 险些被叶北的话给吓晕过去 这个数额 就连薛元红武都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叶北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过 未来蓝图计划一旦开启 我们下国 就要再次勒紧裤腰带 举全国之力来奋战了 未来的计划 我也已经规划好了 下国要先掏出国库的16万亿出来 顶五个月时间 把所有基础大不见的东西 都生产出来 等到五个月后 我会拿出剩下的16万亿 来支撑后面所有的一切 叶北一脸自信地看着众人 说出自己最后的话语 这话一出 所有人脸上的惊恐更加浓烈 五个月时间拿出来16万亿 全球经济第二的下国 一年才赚18万亿 叶北这话真的太恐怖了 请大家相信我 我不会拿下国千年的传承去赌 叶北看着众人 诚挚地开口 我希望我们能下定决心 完成这一切 说完 他的目光看向了轩辕红武 轩辕红武的目光 也同样看向了叶北 两人四目相视 看着叶北自信承执的双眼 轩辕红武缓缓地点头 在所有人的目光中 轩辕红武站起身来 我宣布 未来蓝图计划 现在开始 他的声音威严而庄重 开口之间 一场震撼世界 赌上下国几千年国运的计划 彻底开始了 拍案决定之时 夜色已经笼罩下国 在所有人都神色严肃地 开始准备各项行动之时 红线小山村里 七八个与黑夜同色的身影 翘无声息地出现在了 叶北家的小院之中 他们的行动也开始了 小山村里 夜幕降临 叶北家的院子里 今天晚上出奇的安静 一点声音都没有 八个穿着黑色紧身衣 头戴面罩的灰手 缓步向着院子里 唯一亮着灯的大厅走去 经过专业训练的他们 走起路来没有丝毫的声音 像是跟黑夜融为一体一样 陈列着叶家烈士的 大厅门虚掩着 一丝丝光线 从门缝中透露出来 灰手们神色阴冷 几人对视一眼 中间的一个微微点头 上前伸手慢慢地推开了 那扇虚眼的木门 在木门浅浅的嘎吱声中 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瞬间 一个白闪闪的刀尖 就从门中刺出 插进了开门者的喉咙之中 那速度之快 就犹如猛然射来的箭矢 防不胜防 鲜红的血液 顺着那个灰手的喉咙 迅速就流了出来 那一瞬之间 他连刺痛都没感觉到 只是觉得喉咙口一凉 瞳孔骤然放大 在下一瞬 那刺破喉咙的刀就被抽走 旁边的其他七名挥手健壮 反应无比的迅速 其中一人一脚踢开另一扇门 随后全部都向后闪开一步 而在门口的挥手 显然已经被这一刀刺猛了 伸手捂着自己的喉咙 鲜血如泉涌一般 顺着伤口从指缝中流出 血涕掉落在地 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 像是水龙头梅宁颈一样 不停地滴水 他的眼神惊恐 看着大门敞开的大厅之中 挣扎着想要抬手上前 但缺氧的窒息感 让他全身无力 才迈开一步 就贪软地倒在地上 不停地抽搐了起来 其他的七人 并没有多看那名挥手 而是目光警惕地看向大厅里 只见大厅之中 四个神色刚毅的老头并排站着 身形笔直 像是不到的松柏一样挺立 每个人手里都提着一把 战争时代的老式大刀 刀把上那破烂的红色绸缎 在晚风之中飘摇 其中一把大刀的刀尖上面 还染着血迹 点点鲜血顺着刀尖 向下滴落 院中的七人 一眼就认出了这几个老头 全都是今天在村口时看到 跟叶洪远下棋的几个老头 刚刚出刀杀人的那个 正是输了棋的老流头 但此刻的他们 并没有穿着白天时候的衣服 而是统一的老式中山军装 整齐华裔的军装 在他们四人身上 看起来有种莫名强大的气势 别打坏了我的家具 到院子里比划 叶洪远看着七人朗声笑道 眼中没有丝毫的畏惧 说着 几人齐步从大厅里走了出来 叶洪远顺手拉开了院子里的灯 走到院子中间 七个挥手也警惕地保持着距离 观察着四人 院子里的灯光昏黄 带着丝丝凉意的晚风 吹过台阶下的老槐树 树叶发出花花的声响 四个年过八十老兵 对着七个只有二三十岁的专业挥手 每个人的目光都无比的凝重 七人跟叶洪远四人 对视了半分钟之久 随后几乎同时 将手中的三棱刺收了起来 从腰间拔出细长亮眼的持五环手刀 能用刀解决的 他们不会用枪 在下国用枪问题 可就不简单了 毕竟留下弹头的话 追查起来一定会有蛛丝马迹的 不到万不得已 他们是不会开枪的 他们原以为只有叶洪远一个人 没想到几个老头也在这 不过这些老头 都是行将救目的老东西了 就算身体硬朗 也绝不可能打得过他们七个精壮男子 所以 都是毫不犹豫地拔刀准备直接解决 快速了是走人 瓦来瓦来 四米寇森 最中间的男子 目视着叶洪远 对着周围的人开口说道 一张口就是纯正的崇国语言 这熟悉的话音一出 站在他们对面的四人脸上 顿时浮现出兴奋的神色 几十年了 没想到小鬼子找上门来了 不知道这是山本的孙子 还是板田的孙子 哈哈 老流头大笑着开口说道 丝毫没把几人放在眼中 旁边的老里头眼中却怒火暴涨 狗日的东西 还来这找死 既然来了 那就别走了 你爷爷山本 也是我刀下的王魂 老张头同样饶有兴致地说道 都悠着点 别把老妖闪了 叶洪远眼神镇定 依然沉稳地开口 对着几人说道 他们话音落下的时刻 对面的七个挥手 同样闭上了嘴巴 下一秒 毫无征兆地 就挥一刀向着 四人冲了过来 四人怒吼一声 也无所畏惧地 就向着几人冲了过去 钢刀交错 在院子里 发出响亮的金属碰撞声 叮铃响当的声音 每一刀下去 都是致命的攻击 刀老了 砍小鬼子都吃力了呀 老流头说着 跟一个挥手缠斗在了一起 让你见识下爷爷的刀法 老里头怒吼着 跟一个挥手打的你来我往 竟然不落下风 山本孙子不够近 老张头一边顶着 两个挥手的猛烈进攻 一边大声开口嘲讽 他们就像是不惧生死一般 把这场生命的战斗 当作一场表演 一边打 一边还能笑着开口说话 但剩下的三个挥手 直直地杀向了叶洪远 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 拖住其他三人 先把目标叶洪远给杀掉 三打一 叶洪远虽然身体确实硬朗 刀法也相当精湛 但毕竟是老了 根本难以抵挡 三把猛烈进攻的还手刀 只是三四个回合 就开始向着院子的另一边 连连败退 你也有我年轻的时候 一个打你们三个 跟切豆腐一样 叶洪远一边奋力招架 一边后退着说道 老了呀老了 不能像以前一样杀鬼子了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 语气中夹杂着一丝无奈 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 左边挥手的还手刀 就从他的腰间划了过去 呲拉一声 洗得发白的军装 瞬间就破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点点鲜血 从里面的衬衣上渗了出来 可这根本轮不到他去想 下一瞬中间的长刀就朝着他的眉心 直直地刺了进来 叶洪远急忙抽刀勘勘挡下这一击 年轻挥手大力一刀下来 强大的冲击力让他向后退出一步 全力抵挡的双臂上轻筋抱起 手腕止不住地微微颤抖 后退的左腿更是险些脱力 让他跌倒在地 而就在这刀落下之际 右边的挥手长刀向着他的头顶直劈下来 这一刻他的双眼直直地盯着那斩下的长刀 死亡的气息从他的心头快速蔓延而上 他的眼中带着一丝的遗憾 干枯的嘴唇微张 难难地吐出两个字 小北 挥手们行动前一个小时 星条国一间昏暗的地下室中 特工们将摩西绑在审讯椅上 旁边的特工一盆冰水直接就泼了上去 冰冷的刺激下 子弹药效已经消散的摩西瞬间就醒了过来 现场七八个特工看着摩西全都神色冰冷 在他对面正坐着的特工队长看到摩西醒来 准备开口询问乔恩的下落 想要乘胜追击 而被绑在审讯以上的摩西清醒之后 立马摇头甩掉自己头上的冰水 随后抬头看向特工队长 像是知道他要问什么一样 直接率先开口 乔恩已经通过密道逃了 摩西说完 顿了顿 像是想到了什么 突然冷笑起来 乔恩你们是追不到了 我想你们现在应该给军方的人打电话 让他们去红线给叶北的爷爷收尸 摩西的话一出口 特工们的神色为之一变 闭上你的嘴 再胡说 老子抽你 有特工说着 就要上前给他来一巴掌 但却被特工队长拦了下来 摩西秘书 别耍什么花招 老实交代乔恩去哪里了 你能少受点苦 他见惯了耍手段转移墓地的这种家伙 所以并没有着急 但摩西却连连摇头 乔恩已经从43号别墅跑了 不信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而就在刚才乔恩让人去叶北老家杀他爷爷了 估摸着时间 这会儿应该已经结束了 你们可以不信我 但我没有骗你们的必要 我跟你们说 这些的原因 是让你们知道 这事是乔恩为了报一几丝仇做的事 跟家族无关 摩西很是平淡地开口说道 他的话音落下 在他对面的特工队长 脸色变了 他看得出来 这家伙不像是在说假话 叶北是什么人物 其他特工不知道 但他还是有所了解的 要真的发生这种事 那对叶北的创伤绝对是无比严重的 丧心病狂的东西 特工队长怒骂一声 起身一脚 直接将摩西踹翻在地 在摩西痛苦的哀嚎声中 特工队长跑着离开了这里 他要去楼上给夏安部打电话进行通知 能早一秒是一秒 夏安部 得知抓捕任务失败的林天雷和陈安武两人正头疼 宋云英提供的线索就这么些 对他们来说已经是相当的好了 为了对乔恩进行精准的抓捕 他们足足做了一个月的调查和计划设计 可万万没想到 这个乔恩居然还有不为人知的密道 实在是谨慎的让人头皮发麻 现在抓捕失败 想要再抓捕 他将会是难上加难的情况 有乔恩在暗处对叶北产生威胁 实在是让人不安心啊 林天雷看着桌上的一堆资料 相当的烦躁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这句话 他是很清楚的 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 弄死这个家伙 柯德家族最近各方面的爪牙都收敛了很多 安分地让人都感到恐惧 陈安武也是同样的苦恼 我总感觉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得了的大事 心里一直很担忧 得让全国各方面都严密注意 一旦有什么异动 我们也能及时反应 他的话音落下 林天雷也点了点头 确实 我这几天也总感觉 要有大危机要来 柯德家族安静得太不正常了 此刻他的心中 下国就像是行驶在海上的大船 而他这个大副总感觉船底下一只潜伏的大王乌贼要闹事了 下国有能力去砍断他的几根触手 但跟他搏斗付出的代价绝对不会小 越是看不见的 隐藏在深海中的 越是让人感到不安和恐惧 而就在两人言语之间 突然陈安武的电话响了 是罗振打来的 陈安武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随即一把接通 两人一起听着罗振开口说话 脸上的神色同时大变 去杀老领导 林天雷惊得愣在原地失了神 陈安武人都吓傻了 拿着电话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乔恩秘书说 这会儿刺杀可能已经结束了 电话中罗振的声音再次传来 但林天雷根本已经来不及回答他了 抄起桌上的座机 直接连接了最高部总线 我是空天军大统帅林天雷 给我接红线安全局 快 一定要快 林天雷拿着电话 无比焦急地大声叫道 军方的专用光纤电缆 有林天雷的身份指令 通信员几乎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进行操作 几秒钟内就通到了红线地方安全局 喂 红线安全局 电话那端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我是林天雷 现在命令你全局所有警员出动 鹤枪实弹 给我去小山村 一等功臣之家叶弘远家里 路上凡是发现任何可疑人员 可以立刻抓捕 宁可错抓 不能放过 现在立刻给我出发 路上我会给你详细的指令 动作要快 一定要快 林天雷说完 对面的中年男人吓得一击灵 林天雷他可清楚得很 上个月就来他这里 借车去小山村呢 当时他真的受宠若惊 此刻听到命令 立马开口答应 随后即刻拉动警报 毫不犹豫地开始执行命令 与此同时 林天雷又立马拨通了 红线所属远水市军部的电话 调动你们当地所有军队 全面封锁红线所有出入口 逃出去一个凶手 我唯你是问 林天雷通过最高布兰线下令 差点没把军部领导给吓死 就开始行动起来 不过一分钟的时间 数千人就被调动了起来 大量的军车警车呼啸 急驰着前往红线 开始封锁所有大小主干道 红线安全局 郑派所的所有警员全体出动 全速向着那个不起眼的小山窜去 下达完命令的林天雷 心跳依然如肋骨 咚咚咚快速地跳个不停 这次 他真的心惊胆战 被这个消息吓麻了 叶红远何等人也 说的话就算是轩辕红武 都得听着点 他虽然现在是大统帅 但见面也得恭敬地叫老领导 老爷子说话 他更是一句都不敢反驳 只是自从十年前离开军部之后 老爷子就再也不问世事 更是跟叶北一样 不让军方派任何人保护 甚至都不让人打扰他 一心就要在小山村里 过清静的日子 这几年 军部多次提出过 在小山村附近建一个哨所 都被老爷子言辞拒绝 期间他还曾派人暗中保护 都被老爷子给敏锐地发现了 劈头盖脸地对着他 就是一顿骂 还把所有人都赶走了 自那以后 大家也只能任由他自己过了 好在这些年 从来没出过什么事 但万万没想到 乔恩这个畜生 居然会把主意 打到老爷子的身上去 真是他妈的丧心病狂 林天雷怒骂一句 急得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这老爷子真要是出了事 他跟叶北可怎么交代啊 叶北跟老爷子 两个人相依为命 要是老爷子死于非命 他不敢相信 这对叶北打击有多大 统帅 我现在立刻派人去红线看一趟吧 不管怎么样 一定把凶手抓到 陈安武看林天雷急得不行 连忙开口说道 不不不不 我亲自去红线 林天雷连连摇头 说着 就立马向着门外走去 你在这盯着 好好地拷问那个秘书 无论如何 一定要把乔恩这个畜生 给我抓住 走到门口 林天雷又回过头来 眼神凶恶地说道 老爷子要是出了事 天涯海角都要把他抓回来 我亲手活寡了他 说完 林天雷摔门出 飞速地离开了这里 在林天雷离开下安部的时刻 空天基地里 叶北已经组建好了科研团队 开始着手接下来未来蓝图计划的正式开展 最高部已经向各大部门发出了通告 鼎力合作 进行计划的开展 相关部门已经按照科研组预估的人员数据 开始在各大国家招聘网站发布通告 招募各类工匠人才 除此之外 各地也都相继开始张贴招聘告示 寻求各种各样的人才来为计划做贡献 随着计划开展 不少地方就已经开始有不少人才投递简历 各地的筛选出审查工作也都在夜以继日地开展 除此之外 建造航天战舰的材料和资源 也都源源不断地开始收购运送 所有国有工厂全部投入到生产工作之中 全国各地的科研者纷纷被调动 各大基地都停止了对当前军事产物的研究 而是全部调转方向到未来蓝图计划上 在总部科研组的计算分配下 图纸被拆封成相当多的小块 分发到各大基地和工厂之中 进行进一步的改善和制造 各种需要用到的硬件设施 也在从海外快速地下单进口 人员安置 临时住房的建设同样开始动了起来 国库的资金 在第一天就被调出来了5000亿之多 同时 更有一万亿资金被分配到了几大主要负责的基地之中 近千万人在这一天动了起来 其中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他们已经身处在了为下国打造国之重器的行列 从他们手中造出的每一个螺丝 都将构成这个震撼世界的庞然大物 在最高部强大的号召和支配力中 一场真正席卷整个下国的风暴 开始了 陆永平被任命为整个计划的总负责人 进行科研人员的全部统筹和安排工作 以及图纸和组装各方面的事宜 叶北依然是以总师的身份 同管整个未来蓝图计划 所有的一切他都有权干预 甚至有不需要向最高部申请 就处理紧急事件的特权 不过叶北这一次并没有劳心费神的亲力亲为 有资历深厚的陆永平作为总负责 江平等人作为辅助 他非常的放心 图纸已经特别清楚地交给他们了 制造的事情根本用不着他去操心 整个下国一旦运转起来 他非常的放心 接下来的一个月 他要专心去解析起点数据 搞定反重力系统 这是导弹系统最重要的动力核心 同时更是未来科技城市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当然 最重要的是 这是他用来赚取十六万亿的重要手段 所有的一切我都交代清楚了 院长全都交给你了 叶北将所有图纸方面需要注意的事项列号 对着陆永平说道 你尽管放心 包在我身上绝对没问题 陆永平神色兴奋地开口 自信地对叶北说道 听到这话叶北点点头 准备现在就去闭关开始忙自己的 你真能靠这东西赚十六万亿 陆永平先前听完叶北说用反重力系统赚钱 心中还是充满疑惑 忍不住开口问道 十六万亿 我只是说的比较保守的数字而已 叶北停下离开的脚步 笑着说道 帮我成立公司的事情 别忘了就行 肯定不会忘 这么多钱 我哪敢忘 陆永平连忙点头说道 你说的我全都会照办 OK 一个月后见 叶北洒然一笑 将背包拎起 转身离开了这里 所有的一切 他在心中已然有了计划 现在正在朝着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 他只希望不要出什么乱子 但走出没几步 叶北的心中就猛然地揪着一腾 像是有根刺突然扎了他的心脏一下 小北 叶洪远的声音喃喃出口 死亡的气息从他的心头漫到全身 他的脑海中没有丝毫的恐惧 只有尚未看到孙子明镇世界的遗憾 他多么希望有一天能看到叶北的名字 被人提起时满怀骄傲和自豪 多么希望有一天 世界听到这个名字都会忍不住地颤抖 还手长刀带起凛冽的风声 寒光闪烁中 在他的瞳孔中飞速地放大 你孙子不在这 要叫就当面去叫 牢里头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叶洪远的右侧 他的大刀上沾着鲜红的血迹 在挥手的刀劈在叶洪远身上前直直地挡了过来 左手一把推开叶洪远 右手大刀举起奋力格挡 收回的左臂也抵在刀后全力抵挡 这一击是这个年轻挥手的全力一批 他知道自己挡不住 但依然义无反顾地挡了上去 下一秒 两柄刀碰在了一起 响亮的金属撞击声在院子里响起 紧接着 牢里头的大刀就被直接劈开 强大的力量下一瞬 直接从他的左臂上狠狠地斩过 鲜红的血液在空中飞洒 牢里头的左臂被硬生生地从肩膀处斩断 拿命来尝 牢里头的双眼通红 在断臂的铜一瞬爆喝一声 右手的大刀横着轮圆了挥出 强大的惯性让那挥手根本来不及后撤 在他无比惊恐的眼神中 脖梗直直地撞在了牢里头全力挥来的大刀上 咔嚓 刀斩过骨头的声响在所有人的耳中响起 下一秒 头颅坠地 鲜血如泉涌般从那挥手无头的脖梗上喷出 杀 叶红远抱吼一声 手里的大刀直直地朝着面前的两个挥手砍去 他只是看了一眼牢里头 就毫不犹豫地再次冲了上去 杀 杀 老张头和老刘头连头都没回 也同样抱吼一声 趁着挥手一愣的机会猛烈地开始反击 此刻的他们如同再次出现在那残酷的战场上一样 看着队友伤亡 来不及救援 来不及悲伤 来不及想任何事 双眼中冒着火焰 继续挥刀斩去 无惧生死 奋勇而战 这一刻 像是重回到几十年前一样 他们年轻勇敢 在耗尽弹药后的冲锋号里 拔出大刀向着敌人怒吼冲去 每一张脸上都写满了英勇无畏 大刀砍下 刺刀戳出 鲜血在空中飞溅 死亡的号角声在风中呼啸 每一秒钟 身边都有队友倒下 鲜红的血液浸透这片声长出他们的土地 他们的眼中没有悲伤 只有愤怒 军官大佐的长刀斩下 冲锋号手的热血抛洒 号声戛然而止 但他们的脚步没有丝毫的停顿 无畏的冲锋仍在继续 他们的身后成千上万的队友 前赴后继 刀光之中 年轻的眼神 苍老的面容闪烁变换 昏黄的灯光下 他们在没有冲锋号的战场上 奋力杀举 响亮的歌声在他们的身后响起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老里头的声音嘶哑 却充满了无穷的力量 断臂的他头上青筋爆起 瞪大的双眼 挥舞着右手中的大刀 再次冲了上来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老张头跟着大声地唱了起来 手中的大刀 狠狠地砍向眼前的灰手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老刘头也跟着大声唱道 双手握刀 对着眼前的灰手猛砍三刀 眼中闪烁的光芒 让人震撼 四个人并排而站 像是当年的大刀队一样 迅猛无敌 对面的六个灰手 为这难以想象的精神力量所惊恐 他们执行过很多次任务 残杀过很多又年轻 身体又强健的人 可从来没有一天 遇见过像这群老头一样 无惧生死的存在 他们的眼中看不到半点的恐惧 反倒是燃烧着火焰 充满着震慑人心的杀意 在他们冲上来的一刻 一股扑面而来的杀气 几乎凝聚成了实质 灰手们手握还手刀 拼命抵抗 但看向他们时 却眼花般看到他们的背后 冲来无穷无尽的身影 他们同样身穿军装 但每一张面孔都年轻刚毅 他们没有名字 但目中迸发的火焰融合在一起 像是要将他们焚成灰烬 撤 有人急急地叫了一声 每一个挥手惊恐着双眼 快速地向后退去 叶红远四人身上 爆发出的强大气势 是他们平生未见的 尤其是老流头断臂而战 因为疼痛而略显猙獰的面目 更是让他们肝胆剧烈 来了就别走了 叶红远抱贺一声 脚下用力 直接跃起一刀 狠狠地劈下 那转身而逃的挥手 听到声音心中一震 回头间就看到大刀朝他劈来 啊 在极其短暂的惨叫声中 直接被劈开了脑袋 红色的鲜血 和这白色的脑浆 在拔刀的时刻 在空中飞溅开来 山本的孙子 跟他爷爷一样怂 老流头追上一个挥手 朗声笑着 无情的大刀 直接插进了挥手的心脏之中 顿时鲜血 顺着刀口喷事出 跟老里头刚才战斗 被老里头砍伤的挥手 自知跑不掉 转身出手反击 但却被老里头 再次砍伤一条腿 直接跪在院子中央 被老里头一刀砍掉了恐惧的头颅 叶红远他们 没有丝毫地迟疑 直直地追向剩下的三个挥手 三人听着声后接连响起的惨叫声 心中恐惧到了极致 开枪 打死他们 为首的挥手眼中 闪过一抹狠意 用重国语言说道 随后从腰间拔枪猛然转身 朝着身后的叶红远射去 但就在他转身抬手开枪的同一瞬 老流头的大刀像是提前预判一样 一刀就从他的臂弯上斩了下去 下一瞬 老张头的一刀接连至 从那挥手的脖子上洒然窃过 鲜血飘洒中 又一颗惊恐的头颅抛飞 剩下的两人同样抬手开枪 其中一人在抬枪的瞬间 就被叶红远瞬间两刀 断臂砍头 当场暴毙 去死 而剩下的一人却在怒吼中扣动了扳机 小山村外 刺耳的警笛声打破寂静的夜晚 数十辆警车 上百名警员全副武装 飞速地从车上冲下来 快快快 赶紧给我上 安全局局长刘勇大声地叫着 急促地冲着警员们喊道 所有人脚步迅速向着一等功臣之家跑去 突然 一声划破夜空的枪响 从那亮着昏黄灯光的院中传出 整座小山村的安宁 在这一刻彻底打破 无数个农家小院的灯亮起 人们向着那枪声传来的方向 匆匆赶去 刘勇被枪声惊得一击灵 他扭过头呆呆地望着那个 有着二层小楼的院子 槐树的枝叶在晚风中哗啦啦地摇曳 他来不及再叫喊 拼命地迈动步子向着那个小院跑去 恐慌的情绪在他的心中飞速地蔓延 那一瞬间 时间都像是变慢了一样 那近在咫尺的门 像是跟他隔了一个世纪一样的远 像是隔着生和死的距离一样 爹 在村里航道中奔跑的流掌根 眼中泪水飞洒 向着夜北家里狂奔而去 我说 你穿军装去干嘛 爹啊 他奋力地跑着 被黑夜下的路渠半倒在地 急急忙忙地爬起来 又迈开步子狂奔 在他的身后 村里的老少们都走了出来 他们的脚步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去 与此同时 一架改装版的AC352军用直升机 正在以每小时680公里的速度 向着小山村飞来 直升机上的林天雷 心神难宁 不停地祈祷着 平安无事 还有多远 一路上来 林天雷不知道问了多少遍这个问题 但飞行员还是冷静地开口回应 报告统帅 还有28分钟进入红线 再快点 再快点 林天雷看了一眼表 心中越发地焦躁不安 而就在他着急的时刻 红线安全局局长刘勇一步踏进了 挂着一等功臣牌匾的大门 像是厮杀结束后的战场一样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已经有些发黑的血液 踩着有些发沾 几步冲进院子中 他被眼前的一幕彻底惊待 院子里灯光昏黄 遍地的鲜血流淌 都要汇聚成一条小溪 残肢断臂和无手的尸体 七零八落地在院子之中 滚落的头颅 还睁着眼睛 惊恐地看着天空 挥手们死前挣扎的动作还定行着 地面上还手刀散落 死亡气息让人感觉到喘不过气来 刘勇被眼前的这一幕彻底吓傻了 他虽然是红线安全局的局长 但他从未见过这样残忍恐怖的现场 就像是刚刚结束的战场一样 所有控制这里的警员 都被这场景吓得面色惨白 几个女警员险些晕厥过去 有刚刚考上公职的大学生 直接呕吐起来 贪软地倒在地上 连大门都没迈进来 就被拖了出去 而在院子右侧的花园边上 一把大刀直直地插在墙上 穿着黑色衣服的挥手 被钉死在了上面 没有头颅的他直直地站着 锤下的手中 还握着一把黑洞洞的手枪 在他的旁边 牢里头一手杵着大刀 蹲坐在地上 随手扯下的布 已经将断臂的伤口 随意地包扎起来 失血让他的脸色无比地惨白 老张头和叶红远蹲在地上 将老刘头缓缓地靠在花园边上 他的腹部中了痰 鲜血缠缠地从中流出 没想到老了 也能杀这么多鬼子 老刘头一只手捂着胸口 一只手握着叶红远的手 笑着说道 他笑得有些吃力 别说话了 省点力气吧 叶红远一只手 拖着他脑后扶着他的头 一只手紧握着他的手说道 刚刚 挥手开枪的瞬间 老刘头毫不犹豫 就冲了上去 贴着挥手 一刀直接就捅进了他的胸膛 同时 也用自己的肉身 挡下了这颗射向叶红远的子弹 赶紧叫医生 看着刘勇进来 老张头立马开口吼道 刘勇从愣神中回过神来 看了一眼叶红远的等人 立马就大叫着冲了出去 十几秒后 十几个医护人员 就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老刘头已经失血的 有些快要昏迷 被立马抬上担架抬了出去 有人手里还捧着他的断臂 而老刘头 却伸手按住了医生 准备紧急止血的手 别浪费这些白紧的纱布了 老刘头侧过头 看了一眼老张头 随后又看向了叶红远 将军 我想走了 他的声音带着归家的惆怅 让人情绪瞬间低落 我最近老是梦见三娃子他们 几十年了 梦里总还是在三爪山上 三娃子想讨个老婆 说声的玩就叫长根 根长了 才能长成大树 才能长成人 老刘头说着 脸上再次涌现出笑容 握着叶红远的手更加用力 我真不想替你挡这一枪的 只是你还有没完成组织交给你的任务 长根已经成家立业了 我也没什么遗憾的了 可你得好好活着 看着咱孙子结婚 小北成家的时候 总不能孤零零的一个人嘛 老刘头说着说着 猛烈的咳嗽起来 吐出大口大口的黑血 将军 我先去下面跟兄弟们团聚了 能在走之前杀几个鬼子 我下去有的吹嘘了 多少都让他们羡慕羡慕 哈哈 嗨嗨嗨嗨 老刘头的声音渐渐的衰弱了下去 在最后的朗笑声中 更加猛烈的咳嗽起来 叶红远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两人的眼睛凝视着 没有煽情的眼泪 只是默默地看着老刘头 嘴角带着笑容 沉默了下来 他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事情了 他的眼泪早已经流干了 他看着老刘头 就像看着三娃子一样 医生来不及上担架 直接现场紧急地包扎着他的伤口 剪刀剪开的衣服里 镶嵌在皱纹里的刀疤和弹痕 布满着他身上的每一处 爹啊 刘长跟一个亮呛 从大门里冲了进来 跪倒在老刘头的眼前 别哭 老刘头挣扎着开口 看好小宝 平平安安 可嗨嗨 过日子 说完 他就彻底闭上了口 一双先前还明亮的双眼 开始变得浑浊起来 仰望着天边闪亮的星星 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院子里的槐树 在晚风中哗啦啦地响 老刘头的嘴角还带着淡淡的笑意 赶紧上担架 叫医院里立刻准备血缘 医生说着 旁边的医护人员 立马就将老刘头抬上了担架 飞快地冲出了院子 叶洪远跟老张头站起身来 看着他被抬走 心中说不上来的滋味 也不是悲伤 也不是痛苦 你爹为什么吐的是黑血 叶洪远拉起跪在地上的刘长根问道 上个月去医院体检他 就被诊出是肺癌 医生说 顶多再活两个月 刘长根擦着眼泪 对着叶洪远回答道 嗯 叶洪远拍了拍他的肩膀 转身一把 从墙上拔出那把大刀 说好 你爹 每天都会擦拭它 刘长根伸出双手 从叶洪远的手中接过大刀 卷起自己的衣服 擦拭着上面沾染的血迹 叶洪远缓步从院子里跟了出去 站在门口 看着几辆救护车 飞速地消失在村口 眼底有一丝的落寞 大量的警员将这一块地方围了起来 赶来的村民们 看着站在门前的叶洪远 他的身上 脸上布满着斑斑血迹 在晚风中屹立着 还是像一颗松柏一样的奸挺 笔直地注视着远方 安全局局长刘勇站在他旁边 一句话都不敢说 也不敢清理现场的一切 他的眼中除了震撼 就是深深的敬佩 面对凶残的专业挥手 他无法想象 这四个年迈的老爷子 是怎么战斗的 院子里那斩断的手臂 砍飞的头颅 泼洒满地的鲜血 即使断臂依然持刀作立的牢里头 重弹也没有恐惧的老牛头 他想象不到 这场战斗 是何等的惨烈 他想象不到 眼前这看似苍老的身躯里 到底藏着怎样澎湃的脸啊 十几分钟之后 天边传来轰隆隆的直升机声音 在村口的卖场降落 从飞机上跑下来 十几个下安部的调查专员 林天雷更是马不停蹄地 向着院子赶去 在飞机飞来的路上 红武直接下发的命令 这条命令事关老爷子 也是关未来蓝图计划 一路快步冲进村里的林天雷 看着站在门口的老爷子 紧张的心彻底松了下来 现场人员众多 警员封锁着这一大片区域 除了刘长根等几户人家之外 围观的民众都已经被遣散了回去 林天雷冲到叶洪远面前 看着他望着远处默不作声 也不敢开口打扰 跟了老爷子十几年 他知道此刻的老爷子 正在想一些事情 刘勇看着林天雷终于到来 急忙就迎了上去 林天雷一边听着刘勇汇报情况 一边迈不向着院子里走去 进入院子的一刻 他同样被眼前的场景惊到了 这惨烈的状况 让他心中有些骇然 你们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这样了 是的统帅 我刚问过老张头了 我刚跟您说的这些 全都是刚才发生的事情 刘勇立刻开口回答 心中的震惊 久久不能平息 说话的时候 都还在颤抖着声音 这真的超出了我的认知 薛元帝说的对 英雄未老啊 林天雷感叹一声 让身后下安部的专员 立刻着手调查 走出院门 看着老爷子 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林天雷也不敢去打扰 看着他一身洗得 有些发白的军装上 染满血迹 林天雷心中依然感到震撼 在场的人除了他之外 没有人了解他们的历史 叶洪远和三个老爷子 都是真正的盖世英雄 他们都曾是冲锋陷阵 为国而战的英雄 每个人的刀下 至少斩下过上百个敌手 这些没脑子的专业灰手 虽然年轻力壮 但对上这几位老爷子 绝对是最大的错误 光是他们那股常人男友的杀气 那股无与伦比的气势 就能压得灰手们喘不过气来 那些灰手死前惊恐的眼神 印证了这所有的一切 下安部的专员们 快速地调查好现场 立马就让人将这里清理掉 所有相关的线索 全部都被下安部的顶级专员们 即刻发送给了总部 进行调查 十几分钟的时间 院子里的所有尸体 全部都被带走 就连地上 墙上的血迹 也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除了墙上的那些刀痕 证明刚才的一切之外 此刻看去 院子里好像从未发生过任何事一样 老领导 收拾好了 灵天雷看着所有的一切 全都清理干净 这才上前轻声开口 叶红元转过头 看了他们一眼 直接向着院里走去 有什么事 明天再说吧 说着反手关上了门 几秒钟后院子里的灯光 也随之熄灭 防范周围 今晚全都守在这 灵天雷往门洞里一坐 对着刘勇说道 他生怕老爷子在出现什么事 所以就在门洞里坐着 一有事 立马就能应对 而这一夜 整个小山村无眠 第二天早上 老里头接上断壁住院的消息 和老流头的骨灰被送了回来 在门洞里过了一晚的灵天雷 心情沉重地接过 这位英雄的骨灰 在他亲手的安排下 给这位国之英雄举行了葬礼 长子刘长根 也遵照老爹生前的遗愿 让林天雷将老流头 葬在了灵源之中 让他跟那些 曾经浴血奋战的兄弟们 长眠在了一起 随后又掉拨了经费 抚恤了每个英雄之家 处理好所有的一切之后 林天雷这才推门 走进了夜北家里 院子里 还是一如往常的安静 阳光照进客厅里 撒在那些照片 和金闪闪的勋章上 老爷子还是端坐在红木椅子上 抽着烟锅 老领导 林天雷走进大厅 小心翼翼地开口交道 进来坐吧 夜红元好像是没事人一样 还是淡定地开口 已经送刘前辈走了 李前辈状况稳定 伤势也良好 林天雷没有坐下 而是站着开口汇报 嗯 夜红元微微点头 随后看着林天雷 雷子 有什么事就说吧 林天雷愣了一下 但没有多迟疑 从怀里掏出一张 航天战舰的图纸 双手呈了过去 这是夜北设计的航天战舰 要举全国之力来打造它 宣元帝希望能请您重回军部 下国现在到了特殊的时刻 需要您的支持 林天雷说完 无比紧张地看着老爷子 航天战舰 夜红远看着这个庞大威武的战舰 淡然地说道 看起来确实不一般 他并没有多么的惊讶 只是赞赏地点了点头 看到老爷子这反应 林天雷心中咯噔一下 连忙接着开口 老领导 这一次 我们真的是赌上国运 孤注一掷了 不管是宣元帝 还是整个最高部 都一心相信夜北 决心完成这个伟大的行动 我们都希望您能够 重新回来带领我们 帮下国一把 也帮小北一把 林天雷的声音诚挚 甚至带着恳求的语气 夜红远看着手中 纸上模拟出的战舰 沉思了片刻 点了点头 随后起身 去卧室收拾起了自己的东西 片刻之后 就拎着一个老实的皮箱 走了出来 林天雷连忙上前接住 去外面等我吧 夜红远说完 转身抓起桌上的檀香 缓缓地点燃 看着墙上的照片 插进了香炉之中 我去驻小北一臂之力 过年再来看你们 说完 走出大厅 锁上大门 坐上林天雷的直升机 离开了十年 未曾离开的小山村 夜红远启程的消息 很快传到京都 轩缓红武 带着最高部的人员 直接赶来机场迎接 未来蓝图计划调动的人员数 已千万计 想要在十个月内 妥善地搞定 也只有夜红远 能够担当调动人员的重任 想当年他手下雄兵无数 回首之间所向披靡 这位曾经的开国战将 三军统帅再次回来了 来统一他新的战士们了 而且 除了整个计划人员的调牌 航天战舰掌舵的将领们 同样需要夜红远来选择 这么多年来 带领下国走向强盛的人 基本上都曾是他的部下 林天雷就是其中的代表 他的双眼 从来没有看错过一个人 只有曾经统一过三军将领的他 才最清楚 什么人能够踏上航天战舰 忠心地为下国而战 所有人都在机场等待着他的来临 想着这位多年 未见的老前辈 薛云洪武的心中 都感到了一丝的紧张 与此同时 在实验室里熬战一夜的叶北 终于解析出起点数据的一个关键信息 关乎未来大际的反重力技术 彻底被他掌握了 坐在电脑前 叶北的目光盯着屏幕上 已经实验成功的虚拟模型 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总算是找到他的规则了 叶北心情在此刻略微感到有些激动 起点数据的解析 叶北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研究了 之前的不少科研产物 都是从中解析出的结果 现在他已经成功解析到了3% 反重力技术 总算是被他彻底地掌握了 从昨天晚上过来 他接着之前的研究 利用下国的超级计算机 成功完成了最后的测验 失败总是让人进步 叶北吐出一口浊气 将东西全部都保存了起来 这一切并非那么地顺利 在成功之前 他失败了一次又一次 不过科学就是这样 在某个灵感爆发的瞬间 就一点集通了 反重力技术 未来科学家中 列出的人类八大挑战中的一项 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相对论之中 迄今为止 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重力技术 很多所谓的反重力技术 依然都是在利用巨大的推力来实现的 而叶北今天破解出的 却是真正的反重力技术 它能够直接从重力场中获取能量 实现无推进剂驱动的技术 通过结构学来使人类制造的工具 达成真正的反重力 这个技术的专业解释相当复杂 简单来说 就是利用蓝星的重力转换 获得内能 然后再通过轴扭矩 成功生成电能 可以不需要任何的燃料和磁场 来实现让物质悬浮在空中的超强技术 这种跨世代的技术 拥有着改变整个世界的能力 现在 它被叶北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这项技术是近地轨道导弹系统的核心技术 有了它才能够造出廉价的导弹 去对抗星链 同时 这也是庞大的航天战舰 走向太空的辅助工具 利用反重力 还有可控和巨变 这两种强大动力的支撑下 那艘6500万吨的钢铁巨兽 就能够灵活地 在所有行星上随意地降落和升空 未来开着战舰登陆火星 都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叶总师 吃饭了 专门派遣来服侍叶北的女孩 在外面叫道 红烧牛肉 闻起来很香啊 叶北听着外面的声音 放下鼠标 笑着走了出去 只要搞定了反重力技术 它就轻松了很多 接下来 它只需要在这两天内 将第一台反重力汽车设计出来 剩下的大半个月时间 就设计导弹发射系统 还有科幻之都的建设蓝图 这一个月忙完 所有的一切设计工作 就将全部完成 接下来只需要实干就行了 我从早上就开始炖了 绝对入味 女孩看着叶北 品尝自己精心做出来的食物 脸上满是开心的笑容 真棒 做得很好吃 叶北一边吃 一边竖着大拇指夸赞 还有更好吃的呢 女孩听着叶北的夸赞 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急急忙忙地又跑了出去 为叶总师服务 是他这些天来一想起 就感到荣幸激动的事 在叶北埋头干饭的时候 叶洪远在林天雷的看护下 终于抵达了京都 早就等候在这里的轩辕洪武 和一众高层 急忙就迎接了上去 老将军 行了行了 都免了吧 老爷子拄着拐杖 从飞机上走下 白白手打断了 轩辕洪武他们的礼节 多少年没来京都了 比以前阔气多了 老爷子扫视着周围的一切 点点头称赞道 这些年 洪武没敢忘记您的教会 一直都在努力建设新的下国 向来威严的轩辕洪武 此刻面对老爷子 就像是一个谦卑的学生一样 没有半点的架子 仔细看看了他的样子 老爷子也满意地点了点头 二十年前 薛元洪武还真只是自己 军事战略课上的一个学生而已 这些年成为了至高者 倒也没忘了自己的曾经 也并没有说手握权力 就目无尊长 这种新兴 老爷子很赞赏 比以前老了很多 看得出来 你这些年操劳了 老爷子笑着开口 自顾自地向前迈步走去 虽然这里已经改变了很多 但在这里生活过数十年的他 依然无比的熟悉 小二两的店还开着 我叫人背上了 你以前常爱吃的菜 薛元洪武走在老爷子旁边 笑着说道 能够请老爷子再回军部 他是相当的高兴 有他在 计划的开展会顺利很多 老爷子听着他的话 脑海中想起了些什么 脸上的笑意更浓 但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算了 以后再去 说完 一扭头 直接自己坐上了车 去最高军部 走马上任 要先干正事 将车椅后背上的一打资料 直接摊开来 老爷子神色秒变严肃 车门合上 司机油门一踩 直接就向着最高军部驶去 薛元洪武和林天雷对视一眼 苦笑一声 也立马坐上车 紧跟了上去 爷孙俩都是一个秉性 不忙完正事 那是坚决不会休息的 叶北能这样 少不了老爷子的习惯影响啊 晚上七点 叶北将反重力技术 成功掌握的消息 告诉陆永平后 当晚的下国晚间新闻 足足八分钟的时间 专门用来报道 下国掌握反重力技术 以及研发者叶夏成立原力科技公司 将于下周发布 全球首辆反重力汽车的新闻消息 按照叶北的指令 下国毫不犹豫的鼎力造势 让这非比寻常的新闻 在当晚就出现在了 全球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下国晚报 原力科技公司将于七天后 发布全球首款反重力汽车 将在环球网进行全球测试 冰雪时报 少年天才叶夏 居然再度掌握高端科技 反重力技术将为下国打开新时代的大门 新条日报 下国科学家掌握超前的反重力技术 或许又是标题炒作 民众应擦亮眼睛心存质疑 全球汽车报 反重力汽车 颠覆时代概念的产物 原力科技公司的空头炒作 蓝雪晚报 几乎在一夜间 反重力汽车的新闻就席卷整个世界 这个消息一出 全世界都为之震惊 一夜之间 消息传遍世界 下国网络 为这个新鲜反重力汽车而沸腾 啊 是我穿越了 还是世界进步太快了 反重力技术变成现实了 卧槽 又是那个天才夜夏 真没想到 他这么快 又掌握新科技了 牛逼牛逼 夜夏真的超帅 这是要开始汽车新时代啊 一周后全球公测 现在就上环球网预约一手 不少从来不看下国晚间新闻的网友 也在得知消息后 跑去看了一遍新闻重播 所有人都被这个消息震惊的头皮发麻 但这些新闻在国外出现后 却是另外的一番景象 反重力技术 夏国最近这是科技上头了 怎么什么鬼话都说 笑死我了 他们真要是有这技术 绝对比这个夸张 吹牛逼 未来科技 他们现在怎么可能拥有 真的是胡说八道 新闻媒体肯定是为了给这个公司炒作 无数的外国网友 根本不相信 夏国拥有了这种超前技术 那些奔驰 宝马 法拉利等众多龙头车企 在看到这条新闻后 全都笑疯了 不少大车企 直接在官号下面发帖子嘲讽 原力科技公司 才注册一天的公司 居然敢说这种话 反重力汽车 哈哈 本年度汽车行业最大的笑话 夏国车企虽然很垃圾 但搞这种无脑的炒作 真的让全世界都耻笑 还一周后进行全球公测 真的炒作无下限啊 夏国车企 也在用娱乐圈的玩法吗 该不会又是什么动力悬浮汽车吧 那种老古董 可千万别拿出来 让世界笑话了 一周后 法拉利新款跑车发布 倒是很想和夏国的反重力汽车比比啊 哈哈 无数的嘲讽和耻笑在网络上充斥着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大车企 相信这个消息 就算是夏国的车企 都觉得有点耸人听闻 无数人都开始期待一周后的全球公测 等着看原力科技公司给夏国丢脸 在这期待之中 一周的时间飞逝而过 实验室里 夜北正在设计着 禁地轨道导弹的发射低机装置 超级星链计划 总计发射卫星四万颗 所以 想要打开属于我们的缺口 破坏新条国的垄断 那至少 也需要上万枚的导弹 并且 在计划开启后 最高部立马就跟熊国进行交涉 在得知夏国要构建 禁地轨道导弹系统之后 普尔斯直接秘密来 夏国京都访问了一趟 跟薛元洪武达成了一致的共识 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新条国的超级星链计划得逞 同时向夏国提供 一万亿的合作资金共同构建这个系统 在双方的协调下 最终决定在冰雪基地 熊夏两国边境 以及夏国内陆建设三处导弹系统 这样 就可以从北极到赤道 超大面积内 瓦解超级星链带来的威胁 对于两国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 有了熊国的联合 轨道导弹系统的建设速度 变得更快了 等这个发射系统装置搞定 就可以彻底开始 进行全面的安装 要不要多久 一个庞大的导弹群组就会建立出来 专门用来对付空中的星链 对他们进行暂时的遏制 而就在叶北操控着 计算机模拟设计运行的时候 原力科技公司的总经理陆浩云 出现在了叶北的实验室中 叶总师 第一台反重力汽车造好了 听着身后的声音 叶北点点头不紧不慢地 操作完这一阶段的测试 随后 这才转身看向了对方 陆浩云是陆永平的孙子 已经28岁 但他并没有跟他爷爷一样搞科研 而是一头钻入了金融之中 这些年取得成就同样非凡 为下国建设起了好几个大型国有企业 叶北建公司的时候 陆浩云抢着要来做管理 还被陆永平骂了一顿 但最终权衡之下 还是让他帮叶北打理公司 毕竟他经验丰富 同时理财能力和运营头脑都不一般 你应该叫我董事长 叶北脱下自己的白大褂 看着陆浩云笑道 在公司里 我可不是科学家 得嘞 叶董事长 陆浩云洒然一笑 立马改口 去看看吧 全都按照你的图纸设计出来的 一定保你满意 陆浩云说着 还公身给叶北做出一个请的动作 行了行了 给你点阳光 你就灿烂 叶北竟直朝着门外走去 去看车了 好嘞董事长 陆浩云依然灿烂地答应一声 随后跟着叶北就走了出去 基地中的一个车间中 几个组装工人 正在进行最后的检修工作 等叶北走进去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工作彻底结束 一辆崭新的车子 就停在他眼前的地上停着 车子的外形 不能说炫酷好看 而是矮小丑陋 他的样子跟豪车名车 未来科技根本不沾边 反倒是跟奇瑞QQ的孪生兄弟一样 纯粹一个史克浪造型 陆浩云看着这个车子 心中有些质疑 这位天才科学家董事长的审美 明明设计出的六代基帅到爆炸 但设计出同样跨世代的车子 怎么就丑到爆炸呢 只能归结于当了老板的人 审美都直线下滑 而在车子的旁边 一个梳着三七中分发型 体型略微有点胖的男人 跃跃欲试 这就是你挑的驾驶员 叶北看完车子 看向旁边的微胖男人 对着陆浩云疑惑道 还不等陆浩云开口 男人一摸头发 拍着车顶 就已经一脸自信地开口了 我在巴音布鲁克 连过1462个弯道 是最专业的车手 这个车虽然不是很耐看 但交给我 一定可以飞驰起来 他说着 看着叶北一挑眉 嘴角露出一丝自信的笑意 可以开快车吗 叶北侧眼看着这个 有些不着调的男人问道 这话落下 男人的表情 瞬间就认真了起来 五年来 终于有人肯跟我说 你可以开快车了 虽然 你设计的车很丑 但今天 我会让他华丽地登场 叶北看着这个无厘头 又看了看陆浩云 最后看了看时间 有些无奈地说道 准备开直播吧 寄来之子安之吧 毕竟重点不在车手 在车子 环球网 原力科技公司官方账号 从上次发布完新闻之后 到今天短短六天的时间 就已经积累了 足足三千万粉丝 比摇摇摇摇的 两千万粉丝还要多 但这其中绝大部分人 都是来看笑话的 原力科技公司说 要在今天进行公开测试 全球首台反重力汽车 所以 账号下面 一早就已经活跃着 大量的网友 在网友发布的讨论帖中 充满了各种嘲讽 何耻笑声 最多的就是新条国网名 上一次在六代机上 被下国的网友 狠狠地打脸 心中一直都憋着气 这次看到这么离谱的 反重力汽车 自然再次涌了过来 根本不放过丝毫的机会 嘴下更是毫不留情 今天不是要全球公策吗 车呢 车呢 看看这次原力公司 怎么收场 哈哈 牛逼吹大了 下国那些炒作的人 是不要脸的 看笑话就好了 怎么还不拿车出来 该不会什么都没有吧 下国垃圾 下国的科技 永远是垃圾 我们的超级新链调 垂你们所有的一切 在这些骂声之中 原力科技公司官方账号下 突然开启了直播间 直播间一开启 上百万人就涌入了其中 同时 更多的人在陆陆续续地加入 开启直播的消息 很快就被传了出去 引得更多人前来观看 闲着没事的各大车企 也都跑来凑热闹了 直播间里 陆浩云正在如同发布会一样 朗声讲解着车子 在他的旁边 那辆史克浪模样的反重力汽车 安静地停着 背后是一条笔直的公路 这是通往基地的一段公路 已经被封闭了起来 专门用来给今天进行直播使用 虽然反重力汽车 根本用不到公路 但毕竟大家现有的观念中 车子要是不出现在公路上 属实很奇怪 这就是下国的反重力汽车 哈哈 我真的要被笑死了 宝马车企最先开口 毫不遮掩地吃笑道 紧接着 其他各大国外车企 纷纷在弹幕中发言起来 我还以为会是什么 未来科技的造型 没想到 居然是史克狼车型 下国的科技力量看来很有限 要不然也不会做 这么紧凑的车型 还是要多加努力啊 要不你们去看看 我们的发布会 今晚连夜抄一个造型出来 哈哈 下国的审美设计 这么垃圾吗 这也太丑了吧 搞这么个东西是来玩的吧 加两个动力泵 似乎随便就能飞起来吧 下国的炒作真的有一手 所谓黑红也是红 真的让人大开眼界啊 各大车企疯狂地吃笑着 光是看见这个丑陋的车型 就已经给他定了死刑 但陆浩云看着直播间里的弹幕 却丝毫不以为然 依然非常专业地解说着 将车子的性能能力 全部都说得一清二楚 片刻之后 夜北看着直播间的人数 已经突破四千多万 各大车企也基本都纷纷现身 甚至一些国家的科研者 都出现在了直播间中 他站在摄像机后面点了点头 示意可以开始进行 反重力汽车的测试了 一直在车旁等候的男人 身穿外卖员一般的赛车手服 点点头心领神会 撩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洒然地笑道 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秋明山车神 说吧这才拉开车门 坐进了这辆没有车轮的车子之中 拉上安全带 他冲着一脸担忧的夜北 挑了下眉毛 随后 按下指纹车钥匙 车子前的灯光一闪 瞬间就从地面上微微地悬浮了起来 一秒之内 就离地十厘米的距离 无比平稳地停着 这场景 已经让不少人为之惊叹了 但下一秒 车手拉动操纵感 车子就垂直向着上空飞去 相当平稳的行动 看起来就像是有吊机 在吊着它向上一样 摄像头照射在车子的底部 光滑一片 没有丝毫地喷射装置 这一幕让直播间里耻笑的车企们 纷纷闭上了嘴 一个个神色认真地看了起来 反重力汽车 一路升空到四米高的距离 随后 尾部喷射出浅浅的火焰 刷的一下就从原地弹射般飞了出去 1.5秒百公里起步 采用最新的燃料空气压缩动力喷射技术 可以在三秒内达到2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陆浩云看着车子飞出 在直播间里开口说道 这就是反重力技术的优势 能够在空中保持平稳的滑行 只需要很少的推力 就能够四处移动 还可以横向移动 他说着 天空中的车子就开始了各种相当华丽的操作 样貌丑陋的矢刻浪车子在空中转着圈 像是战斗机一样来回盘旋 夜北看的都感觉有点精彩 他没想到 这个不着调的男人 车技居然真的不赖 超快的速度在空中飞速移动 刹车起来也是相当的迅速 各种能力的展现 让直播间在这一刻沸腾了起来 卧槽 下国牛逼 这居然是真的 哈哈 这些傻逼养鬼 傻眼了吧 不好意思 这次原力科技公司真的赢马了 颠覆汽车行业的新科技 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弹幕彻底被下国网友占据 刚才叽叽歪歪的那些新条国网民 早已闭上了嘴巴 他们被这恐怖的科技给惊到了 不少人甚至生出 想要拥有一辆的想法 各大车企更是感到头皮发麻 一股恐慌的感觉在 他们的心头飞速蔓延起来 在直播间里 一直看着的各国科研者人都傻了 新条国科研所里 端着平板电脑的伯纳德 瞪着眼睛 满眼的不可思议 反重力技术 他们真的掌握了 伯纳德惊恐地开口 这个腋下是魔鬼吗 他为什么会知道的这么多 说着便拿起电话 给新条国最高部打去了电话 这又是一个不亚于 可控核巨变的震惊消息 与此同时 各大车企的领导都慌了 立马召集所有高层领导 要召开紧急会议 把所有的股东和董事全都叫来 这次是关企业的存亡 每一个国外车企 CEO都在公司里 不停地打着电话 激动的声音在几十层高楼的落地窗中回响 在所有人都为之震惊的时刻 反重力汽车的测试彻底结束 陆浩云没有丝毫迟疑 继续开口发言 感谢大家参与本次原理科技公司 推出的全球首台反重力汽车全球公测 本公司将在本月内 限量发售100辆同类反重力汽车 仅限下国内地公民购买 每台反重力汽车售价1亿下元 提前预约 先到先得 限量发售 售完即止 当然 为了面向大众 我们会在下个月后 发售新一批价值300万下元的清明车型 这款清明车型力在打通全球市场 让蓝星每个人都有开上反重力汽车的机会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本次公司直播到此结束 陆浩云面带笑容朗生说道 叶北教他的每一句话 他都背得一清二楚 此刻当这6000多万观众说出来 同样清晰无比 他的话音落下 直播间就被掐断了 但 整个世界却因此掀起了滔天骇浪 原理科技公司将于本月发售限量100台反重力汽车的消息 瞬间在全球炸开 定价1亿元1台的车子 看似很贵 但跟国外那些大车企限量版的超跑豪车相比 这个价格已经很少了 毕竟这可是全新的技术 跨时代的未来产物 根本不是燃油车能够相提并论的 限定下国公民才能购买的消息 让无数国外富豪黯然神伤 一亿下缘在他们眼中根本不算什么大钱 但是 看着这么好的东西 却拿着前望而心叹的感觉 让他们很是烦恼 不过只是烦恼而已 各大车企已经恐慌到了极致 这一次原理科技公司不仅要发售限量款车子 而且马上就要在下个月 推出面向全球的反重力汽车 直接打通全球市场 这种燃油汽车跟新能源汽车 完全无法比拟的新型汽车 绝对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吃掉大量的市场 只剩下那些下沉的市场 因为300万下原定价太高的原因而无法消化 但他们可以预想得到 要不太久 这些市场也必将被原理科技公司吃掉 他们这些没有新技术的老式车企 将会彻底落寞 这是他们所无法接受 每个车企的高层 全都在这一天齐聚公司召开紧急会议 联合全球车企 以反垄断的名义 对原理科技公司进行抵制打压 法拉利董事会中有人愤怒地开口提议 原理科技公司这么做 就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跟他死磕到底 要么出售技术 要么就不能让他进军全球市场 不少股东都跟着开口声援这个想法 但他们这些投资商 根本不懂汽车行业真正的内在 为首的CEO听到这话 毫不犹豫地摇头 这一次明显就是下国在背后撑腰 这么强大的技术绝对是国有的 我们去抵制一整个下国 这是不可能的 我的提议很简单 即刻让住下企业经理去跟原理科技公司进行交涉 想办法 看能不能跟他们购买技术或者专利使用权 要么就是合作投资 先保证我们的车企能够活下来 他的话语非常的急躁 但是里面的道理丝毫不差 众人听着这话 纷纷点头 刚才反对的几人也都觉得这个提议相当可行 不只是法拉利车企这么想 其他各大车企也都是这个想法 在两个小时的短暂会议之后 各大车企都立马派人前往了原理科技公司 每个企业经理的脸上都带着惶恐 火急火燎地想要抢先一步走进原理科技公司之中 而在这些车企后面 各大国才是最震惊的 前几天 夜下刚刚发表了一篇关于可控核聚变能量转换的论文 这就已经掀开新时代能源的篇章了 但这才过了没多久 反重力技术就又被他提了出来 甚至反重力汽车都已经发售了 这种科技进步的速度让所有国都为之振战 你们能够确定那是真的反重力技术吗 新条国最高部里 普川看着视频中反重力汽车的测试过程 有点头皮发麻 在他的面前 新条国现今最顶尖的科学家伯纳德 毫不犹豫地点头 在没有得到车子进行研究之前 无法确定 但是这样的技术 绝对比现代任何的违反重力技术都要高超太多 几乎跟真正的反重力技术概念相差无二 伯纳德很是严谨地开口说道 这项技术如果让下国独占 他们的发展速度必将会再次加快 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 普川听着这话连连点头 随后毫不犹豫地对着旁边的统帅下令 军机处立马把下国的那些爪牙掉出来 想办法搞一台过来 需要的资金从国库直接掉拨 无论如何 他都不能让下国独占这种技术 一亿下元虽然确实感到贵 但这么良好的技术弄到了绝对血转 他的命令很快就传达到了下国 一些为新条国效命 潜藏折服在下国的汉奸富豪们站了出来 纷纷开始动用各种关系 去抢购限量发行的这一百台反重力汽车 就在世界都为这件事火热的时刻 新条国 福尔西斯克州 那藏在半山腰里的巨大城堡中 白着头发 面容苍老的莱彻斯特点科德 正靠在椅子上 跟眼前穿着军装的中年男人说话 作为现任科德家族的家主 他已经到了垂暮之年 在他的身后 一个年轻俊朗的男子 副手而立 静静地听着两人讲话 偌大的书房中 只有他们三人 坐在莱彻斯特对面的中年男人军装间 张上的五颗星星 代表了他傲人的地位 科尔斯将军 下国最近似乎又有新的大动作 各地都在抽调工匠和专业人员 而且资质审查相当严格 你们应该多警惕一点 免得下国又搞出什么惊人的东西来 莱彻斯特声音有些沙哑 缓缓地开口说道 让家主操心了 不过料想 下国也整不出什么厉害的东西来 四个多月后 超级星链就会彻底搭建完成 天机卫星武器群和太空防河打击系统 会让世界所有的毁灭性杀伤武器失效 到时候 雄国和下国就再也没有蹦大的机会了 我们足以牢牢掌控整个世界 再也没人能跳出来反对了 科尔斯一脸的淡然 笑着开口 听到这话 莱彻斯特点了点头 看着家族苍老的样子 科尔斯接着开口 这次我来打扰家主 也是因为下国最近反常的举动 超级星链计划成功在即 最高不很谨慎 不希望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任何的差错 所以 希望家主能够尽快完成资金撤离工作 最好能在下个月就实施计划 让下国彻底陷入危机之中 这样一来 不管他们在做什么 也都将被迫停止 星链计划就能够稳妥地完成了 莱彻斯特依然很是平静地点点头 但是眼中却再次出现因一般冷烈的目光 不拘三十年了 这次下国无论如何都躲不过去 你们尽管放心吧 三十天后 家族会实施计划 一定让下国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 科尔斯一脸的满意 想到一个月后的场景 他的心中就感到兴奋 这一次 必将让下国彻底地陷入风暴之中 不管他们有什么洪荒之力 都会元气大伤 而超级星链会紧随其后 彻底将下国从此踩在脚下 甚至让他们重回比晚清还要落魄的时代 家主安心休养 我走了 科尔斯站起身来行了个礼 转身向着书房外走去 在走到门口的时候 突然停下脚步 又看了过来 还有一件小事 要询问下家主 那个叫乔恩的人 现在躲在联邦军基础 怎么处理 我会让人去接他的 他是个有用的妻子 莱彻斯特神色平静 说完便闭目养神起来 两周后 实验室里的叶北 正在构建着科幻之都的设计图 在他的面前 一个巨大的高科技全息投影桌上 宛如科幻世界般的大都市闪耀其中 高楼大厦的外部 全部变了样 整体的构造比赛 博朋克中的城市 还要充满科幻感 叶北正摸着下巴 研究着需要改动的地方 想要将一座城市 打造成充满未来科技感的大都市 是相当庞大的工程量 叶北要在各方面做权衡 以保证计划的可行性 为此叶北下了不少功夫 将很多影视作品中的科幻场景 都融合模拟了出来 其中最经典的鸟巢 就被改造成了高空全息投影 现场只能坐几十万人 但是在那刚架鸟巢的上空 赛道上所有的一切 都会被全息投影出来 站在外面 也能够看到里面精彩刺激的表演 而众多高楼上 叶北则设计出来空中电梯 在各大高楼之间建设空中电梯 这种大胆的设计 能够大大缩减城市中的交通压力 提高城市人群的工作效率 这一设计利用的就是反重力技术 除了这些 还有更多好玩的东西 都被叶北搞了进去 至于禁地轨道导弹系统的设计 已经在两天前被全部完成 所有的一切 都早已经交给军方进行实施了 这个高度保密的行动 是下国和雄国最严密的军队 进行建设的 而就在叶北这边忙碌的时候 一辆反重力汽车 通过重重关卡 从海关运了出去 远洋前往了大洋彼岸的星条国 真没想到星条国这么舍得花钱 为了一辆反重力汽车 不仅花了这一亿元 运出海关的时候 给那些贪腐的家伙 更是花了两亿多 才被弄了出去 陆浩云拿着官方 一路调查过来的报告 对着叶北说道 一万亿是也是一毛一毛凑起来的 一辆车赚几亿 蚊子再小 也是肉啊 叶北一边忙碌着科幻之多的设计 一边对陆浩云说道 所有的一切 全都是他一手安排好的 事情的发展 也在分毫不差地 朝着他预想的思路前进 新款的生产多少了 要加快速度 争取下个月生产出十万辆来 叶北喝了口陆浩云到来的茶 开口问道 董事长放心 十万辆绝对不是问题 陆浩云一脸自信地拍着胸脯说道 与此同时 新条国最高科研所中 叶北设计出的反重力汽车 赫然呈现在伯纳德等人的眼前 现场众多的科研专家 正在对车子进行拆卸工作 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辆反重力汽车 就被拆解成了小块 而最重要的电子芯片和反重力底盘 出现在了他们的眼中 伯纳德没有迟疑 立马就带人开始进行研究 半天时间之后 伯纳德就将整个反动力汽车的核心奥秘 彻底解开了 这个装置虽然很高明 但并不是真正的反动力技术 伯纳德手中拿着一块巴掌大小的绿色芯片 笑着开口 夏国人还真是够聪明的 用这种违反动力做噱头 一辆车买一个亿 真是血赚的买卖 违反动力技术 普川看着伯纳德 有些疑惑地问道 伯纳德点点头 再次开口 更加详细地解释给他听 对 全靠底层的新型气动技术来实现悬浮 整个车子的各方面操控 全靠这个电子芯片 要是没有芯片 这就是一堆沸铜烂铁 造价顶多价值三十万美金 却卖一千七百万美金一辆 夏国现在是越来越没底线了 不过这个芯片还真是厉害东西 这么小就能够实现对新型气动底盘的全方位操控 这个 还真是我做不到的 不过 倒是感谢夏国送给我们这份大礼 伯纳德说着 看着手中的芯片 眼中放光 随后 转头对着普川自信地开口 给我三天时间 我来造出属于新条国的反中力汽车 让夏国开辟全球市场的计划 归我们所有 听到这话 普川的脸上充满了笑容 没有人比我更懂夏国 哈哈 你现在就开始研究吧 说着 普川就转身离开了科研所 破解了这一切 他的心也彻底地放了下来 而且 同样是商人出身的他 将别人手中的市场占为己有 他很高兴 这一次 夏国的计划要泡汤了 在夜北忙碌于科幻之都设计中的时刻 新条国科研所中 伯纳德也在打造复刻版的反中力汽车 这个不长眼的腋下 当着所有人的面驳斥了他的邀请 这一次 他要让夜夏书的一败涂地 伯纳德的心中 始终还记着 夜北当初在小山村的院子里 对他开口的场景 说完之后 那直接无视他的眼神 让他耿耿于怀 一个名不见经传 从未有过高精尖科研产物的新人 仗着自己的那点天才天赋 这样桀骜不驯 伯纳德从回来之后 就已经将他纳入了黑名单之中 师承星调国科研之父的他 绝不允许任何人 在科研界超过他的地位 哪怕一星半点 虽然夜北比他要小二十多岁 但依然属于他的敌人 这些年 各大老牌太斗死的死 退得退 老一辈科研界人物沉寂之后 他凭借顶尖的科研能力 站在了当今世界科研界的金字塔顶 只有雄国的亚伯拉罕 意志国的梅瑞他们 才能够站在他的下一阶梯 在他的心中 蓝星未来的科研界的巅峰 应该属于他 夜下这种横空出世的天才 就应该败在他的脚下 仰望他 在夜以继日的研究中 三天时间 眨眼过 星调国科研所的一个车间中 一辆带着科幻气息的跑车 出现在了所有人面前 现在 昭告世界 星调国自主研发的反重力汽车 进行公测 伯纳德看着自己的产物 心中暗笑一声 夜下 看你这次还能不能得意的起来 星调国公测反重力汽车的消息 已经发出直接引爆全球 这才多久的时间 下国的首批反重力汽车 才刚开始销售 星调国就已经紧随气候 推出了全新的反重力汽车 这紧随气候的速度 引来全世界的围观 上一次空天上的竞争 还历历在目 所有人都不想错过 这次的反动力汽车之争 环球网上 星调国的账号 下面已经挤满了人 没有经过什么预热阶段 只是短短几个小时时间 就已经有了超过八千万的网友围观 其中不乏各国科研者 对于星调国的反重力汽车 他们也是相当的期待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伯纳德开启了直播间 全球直播进行公测 为了跟下国进行对比 他们连拍摄的角度都几乎一样 在伯纳德身后 一辆魅影黑 跑车造型的反重力汽车停靠着 光是车身一眼看去 就充满了科幻感和高级感 跟原力科技公司推出的那款丑陋造型的汽车 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伯纳德简单介绍了一下车子的状况 随后直接开启实测 随着这辆酷炫的跑车升空 所有人再次被震撼了 星调国的反重力汽车性能 丝毫不输给下国原力科技公司的新车 而且这个造型更是吊锤对方 但想到星调国的豪车一般都价格不菲 大家都只是望而心探 但伯纳德接下来的话 却彻底让直播间沸腾了起来 它的神色相当自然 伸出一根手指对着直播间朗生开口 下国的反重力汽车 一辆售价一亿下元 可以说是天价的存在 汽车是我们生活中的工具 星调国最新款的反重力汽车 每台售价只要一百万下元 比下国低一百倍的价格 才是真正要让全世界所有人 都有开上新时代汽车的机会 即日起全球发售 欢迎全世界各大车企前来合作 它的话音落下 直播间在一瞬间就炸裂开来 售价一百万下元 我没有听错吧 卧槽 这个有点恐怖啊 星调国这简直就是搞刺杀啊 跟原理科技公司一比 这个价格简直便宜到无敌了 下国的反重力汽车 丑得要死 我要买就买星调国的 就是就是 下国人不懂审美设计 看看星调国的车子 造型太帅了 希望车企赶紧下单 我要第一批开上反重力汽车 星调国牛逼 吊锤下国的丑陋反重力汽车 而在直播间之外 全球各大车企已经疯狂了 他们前几天去下国 想要跟原理科技公司合作 但是却被全部拒绝 陆浩云根本连见都不见他们 丝毫不跟他们合作 回去之后 所有车企都恐慌到了极致 这几天正在想办法呢 现在 星调国居然直接开始发售 新型反动力汽车 而且还欢迎全球车企去合作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好事啊 星调国的这一举动 对他们而言 宛如救命的福星 一时间 大量恐慌了好几天的车企领导 纷纷飞往星调国 亲自检验了车子 随后即刻跟星调国 进行大额的订单签订 仅仅几天时间 星调国对外宣布 就已经签订了全球的600多家车企 总共订单金额高达22万亿 这些订单中的条件 除了接下来大量销售车子的供应 还有以后新款车型发布之后 都能够优先共享技术 面对如此赚钱的买卖 星调国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 全部都吃掉了 紧接着 星调国的各大车企 纷纷开始紧急地制造起了 反重力汽车 每天至少有上万辆反重力汽车 从星调国远消全球 在这种状态之下 原力科技公司中 一直负责帮叶北 打理一切事物的陆浩云 坐不住了 急匆匆地跑到基地来找叶北 董事长 你怎么还这么淡定啊 这都出大事了 陆浩云急匆匆地跑进实验室中 看着正喝着茶条式设计图的叶北说道 有什么大惊小乖的 叶北放下茶杯 很是淡然地看着陆浩云 你看看吧 陆浩云将手里的资料递给叶北 脸上满是懊恼的表情 星调国把咱们的东西全都抄走了 抢先一步打通全球市场 直接一口气吃掉了22万亿的市场订单 咱们的计划泡汤了 你要我生产的那些汽车 恐怕卖不出去了 叶北听着陆浩云说着 仔细地看着他汇总过来的资料 星调国短短几天时间 已经销售出去30多万台反重力汽车 而且下国隔壁大洋中的两个国 更是掺和其中 不仅签了大额订单 而且还帮着星调国生产销售汽车 除此之外 全球大中型车企 几乎全部都跟星调国达成了合作 其中同样是汽车行业的司马克 更是公开发言 号召全世界跟星调国 一起向反重力汽车的新时代进发 在这无数的资料中 原力科技公司成为了笑料一般的存在 被外国所吃笑 全球车企更是从上一次之后 再也没有来找过他们寻求合作的事情 看着这些 叶北满意的点点头 很好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你做得很好 叶北放下手中的资料 看着陆浩云说道 这话让陆浩云更加的猛逼 他都不明白 叶北是抽了什么疯了 被人抢占了市场 赚光了所有钱 还这么高兴 我已经能给上面打电话了 不许下过任何一家 车企去合作 你等着看就行了 一切才当当开始而已 叶北看着陆浩云 满是疑惑惊恶的表情 抿了一口茶 依然淡定地说道 正如他所言 一切才刚刚开始 真正的风暴还在后面 一个月后 此时的叶北 已经投身到了未来蓝图的建设之中 同时 空闲的时间 则是在继续解析起点数据 以及其他各方面新科技的研发 科技的路是无止境的 在科研的路上 叶北从来没有哪一天松懈过 下国真正的崛起 还任重而道远 苍茫的星河 浩瀚的一眼都望不尽 那辽阔无垠的宇宙深处 人类不知道的还太多了 那里是叶北真正要去走的大道 所有这一切计划 都是在为以后铺路 都是在给他的未来做建设 而非简单的 只是带领下国崛起 让下国成为世界的中心 叶总师 禁地轨道导弹的首次测试成功了 就在叶北处理最近堆积下的一些事物时 有人跑了进来 大声地回报道 让军方加快建设速度吧 叶北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点点头说道 要赶在星链计划成功之前完成一切 是 男人朗声回应 随后又快步离开了这里 但他前脚刚离开 陆浩云后脚就冲了进来 董事长 我真的要被气死了 你快看看新潮国这狗比嘴脸 陆浩云手里拿着平板电脑 脸上的怒意显而易见 最近这段时间 叶北跟陆院长这个孙子 倒是相处得很融洽 公司方面安排下去的事物 都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 虽然很多行动他都不明白 叶北是什么意思 但依然照做不误 就算有时候 嘴上忍不住吐槽一句 可真的办起来的时候 还是办得漂漂亮亮的 这一点 叶北还是很欣赏他的 原力科技公司 未来绝对要大放一彩的 能够有一个好的管理者 对于叶北而言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哈哈 来给我看看 叶北笑着 从陆浩云手中接过电脑 上面正是新条国 最新在环球网上 发布的一条帖子 叶北简单地浏览了一下 嘴角扶起一丝玩味的笑意 这么快又签订了五万亿订单 这是把剩下的小市场 全都给吃光了 看来全球反中立汽车 能够带动的市场价值 有二十七万亿左右 比我预想的要多很多 听着叶北说话 陆浩云忍不住服额 董事长 这二十七万亿 是新条国赚走了 跟我们没半毛钱关系 而且你往下看 他们居然这么公然嘲讽我们 我真恨不能 现在飞去新条国 给他们来两廊头 反中立汽车的事情 现在已经搞得 国内士气很低迷了 大家对国产车 更加失去了信心 听着陆浩云的话 叶北继续向下翻看 果然 正如他所言 新条国已经在 公然嘲讽他们公司了 评论区的新条国网民 更是疯狂抨击 新条国都打通全球市场了 原力科技公司 到现在还没生产出 一百辆反中立汽车呢 原力科技公司 你看看这二十七万亿香不香 他们那么丑陋的车 真的不配 破产倒闭 才是他们的宿命 下国有什么好车吗 我好像从来没见过 全球顶尖车企里有下国的吗 下国全都是垃圾车 还妄想带领世界 走向新时代 简直就是笑话 一片嘲讽的骂声之中 平常人看了确实窝火 国内士气低落 也确实正常 各方面情绪不好 都在夜北的预想之中 但这些都对他 造不成任何的影响 一切都还在顺着他的计划 向下发展 二十七万亿新条国 怎么吃进去的 后面夜北会让他们怎么吐出来 而且 还要让他们丧失在全球的影响力 甚至引起他们国内的动乱矛盾 费这么大的力气 绕这么个弯子 夜北就是为了这些 现在只需要静待事情发展即可 真正的风暴 马上就要来临了 而就在夜北想这些的时候 下国国内 正在翘无声息地发生着异动 几乎在没有人察觉到的状态下 一场巨大的危机悄然展开了 新条国 福尔西斯克州 那座巨大的城堡中 今天突然格外的人多 十二门族的人齐聚在这里 城堡深处 一间巨大的信息处理室内 陈列着大量的电脑 里面的房间中摆着一台台的服务器 密密麻麻的电线缠绕 红绿色的光电不停地闪烁着 信息室内的电脑钱 坐满了家族中的技术人员 所有人电脑屏幕上 都打开着十几个网页 每一个网页赫然是一个公司的内部账号 莱彻斯斯特坐在信息室的中央 在他的身后 十二门族的组长都恭敬地站着 除部分公司的保障金外 所有资金全部撤离结束 在所有人的眼前 主机控制台前 看着上面所有的摆点编率 技术人员开口说道 说完便扭头看向了莱彻斯特 这位行将旧目 但依然握着家族大权的家主 十二门族的组长听着这声音 一个个眼中露出贪婪的目光 他们的心里已经在计划着 接下来如何瓜分所有资金了 唯有莱彻斯特身侧站着的俊朗男子 眼中带着狂热的火焰 家主 时候到了 男人俯下身对着莱彻斯特公声提醒道 我还没有死 莱彻斯特侧过头鹰一般的目光 看向男子 冷冷地说道 这话吓得男子一颤 连忙闭上了嘴 身后的十二门族组长 看向男子的眼神中 都带着一丝的鄙夷 对于这个可能继承大位的家伙 他们可以说 心中都很不满 但却没有办法去更改这一切 只能心中暗自不屑 回过头来的莱彻斯特 看着主机上的那些绿点 点了点头 开始吧 他的话音落下 技术人员一把就按下了Enter键 与此同时 信息室内的每台电脑全都同时运转 屏幕上的公司账号持有资金 瞬间清零 一个个网页快速地闪烁 数以万计的公司在此刻全部宣告破产 不过短短的三十秒时间 整个下国的三十年 发展来的傲人经济 在此刻轰然崩塌 一场席卷整个下国的金融风暴瞬间开始 下国时间中午十二点 在亿万家庭都享用午餐的时刻 一场看不见摸不着的危机已经出现 下国全国范围内 几万家大小公司账面上的资金 在半分钟内被清零 一些准备使用资金的公司 打开账户发现一毛钱都没了 向银行打电话去查账 发现他们所有的钱 都已经在上个月内通过各种方式 被逐步地转移走了 这些钱通过各种渠道 以各种各样的形式 小笔小笔的低调流失到全球各国的账户上去 很多都是以公司订单的情况被转移走的 而他们公司账面上的资金 只是一个空壳的数字在那里放着 他们利用公司的信用程度 直接透支了银行的前处去 所以 经济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已经悄然崩塌 但是下国的数字经济过于发达 一个小小的花呗 就足以利用三百亿杠杆两万亿 这种强大的信用体系支付 成为了科德家族计划实施的最大漏洞 他们只用了两千亿的保证资金 就直接撬动了下国高达二十八万亿的资金 将这些资金缓慢地从下国翘无声息地抽离 下国人在网络上使用的 都是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数字而已 而此刻数字清零 这场崩塌终于显露了出来 恐怖的金融危机在极短的时间内席卷整个下国 越来越多的公司发现 账户上的资金没了 一通接着一通的电话被打进银行之中 银行慌了 大量的用户开始涌向银行 想要取出自己的存款 但是资金池是空的 各大银行合在一起 手头拥有着几十万亿的债务贷款 但是他们手里面却没有几个钱的资金 加在一起两万亿都凑不出来 这一下 全网范围内大面积的用户信用崩塌 耗尽心血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开始崩塌 下国经济转瞬之间崩溃了 数字泡沫的经济 让整个下国的社会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混乱 物价开始飞速上涨 数亿亿计的人员失业 数以百万计的中小产业开始破产关门倒闭 无数人掏不出一毛钱付房贷 当场无家可归 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接踵而至 经济崩塌带来的恐怖后果 难以想象 一通通电话被打到下国最高财经部 财经部快速地统计着 全国范围内出现的金融崩溃 很快就算出了大概的数据 足足28万亿的资金没了 从下国蒸发了 这一下直接就把下国给抽了六成干 这个无比恐怖的消息 很快就出现在了最高部地会议室内 已经调查出源头了 所有账户的资金 最后都归到了科德家族的手中去了 财经部部长颤抖着声音说道 这种金融崩塌 那已经不能按照失职来算了 他可以直接领一颗花生米去休息了 薛元洪武看着整理过来的资料 第一次龙颜大怒 全国瞬间损失28万亿信用储蓄 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 你们都是怎么当值的 先把这些饭桶关起来 你们他妈的把下国的前途葬送了 薛元洪武面色涨红 额头上青筋暴跳 现场的所有高层 全都被吓得不敢说一句话 需要多少钱 才能将金融信用体系重新建立起来 社会情况能够恢复到之前的样子 他的目光扫视着现场的所有高层 大声地开口问道 信用体系崩塌 已经引起全国范围百姓的取款 最少需要36万亿才可能重新维稳 有人颤颤巍巍地开口说道 这个数字出口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36万亿 比未来蓝图计划 还要多整整4万亿 现在未来蓝图计划已经开启 就算紧急暂停 他们也已经花出去了6万亿以上 这么大的窟窿根本填不上 薛元洪武听着这个数字 重新坐回了椅子上 但是在所有人的眼中 他肉眼可见地衰老了下去 一个人一下子像是苍老了十年一样 眼神中的担忧显而易见 没有人能够想到 此刻的他身上 到底背负着多大的压力 想办法去找钱 薛元洪武双手撑着自己的额头 对着众人沉沉地说道 散会 花音落下 高层们虽然心有不忍 但他们都明白 此刻最重要的问题是钱 随即全都急忙地离开这里 去寻找自己所能找到的资金了 而此时此刻 金融危机带来的恐惧和危害 还在飞速地蔓延中 各地的犯罪率在这一天 开始逐渐上涨 几乎每分钟就能够听到 什么城市中的什么大老板 在哪座大楼下 血肉模糊了 金融恐惧在每个人的心中蔓延着 薛元洪武独自在会议室里 沉思了许久之后 起身前往了空天基地 他现在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了 他想起了夜北之前 答应他的那十六万亿 能够拿到那些钱 起码能够挽救一下 空天基地之中 夜北正在解析起点数据 现在的他已经解析到了5% 最近又发现了两个新的高端技术 就在这时 陆浩云冲了进来 无比焦急地叫道 董事长 夏国出大事了 什么是这么大惊小怪 夜北停下手里的工作 转过头看去 他还没见过陆浩云这么慌张的样子 你快看 出了天大的事情了 夏国爆发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了 整个金融体系在今天中午全面崩塌 引起的连锁反应 已经波及全国出现了全民恐慌 陆浩云将手中刚从他爷爷那拿到的资料 急忙送到了夜北手中 听着陆浩云的这些话 夜北的神色也在凝重了起来 一把接过他递来的资料 仔细地查看起来 28万亿资金蒸发了 上万家公司在同一时间宣布破产 倒闭了 超过一亿人失业 银行金库全面亏空 夜北看着这上面所陈列的信息 越往下看脸色越不好看 他的眉头逐渐皱了起来 额头上阴云密布 眼中一股难以掩饰的愤怒 开始浮现 如此巨大的亏损 看得夜北心惊肉跳 他没想到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是根本超出他预料之中的事 这件事对夏国的冲击太大了 搞不好可能所有的一切都将会因此而暂停 未来蓝图计划被迫终止不说 夏国经济的崩塌 将会让夏国在接下来好几年来喘不过气来 甚至可能因此一蹶不振好些年 这将会彻底改变所有的一切 夜北后面的所有计划 都会成为空谈 这是什么人干的 夜北将手中的资料放下 心头已经燃起了怒火 能够让夏国这么庞大的金融体系 瞬间崩塌的 绝对不是一般的存在 这场布局 绝对从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而这种举动 已经动摇到了夜北的根本 夏国是夜北的基础 是夜北的根 敢这么对夏国动手的他 绝对不会放过 这么些年来 就算是宋子柔 也没有让他如此的奋募 是柯德家族 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下国的敌对势力 陆浩云连忙开口对夜北回答 看着夜北愤怒的双眼 他心中莫名感到害怕 一直以来对于这个年轻的科学家 他都觉得是平易近人的 从没有哪一天会发这么大的火 柯德家族 夜北听着这个名字 脑海中并没有搜索到什么印象 就在这时 陆永平急急忙忙地冲了进来 看着自己的孙子站在这里 夜北的神色带着愤怒 他心中已经知道大概了 怎么办 万万没想到 这个柯德家族会有这么一出啊 最高部已经在准备停止 未来蓝图计划了 要先撤资去救命 陆永平看着夜北 更加焦急地说道 先跟我说说 这个柯德家族 夜北没有着急 而是开口询问起了 这次让下国经济崩塌的元凶 陆永平愣了一下 还是急忙开口解释起来 他所知道的 一切关于柯德家族的事情 全都给夜北交代了出来 其中有不少 都是他从灵天雷那里得知的 此刻夜北听完这些 心中的怒火更胜了 找死的东西 夜北双眼之中 罕见地浮现出浓烈的杀意 老爷子被刺杀的事情 所有人都怕影响夜北 而没有告诉过他 现在夜北问到了 陆永平也不敢隐瞒下去 全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夜北 看着夜北眼中的杀意 陆永平心中都觉得有点发寒 一直以来都温文尔雅的夜北 此刻看起来 宛如一尊即将开启屠戮的杀神 乔安 柯德家族 新条国 蛇属一窝的东西 夜北眼中寒光闪过 心中已经有了决断 不过现在还不是 真正开始实施的时候 下国的百姓 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数以亿计的人 正在面临危难 夜北不会为了一己私仇 现在就去找他们报仇 这笔账 现在记下 以后他必将百倍奉还 未来蓝图计划不能停止 救命重要 但是国之大计 也绝对不能就此停线 夜北看着陆永平开口说 就在他话音落下的时刻 轩辕红武走进了实验室 现在不停止未来蓝图计划 我们下国的经济将会全面崩塌 到时候什么都将不复存在 我们必须要先把民众救活 才能去考虑计划的事情 轩辕红武向着里边走来 同时大声地开口说道 百姓当然要救 没有百姓就没有我们下国 但是计划也不能停止 我的意思是 两方面全都要坚固 夜北看着走到身前的轩辕红武 没有半点迟疑的开口 即使对方是下国的制高者 他也没有丝毫的畏惧 心中怎么想的 就直接怎么说了出来 钱不够 轩辕红武将手中的账单预算 交给夜北说道 国库总共开支出去 已经有八万亿了 剩下的十万亿 我已经在调拨给全国 进行经济维稳 而全国金融的崩塌漏洞 还需要二十六万亿来填补 如果再算上计划 我们需要四十万亿 才能够将两方面全部都兼顾到 这还是最低的预算 轩辕红武心中 又如何不想跟夜北一样 两方面都抓住呢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了 一边是国之大计 一边是上亿百姓 他怎么选 他没得选 如果金融漏洞补不上 全国经济化为碎片 那时候想要再填补 就来不及了 下国将会彻底完蛋 从此之后 别说站上世界顶端 会在极短的时间内 落入世界的底层去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但是骆驼再也没法 变成骆驼了 他也不会比马大上多少 你说赚到十六万亿 现在能拿出来这些钱吗 百姓真的很需要 每天都在死人 国家的危机在即 轩辕红武看着夜北 来不及再多说什么 现在先拿钱 就明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这一次 夜北要是拿不出来钱 那下国的国运 恐怕真的要衰落了 看着轩辕红武焦急的眼神 夜北知道 他是在为国着想 但是现在 还不是时候 时机还没到 再坚持一周的时间 一周之后 我一定拿钱来 他这话一出 轩辕红武的眼中 已然黯淡无光 真的没办法快点吗 十万亿撑不了一周的 要相信我 时间还不到 夜北咬着牙开口说道 轩辕红武眼神复杂的 最后看了一眼夜北 没有再多说话 转身向着实验室外 又快步地走去 我会想办法 维持计划运转的 你只有一周时间 他的背影 在实验室的门中消失 夜北的目光 也变得无比的复杂 陆浩云看着两人对话结束 实验室内的空气凝制了起来 他的心中 也是五味杂陈 夜北一心为国 他也想救命 也想为国家的未来着想 走的是险路 轩辕红武想先救命 等一切稳定之后 再去着手计划 走的是稳路 他们俩谁都没错 但也都为彼此让了一步路 夜北本来计划 是在一个月后开始行动的 现在直接提前到一周 轩辕红武临走前 还是相信了夜北这一次 为他想办法 去争取一周的时间 如果一周后还是没有资金来 为了整个下国的大局 计划也只能停止了 我还有几家公司 我卖出去也能值个几百亿 多少先顶一顶吧 陆浩云看着夜北 一咬牙抛下一句话 随后转身离开了实验室 放宽心 我相信你 顺着你想的去走 陆永平拍了拍夜北的肩膀 陈生说道 我也去想想办法 做了这么多年院长了 千八百亿还是搞得到的 说完直接转身离开了实验室 空荡荡的实验室中 很快又只剩下了夜北一个人 只是这一次 空气莫名的压抑且孤寂 一周时间 转员红武离开之后 将十亿资金全部都调拨了出去 用来维稳金融体系 勉勉强强地维持着 下国市场的恐慌情绪 不再出现增长的趋势 但这种行动也只是缓兵之际 除此之外 为了继续维持 未来蓝图计划的实施 转员红武不得已 向熊国开口寻求援助 为此还亲自飞了一趟熊国 跟普尔斯进行了一整天的交流 最终 普尔斯决定向下国提供 四万亿的资金进行周转 这些钱对于全球经济第九 全年国库收益 只有十万亿的熊国而言 已经算是比较多的了 而就在这种时刻 巴铁国和黑洲诸国 也都伸出了援手 虽然他们都比较落后 自己的经济都相当地窘迫 甚至时常揭不开锅 但是他们 还是像当年为下国 加入世界联合会时投票一样 全都毫不犹豫地 拿出自己所能拿出的资金 七零八落地凑在一起 也给下国带来了三万亿的资金 而其他西方各国 在此时刻 不仅没有施以援手 反而落井下石 跟着新条国 相继发出经济制裁令 对下国各方面的产业 进行了一波新的制裁 薛元洪武整天坐在会议室里 不是在开会 就是在跟高层们商讨 更加良好的解决方案 金海市的这波资金不能少 会议室里 高层听着薛元洪武的话 急忙开口 金海市地产行业 几乎要被冲垮了 这一千亿不拿去维持稳定 要不了三天 就会彻底完蛋 到时候 整个金海市会彻底垮掉 这么些年建立起来的 一线城市圈 影响会立马破裂 听着这些话 薛元洪武揉着脑门子 脑袋都快炸了 他上任以来 从来没有哪一天 会因为钱这么发愁 省着点 最多掉去七百亿 让金海市的干部自己想办法 我不信他们 找不出来两三百亿 薛元洪武在空格上面 快速地填上数字 直接盖上红色的章子 将这张材料推了出去 不由分说的 直接看起了下一张 全国城上来的各种请资文件 让他这几天恼人疼 这 我这 拿着文件的高层 一脸为难 但还不等他接着发牢骚 薛元洪武就已经开口了 叶北说一周时间 但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呢 我们得给他争取两周的时间 说着还抬头看了一眼对方 为了未来大忌 所有人都得辛苦点 咱们这点钱 一分还得掰成两半来花 有半个月时间 我相信叶北肯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说着薛元洪武继续埋头批改起了文件 虽然他嘴上这么说 心中却还是没底 只能希望叶北这一次 不要让大家失望吧 在外界一片恐慌之中 下国最高不全力维稳的情况下 这周终于到了最后一天 就像是背着巨大的石头爬山 抬头看到了山顶一般 众人心中都紧张起来 他们知道 眼前就到了山顶 但是不知道 那山的背后究竟是炼雨 还是明媚升起的太阳 空天基地 夜北专属的实验室中 今天挤满了人 薛元洪武带着几个高层 还有林天雷和陆永平等人 全都在这里 陆浩云正在急急忙忙地指挥着 所有工作人员进行各方面数据的监控 一台台的电脑前 每个工作人员都在紧张地输入着数据 如果仔细去看 就能看到 每台电脑上都有大量数据信息 从各国时刻地涌来 而随着数据的逐渐变少 在几分钟后 所有的信息都在电脑上逐一地锁定 巨大的电子屏幕前 夜北双手撑着控制台 双眼紧紧地盯着屏幕中 那个虚拟的世界地图 上面密密麻麻绿色的点 分布在无数的国家之中 薛元洪武和陆永平林天雷等人 就站在夜北身后一米的地方 他们的目光同样紧张地 看着这上面的一切 董事长 全球的所有数据都已经全面锁定了 包括那些未出场的 任何一辆反重力汽车都没有漏掉 陆浩云挨个检查了一遍所有人的电脑之后 神色严肃地对着夜北说道 夜北点点头 侧过头看了一眼轩辕红武 随后打开触控面板 手指在上面简单地敲动几下 顿时 电子屏幕上 新条国 重国 邦国范围内的那些绿点大片大片的 开始变红 这一时刻 几台电脑上一条条的数据指令 在以极快的速度向着外界发射出去 就像是千丝万缕 瞬间穿梭到了各国的角落中去 警报声随即在实验室内响了起来 您正在进行紧急操控指令 请注意安全 您正在进行紧急操控指令 请注意安全 在这警报的声音之中 夜北再次点击几下 全世界范围内的所有绿点 全部开始变红 一大片一大片的 在电子屏幕上 看起来相当壮观 好像是恐怖的蝗虫 瞬间入侵全世界一样 不过几十秒的时间 整个世界地图 就全部都变成了红色 巨大电子屏幕上射出的红光 照在每个人的脸上 准备看新闻吧 做完这一切 夜北转过身 看向了身后的众人 他面无表情 眼底深处 似乎若隐 若现着一丝复仇的火焰 同一时刻 全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条国 重国 邦国 最先出现反应 一道道数据指令 从不知何处发出 如一个光点一般 射入所有正在的 反重力汽车之中 车内那张绿色的芯片上 一个电流波接收到信号 随后毫不犹豫地 根据指令 直接发送给芯片总控 一个电波信号 紧接着 不管是正在运行的 还是停在家里的 亦或是刚刚在工厂中 组装通电的反重力汽车 全都在这一瞬 直接毫无征兆地停止了运行 三个国上空正在行驶中的 反重力汽车 瞬间失去反重力的功能 紧接着便开始顺着惯性的方向 被蓝星巨大的引力拉扯下去 尖叫声在空中响起 死神的镰刀在这一刻 疯狂挥舞 空中的反重力汽车 每一辆都在急速地下坠 有些直接静止地撞进前方的摩天大楼之中 玻璃瞬间就被冲击成了碎片 在更多人惊恐的尖叫声中 向着楼下飞速坠落 宛如杀人的利剑 但更多的则是飞速地坠落在地面上 轰然砸在别的车上 或者直接撞击在车道上 钢铁打造的车身 瞬间扭曲变形 被挤成一大团废铁 里面的乘客 更是当场成为了肉酱 鲜血从车窗中蹦尸而出 白森森的骨头戳穿车顶的铁皮 其他车辆紧急杀停 交通立马就拥堵起来 路边的行人尖叫起来 车上下来的司机 看着眼前这恐怖的一幕 吓得半死 而就在他们看着的时刻 哄 又是一辆反重力汽车 从高空坠落 直直地砸在旁边的一辆车上 这一刻 道路上的所有人 全都抬头向着空中看去 宛如流星陨落一般的景象 一辆辆反重力汽车 静直地向着地面坠落 砸中地面上的汽车 油箱泄漏 轰然爆炸 这一刻 所有人都恐慌到了极致 疯狂地四散奔逃 丢下自己的车子 向着他们认为安全的大楼下跑去 靠近爆炸的人群脸上带着鲜血 甚至有的人 被炸碎飞出的半张人脸打在身上 吓得尖叫连练 死亡的氛围围绕着每个人 原本平静的城市 在这一刻 成为了死神表演的主场 连到每一次麾下 都会收走大量的生命 鲜血染红了所有人的血 这一天 星条国 崇国 邦国 集体被这种恐惧之配 事情发生的猝不及防 结束的也非常迅速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所有的反动力汽车 全都停止了运转 除了这三个国之外 其他各国并没有出现 这种恐怖的场景 所有的反动力汽车 都在接收到指令之后 开启了自动驾驶模式 平稳地落在地上 随后在车主 一脸猛逼的状况下 熄火完蛋 怎么发动 都没有丝毫的反应 怒骂声 暴躁的咆哮声 响车世界的每个角落 所有拥有反重力汽车的民众 全都炸了 六百多家车企 也在这一天猛逼了 一个小时之后 这场事件带来的后果 才彻底爆开 以星条国最为严重 几乎各大城市的主干道 都出现了交通拥堵 留下的汽车多到拖车 都根本拖不完 而现场损坏的那些反重力汽车 更是多得让他们惊恐 到处都是坠毁的汽车 冰冷的尸体 各方面的清理工作 几乎忙得不可开交 整个星条国都在这一天乱了套 得知反重力汽车失控坠毁 那些死亡车主的家人爆发了 数百万人在各大城市集结 开始了真正恐怖的游街 林渊购活动 更是在这一天轰轰烈烈地再次上演 而且要比之前更加的疯狂 因为是整个星条国几乎所有大城市 全都出现这种情况 首都黑宫更是被十几万愤怒的民众 直接包围 还我家人的性命 星条国的狗滚出来负责 反重力汽车就是骗局 星条国为了谋取暴力 再害人 闯进黑宫 今天就让他们把我们枪毙在这里 冲进去 要让那些政客付出鲜血的代价 冲进去 现场叫喊声热烈无比 因为亲人丧命而暴躁的民众 在领头者的鼓动下 发起了冲锋 黑宫在这一天为之震动 不仅是黑宫 其他各国也都是同样的场景 只不过相对来说 没有这么的恐怖 但也都是举着牌子 成千上万的人邮件上 发动对进口星条国 反重力汽车的抗议游行 事件发生后 很快就在网络上爆了开来 国际大量的媒体争相报道 各大新闻报刊 大型互联网平台 都被这些新闻所席卷 星条日报 反重力汽车出现严重故障 或是技术性原因 目前已经造成至少两万人伤亡 冰雪时报 星条国反重力汽车 是全人类的一场浩劫 全球所有车辆 全部无法启动 或属于诈骗行为 蓝锡日报 这次反重力汽车失常事件 已经造成大面积的罢工 对社会造成极度不良影响 星条国应该立刻出面 解决一切问题 科研期刊 有专家研究星条国反重力汽车 发现其反重力技术 或属于造价 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 比星条国之前刚推出反重力汽车时还要多 一时间就在全球范围内弥漫起来 各国也被这次的事件所激怒 纷纷将矛头指向星条国 强烈指责其立刻站出来进行表态 600多家车企 在同一天 全都联合发生 严重质疑 星条国反重力汽车的技术性问题 各种要求退还订单 并且赔偿损失的问题 接踵而至 而此时的伯纳德 还正在科研室内研究着 怎么才能让反重力技术更加真实 但科研室的大门却被狠狠地踹快 普川一脸的暴躁 那眼神几乎要将伯纳德当场失掉 你到底是怎么设计的 普川走上前来 冲着伯纳德怒声吼道 今天至少有16万人因此伤亡 你知道吗 看看这些 都是你干的好事 卖出几十万亿的伯纳德 还正高兴呢 却未曾想普川进来 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骂 整个人愣在原地 一脸的猛逼 等拿起资料查看之后 他脸上的疑惑变成了惊恐 最后成为了恐惧 怎么可能 伯纳德的脑子瞬间一片空白 绝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他怎么都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你等着被治罪吧 普川看着根本不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的伯纳德 抛下一句话 直接转身离开 同一时刻 新条国负责生产的各大车企 各地的分部门店都被砸成了稀巴烂 在新条国的车企总部 更是彻底被放了一把大火 车企的高层们还在为这些天赚的盆满钵满 在酒楼里推杯换展的庆祝时 打来的电话直接让他们慌了神 得知事情后的一些车企高管 直接当场晕了过去 与此同时 各国派出的代表纷纷抵达新条国 要求退掉巨额订单 并进行赔偿 否则 这一次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一时间 不管是内在的民众 还是外在的各国车企 全都将新条国逼上了墙 这一次 新条国出了大乱子了 新条国大量的车企被迫开始赔款 保险公司跟着遭殃 面对十几万人的伤亡 还有数百万辆计的反重力汽车 光是赔偿工作 直接就掏空了他们的所有家底 不少中型车企直接宣布破产 一些老板毫不犹豫的 就从天台上一跃而下 去当蜘蛛侠了 而这还只是新条国国内的情况 各国的代表先后抵达新条国 他们才是真正的重头血 所有人集体涌向黑宫 此时的黑宫已经围满了士兵 将黑宫所有的游行者 全部驱逐了出去 因为事态过于严重 直接调出一万人来进行守卫 各国代表乌鸦鸦的被带到黑宫之中 所有人的表情都或多或少的有些愤怒 得知消息的普川 头皮发麻 早就已经躲到一边去了 出来迎接他们的都是一些高层人员 退掉我们签订的所有订单 给我们合理的解释 并且对我们进行赔偿 这些代表走进黑工作都没做 面对新条国高层 直接就提出了要求 很多国家都是高达万亿的订单 这么巨大的损失不说 还造成了严重不良的社会影响 光是接下来几天的罢工 造成的间接损失就无法估量 反重力汽车这么大的故障 你们新条国没有检测完善 就直接出场 这是明摆着坑人 这一次不给我们妥善的处理 我们是不会离开的 早知道我去订购下国的反重力汽车了 他们的反重力汽车没有丝毫问题 今天依然在正常使用 是啊 我刚刚已经看完新闻了 只有你们新条国的反重力汽车出了问题 给我们一个说法 现在立刻让财务部给我们退款赔偿 各国代表叽叽喳喳地说着 七嘴八舌 一个比一个情绪激动地吵着 这一次可谓是人多势众 就连一向强势的新条国都不得不低头了 毕竟 要是得罪了这么多国 那接下来的路可不好走了 随即普川很快下令 将各国签订的订单进行退款 至于赔偿问题 则放到了以后在意 各国代表也很识相 能够退回订单款项就已经不错了 赔偿 那只是拿来对新条国施压的 而送走了这些邻居们 自己家里的事情还是没搞定 大量车企宣布破产 连民众的赔款都没有 车子坠毁了不说 连人都死了 一分钱都赔偿不到 这谁能忍得了 大量的游行者在黑宫外盘膝而坐 打着喇叭举着牌子 根本不离开 普川隔着黑宫的窗户 看着那乌鸦鸦的人群 脑袋就疼 赔款 从国库掉钱去赔偿他们 他没办法了 全国各地都在爆发着这种情况 这一次他不赔偿 那后果将无比的严重 而在科研所中的伯纳德 此刻还在红着眼睛研究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他一遍又一遍的破解 这可能出现问题的主控系统 终于在几个小时的研究后 找到了答案 啊 夜夏 又是你 又是你 伯纳德看着电脑上 那一串红色的无法更改的程序指令 愤怒地咆哮道 你这个暗算的小人 那是一行简单无比的程序 但却是整个反重力汽车 主控系统中的关键所在 没有他 这些反重力汽车就无法运行 所以 当初复刻的时候 他是直接将主控程序照抄过去的 我要去世界联合会起诉你 是你酿成了这场谋杀 我要你身败名裂 走上世界法庭 伯纳德有些发电地怒吼着 但与此同时 实验室内的夜北 却一脸的淡然 实验室内所有人都看到了今天发生的事情 不只是轩辕红武 陆永平等人 全都有些惊恐地看着夜北 他们知道 刚才的那些红点 是怎么回事了 那是夜北通过电子系统的指令 强行让全球所有反重力汽车瘫痪了 但对于新条国的做法 实在是有点让他们感到有点害怕 新条国怎么说 也是世界第一霸主帝国 他们的航母编队 比全世界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在现代化的战争中 他们的军事作战能力和理念 都是世界一流的 一次性给人家伤亡十几万人 而且还造成无法估算的庞大经济损失 这实在是恐怖 现在下国内忧外患 万一爆发新的战争 那真的就到了雪上加霜 国之存亡的时刻了 但夜北脸上的淡然告诉所有人 他根本不在乎这些 时机到了 陆经理 按计划去进行吧 夜北看了下新条国做出的一系列举措 白白手对着身边恭敬站着的陆浩云说道 陆浩云现在看向夜北的双眼 带着比对他爷爷还要崇敬的目光 这种复仇的举动 不计后果的恐怖行径 也就只有他敢这么干了 在场的这些老人 每一个都是相当沉稳老练的 他们怎么都不敢这么去干 在他的眼中 夜北真的就是新一代的强者 是势必要带着下国 走上世界之巅的崛起者 这样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夜北 咱们还是稳妥点好吧 向来暴躁的林天雷 此刻心中都开始犹豫了 放心 超级星链计划在即 星条国是不会出手的 他们一定会忍着 在星链计划彻底成功之后 他们才会疯狂报复的 夜北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像是掌控一切的先知一般 对于这个老对手 夜北心中一清二楚 而且 这一次也是这群狗东西逼他的 居然敢狙击下国金融市场 一夜之间让下国经济崩塌 而且 更让他愤怒的是 还派人来刺杀老爷子 这件事直接戳中了他的痛点 掀开了他的逆铃 他这辈子跟亲人接触的时间 一直都是很短的 印象中的爸爸只出现过两三次 每次出现都还是不着调的形象 而妈妈也一直在忙于各种行真事物 难以见到 只有爷爷一直陪伴着他这十八年 十八年来他失去了很多 他只有这唯一的一个亲人 谁敢动他 他就敢让谁从这个世界上直接消失 别说一个小小的家族 一个小小的国 哪怕是整个蓝星如果伤害了他的亲人 崩坏了他的祖国 那他终有一天 一定会让蓝星也消失在这个宇宙之中 叶北眼神深邃 凝望着电脑上的新闻咨询 心中已经在盘算着未来的一件大事 而另一边 陆浩云已经按照叶北的指示 利用新闻媒体向全世界发送了一个通告 通告一出 整个世界都震动了 原理科技公司推出的一辆反重力汽车被盗 于34天前消失在下国海关 核心芯片可能被盗用 下国已经启动调查程序 一旦发现盗用者 将会立刻追究法律责任 并要求其赔偿对原理科技公司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这条通告 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下 迅速在全球蔓延开来 当他出现在普川面前的时候 普川费都快气炸了 这是下国的阴谋 他不是傻子 立马就明白了这里面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从一开始就是被原理科技公司安排好的 那个业下早就算准了 他们新条国会想尽办法 盗走一辆反重力汽车 来研究其中的技术 所以他们花了好几亿 动用了不少爪牙 自以为很隐秘 其实全部都在人家的监控之下 随后 伯纳德复刻出属于新条国所有的反重力汽车 然后全球发售的事情 也都是他们早就预料到的 他们算准了所有的一切 为的就是在这一天 用芯片控制全球反重力汽车 继而对新条国的社会和世界影响力 造成一波巨大的冲击 所有的一切全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了 而他 自以为聪明的举动 其实都是落进了夜下 早就设好的圈套之中了 下国这是在找死 普川七的面色战红 垂着桌子怒声的吼道 而现在 这条通告一出 他们连开口控诉的机会都没有 本来就是他们盗用在先 如果站出来指责下国 那就等于承认 他们的反重力技术是盗用下国的 这将会彻底让世界知道 新条国没有反重力技术 全都是下国的技术 等于是变相地给下国打了一波广告 增加了下国的科研影响力 同时也让世界看到了他们新条国的嘴脸 而且还会降低他们一直吹捧的大国科技 不管怎么做 新条国都捞不到半毛钱好处 想着想着 普川几乎都快要气晕过去了 与此同时 世界各国也都同样明白了这一切 新条国上了个新好新好当 这一次纯粹是让下国给白白的耍了个团团转 而且现在的他们还是哑巴吃黄连 有口说不出 不少人都为下国的举动拍手叫绝 这种计谋也就只有下国人才能够玩得这么厉害了 毕竟人家的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已经开始用三十六级来打仗了 他们那时候还拿着十字箭冲锋对砍 谁很谁牛逼 这一次 下国不仅狙击了新条国的金融市场 让诸多车企直接完蛋 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乱 除了这些 他们已经通过新条国的这次举动 探明了全球市场的大蛋糕 接下来肯定会是无比精确的要价销售 榨干各国能拿出来的所有资金 确保不会卖低了价钱 普尔斯看着新闻 眼中是无比的惊叹 自己的这个老邻居 有过辉煌 有过落魄 但他们从来都没有倒下过 这一次的危机 肯定也会有惊无险地度过的 正如他所言 在第一条通告发出后不久 短短片刻的时间 又是一条通告被陆浩云发了出来 我们检查了新条国的反重力汽车 发现他们的反重力技术是虚假的 只是使用了新型气动技术 来达成反重力的假象 这也难怪他们的反重力汽车 会出现这种状况 而原力科技公司 一直以来使用的 都是真正的反重力技术 鉴于当前全球市场的情况 原力科技公司 对旗下的反重力汽车进行收回 并进行了全新的设计 今天下午下国时间十四时 我们将用拆解的方式来 全球公测新一款的反重力汽车 本次反重力汽车的性能 迎来了大幅度的提升 绝对会给驾驶它的车主 带来真正的科幻体验 今天下午下国时间十四时 环球网官方账号 全球直播不见不散 这条通告发出 引起的轰动更加恐怖 在一个小时内 就引来超过一亿的网友关注 新条国的反重力汽车是假的 难怪他们的车子会突然熄火 劣质产品 坑害我们 原力科技公司的汽车 并没有出问题 我很期待他们的新产品 希望价格能在低点 拆解公测 看来原力科技公司 真的很有信心啊 不知道这一次 又会是什么样子 希望能稍微好看点 新条国那是旧游自取 没有研发好就销售 死了那么多人 通告下面 大量的网友在这里议论着 空天基地 轩辕红武等人 看着夜北的这一通操作 一个个惊叹不已 他们没想到夜北居然会有这么惊人的举动 他的目标不只是探测市场 赚取更多的收益 还想要借此来狙击新条国的金融市场 给他们也来上一级重锤 现在的新条国大量车企破产 数百万工人失业 正在游街之中 同时 同样规模因为反重力汽车的受害家庭 也在游街寻求赔偿 除此之外 还有蔓延全球的零元购活动 以及大幅增长的犯罪率 对社会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创伤 这些都是新条国此刻正在遭受的负面影响 夏国受到了怎么样的伤害 夜北要让他们怎么样去品尝 在夜北的眼中 有仇有怨他一定会报的 尤其是这种伤他亲人 害他家国的存在 更不能有丝毫的容忍 如果能把新条国付出来的那些订单 全部吸纳过来 我们就有救了 轩辕红武脸上已经浮现出了喜色 对着夜北说道 那可是27万亿的收入啊 能够很大程度上去填补亏空 再加上原力科技公司后续的收入 夏国就足以度过这场灾难了 少了 那些资本国的口袋还满着呢 光这些订单还不够 夜北摇摇头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语气中的不满足 让薛元红武都为之一惊 准备开始直播吧 夜北看了看表 对陆浩云说道 陆浩云毫不犹豫地点头 立刻就去安排事宜了 走 我们去赚大钱 夜北放下手中的电脑 对着众人笑道 随即一众人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实验室 向着直播的场地而去 空天基地外的封闭路段 新款反重力汽车的测试现场 夜北带着薛元红武等人 已经聚集在了这里 宽敞的马路中央 一个集装箱安静地摆放着 那里面装着的 就是夜北设计出的最新款反重力汽车 在汽车旁边 临时搭建了一个小平台 用来展示真正的反重力技术 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着模拟测试 以确保接下来的直播不会出问题 陆浩云则乐呵呵地看着 脸上满是笑容 董事长 咱们这次可要发大财了 哈哈 跟着夜北完成一系列的计划举措 现在的他已经明白了一切 还没开始全球销售 他已经在想着数不清的财富了 毛毛躁躁的 像什么样子 陆永平还不等夜北开口 直接先训斥了起来 公司才刚刚成立 这才哪到哪 被爷爷训斥 陆浩云收起脸上的笑容 连连点头秤势 夜北看着这爷孙俩 笑了起来 院长说得对 这才只是我们公司的开始 万一以后走向宇宙 跟外星人做起生意 你还不得乐翻天了 听到这话 众人纷纷笑了起来 陆浩云也有些不好意思地挠着头 片刻时间 所有的一切准备就绪 时间也来到了十四点钟 还是原来的网站 新一款反重力汽车的全球公厕 再次开启 这一次 夜北才拿出了看家的好东西 真正的反重力技术研发出来的汽车 比之前的那种要强上数倍 随着直播间开启 亿万网友涌了进来 已经整理好状态的陆浩云 立马就对着摄像机 开始说了起来 先是向全世界展示了真正的反重力技术 给所有人一个信誉和安全的保证 同时也证明了 夏国现在确实拥有这项 跨时代的尖端技术 随后 这才开启了实测直播 看着那有些神秘的集装箱 来自全球各地的网友 都充满了期待 在这无数双满怀期待的眼神之中 集装箱打开了 一辆无比炫酷 充满科技感的未来汽车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 这一次的设计 才是真正符合人类 对于速度审美的杰作 相比起新条国那种 完全跑车型的设计 夜北的构思带着更多的未来科技感 光是外观 就让人感觉穿越到了未来一样 而内部的驾驶效果 更是绝对顶尖的体验 全息投影的前挡风波里 实时显示所有的一切数据 就算是不会开车的人 启用自动驾驶之后 都让你立马能够体验到 人车合一的绝佳体验 而就在所有网友惊叹之时 剪刀门自动打开 这一次穿着帅气制服的 微胖男人走了出来 迈着大步坐上了驾驶位 那自信的神情 六亲不认的步伐 给人感觉 好像开这种车 就成为了人上人一样 点火启动 车子下面缓缓地伸出四个轮胎 可以在地面上随意地行动 跟普通的车子一模一样 而收起轮子 启动反重力装置 汽车瞬间就悬浮了起来 在无数人的震撼眼神之中 在空中飞速地移动起来 速度比之前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 看起来更加的丝滑流畅 落下的时候 同样可以跟飞机一样 打开轮胎 进行滑行 这种设计 让车子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空中空间比较狭隘的城市之中 在限制高空的环境之中 他依然能够正常地当作汽车来使用 这一切的直播情况 让整个直播间依然沸腾一片 所有人都被这一次的设计所震撼 这才是真正的反重力汽车啊 星条国的 那他妈的是什么狗屁啊 奶奶个腿 我真的想要一辆这样的反重力汽车啊 这么复杂的设计 我估计贵得离谱 不是我们能消费得起的 妈了 该不会又是限量款吧 我手握百亿资产 抢不到啊 路空两用 这车简直了 怎么买都不会亏 一个车子双重体验 可欲解可罗利 对不起了钱包 这次我真的要买这个好玩的东西 给我个机会 真的不要太贵好吗 我真的很想要啊 呜呜 原力科技公司牛逼 干翻新条国垃圾反重力汽车 让世界都能飞逝起来 各国网友的呼声相当高 热烈的声音 在直播间弹幕中 此起彼伏 但所有人最关注的 还是价格问题 毕竟 这样的汽车 光是看着就知道不是凡物 但他们还是希望 能够听到一点可能的好消息 汽车实测很快结束 陆浩云根据之前的设置 微笑着开口说了起来 本公司研发的反重力汽车 将会在本日开始 面向全球发售 欢迎全球所有车企前来订购 至于大家最关心的价格 我们稍缓一步 再向大家揭露 接下来 我将先告诉大家 一个更加震撼惊人的新消息 陆浩云对着摄像头说完 随后转身一把拉开平台上的幕布 随后一个小城市的模型 就出现在了直播间中 但跟普通城市不同的是 在这高楼大厦之中 一条条悬浮在空中的电梯 纵横交错 陆浩云随后波动之下 这些电梯的线路 就随之发生了变化 就像是掉在空中上的木板一样 随手一波就换了方向 连接到了别的大楼上 反重力电梯 利用本公司自主研发的反重力技术 构建科幻时代的新交通模式 全球各大国的交通 向来都是不堪重负 但如果能够利用好闲置的空中空间 搭建出未来科幻般的反重力电梯 再结合本公司研发的反重力汽车 无论多么拥挤的城市 都将会变得通畅无比 本公司即日起 开始进行反重力电梯构建的合作预定 本次合作限时一周 并只有这一次机会 错过将永不会再进行反重力电梯的城市建设 欢迎全球所有国家前来合作 机不可施 施不再来 陆浩云说着 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钮 模拟城市中的反重力电梯 立刻开始运转起来 各种奇怪的组合搭配 随时随地能够进行变更 哪怕城市的大楼改变位置 都能够自主进行电梯的更改 强大的灵活性 让所有人为之感叹 不少正在直播间内观看的各国科研者 已经立马开始联络证据 毕竟这可是现实一周的合作 往后永不再见 反重力电梯的提出 不仅让各国震惊 直播间里的几亿民众 同样为之震撼 架设在空中 可以按照需求 实时更改连接位置的高科技设备 想象一下 每天从这栋楼到那栋楼之间 只有几十米的距离 分分钟就能过去 这种感觉简直爽到爆炸 再搭配上反重力汽车 有些地方甚至可以实现 地面和空中两个区域内的城市建设 这真的将会让人类城市建设 走进新的时代 得知这个消息的各国领导 纷纷赶来直播间观看 在看到那模拟城市中的情况之后 每一个都被惊得目瞪口呆 这完完全全就是未来科技啊 不可思议 这种技术应用到城市建设中 真是个好想法 原理科技公司只给一次机会 估计要价不会低 就算是天价蓝锡国 也一定要拿下 这种技术 能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长久来看 赚取的利益 和对社会的发展影响 远远超过它现在的要价 别人有的 我们不能没有 熊国的几个要点城市 必须要拥有反重力电梯 各国领导在短暂的考虑之后 几乎都是毫不犹豫的拍案决定 虽然还不知道 原理科技公司 给出的价格是多少 但这种跨时代的科技 值得他们砸钱去换取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项建设原理科技公司 只给一次机会 如果你不建设 别的国家建设了 你就落后了 你不想退步 就必须要有 这么一来 所有人都得去买 这项建设 叶北早就已经将他们 全部都算计到了其中 光是一个反重力汽车 还不足以榨干他们的钱包 附带着现期城市建设 才能够让他们 心甘情愿地 掏出所有钱来 陆浩云一番介绍完毕 这才重新转回到 反重力汽车上来 直播间的几亿网友们 已经快要等不及了 给个价格让我死心吧 不要折磨我了好不好 我说一个数 9.9元 现在上价100万辆 全球开抢 我估计没有3000万 是拿不下来的 你在想什么 这可是全新升级版的 反重力汽车 按照上一次的公测 这个估计得要一亿多 甚至两一下元才能够买 是啊 而且我感觉还是限量版的 这个飞行高度和飞行速度 都远超之前 我们想要买清明版的 估计得等下一批 减配版的贴地飞行器了 哎 我的钱包很空 但是我的心 真的很想要啊 直播间的网友们 一个比一个着急 但在价格上 也都已经有了自己的预测 而直播间的陆浩云 却在此刻终于开口 说出了价格 中间的小插曲结束 我来为大家揭晓 身后这款反重力汽车的 最终售价 陆浩云伸手拍了拍 反重力汽车 嘴角勾起一丝笑容 随后面对直播间 大声地开口 本款反重力汽车 面向全球所有民众 跟大家交个朋友 最低配反重力汽车售价 只要499999下元 高配置上不封底 我们的努力 是为了让全人类 感受科技的进步 原力科技公司 只在世界的科技未来 陆浩云朗声开口 声音落在每一个网民的耳中 都让他们彻底被震惊 499900的价格 这简直就是 所有人想都没敢想过的 一个数字 他们原以为会是1亿 2亿 或者是比较低的几千万价格 而没想到 原力科技公司 直接给出不足百万的超低价 我没有听错吧 只要50万 我的乖乖 原力科技公司 这是真的亏本大放送吗 我人都傻了 买这么便宜 这他妈星条国 那么垃圾的车子 卖100万 以后再买星条国的东西 我直播吃香 车企们 答应我 现在立刻马上订购 原力科技公司的 反重力汽车好吗 我爱死腋下了 这简直就是 世界科研者的楷模 腋下比星条国 那个什么伯纳德强一万倍 星条国的垃圾科学家 强不走 腋下就翻脸不认人 真恶心 无数的网友们 激动地在直播间中 发送着弹幕 陆浩云在一片呼声之中 掐断了直播间 直播间是结束了 但是世界的震撼 还在疯狂的持续中 各国民众的议论声很大 强烈希望他们本国 能够跟原力科技公司达成合作 各大车企 更是无比焦急地 派代表前往原力科技公司 只有50万下元 不足10万美金销售价的反重力汽车 这种低廉的价格 将会直接将整个汽车行业 彻底地颠覆 以前那些燃油燃气车 还有电动新能源车 全部都将宣布退出这个时代 全人类都将在接下来的不久 迈入到新的反重力汽车时代 这是一个巨大的跨步 而这所有的专利使用 全部归于原力科技公司所有 下午17时 下国京都的公司里面 已经挤满了来自各大车企的住下经理 所有人都点头哈腰 无比恭敬地跟公司里的人员进行交涉 夜北的规定是全球统一销售价 没有任何地域图区别 全部统一499,999 给他们出口的价格 则是299,999 车企们可以赚走其中20万的毛利润 除掉所有的税收等 每台车最少也能赚到7、8万下元 虽然相比起以前的燃油车 利润少了很多 但这就是夜北定下来的规矩 他们不想遵守也没办法 争先恐后的代表 签订大额的订单 逼得那些犹豫者也只能尽快签订 免得到货太晚 丧失市场 除了这些车企 一些国直接派人来签单 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土豪沙特国 出手就是3万亿的订单 虽然他们人少 但他们想要的车子好啊 订购的多是高配置的反重力汽车 随便一辆就是几十亿的超高配置 紧随其后的还有熊国 巴铁国 也都以国之名跟原力科技公司进行合作 同时各国的代表也很快抵达了下国京都 反重力电梯的打造 是他们此行最重要的一件事 而早就已经拟定好价格的夜北 正让陆浩云在会议室里等着他们 这一次 不榨干西方这些资本国的口袋 他是绝不罢休的 原力科技公司 巨大的会议室中 陆浩云一个人坐在主位上 安静地等待着 为了迎接来自各国的代表 所选择的会议室相当的大 足可以容纳一百多人 董事长真是个神人 没有什么能逃得出他的手掌心 陆浩云浏览着手中 已经看过几遍的资料 忍不住感叹道 从公司成立开始 夜北虽然从没有来过公司一次 但他的指令 却在每时每刻地引导着公司的发展 陆浩云按照他所说的一切去执行 现在所带来的收益 简直可以说是恐怖至极 甚至眼看着星条国吃掉 所有的反重力汽车市场 最终却还是原原本本地吐了出来 而且星条国为了收场 亏损的资金 那就更加不可计数了 跟着他 是我十年职业生涯 做过最对的选择了 陆浩云自顾自地感叹着 突然门外 响起了大片的脚步声 紧接着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各国代表浩浩荡荡地走了进来 看着这些人的出现 陆浩云的嘴角浮出一丝笑意 欢迎各位的到来 他站起身 笑着对众人说道 请各位自行落座 各国代表也没有矫情 纷纷找了个位置 就坐了下来 与会的大概只有五六十个代表 这些都是蓝星各方面 比较强一点的国 至于其他的 他们连最基本的地面设施 都建设不好 更不用想花重金 去建设空中交通了 所以干脆没来 依然自顾自地 埋头搞着自己的那点事 看着所有人落座 陆浩云这才接着开口说话 原力科技公司 欢迎大家前来合作 本次合作的代表较多 所以我们 直接以会议的形式进行 就不跟各位一对一的 慢慢商榷了 原力科技公司的 对全球所有国家一视同仁 反重力电梯的项目 不会有任何的歧视 或者优待 陆浩云说着 按下了手中的遥控器 巨大的投影仪上 提前制作好的PPT 就展示了出来 有关反重力电梯建设的好处 我在直播工作的时候 就已经提到过 它能够给拥挤的商业化大都市 提供二次生长的空间 将整座城市建设成为 上下两层 空中和地面 减少交通压力 增加工作的效率 反重力电梯 是未来大都市快速发展的一条捷径 建设它可以说是一劳永逸 为以后至少30年的城市发展 带来好处 每年能够让城市的效益 增收至少70%以上 可行性 我们已经在下国京都做了测试 大家请看屏幕 这是京都实派的现场 陆浩云说起话来 充满着自信 随后放出在京都 已经建设出现的 三条反重力电梯的实测视频 这是28层楼高的空中电梯 双向电梯加宽梯道 每分钟至少可以通行500人 大屏幕上视频放着 大量的民众在上面被电梯带动着移动 这种匪夷所思的震撼场景 看得在场的所有代表一片哗然 对于夜北设计出来的东西 陆浩云那是绝对的自信 展示完真正的实测场景之后 他更是随手操控 直接将一条反重力电梯 调动到了自己公司大楼这里来 原本的落地窗 已经换成了电梯通行口 随着巨大的窗帘拉开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荧幕所惊呆 各位代表 现在就可以亲自体验 未来时代的反重力电梯 所有代表都被这个操作给惊呆了 在陆浩云率先踏上的步伐下 众人也都纷纷好奇地走了上去 两边有三米多高的玻璃护栏 能够保护行人不会误摔 同时电梯的速度 也相比超市里的自动电梯更加快速 不到十几秒的时间 就横跨了一栋大楼 到达了另外一栋大楼之中 这节省的时间可以说至少百倍 而且 新的交通体系将会衍生出更多的产业 大家吃饭不用再下到一楼去了 大楼的中层同样能够成为餐厅 还有其他各种附带的产业 将会接二连三地成长起来 这些代表不是傻子 一眼就看出了这其中的商业价值 亲自乘坐过后 更是切身地感受到了 这种超前科技所带来的震撼 看着他们每个人脸上的表情 陆浩云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回到会议室中 他终于开口 说出了所有人都最关心的价格问题 我们公司已经对全球各大城市进行了推算 最终确定了一个统一的价格 反重力电梯的建设 以每座城市1.5万亿的价格进行项目合作 各位现在可以开始考虑了 他这话一出 现场所有代表的神色立马变了 虽然想到过价格会很高 但没想到陆浩云张口 就是以万亿为单位的价格 这个价格太高了 一座一线大都市 每年产生的收益就算翻倍 至少也要四年时间才回本 1.5万亿只能建设一座城市 这个出价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我们诚心与贵公司合作 希望价格上面还能再继续商榷一下 这个项目我要请示最高步 这实在太高了 我们国恐怕难以承受 会议室内立刻七嘴八舌地响起了声音 所有代表都想要压压价 但对此 陆浩云早就有了准备 这个价格已经是最优惠的了 反重力技术目前全球只有我们公司掌握 我们承诺至少30年的保修保障 30年时间对于各国来说 绝对是只赚不亏 而且还有助于诸位打造金融都市圈 况且 这项技术的研发成本实在是无比的高昂 售价1.5万亿 我们赚的利润非常少 他的话语落下 直接压住了他们的声音 对于高科技的研发成本 各国的代表自然都很清楚 绝对不是个小数字 而且 还有足足30年的保修保障 30年的大都市效益 那绝对比今天的花费要多得多 这么一想 不少人都点起了头 再想想原力科技公司发售的反重力汽车 只要499999元的低价 更加觉得这个价格公道了 看着他们的样子 陆浩云的心里已经熬了翻天了 反重力技术的成本就是夜北的时间 真实的成本耗资 真的没有多少钱 而且 这也是他计划项目中的一环 至于城市项目的建设 总价其实只要1000亿 出价1.5亿是 夜北根据各国往年的国库收入 和大城市分布算出来的精准价格 不多不少 刚刚好是他们能够承受得起的 但心中虽然觉得公道 不少人还是想继续考虑考虑 陆浩云毫不犹豫地继续补刀 只有一周的考虑时间 反重力电梯的合作机会 只此一次 各位要尽快地想好 做出决策啊 听到这话 不少人又急急忙忙地 给最高部打电话进行确认 但熊国派来的代表 却毫不犹豫 直接开口 要跟陆浩云 现在就签订三座城市的合作协议 听到这话 陆浩云自然是满脸效益的答应 拿出合同 立刻进行签字 几分钟的时间 4.5万亿的收入 就直接进账 我们接下来马上派人前往熊国 进行反重力电梯的建设 说完 随后又看向众人 希望大家考虑快点 不然排在后面的订单 那工程建设 可能比别人 就要慢一整年了 这话一出 不少人立马上前开始签订协议 其他各国代表 看这样子 也不想落在最后面 更加急切地 跟最高步匆忙确认 随后紧跟其后 签订合作协议 这一手下来 不过半个小时时间 陆浩云就签下了 50个城市的合作项目 拿到了足足75万亿的收益 而与此同时 另一边各大车企 跟公司的合作 也已经结束 全球600多家车企 全部来到下国 进行订单签约 而被玩弄的新条国 则下令禁止 跟原力科技公司进行合作 这条禁令一出 新条国所有车企 全部怒了 他们本就已经到了 穷途末路的时候 小车企们已经破产 大车企们 到了垂死的边缘 此刻看到下国 给出的机会 已经迫不及待的 就要签约了 面对这条禁令 车企老板带着工人 直接到黑工闹市 更加庞大的游行 让普川头疼不已 最终只能放行 但来到下国的 新条国车企们 却傻眼了 定价49万9999的汽车 给其他各国出口价为 29万9999 但给他们的价格 居然是 399999 除去各种税务下来 每辆车利润 几乎不足2万下元 微薄的让他们心都发寒 这样是开始全球发售 他们这些原先 站在世界顶端的车企 将会没落 因为收入太少 而彻底成为二流车企 但面对反重力汽车的趋势 他们最终 也只能被迫接受这个事实 跟原理科技公司签下了订单 反重力汽车一天时间 签下30万亿的订单 当天晚上 大量的资金 就开始涌入原理科技公司的账户 原本一穷二白的夜北 一夜之间 成为了世界首富 董事长 105万亿啊 陆浩云兴奋地 拿着所有的订单复印件 足足两大箱子 出现在了夜北的面前 激动地叫道 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 是创造出市值5000亿的大集团 董事长 你简直就是个神啊 不仅完成了我的梦想 还是200倍的完成 我真的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105万亿啊 这是什么恐怖的概念 整个下国想要赚这么多钱 至少需要六年的时间 你这才几天啊 让我膜拜你吧 陆浩云喜不自禁 看向夜北的眼神中 已经充满了崇拜 别说他 就连薛元洪武 得知这个消息 都被吓了一大跳 还反复跟人确认 这不是虚假消息 毕竟105万亿 这跟夜北所说的16万亿 相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下国有救了 夜北简直就是天赐的神才啊 会议室里确认了消息的轩辕洪武 激动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诸多高层也都被这一消息 惊得目瞪口呆 这一刻 他们对于夜北之前的不信任 早已彻底消失 如果现在夜北提出来 要前往仙女星系 去寻找外星人 他们也会立马毫不犹豫地答应 不为什么 只因为夜北做到任何人都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他创造出了所有人都创造不出来的东西 空天基地实验室 夜北看着眼前的陆浩云 有些哭笑不得 行了行了 不就是105万亿吗 你至于骂你 这个数字虽然听着夸张 但夜北早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现在大量的金钱涌入账户 夜北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有了这些钱 所有的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准备一下 我要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 面向全国百姓进行发布 夜北沉思一下 对着陆浩云说道 让所有央媒都帮忙一起转播吧 我希望每个人打开互联网 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是这次的新闻发布会 还有 要让全国所有的报社今晚连夜进行刊登 一周之内我要让全国一心 共同为未来大祭做贡献 他的话音带着一股强大的气势 陆浩云连连点头 立马开始准备相关的事宜 天性部部长梁远得知消息 立马就开始向全国所有媒体发去了消息 有最高部的权力支持 夜北的直播在一个小时后 就开始了 这一次 他还是戴着口罩 遮住自己的面容 出现在了镜头前 此时此刻 数以亿计的下国民众 一点开手机软件 或者打开电视的任意一个台 全都出现了同样的一幕 夜北眼神严肃 眉目坚定地 对着所有下国民众 开口说了起来 原理科技公司成立在下国的土壤上 在本次反重力汽车 和反重力电梯项目的发售 新号新号 赚取了105万亿的现金收益 就在上周 下国因为斯福尔点科德家族的暗箱操作 导致全国市场 瞬间流失28万亿的巨额资金 我们祖国费尽千辛万苦 构建起的金融体系 在这一天 被这群害虫给蚕食毁坏 数万人流离失所 上亿百姓失业下岗 各大行业都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而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国外恶势力所为 是他们毁坏我们的家园 制造了这种无异于恐怖袭击的金融危机 但我们不能丢失对祖国的信心 更不能出现内讧和伤害自己的人行为 我已经决定将50万亿资金投入到我国各行业的市场当中 用以重建我国金融体系 请大家保持对未来的信心 相信祖国 相信我们 原力科技公司将会与大家同在 与下国同在 所有失去的 我们都将重新建立起来 只要大家团结一心 共同防范敌对势力的渗透 那么下国必将会以更快的速度崛起 我们下国人命一定会站在世界之垫 成为世界中心最耀眼的人去 叶北对着直播间振臂高呼 与此同时 其一多下国百姓正在同时观看着这一幕 叶北自信坚定的声音 穿透每一个人的心房 所有人都被他这种力量所感染 他没有豪言壮语的空谈 而是拿出50万亿的真金白银 来拯救下国百姓于水火之中 这种实际的行动 给了所有人相信他的理由 当天晚上 银行的取款业务全面开启 第一次出现夜间不休息的情况 在越来越多的人取款成功后 他们彻底相信了叶北所说的话 随后再次将这些资金存储进了银行之中 原本预计需要40万亿来救市 最终在叶北的激励下 只用了不到30万亿 同时 得知了真相的民众 更是同仇抵抗 在当天晚上的互联网上 对柯德家族发起了声讨和抗议 这是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团结一心 所有人都被叶北所振奋 百姓放松警惕的心在这一天被再次激活 他们开始小心身边那些可疑的人 刚到夏国准备建立市场的墨浴龙处处碰壁 最终被群众举报 让夏星号信号方给 直接抓获 而且 像他这样的间谍 更是在接下来的数天内 接二连三的被捕 整个夏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和奋进 这种景象也让轩辕红武心中大震 随即调派人员开始接手之前 柯德家族剩下的那些烂摊子 那些公司虽然被抽走了资金 但是基础的东西都还在 只是没有钱去运转 而宣布破产了 此刻下国政局再次注入资金重启他们 这些公司再次活了起来 失业下岗的员工纷纷被召回 社会秩序在极短的一周之内 再次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而且 因为叶北充裕资金的原因 发展速度更是增加了一倍 薛元洪武也征求叶北的意见 拿出足足十万亿的资金 用以补贴名声 让百姓的生活更加安稳起来 但这欣欣向荣的一切 落在柯德家族的眼中 却让他们恼怒不已 莱彻斯特看着叶北的演讲 整个人气的浑身颤抖 布局了三十年的计划 原本是要让下国经济彻底崩塌 大伤元气 可万万没想到 这个叶下居然在短短一周时间里 就赚了一百万亿 更是拿出其中的一半 将下国给彻底救活了过来 你听到他的演讲了吗 他是个疯子 莱彻斯特看着旁边的俊朗男子 怒声地吼道 他把家族曝光了出来 这是要让整个下国从此之后 永远提防我们 而且夜下的这次演讲 让下国的民众更加的团结 一致对外 这是相当可怕的 几十年前 他们就用最垃圾的小米加步枪 全靠团结一心打赢了战争 家族这些年 在下国所做的一切 全都白费了 大量爪牙被下星号信号方抓捕 以后我们再没办法 在下国建立起庞大的产业了 莱彻斯特狠狠地垂着桌子 脸上的愤怒清晰可见 吼着吼着整个人剧烈颤抖了起来 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好像是即将要死了的感觉 家主宁消消气 千万不要伤了自己 男子看着莱彻斯特情绪激动 连忙蹲下身子 拍着他的后背说道 半分钟之后 莱彻斯特才将将缓过神来 算了 我已经做完该做的事情了 至于后面的 我不想再管了 希望普川能够完成他的计划 如果他的计划失败 就再也没有任何人 能够阻拦下国的崛起了 莱彻斯特喝了一口水 摇着头叹息道 全都怪这个叶夏 要不是他在其中作乱 我们早就已经将下国踩在脚下 肆意拿取他们的财富了 俊朗男子眼中闪过一抹怨毒 开口说道 大战略我们实施不了 但是想办法弄死这个叶夏的能力 还是有的 既然他为下国出了这么多力 那说明 他对下国一定非常重要 说着 男子的嘴角露出一丝阴冷的笑容 还有不久 世界科学家峰会将会在下国召开 以叶夏现在的知名度 到时候必定会代表下国出场 我们只需要派出死士 做好周密的计划 让他们潜入其中 将叶夏直接做掉 这样一来 也能给下国一个沉重的打击 没了叶夏这个天才妖孽 看他们还有什么资本嘚瑟 听着他的话 莱彻斯特想了想 默默点了点头 这是个可行的计划 世界科学家峰会 将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虽然叶夏肯定会有很多人把守 但只要他出现 就一定有机会 就在科德家族这边密谋的时候 另一边 黑宫中的普川已经气得半死 他的手里按着资料 眼中的怒火 几乎要将资料直接点燃 我要让夏国再下个月就灭亡 他们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蓝星是属于我们的 我不想看见他们继续再蹦跋下去了 普川沉着脸 咬着牙恶狠狠地说道 他的心中已经出现了 无比极端的复仇心理 说着 转头看向了旁边的军机部部长 开口下达了一个无比恐怖的命令 普川的面色铁青 将手中资料一把丢开 眼神阴冷地看向了军机部部长 我要一个月内建成心链 他的话语带着复仇的怨恨 冷冷地说道 从国库调拨两万亿出去 加速心链计划的进行 我不想看见他们继续蹦跋了 遵命 军机部部长毫不犹豫地开口答应 普川的话 他没有不听从的道理 心链计划 其实一切都已经备好了 就是发射速度慢了点 主要是为了节省资金 按照正常的情况进行 如果早点能拿到两万亿的话 早就在几个月前完成了 现在拿到 剩下的这些 足够在一个月内 飞速地建设成功 科德家族的行动 不过是为我们拖延点时间而已 既然现在失败了 那就只能我们自己来 普川扫视着现场的 众多高层开口说道 有人听到这话 连忙跟着开口 下国最近的动作越来越大了 似乎是个相当大的工程 潜入其中的几个特工 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但是从他们工厂中 制造的零件尺寸来看 起码是航母级别的东西 我怀疑下国是想 针对星链计划而打造的东西 不然应该不会搞这么大的动作 在旁边 还有其他的高层 也汇报最新的消息出来 加速星链的进程 是目前来看最好的决定 我们能在一个月内打造出星链 任它下国有什么本领 也起不到作用 普川听着众多高层的话语冷笑道 只要将天机卫星武器群 还有太空防核 打击系统建立完成 一切都将尽在我们的掌握 到时候 要让夏国和熊国 彻底沦为蓝星上的废物国家 普川手一挥 只在桌子上的世界地图上 他的话音落下 不少鹰派的高层眼中 已经露出了兴奋的目光 他们看着世界地图上 普川所指的那个熊鸡般的地狱 眼神充满了贪婪 这个世界本就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这些高贵种族的人 才是世界的领袖 人类只有在我们的带领下 才会发展壮大 哈哈 灭掉他们 让那些低贱的臣民 给我们永远地服务 奴隶生来就是奴隶 他们崇尚我们 但他们 在我们的眼里 永远都只是垃圾 一个月后 给全世界来一场 精彩绝伦的表演 让他们看到 新条国的强大 准备收拢全球的工作吧 蓝星就要归我们所有了 一众高层围在一起说着 每个人都哈哈大笑 他们的充满了自信 已经做好了 屠灭下国 霸占世界的准备 普川的冷笑声 更是在黑宫中回荡许久 军机部部长 没有多停留 带着命令离开了这里 从国库掉拨 两万亿的现金 将会增大发射的规模 将最后的两千颗卫星 送上外太空 而原本计划五个月 完成的超级星链计划 被提前了整整一倍 已经过去了 一个半月的时间 下个月完成计划的话 就只花费了 两个半月的时间 这么短的时间 几乎所有人的心中 都已经认定了 下国来不及做准备了 与此同时 科德家族中 新的计划已经完成 这一次 他们针对的是 所有参加世界科学家峰会的 下国科学家们 莱彻斯特为这项计划 定名为屠龙计划 因为这些带领下国 崛起的科学家 就是龙 为首的叶北 更是那个掌控一切的龙头 而他们的目标 就是砍下那颗龙头 另一边 下国各方面的建设 正在火热地进行 未来蓝图计划 再次加快了速度 叶北手握大量资金 再也不害怕没钱的事情了 直接斥资俱资 开始加速 禁地轨道导弹系统的构建 现在的他 除了每天的研究之外 总师的身份 也利用了起来 有关计划推进方面的事情 时不时给出一些方案 尤其是禁地轨道导弹系统 更是他最近一直在持续关注的问题 他这一次 不仅让新条国在国际上丢光了脸面 而且还直接狠狠地在他们的城市中 实施了报复行动 最后更是利用那些车企 敲诈了他们的资金 这一系列的事情 他相信一定会激起新条国的怒火 让他们做出对下国的复仇反扑计划 而这其中最有可能的 就是暗中加速新链计划的推进 虽然口上说的是五个月 但新条国那些家伙的德行业北 很清楚 很可能三个月就建设完成了 所以 他必须加快这个步伐 免得新条国动手的时候 他们没有反击防御的力量 至于花费的钱 他其实根本不在乎 手中这一百万亿 花光了就花光了 一旦航天战舰完成 到时候钱自然而然的 会向着下国涌来 别说一百万亿 整个世界一半的财富 都将会成为下国的 那时候 他不会缺资金来进行各项计划 届时的蓝星将会成为他的基地 他的目光将会彻底落在浩瀚的宇宙之中 这边禁地轨道导弹系统 加快速度 另一边叶北将十万亿 投入到航天战舰的制造中 越来越多的工匠和人才 被调到各大工厂之中 新的军工厂快速地建立起来 越来越多的人被征召进来 原本计划十个月就完成了航天战舰 叶北想让他更快一点 越快 他才能越早进入宇宙之中 时间飞速流逝 一个月的时间眨眼过 航天战舰正处在火热的建造之中 叶北也正在详细地改进着 其中一些搭载战机的战斗性能 他希望这些战机能够在外星球 同样可以出战 所以在一些部位进行着全新的设计 突然 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但并不是打给叶北 而是旁边的林天雷 看着下安部的电话 林天雷按下接通 统帅 我们查到乔恩的行踪了 电话一接通 陈安武激动的声音立马就传了过来 这话让林天雷也感到激动 乔恩从上次逃脱之后 就再也没有丝毫的踪迹 下安部寻找他的脚步 却也没有停顿过 他是林天雷心头上的一根刺 不把他抓回来 他绝不安心 只要乔恩能够落网 那么叶北的身份 他也将向全世界揭穿 这个为国而战的英雄 他一定要让他以最光荣的姿态 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乔恩现在在哪里 林天雷急切地开口询问 他从新条国潜逃到了雄国 投奔了斯塔纳门族 根据从秘书摩西口中得知的情报来看 乔恩能够走到这一步 少不了斯塔纳门族的扶持 所以乔恩算是斯塔纳门族 在我国安排的一个棋子 也是柯德家族的一个棋子 只不过乔恩似乎背后 还牵扯着别的一切东西 这个摩西身份不够 所以也不清楚 陈安武很快就将自己知道的情况 汇报了出来 听着他的话 林天雷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随后 转头看向了叶北 刺杀老将军的幕后 逐时找到了 他的话音落下 叶北停下了忙碌的双手 转过头来 看向了林天雷 林天雷也没迟疑 将刚才得知的情况 原原本本地对着叶北讲述了一遍 斯塔纳门族 十二门族中 历史最悠久的存在 叶北听林天雷说完 点着头说道 现在是斯塔纳六世的长女 执掌族内的所有产业 叶北淡定地说出这些 让林天雷都为之一惊 他没想到 叶北居然对柯德家族的基本情况 了解得这么详细 但他脸上的惊恶 一闪而过 他知道 上一次的事情 对叶北的冲击很大 这个少年看似温和 但复仇起来的手段 是相当很辣的 星条国的惨状 就血淋淋的还在眼前 林天雷没敢多言 听着叶北继续开口 既然现在人在雄国 那就让雄国派兵 去跟他们交涉 斯塔纳门族我不管 但乔恩必须要给我带回来 叶北摸着下巴宁神说道 那目光宛如一个君王 旁边的林天雷 像是叶北的将领 而不是薛元洪武的将领 作为回报 我可以免费赠送给他们 十万辆反重力汽车 让雄国自己考虑吧 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派出国际警员去抓捕 无论如何 这一次 不能再让乔恩逃掉了 叶北说完 侧过头 看向林天雷 林天雷立马点点头 我也是这么想的 雄国应该不会拒绝这个提议 乔恩对 他们而言可有可无 而且 斯塔纳门族对于雄国也是个障碍 他们没有拒绝的理由 说完 林天雷就转身离开了实验室 而在他的身后 叶北盯着眼前的虚空 眼神冰寒彻骨 这一次 乔恩无论如何 都不能逃出他的手掌心 他要让这个家伙 拿命来偿还自己做出的恶事 虽然爷爷从刺杀中幸存了下来 但是替他挡枪的老流头死了 替他挡到的牢里头 也被砍断了一条手臂 这两位老爷爷小时候 对叶北也是照顾有加 这份仇一定要报 而且那个藏在背后 崩坏下国经济 企图让下国完蛋的柯德家族 更要死 十二门族一个都不能留 所有人都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乔恩只是一个开始 下国刚刚来电 说是有个叫做乔恩的通缉要犯 来到了雄国境内 现在正在斯塔纳门族躲避 希望我们能够将这个乔恩给抓住 雄国最高部内 有人对普尔斯开口会报道 能让下国这么重视的 应该不是个一般人物 普尔斯的心中起了一丝兴致 跟斯塔纳家族混在一起 确实该抓 下国愿意赠送十万辆反重力汽车给我们 只要能够抓到这个乔恩 这话出口 普尔斯的眼中顿时一亮 十万辆反重力汽车 总利润大概有八十亿下元 他心中简单地计算一下 一个数字就出现在了他脑海中 真是大手笔 用八十亿来指定悬赏这个乔恩 这个家伙看来比我预想的还要重要 给下国回信 我们立刻出发 这笔买卖接下了 普尔斯大手一挥 直接开口答应下来 斯塔纳门族本就是雄国的一根刺 一直以来他都想除掉这个家伙 有关的计划 其实已经提上了日程 只是还没有动手 现在既然下国拿出这么一大份礼物来做这件事 那他自然不会错过 不仅趁机收拾了斯塔纳门族 而且还能赚到八十亿 同时也算是跟给下国一个示好的举动 这一次 他们是三重丰收 只是活桌这个乔恩确实有点困难 普尔斯挠着脑袋 有些犯愁 如果下国希望的是全奸的话 那他是开心到爆炸 但这个活桌实在是有点难搞 军部的那些精英们 人质都给你秃秃了 活桌这是属实难搞啊 想了片刻 普尔斯才开口下令 把科斯塔列小队列为抓捕小组 严令他们不准杀掉那个乔恩 这是我的最高命令 其他所有突击队 全歼斯塔纳门族 尽量抓捕核心成员 说着 普尔斯还是觉得有点不放心 摇了摇头 转身直接前往科斯塔列小队 去亲自给他们下命令 雄国 斯塔纳门族 一座巨大的城堡之中 乔恩正在其中面对着斯塔纳门族的长老们 对于乔恩的到来 他们也早有预料 只不过当年一手提拔他的斯塔纳六世 已经死了 在场的长老们 对于这个已经落魄的乔恩 也并没有多少的尊重 家族在下国 还有一些暗藏的力量 我是可以调用他们的 但我需要族内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只要能够杀掉业下 这份功劳 我可以记在门族的头上 这几年 我也做过不少类似的事情了 你们要相信我 除掉一个科学家 并不是很难的事情 乔恩继续苦口婆心地说着 希望能够从门族中 获得资金的支持 但是长老们的眼神 却无比地淡漠 根本没有将他说的话 放在心头 他们已经不相信 眼前这个人有这个能力了 看着长老们的目光 乔恩的心中 越发地感到难受 现在的他 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方 如果斯塔纳不帮助他 那他复仇的机会 将会非常的渺茫 乔恩 家主要见你 就在所有人沉默之时 管家从里面的门后走出说道 听到这话 乔恩的心上一喜 急忙跟了上去 叶北毁掉了 他所有的一切 他的妻子女儿 还有十几年的心血产业 全都没了 上一次的刺杀任务 居然也失败了 现在老头 已经被下星号信号方带走了 他的目标 只能是叶北了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 叶北的动向 但他的心中 也已经有了一个计划 无论如何 他都要杀掉叶北报仇 而就在他向着里面走去之时 整座城堡之中 无人知道 大量的雄国士兵 已经从外面摸了上来 上千人将整座城堡四面 全部围住 城堡所在这座城市的 所有出入口 全部都被军方封锁 特种突击小队 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潜入了城堡之中 准备实施抓捕任务 其他士兵 则在指挥官的带领下 在周围拉好战线 做好了布局 三小队准备战斗 指挥官看着一切准备就绪 沉申开口下达指令 接到命令的三小队的成员 立马就从腰间拔出手雷 一人一颗 在指挥官的口令之中 朝着城堡之中抛了进去 三秒之中 爆炸声冲天而起 大量的士兵按照计划开始行动 向着城堡之中的各个方位冲去 战斗一触即发 枪声瞬间就在城堡内猛烈地响起 这群战斗起来就热血沸腾的大毛子 冲锋起来属实恐怖 但斯塔纳门族的人也不是吃素的 听到战斗的声音 大量的护卫力量开始进行防御反击 而里面的门族高层 纷纷通过密道准备逃脱 乔恩更是急急忙忙地跟着斯塔纳小女孩 向着城堡地下室的一个密道跑去 而就在雄国爆发战斗的同时 星条国 最后一个卫星被成功送入到了轨道之中 坐在黑宫内的普川 看着电子大屏幕上显示出的图像满脸的笑容 一颗蔚蓝色的星球 外太空中布满了密密麻麻 整齐排列运转的卫星群组 这些卫星之间相互联系 被同一个系统所控制 从太空中看去 就像是一张大网将整个蓝星彻底地笼罩在了其中 很好 非常好 普川高兴地拍着手 忍不住高声地赞叹道 这才是真正的国之重器 什么毫母战斗群 什么战斗机编队 什么百万雄狮 那些都只是在蓝星玩游戏的工具罢了 这才是我们称霸蓝星的最终力量 普川说着 脸上的笑意更胜了 旁边的军机部部长 神色同样无比的兴奋 这场计划一直进行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耗资数万亿 今天总算是彻底的建设完成了 天机卫星武器群已经联通系统 开始正常运转 太空防河打击系统已经联通系统 开始正常运转 全球打击能力已经完善 可以随时发动打击行动 全球监控系统构建完成 可以随时进入监控视角 一连串的电子声音在巨大的控制台中响起 普川听着这些就像是听到天籁之音一般 喜不自惊 召集所有高层 准备开始计划 普川对着身后的助理说道 助理立马就打电话 通知了所有星条国高层成员 不过片刻的时间 几十个人就来到了这间高度机密的控制室内 看着眼前电子屏幕上展现出的场景 所有进来的人眼中都有些震撼 超级星链计划没有完成之前 他们都只是幻想和猜测 但当他此刻真正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这种震撼无与伦比 进入全球监控视角 寻找特殊事件地点 军机部部长对此最为了解 直接开口对着系统的人工智能说道 正在进入监控视角 请稍候 一道没有任何感情的机械声音传出 几秒之后 电子大屏幕上的蓝色星球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则是超高精度的实景拍摄 共检测出14500个特殊事件地点 电子系统的声音再次出现 电子屏幕的右上角 折叠起了大量的视频窗口 显示在屏幕上的 则是黑洲一个地狱中正在进行的边境战争 普川看着这些 随后点击切换下一个场景 大夕阳中 三艘吉利国战略舰正在巡航 上面所有的一切都曝光在卫星的拍摄之下 在随手一换 雄国斯塔纳城堡的战斗 也出现在了大屏幕上 超级精度的摄像头 从太空外直接拍摄蓝星地面 画面看起来 虽然没有手机电视的高清体验 但比标清只是略低一点 哈哈 太惊人了 所有的一切都逃不出我们的观察 整个蓝星都在我们的掌控中了 有了星链 从此以后 没有人能够再对我们造成威胁了 夏国和雄国 是时候让他们尝尝 什么叫做高科技战争了 众多高层看着大屏幕上的场景 忍不住开口说道 普川转过头看向众人 说得对 是时候让这两只爱蹦跋的蚂蚱 断掉双腿了 说完转头看向旁边的军机部部长 启动天机卫星武器群 锁定雄国和夏国的军事战略目标 听到这话 军机部部长毫不犹豫地 开始在控制台前操控起来 但现场的一些高层的表情 却变得有些担忧起来 这么做恐怕不妥吧 如果直接打击夏国和雄国的目标 恐怕会酿成新的战争 卫星武器也不是永恒无敌的 这会给全球落下口石 我们没有考虑过 他们有没有对抗的武器 贸然出手 不如先试探试探 不少人开口提议 但迎接来的却是更多反对的声音 大量的鹰派高层纷纷反驳 强烈支持普川的行动计划 在一片支持的声音之中 他们也慢慢没有了气势 听着他们的声音低了下去 普川的脸上这才露出笑容 战略目标已经锁定 争论结束的同时 军机部部长的声音也随之响起 话音落下 普川大手一挥 无比严肃地开口 开始打击 夏国 空天基地实验室 叶北的电脑屏幕上一个设计图 刚刚被画完 这是他最近这一个月 研究出来的新东西 半区绿引擎 这个发现可以说 将改变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 它能够达到三分之一的光速 也就是使用半区绿引擎的飞行器 绕蓝星飞行一圈 只需要0.43秒 从蓝星飞行到月球 只需要4秒的时间 从蓝星飞出太阳系 只需要18个小时的时间 这种速度 光是想一想就觉得恐怖 此刻叶北研究出来的 就是引擎的最基础数据设计逻辑 现在的它 只要一切足够 就立马能够研发出半区绿飞行器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材料 蓝星上没有耐用的高硬度材料 支撑这么快速的飞行 就算目前印度最高的航天材料 打造出来的飞行器 顶多也只能使用两次就会报废 所以叶北并没有立刻着手 进行飞行器图纸的设计 不过这项技术 是势必有用的 有半区绿飞行器 以后战舰在宇宙中航行的时候 就有更大的侦测半径 各种任务和行星的探测 也将变得快速且方便 毕竟 在叶北的认知中 它一直都认为 宇宙中不止存在人类这一个文明 外星可能会有其他的智慧生物 甚至文明体系 在它看来 碳和水并非组成生命所必要的元素 只是蓝星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元素而已 或许那些外星智慧生物 就像变形金刚一样 它们赖以生存的元素 是铁和铜 这些都是叶北要在不久的将来要去研究的 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 也是科研发展势必要走向的未来 毕竟 等到航天战舰走出宇宙之后 蓝星将不会在有国与国之间的分别 它将会是统一的人类文明 或者说蓝星文明 叶北看着眼前运转的引擎模型 心中已经在畅想不久的未来 驾驶自己的战舰 踏上真正属于它人生归宿的星辰大海 叶总是 好消息 禁地轨道导弹系统已经搭建完毕 我们成功了 急匆匆跑进实验室的士兵对着叶北激动地说道 他看向叶北的眼神中带着无比的崇敬 在这个基地之中 叶北已经成为了所有人眼中神一般的存在 不仅一手设计出了六代机 还发动了浩大的未来蓝图计划 更是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赚到了足足105万亿的巨额现金收入 他所做的这一切 让空天基地的每个人都对他毕恭毕敬 不少人被地理聊天的时候 都把叶北传承迷信中所说的救世主 很好 禁地轨道导弹系统的人才 让最高部全都抓紧掉到航天战舰的制造上去吧 叶北点点头开口吩咐一句 是 即使叶北没有回头 但士兵依然标准地敬礼 朗生地回应 滑动椅子 叶北从电脑前直接溜到了控制台前 在上面简单地操作一下 禁地轨道导弹系统就在大屏幕上打开了 这套系统是部署在最高部军事总控室内的 当然 叶北这里是随手可以连接近系统之中的 毕竟这是他自己设计出来的东西 系统打开 三块导弹集军位置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从夏国内陆到雄国内陆 再到冰雪基地总共有一万个发射井 每一个发射井都处在待命的状态中 叶北看着实时传输过来的数据 满意地点点头 有了这套系统 新调国的超级星链计划可以宣导失败了 而就在他准备放心地回去继续搞研究时 突然 刺尔的空袭警报声在整个空天基地内响了起来 叶北眼前的系统上 数个地方亮起急速闪烁的红点 切换监控视角 叶北直接语音开口下达指令 下一秒 在人工智能系统的声音之中 从夏国到极地 小半个蓝星的地图就显示了出来 大量的红点在地图的各个位置出现 有的在雄国境内 有的在夏国境内 其中有好几枚空袭警示的目标位置 就在空天基地所在的位置 叶北看着系统监控中 这些飞速移动的东西 立马就猜到了这是什么 天机武器 他的眼神冰冷 看着那些红点 从外太空急速向着地面而来 喃喃自语道 这么快就动手了吗 与此同时 设置在最高部军事指挥所的 防空预警系统野警报声大作 正在会议室内忙碌的 轩辕红武被惊动 急匆匆地赶去了军事指挥所 报告轩辕地 76个位置物体 正在向我国境内 各大军事战略目标 急速冲来 预计15秒后 进入蓝星桃一层 30秒后 打击到地面目标 工作人员的声音 在轩辕红武的耳边响起 他的神情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肯定是天机武器 林天雷在控制台前 看了一眼空中目标的数据 开口说道 除了天机武器 没有东西 能够这么飞速的移动 这是比流星还要快几倍的速度 这要是放在三个月之前 蓝星根本没有任何军事力量 能有效拦截他 但现在 禁地轨道导弹系统就在眼前 管他什么天机武器 下国根本没在怕的 星条国的超级星链搭建的这么快 只用了两个半月就完成了 真是出乎预料啊 轩辕红武忍不住感叹一声 这得窥视夜北提前加快了建设速度 要不然真等到五个月后 才建成导弹系统 那现在这一刻 对于下国来说 将会是巨大的灾难 他们大量的军事设施 将会被摧毁 不说彻底瘫痪 但接下来对抗星条国 将会变得非常困难 如果对方再来两次这样的打击 别说什么未来蓝图计划了 所有的一切都将泡烫 到时候 星条国的舰队 会像百年前一样 在下国的海岸登陆 而见识到了 下国这些年飞速发展的恐怖能力 恐怕这一次 他们会让下国彻底消失 夜北又一次救了我们 真的让人怀疑 他是不是天赐的救世主 林天雷也忍不住感叹一句 要不是夜北从一开始 就拿出禁地轨道导弹的设想 要不是他坚决不让停止计划的暂停 要不是他斥巨资 加快导弹系统的建设 接下来他们的眼前将是满目疮痍的下国 大量的军事目标都会在瞬间化为一片废墟 数以百万计的人才和士兵将会死亡 鲜血和火药的味道会充斥整个下国 国土之上到处都是惨烈的景象 无数个家庭将会悲痛欲绝 眼泪和绝望会成为这个时代所有下国人的缩影 而这一切都是此刻的星条国锁正在实施的 是他们无比渴望看到的场景 想着这些 林天雷的心中木火蹭蹭地往上窜 妈的王八高子 这是存心想搞死我们啊 轩辕红武同样感到相当的气愤 星条国招呼都不打一声 抬手直接发动攻击 这已经是在挑起新的战争了 不过既然来了 那就好好地给他们上一课 启动禁地轨道导弹系统 把他们的卫星给我打下来 轩辕红武怒声喝道 雄国 土耳斯跟一众高层正跟轩辕红武的等人一样 看着眼前的景象 每个人的眼中都是怒火狂猛 这些战斗民族的家伙 一旦遭遇战事 血脉就会自动激活一样 所有人根本没有任何的反对派 全员一致支持普尔斯发动反击 主控台前 普尔斯的眼中怒火冲天起 普川不守规矩 和平协定还在那里放着 他现在居然直接对雄国开火 这是主动解除协定 想要挑起新的战争 很好很好 现在就给我打 打他们的卫星 让他们的天机武器失去攻击的能力 要让星条国知道我们的厉害 普尔斯开口下达着命令 旁边的将领连连开口答应 他的眼中已经充满了迫不及待的眼神 恨不得现在直接一把按下黑武器箱子的按钮 给这个世界在天机躲蘑菇云 但很显然 这个机会他并没有 因为那个箱子 此刻就在普尔斯的手中 这是多年以来 他再一次将这个箱子拿起 那里面掌握的是整个世界的命运 不过在场的众多高层眼中 却没有丝毫的畏惧 他们贯彻的精神始终如一 打就打 打他的天昏地暗又怎样 对待星条国 熊国才是真正随时准备干架的存在 这一刻 星条国显然已经激怒了普尔斯 拨动了他暴怒的神经 在两国制高者纷纷下令的情况下 主控台前的工作人员 神色凝重 手忙脚乱地忙碌着 一个个从天降的目标被他们锁定 人工智能系统的声音 无时无刻地在他们耳边响起 而就在这紧要的时刻 突然 所有人手中的控制按钮全部失灵 工作人员们急切地按着 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瞬间 所有人都焦急地叫喊了起来 主控系统失灵 控制权被转移了 我无法控制发射警 目标轨迹正在锁定中 但是我失去了控制权 众人的声音响起 吓坏了的不只是轩辕红武等人 更加恐慌的是熊国的普尔斯 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立马联系下国 这种问题不该发生的 一定是他们拿走了控制权 普尔斯激动地叫喊着 有人已经手忙脚乱地 开始给下国最高步打去了电话 天空之上的天机武器 也在此刻进入了蓝星桃一层中 要不了多久 他将会落入平流层 最后击中地面的战略目标 而就在所有人都激动的时刻 突然 主控室内的大屏幕上出现了 让他们所有人都为之震惊的画面 星条国 普川站在主控台前 看着大屏幕上的场景 眼神中有些疯狂 在他身后的诸多高层 每个人的脸上也都带着一些狂热 那巨大的电子屏幕上 超级星链超轻地拍摄着每一幕 上百枚天机武器 从武器卫星之中发射而出 从数千公里的高空 向着地面坠下 在空中拉出长长的尾线 看起来就像是一根根黑色的 针扎向地面 它的移动速度非常之快 而且在重力加速的情况下 越来越快 每一秒就能划过 十几公里的距离 天机武器 每颗天机武器卫星都只能携带一枚武器 这枚武器是由质量极大的乌棒打造而成 看起来就像是一根黑色的铅笔星 但每一枚的重量都有十吨以上 它们被卫星释放 会从数千公里的高空坠下 最高速度可以达到50公里每秒 所有接触到它的东西 都会瞬间被摧毁瓦解 等坠落到地面上之后 将会狠狠地插入地表之下 随后在地底爆炸 重力是能转化为巨大的动能 穿透引发的波动 直接引爆方圆12公里以内的地面 随之瞬间瓦解坍塌 随后更是会直接引发 引起强烈的地震 地面建筑会在几十秒的时间内 不可抗地被摧毁成一片废墟 如果近海的话 还会引发巨大的海啸 当然引爆火山更是毫无疑问的 这种恐怖的武器 是借助蓝星本身的强大能量来施展的 用最简单的引力来作为影子 引发地震 海啸 火山爆发等各种蓝星本身的恐怖力量 来达成目标打击 是绝对摧毁性的攻击 根本没有任何人道可言 此刻 随着他逐渐进入蓝星内部的大气层 火花开始在他们的头部出现 半秒时间就迅速包裹住了整个身体 宛如一颗颗流星向着蓝星砸落 普川和一众高层 看着这一幕都感到无比的兴奋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下国和雄国 就要从此衰落了 他猖狂地大笑着 毫不遮掩的狂放笑声 在控制室内回荡 后面的高层们 也都跟着大笑起来 那些鹰派的政客 每一个都比普川还要兴奋 我已经准备好 带着舰队 踏上那个古老的国度了 哈哈 世界是属于我们的 他们将会彻底成为奴隶 蓝星从来都只应该有一个霸主 而不是乱成一锅粥 这个霸主注定是我们 他们的胜利都是短暂的 但我们的胜利将会是永恒 不少人高兴地叫着 一个个放着豪言壮语 好像是即将建功立业 要开创全新的时代一般 还有十秒 武器即将命中目标 人工智能的声音 在控制室内冰冷地回荡 普川舔了舔嘴唇 双眼死死地盯着屏幕 期待着那一幕的发生 此时此刻 夏国 雄国 最高部军事战略指挥室内 轩辕红武和普尔斯 都急得要死 还有十秒钟 天机武器 就要击中目标 主控系统仍然瘫痪 控制权丢失 轩辕地 怎么办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现场的工作人员大声地叫着 有人太过激动 都不顾身份 对着轩辕红武激动地询问起来 情况危在旦夕 普尔斯更是焦急地 跟最高部接通了电话 三言两语之间 就知道了这边的情况 他的心中更加绝望 如果不是夏国拿走控制权 那就是星条国进行干扰了 现在找黑客 已经来不及了 妈的 要死也要拉着星条国一起下水 普尔斯怒吼着 随后毫不犹豫地 开始解开黑武器箱子的重重密码锁 旁边的将领和高层们 神色都无比地严肃 他们知道 大帝这次是要来真的了 而就在这时刻 突然 电子大屏幕上的画面猛然一转 现场紧盯着的工作人员 顿时激动地叫了起来 发射了 发射了 导弹发射了 在他们的声音之中 轩辕红武和普尔斯等人的目光 齐齐向着大屏幕上看去 只见 屏幕中上千枚导弹拔地而起 在反重力发射装置的超强作用力下 以每秒五十公里的速度 猛然冲天而起 一道道绿色的光点 再向着高空之上而去 他们的轨道 并不是整齐滑一 而是歪曲错乱 有的向着那些降链下的红点去 有的则是直直地 向着外太空的方向射去 一秒之间 足足上千枚导弹同时升空 那场面震撼无比 每个人的眼睛 都在这一刻定住了 死死地盯着屏幕上的 那属不清的绿点 心脏在这一瞬间 都好像停跳了一般 控制室内 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要不是人工智能的声音 和警报声作响 寂静无比的空气 还让人感觉 像是时空静止了一般 下国的大厦 高楼落地窗前 川流不息的红绿灯路口旁 广袤无垠的乡村田耿边 西北陡峭黄土山坡上 一些正稍作休息的老百姓 抬头仰望蓝天 舒缓着自己的脖梗 突然 在他们的目光之中 几十枚导弹拔地而起 像是一颗颗子弹一样 向着天空之上 射去 这些导弹的尾部 划出白色的滚滚浓烟 头部拢罩在破空的白雾之中 像是一个陀螺钻头一样 飞速地向着高空而去 站在落地窗前 端着咖啡的白领 红绿灯旁 准备赶路的行人 田耿边摇望远方的孩童 山坡上抽着汗烟的老龙 这一刻 所有抬头仰望天空的人 都看到了 这无比令人惊奇的一幕 他们出神的举动 引得其他人也抬头观望 有人叫喊出声 引来更多的目光 大量的人看到了 眼前的这一幕 看到了天空中正在飞速上升 略显渺小的导弹 那是什么 好像是火箭 应该是火箭 火箭怎么可能一次发生那么多 不是火箭 那是什么东西 难不成是导弹 卧槽 看起来真他妈的像是导弹 只有导弹能飞这么快 是啊是啊 要是火箭的话 飞行速度比这个慢多了 民众们忍不住议论起来 这些普普通通生活在和谐社会中的百姓 大多数人从生下来 已经是太平盛世 一辈子连真枪都没见过 那根本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 此刻纷纷猜测起来 而就在他们的议论声中 突然 天空之上 一道道红光破开云层的 他们像是从天空坠下的流星 通体都包裹在火焰之中 比那导弹的体型 还要大上一圈 比那些导弹的速度 还要快上一分 向着地面急速的坠落下来 这更加震撼的一幕 让现场的所有人都哗然一片 快看快看 那是流星 卧槽 流星撞蓝星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 完了完了 陨石撞蓝星 大灾必要来了 怕什么 咱们军方的导弹都升空了 还打不下他几颗小流星 乖乖 原来这是打流星的导弹 难怪这么多 我已经全程拍摄了 今天这是绝对比UFO还震撼 奶奶个腿 这该不会是外星人攻打蓝星了吧 一无所知的民众大声地议论着 不少反应快的人已经举起手机 对准天际线拍摄起来 星条国 黑宫战略室内 正在主控台前的普川 看着大屏幕上的场景 整个人都梦了 不仅是他 所有的高层 全都被这个场景惊呆了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东西 军机部部长第一个出声 激动地叫道 在超级星链的全程高精度拍摄下 射下的天机武器下方 树枚包裹在白雾之中的导弹在以飞快的速度向着天机武器击射而来 速度之快 几乎不亚于重力加速度射下的天机武器 两者之间的距离在飞速的缩短 一众高层全部傻眼了 那是导弹 是夏国的导弹 什么该死的导弹 能有这么快的速度 这不可能 夏国这是在负于顽抗 那可能是某种秘密武器 没用的 乌棒的质量能够摧毁一切 他们这是躺臂挡车 不自量力 管他是什么 没有人能挡住我们的 众多高层七嘴八舌的开口 有人质疑 有人猛逼 也有人满不在乎 全都是没用的举动 普川只是愣了一下神 就再次狂笑起来 看着屏幕中 那飞速冲撞而来的导弹 眼中满是不屑 但就在他和诸多高层 说完这些话的时刻 包裹着白雾战袍的禁地轨道导弹 和一身火焰红甲的天机武器 狠狠地撞到了一起 这一瞬 所有人的心都为之一颤 一道巨大的火光 在半空中炸裂开来 巨大的烟雾和火焰升腾 将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包裹在其中 轰隆隆的声音 向着四周炸响 一层巨大的能量连衣 从爆炸中心荡开 将周围的一团团的云层 直接崩散 随后 这样的场景接二连三地出现 整座天空之上 就像是开一场超大的烟花派对一样 火光充斥着天空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锁惊呆 地面上的下国民众 他们举着手机拍摄下了 这令人震撼的一幕 同时 双眼也瞪大 心脏狂挑不止 我的乖乖 这是爆炸了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爆炸的威力这么大 太壮观了 看得我心潮澎湃的 我拍下来了 这太让人吃惊了 就像是一场现代化的战争一样 我已经做好看今晚新闻的准备了 绝对会报道的 众多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他们从刚才导弹升空到 现在爆炸产生 目睹了所有的一切 而天边突然产生的爆炸 也引起了不少未曾注意的人的目光 他们看着天边出现的一团团火光 满脸的震惊 卧槽 那是什么东西 快看快看 有人拉着身边的朋友 急匆匆地叫道 妈爷 那不是原子弹爆炸了吧 我的乖乖 那么大的爆炸 那是什么东西 卧槽 怎么刚才啥也不知道 快录下来录下来 这个我要发朋友圈 太震撼了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这些 不只是下国 雄国的一些民众 同样看到了空中突然出现的爆炸 甚至有些人距离爆炸 只有二十几公里的距离 轰然的爆炸声 惊得他们一个机灵 但他们的反应 却跟下国民众截然不同 不少人来不及多想 直接冲回家里 拿起猎枪 让妻女躲进地下室 就已经准备战斗了 但真正震惊的是 坐在控制室内的那些人 普尔斯此刻盯着大屏幕上 那些红光跟绿光撞在一起 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 这都是谁在操作 下国和雄国都失去了控制权 这些导弹是怎么发射出去的 而且还这么精准地命中了目标 看着那一个个红点和绿点相互抵消 控制室内所有人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直到所有的红点全部消失之后 热烈的欢呼声瞬间爆发了出来 乌拉 乌拉 我们成功了 所有目标全部都被摧毁 天机武器的攻势瓦解了 干碎他们 我们赢了 工作人员们激动地高呼起来 整个雄国控制室内顿时乱成一片 而下国的最高战略室内却完全不同 打电话给叶北 这一定是他干的 轩辕红武看着大屏幕上的场景 对着接线员开口说道 在导弹升空的那一刻 他心中就已经有了答案 能够直接夺走所有系统控制权的人 只有叶北一个 这是他自己研发出来的系统 没有人比他更加了解这个系统的运作程序 就像反重力汽车一样 只需要一个指令就能够控制所有的汽车 他不明白叶北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一定有他的道理 不过 只要化解了星条国的攻势 一切都不是什么问题 太惊险了 已经进入平流层了 距离地面只有不到40公里的距离 林天雷擦了一把额头上惊触的冷汗说道 系统失灵的时候 差点没吓死他 这要是导弹发射失败 这个责任 他把命拿出来都担不住 所有目标全部都被摧毁 还有1326枚导弹正在向外太空飞去 速度已经达到45公里每秒 导弹轨道呈直线上升 预计30秒后与星链卫星相撞 控制权尚未恢复 系统正在正常运转 下国的工作人员无比专业 冷静地开口汇报着一切 他们虽然同样震撼 但是从来不会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 另一边也被实验室内的电话响起 但是他却根本没有去接 而是目光冷冷地看着大屏幕上的一切 同时不急不躁地站在主控台前操控着一切 来而不枉非离也 夜北看着那些绿色的光点 飞速地向着外太空而去 淡淡地自语道 星铁国 飞宫的战略控制室内 在所有高层的眼前 那巨大的电子屏幕上 一团团爆炸 在他们眼中无比清晰地展现 那拔地而起的导弹 在他们的目光之中 以肉眼看不清的速度 跟天机武器撞在了一起 随后剧烈的爆炸瞬间显现 在巨大的火光和烟雾之中 所有星铁国高层的心中 都捏了一把汗 哪怕之前对乌棒充满信心的人 同样睁大着眼睛 死死地盯着屏幕 想要看到乌棒穿透一切 坠落而下 但在那爆炸的火光 还未散去之时 一块块黑色的乌棒碎片 就从其中飞溅出来 向着四周飞散而去 武器被拦截 爆炸装置已被摧毁 目标打击失败 武器被拦截 爆炸装置已被摧毁 目标打击失败 武器被拦截 爆炸装置已被摧毁 目标打击失败 人工智能的冰冷声音 不停地在控制室内响起 所有人的表情都在此刻僵住 失败了 军机部部长摊坐在椅子上 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 他都怀疑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但一遍遍响起的系统声音告诉他 事实就是如此 他们打击下国和熊国的天机武器 全部都被摧毁了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再强的导弹也不可能将乌棒摧毁 下国到底研制出了什么 怎么会这么强 他们跟熊国联合起来了 所有导弹几乎是同时升空的 妈的 再次进行打击 我不相信 他们能摧毁掉所有天机武器 高层们七嘴八舌的惊呼出声 普川傻眼的立在原地 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将所有的天机武器 全部都投入下去 他的声音压过所有的高层 在短暂的愣声后 怒吼出声 镇的军机部部长 浑身一颤 他们的导弹 正在向着星链射来 摧毁掉他们 他的话音落下 众人这才意识到了这一点 屏幕上的试图切换 一道道绿色的光点 正在飞速地向着星链一动 足足一千三百多枚 看得在场的所有人都头皮发麻 他们要干什么 夏国这是疯了吗 雄国也疯了吗 快启动所有天机武器 一定要阻拦他们的反击 几个跟林天雷同一等级的星条国上 将全都急了 他们嘶吼着声音跟普川一样的大声 刚才的嚣张劲已经全然消散 原本认为夏国他们恐慌的星条国高层 在这一刻自己反倒恐慌了起来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夏国不仅能够瓦解他们的攻势 还能够对超级星链 发起这么恐怖的反击 他们只是向夏国 投放了76枚天机武器啊 夏国这转眼就是一千多枚导弹升空 这是要把星链打个千疮百孔 军机部部长 一边着急地指挥着工作人员 一边冷汗狂貌 要不是危机现在迫在眉睫 他感觉自己 都要虚脱地晕倒在这里了 这他妈的太吓人了 在星条国恐慌的时候 雄国最高战略指挥室内 普尔斯看着大屏幕上 所有的导弹被摧毁 天空之上那密密麻麻的红点 和正在向他们而去的绿点 心中恼怒不已 他已经很多年 没有被这么恐吓过了 星条国居然敢这么 毫无征兆地发动攻击 这已经挑动他的底线了 这些混账 普川这是在找死 普尔斯怒骂一声 转头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从贴身助理的手中 重新拿过黑武器箱子 刚被助理锁上的箱子 在他的手中 又一层层密码被解开 十几秒后 箱子终于打开 里面装着的是一台 类似笔记本电脑的装置 只是上面的按钮相当的少 大帝 要慎重考虑 有稳重的高层上前开口 你觉得我还不够慎重吗 星条国已经打到我们家里来了 普尔斯扭头对着后面机密之外 站着的高层叫道 随后 启动电脑 上面一个简易的蓝星环球示意图 所有隐藏在暗处的那些黑武器 全都显示待命 其中一些已经标记好了 星条国几大城市和战略目标 线路轨迹无比清晰地呈现在他的眼前 普尔斯神色严肃 伸手按下那个红色的按钮 同样震惊世界的一道指令 在这一秒被发出 几秒之后 雄国北部的冰雪极地之中 几米后的冰层猛然崩碎 一个十几米的巨大缺口被瞬间爆开 发射舱在冰层底下弹开 随后 在点火的轰隆声中 周围的冰层疯狂地崩碎 一枚火箭冲天而起 雄国内陆的贝加湖 布满淤泥的湖底 猛然弹开一个十米长宽的发射舱 舱口刚化玻璃 阻拦着海水的渗透 下方只是灯亮起通红色的光芒 照着深处的湖水 都变成了红色 下一秒 一枚火箭从湖面破空而出 在游客们一脸猛逼的眼神中 喷射着滚滚的黑烟 直冲云霄 再数枚禁地轨道导弹 向着星链射击而去的时刻 36枚搭载黑武器的洲际导弹 如火箭一般 从雄国各地拔地而起 直直地冲上云霄 按照他们一开始就设定好的轨迹 向着星铁国的诸多军事战略目标 和大型城市打击而去 要不了一个小时 这些火箭就会出现在星铁国的上空 他们的威力和造成的威慑 绝对会立刻带动全世界爆发新的战争 调动所有舰队 准备进行战斗 普尔斯合上箱子 对着身后的将领们说道 全国立刻开启一级战备迎接随时可能到来的战争 他的眼神沉着中带着一些疯狂 他看似年轻 但实际上已经老了 在他之后 他不敢保证雄国的传承者 能够带领雄国继续走下去 所以 他没有丝毫犹豫的发动了这场战斗 不管怎么样 夏国已经跟他站在统一战线上了 他就是要趁着这个机会 跟星条国来一次真正的较量 在以前 夏国跟他只是比较好的外交关系 但在天机武器打击下来的这一刻 他们依然成为了密不可分的盟友 接下来爆发战争 他也不用害怕自己孤立无援 毕竟 这种恐怖的行动 星条国一定会认为 是自己和薛元红武共同商议后的决定 就像此刻同步对超级星链进行的打击一样 星条国再啥也知道 雄国和夏国联合起来了 普尔斯不只是一个莽夫 他更多的是对局势的把控 这一生大帝 从来都不是白叫的 雄国跟夏国之间的关系 要到此为止了 普尔斯心中默默地叹了一句 夏国最高军事指挥室内 又是一连串的警报声响起 这些警报声跟平常的不一样 而是黑武器出现的提示 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黑武器 林天雷第一个注意到这个声音 急急忙忙地冲到主控台前查看 虽然看似各国有属于自己的领空 但是各国的卫星 其实都在时刻监测着 全球有关于黑武器的动向 毕竟这是事关国家命运的东西 随着雄国黑武器洲际导弹升空 卫星觉察到的第一时间 就发起了警报 有36枚洲际导弹 从雄国境内射出 已经检测到了核能量波动 确定搭载有黑武器弹头 工作人员急急忙忙地操控着 一列列的数据 快速地展现了出来 紧接着 卫星监测到的洲际导弹轨迹 也出现在了屏幕之上 看着这个场景 灵天雷都傻眼了 雄国这是疯了吗 直接向星条国发射黑武器 这他妈是真的要挑起世界战争啊 禁地轨道导弹 和天机武器之间的攻击和反击 都只是互相的制约 虽然星条国提前动了手 但发动黑武器 那事件就要上升一个等级了 雄国这是想拉我们一起下水 看着屏幕上那36枚 快速移动的洲际导弹 轩辕红武眉头紧皱 眼中的愤怒显而易见 他出手就等同于我们出手 新的世界战争 我们只能被迫跟雄国站在一起 普尔斯这个混蛋 他想借这个机会 让世界混乱 只有这样 才能给现在经济一直衰退的雄国 博取未来的一线生机 这话一出 在场的所有高层 全都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还没想到这一层 薛元帝就已经了然于胸了 这可能就是只高者之间的相互了解 对于普尔斯 薛元红武一定比其他人要了解 众将听令 全国现在立刻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准备迎接新的战争 薛元红武没有犹豫 直接开口 对着身后的所有将领说道 调动所有当前军力 做好战斗准备 是 他身后的所有将领 立刻毫不犹豫地朗声答应 随后纷纷离开控制室 开始执行命令去了 回过头来的薛元红武 看着屏幕上的场景 心中已经担忧起来 雄国的这次袭击 如果心条国拦不下来 哪怕是其中一颗黑武器击中目标 世界战争就会爆发 战争 对于现在的下国来说 是最最不合时宜的 未来蓝图计划 正在建设实施当中 全国的经济 刚刚恢复过来 正是需要平稳发展 度过这最重要的一年的时刻 如果战争爆发 那计划必将被动停止 国内也会跟着混乱起来 薛元红武盯着大屏幕 目光无比的凝重 此时此刻 心条国控制室内的众多高层 正无比的焦急 大量的导弹 已经突破蓝星桃一层 正在急速地向着卫星射来 快放 再释放一批天机武器下去 普川大声地吼着 战虹的面色 看得出来他有多么的激动 其他的高层恐慌不已 都紧张地看着工作人员操作 在普川的怒吼声中 一枚枚乌棒从太空投下 整个天机武器卫星群 总共三千个卫星 携带着三千枚天机武器 抛开前面的那一百多枚 剩下的足有两千八百多枚 此刻 一大批乌棒齐齐从太空之中释放而出 就好像一大片黑色的针向着蓝星扎去 群组剩余一千枚武器 第二批一千八百七十六枚天机武器 已经全部释放 所有战略目标全部覆盖 夏国和雄国大城市已经全面覆盖 工作人员的声音也随之响起 向着普川和高层们汇报 拦截的导弹有多少枚 军机部部长急切地开口问道 总共检索到一千二百四十一枚导弹 正在向星链袭来 工作人员毫不犹豫地开口回应 这话一出 现场的众多高层脸上顿时露出喜色 哈哈 他们的导弹没有我们的武器多 也就是说 每一颗武器都被拦截的话 至少还有六百三十五枚天机武器 能够击中目标 一次性发射出一千多枚导弹 来拦截一百多枚武器 并且企图进行反击 这一定是夏国和雄国的全部导弹了 我们还有第三次的打击能力 就算他们第二次拦截 第三次一定挡不住了 哈哈 有机会重创他们 只要能够重创他们 我们就成功了 刚才还恐慌的所有高层 一下子又高兴了起来 普川的脸上都浮现出了一丝笑容 但他的心中还是担忧 毕竟 夏国那个火力恐惧症的家伙 万一还有更多的导弹呢 但稍微一想 他就觉得不可能 这种能够射入太空的导弹 本身造价就无比高昂 而且 夏国也是最近才有的这些大动作 他们不可能在两个半月 产出如此多高强度的导弹的 除非拿出数万亿 不惜一切代价去做 但以他对夏国那穷困国库的了解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让我来看看 谁更强 普川想着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喃喃说道 大屏幕上 1876枚天机武器飞速地向着下方射去 1241枚禁地轨道导弹向着上方飞速射来 从高精度的星链拍摄下看去 场面无比的壮观 新条国的所有高层都紧紧地注视着 夏国 雄国 战略室内的所有人也都同样紧密地盯着屏幕 那一个个红点和一个个绿点越来越近 不少人的心都再次紧紧地攥了起来 妈的 新条国居然建设了这么多的天机武器 真的是想要统治世界啊 灵天雷看着屏幕上再次出现的密密麻麻的红点 怒骂一声 但这一次 他没有先前的那种担忧了 夏国和雄国禁地轨道系统 建设了足足一万枚导弹 他不相信新条国建设的天机武器比这还多 在所有人的瞩目之中 十几秒的时间转瞬即逝 禁地轨道导弹和天机武器 以每秒钟几十公里的速度即将撞在一起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们即将相撞的时刻 突然 所有的轨道导弹都开始以毫无规则的轨迹偏转运行 与那些天机武器擦肩而过 仅仅一秒时间 两者就交换了位置 天机武器继续飞速下坠 向着夏国和雄国坠去 而禁地轨道导弹却向上 朝着星链卫星再次直直地射去 这场面惊呆了新条国所有高层 夏国这是在干什么 他们的导弹绕过了天机武器 非要将卫星摧毁不可 疯了 他们疯了 我们损失的只是卫星 但他们的国家将会彻底完蛋 鬼知道夏国在想什么 他们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不少高层在一愣之后 全都大笑了起来 他们最不怕的就是卫星被摧毁 一颗卫星不过上百万美金而已 摧毁了他们以后还能够继续投入 但是这1876枚天机武器砸在下国 那场面不可想象 而就在他们大笑之时 警报声骤然响起 36枚洲际导弹从雄国发射 正在向我国本土而来 工作人员急促的声音猛然接着响起 已经检测到有核能量波动 确认搭载飞武器 他的声音落下 在场的星条国高层 齐刷刷地看了过去 但他们的目光中 带着一股轻蔑和不屑 普川看着大屏幕上 被投放出来的数条红线 嘴角露出轻蔑的笑意 黑武器 毛雄还是一如往常啊 这36颗黑武器洲际导弹 似乎对他而言毫无威胁 周围的诸多高层 在看到之后也都吃笑起来 这都什么时代了 还玩那些老古董 毛雄无能狂怒 等着一起完蛋吧 在这些话音之中 军机部部长毫不犹豫地下令 打开太空防核打击系统 将所有黑武器全部拦截下来 他的话音落下 工作人员立刻操作起来 太空中诸多卫星纷纷开始移动起来 在短暂的聚集储存的能量之后 向着蓝星猛然发射出数道激光 激光的速度之快远远超过一切 上百道激光同时射出 眨眼之间就出现在了蓝星上空 那场面看起来 就像是外星人要降临了一样 一道道一人粗细的光柱 无比精准地击中了那些 搭载黑武器的洲际导弹 刚刚从地面升起不久 尚未抵达太平洋的导弹 在几十公里的高空轰然爆炸 几十年来前所未见的巨大蘑菇云 在高空中升起 大片大片的云层被激荡开来 直径几公里的火光冲天而起 震耳欲聋的声音向着周围传开 一朵朵蘑菇云 接二连三地在空中炸开 四目的光芒照射到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 这一天 整个雄国和下国北方的民众 全都看到了天空中无比震撼的一幕 在爆炸发生后几秒钟内 空袭的警报声在瞬间响彻每个城市 生活在新时代里的人们 心中第一次生出前所未有的恐慌 大街上人和车都在奔驰 叫喊声响成一片 大量的人急急忙忙地 向着自认为安全的地方跑去 找不到防空洞的民众 急匆匆地打开手机地图查看 原本欣赏天空中奇特景象的想法没有了 现在的他们只想着逃命 打仗了 打仗了 快跑啊 那是黑武器 那是原子弹 几时躲蘑菇云啊 天啊 这是打仗了 带上孩子先去防空洞 我要回家接人去 大街上到处充斥着叫喊声 恐慌在每个人的心中蔓延 大量的人一边跑 一边掏出手机 给家里人打电话 妈 赶紧带上小雅 往防空洞跑 打仗了 让公司里的人全都跑 他妈的打仗了 赶紧逃命 你知不知道什么情况 你不是在安全局工作的吗 这他妈咋回事啊 我 爸爸 我在加薪广场 快来救我呀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所有的警车全部出动 大量平时罕见的军车 也出现在了街道上 立刻疏散 立刻疏散 所有民众全部前往 三汉台防空洞 全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所有人即刻去防空洞避难 高音喇叭急促地呼喊着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响起 无数在睡梦中的民众被惊醒 拉开窗帘 映入眼帘的是 天际线巨大的蘑菇云 环状的云层向着四周荡开 大蘑菇向着太空高处升起 火光和烟雾迟迟迟没有散去 我尼玛 这他妈原子弹 敲你妈 老子睡一觉起来 怎么打仗了 死猪赶紧给我起来 把水和干粮带上 跟着警车跑 我不是无辜抽你 是真他妈打仗了 赶紧跑 越来越多的人 从小区中跑了出来 他们背着背包 拿着拉链都没合好的行李箱 急匆匆地跟着警车的引导 向着那个他们只听说过 但从未去过的三汉台防空洞跑去 无数人都还处在一片猛逼之中 一直以来 战争距离他们是那么的遥远 但此刻 却近得让他们都快喘不过气来 这几个月 在家静养胳膊的牢里头 望着遥远的天空之上 出现的巨大蘑菇云 再一次从陈旧的乡底中 掏出了跟自己年龄相仿的老师 单发步枪 在他的身后 儿子的背上绑着大刀 村里的小广场上 聚集了不少老头和年轻人 鬼子不消停 又要打仗了 原子弹都快打到我们家里来了 恐怕又要 小米家步枪了 老百姓千里酝粮 怕什么 拼命就是了 像是几十年前尘封起来的那些东西 再次被唤醒了一般 每个人的目光坚定 已经做好了抵抗顽敌的准备 下国 最高战略室内 那是什么武器 居然将所有洲际导弹 全部摧毁了 轩辕红武看着屏幕上 那一个个红色的光点消失 忍不住惊叹一声 他没想到 星条国的反应速度 居然这么快 在黑武器 还没有从雄国境内 完全射出到大平洋中的时候 就已经完成了拦截任务 让这些爆炸的蘑菇云 出现在了雄国的领空之上 这种堪称绝对碾压的防御实力 让他相当震惊 检测到超能激光武器 刚才拦截洲际导弹的 是星条国星链卫星中射出的激光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就将监测到的信息汇报了出来 这话 让在场的众人都为之一阵 星条国居然真的已经研发出了激光武器 难怪这一次 敢这么果断的出手 对我们进行打击 原来根本不怕黑武器的反扑 借助超级星链的全球监控能力 利用太空电子系统来防核 这种想法确实非凡 不少高层同样惊叹着开口 这一波 雄国的攻势被瞬间瓦解 他们的核打击可以宣布报废了 雄国 最高战略室内 普尔斯看着这一幕 摊坐在椅子上 这怎么可能 激光武器怎么可能将洲际导弹打下来 他的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因为他根本没想到 星条国有这样的实力 这一切全都超出了他的预料 激光武器只用了三秒钟 就用高温点燃了导弹的燃料舱 是导弹的爆炸 引起了黑武器的爆炸 工作人员已经将导弹爆炸前 监测到的异常数据 快速地分析了出来 这些话出口的时候 普尔斯已经绝望了 他意识到了 雄国已经彻底地没落了 从那个巨大的王朝解体之时 他们注定要迎来这一天 这么多年来 在不知不觉之间 雄国已经退出了那个顶尖的舞台 现在的事件 是夏国和星条国之间争斗的舞台 巨大的蘑菇云之上 1800多枚天机武器 正在向着夏国和雄国袭来 但比他们更快的是 禁地轨道导弹 此刻已经到达了星链外围 不足100公里的地方 在无数人的目光之中 两秒的时间眨眼而过 这些导弹以绝对的速度 冲撞在了他们所瞄准的卫星上 随后爆炸在数千公里之外的 天空之上产生 从空间站向下看去 宛如一场烟花 在蓝星的外太空绽放 一个个卫星被炸成了碎块 其中还未发射的一些天机武器 直接在外太空炸开 火光四射之中 碎片四处横飞 一千多枚导弹命中卫星 那场面光是想一想 都觉得壮观无比 警报声在星条国黑宫的控制室内响起 那张覆盖全世界的卫星图上 一个个绿点熄灭 原本完整的网 在几秒的时间内 就被打得千疮百孔 但是 在场的所有星条国高层 却没有一个人难过 反而有不少人笑出了声 哈哈 准备迎接天机武器的审判吧 夏国要灭国了 一千八百枚天机武器 夏国和熊国的所有大城市 全部都要完蛋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看满目疮痍的夏国了 卫星没了就没了 区区一千多颗卫星而已 要不要多久 就能再次补充上去 他们早就做过 卫星被摧毁的思想准备 所以此刻根本没有丝毫的担忧 反倒是充满兴奋的期待着 天机武器将夏国和熊国彻底毁灭 太空中的碎片在此刻向着蓝星坠落 他们进入蓝星内部的大气层后 在空中磨出火花 无数的碎片在空中飞速坠落 看起来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流星雨 这些碎片绝大部分都在空中被摩擦殆尽 只有极少数较大 但也都落在了大平洋中 沉没在了深海里 地面上 绝大部分人都跑去防空洞避难了 但依然有一些记者不惧生死 在大楼的顶上架着摄像机 拍摄着天空中的一切 天机武器预计还有14秒 击中我国城市和军事基地 龙国最高战略室内 工作人员急切地开口会报到 大屏幕上 密密麻麻的急速闪烁的红点 在飞快地向下坠落 看着这些东西 薛元红武也头皮发麻 这个夜北在干什么 他怎么还不进行防御拦截 这种时刻还要拖大吗 一旦拦截失败一个 落在地面上将会是恐怖的灾难 灵天雷也紧紧地攥着拳头 心中有些恐惧 虽然一直以来都非常信任夜北 但这种时候 夜北的举动 真的让他摸不着头脑啊 一口气给夜北打了数通电话 但就是没人接听 此时此刻 空天基地实验室内 夜北坐在主控台前 看着大屏幕上那些红点 精准地计算着时间 他之所以一直放下来再拦截 就是想要展示给世人去看 他要让下国的民众 知道战争的恐惧 他要让这些生长在 安逸生活中的人 知道居安思危 用言语去教化 用影视去展示 用歌曲去激励 这些都只是转瞬即逝的东西 可能上一分钟 在抖音里 看着前辈血战的电影片段 热血沸腾 但下一分钟 就在双马尾弹力跳中 迷失了自我 这些都没有什么用 真正有用的 是让他们亲眼看到这一切 让他们自身处在这样的环境中 轻深地去经历一下 就像刚到部队的兵 满腔热血 无所畏惧 但上了战场 旁边正说话的战友 突然暴毙 就能把他吓个半死 如导师所言 说较无意 折断的骨头 才是最好的课本 叶北这一次的举动 就是借着星条国的攻势 来激醒民众们的灵魂 只有恐惧和颤抖 才会让他们迫切地想要强大 时候到了 叶北眼中金光一闪 手边早已准备好的按钮 直接按下 顿时 四千多枚禁地轨道导弹 从发射舱中弹出 以极快的速度 向着空中冲去 轰隆隆的声音 在导弹发射场地轰然响起 一道道红光之中 一颗颗导弹 就像是不要钱的一样 拔地而起 直插云霄 在大楼顶上拍摄的记者 正在紧急逃离的民众 不少人再一次看到了 天空中震撼的场景 圣经室的民众 能够看到 足足有几百枚导弹 向着空中射去 比刚才看到的一幕 还要震慑人心 卧槽 这比上次打得还要猛啊 那是几百枚导弹吧 快跑 妈的我感觉一会儿 我们要死在这城市里了 这倒是哪个国家对我们发起进攻啊 日他奶奶的 老子真想弄死他们 别他妈说了 快跑吧 在无数人匆忙的跑动 和惊恐的叫喊声中 此刻的星条国一样的惊恐 检测到四千枚拦截导弹 正在向天机武器行进 预计三秒之后相撞 工作人员看着大屏幕上 突然出现了几千个红点 急忙开口说道 这话 让所有正高兴的高层们 瞬间呆住 多少 你说有多少枚拦截导弹 浦川瞪大 双眼至一道 四千枚拦截导弹 工作人员的声音 毫不犹豫地再次传出 所有人的目光 已经挪到了大屏幕上 看着那密密麻麻的红点 他们只感到头皮发麻 现场一片寂静 没有一个人说话 空气都像是凝滞了一样 只有恐慌在 在他们的心中飞速地蔓延 还有没有办法阻拦他们 浦川有些不甘心地开口问道 但得到的答案 显然不是他所想的 他们只建设了 三千个天机武器卫星 消耗的和摧毁的 已经是大部分 已经没有力量来反击了 而就在浦川心中咯噔一下 终于发觉大事不妙的时候 突然 大屏幕上再次闪现出大量的光点 再次检测到三千枚导弹 下国又发射了一批导弹 工作人员都被惊到了 激动地大叫 这话 让现场瞬间一片哗然 在工作人员话音落下的瞬间 浦川整个人 直接贪软地跌倒在地上 他的心中在这一瞬彻底的绝望 超级星链 花费了十年的时间来打造 耗费了星条国书万亿的资金 耗费了多少的人力物力 天机武器卫星群 和太空防河打击系统 这两个超级王牌 让他以为一定能够称霸世界 但此刻 在夜北一口气扔出的 这七千枚导弹面前 好像都显得那么的幼稚脆弱 三秒钟的时间 转瞬极致 恐怖的爆炸 在天空之上再次上演 这一次比之前还要壮观 还要震撼人心 足足1876枚天机武器 包裹在红色的火焰之中 与白雾里的导弹相撞 爆炸声轰隆隆响彻 整个夏国和雄国的 所有城市上空 每个城市的民众 都在此刻抬头看向天空之上 火光布满了天空 洁白的云朵已经消散 到处都是漆黑的烟雾弥漫 火焰之中 碎片到处飞舞 从天空中落下地面 砸落在大厦之上 崩碎在马路之中 已经失去了巨大势能的乌棒碎片 但在人们的眼中 还是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一块半个人大的乌棒碎片 直接将百米的马路 砸得坍塌下去 如果它落在毫不知情 正常运转的城市中 这一下将会死去 多少的无辜生命 多少夏国的同胞 将会在瞬间殒命 星条国没有考虑过这些 疯狂了他们 直接释放出了 将近两千枚天机武器 他们想称霸事件 但夜北将他们的妄想 无情地抹杀了 精确拦截了这1876枚天机武器之后 剩下的导弹 依然在以极快的速度 向着太空中射去 在他们的后面 三千枚导弹整齐划一 紧紧地跟随而上 所有导弹 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目标 那些星链中的卫星 夜北在这两波的战斗中 已经瞄准了那些天机武器卫星群 还有太空防核 打击系统卫星群 这些导弹的目标 就是这两个 对夏国威胁最大的东西 夏国最高战略室内 轩辕红武看着那 拔地而起的数千枚导弹 眼神有些复杂 夜北一口气 几乎放光了所有的导弹 剩下不到一千枚进行防御 其他的全部都射向了外太空 这是要把星链 直接干瘫痪的节奏啊 十几万一枚了 不到十几分钟全没了 轩辕红武看着那些绿点 快速在大屏幕上移动 眼皮狂跳 他属实是有些肉疼 这辈子都没打过 这么豪奇的仗 也就夜北这小子 敢这么蛮干 他摇着头 忍不住感叹道 从百年前到现在 下国的每一场战斗 几乎都是贫困的 国内百费带心 哪哪都缺钱 打仗的时候 但要都得想办法省着点用 一场仗耗时几年打下来 花费个大几千亿 净万亿就已经很不得了了 夜北这十几分钟 十几万亿没了的仗 他是发自内心的震撼 损失的是导弹不是系统 一万颗导弹打了就打了 禁地轨道导弹系统还在 那十万亿还在 林天雷看着薛云红武肉疼的样子 赶忙开口安慰道 脸上的笑意看得出来 他对夜北的这种举动相当的满意 新条国的损失才是最大的 耗费十年搭建起来的超级星链 用了不半个小时就崩坏了 我想 现在普川应该已经哭晕在厕所里了吧 哈哈哈 林天雷在控制室里大声地笑着 根本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狂喜 你们这些军部的 科研部的 每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把钱不当钱看啊 薛云红武看着林天雷高兴的样子 摇摇头骂了一句 不说前几天为夜北争取时间 犯钱牢 这些年来 夏国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 他哪次不犯钱牢 嘿嘿嘿 打新条国嘛 就得火力全覆盖 把咱们挨过的打刀给他还回去 林天雷嘿嘿一笑 洒然说道 在他们的笑语之中 剩下的五千多枚导弹 已经快速地窜出蓝星 射向了星链卫星 在十几秒的时间后 接二连三地撞在了那些卫星上 一场真正壮观震撼的大戏上演了 超级星链的卫星在这一刻疯狂地崩碎 大片大片的卫星 消失在了星链的布局之中 星条国总空室内的大屏幕上 一大片接着一大片的光点消失 刚才已经千疮百孔的星链系统 此刻彻底出现崩溃的状态 大片大片的缺口和漏洞出现 天机卫星武器群 和太空防河打击系统卫星群 总共四千颗卫星 全部崩碎 剩下的各类卫星也都出现了链接点崩溃 警报声在室内疯狂作响 人工智能的声音都变得卡顿起来 系统在短短的十几秒钟彻底崩坏 耗时十年打造出来的超级星链 已经可以宣布完蛋 普川直直地躺在地上 双眼望着天花板 绝望的情绪将它彻底掩埋 整个星条国高层彻底泄了气 他们的意志被击垮了 他们的自信被击碎了 下国赢了 短短的十几分钟里 他们赢得彻彻底底 与此同时 下国和熊国的民众已经疯狂了 刚才目睹了这震撼的场景 见证了一场史诗级的大战 无数人都将拍摄下来的视频 上传到了互联网上 各大媒体和平台 也都相继发表了重磅新闻 置顶的头版头条 瞬间席卷整个世界的所有网友平台 和各大报社媒体 这场战斗结束了 但是事情才刚刚开始 实验室内的夜北 此刻靠在椅子上 翻开着手机上铺天盖地的帖子和咨询 嘴角勾起了一丝笑容 他想要的效果已经出现了 再有一个小时 这场战争恐慌将会到达极致 所有的一切都在按照他的设想在走 他心中的一个计划 开始了 在环球网准备新闻发布会 我要面向全世界进行演讲 夜北给陆浩云发去一条消息 随后 手边一直未曾接听的电话 再次响了起来 接起电话 对面立马就传来了林天雷的声音 我的夜总师啊 你可吓死人了 夜北刚才的这一通操作 是真的让他们所有人都紧张了一把 放心 我有分寸的 夜北戴然笑道 事情过了 我正好要叫你进行新闻发布会 这件事可还没到此为止 你抓紧来空天基地吧 好好 我马上过来 林天雷匆忙地答应一声 随后急急忙忙地就离开了最高步 随着这场大战告一段落 轩辕红武也没有掉以轻心 而是命令防卫舰队 和全国所有防御系统和雷达全部展开 时刻防止星条国再次进行其他方式的打击 一级战备状态尚未解除 全国依然处在警戒状态下 所有的民众基本都已经躲藏了起来 城市中难得的安静无比 互联网上也是难得的热闹无比 网上有关这件事已经炸开了锅 所有的网络平台全都充斥着各种有关战争的帖子 下国上空惊线数枚导弹 拦截下大量未知武器 有人使用了黑武器 引发的蘑菇云百公里外都可以看见 难道真的爆发战争了吗 是哪个国家在攻打下国 现场视频曝光 天降激光武器摧毁黑武器 各种各样的帖子被网友们发表了出来 不管是国内的 还是国外的都在疯狂地传播着 这件事发生得太过突然 从开始到结束只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但是被网友们拍摄下来的视频 却成为了永恒的存在 除了下国和熊国 全球各大国家也纷纷了解到了这件事 所有制高者全部都被震惊 就在他们还正常生活的时候 下国那边一场无比激烈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甚至连黑武器这种重量级别的东西都被动用了出来 而且出手就是三十六克 跟世界大战简直没有任何的分别 这他妈除了星条国还能有谁 绝对是星条国跟下国和熊国这件的战争 不知道是谁先挑起的战争 没想到会爆发出这么激烈的情况 赶紧联络我们的人 要密切注意现场的状态 派记者们前往下国本土 各国制高者都被这个消息震惊 各种政令在第一时间被下达全国 全国进入二级战备状态 随时准备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全国开始军方介入管控 所有士兵必须时刻待命 所有假期全部取消 进入战争准备状态 全国所有武器设备进入解锁待命状态 随时准备应对外来的空袭打击 让情报人员都动起来 要尽快掌握战争和各方面有用情报 恐怕是要爆发世界战争了 恐慌的情绪在疯狂地弥漫 除了黑州依然一片祥和之外 其他各大州的国家全部都慌了 条条政令下达下去 无数国家进入了管控状态 仅仅十几分钟发生的事情 接下来将会直接影响 各国至少半年的精神紧绷 而民众们也开始了疯狂抢购活动 超市在这一天难得发财 几乎所有的食物和水 还有各类生活用品全部被抢光 各种连锁反应在不断地发生着 网上有关这件事的讨论也越发地激烈 诸多官方媒体接连发表新闻 夏国日报 夏国 雄国境内领空发生战争 未知的导弹武器袭击各大城市 被夏国和雄国的拦截导弹全部拦截 冰雪时报 星条国意图发起战争 雄国发射的黑武器只是用来自卫的工具 环球时报 目前各国尚未报道出现伤亡 根据最新消息 所有空袭导弹都被拦截 或将爆发新的战争 星条日报 星条国尚未就此事发表声明 事件发起者尚未明确 请民众不要听信谣言 世界联合报 突发大国争端 请各国做好管控工作 呼吁城市安全防范 有关情况正在积极联系调查中 各方面的声音嘈杂一片 在这些官方媒体之外 不少军事博主都出来对网络上的视频进行分析 天降的武器速度至少在40公里每秒以上 造型比较奇特 并非空袭导弹 很有可能是从未出现过的天机武器 天机武器的威力可以轻松摧毁一整座城市 目前能够计算到的下国全国总共受到1400多枚该类武器的打击 覆盖了所有的城市 这种攻击行径惨无人道 这种大规模的空袭是早有预谋的袭击 而非突然遭遇的摩擦战斗 世界战争有爆发的可能 目前通过视频统计 计算到雄国发射了超过20颗携带黑武器的洲际导弹 可能新的世界战争已经开始 呼吁大家听从政府安排 千万不要私自外出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等待新的消息出现 在这其中 外星人言论更是疯狂的猖獗起来 不少人将这件事 归咎于外星人入侵蓝星 引来不少人的相信 还有人认为 是下国和雄国搞的联合军演 总之 各类千奇百怪的言论 在疯狂地发酵 但这其中 世界战争论 可以说是最深入人心的 恐慌还在继续弥漫 袭击事件带来的副作用 在不断地发生 而就在这时刻 叶北已经备好了草稿 做好了向全世界演讲的准备 林天雷就在他的身边 拿着叶北递来的稿子 仔细地看着上面的内容 这么紧急的情况下 你都能想得这么深啊 不可思议 林天雷读完所有叶北拟好的稿子 忍不敢叹一句 在那种空袭突然降临的时刻 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 都是立马拦截 其他的根本来不及多想 但叶北居然已经想到了 要借助这件事 达成更多的目的 他对自己研发的轨道导弹 太自信了 谁敢拖达到天机武器 都已经进入对流层了 才发射导弹 恐怕也就叶北敢这么做吧 他只得自己留了几秒钟的时间 为的就是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一幕 这是我们名正言顺 战上世界之巅的契机 自然不能放过 叶北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淡然地说道 叶总师 林统帅新闻发布会 可以开始了 陆浩云已经准备好了一切 跑进实验室 对着两人说道 走 叶北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迈开脚步 向着外面走去 雄国 斯塔纳门族的城堡中 激战还在继续 大量的士兵涌入城堡 无差别的疯狂射杀里面的人 斯塔纳门族中的保卫者 面对成百上千的士兵 只能抵挡一时 在逐渐的败退之中 被一个接一个的击杀 巨大的城堡中 尸横遍野 有的人死在院子中 有的人死在门口 有的人还在房间的椅子上坐着 鲜血在这个昔日充满权势和财富的城堡中流淌 死亡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 最终抵抗的力量被彻底瓦解 奔逃的斯塔纳门族中的族人和庸人 被全部逮捕 但另一边 从密道之中逃跑的乔恩和斯塔纳小女孩 正在快步向着出口前进 这条路是城堡中唯一逃生的路 可恶 逃到这里都能被他们发现 乔恩一边走 一边催了口唾沫骂道 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机会远渡雄国 想要借助斯塔纳门族的力量 再次寻找复仇的契机 但却被这场突然出现的 袭击给再次破坏了 现在别说帮他了 斯塔纳都已经自身难保了 在他的前面 管家带着小女孩快步地向前跑着 这是上面想要将我们一网打尽 接下来我们要立刻离开熊国 去家族暂避风筒 管家一边跑一边说道 在熊国这么多年 对于各方面的局势他很清楚 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所以他一直在准备了 只是没想到 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我不会给你们去家族的 给我一笔资金 我要去下国 家族现在已经容不下我了 我所做出的功劳 全归门族所有 给我钱 乔恩在后面跟着 毫不犹豫地开口说道 他的目标非常地明确 他的心里也相当地清晰 闭上你的嘴 先送小姐离开这里才是 你应该做的事情 管家扭头怒骂一声 显然乔恩这种一意孤行的想法 让他无比地愤怒 我要杀那个叶侠 这个仇我非报不可 我的妻子和女儿 全都栽在了他的手里 他不死我是不会甘心的 乔恩在后面继续说着 但管家没有再多理会一句 而是加快了逃离的步伐 终于 在十几分钟的奔跑中 他们抵达了密道的尽头 从小小的楼梯间爬上去 管家奋力地推开挡板 翻身到了外面 这是一间小小的阁楼 修建它是 专门为了掩盖这个密道的存在 管家小心地四下张望几下 确定没人之后 这才将小女孩拉了上来 乔恩也在后面三两下就爬了出来 那里有你想要的东西 拿上滚吧 管家揭开地毯 将一块地板撬开 从里面拿出一柄手枪和两大落现金 装进了上衣口袋之中 随后 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柜子 对乔恩说道 乔恩没有多言 三步并坐两步冲了过去 一把拉开抽屉 果不其然 里面摆着整齐的现金 但就在他双眼放光 要将这些现金装起来的时候 冰凉的触感 突然出现在他的太阳穴上 谁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小小的阁楼中 突然从四面的房间里 冲出来十几个特种兵 每个人的手中都端着步枪 枪口瞄准着现场的三个人 该死 管家怒骂一声 抬手就要举起手中的手枪反击 却被瞬间一枪打断了手臂 紧接着特种兵们一拥而上 直接将三人控制了起来 我不是斯塔纳门族的人 放开我 乔恩扭动着身体 嘶吼着狡辩 但特种兵们根本没有理会他 而是压着他上了军车 冰凉的手铐 靠在他手上的一刻 他彻底的绝望了 眼中充满着怨毒和愤怒 但是却再也没有翻身的余地 他现在唯一的祈祷 就是自己不要被雄国警方送去下国 哪怕将他当作斯塔纳门族的人 判刑他都愿意 乔恩被捕的时候 另一边 林天雷和叶北正好开启了新闻发布会 利用下国的官方账号 在环球网上进行全球直播 没有经过任何的预热 只是各大媒体 在直播开启前十分钟 进行全网的新闻通告 就这样 十几亿的网友齐齐到来 所有关心这场战争的人 在第一时间就来到了环球网上 各国的高层 甚至至高者 都齐齐来到这个直播间中 他们全都想尽快知道真相和最新情况 世界战争的阴云 笼罩在所有人的头上 在无数人的期待之中 直播间终于开启了 极其简单的场景 全黑的背景板 一排桌子后面坐着叶北和林天雷 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 每个人的神色都相当的严肃 在直播间观众们看到的瞬间 就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压抑 妈啦 看这表情怕是真的出大事了 完了完了 他妈的 老子睡一觉起来 世界大战了 这叫什么事啊 不会是死了很多人吧 他们的表情真的好严肃啊 别吓我 告诉我 这只是一场演习 让我现在就能回家 我存了一个月零花钱钢点的烤肉啊 一口都还没吃呢 夏国的反应速度很快 新闻发布会这么快就召开了 情况不容乐观啊 直播间中 大量的弹幕满天飞 网友们七嘴八舌的议论着 终于 在十几秒后 林天雷沉着脸色开口了 本次直播面向全球 只为告诉大家 刚才的真实情况 以及夏国遭受的来自新条国的恐怖袭击 他的话音落下 看都没看桌上的稿子 直接开口就说了起来 就在一小时24分钟之前 新条国利用超级星链对夏国和熊国的诸多军事目标 以及大量居民所在的城市发动了无差别的袭击 动用了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天机卫星武器 新条国总计使用2000枚天机武器打击夏国和熊国 是毁灭性的袭击举动 意图将夏国和熊国从世界版图上抹去 这种行为人神共愤 林天雷的声音落下 直播间瞬间炸开了锅 无数网友都被这个消息给惊到了 天机武器 这个他们曾经只在影视剧或者小说中见过的东西 今天居然成为了现实 而且被投入到了实战之中 甚至被大量的投向了无辜平民居住的城市之中 这种行径 让直播间的所有网友陷入了更大的恐慌之中 不是吧 2000枚天机武器 新条国真是真的疯了 他们想要毁灭世界 太吓人了 这要是击中了城市 今天得死多少人 完了完了 世界战争的预兆我已经看到了 恐怕等会真正的世界大战就开始了 到时候 恐怕只会更加激烈 弹幕中无数的民众都被吓猛了 就连各国围观的高层都傻了 他们比民众更加清楚 这个天机武器的恐怖 足足2000枚天机武器 那是真的毁灭性的打击 如果全部击中目标 明天下国和雄国就可以宣布灭国了 林天雷说完这个开场白 侧头看了一眼叶北 叶北早已做好了准备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戴着口罩 面向世界发言 眼神严肃且坚毅 新条国的这种恐怖行径毫无征兆 在所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动 给下国和雄国的民众带来了极大的恐慌 也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恐慌 新条国的举动 有极其严重挑起世界战争的意图 想要给全人类带来不可逆的恐怖灾难 但好在原理科技公司研发的新型禁地轨道导弹系统 在最近投入使用 监测到了新条国的空袭 并且将其拦截了下来 为了给全世界人民安全的保障 下国耗费了足足八千枚造架高昂的导弹 将新条国的超级星链给摧毁瓦解了 新条国一直以来口口声声说 要带领世界走向未来 要带领全人类走向宇宙 但他们真正的行径 却是毁灭世界 毁灭人类 独自称霸蓝星 他们今天的举动已经证明了所有的一切 如果他们真的完成对下国和雄国的打击 那全球各国必将遭受同样的入侵 我们所有人都将倒在血泊之中 没有任何国家主权可言 没有半点人权可言 如果新条国在接下来发动世界战争 我呼吁各国能够统一战线 一起抵抗伤害全人类的敌人 新条国一直以大国科技为自己所标榜 但他们根本不配称之为大国科技 六代机起飞 直接侵袭下国领空 但下国的六代机给了他们狠狠的教训 让他们看到了什么才叫做空天战机 天机武器企图造成毁灭的灾难 但下国的禁地轨道导弹 将他们的阴谋全部瓦解 那被他们称为神技 称为人类走向宇宙第一步的超级星链 一样被下国轻而易举地摧毁 这些事实证明了 新条国的科研根本无法称之为世界第一 更谈不上什么大国科技 下国这些年 一直都在低调地发展着科研 造福着世界和全人类 超低价的反重力汽车 带动大城市二次发展的反重力电梯 这些都是下国给世界的馈赠 下国维护着世界的和平和安全 保护着自己的主权不受侵犯 保护着周边正在发展的弱小国家 下国从来不会侵略 更不会实施这种恐怖的袭击 在新条国企图利用高端科技 伤害人类的时候 下国已经在为全世界的人类增添福祉 宇宙浩瀚无垠 新条国想要利用超级星链 将我们封锁在蓝星 这样他们能够自己独自称霸蓝星 并独占宇宙之外的所有外星探索权 但我们下国的目标 绝不仅仅只是下国的星辰大海 而是全世界全人类的星辰大海 要让整个世界走向宇宙 要带着所有人 跟我们一起步入那浩瀚的星河 世界的科研在下国 世界的未来在下国 世界人民应该紧跟下国的步伐 并且只会哄骗我们 伤害我们的新条国 跟着下国走向宇宙 走向未来 夜北的声音慷慨激昂 在短短几分钟的演讲中 将所有的一切全都说了出来 这是他的布局 这是他的计划 而这些 也在此刻深深地感染了 十几亿民众的心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 但都在此刻 被夜北点醒了 回想着在网上看到的那些 天机武器袭击的视频 想着世界战争爆发的可怕 所有民众的热血 也都沸腾了起来 不少人在此刻怒了 因为新条国的暴行而愤怒 魔鬼 他们就是一群魔鬼 想要将我们奴役在地狱之中 绝对不能相信新条国的话 夏国才是我们真正该追随的存在 夏国的科技 已经证明了一切 新条国根本不如夏国 宇宙是属于全人类的 蓝星也绝对不是新条国称王称霸的地方 夜夏先生说的对 他的所作所为 也已经告诉了我们一切 跟夏国合作 摒弃新条国的一切 拒绝购买他们的任何产品 挑起世界战争的恶徒 全世界都将与他为敌 无数愤怒的声音在直播间中响起 所有人都无比的激动 就连各国的高层 也都被夜北这一番壮烈的演讲给震住了 所有的一切 确实是新条国造成的 天机武器无差别打击平民 这种恐怖的行径 他们想一想都觉得害怕 正如夜北所言 夏国没了 他们也势必会被新条国毁灭 在这无数的声音之中 直播间被掐断了 直播虽然结束了 但是夜北的影响 却在飞速地传播 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支持夏国 开始支持夜夏 抵制新条国的声音 出现在亿万民众的口中 各国纷纷开始主动联系夏国 之前跟新条国一直是盟友的蓝锡国 吉利国全都向夏国示好 夜北的计划开始奏效了 他这一步 为的就是让新条国绝了发动世界战争的路 只要各国联合一新 新条国再强也敌不过整个世界 所以就不敢贸然继续挑动战争 而有这个时间 计划就能继续进行 等到这几个月的时间过去 航天战舰诞生 到那时候 即使战争爆发 夜北也根本不会再担忧了 同时 这一次的演讲 夜北还有个目的 就是要将世界民众的心 拉拢到夏国来 为接下来的建设 做足所有的准备 但他不知道的是 看完这一切的新条国 此刻怒火生腾 已经到了要爆发的边缘 一直默默观察的科德家族 也在夜北的演讲结束后 立刻发起了同样的网络公示 一篇篇新闻帖子 被上传到了全网 这恐怖的影响 让夜北的计划转瞬崩溃 新条国 科德家族 夜北的新闻发布会 莱彻斯特全都看完了 但他却并没有多言 从金融风暴计划失败之后 他已经不想再跟夏国有所纠缠了 他已经到了衰退的时候了 维斯利 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莱彻斯特吐了口啄气 摆摆手 让他们所有人都退了下去 看着莱彻斯特 疲惫地合上自己的双眼 维斯利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他知道 属于自己的时代 终于要来了 在科德家族中成长了这么多年 自己有多么渴求这一天 掌握了家族 他心中所想的一切 才能畅通无阻地实现 莱彻斯特一辈子都谨慎地布局 小心地做事 他想要放开的手脚 一直都被限制束缚 现在 他终于可以放宽心 做自己想做的一切了 不知死活的夜下 就做维斯利手下的第一个败者吧 维斯利说着 已经离开了书房 家族的大厅之中 他肆意地坐着 下面坐着的几位长老 正在听他安排着新的计划 不过片刻时间 竖刀命令就被下达了出去 诸多门族 还有大量的媒体 都得到了一份 有关于夜下的资料 看着资料中的各种信息 所有人全部都被震惊了 新条国最大的媒体 百载时报 董事长克雷吉 看着这些资料 兴奋地手舞足蹈 真是天赐的爆款 他很清楚 夜下现在的知名度 他的知名度和实力 现在已经席卷全球 这条新闻被爆出去 绝对会引起 前所未有的渔轮风暴 这不仅对他们集团而言 是天赐的赚钱良机 同样对新条国而言 也是争取到 话语权的好机会 利斯 将这些资料拿下去 半小时后 给我搞出最爆款的新闻来 这个新闻无比的重要 调动全公司主攻这个新闻 我要让他在一小时后 爆火全球 克雷吉对着身后的秘书说道 将手中的资料 也直接塞到了他的手中 明白 秘书点着头 立马就跑出了办公室 毕竟是全球顶级的媒体 对于这种爆款新闻 他们相当的了解 仅仅二十分钟时间 数十篇新闻稿子 就交到了克雷吉的办公室 可以 看来没有白养他们 就这样写 立刻发布新闻吧 要让这个夜北 成为臭名昭著的存在 克雷吉审阅着稿子 连连点头 与此同时 其他各大媒体 都做着同样的事情 随着一篇篇新闻稿件 被审核通过 在几分钟内 就快速地上传到了全网 在新闻发布会 刚刚结束后 不到半个小时 正在全球民众 为夜北的演讲 而群情激愤之时 突然 铺天盖地的帖子和新闻 瞬间就弥漫了 全球所有的网络平台 和大量新闻媒体 本就因为恐慌 而时刻抱着手机 获取最新消息的民众 在看到手机弹窗 出现的新闻后 立马就点进去查看 刚看完第一条新闻的时候 不少人根本不相信 甚至觉得 这是故意抹黑夜下的人搞得 但当他们刷动手机 发现全网全都是这种新闻 不少官方媒体都发表的时候 他们开始动摇了 而紧接着 各路博主纷纷出来发言 对新闻进行解析之后 他们彻底相信了这些 原本心中 对于夜北的美好形象 瞬间崩塌 这个嘴上说着仁义道德 要为全人类做贡献 要带着世界走向宇宙的人 他居然是一个猥亵犯 如果这件事 发生在一个平凡人的身上 哪怕这个平凡人 不仅猥亵 还强奸 还杀人 即使这样 也不会在网络上 引起多大的波澜 但这件事 却发生在如今正爆火的夜北身上 他一直以来代表的都是正义 都是清明 都是为世界民众带来福利 谁能够容忍一个这样的人 是猥亵犯呢 就像那个发明海水盗谷的老人一样 摸一下豪车 都会被人怒骂 如果他被报到是一个猥亵犯 即使他的贡献再大 恐怕也会被所有人疯狂地网报吧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反转来的 就是这么突然 一时间 网上数以亿计的民众怒了 他们的怒火 比之前还要恐怖 事件在各路媒体的疯狂报道下 疯狂地发酵 短短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夜北是一个猥亵犯的消息 就成为了人尽皆知的事情 在各种有心人的包装下 夜北成为了罪恶的魔头 他被冠以猥亵犯 非离女生 疑似强奸 勾结权势 诸多莫须有的罪名 腋下伪装成夜北的消息 也彻底成为了公开的事实 但合二为一的他 现在却成了最大恶极 最无可赦的恶徒 大量的帖子下面 网友们都在激烈的评论 下国纵容这样一个罪犯 这是在侵害事件 这个女孩太可怜了 被夜北非礼欺负之后 还有官方出来保护这个罪犯 简直让人震惊 在下国 女人就是生孩子的工具 男人掌控着所有的权利 这就是唐儿皇之说 要带全人类 走向宇宙的腋下吗 不过是一个恶心的伤人 那副嘴脸让人恶心 为什么夜北没有得到任何的惩罚 还能够这么猖狂地 面向全世界说话 他的话不可信 下国没有资格跟我们谈任何事 他们是没有人权和法律的国家 是垃圾 无数的网友激愤无比 就像是被夜北骗了一样 此刻疯狂地发泄着自己心中的怒火 各国也开始审视 跟下国之间的关系 避免自己被卷进这种事情之中 毕竟 如此众多民众联合起来的力量 绝对是非比寻常的 而且随着事态的快速发酵 事情已经开始从夜北上 升到了对下国的抨击中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厌恶下国 在维斯利的暗中运作之下 否认下国所有言论 怀疑下国才是战争 发起者的言论开始出现 下国跟夜北这种人串通一气 他们的话能相信吗 我怀疑这场战争 就是下国暗中挑起的 是他们想要 借此来展现武力 给世界威胁 战争结束不到一个小时 就发表演讲 很显然 所有的一切都是预谋好的 绝对不能相信下国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我们要等待最后的结果 真是一个让人恶心的国度 居然想要欺骗我们整个世界 事态在飞速地扩大 愈演愈烈 而且 在全球网络快速地发酵下 一些女拳师 刚刚还在外网寻找白哥和黑哥赤博 打架的刺激视频 再看到下国欺骗世界 夜北飞离女生被包庇 得标题帖子后 目光瞬间转移 随后 一篇篇帖子被翻墙的他们 转载到了下国的互联网平台上 瞬间 整个下国再次掀起了滔天波澜 大量被拘留放出来的女拳师 全都疯狂了 看到这件事被再次挖掘出来 更是让全世界都为之疯狂 女拳师们激动了 心中本就憋着气的他们 直接加入了战场 开始各种抹黑夜北 而且 这种负面的新闻一出现 直接引爆了整个下国网络 几义网友纷纷开始问责下国官方 要求给出正义的制裁 严厉要求惩处夜北 这一刻 一场席卷世界 针对夜北的战斗出现了 变态夜北是全民敌人 不能因为他手握高端科技 就不惩处他犯下的罪行 我们要求立刻将夜北名正典型 世界都再怎么说下国 你们知道吗 如果我们自己连这种事情都管不好 还怎么让外界幸福 官方不要再薄逼一个威胁犯了 希望国家官方立刻处罚夜北 别让我们老百姓寒了心 法律绝对不是为权力服务的工具 它是正义的存在 夜北理应判刑至少一年 垃圾为所难 我真的恶心 这种人是怎么走到这个位置的 我呸 滚他妈的 夜北满嘴胡言乱语 那些没有意义的言辞 欺骗着我们所有人 真相不能被这样掩埋 国内一片骂声 尚且还有所收敛 毕竟平台在上一次的管控之后 已经非常严格地在审查了 但是外网却完全不同 大量的女权师们 自知不能够在国内互联网大展身手 直接注册小号前往外网 在那些外国人嘲笑夏国 抨击夜北的帖子下面 跟着评论抗议 在这种地方 他们彻底敞开了心扉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垃圾夜北是夏国男性的缩影 这样的人在夏国满地都是 就像狗一样多 宋子柔至今没有被翻案 她多可怜的一个女孩子 夜北真的畜生都不如 夜北没有被法律惩处 这就是夏国的男权社会 恶心至极 幸亏我已经离开夏国 去了新条国定居 垃圾的地方 一辈子都不会来了 大量女权师在外网发言 这引得无数的外国人更加的快乐 他们万万没想到 夏国人骂起自己人来 比他们还要狠 随着这股浪潮越来越大 看到时机成熟的新条国 终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这个有利于他们的机会 他们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普川一脸的愤怒 同样在环球网开启了直播 瞬间 亿万网民再次涌入其中 网络上的舆轮环境 让普川看到了逃离罪责的希望 发动战争这种罪名 或许在以前没人管得了 但是这一次可完全不同 因为夏国以碾压的形式 摧毁了他们的所有公式 而且叶北的言论 已经调动了全世界民众的心 让所有人对新条国都产生了恐慌 如果真的让他们确立了 以夏国为中心的世界新格局 新条国将会走上没落的道路 这是普川不愿意看到的景象 更是整个新条国 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景象 直播间开启 十几亿民众同样赶来围观 直播间中火爆一片 普川愤怒着神色 开口说了起来 新条国从来没有想过 向全世界发动战争 更没有想过迫害我们的同胞 夏国恶人先开口 将那些虚假的事实 造谣给全世界 混淆视听 让全世界民众上当受骗 叶北的为人大家 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一个猥亵犯 伤害女性 却不被法律制裁的犯罪 居然跟夏新浩新浩方混在一起 坦而皇之的面向世界 大言不惭 这样的人说出来的话 我们能够相信吗 世界能够相信吗 我相信每一个民众都是睿智的 民众的双眼 能够看透真相 夏国故意挑起争端 企图打击造福人类的超级星链 我们是被迫反击的 但即使这样 依然被夏国秘密藏匿的 真正伤害世界的武器 摧毁了大部分的星链卫星 而且 跟夏国狼狈围歼的熊国 居然直接发射 全世界禁用的黑武器 他们的行径 才是想要挑起世界战争 只要夜下身上有这个污点在 我们就永远无法相信夏国的话语 世界的未来在星铁国 我们要团结一致 共同打击夏国这种恐怖的袭击行为 普川振臂呐喊 在直播间中大声地叫道 一番激情的演讲下来 不少西方民众直接被当场蛊惑 夜北的事情 本就让他们已经心中相当的恼怒和不信任了 现在普川的这番话 才更加让他们相信 民众就是这样 只要有人说的足够有说服力 能够将他们内心的那点情绪勾起来 他们立马就会变卦 这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战争 比军事之间的斗争更加的激烈 这是夏国和星条国最后的较量 也是夜北未来大计的最后一步 此刻的夜北 正拿着平板电脑 看着普川的演讲 他的计划崩溃得体无完肤 不过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民众的心思就飞快地变化 但此刻的夜北 却没有丝毫地着急 而是直接一头 再次扎进了航天战舰的制造研发之中 接下来的事情 他不会再多管了 至于能否将这一切翻过来 那就看最高步的行动了 从空天基地 刚刚离开不久的林天雷 坐在车上看着网上的情况 气得浑身发抖 他没想到 星条国居然会用这么卑劣的手段 用抹黑夜北的方式 来给他们争取脱罪的机会 联系雄国 问乔恩抓到了没有 林天雷放下手机 对着助理说道 是时候给夜北证明了 星条国这一次是在玩火星号星号 想用这种低贱的手段 纯粹就是自寻死路 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证据 只要乔恩到手 所有的一切真相 都将大白于天下 星条国会死得很难看 助理快速驱车前往最高步 轩辕红武 此刻都看到了这件事 夏国的国际形象 在疯狂的下滑 星条国已经利用 他们多年来的媒体手段 开始操控民众的思想 黑得好啊 星条国现在真的是不择手段 这么点睛不起推敲的事情 都想利用进来 玩技谋玩星技 夏国是他们的祖宗 让人立刻准备给夜北证明 我倒要看看 一纸戳穿星条国的面具 他们丑陋的嘴脸 会有多难看 轩辕红武 对夜北的事情 了解得非常清楚 他们现在手中握着证据 想要给夜北证明 随时都可以证明 按照林天雷的想法 是想在乔恩抓到之后 没有太大顾虑之后 再行揭开 他也准备在世界科学家峰会的时候 让夜北大放异彩 以强烈的反差 给世界留下绝对深刻的印象 现在看来 似乎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轩辕店 乔恩已经抓到了 我们立马给夜北证明 就在轩辕红武下达命令的时刻 林天雷突然冲了进来 一脸怒气地说道 这星条国真是欺人太甚 一点脸都不要了 若非航天战舰正处在紧张的时刻 我真恨不得跟他们打一仗 让这些鬼子知道厉害 轩辕红武看着林天雷气愤的样子笑了起来 你安排证明的事宜 务必要狠狠地打星条国的脸 经历过一次反转的民众 当他们这次知道 星条国骗了他们之后 那种恨将会无与伦比 林天雷点点头 转身前往资料室 所有关于宋子柔事件的资料和证据 全部都收录在这里 此刻被再次拿出来 已经多出了更多的东西 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 林天雷一边亲自整理着资料 一边对助理说道 很快 大量的媒体就被调动了起来 开始大肆宣传 下国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的事情 无数等待下国官方出口的民众 瞬间就聚拢而来 澄清 下国说 要给澄清这次的事件 他们居然还想包庇罪犯 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拿出什么理由来 真的是恬不知耻 下国已经彻底没有诚信了 一个国没有了诚信 那他们说的每一句话 都不可相信 夜北是猥亵犯的事情 早已是板上钉钉 这难道还能更改吗 直播间尚未开启 下面的帖子之中 网友们就已经激烈地议论起来 来自世界各国的网友 十几亿人全都等待着新闻发布会的召开 在这无数的声音之中 直播间开启了 但是这一次的直播间与众不同 并不是纯黑色的背景 而是一个巨大的屏幕 林天雷坐在屏幕下方 手中拿着遥控器 眼前放着准备好的稻子 看着直播间中涌入的数亿民众 他的神情比普川还要愤怒 网络上突然爆发对夜北先生的污蔑言论 新条国更是借着这一面之词 要将罪名赖给下国和雄国 这种不负责任 混淆全球人民视听 为自己恐怖行径逃脱罪行的行为 让人感到非常的不耻 新条国之高者普川说 夜北非礼女生 被下星号新号方包庇的行为 请问他们 是否拿得出来证据 网络上义愤填应的民众们 你们 又是否看到 能够证实这一切的证据 这种一面之词 是新条国利用大家正义的心 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目的 他们没有证据 但是我们有 我们的证据非常齐全 请大家看大屏幕 这将是为夜北先生证明的时刻 也是见证新条国丑恶嘴脸的历史性时刻 林天雷在直播间中怒声说着 几个反问让 所有刚要准备开口怒喷的民众 全都愣住了 证据 好像真的没有看到什么证据 不会新条国是在骗我们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各种疑问在弹幕中涌出 气氛上头的民众第一次被点醒 而就在他们疑惑之时 林天雷已经按下遥控器 开始给世人展示所有的证据 一切就像是回到了最开始的时刻 蓝星 夏国 清北大学 晚上九点四十分 图书馆三楼的课室灯还通亮 夜北正盯着眼前的电脑 仔细地修改着上面的设计图纸 摄像头的画面之中 每一幕都清晰无比地呈现了出来 宋子柔如何诬陷夜北 又是如何嚣张地摔坏电脑 又是怎样叫人上来 伤害夜北的每一幕 全部都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这些场面看得所有人瞪大双眼 一个个惊恐不已 他们没想到 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新闻 居然都是假的 而且 他们很多人刚开始是不相信的 但是那些官方媒体也在报道 他们才相信了这一切 但现在看来 那所有的新闻 全都是假的 夜北根本就没有做出 非离女生的这种恶劣行径 当证据真正揭露在他们眼前的一刻 他们所有人全都猛了 想到刚才他们在网上怒骂夜北的景象 不少人瞬间觉得羞愧不已 那些一直积怨的下国网友 更是感到自己浑身难受 就在此刻 林天雷的声音再次响起 宋子柔仗着自己是 擎天科技集团老总的女儿 在学校里为非作歹 污蔑夜北的事情 只是他做过坏事中的一件而已 夜北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坏事 他先前在新闻发布会中的每一句话 都是肺腑之言 刚刚网上发生的事情 让他非常的伤心 他将反重力科技这种高端技术 分享给世界 一心为世界人民谋福祉 却受到这样的伤害 这不公平也不正义 但夜北先生却并没有责怪大家 因为大家都受了新条国的蛊惑 做出了失去理智的事情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宋子柔是个间谍 是新条国故意派来伤害夜北先生的恶徒 林天雷的话音落下 直播间中的情景瞬间大变 林天雷的话语 让直播间中的十几亿网友都为之震惊 宋子柔是新条国派来的间谍 我的天 难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所预谋的吗 真没想到新条国居然会这么的卑鄙 不会吧 大学生成为间谍 这简直太过匪夷所思 我觉得不可能 下国这是胡言乱语 他们难道有证据证明 那是间谍 信口雌黄 就是为了包庇夜北 直播间弹幕之中一片哗然 所有人都被林天雷所说的这个消息震惊了 但这其中 依然有一些自始至终都在质疑的声音 面对着民众的议论 林天雷没有半点犹豫 再次按下遥控器 大屏幕上一系列关于宋云英和乔恩的事情都被展现了出来 为了在下国制造混乱 盗走我国的军事机密 斯福尔 科德家族专门培养了一大堆的间谍 乔恩就是这其中最典型的一个 他利用科德家族给予的势力 在下国圣经市经营出擎天科技集团 让自己的妻子宋云英进行管理 并且跟下星号星号方合作 将大量我国的军事机密交给了星条星号星号方 所有的证据都在大屏幕上 下国绝对不会信口词黄 污蔑一个好人 但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下国这些年无故死亡的诸多科学家 几乎都是遭到科德家族的暗海 科德家族不仅在下国布局 制造出恐怖的金融危机 还在全球各国都有着大量的产业 随时准备实施新的恐怖行动 而在科德家族如此所谓 离不开背后星条国的顶臂支持 这一次 他们为了给自己发动战争 洗脱罪名 欺骗了整个世界 欺骗了我们大家所有人 这种在暗中作乱的国家 我们如何去相信 星条国还值得世界人民去相信吗 林天雷阵臂高呼 对着亿万民众说道 同时 屏幕上那所有的证据 都在一张一张的 出现在世人的眼前 刚才那些质疑的声音瞬间消失 无数人彻底被星条国的无耻 和卑劣所震怒 星条国真的丧尽天良 居然能做出这种恶心的勾当 表面上看起来一脸正派 其实背地里的坏事 全都是自己培养的势力所为 科德家族 就是星条国的阴暗面 做着所有背地里才能做的事 妈的 原来那些科学家 都是被害死的 星条国居然堂而皇之地 称为意外死亡 欺骗了我们所有人 这种国家的话 绝对不能相信一句 大量的民众怒了 被星条国的行为震怒 同时也有不少人 对夜北的遭遇 感到相当的难过 一个从小就失去双亲的烈士之子 却要承受这样的不公 为了保护国家的颜面 他每次出现都戴着口罩 这样的英雄 让人敬佩 原力科技公司 为世界做出多少贡献 星条国居然还想害他 真的太恶毒了 被宋子柔那么抹黑污蔑 一个清白的人 被骂成为泄犯 老子真想剁了这个间谍 在直播间的民众们 情绪开始跌宕之时 林天雷继续输出 将星条国这些年来做出的各种坏事 尽数抖了出来 没有藏匿一新半点 全部都暴露在了世人的面前 这一件件的是叠合在一起 此刻直接崩坏了星条国的形象 也彻底点燃了亿万民众心中的怒火 大量抗议的声音 开始在互联网上出现 越来越多的人 自发地开始抵制购买星条国的产品 甚至有人已经组织民众 开始上街游行 要求国家当局 立刻减少跟星条国之间的合作往来 加强跟下国的交流 要求国家联合起来 抵抗星条国可能发动的战争 这种声音还不是那么一点点 而是整个国家 上千万民众 在各大城市同时发起游行和抗议 短短片刻时间 就已经造成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逼迫的各国都不得不做出一些 抵制星条国的措施来稳定民心 而且 诸多黑客组织也都在同一时刻 全网宣布要对星条国发动网络战 不少民间的商人也纷纷发声 表示停止与星条国的合作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抵制起来 看着民众情绪如此的躁动 林天雷乘胜追击 刚才叶北计划被星条国崩溃 现在他要重新将它凝聚起来 并且 这一次要牢不可摧 带领世界民众走向未来 是叶北先生的愿望 也是下国的愿望 下国与世界同在 叶北先生同样与世界同在 反重力技术 可控和巨变的能量转换 这些都是叶北先生解决的课题 而且 我还要告诉大家 将星条国耀武扬威 入侵他国领空的六代机 赶出下国领空的龙星战机 也是叶北先生一个人的杰作 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科学家 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尊崇的存在 林天雷的话音落下 所有人彻底被震惊了 他们万万没想到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叶北一个人完成的 每一项技术 都是改变世界的 而他们居然全都出自这个 只有18岁的少年 这就是天才少年 世界科研界 有他一定会飞速发展的 星条国为了掌控尖端科研 所以才暗害叶北 真的恶心至极 说得对 我们就应该紧跟叶北先生的步伐 才能越来越好 跟着叶北先生走向宇宙 这是世界发展的趋势 星条国是永远不能带领人类 走向未来的 只有叶北才行 我们要相信叶北 在林天雷的话语之下 短短片刻的时间 当才的情况被彻底扭转 亿万民众此刻是彻底坚信起了 叶北之前所说的一切 而星条国则沦为了所有人心中最卑劣的存在 所有人都相信 只有叶北才能带领人类走向未来 走向宇宙 人心前所未有地收拢到了一起 一股支持叶北的力量已经悄然形成 但这还不够 林天雷要让所有的一切都达到顶峰 要让所有人 无时无刻不去期待叶北的每一次出现 他要让世界看向下国 要让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这个天才少年的身上 正如当初所言 他要给叶北一个华丽的证明 面对着全世界十几亿正在实时观看直播的民众 林天雷朗声开口 叶北先生属于下国也属于世界 他是世界科研的未来 是我们人类步入宇宙的先驱者 世界科学家峰会 十年一度的超级盛会 叶北先生将会带着他全新的科研造物 清零盛会 我希望那一天 每个人都能来见证历史 见证叶北先生 带领人类走向宇宙的开端 他的声音落在每个人的心中 都让他们为之振奋 一股前所未有的期待在他们的心中燃起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大义新生 此刻已然成为了整个世界最受关注的科学家 无数人都开始期待 世界科学家峰会召开的那一天 都开始期待 那个能够带领人类步入宇宙的科研造物的出现 好期待叶北先生 能够再出来 给我们讲一讲 我想听听他对人类未来的见解 期待世界科学家峰会的开始 世界就需要这样有担当的科学家 为叶北先生点赞 会是什么样的科研造物 能够是我们人类走向宇宙的开端 真的让人期待万分啊 在直播间浪潮般汹涌的弹幕之中 林天雷掐断了直播 但这一次的影响 却还在疯狂地持续 叶北的知名度 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 就超过了蓝星现在所有的科学家 他的名字 就像爱因斯坦一样的著名 但民众对他的期待 却远远超过历史上所有的科学家 无数人当天晚上仰望星空 心中都无比地期待 世界科学家峰会的找开 期待叶北带领人类 走向宇宙的那一天 而除此之外 民众对于新条国的愤怒 与日俱增 在短短一天时间内 新条国就损失了超过 三十万亿的各类巨额订单 不少进出口产业链 都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不少新条国本土公司 一夜之间宣布破产 除此之外 各国也都不敢跟新条国掺和在一起 被下国一口气 瓦解掉了超级星链的信息 被各大国的卫星全部证实 下国这种恐怖的军事实力 让世界格局百年来 第一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条国不再是全球的中心 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 开始对下国示好 抛出各种优惠至极的合作 跟下国进行初步的关系建交 各方面的情况 都在向着下国靠拢 一股下国 要成为世界中心的感觉 油然而生 面对着所有的一切 轩云红武欣然接受 叶北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为了能让下国 站在世界之巅 成为世界中心 此刻 他做的这些事 开始实现了 另一边 新条国已经怒不可遏 他们不仅输掉了这场战争 还失去了再世界的话语权 现在甚至连豪赌一场 发动世界战争的资本都没有了 因为一旦战争开始 所有国都将站在下国一边 那到时候 就算他们现代化的军事力量 无比强大 也根本对抗不了整个世界 所以 发动战争对新条国而言 就是自寻死路 可是输了一次又一次 被下国狠狠地打脸一次又一次 从六代机开始 到反重力汽车 再到后面的战争 以及网络战 他们从始至终 再也没有赢过 哪怕一个回合 每一次都被下国牵着鼻子走 按在地上锤 这种感受 让他们怒火滔天 黑宫里 普川看完 林天雷的演讲器的浑身颤抖 叶北 都是这个叶北 全都是他 从六代机开始 每一次都是 他在其中发挥作用 才让我们输得那么彻底 如果没有叶北 下国怎么可能斗得过我们 普川歇斯底里的怒吼着 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下面一众高层 一个个都不出声 但心中同样也憋着一肚子火 把叶北杀了 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在所有人都顶着普川的怒火 进入寒蝉之时 军机部部长 哈瑞斯站了出来 他的眼神无比的冰冷 充满着前所未有的杀意 超级星链计划 明面上是斯马克的公司在做 但被地理全都是NASA主导 而这个计划 都是他一手负责的 可就是这个自己耗费十年心血 打造出来的东西 此刻却被下国如此快速地摧毁 他心中的怒 丝毫不比普川少 他的话音落下 现场的所有高层 全都看向了他 普川的也顿住了声音 他看着军机部部长 哈瑞斯的双眼 愤怒的双眼 也变得阴冷起来 说得对 我们应该杀了他 普川冷冷地开口 联系科德家族吧 举国之力 执行屠龙计划 叶北必死 这一次 他是真的下了狠心了 叶北已经彻底挑动了他的神经 他不仅触碰了新条国的逆灵 还将这块逆灵 直接撕了下来 他要用新条国的力量 来联合科德家族 完成这个任务 不单单是复仇 更是为了将新条国的国际地位 重新拿回来 在他们的联系之中 大量的爪牙被派了出去 开始进行调查和布局 以举国之力 杀一个人 此刻的下国 还没有想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 已经在暗中涌动 叶北的生命中的第一个死亡危机 正在酝酿 统帅 乔恩已经被押送到圣经市了 助理对着林天雷会报道 听到这话 林天雷的目光一闪 这个潜逃在外的家伙 今天总算被抓了回来 他现在要立刻前往圣经市 去见见这个不可一世的乔恩 小刘 我们去圣经市军部监狱 他们一家子 总算能团聚了 林天雷说着 转身就向着楼下走去 在他身后的助理 急忙就跟了上去 助理一边走 一边忍不住开口问了一句 统帅 要不要通知一下叶总师 这话让林天雷微微一愣 是啊 这件事 好像确实应该通知一下叶北 毕竟乔恩可不单单 只是损害下国利益的通缉犯 他还是刺杀叶北爷爷的仇人 从一开始 宋子柔的事情 叶北 就根本没在乎 后面牵扯出来的宋云英这些 叶北也都从来没有过问过一句 因为除了宋子柔污蔑了他 摔坏了电脑之外 其他的事情 根本就跟叶北个人无关 而是跟下国有关 宋云英是下国的蛀虫 但不是叶北的仇人 这件事 直到乔恩刺杀老爷子之后 叶北才大发雷霆 做出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 而且还拿出十万辆反重力汽车 要雄国抓人 这一切都可以看见 在叶北的心中 乔恩已经成为了他的仇人 你说的对 是得通知一下叶北 林天雷略一思考 就点点头肯定地说道 下国的公敌更是叶北的仇敌 我们绝对不能忽略了他 想到之前因为此事 叶北冰冷的眼神 双眼之中的杀气 他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为了报复新条国 叶北直接让反重力汽车失控 造成十几万人伤亡 这次要是他擅自处置了乔恩 或许合乎道理 但万一让叶北不满 那可就是严重的问题了 想着这些 林天雷的心再次有些震撼 急忙从口袋中拿出手机 给叶北打去了电话 这件事 绝不能草率 林统帅 有什么事吗 电话接通 叶北依然平淡如常地开口 乔恩抓到了 现在已经被押送到了圣经室 我跟你说一声 林天雷没有绕弯子 直接开口说道 他的话音落下 叶北的眼中猛然闪过一抹杀意 好 我马上过来 叶北说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拿着手机的林天雷 跟助理小刘对视一眼 两人都感到了一股莫名的冷意 看来叶北是真的记仇 这个仇 他是要亲自来报了 下国 圣经室 乔恩从雄国直飞下国的专机上走了下来 机场中十几辆军车正在等待 上百名士兵将飞机团团包围等待着押送他 这个无比重要的犯人 圣经室军部指挥官李明辉根本不敢掉以轻心 被特警们压着 李明辉一步步向着军车走去 呼吸着这里的空气 看着远处的高楼大厦 乔恩惨笑一声摇了摇头 随后就被押上了军车 急速向着圣经室军部监狱而去 现在的他已经不再抱有任何逃脱的希望 被下国的军方这么大费周章的抓来 除非上天派天兵天将来劫狱 否则没有半点逃出升天的可能 而且斯塔纳门族也被雄国搞定 更是绝了他往后的路 从这里出去 终究还是要回到这里 隔着车窗看着沿途的风景 乔恩忍不住感叹一句 前往新条国已经很多年了 再次回到这个地方 他还是感觉到熟悉 可惜没能亲手杀了这个家伙 乔恩暗叹一口气 心中依然记恨着叶北 他一生灭掉了所有的仇人 但却栽在了叶北的手中 即使此刻 心中依然想要将叶北手刃 一个小时后 圣经市军部监狱门口 两辆反重力汽车同时抵达 在关闭了反重力装置之后 车子缓缓地下降到了地面上 李明辉早就已经在监狱大院中恭候了 第一辆车门打开 林天雷从上面走了下来 但还未等李明辉上前问候 第二辆车上 叶北也面无表情地走了下来 给他开车门的 正是有些微胖的男人 他的脸上带着恭敬 同样还带着一抹骄傲的样子 看向周围的人 嘴角带着一抹自信过头的笑容 显然他的车技征服了叶北 成为了叶北的专属司机 而供他驾驶的这台车 也绝非平常 这是下国少有的顶级配置反重力汽车 每台造价高达上百亿元 专供下国高级人员使用 比之前下国高层之前乘坐的红旗专车 要强上数倍 叶北的这辆更是顶尖中的顶尖 叶叶总师 李明辉看着车上下来的叶北 颤着声音叫道 以前的他不知道叶北是什么人物 现在他想不知道都不行了 走吧 别在这处着了 林天雷看了一眼李明辉直接说道 乔恩到了吗 到了到了 统帅现在就可以立即提审 李明辉听到这话 连忙开口答应 几人在李明辉的带领下 走进监狱 直直地向着审讯室走去 此刻的乔恩正一脸淡然地坐在审讯椅上 安静地等待着审判他的人物到来 审讯室内 十几个审讯员盯着他 防止他出现任何危险的举动 砰 审讯室的大门被突然打开 紧接着 林天雷和叶北等人就走了进来 林天雷摆摆手 所有人立刻就退了下去 审讯室内一下子 就只剩下叶北和林天雷和他的助理 以及嘴角带着冷笑的乔恩 没想到啊没想到 我这么一个小人物居然要下国的大统帅来审讯 乔恩冷笑着开口 话语中带着一丝细血 哦对了 还有这位下国顶尖的科学家 是叫叶北还是叶下来着 哈哈都一样 闭上你的嘴 这里不是你放肆的地方 林天雷的助理听到乔恩对两位领导不敬 立马就开口呵斥 而叶北丝毫没有在意 依然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缓步向着乔恩靠近 在距离他两米的位置 停下了脚步 你想知道什么 乔恩看着叶北 依然冷笑着开口问道 为什么派人刺杀我爷爷 叶北双眼冷冷地看着乔恩问道 哈哈哈哈 你问我为什么 你不该问你自己为什么吗 乔恩大笑起来 盯着叶北反问道 你能让下星号星号方杀我女儿 杀我妻子 我为什么不能派人去杀你爷爷 你应该感谢下星号星号方保护好了你 否则第一个死的会是你 两人第一个照面 林天雷就已经感觉到了 他们身上隐隐浮起的杀意 乔恩想杀了叶北 叶北也想杀了乔恩 他们四目相视 犹如刀尖对刺 锋芒直逼眉心 你的妻女都没有死 就在两人话音落下之际 林天雷上前两步淡淡地开口 这话让乔恩的目光瞬间就转了过去 告诉我们柯德家族的隐秘 我会让你们全家团聚的 你没有选择的机会 林天雷还是淡然地开口 对着乔恩说道 当然可以 乔恩再次笑着开口 一脸的坦然 像是根本没想过要给主子 誓死隐瞒一切一样 我不仅会告诉你们 柯德家族的很多隐秘 乔恩说着 转过头看向了叶北 还会告诉你 你妈妈到底是怎么死的 他的话音落下 林天雷原本淡定的神色 瞬间为之一变 叶北的眉目也猛然一凝 看向乔恩的眼神 变得更加的不善 珍惜你能活着说话的机会 叶北语气冰冷地开口说道 他看向乔恩的目光 充满了杀意 左手更是已经摸向了 腰间别着的匕首 哈哈 我就知道你会感兴趣的 乔恩再次笑了起来 他看到了叶北眼中的杀意 但却没有丝毫的畏惧 带我妻子女儿来见我 否则 你这辈子 都别想知道你妈的死因了 他的话音落下 审讯室内立马陷入了寂静之中 林天雷听着乔恩的话语 心中已然感觉到了不对劲 乔恩 不要在这里耍鬼剑 林天雷怒声呵斥 再废话 老子一枪帮了你 但这话却并没有引起乔恩的半点情绪 反而一脸淡然地看向了林天雷 想杀我 随时都可以 那表情像是根本不害怕死亡一样 或者说 他笃信林天雷根本不敢直接轻易地杀了他 但等他回过头来 叶北已经一步走到了他的身前 左手中闪着寒光的匕首已然紧握 抬手一刀就扎在了乔恩的锁骨之上 骨头咔嚓的碎裂声清脆无比 啊 剧烈的疼痛让乔恩惨叫连连 表情立马就扭曲了起来 知道不知道都已经不重要了 你没有威胁我的资格 叶北冷冷地说着 话语之间 手中的匕首再次落下 直接就插进了他的胳膊上面 赞心刺骨的疼痛让乔恩呲牙咧嘴 看向叶北的眼神中充满了怨恨 但是却根本无法挣脱审讯你的束缚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叶北满是杀意的目光 直视着乔恩 手中的匕首再次抬起 直直地向着乔恩的眉心刺去 这一击下去 他必死无疑 看着眼前寒光闪闪 直逼双眼来的匕首 乔恩慌了 慢着 他大喝一声 急急忙忙地开口 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切 他的话音之中 叶北及时收住了手中的匕首 从乔恩眉心十公分的地方 慢慢地抽回 你只有一次机会 叶北手中的刀并未放下 而是指着乔恩冷声说道 看着眼前这个冷血无情的家伙 乔恩第一次感觉自己的判断失误了 他原以为叶北会因为想知道一切而妥协 这样 他就能步步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了 但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根本不在意 好像他妈是怎么死的他根本不在乎一样 不由他多分说一句 就直接下死手 你们想知道的 我都可以说 但说完之后 让我见一面我的妻女 乔恩看着叶北说道 这是我最后的条件 如果你们不答应 那现在就杀了我吧 说完 脖子一横 不再多说一个字 说吧 叶北收起匕首 冷冷地答应 第一个回合 短短几句话之间 乔恩跟叶北心理上的较量 惨败收场 但这也让乔恩心中 更加想将叶北杀掉 扭过头来 乔恩看了叶北和林天雷一眼 随后开口说了起来 柯德家族真正的根据地在 乔恩回忆着自己 这些年做过的所有事情 开口说了起来 大量不为人知的事 都从他口中缓缓吐出 被录音记录了下来 陈安武也已经从下安部赶了过来 正在审讯室之外的电脑前 记录着乔恩所说的所有事 这是掌握柯德家族 更多情报和信息的难得机会 这个一直致力于侵害下国的恶势力 是下安部一直以来 想要连根拔除的存在 有了这些 自然会对他们的行动有利很多 片刻时间 乔恩终于说完了 有关柯德家族的所有事情 随后这才转过头 看向夜北 等了很久了吧 我现在就告诉你所有的事实 乔恩冷笑一声 开口说道 十年前 你的妈妈 也就是下国最出色的行政专家柳星月 为了破获百人巨轮失踪案 前往团队前往大洋彼岸侦察 飞机却意外失事 这件当年轰动全球的大事 我想你应该了解吧 那你知道 飞机为什么会失事吗 你又知道那艘承载着百人的巨轮 是怎么失踪的吗 听着乔恩的话 夜北的目光一宁 死死地盯着他双眼 乔恩顿了顿 接着开口说了起来 十年前 柯德家族企图暗中重启奴隶贸易 想要将一些人 运到星条谷的山里 做制毒的牢役 而这百人巨轮 就是他们的第一次实验 可却被世界联合会发现 这种被全球禁止 甚至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行为 让世界联合会无比的重视 为了躲避世界联合会的追踪 最终柯德家族 直接将这艘船炸毁 原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可没想到世界联合会 死死咬住不放 在搜查两久无果之后 就找到了柳星月 来追查这件案子 当时从未失手 破解过无数大案的柳星月 享誉世界 有着行真先知的称号 为了不让这件影响严重的事情 被发现 柯德家族花费重金 制造出了这件 震惊世界的飞机失事案 而你的母亲 就是这样死在了柯德家族 一手安置在飞机的炸药上 乔恩说完就直接收声 进入了沉默 但这话 却让林天雷瞬间大惊 他知道乔恩说 这些是想要干什么 原本以为他被抓进来 应该死了报复叶北的心了 没想到这家伙 居然会整出这么一手 他说的这些 是真是假恐怕再也难寻真相 但这些话 已经埋在了叶北的心中 只要叶北想要追寻真相 就一定会跟柯德家族 结下仇怨 面对有着星条国之称的 庞大家族 叶北越想复仇 就会越加的危险 这一招林天雷没想到 这个狡猾的乔恩 在绝望之中 居然做出了借刀杀人的事 这让他怎么能不震惊 林天雷心中一紧 刚想要开口反驳 但叶北却先开口了 他的表情依然冰冷 嘴角带着淡淡的冷笑 目光直视着乔恩 挑拨离间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呵呵 叶北冷笑着抛下一句话 随后直接头也不回地 转身向着审讯室外走去 这出乎乔恩预料的景象 让他顿时愤怒起来 他没有摸透叶北的心思 还以为自己最后的计划也落空了 一时间歇斯底里地咆哮起来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 但杀害你母亲的凶手正在逍遥 他们这辈子 都不会付出任何的代价 叶北回过头 看了一眼乔恩 眼神中带着一丝不屑 劳烦林统帅处置他了 我还有事先走了 叶北说完 拉开审讯室的大门走了出去 乔恩看着审讯室的大门关上 眼中充满了杀意和明星的恨意 但他不知道的是 大门之外 叶北的眼中同样弥漫出疯狂的杀意 有些事 一旦开始怀疑 就已经成为了事实 叶北会去查明这些 但无论如何 柯德家族必死 心条国毕灭 审讯室内 林天雷看着叶北转身离去 心中同样猜不通 他不知道叶北到底是怎么想的 但以他的了解 他总感觉不会这么简单的结束 如果叶北真的想要复仇 那恐怕真的会引起一场浩劫 带下去 林天雷转头看向助理说道 我以前怎么说的 就怎么处理吧 说完 急忙转身追了出去 很快 审讯人员就走了进来 将乔恩压着 走向了监狱深处 你们统帅答应我去见他们 乔恩一边跟着他们走 一边开口说道 放心 现在就带你 去见他们 让你们一家子 整整齐齐的团聚 审讯人员冷笑着开口 压着乔恩 很快就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地下牢笼之中 这是建设在监狱底部的特殊关押点 是为宋子柔和宋云英专门建立起来的 隔着几十米远 乔恩就已经闻到了空气中传来恶臭的味道 像是猪圈一样的臭味 熏得他直皱眉头 监狱里面还养猪吗 乔恩不能用手捂住抠鼻 忍不住吐槽一句 这话却引得一众审讯人员狂笑起来 哈哈 你猜的还真没错 确实是在养猪 马上就让你看看我们养的猪怎么样 哈哈 几人笑着 压着乔恩走进了牢笼之中 这个直径二十几米的牢笼 给人感觉相当的空荡宽敞 门口的侧面 放着一个农村常见的猪食槽 里面散发着恶臭味的食物 让人作呜 而在牢笼里面 两个看不清面目 浑身都是结痂伤痕 只剩下大臂大腿的光头人 正在里面俯卧着 听到门口传来的声音 紧觉得力气伸来 就像是猪一样 胳膊和腿全都立在地上 四足爬行 他们的目光之中 带着相当的恐惧 盯着门口出现的人 发出惊恐的哼哼声 像挤了两头猪 在那里恐惧的叫唤 乔恩看着眼前十几米外 那两个已经被折磨得 不成人样的存在 整个人的双眼瞪大 脸上写满了金句 死柔 乔恩大叫一声 想要挣脱审讯人员的束缚 而远处被他的叫声 吓到的两个猪 哼哼地惊叫着 向着后面蠕动 他们就是 已经被做成了 人质的宋子柔和宋云音 乔恩在看到他们的 第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昔日他最亲爱的妻女 现在已经被折磨得 失去了神志 成为了行尸走兽 他们认不出 自己曾经的亲人 跟猪圈里养着的猪 别无二样 乔恩看着他们 这一次彻底怒了 心中绞痛欲裂 滔天的怒火和恨意 将他整个人席卷 啊 叶北 你不得好死 乔恩朝天怒吼 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身上轻筋暴跳 但还未等他发现怒火 一股钻心的痛 就涌上了他的心头 骨头断裂的声音 在这个牢笼中回响 乔恩低下头看去 因为疼痛而猙獰的双目中 一个熟悉的手掌 正在地上抽动着手指 鲜血从他的手腕处流出 有人已经将 烈性的止血药粉 撒在了伤口上 更加剧烈的痛苦 让他几乎晕厥过去 但下一秒 用力地掐在了他的人中上 紧接着 在他痛苦怒吼之时 一块棉布就塞进了他的口中 防止他咬舌自尽 放心 我们都是很专业的 旁边的审讯人员 手中拿着半米长的砍刀 冷笑着开口 你的妻女是很好的教材 这一套简直行云流水 我自己都欣赏啊 嘿嘿 我们会将你做成 更加完美的人质 好好活着 你们一家子 可要长寿到老啊 男人说完 摆摆手 几个审讯人员 就直接将痛苦到极致的乔恩 给压了下去 这座多端的一家 终于在此刻团聚到了一起 春去秋来 七个月时间飞逝而过 这七个月的时间里 叶北除了每天正常的解析 起点数据 研发更多的新科技之外 一直都在紧密地加快 航天战舰的建设工作 爷爷也像是回到年轻时候一样 每天都朝气蓬勃地 帮着叶北 进行各方面人员的调动 让整个航天战舰的建设工作 稳定快速地推进 在他们爷孙良的带领下 夏国全国的鼎立支持中 数以千万计的夏国工匠 和无数响应号召的苦力民众 以及大量的夏国顶尖科学家 和各类专家 所有人全力合作 终于在世界科学家峰会前五天 将夏国的航天战舰建造完毕 被叶北命名为 青铜号的航天战舰总建设基地中 无比庞大的青铜号航天战舰 正静静地停靠在中心的建设平台上 此时 所有的工作人员 全部都从航天战舰上走了下来 叶北正站在基地建设中心边缘的平台上 看着这个犹如大山一样航天战舰 他的眼中闪着激动的光芒 这是他多年的心血 是他梦想的启航之作 十个月 举国之力 总算成功了 用十个月的时间 花费四十万亿的巨额资金 动用了数千万的人力 这么浩大的工程 这种跨越一个世纪的壮举 这个能够开启宇宙大门的钥匙 真的呈现在他的眼前 他怎么能不激动 在叶北的身边 薛元洪武和一众下国高层 还有诸多的科研专家 都在仰望这个庞然大物 他们每一个人的神色都振奋无比 眼神之中充满了炽热的光芒 这艘重达七千万吨的航天战舰 凝聚了他们每一个人无数的心血 这十个月 他们每个人都是单惊节虑 将自己的全部时间都贡献其中 很多时候连觉都睡不好 常常在半夜激动地醒来 他们为的就是能够早日 将青铜号航天战舰建造成功 现在 他们终于完成了这个所有工程 终于成功地造出了下国的国之重器 在无数人期待的眼神之中 薛元洪武转头看向叶北 叶总师 您打算何时试航战舰 他的话音落下 刷刷刷 现场所有的科研专家 全部都看了过来 无数双充满期待的目光都盯着叶北 等待着他的回答 所有的科研者 都急切地想要看到青铜号战舰腾空而起 想要看到他成为下国的守护者 叶北自然能够感受到 他们每一个人心中那股强烈的期待 因为他的心情 也是一样迫切地想要 看到这个庞然大物飞入宇宙 五天后 叶北看着众人 没有多思考一秒 直接开口给出了答案 世界科学家峰会召开的那一天 就是他君临天下的一刻 叶北眼中带着一丝炽热说道 这话一出 所有人顿时就激动起来 每个人的神色都变得振奋无比 这场世界盛会是全球主目的科研盛会 每十年才会召开一次 是蓝星科研发展的一次汇报总结 一直以来都备受全球民众的关注 尤其是这一次 因为叶北的原因 全球几十亿人没有谁不再期待着 这场峰会的召开 宣源地 安排人员登舰进行磨合测试吧 叶北回过头来看向宣源红武说道 五天之后 让全世界看到我大厦的最强军团 宣源红武听着这话重重地点点头 随后面向所有科研专家 朗生开口 大家都回去好好休息吧 五天之后 我们一起见证我们大厦的崛起 他的话音落下 叶北最先台步离开了这里 所有人也都在陆续地离开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心中无比期待五天后的峰会 三天后的早晨 就在航天战舰上 三十万将士磨合训练的时候 空天基地实验室外 陆永平迈着大步急匆匆地赶来 此刻的叶北刚刚忙完自己手头的事 转过头 陆永平就走了进来 叶总师 峰会上的准备都怎么样了 陆永平笑呵呵地问道 看着充分休息一晚上 脸色好了许多的叶北 他的心情也很是晴朗 这一段时间里 为了能够打造更好的国之重器 叶北对航天战舰 又进行了诸多的改进 虽然多耗费了十几万亿的资金 战舰的总重也增加了不少 但现在的战舰实力 可以说再次提升了一个等级 每天夜以继日的工作 让他的脸色一直都比较的差 这两天稍作休息 叶北确实看起来阳光了许多 有了一个少年该有的蓬勃朝气 刚好完成 院长来看看 还有什么不足之处 指教指教 叶北微笑着回应 将桌上自己已经准备好的东西 都拿了出来 除了演讲用的稿子之外 还有一个半米大小的科研产物模型 陆永平上前两部 拿过叶北的演讲稿看了起来 一篇稿子并不长 但一口气读下来 却让他感到新潮澎湃 不得了啊不得了 你这一篇演讲稿竟显大国风范 实在是让人惊叹 写得太好了 他没想到 叶北不仅科研搞得好 这文采也绝非寻常啊 看完稿子的他 脸上笑容更盛 转头又看向了桌上的小模型 这是一个机械战甲的微缩模型 按照上面的比例来看 足足有几十米高大 看起来威武霸气 比那些市面上买的高达手办 还要摔上数倍 不可思议 你居然想设计这种机械战甲 想要投入到实战中使用 可比战舰还要难搞啊 陆永平仔细地翻看着 这个模型的每个部位 连连赞叹 他是真的不知道 叶北这个脑子是怎么长的 一边航天战舰的事情要忙 一边还能有空 又设计出来个新玩意 他怎么就有这么多的精力 搞各种各样的研究 而且智慧像是无穷无尽一样 根本没有创作瓶颈 陆永平高兴地点着头 翻看着模型 突然 当他看到模型背上刻着的字时 神色猛然一变 整个人心中轰的一声 忍不住直接惊呼出声 大下太空军 陆永平脸上写满了震惊 扭头看向叶北 你是想打造出一支机械战甲的军团 一直默不作声的叶北 笑着点点头 人力终究是有限的 太空军团才是属于航天战舰的战斗主力 想要让战舰拥有更强的外星球作战能力 太空军团是必不可少的 这话让陆永平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这一个机械战甲就近百米高大 叶北设计这种东西 恐怕不是为了对付蓝星上的人类 像是知道陆永平在想什么一样 叶北夺着不开口说了起来 宇宙那么大 绝不只有人类文明孤独的存在 如果有一天 遭遇到了带有敌意的外星文明 太空军团就是我们强有力的战斗力 我设计出的机械战甲有用自动供养系统 完全可以支撑战士们在外太空作战 说着叶北又转了过来 拍了下陆永平的肩膀 龙降于天 航天战舰起航之时 就是我们下国摆脱小小的蓝星 走向宇宙的时刻 我们的双眼将会触及那深邃无垠的宇宙 老祖宗眼中的天 就是我们新的路 陆永平被叶北的话 惊得有些出神 好像已经看到了 那艘战舰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 跟新的文明产生了交流 浩浩荡荡的太空军团 招展着巨大的大下战旗 雄伟无比 龙降于天 陆永平难难地重复着这几个字 他老迈的认知 已经有些跟不上叶北的思绪 但这简单的话 却让他震撼无比 你说的对 陆永平缓缓回过神来 将模型小心翼翼地重新放回桌上 无比满意地点点头 抬起头看向叶北的眼神中 带着相当欣慰的目光 下国的未来 将要在眼前这个年轻人的手中 走向不可思议的地步 或者说 人类的未来 都将因为踏而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这一次无论如何 你都将成为峰会的焦点 两天后 峰会就要开始了 我已经让人去准备有关出席的事宜了 你还有什么需要吗 叶北笑着白白手 院长安排就好了 对于峰会 叶北并没有太过在意 陆永平参加过数次 这些问题交给他 根本用不着 他操心半点 那好 你先忙吧 陆永平点点头 随后转身离开了实验室 在他离开这里没多久 下国科学院就发布了 本次科学家峰会的参会者名单 峰会倒计时48小时 下国科学院官网发布的帖子 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吸引来了无数网友的围观 下国首次举办 世界科学家峰会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本来就已经是口口相传的火爆事情 全球几十亿民众 无疑不再期待这场盛会的召开 整个下国 更是已经开始在这一周内 欢呼了起来 到处都在张灯结彩 贺喜下国科研 终于走到了世界的前沿 在这种期待之下 下国科学院的这条帖子 更是如点燃火药的火柴一样 直接引爆了全网 全球各国的参会成员全部确定 这说明一切都已经彻底准备就绪 现在只等48小时后 峰会的正式召开 随着官网帖子发出 大量科研博主 早就已经盯紧了这个财富密码 他们仔细地分析着 参会的科学家名单 将里面厉害的大人物 全都找了出来 因为这次盛会的特殊 因为夜北的原因 各国参会代表中 出现了多年 未曾出现过的科研界态度 这让科研博主们激动不已 立马制作视频全网发布 他们这些亲近平民的科普视频 在如此高关注度的情况下 一发出 就能够被大量人围观 短短几个小时 就能积累数百万的点赞 而全球各大网络平台上 大家刷到的帖子 十条里面有八条 都是世界科学家峰会相关 这八条之中 还有四条 更是跟夜北有关的 作为本次峰会 最瞩目的科学家 夜北可以说是力压所有人 即使那些科研界的 泰斗级人物 热度都不及夜北的十分之一 而且 之前说过 夜北要在峰会上 拿出带领人类 迈向宇宙的科研产物 这件事更是成为了 所有人期待的事情 而在这期待中 各大媒体官方 都在不停地发布着新闻 为峰会进行预热 企鹅 世界科学家峰会 参会名单曝光 速戳查看 UG 震惊 科研界泰斗 宣布参加世界科学家峰会 豆瓣 全球盛况 世界科学家峰会 你不知道的那些事 微博 峰会倒计时40小时 最新咨询 豆瓣 跟着我 第一视角体验科学家的峰会盛会 安排 闭呼 泄妖 人在夏国刚下飞机 正在前往峰会特供酒店 夏国国内所有平台 全部都在推送有关峰会的帖子 流量堪称爆炸 数以亿计的网友 在帖子下面评论着 我的天老爷 我看了峰会参会名单 活着的科研界诺奖得主 基本都来了 这也太震撼了吧 夏国这次的峰会 真的堪称史上第一豪华阵容 大国里参会的 全都是顶尖人物 我估计这些人 都是为了叶北来的 毕竟他这次可是要让世界看到 打开宇宙大门的钥匙 据说夏国准备的相当充分 京都都为此 进行了相当巨大的建设 期待五国科学家们大放光彩 夏国的主场 一定要耀眼无比 看见了没 夏国最好科学院院长 陆永平老先生也参会了 叶北的名字赫然在炼 真的超级期待 太期待叶北了 他简直就是这场盛会的主角 是全场最年轻的人了 确实啊 这么多科学家 几乎人人都是四十岁以上的 只有叶北是十八岁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你们说叶北会带来 什么样的科研造物 能够打开宇宙大门的钥匙 我真的太期待了 乖乖 意志国的梅瑞 雄国的亚伯拉罕都来了 这次峰会 真的太有看头了 雄国和星条国的人是最多的了 不知道他们这次 带来了什么尖端科技 倒也很期待啊 一直以来都是星条国 在峰会上占上风 这一次不知道会不会因为叶北 而有所改变 妈的 吊锤那些星条国的废物 让他们看看 什么叫做大国科技 就是 上一次用星链袭击我国的事情 我还没忘吗 想看叶北狠狠地抱锤他们 各大平台上 无数的网友都在发声 峰会倒计时24小时 各大主流的媒体 已经近乎疯狂地再发布新闻 没有一点点新的信息 就会立刻通告出来 世界科学家峰会 将于下国时间9月23日早晨8点开始 届时 下国京都将会全面戒严 峰会流程细则曝光 下国全新的峰会召开理念 这次我们将一起目睹世界的先进科技 峰会出席科学家已经陆续抵达下国 下国热烈欢迎为人类发展 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们 下国最高者 轩辕红武将出席峰会 对全球科学家表示欢迎 并于当天宣布峰会的开始 明天早上8点 全球聚焦下国日报将以全新的直播形式 与全球一起见证世界科学的最新发展 大量主流媒体的声音 让网友们全部都沸腾起来 尤其是公布出峰会将采用全新的直播形式 让全球民众都能参与其中 这个消息 更是将民众们对峰会的期待 推向了新号新号 无数的网友都激动无比 他们没想到 下国居然会给全世界这么一个机会 直接颠覆了以往的峰会传统 而且 轩辕红武更是要出席科学家峰会 这种下国对世界科学家的尊重 对人类科学的尊重 让所有人都为之钦佩 毕竟 以往的所有科学家峰会各国领导 基本都不会参与 都是世界科学联合协会进行主导 这一次 看得出来 下国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 更是将这场峰会的格局 彻底地拔高了一个层次 几十亿人在这一天 前往下国日报 点击明天直播间的预约 所有人都期待看到 站在世界顶端的科研伟人 更期待看到 叶北和他那神秘科研造物的出现 但在这无数的期待之中 有一双双不怀好意的眼睛 却在暗中阴冷地注视着一切 甚至有一些已经光明正大的 出现在了下国境内 他们 同样期待叶北的出现 这些人混杂在各类人群之中 有着统一的目的 在这七个月的时间里 科德家族和星条国联合在一起 为屠龙计划 做了相当多的工作 可以说 各方面都已经尽善尽美了 他们的目标就是叶北 这个能够带领下国崛起的超级天才 最后科德家族全面对接 每个人都处在待命状态 这场看似浩大的盛会 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其实背后的暗流已经汹涌来袭 即使下国已经在这方面 做了相当的戒严和预防工作 但架不住一心想弄死叶北的 星条国举国之力的渗透和埋伏 整个京都表面上无比安全 但危险其实早已进入了其中 有的甚至都已经入住了 峰会专供的酒店里面 在万众期待 全球瞩目第十刻 叶北将手头的东西收拾了一下 躺在床上准备入眠 明天早上八点 他要前往京都参加峰会 被养足了精气神 给世界看到下国人的风采才行 这让他破天荒的晚上十点 就上床睡觉 床头的桌边 所有明天要带的东西 都已经准备好了 不过 此刻望着天花板的夜北 并没有想着峰会的事情 对于这些名利 他根本就不在乎 他正在思考的是未来 接下来要做的事 这些年来 自己为下国可谓是鞠躬尽瘁 将所有的心血全都拿了出来 也正是因此 下国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迎来巨大的蜕变 看着自己一手助力 下国飞速崛起 夜北的心中 也确实为之触动 但随着航天战舰的打造成功 他的心就已经开始脱离 这颗孕育自己的星球 这段时间以来 他心里一直在准备一个新的行动 那就是让航天战舰登陆火星 这颗人类有过诸多探测 但却一直都略知皮毛的行星 让夜北很感兴趣 因为根据下国发射上去的探测器 发现火星上确实有水的存在 而且还有一些比较奇特的东西 这些都让夜北非常想要 登上那颗星球去 认真地勘探一番 或许能够有新的科研发现 也说不定 超能允星炮 火星矩阵 在无数的思绪之中 夜北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喃喃之中 像是已经出现在了火星之上 9月23日 清晨6点 夜北已经让人将所有东西 都装到了自己的专车上 换上陆永平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正装 夜北吃了点东西 直接就乘车前往了京都 反重力汽车 以2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在空中急驰 向着那座 已经被打造成科幻之都的城市 飞速靠近 今天的京都异常瞩目 从昨天晚上开始 无数人就已经拿着手机 端着各种摄影和直播设备 出现在了京都各地 虽然因为全城最高戒严的状态 他们根本无法进入到那环 但即使这样 也挡不住民众们的热情 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 从全国的各地赶来 在经过重重审查之后 在城市的最外环 开启了大量的直播间 全球几十亿网民 更是激动无比 无数人一大早就已经拿着手机 打开电视 准备参加这场盛大的峰会 原本历届以来 民众根本无法看到的尖端会议 这一次 却因为下国的新举措 给了所有民众一个参与的机会 而且因为最神秘的科学家 夜北的出席报道 更是让所有人都充满了期待 全球所有主流媒体 从一大早开始 就已经进入了峰会开启倒计时 诸多的记者都已经从全球各国 来到了下国京都 此刻上网 随便点进去一个软件 基本上全都在推送峰会召开的消息 这些平台上 各种预热直播正在开启 随便一个不入流的主播直播间内 都有上万人观看 这种盛况完全可以说的 上市万人空巷 大家可以看到的 这是本次世界科学家峰会的召开地点 现场目前依然是封锁状态 能够看到整个会场 一公里范围内占满了士兵 他们都是下安部调遣过来的保卫力量 这种森严的防卫 确实看得出来下国对这场峰会的重视 这次来到下国 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惊喜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过 网络上有关京都的各类视频 这种未来科幻的建设元素 真的让人非常震撼 但据说下国真正的科幻之都尚未开启 来自国外的记者 正在现场的预热直播中 激动地介绍着 能够被允许进入 这次峰会的现场 进行跟拍采访 他们可以说是荣幸之志 每个记者的脸上都带着激动的神情 充满活力地在进行着直播 而观看直播的网友们 比他们更加兴奋 我的上帝 我刚才看过了京都的一段航拍视频 这简直就是在未来的城市中啊 下国的城市设计师 真的让人佩服到五体投地 未来科幻的元素 和下国京都历史古风的融合 堪称完美 古建筑保存完好 在陈运的历史上 增添了全新的科技形象 让人感觉 这曾经的皇城活过来了 别的不说 我是真的想看科幻之都开启 我都想象不到 那会是何等的绝伦场景 最后一个小时了 倒计时六十分钟 这场风会期待了我一整年啊 下国的防卫力量 真的足够顶尖 估计方圆五公里以内 没有人能带一把指甲捡进去 这肯定要慎重啊 毕竟全球顶尖科学家都到场了 这要是出事了 下国的麻烦可就大了 外国朋友们别慌 意外这种事 发生在自由的国外 你们可以担忧 但下国是根本不用操心的 太期待了 马上就要见到叶北了 我好吃他的眼啊 简直帅爆 是啊是啊 超级期待叶北先生 和他那开辟人类新世界的神秘科研产物 国外官方媒体的直播间中 几十万观众在里面议论着 弹幕如潮水涌动 无数人的期待都达到了巅峰 峰会倒计时三十分钟 作为今天的主场直播 下国日报正在峰会现场的内部 进行最后的设备调试 这是全场唯一能够提前进入会场的媒体 准备开启直播间 五分钟后 科幻之都开启 一道严肃冷静的声音 在撒北宁和王小兵的耳脉中响起 这让两人都深深地吸了口气 开始调整状态 做最后的准备 计时器上的时间 一秒一秒地流逝 距离峰会正式召开 还有最后的二十六分钟 但下国日报的官方直播间 却进入了开启的六十秒倒计时 峰会现场 这一次峰会全球直播间的主持人 撒北宁和王小兵 心中都前所未有地感到压力 即使为这场峰会 已经足足准备了七个月的时间 他们此刻还是有些难以克制的紧张 加油 撒北宁侧过头 跟王小兵互相对视一眼 打气着互相点点头 随后 在六十秒倒计时结束的一瞬 按下了直播间开始 下国为这场直播间 专门搭建的服务器 飞速运转 不到几毫秒的延迟 直播间同步打开 下一秒 难以计数的观众 像是每分每秒都在这蹲着一样 瞬间就涌了进来 不过短短的两秒钟时间 超过两亿网友 涌入直播间中 刚刚运转起来的服务器 瞬间就被挤满 与此同时 早就已经等待的各大媒体 立刻就开始转播 来自全球的观众们蜂拥而入 直播间在几秒内 就突破了15亿的观众量 直播间顿时就卡顿起来 甚至一些网友被挤退出去 而这种卡顿 不过维持了半秒时间 直播间画面就成了一片空白 卧槽 赶紧他妈的抢修啊 全球直播的总导播 看着直播间崩溃人都妈了 大声的吼道 好在工作人员 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不过三秒钟 直播间画面就恢复了正常 直播间再次开启 这一次 更多的网友开始进入 在峰会场外的那些媒体直播间中 观看人数飞速下跌 刚才还几十万网友在线观看 不到十几秒时间 就已经能给剩下不足百人了 而此刻夏国日报的全球直播间中 足足三十亿民众在线观看 欢迎来自全球的同胞们 这里是第十八届世界科学家峰会的全球直播间 直播开启三秒后 撒北宁面带笑容 朗生开口说道 夏国响应全球同胞的期待 为了能够让全球民众一起参与峰会 所以采用了全新的直播形式 来让每个人都能够一起参与到峰会中 我代表夏国在这里热烈欢迎大家能够共同关注这场事关 我们人类发展的科学大会 人类科技的进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 世界未来的发展 人类未来的走向都离不开科学的前进 本次峰会将会带领大家一起领略科学的魅力 一起参观当代科学家的风采 见证世界科学的最新成果 撒北宁说着 脸上的笑容无比的亲和 每个字都非常的清晰 铿锵有力的声音配上着大气的开场白 无疑不再展示夏国的体面 本次召开世界科学家峰会的会场 是夏国京都最大的会议场馆 夏国大会堂 但在会议召开之前 我们想带领大家 先在夏国京都这座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都上 一起欣赏未来科技和人类历史的交融 看一眼我们未来生活的城市 撒北宁说完 直播间的画面随之一转 出现在了京都城的入口 在几十亿人的瞩目期待之中 夏国最高步的指令下达 耗费了两万亿 打造许久的未来科幻之都瞬间开启 这个一直以来被夏国尽可能神秘隐藏的存在 此刻展现在了全世界所有人的眼前 只见京都城入口处 那巨大柱子上盘着的巨龙猛然睁开了双眼 身上的层层金漆也开始剥落 他们的身躯扭动 竟然肉眼可见地活了过来 下一秒 从柱子上盘旋而起 向着天空之上飞去 直播间的镜头也跟着他们飞上半空 向着京都里面飞去 接下来呈现在直播间中的场面 才是真正震撼的场景 原本只是融入了科幻元素的城市 像是活了过来一样 无数的高楼大厦都有了自己的生命 反重力电梯在高楼之间流转盘旋 大厦上 原力科技公司全息立体的三地投影广告 让人叹为观止 原本陈运老旧的皇城 上空一幕幕的历史画面闪动 玲珑从其中穿过 全立体的三地投影 让人好像真的置身于那个古老的时代中一般 反重力汽车在城市的道路上空急迟 各类能够飞行的机器人 在楼层上空辗转跳跃 检修着每一栋大楼顶层的电力设备 在他们工作的时刻 像是看到了空中的玲珑一般 还抬手向他们打招呼 随着玲珑继续深入京都城中 那些水利方 鸟巢等建筑 全部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股极其强烈的科技感扑面而来 整个直播间几十亿人在这一刻 都被深深的震撼了 但目如海啸狂喜 所有人都疯狂了 我的天 这就是科幻之都吗 夏国这是怎么做到的 太不可思议了 我的上帝 这简直就是置身在天堂之中 夏国城市设计师真的惊为天人 不敢想象 这是人类能够创造出来的 我感觉这样的城市 至少要在五十年后的未来才会出现 没想到 夏国现在已经完成了 生活在这样的城市之中 简直就是每天都在体验科幻大片 我今年的旅行计划改了 我要来夏国 我要来京都 我一定要来京都看看 这辈子不来京都 绝对会后悔一生的 我的国家恐怕等不到这样的城市了 来一趟京都 就等于去过了未来了 无数的人在直播间中热烈地发着弹幕 他们的心情一个比一个激动 未来科幻之多 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二十分钟后 这场堪称完美的科幻之都 欣赏之旅结束 几十亿人都还沉浸在刚才的感觉中 还没回过神来 但世界科学家峰会的召开 马上要开始了 峰会现场 所有参会的科学家 都已经在会场对面建筑的一楼大厅中等候 撒北宁和王小斌 在会场中说着 峰会开场前的准备词 几分钟的时间转瞬即逝 看着计时器上最后十秒的时间 两人同时开口说了起来 让我们一起最后十秒倒计时 共同迎接这场世界盛会的召开 两人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神采飞扬地说道 十 九 八 一 在最后一声落下的时刻 夏国大会堂的金色大门 缓缓打开 紧接着 环绕整个大会堂 方圆一公里处的地板砖 猛然裂开一道整齐的口子 一片片透明的钢化玻璃 从那砖缝中升起 足足有五十多米高 将整个会场完美的包围防御了起来 那屏幕上还演绎着历届科学家峰会留下的珍贵影像 就像是修仙人建立的防御法阵上 时刻闪动的符文一样 看起来相当的绚丽 这场面惊呆了所有参会的科学家们 不少在前面向会场中走去的科学家都忍不住定下了脚步 若非后面的科学家提醒 都忘记了要赶紧去会场参会 而直播间里更是疯狂 已经多达40亿网友在线观看峰会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飞快的增长之中 本次峰会正式开始 镜头中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本次峰会的现场 全球共计144个国家参与本次峰会 共1233名科学家参会 可以说是古今空前的盛会 王小斌说着 直播间里的画面已经随着摄像头转向了另一边 直播间里三分之一的网友是下国人 他们可以说是最最期待峰会召开的了 因为这让他们感到自豪和骄傲 此刻听着直播间里 王小斌在进行介绍 一个个激动的步行 就在弹幕中热闹的时刻 大会堂中 两队仪仗兵昂首挺胸 从金碧辉煌的大门迈着正步走了进来 紧接着 隆重的欢庆音乐轰然响起 下国的仪仗队 可以说是全球第一的存在 笔挺着身姿 在浩大的音乐声中向着里面走来 每一步下去都是无与伦比的气势 大国的体面 可以说在今天展现的淋漓尽致 在他们站定之后 会场外的科学家们才顺着红毯走了进来 第一位进场的是 下国科学院院长陆永平院士 陆永平院士是下国科技崛起的奠基者 也是带领下国科技走向未来的先驱者 他一生荣耀无数 参与研发过大量震撼世界的科研项目 是现世代少有的科研伟人 今天就由陆永平院士来主持本届峰会的召开 王小斌在直播间中说着 陆永平迈着自信的步伐 从大会堂中走了进来 会堂两侧几十台摄像机拍摄着一切 现场的每一帧都清晰无比地展示了出来 无数的网友都在激动地议论着 世界科学家峰会创办以来 也就下国搞得这么气派了 这种大国风范和对科研盛会的重视 让所有人都为之钦佩 而且 关于陆永平的出现 无数网友都为之惊叹 他一生参与过下国大爆竹的研发 还有登月航天 下国空间站 以及五代机和东风快递 全部都是 他一手执掌总师参与研发出来的 这样的伟人 网友们不惊叹才奇怪 在直播间弹幕的激烈议论中 陆永平已经缓步走到了会场的主席台上 定下脚步 陆永平朗声开口 现在 请各国参会科学家开始入场 他的话音之下 更加隆重的音乐声响起 随后 一队队科学家开始走了进来 他们可没有一仗队一样的整齐步伐 而是随意地向着里面走来 但这样松洒的姿态 丝毫不影响他们被全球人类所尊重 新条国的参会团队走在最前方 我们可以看到 新条国本次参会成员有38人 他们 撒北宁说着 直播间弹幕里的网友 就已经激动地议论了起来 好家伙 新条国的几位顶尖人物都来了 我的天 施奈德教授 这可是新条国享誉最高的人物 是科研界的太陡啊 伯纳德都得走在他后面 真的不得了 这种人物已经三十年没出现过了 我估计就是为了夜北而来的 要不然 怎么可能会在这里出现 太难得了 幸亏今天是现场直播 我全都能看到 今天的直播将会是你一辈子的谈资 以后吹给孙子听 太牛逼了 这真的是我 这辈子见识过最隆重的了 无数的网友在直播间中惊叹着 而在会场中 第二队已经接着走了进来 本次熊国科研团总共参会成员44人 每一位都是熊国鼎鼎大名的科学家 撒北宁说着 直播间的镜头 也从新条国科研团的身上转了过来 在看到他们出现的时刻 直播间更加的沸腾 因为熊国的科研团走进来的时候 迈着正步 这些科学家像是 全都当过兵一样 步伐相当的整齐 其中不少都续着大胡子 体格强健 看起来根本不像是科学家 反倒像是一个战士 乖乖 看见了没 还是战斗民族的牛逼啊 是啊是啊 熊国这一次 也是派出了顶尖人物啊 门杰列夫教授都来了 有意思 太有意思了 又是一位几十年未见的泰斗级科学家 这一次峰会真的惊喜连连 绝对非常有看头 看见他的出现 我感觉我都回到了那个钢铁洪流的时代了 熊国的阵容太强了 完全可以跟新条国PK 希望他们能拿出顶尖的科研产物 在无数网友的一人声中 又是一支科研团走了进来 但是他们的出现 却让原本和谐的直播间瞬间暴躁了起来 来自重国的科学家团队 本次重国共十六名科学家参会 欢迎他们的到来 撒北宁说着 直播间里却爆发出无比激烈的声音 奶奶个腿 这就是小重国吗 怎么这些科学家都这么错啊 这都不够一米五八 妈的 看见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家伙了吗 拿人体做实验的恶魔 不止是他 后面还有两个也是 我看见这些家伙就来气 真想上去剁了他们 卧槽 看见没有 高木一雄居然又来了 这个狗东西 被老爷子狠狠捶了一顿 居然又来了 真的不要脸啊 我是真的吵了 他今天来这里 是想找死吗 一时间 随着诸多重国科学家的身份被曝 弹幕里面火药未爆炸 无数网友 都想要立马弄死这些重国科学家 而进行直播主持的王小斌 和撒北宁看着弹幕 根本没有丝毫理会 骂这些垃圾 他们举双手赞同 在这些人进场之后 下面又是一队接着走了进来 现在经常的是 英国科学家团队 共计23人 他们喜悦的表情看得出来 他们对前来下国参会 非常的高兴 意志国科研团 共计9人 虽然人数不多 但进场的每一位都是 沃尔吉利亚 直播间中 两人不停地介绍着现场的情况 但随着几个最后看头的 大国进场之后 网友们的兴趣 很快就跌落下去 毕竟 后面这些小国派来参会的科学家 真的让人服额 很多都在国际上 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学术成果 来的人不是两三个 就是三四个 看起来相当的稀少 甚至其中 还有少数几个正在打仗的国家 他们派来的科学家 只有一个人 看得所有人都感到有些心酸 随着他们的陆续进场 几十亿网友 都开始急切地期待夜北的出现 直播间中 大量的网友 都已经急不可耐 在弹幕中 急切地发送着消息 夜北怎么还不出来啊 我就等着看他了 情主办方快进五倍 我要看夜北出场 他才是全球最帅的科学家 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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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夜北 我要看夜北 好期待夜北出现 不知道他今天会是什么样的装扮 不知道夜北长什么样子 真的好想见到他 今天他不会戴口罩了吧 真正的旷世奇才啊 这样的人才是我最想见到的 下国这次搞得好 整个会议分成了好几个活动 或许能看到不一样的科学家风貌呢 上帝啊 我已经等到要急死了 为什么夜北还不出现 我现在就想看到那个神秘的科研产物 到底是什么 能打开宇宙的大门 太让人好奇了 大家放心 下国的安排绝对妥当 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耐心等待 在直播间所有人的期待声中 峰会一千多名科学家的入场仪式 进入了尾声 下面 有请下国的科研团队入场 洒北宁朗声开口 他的话音落下 直播间所有人的目光 都紧紧地看向了大会堂的大门 会场中 所有已经做定的科学家 也都扭头看向了身后 他们的目光中 都带着前所未有的期待 期待那个全球最神秘的科学天才的出现 在他们的目光中 下国的科研团队 迈着坚定自信的步伐走了进来 每一位科学家都面带笑容 昂首挺胸 大国的气势 就在他们身上展现了出来 直播间中瞬间炸裂起来 期待已久的网友们 一个个眼神兴奋 激动地发着弹幕 我的乖乖 看见没有 那是现代物理学教父杨宁先生 太让人震惊了 这样的泰斗人物也出现了 他可是物理学界的传奇啊 还有图先生 为世界研发出救命神药的诺奖得主 下国顶尖的科学家 袁先生和钟先生也来了 一个填饱数亿人的肚子 一个就好无数人的急患 两位下国的英雄科学家 还有还有 这么多顶尖的科学家 我数都数不过来了 太让人震撼了 下国这一次的排面真的够大 主场就是大气 来的全都是世界级人物 我人都傻了 第三排的那位看见了吗 下国最军事科研的元训 这位我估计很多人都没认出来 他可是比陆永平 还要顶尖的存在啊 乖乖 你不说不争不知道 几十年来 只有三次低调新闻的人物 下国这是把家里的顶梁柱子 都给搬出来了 这位可是支撑下国运转的神级人物 这一次的峰会 真的是群雄奇聚 绝对有看头 叶北呢 为什么我看见了所有的科学家 没找到叶北的存在 是啊 不是说叶北也会参加峰会的吗 为什么根本没出现啊 啊 这下国该不会是改变主意了吧 不能吧 一个大国怎么可能言而无信呢 叶北应该不会不出现的 咋回事啊 下国的网友出来给大家解释下 这是什么安排情况 卧槽 我也不懂啊 该不会真的不出来了吧 直播间中 虽然诸多下国的顶尖科学家出现 给了众人无比的震撼 但叶北迟迟未曾露出身影 让所有人都议论了起来 不仅是网友们 就连现场的科学家们 都出现强烈的质疑声 这一次 很多人都是为了叶北而来 这叶北要是不出现 大家恐怕心中都不会舒服 不少人心中生出了质疑的想法 都开始以为是下国出而反而 整这个噱头玩他们呢 主席台上 陆永平看着台下议论声四起 并未言语 他知道 这些人里面不少人都是冲着叶北来的 他一篇何剧变的论文 一个反重力技术的研发 还有六代机的主导升空 这些事情被曝光后 都在科研界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大量泰斗级科研前辈 都从影剧中出现 直接找政府要求参加峰会 所以今天才会出现这么盛大的场景 不过 叶北不是这样出场的 他是下国的未来 也是人类的未来 他的身份已经相当特殊了 自然要以更高的姿态出现在这里 看着现场的所有人坐定 陆永平扫视了众人一圈 对着话筒 朗声开口 欢迎全球科研界的所有精英 参与本次峰会 下国对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接下来 就请我们下国制高者宣源帝 来宣布本次峰会的正式召开 陆永平的话音落下 现场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看向了主席台后面 那个相当巨大的金色大门 在几十亿人的目光之中 金色的大门 向着两边缓缓地打开 两个人引在灯光的映照下出现 迈着步伐向主席台走来 那步伐绝对是无比坚实且自信的 每一步都带着绝对无法模拟的气势 这两人正是轩辕红武 和迟迟没有出现的夜背 现场的镜头在一瞬之间 就将镜头拉近 给了两人一个最高大上的特写 直播间的所有人 在看到两人出现的一刻 全都震撼到了极点 下国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 简单中的大气 别人永远都学不会 金门一开 最强的人就从门中走出 只用气场就宣告了所有人 今天是下国的主场 现场相机的快门声从未停歇 闪光灯中 夜背和轩辕红武 已经坐到了各自的位置 世界科学家峰会 对科学界有着重大的意义 是我们蓝星多年以来的传统会议 是人类发展至今 最重要的一项会议之一 轩辕红武坐定之后 没有丝毫墨迹 直接开口致辞 现在 我宣布第十八届 世界科学家峰会正式开始 说完所有的一切 轩辕红武朗声开口宣布 同时最先鼓掌庆贺 现场随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而此时的直播间里 早已沸腾炸裂 虽然没有任何一个人 对夜背 有过只言片语的介绍 但所有人都无比清楚地知道 此刻坐在主席台上的 那个无比俊朗的年轻人 就是他们万分期待的夜背 能够跟下国制高者 轩辕红武一同出场 除了他 还能有谁 太让人难以相信了 他居然跟制高者一同出现 下国真的把夜背捧到了最高点 说他现在是下国第一科学家 也毫不为过 太年轻了 看着恐怕连二十岁都没有 顶多十九 太帅了 我真的要晕过去了 为什么比那些欧巴还要帅啊 从此以后 我脂粉夜背 什么糖果酷甜 吉尼太美 全部都滚开 天才 真的是绝世天才 难怪下国对他这么器重 直播间里 网友们疯狂地议论着 现场 台下的科学家们 同样相当地震惊 他们的目光在轩辕红武身上 只是短暂的停留 就全部都聚集在了夜背身上 不少人的眼中 都带着相当的激动和狂热 这个人类古今几千年历史中 从未出现过的神级天才 他们已经期待了太久 此刻看到 根本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一些科学家 甚至都惊呼出声 不可思议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 居然又有那么多的科研成果 这就是夜背吗 他看起来非常的自信 没有丝毫稚嫩的感觉 终于见到他了 这次我一定要找他讨教讨教 已经有三十年 没有这么大的情绪波动了 我感觉心脏病要犯了 真不敢相信 下国的六代机 是出自他手 相比起六代机 我感觉反重力技术 和可控核聚变 才是他真正让世界 都为之震惊的地方 是啊 他现在手中的技术 是未来世界发展的核心 太疯狂了 这次的峰会 恐怕他就是主角了 万人听力 没人不想跟他讲两句 现场的所有科学家 都焦头接耳地议论着 每个人的双眼 都聚焦在夜背身上 面对着上千个世界 顶尖科学家的目光 夜背没有丝毫的慌张 表情依然的淡定 夜背本就有着非凡的气质 和超越同龄人的稳健 在经过下国最高级的 国家礼仪团 进行全面包装 今天的他 可以说是全场最亮眼的存在 从服装造型到形态举止 每一个地方 都不再彰显着 自信十足的精神 夜背脸上淡淡的笑容 看着下面所有的科学家 这样子 简直就是下国的最佳脸面 不仅是国外的科学家和网友们 被夜背这从容自信的样子 所震惊 就连下国的无数网友们 都感到无比的自豪 好像夜背往会场中一坐 他们脸上就贴满了精 生在下国 就已经成为了人上人一样 峰会开始之后 在陆永平对这次峰会 进行简单的流程说明之后 全场的科学家纷纷起身 转向了侧面的一个大厅 这是下国大会堂的一个万人厅 专门用来进行大规模聚会的 这个人性化的活动 就是让科学家们能够自主地交流 三个小时的时间 给了他们这些常年忙碌的科学家 一个难得的聚会机会 一些经过严格审查的各国记者 也进入其中 可以进行采访和直播 随着这场活动开始 外人厅里 很快就分出了很多的圈子 星条国泰斗施奈德 雄国泰斗门杰烈夫 还有其他各国的几位神迹人物 都围着不少人 而重国的那些科学家 则都跟在星条国科学家身边 舔着脸跟他们偶尔搭上几句话 当然这其中 人数最为众多的 则是夜北这边 大量的科学家 都是冲着夜北来的 此刻有机会 自然不会放过 被上千人围着 夜北身边 足足占了18个翻译人员 听着他们说的话 夜北也游刃有余地应答 每一个科学家 他都或多或少地照顾到了 即使那些来自落后地区 甚至在Nature上 连一篇论文都没有发表过的科学家 夜北照样面带微笑 认真地解答着 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即使这些问题非常的简单 现场的不少科学家 都对其有些反感 夜北也没有丝毫不耐烦 这一番交流下来 可以说 众人才算是彻底 见识到了夜北的强悍 一般人一对一 聊天都难 更别提一对数百上千人了 可是夜北却能够不漏破绽地 跟他们所有人交流 尤其是跟门杰列夫 和施奈德等科研界 泰斗交流的时候 夜北那从容淡定的样子 更是让所有科学家 都叹为观止 在万人厅活动进行到最后半小时的时候 下国给所有的科学家 提供了精美的午饭 而且还是按照各国口味来的 就连印国人吃饭 顿顿都离不开的马沙拉都管够 在此期间 梅瑞趁着夜北空闲的时间 找上了他 叶先生 我 还没等梅瑞话说完 夜北就点了点头 等峰会结束 我跟你走一趟 听到这话 梅瑞愣了一下 随即点了点头 离开了夜北身边 安德烈的事情 夜北还没忘呢 那些封存在历史中的人类 新秘夜北 一直都惦记着 午餐用完 时间来到了下国时间13点 所有科学家在陆永平的安排中 全部前往了先前的峰会会场 按照活动的流程计划 还有半小时峰会正式召开 各国科学家 也趁着这个时间 开始检查自己带来的资料 给接下来做准备 这场矿石盛会 各国科技间真正的碰撞比拼 人类科研最新的进展 即将拉开帷幕 会场中 一千多名科学家各自落座 他们按照国家进行座位的划分 夜北也走到下国科研团的位置坐下 下国的几十位科学家 将夜北围在中间 像是众星捧月 又像是所有老前辈 将希望寄托在少年的身上 几十亿网友 一直都在观看着 虽然几个小时过去 但他们的热度却丝毫不减 反而更加地融入到了峰会之中 弹幕里面 各种各样的话语不停地出现 在这些声音之中 时间的指针一秒一秒地 到达了13点30分 一直进行主持的撒北宁 和王小斌顿时收声 画面转到了主席台上 陆永平看着台下的科学家 开口致辞 人类科学发展数千年 从第一个猿人开始利用工具 我们人类就一步步开始 向着科技的方向发展 陆永平读着早已写好的稿子 随后 峰会正式开始 接下来 请莱克斯教授 对阿克利亚国十年来的科学发展进行总结 并展示他们最有代表性的先进科研产物 现场的主持人开口说道 下一秒 台下角落中的一个男子 就从座位上站起身 向着主席台快步走去 接着 主席台后面的大屏幕 已经投射出了莱克斯的个人简介 现场的科学家们 也都立马礼貌性的鼓掌 但并没有多少人关心他的演讲 就连直播间中的网友都不怎么在意 毕竟 阿克利亚国真的太落后了 他们的科技水平在台下这些顶尖科学家的面前 真的毫无先进可言 走到台上 莱克斯立马就开始发表演讲 同时用大屏幕放着他们国家最新的科研产品 模型在全息投影中 倍等比例放大几十倍 所有的一切都清晰无比 展现在所有人眼前 莱克斯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只用了短短两分钟就讲完了一切 随后 匆匆忙忙的又从台上走了下来 这样子 就连直播间的观众们都看得相当的美景 心中越加地期待起几个大国的发言 尤其是叶北和他那个号称 能够打开宇宙大门的神秘科研产物 莱克斯下台后 主持人没有浪费时间 立马就接着宣布 接下来 有请重国科学家高牧一雄上台演讲 随着主持人的话音落下 台下的观众席中 一个下国人面孔的男子站起身来 一步步向着台上走去 向着主席台上走去时 高牧一雄还侧过头看了一眼下国的方向 目光在叶北的身上扫过 眼中闪过一丝嘲讽 而叶北也抬眼看了下这个被爷爷仗打的汉奸 眼中的含义深不见底 直播间里 网友们已经全部炸脸 所有人都被重国的这个举措震惊了 重国这是什么意思 让这个狗汉奸上台 这他妈是要打下国的脸吗 真的不要脸到了极致啊 重国这是真的想找死 为什么这种卖国贼能够上台 我真的不理解 重国脑子有坑吗 妈的把这个狗东西轰下去 在下国的地盘上来代表重国进行演讲 我一口老血都被气得吐出来了 高牧一雄下国的叛徒 上次被老爷子仗打 看来是真的没有长一点教训 气不过 真的气不过 下国要是连重国都比不过 那真的就被打脸了 直播间里 十几亿人在疯狂的怒骂 下国的网友们看到这个汉奸 心中的火蹭蹭的往上窜 但他们除了怒骂几句 根本没有一点办法 现在的高牧一雄 就是重国的科学家 没有人能阻止他这样做 在所有科学家的注视下 高牧一雄一步步走到了主席台上 摆弄了一下话筒 随后直接用重国的语言 说了起来 能够代表重国参加这次封会 我非常的荣幸 今天我代表重国 给全球带来了一款最新的科技产品 高牧一雄面带微笑 开口大声地说道 随后 大屏幕上 一个巨大的模型就被全息投影了出来 缓缓的旋转中 每个细节部位都能被科学家们看到 重国的科研发展 一直都在飞速地推进 今年我们最新研发出的这款航天器 突破了以往航天器的动能设置 这款航天器搭载的是核动力引擎 并且能够将核能转化率达到最高25% 而且 这款航天器还能够在外太空 执行诸多高难度任务 在不进行维修的状况下 航行时间可达1200天以上 高牧一雄的话音落下 现场顿时哗然一片 不少科学家都被他所说的这个航天器 给震惊到了 核动力驱动 还能够有效转化25%的核能 这种技术 已经是目前世界顶尖的存在了 按照他所说的这个水准 已经完全可以跟星条国目前最顶尖的航天器 相媲美了 这让各国科学家 不得不为之惊叹 我高牧一雄 能够为世界科研做出贡献 为人类科学的发展 尽自己的一份力 全都是因为 重国给我了这样的机会 介绍完科研产物 高牧一雄话音一转 又开口说了起来 在这个盛大的峰会上 我衷心地感谢重国 感谢这个世界上伟大的国家 给予我的帮助 这是我前半生在下国 从来未曾得到的 高牧一雄说完 扑通一声 直接跪在了台上 随后朝着台下重播的科研团 连着刻了三个响头 航天器鼓掌的科学家们 全部都愣住了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会有这么一出离谱的事情 现场顿时寂静一片 没有人在鼓掌 也没有人说话 所有科学家都不是傻子 他们知道 高牧一雄 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下国人加入重国国籍 给别人效力 就已经是非常不好的行为了 现在 居然在下国的主场之上 给重国人直接下跪磕头 这完全就是在告诉所有人 下国真的不如重国 他在下国得不到科研的发展 但是却在重国得到了一切 这等同于是当着全世界的面 狠狠地打下国的脸 这种窘况让现场的科学家 一个个都不知所措 就在这尴尬的时刻 高牧一雄却再次开口了 我还记得下国科学家叶北 发表了一篇可控核聚变的论文 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成为现实了 目前重国核能最高转变效率 可达30% 虽谈不上可控 但总归是实至名归 而不是只上谈兵 他的话音落下 现场的气氛彻底的凝滞 不少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中间作者的下国科研团 高牧一雄的这话 简直就是当着全世界啪啪地打叶北的脸 毕竟到目前为止 下国还没有推出来 任何一款高效率何能的科研产品 被高牧一雄这样嘲讽 所有人都想看看叶北会做何种反应 但他们的目光投去 看见的叶北依然是一脸的平淡 好像根本不在乎高牧一雄说的话一样 而在这种极度尴尬的气氛中 重国的科学家直接鼓起掌来 像是在对高牧一雄说的话表示强烈的支持 整个会场中就这么一小撮人使劲的鼓掌 这一幕让所有科学家都难以理解 他们没有跟着鼓掌 毕竟他们不是傻子 不会在这种地方去招惹下国 雄国科学家门杰列夫 看着重国科研团的举动眼中充满了不屑 看来西伯利亚的寒风没有吹醒他们的脑子 真该让他们在那里多种几年土豆 门杰列夫感叹一句 但新条国的伯纳德却看得相当起劲 虽然重国科研团确实是为他们服务的 但这种招惹下国的损招 却跟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 谁能想到这些蠢货居然能够搞这么一出戏 不过看着下国被戏谑他的心中相当的兴奋 不知死活 下国科研团中的一位前辈冷冷地骂了一句 夜北看着台上的高牧一雄眼中浮起了一丝杀意 做了汉奸就算了 现在居然还在下国大会堂里面做跳梁小丑 这种垃圾 夜北接下来绝对要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 下国不是随便什么垃圾就能够嘲讽他 心中想着 夜北目光朝着主席台上的陆永平看去 陆永平也看向夜北 两人四目相视 他已经知道夜北心中想的是什么了 毫不犹豫地微微点头 这种垃圾是该好好地收拾 随着重国的掌声落下 高牧一雄也见好就收 昂首挺胸地从主席台上走下来 偏向夜北的眼神中带着满满的激讽 接下来 有请施奈德教授跟伯纳德教授上台代表新条国进行演讲 主持人的声音在会场中响起 新条国的诸多科学家顿时就精神满满地坐直了 作为科研界泰斗的施奈德 已经有三十年未曾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了 此刻在临世界科学家峰会 年过九十的他或许是最后一次来这里了 全场无数的科学家都曾是或多或少地学习过他的著作 此刻 整个会场中掌声雷动 为这位世界科研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致敬 虽然几十年未曾参加冻峰会 但施奈德的那股敬依然还在 走到主席台上 看着下面的所有科学家 老麦的双眼有些明亮 阔别俗世多年 老夫还能出现在这里 已经非常不易 这是老夫人生的最后一次 别嫌弃 我在这里啰嗦几句 本来想着 今天还能见见几位老朋友 没想到能来的 已经屈之可数 我跟门杰猎夫斗了一辈子 但其实最想念的 还是老对手安德烈 可惜这老家伙还不如我 连重症时都离不开了 想来今天的直播你一定会看 隔着电视跟你说两句 下辈子有机会 我还接着跟你斗 一定能赢得你心服口服 施奈德看着眼前的摄像头说道 而这一幕 随着直播传到了万里之外的意志国 坐在重症监护病房里的安德烈 已经只能坐在轮椅上插着氧气瓶了 看着施奈德 还能如此行走自如 他也是万分感慨 他们几个人 从第二次战争开始斗了一辈子 斗到现在都还没结束 我们的时代结束了 你们的时代开启了 安德烈有些感叹的 对着身后的学生说道 我庆幸我一生中 还有人能够跟我斗一斗 但你们却连跟人斗的资格都没有 他的话音落下旁边的学生 一脸的茫然 伯纳德 梅瑞 亚伯拉罕 这个时代 原本是属于他们三个人去斗的 但叶北的出现 却抹杀了他们的未来 未来的世界 一定属于叶北 即使伯纳德有再大的野心也没用 你师兄梅瑞 也有心想重振帝国 但你要时刻叮嘱他 不要跟叶北去斗 没有人能够斗过他的 安德烈说完就彻底地沉默了下来 他的双眼浑浊不清 但却依然尽力地保持着清醒 他要等叶北的到来 他这一生见过太多的人和事了 他能够清楚地 遇见未来科研界的一切 未来的世界连三足鼎立的机会都没有 叶北一定会制霸整个世界 而那些秘密 也只有叶北才能够帮他实现 短短的几分钟 施奈德说了一些话 一些关于未来科研的事 他的话并不多 但都是最精髓的话语 让在场的不少科学家都为之称赞 在他们的鼓掌声中 施奈德走下了台 将演讲的事情交给了博纳德 此刻的台上 博纳德一人站立 他的脸上带着笑容 按下手中的遥控器 顿时全息投影的大屏幕上 就出现新条国此行准备的科研产物 但这并不能说是一个产物 而是一个简略的航天轨迹图 各位 今天我给世界带来的是一个极度震撼的消息 那就是新条国最新的登陆火星计划 这是我们已经制定好的先驱者火箭的运行轨迹 而我们的登陆计划就将在三天后启动 届时全世界都将看到人类航天星的进步 新条国第一个登上月球 迈出了人类的一大步 这一次 我们也将率先登上火星 为人类航天事业迈出新的一大步 伯纳德说着 喜悦的表情根本没有丝毫的掩饰 那种自信到骨子里的笑容 是对他们新条国科技能力的最强诠释 从登月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时间 没人知道 新条国已经酝酿了多久登陆火星的计划 但此刻开口说出来 确实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科学家 曾经那个跟他们航天竞赛的红色国度已经消失 现在的雄国根本无法进行这样巨大的博弈 在无数国家连登陆月球的技术都还没有的时刻 新条国宣布要登陆火星了 那颗距离蓝星最短也有五千五百万公里 最远足达四亿公里的行星 这真的是人类再次迈向宇宙的一大步 现场的科学家们听到这话 全部都愣住了 没有一个人不震惊 他们知道 新条国为了能够跟下国争取科研霸权 是真的拿出杀手锏了 不少人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夜北 他们的心中从未有哪一刻像现在一样期待夜北的科研产物 不知道他是否跟新条国有一拼之力 看着夜北依然淡定的神色 科学家们心中都猜不透这个少年的想法 但伯纳德所说的一切已经让他们震撼至极 登陆火星计划的出现 代表着新条国的科技能力已经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从人类历史发展至今 除了新条国 曾经的红色雄国和下国之外 再没有任何人类进入过太空 这就像是整个村里 只有这个三个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过县城 为了去一趟县城 他们都费尽了心思 而就在所有人都还仰望着三人的时候 其中一个突然站出来说 我不仅是第一个去县城的 现在我还要第一个去省城 问我啥时候去 三天后我就走 这种话即使落在那两个去过县城的耳中 都觉得不可思议 那落在这群村里都没出去过的人耳中 会让他们何等的震惊 这种历史性的时刻 让台下的科学家们惊呼一片 上千名科学家都被新条国的科技实力震撼了 在不知不觉之间 他们已经跟不上现代科技的发展了 在别人已经开始向着省城进发的时候 他们还连家里的两母地都没挖好 跟新条国相比 我们已经落后的太多了 按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 等我们摸到登陆月球的技术时 恐怕新条国已经要走出太阳系了 超级星链的事情还历历在目 未来的世界 恐怕根本没有我们立足的舞台 新条国的科技霸主时代真的要来了 哎 火星登陆计划一旦成功 世界格局必然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到时候 新条国将彻底成为世界的中心 不知道叶北能不能拿出 比这更强的科技产物来 但依我看 下国这次难搞啊 峰会搞得这么浩大 却被新条国占进了风头 龙国这次恐怕要给别人做嫁衣了 现场的科学家们议论纷纷 各种各样的言语在会场中作响 台下的雄国科研团却都皱起了眉头 所有人默不作声 雄国自以为带来了很强的科研产物 但现在跟新条国的火星登陆计划相比 简直就是垃圾 所有人一下子就泄了气 整个科研团的气氛 一下子就降到了冰点 台上的伯纳德演讲结束 一脸自信地离开了主席台 面对全场这一千多位科学家 除了叶北 他从未想过有任何人能够跟他相比 而且 这一次他料定 下国也绝对比不过他 就算是拿出更加金氏骇俗的科研论文来 也比不上这跨越星际的伟大计划 随着他走下台 现场的所有科学家心中也都开始默认 这一次的峰会最强科研国的名号 恐怕又要被新条国拿走了 直播间的观众们也已经彻底炸脸 他们没有想到 今天的一场峰会直播 居然会让他们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登陆火星 这必将是未来诸多大国仰望的存在 有这样的科研技术 新条国足以继续领导人类科研 安稳地站着世界科研霸主的宝座 可以继续吸收世界各国的人才 非公还将会是世界的中心 我的上帝 这件事就是超时代科研的存在 月球离我们多远 火星离我们多远 想要登陆火星 简直不敢想象 新条国要再次带领世界 走向更深的宇宙了 世界科研的未来就是宇宙 新条国就是世界科研的未来啊 我们新条国才是最强的 世界的未来必将由我们新条国主宰 这个计划太让人震惊了 这一下恐怕夜北都比不过了 下国引以为豪的夜北 就算它再强 这一次肯定也是比不过了 要对夜北抱有期待 或许它能给我们一个惊喜呢 想得美 这里没有惊喜 这里只有十大十的科技水平 算了吧 它连可控和巨变都还没搞出来呢 拿什么跟新条国比 直播间弹幕中 无数网友激烈地议论着 不少人为新条国所震惊 对他们有了追捧 也有不少人感叹 夜北还太过年轻 这一次绝对要落下风 而就在他们说着的时候 现场的主持人再次开口了 下面 请熊国代表上台发表演讲 他的声音之下 有些吵闹的现场顿时安静下来 所有的科学家都抬头看向了主席台上 亚伯拉罕一步步走上台 略显颓丧的步伐 已经让人知道 他们丧失了信心 如果熊国这样的话 那伯纳德的胜局已经可以定了 在现场的掌声之中 亚伯拉罕努力地提起笑容 但心中却已经没有了希望 要不是已经来了这里 他甚至都不愿意上这个台 熊国的科研发展 依然在稳步的前进 在近年来 对于战机引擎的研发上 有了巨大的进步 这是我们即将推出的 新型引擎核心 最高动能 可以达到史马赫的速度 亚伯拉罕说着 将所有的一切都详细地介绍完 随后 就匆匆忙忙地下了台 他看得出来 现场的各国科学家 已经被伯纳德的火星登陆计划 迷了魂 对于他这种 还处在空天上的科研 根本提不起兴趣 在这种跨越了级别的科技对比面前 亚伯拉罕根本没什么可以多说的了 虽然台下照样掌声雷动 但他知道 这只是礼貌 接下来其他各国陆续上台 但他们 就更加地拉垮了 拿出来的东西 都是老掉牙的古董 现场的氛围更加地低迷 上千名科学家 基本上都已经心不在焉了 一些小国科学家 在上面演讲时 有人还在下面窃窃私语 终于 在上百个国家的陆续演讲结束后 主持人开口了 接下来 有请科学家叶北 代表下国上台展示 下国近年来的科技发展 他的话音落下 在场的众人终于提起了神 对于这个最神秘的科学家叶北 他们心中还是充满期待的 在所有科学家的目光之中 叶北起身 向着主席台上走去 他的步伐还是那么的自信 那股无与伦比的气势 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 台下掌声雷动 每个人都在给叶北鼓掌 陆永平看着叶北上台 眼神中的赞赏毫无遮掩 这么多年了 今天他要让世界都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科研之王 在主席台上站定 叶北看着台下一千多名科学家 神色无比的淡定从容 能够代表下国参加这场峰会 对我而言是一种荣幸 今天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 下国最新的一款科研产物 叶北的话音落下 科学家们全都打起了精神 不少人看向叶北的目光 都充满了期待 他们希望叶北能够为下国争一口气 不说压倒新条国 起码能跟人家打个平手 直播间中的网友们 更是紧张不已 他们期待这一刻已经太久了 睁大了眼睛 想要看到叶北那个 可以打开宇宙大门的钥匙 在无数人的注视下 叶北按下遥控器 立马一个模型 就被全息投影了出来 它的出现 让现场的所有人都有些错愕 这是下国即将生产 并投入使用的太空机械战甲 他们的主要作用 是在外太空执行各种任务 单个 叶北一字一句地介绍着机械战甲 但却让现场的所有科学家 都愣住了 机械战甲 下国是脑子进水了吗 怎么会研究这种东西 几乎所有人的脑海中 都蹦出这样的想法 这种东西 根本不是现在人类使用的 连能够在太空中 自由翱翔的舰船都没研究出来 就已经开始研究 上面搭载的武器了 下国这种做法 简直蠢得他们都想不明白 不少科学家的眼中 已经开始出现了鼻翼的目光 下国今天 这是要在峰会上 把脸面丢光了 这个东西虽然看着挺厉害 但根本没有半点用处 真的是被崇薄一语中地了 果然还是对他的期望太高了 毕竟还是个孩子 看来这次峰会的赢家 还是星条国啊 我有点失望 如果下国把这东西称之为 打开宇宙大门的钥匙的话 那真的不可理喻 在无数科学家 比的看向叶北的时候 星条国的伯纳德嘴 都要笑歪了 他先前心中还有那么点紧张 怕叶北拿出什么高端科技来 但现在看来 他是真的多虑了 叶北纵然是万年不遇的天才 他也需要时间来成长 登陆火星 那是何等规模的科研计划 以叶北现在的年纪 还远远够不到 这种尖端科研的门槛 不仅是他们 直播间里的网友们 更是哀叹连连 下国这是在欺骗我们 说好的 能够通向宇宙的科研产物呢 机械战甲算什么 高达看着是很帅 但根本不是现在的人类使用的 打着外太空的噱头骗人 就这想在外太空执行任务 下国太让人失望了 造这种东西 有什么用 难道要打外星人吗 简直就是笑话 这跟我所想的根本不一样 看来我是自作多情 叶北也只是个人而已 他不是人 难道还是什么 能做成这样 已经不错了 就是啊 新条国那是什么科研实力 登陆火星计划 那根本就不是现在的叶北 能够接触到的 我看他纯粹就是想骗人 借着科学的噱头 给他们原理科技公司打广告 在无数网友的议论中 一场争论不可避免的再次产生 弹幕里有人体谅叶北 有人因此感到失望 毕竟他之前的格调太高了 总让人感觉他 要么拿出来的是尖端科研产物 要么拿出来的是新兴技术 可这个不上不下的机械战甲 太滑而不实了 期望越高 失望就越大 几十亿网友们的心情 在此刻完美地诠释了这句话 如果单独拎这个机械战甲出来 叶北的设计 一定能够赢得一片贺彩声 但因为有博纳德登陆火星计划在前 这种强烈的对比 让人不由的心中失落 因为这几个月以来全球的议论之中 叶北已经被所有人 拿来跟博纳德他们相比较了 台下的气氛低沉了下来 但叶北却依然云淡风轻 滔滔不绝地讲着这款新的产品 他知道 此刻一个庞大的钢铁巨兽 正在点火发动中 等到他升天而起的那一刻 世界都会为之沸腾 喂 整点实在的吧 就在叶北演讲到一半的时刻 突然一道声音从会场下面传来 尖锐破空 直接吸引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 叶北的声音也戛然而止 侧头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世界科研的发展需要实实在在 能够造福人类的 而不是这种滑而不实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玩具 高牧一雄一脸的得意 不懈地看着台上的叶北教导 他的声音不大 但在鸦雀无声的会场中 却是相当的刺耳 所有下国的科学家 瞬间就皱起了眉头 全场所有人也都默不作声 看起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好戏 造福人类 叶北看着高牧一雄嘴角 露出一丝玩味的笑意反问道 你重国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 叶北的声音不大 但是铿锵有力 没有丝毫的怯懦 他没有料到 今天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 但既然来了 叶北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一直在自己眼皮底下 蹦跋的跳梁小丑 是时候让他长点记性了 被叶北这么反问一句 高牧一雄愣了 还没等他想好要怎么接话 叶北的声音 就已经再次在会场中响彻起来 你重国治世界人民安危于不顾 将千万吨黑电站废水 排进大海之中 污染了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 现在全人类使用的每一条海洋鱼类 都是辐射超标的 你有什么脸 在这里说造福事件 叶北的声音从话筒中传出 在整个会场回荡 一股霸道的气势 油然而生 这句话直接瞬间引爆整个直播间 叶北这句话 可以说全球无死角的拉仇恨 对于重国倾倒废料的行为 全世界所有国都是相当不满的 各国民众都不同程度的爆发过游行 但重国最终还是一意孤行 做出了这种祸害全球的事情 这份被积压的情绪 此刻从叶北的口中释放出来 让他们瞬间暴墓 我他妈这个狗东西 今天是真的想死在这里啊 就你还造福事件 我滚你妈的狗屁 迟早有一天灭了你们这条废虫 下国的科研产物 虽然比不过新条国 但那也不是你能指指点点的 这只是叶北的开始 他的未来远不止于此 轮不到废物汉奸来逼逼赖赖 重国一定是全世界最讨厌的国家 上帝真不应该创造他们出来 直播间中 网友们疯狂怒骂 没有人能够按捺住心中的情绪 而现场的高牧一雄 被叶北这一句话给对得有些发猛 几秒之后才回过神来 急忙神色凝重地看向叶北 毫不留情地开口 不要偷换概念 这里是科研峰会 你拿出的机械战甲 就是没用的玩具 人类需要星条国的火箭 来探索我们的周边行星 重国的航天器 也是向着宇宙更深处 进发来让全人类 见识到更广阔的天地 你们下国不是说 要打开宇宙的大门吗 难道这就是你们下国的宇宙未来吗 听着高牧一雄的话 叶北冷笑起来 航天器 火箭 它的语气带着相当的鄙夷和不屑 这种老古董 也好意思拿出来炫耀吗 叶北的话语落下 全场所有科学家的神色 都为之一变 博纳德和施奈德的表情 更是相当的不悦 叶北 这里是峰会现场 不要仗着你们下国的主场 就大放厥词 博纳德毫不犹豫地 站起身指责道 他的话语 让周围的所有科学家 都连连点头 高牧一雄本来就是个讨厌的虫子 叶北回击了 他就算了 现在怎么连星条国也带上了 而且居然还说 航天器和火箭这种人类 目前最尖端的航天产物 为古董 这实在是有点不尊重全球科学家的努力了 博纳德教授不要激动 我没有大放厥词 也没有半点侮辱你们的意思 叶北神色恢复如常 侧过头面带微笑地看着博纳德说道 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已 事实 你还真是乳秀未甘同言无忌啊 施奈德听着叶北的话 放声大笑起来 如果火箭和航天器是老古董 那你告诉我什么 才是先进的科技 难道是你那个机械战甲吗 施奈德的笑声在会场之中回荡 周围的科学家们也都纷纷点头 觉得他说的对 叶北刚才说的话 实在是有点太不尊敬人了 高木一雄也早已坐下 冷笑地看着台上的叶北 这一次 看他叶北还怎么解围 如果他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 那峰会现场口出狂言的事情 就是他一辈子都抹不去的黑点 接下来 西方媒体一定会以此做文章 让叶北明星尽失 但叶北的目光从重国科研团和星条国科研团身上扫过 眼中却带着一丝嘲讽 高木一雄今天这么犯神经 肯定是有原因的 他们的那点小心思 他能不懂 既然话他敢说出来 那他也就敢让世界看到真正跨时代的科技 各位 原本我是想将太空机械战甲讲完的 但现在看来似乎已经没有讲的必要了 在我的眼中 火箭和航天器已经是人类航天中的历史了 我承诺过要带领全世界走向宇宙 带领全人类步入星河时代 夏国人说过的话一定不会食言 航天使用的将不再是古老的火箭 而是跨时代的航天战舰 今天就请大家一起见证新时代的诞生 我们一起步入星河时代 叶北的话音落下 现场所有科学家的神色都为之一正 叶北这话实在是有点吓人了 听起来岛更加像是吹牛逼一样 但主席台上的陆永平却满脸难以遮掩的笑意 在无数人疑惑不解的目光之中 大会堂会场后的屏幕瞬间变化 蓝天白云空白一片的场景 紧接着 一艘无比庞大的战舰 缓缓地从地面山栏后面升起 向着高空中飞去 宛如海中的航母一样 但却比那要大上几百倍 庞大的身躯从空中翱翔而过 给全世界一股极其巨大的压迫感 那充满外星飞船们的科技感 让不少人都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的天怎么会有如此庞然大物 能够将这种吨位的战舰送上天 这得需要多大的推理才行 航天战舰 夜北刚刚说这个叫航天战舰 太不可思议了 这恐怕是一段视频吧 这绝不可能是真的 人类现在的科技根本无法达到这样的水平 夏国怎么可能研究出这样的东西来 太恐怖了 要是真的站在他面前 我感觉我会窒息 无数的科学家彻底猛了 不少人甚至都在质疑大屏幕中 出现的战舰的真实性 还以为是夏国在拿视频忽悠他们 但这种面向全世界的大场合 他们找不到夏国这样做的理由 可是这种真正跨世代的钢铁巨兽 实在是让他们难以相信 台上的夜北被过身 看着大屏幕上的战舰起航升空 心中同样感到振奋 夏国终于在这一刻 迈向了步入宇宙的第一步 而就在所有人都沉浸于眼前这一幕 全然忘却一切的时刻 重国科研团中的高木一雄侧头 看了一眼博纳德 看着博纳德微微点头 他的眼中涌现出无比强烈的杀意 在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 他的手摸向了自己的裆部 随后从中拿出一把 完全由塑料积木组建成的微型手枪 将自己衣袖里 一枚特制的高密度冰弹 装进了弹舱中 这把不包含任何金属物质的杀人力气 缓缓从他手中抬起 在几个重国科学家的遮掩下 直直地瞄准了背对着他们的夜北 一股巨大的危机 在最安全的环境中出现了 夜北不知道 此刻死神已经挥舞起了他的镰刀 这把枪 是他们所有人合力才从会所中带进来的 高木一雄手中握着这把袖针手枪 就像是握住了复仇的利刃 这一次 为了报复夜北 他毫不犹豫地承担了这个必死的的任务 老爷子当着全世界的面杖 打他时的情形 还历历在目 这刻骨的仇恨 今天他要从夜北身上找回来 他知道 这一枪开出去 夜北会死 自己也一定会死 但他的心早就已经死了 拉着夜北一起死太直了 高木一雄的眼中杀意疯狂地涌现 在身边科学家的掩护下 扣动了扳机 碰 一道难以遮掩的枪声在空气中震荡 这声音在瞬间就出现在周围所有科学家的耳中 同时 一发被削得非常尖锐的特制冰弹 从弹仓中飞速滑出 向着夜北的后心射去 虽然手枪很袖真 虽然采取的动能装置是全塑料的 甚至连火药都没有 但子弹的速度 在二十多米的短距离内 速度丝毫不比制式手枪差多少 这么短的距离 只需要零点一三秒的时间 就能够直接从夜北的身体中穿透而过 这么快的速度 甚至让现场的科学家都还没反应过来 但就在这一瞬之间 大会堂天花板上 一道拇指粗细的激光瞬间射下 从发现子弹到做出反应 只用了零点零六秒的速度 在那枚冰弹 刚刚飞出十米远的空中 激光就直接射在了冰弹上 连一瞬都没坚持住 就被蒸发成了虚无 一秒时间过去 现场的所有科学家才刚刚反应过来 所有人的目光 向着尚未散去的枪声传来的方向看去 他们的眼神满是惊疑 但当看到高木一雄手中 那把袖珍手枪的时刻 全部都变成了惊恐 枪 不知道是谁惊呼出声 现场所有科学家的面色都惊恐一片 被所有人盯着的高木一雄已经傻眼了 整个人待在原地 看着眼前不远处的那道激光瞪大了双眼 他完全没有想到 会出现这种反应速度的激光武器 阻拦自己的刺杀 这一枪 他练了成千上万遍 可以说已经练到了短距离 必能射杀目标的程度 但此刻 却被这么一道毫不起眼的激光 给轻易地化解了 在他旁边的所有重国科学家 全都猛了 每个人的目光中 都带着无比的恐惧 像是这一道激光 是直接射进他们的心脏中一样 就连一直等着看好戏的伯纳德 都傻了 激光武器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种大会堂之中 而且这个反应速度 简直离谱的 不能再离谱了 就在所有人惊恐一片的时刻 叶北缓缓地转过身来 而就在叶北转身的这一瞬间 大会堂外 上千个正在外围隐秘地方围观的群众 收起了手中的手机 直播间的一幕 已经被他们尽收眼底 而他们的耳脉中 也都在此刻听到了一条相同的命令 突袭大会堂 灭杀叶北 在这冰冷无情的声音中 所有人全部向着大会堂冲去 有人腰间跨着的背包中 装着两公斤重的烈性炸弹 几个人群 冲到大会堂外面的防护玻璃面前 直接毫不犹豫地引爆了炸弹 轰然的爆炸声 将周围不少从国外 而来参观峰会的民众 直接炸飞 即使厚重的钢化玻璃 也在这种强烈的爆炸冲击下 轰然崩碎 所有在大会堂外面负责防卫的下安部特警 都被这道剧烈的爆炸 吸引了目光 他们根本来不及震惊 防御战斗姿势在瞬间成行 警报声随之在城市中响起 周围的路人才抬头看到 不远处发生爆炸 下一秒 眼前的钢化玻璃前 一个喊着重国语言的男子 在吼声之中引爆了炸弹 火光冲天起 崩碎的玻璃四处横飞 惨叫声在人群中回荡 跟城市上空的警报声响成一片 无数的人在此刻开始四散奔逃 恐慌像是联网的电脑病毒一样 在每个人的心中飞速传播 惊恐的人群向着 外面跑去 而突袭的死士们 眼神冷漠地向着里面冲来 爆炸声接二连三地响起 这些不要命的家伙 直接撞在钢化玻璃上 用生命来打开缺口 大量提着枪的死士 从沾满血迹的缺口中冲了进去 下安部的特警们 毫不犹豫地立刻发动攻击 枪声瞬间就响彻整个大会堂外面 方圆几公里内 都能听得到一千多人 在这里交战的激烈枪声和爆炸声 被派来防御的几百名特警们 拼命地保卫着这里 死士们疯狂地冲击 无比惨烈地 战斗在大会堂门口上演 与此同时 科幻之都全程戒备系统启动 大量驻守京都的士兵 开始飞速向着大会堂进发 大部队最快都将在五分钟内抵达 而比他们更快的 则是城市中那些人畜无害 甚至造型 还有点可爱的机器人 他们有的在送餐 有的正在城市楼顶检修电路 有的正在给别人代购 但在全程戒备系统启动的瞬间 所有机器人的眼睛全部变成了红色 身上的波音装置 响着提醒市民撤离的警报声 每一个都飞速地向着大会堂的位置赶去 他们的大脑芯片中 导航系统已经规划出了最佳的行径路线 城市的道路上 一个个机器人丢下手中的东西 以每小时上百公里的速度飞奔跳远 那些在大楼顶上的 甚至直接从空中飞驰而来 此刻的星条国最高步 普川看着卫星从空中拍到的场景 眼中无比的震撼 下国精度的上空中 上千个机器人飞驰 地面上数千个机器人狂奔 他们胸口中间的加密保险箱打开 折叠的步枪被他们从中取出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这些机器人大军就加入到了战场之中 这一刻 他有些绝望了 下国的科幻之都 远不是表面上的那点虚话 而是真正带有实际作用的 为了这场刺杀任务 科德家族数百年来 一代一代人培养出来的所有死士精英 全部都派了出去 他们更是想尽办法研发出了那款精妙绝伦的手枪 但现在恐怕都要落败了 虽然这数千名死士发起的战斗突袭 足以比拟任何小型战争 但面对飞速来源的机械战警 想要突破进大会堂 难如登天 再有不到三分钟 下国数以万计的大部队就会抵达这里 任这些死士有滔天之力 也根本无法战胜这些驻守京都的雄兵 就在外面战火连天的时刻 大会堂中 叶北的目光落在了高牧一雄的身上 叶北的目光依然的平淡如常 甚至嘴角还带着一丝淡淡的冷笑 他看着已经傻眼的高牧一雄 冷声开口 抓住他 他的声音落下 庶民现场的保卫特警 已经向着高牧一雄扑了过去 巴嘎 高牧一雄看着两边顺着过道 快速跑来特警 怒骂一声 随后直接从座位上两步窜了出去 向着叶北直直地冲了过去 手中的锈针手枪被他用力一拉 立马就变成了一把尖锐的塑料飞刀 在冲出十几米之后 毫不犹豫地就要向着叶北狠狠地投掷出去 碰 碰 两声枪响在会场中响起 特警们没有半点犹豫地开枪 一枪直接击中高牧一雄手中即将制出的飞刀 一枪则命中了他的眉心 在响声中 高牧一雄应声倒地 鲜血顺着他眉心间的弹孔 缠缠地流出 不甘的双眼还瞪大地望着天花板 现场的所有科学家都被这一幕吓梦了 一些来自战乱国的科学家 甚至应激反应般的翻身躲在了座位下面 但更多的人则是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幕 心跳不已 拖下去 一直坐在主位上的轩辕红武 看着被射杀的高牧一雄 神色无比的愤怒 几名特警迅速冲上来 立马就将死透了的高牧一雄给拖了下去 全程进入一级戒备状态 不许任何一个人理解 让最高侦察组立刻到会场调查此事 一口气三道最高指令下达 各部门已经开始行动了起来 紧接着 轰然的爆炸声从外面传来 大屏幕上画面一闪 大会堂外面的战乱 全部实时地播放了出来 所有人全部都扭头向着大屏幕上看去 我的天 外面在打仗 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人在袭击我们 怎么还有机器人在飞 他们居然会开火 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有预谋的袭击 现场的科学家纷纷惊呼出声 接二连三的爆炸声传来 惊得众人一颤一颤的 现场恐慌一片 薛元洪武看着屏幕上的情景 眼中的怒火几乎要喷发出来了 今天发生这样明目张胆的刺杀 已经是非常出乎意料的了 而外面爆发这种规模的战斗 更是震惊世界的大事 下国的京都除了大清时代被火烧之外 什么时候有过这种规模的战斗 他怒了 这一次是真的愤怒至极 这到底是谁预谋出这样的袭击事件 今天必须要有一个交代 在所有科学家惊恐地看着大屏幕上的场景时 薛元洪武怒声开口说道 一句话就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 夜北是下国的科学家 京都是下国的国土 制造出这样骇人的刺杀行动 发动这么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这种行为已经触动了下国的底线 这是在找死 关闭所有会堂出入口 今天下国要让施暴者付出沉重的代价 薛元洪武的声音落下 现场所有的科学家神色全部为之一变 看向他的脸 所有人都知道这一次薛元洪武是真的怒了 直接在人家本土开战 这种事谁都不能忍啊 但比他们更加惊恐的是重国的高层们 生活在海洋中的重国最高指挥部内 一众高层正紧张地看着峰会直播 薛元洪武的话语在他们中引起强烈的震动 星条国没有说过要发动这样的袭击啊 我们被星条国骗了 让高牧袭击只是一个手段 高牧袭击失败 他们就会发动恐怖袭击 有人很快就分析出了其中的原因 叶北可是下国最重视的人物 现在不仅做了刺杀叶北的事 还在京都发动了这么大规模的袭击 下国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完了 这次的事情 下国一定会设想到我们的身上 如果被发现 是我们重国参与了这件事 那次薪酬救恨下国会一起算的 就在一众高层哀叹之时 有人颤抖着声音开口了 你们看到了吗 下国已经有航天战舰了呀 他们会不会用航天战舰报仇啊 这话一出 所有人的眼中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一众重国高层都瞪大了眼睛 神情惊恐到了极致 他们怎么把这个刚刚震天焊地的庞然大物给忘了 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巨大恐惧中 有人已经毫不犹豫地给星条国打去了电话 急切地想要寻求星条国的帮助 但电话中出了嘟嘟的战舰音 没有任何人来接听 一股无比绝望的情绪涌上了所有人的心头 调动护卫队 如果下国采取行动 那就殊死一搏 重国制高者皱着眉头下达了最后的命令 峰会现场 夜北面戴笑容正在给现场惊慌失措的科学家们做思想工作 在他的一番安抚下 众人的情绪稍微有所好转 即使大会堂外战火连天爆炸声不断 但里面却根本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攻击 惊慌的情绪稍微好转 雄国科学家就已经暴怒了起来 重国科研团 高牧一雄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刺杀下国科学家 你们重国科研团应当被扣押进行严密的调查 暴躁的声音在会场中响起 这话让重国的科学家们立马就神经紧绷了起来 这是高牧一雄的个人行径 是他跟夜北之间的私人恩怨 我们并不知晓此事 重国没有办法承担这样严重的责任 雄国不能血口喷人 这种片面之词不是大国应该说出来的话 重国科研团的代表立马站出来逃脱责任 现在的他们神经已经敏感到了极点 生怕被人发现了一切 但做事隐秘的他们 不觉得下国能够调查出什么线索来 听着下面的争吵 夜北笑着开口 各位稍安勿躁 重国跟此事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们一看便知 说完 夜北直接按下遥控器 下一秒 全息投影的点点荧光在空中凝聚 一个娇美可爱 少女模样的人工智能就出现在了会场上空 检索高木义雄生前的所有行动轨迹 查找可疑之处 夜北对着眼前这个全息投影中 美得不可方物的少女说道 选女检索到了三个可疑场景 开始为您投影 不过短短0.1秒的飞速检索后 少女空灵的声音就在会场中荡开 这么高端的人工智能景象 让所有科学家都有些惊叹 但下一秒 投放在大屏幕上的视频 却让他们直接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大屏幕上堪比1080P的超高清视频 被投影了出来 视频中 高木义雄跟所有的崇国科学家 都陆陆续续地走进了卫生间中 在这个本该是私密环境的地方 但整个会场里 依然设置有全方位无死角的隐形摄像头 而众人震惊的不是这些 而是这些崇国科学家干的事情 所有人进入卫生间 第一件事就是脱下西装 随后在边边角角中翻找 不一会儿的时间 每个人都从身上拿出来了几块塑料组件 高木义雄熟练地将这些塑料组装起来 一把袖针手枪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今天 就是夜北的死期 高木义雄拿着手枪冷哼一声 将其直接揣进了裤裆中 旁边的一众科学家纷纷拍拍他的肩膀 为帝国献身 上皇会永远记住 你为崇国做出的贡献 在众人深沉敬重的目光中 高木义雄重重地点了点头 随后从衣袖中搜刮出点点白色粉末 倒进了卫生间里的洗手池中 里面盛有的水立刻跟粉末发生化学反应 快速地凝固成一块冰晶 高木义雄接着便从袖口上摘下一颗扭扣 开始打磨起来 不过两三分钟 一枚密度极高 坚硬透明的冰蛋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用温暖的手心又给尖锐的弹头塑了塑形 高木义雄将其装进了衣袖之中 所有人没有再多言 全部转身离开了卫生间 整个过程不过七八分钟 根本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但当视频此刻真的暴露在世人面前的时候 全场都彻底为之震惊 崇国竟然是有预谋的要刺杀叶北 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刑刺手段 看得出来崇国为了这次刺杀下足了功夫 用特制冰蛋杀人 真的让人毛骨悚然 大量的科学家惊叫出声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更是直接射向了崇国科研团 直播间里 几十亿网友彻底疯狂 这个搅乱峰会的高牧义雄原来是早有预谋的刺杀 而且还是受崇国所指使 所有人都为崇国这种卑劣的行径所震怒 直播间弹幕在一瞬间直接炸脸 果然是没有道德底线的民族 卑鄙无耻 我他妈的 举国刺杀叶北先生 这绝对不能忍 高牧义雄刺杀失败 他们就发动了如此规模的袭击 这是要对下国发起战争 失小礼无大德的垃圾民族 崇国人真的无耻到了极点 世界科学家峰会被崇国人搞得乌烟瘴气 真的让人痛恨啊 在无数人的目光和一片惊疑的声音之中 崇国科研团的科学家瞪大着眼睛 吓得浑身发抖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有人惊恐地大叫起来 台上 轩辕红武充满杀意的目光已经看了过来 崇国派人杀我国是 在我国都挑起战争 是要与我下国为敌了 他的话语中带着无比愤怒的语气 下国不是百年前的下国了 不再是任你等倭寇四亿七零的贫弱之国 十个百年 你崇国不计历史教学 妄图再度迫害我泱泱滑下 简直就是想找死 轩辕红武铿锵有力的话语间 一股王者霸气席卷全场 每个字都让现场的所有崇国科学家心惊胆战 青铜号战舰听令 即刻还击崇国 国仇家恨 今天一起报 他的话音落下 玄女已经将青铜号战舰的现场实时画面 全息投影了出来 会场上空 巨大无比的青铜号战舰 靠着反重力技术和可控核动力快速升空 短短几秒时间就穿破云霄 出现在了蓝星万米高空之上 随后 以几十马赫的速度 向着崇国所在的位置飞速驶去 那速度之快 引得无数观看直播的人都为之惊叹 这一刻 怀疑战舰是假的人再也没有了 他们知道 下国是真的要动手了 这样一艘舰都没见过的钢铁巨兽 宛如神话中的昆鹏一般 呼啸而去 在国家的尊严面前 崇国这一次 是真的酿下了不可逆的大火 星条国黑宫 普川看着直播中 急迟的航天战舰 瞪大着眼睛 满眼的不可思议 但卫星拍摄而来的画面显示 这艘战舰是真的 六十多公里的长度 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巨型城市 在蓝星上空航行 五百艘航母放在上面 才能勉强跟它比一比大小 崇国 在通过各种渠道求援 我们要不要派兵援助 身边的高层 在被轮番轰炸之后 不得已跑来询问普川 救援 普川侧过头看了一眼对方 你告诉我 怎么救援 你看见下国拿出什么东西来了吗 你见过这么大的钢铁战舰 被送上天吗 告诉我 我们拿什么去救援 普川暴怒的吼着 但眼神之中 依然还是藏不住那份惊恐 我们现在绝对不能跟下国为敌 必须要撇清一切的责任 旁边的高层仓皇开口 不少人也急忙跟着附和 他们这次是真的怕了 跟这样的庞然大物作战 那简直就是送死 虽然他们还有青暴竹 还有中子暴竹 但是谁敢保证 一定能够将航天战舰摧毁 他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下国发现是他们派出的人 袭击的京都 而就在新条国高层 急切商议的时候 全球各国都慌张了 下国的航天战舰突然升空 就已经给了他们巨大的心理冲击 现在居然直接出征重国 这件事几乎让所有人都为之疯狂 全球上百个国家的制高者 不管再忙什么 此刻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目不转睛地看起了直播 重国这次要大祸临头了 真的想不通 他们怎么敢招惹下国的呀 太恐怖了 六十多公里长的战舰 起码都有五千万段 下国是怎么把这个庞然大物送上天的 世界第一枚黑武器 是拿重国来试验的 看来这次第一艘航天战舰 也要拿重国来试验了 太震撼了 如果它出现在我国上空 我会毫不犹豫地立刻投降 如果战舰的战斗力确实非凡的话 下国恐怕要统治世界了 诸多国家的制高者议论着 每一个人看向直播中 航天战舰的眼中都带着深深的忌惮 就在全球的议论之中 带着无上威压的青铜号战舰穿破云层 出现在了重国本土上空 无尽的恐惧瞬间席卷整个重国 足足有一座一线大城市 那么大的战舰挤破厚重的云层 从天空之中缓缓降下 数百座全核动力的推进器 让战舰悬停在了重国五千米高的领空上 巨大的阴影瞬间就笼罩了一整座城市 地面上 无数的重国民众抬头看向天空 看着那无比巨大 底盘还喷射着灼热烈焰的巨大战舰 惊声尖叫起来 他们几乎所有人也都在看直播 知晓着所有的一切 只是没想到 这战舰居然这么快就到来了 而且 这体型简直大的 让他们以为是外星科技 下国人要来毁灭了 快逃啊 快跑啊 再慢点就来不及了 惊恐的叫声在地面的城市中响彻 空袭的警报声 让所有人都心慌意乱 摩天大厦中无数的民众冲了出来 疯狂地向着自己家里跑去 有的则开车 直接向着远离战舰的方向急驰 好像是怪兽将士一样 恐惧在所有重国人的心中蔓延 让他们落荒而逃 天空中 抵达重国上空的战舰 自动打开了平台 整个战舰平台被分为上百个区域 很多的平台上还是空白的 因为没有足够的战机填充 但打开的平台中 五百多架战机暴露在了空气之中 其中最前排的一百架全 都是清一色的六代龙星战机 后面的则是各类五代战机 飞行员登机 已经做好了发动攻击的准备 战舰中心的指挥室中 被老爷子一眼选中的战将雷震 正站在主控台前 俯视着下方重国 整个重国的地面建设 全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在他的身后 十几名老爷子 亲手点名审查的战将 全都肃然而立 这是他们训练数月后 第一次实际登舰起航 也是第一次率领战舰作战 每个人的心中 多少还是有点激动的 巨大的战舰中 数以万计的各类舱室里 三十万最精锐的大夏太空军 各司其职 战舰尾部的循环供应生态员 安静的像是一片室外桃源 好像战舰上所有的战争 跟他们都没有关系一样 果树自然地生长 农产管理员定时 开始给瓜果蔬菜浇水 悠闲得像个与世隔绝的农民 但他的身份 却是下国顶尖农科院中的顶尖硕士 这片由袁先生带领团队 打造的循环生态员 是战舰的核心之一 能在这里照顾律职的 都绝对不是普通人 战舰悬停空中 尚未发动进攻 地面上 重国高层已经慌乱一片 至高者安倍小三 看着头顶上的庞然大雾 吓得神魂颠倒 但仍然急忙下达命令 让护卫舰队到近海保卫 各类战机起航试探 一时间数百架战机飞上高空 向着战舰盘旋飞去 向来自大的重国飞行员 看着如此巨箭 战机才飞上五千米高空 想要跟战舰交涉的时候 战舰平台上 上百架战机突然起飞 三十架六代龙星战机 领航在前 在飞出战舰几秒后 直接就对着向战舰驶来的 重国战机 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一场暴国恨家仇的战争 瞬间打响 二十毫米的子弹 像是不要钱的一样 在空中连成一条线 PL系列的各类空空导弹 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 不过一个照面 不到五秒钟的时间 十几架重国战机 就在空中轰然炸裂 像是盛大的烟花一样 在重国高空绽放 敌机发动攻势 是否还击 是否还击 战机中 重国飞行员惊恐地尖叫着 拼命地扭转方向 躲闪追来的子弹 安倍小三精的头上直冒冷汗 根本不知道 如何下达命令 在他犹豫的短暂时间中 重国战机 像是火把子一样 被下国的战机疯狂射杀 一个接着一个战机 在空中爆炸 还有一些被打掉机翼 冒着黑烟 向着重国本土飞速下坠 眼看着战况激烈 损失惨重 重新号星号机部长心中剧痛 直接越拳下达了反击的指令 一瞬间 地面上的舰队 和空中的战机 都反身开始还击 这让战舰中控势力的 总将雷震更加兴奋 打开高能伽马射线激光炮 打开电磁动能弹 我要试试他们的威力 雷震的眼中 冒着炽热的光芒 直接开口下达命令 由人工智能选女控制的战舰系统 立刻就将指令传输给了 管辖该武器的军团士兵 一秒钟后 上千名士兵就打开了 各自操控的炮台 战舰的左右两侧 数个舱门快速开启 一个个形状各异的武器 从里面伸展出来 高能伽马射线激光炮的炮口 犹如一个卫星锅 电磁动能弹则是一个圆形的炮口 漆黑的炮口让人不寒而栗 摧毁所有军事目标 现在开始毁灭打击 雷震的声音再次在他们的耳边响起 顿时 激光炮口开始聚能 大量的内置能量被快速聚集到炮口上 下一秒 直接击视而出 眨眼之间就击中了海面上的重国护卫舰 像是切割机一样 激光从舰船上扫过 一道无法填补的沟壑 就将舰船一分为二 大量的弹药在船舱中被引爆 海面上火光冲天而起 另一边 数百枚电磁动能弹被发射而出 由高强度和精打造的弹头 在瞬间就被加速到23马赫 以将近每秒8000米的速度 射向目标点 不到0.7秒的时间 重国陆地上 大量军工设施直接遍地开花 像是一大片大型摔炮 被直接抛洒在地面上一样 尘土飞扬中 火光四射 爆炸接二连三的出现 滚滚的黑烟冲天而起 笼罩了整个重国十几个大城市的上空 死亡的恐惧 在重国疯狂地弥漫 无数的民众开始四散奔逃 绝望的情绪 第一次降临在了这片土地上 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 重国所有的舰队 和大量升空的战机 被青铜号战舰摧毁殆尽 高尖端武器 更是在瞬间瓦解了 重国的所有防空力量 无数对空导弹 被直接引爆在地面 到处都是硝烟弥漫 浇湿遍野 如此强悍恐怖的作战能力 在这一刻 彻底惊呆了整个世界 直播间中的重国地面上 许多地方都冒着滚滚黑烟 近海的舰船 还人着熊熊烈火 在被一一击落 一个世界前列的大国 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 就被打得失去还手的能力 这种震撼程度 让所有人瞠目结舌 直播间中 几十亿网友都瞪大着眼睛 死死地盯着屏幕 弹幕出奇地停止了滚动 没有一个人说话 所有人都被震撼得五体投递 什么叫做航天战舰 什么叫做未来科技 今天 他们见识到了 真正地见识到了 蓝星上最强的战争机器 空中的所有战机 在歼灭所有敌人之后 全部返航降落 而直播间的网友们 也在此刻终于回过神来 弹幕在瞬间炸裂 Oh my God Oh my God 这简直就是外星科技 无法想象 这是现在的人类造出来的 史无前例的恐怖战舰啊 下国的战斗力 现在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重国百年来 辛苦建立的所有军事力量 眨眼之间被摧毁殆尽 航天战舰太恐怖了 下国的科研 已经到了 我们无法企及的高度 现在的我们 只能仰望 重国招惹了 不该招惹的存在 东方的巨龙苏醒吗 太恐怖了 我不该笑话 叶北先生的机械战甲 那一定 也是尖端科技产物 重国可以投降求饶了 否则下国会毁灭他们的 想当年他们在下国 做尽坏事 现在要为当年的血债 付出代价 直播间中 弹幕像是海啸一般 无数的网友 都在激动地发着 一条接着一条 各种各样的言语 在众人的眼前闪烁而过 所有人 无疑不再惊叹下国的强大 无疑不为航天战舰而震撼 与此同时 世界各国都疯狂了 此刻的他们 已经不能说是忌惮 而是深深的恐惧 下国能够如此轻易地 摧毁重国的军事力量 那就能够更加 轻易地摧毁他们 没有人知道 下国拥有这样的 战争机器之后 接下来会怎么做 但从他们自古以来的思想中 国家一旦强大了 就一定会去四处征战 而且百年前的下国 也曾被他们无情地肆虐过 甚至有的 还做了很多不道义的坏事 看着重国的下场 他们想到了自己的下场 他们怕了 有没有留下什么破绽和证据 飞宫中 普川恐慌地问道 我查过了所有的痕迹 绝不会留下半点证据 有人立刻开口回答 在场的所有高层眼中 都带着相当的恐惧和担忧 他们害怕下国知道 袭击是他们搞的 转头对新条国本土发起进攻 这样恐怖的战斗力 普川心中 只有两成把握跟下国对战 但这两成 只是针对这艘战舰 要知道 下国本土的力量还未出动 他们的航母和数百万雄兵 还安然地在兵营中待着 如果那些军事力量一起出动 除非全球联合 不然绝对没有打赢下国的半点胜算 向全球各国进行联系 联合给下国施压 不能让他们毁灭重国 这是关我们蓝星所有国度的未来 一定要将他们联合起来 普川立刻下达命令 负责外交的高层 立刻向所有外交官和驻国公馆下达指令 一时间全球数百通电话 立刻在各国最高指挥室中响起 峰会现场 薛元洪武端坐在主席台上 看着大屏幕中直播的情况 航天战舰表现出的强大实力 让他非常的满意 狠狠地将重国打击一番 也算是解了他心中的气 同时也给下国在全球立了威 今天让航天战舰升空 就是要告诉世界 全球格局发生新变化了 曾经的世界霸主已经成为了过去时 夏国才是蓝星未来的中心 崇国今天的行为 不仅伤害了夏国 更伤害了世界人民向往和平的心 夏国今天的所谓就是替天行道 让崇国知道破坏和平的代价是什么 同时也告诉世界 夏国主权是绝对不允许任何国家来践踏的 薛元洪武神色严肃 对着摄像头说道 两句话说完 他的画风又为之一转 航天战舰的出现代表人类科技的蓬勃发展 和人类文明的快速前进 夏国愿意承担起带领世界走向科技未来的重担 愿意带领世界人民一起向着宇宙进发 今天是世界科学家峰会召开的日子 崇国的所作所为让世人不耻 夏国可以给崇国一个赎罪的机会 希望崇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薛元洪武说完 叶北侧过头看了他一眼 薛元洪武也扭头看向了叶北 眼神中的意思 叶北瞄懂 崇国这个弹丸小国 虎视眈眈 华下千年之久 叶北虽然对他们没什么好感 但为了大局着想 他最终还是收回了目光 毕竟 现在的崇国已经是满目疮痍 从此之后将会一蹶不振 沦为最底层的国度 但借着饶恕他们的机会 却能够让世人看到 夏国的大国风范 从而一举收获全世界的人心 为未来夏国的和平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 这样便不需要再发生战争 不用再牺牲夏国将士的生命 就能和平地屹立在蓝星之殿 薛元洪武的话音落下 安倍小三几乎是连滚带爬的 从大楼中跑了出来 身后一大堆的高层 紧紧地跟着他的步伐 刚刚死亡的利剑 就从他们头顶扫过 安倍小三下的肝胆剧烈 原以为夏国就要毁灭他们 现在听到还有机会 立马就冲出来 直接跪倒在大楼外的露天广场上 所有的崇国高层 无一例外 全部都跟着跪下 战舰外负责拍摄的战机 直接快速下降 再不到百米的空中 近距离拍摄起来 崇国所有高层跪地求饶的一幕 被直接直播给了全世界 看着直播间里的情况 无数崇国的民众 也纷纷跪在了地上 他们怕了 从心底里怕了 一座座城市中 所有观看直播逃亡的民众 全部就地跪倒在地上 安倍小三看着头顶上的龙心战机 眼中带着祈求 伟大的轩原帝 感谢您给崇国赎罪的机会 我代表崇国对伤害下国的所有行为 表示深深的抱歉 崇国做过的所有错事 今天我全部承认 并致以深深的歉意 崇国已经没有任何的还手能力了 发誓从今以后 绝对不与下国为敌 并且愿意无条件支持 下国和平稳定发展的举措 希望轩原帝能够放过崇国 给世界人民以和平 安倍小三对着天空中大声地求饶 言语之恳切 古今罕见 这个连历史都不肯承认的崇国 今天终于在下国强大的威慑下 彻底跪下了 说完 安倍小三面向东方 连科三个响头 数千万崇国民众 也跟着一起磕头 疯狂地求饶 这一举动 看得直播间里 数以下国网友 心中无比的解气 好像是这百年来 所有的屈辱 都在这一刻洗刷了 鲜辈的英灵 在这一刻得到了祭奠 见此情况 世界各国纷纷出面 给崇国求情 直播间中 一个接着一个的 国家制高者连迈进来 用无比恭敬的语气 对轩原红武说话 所有人都希望 下国能够饶恕诚恳道歉的崇国 履行给世界人民和平的承诺 夸赞下国的大国风范 强烈地给下国示好 看着直播间中的情况 战舰总将雷震 却丝毫不为所动 依然让战舰悬停在重国领空 等待着新的指令 他不管这些东西 他只深谙一点 那就是战场上瞬息万变 或许上一秒还在签订协议 下一秒却在暗中发动了新的突袭 轩原红武看着取得的效果 心中还是非常满意的 全场的科学家们也都绷紧了神经 注视着主席台上 轩原红武细微的表情变化 看着他嘴角露出的淡淡笑容 不少人的心都放了下来 这才是大国风范啊 不拘小杰 以德服人 夏国是真的大国气度 夏国能够如此快速地发展 不无道理 心胸狭隘的重国 今天是死里逃生了 希望重国以后能小心点 别刚说王话 反过头要变脸 那可就真的没人就得了他们了 你觉得 现在重国还敢这么干吗 再有一次 重国就闯大祸了 给了他们赎罪的机会了 再搞事 那就是活该了 现场的科学家们议论着 无一不被夏国的大国气度和风范所折服 拍摄的战机升空 直播间画面再次变成了拍摄战舰的广角场景 世界各国的制高者也都高兴了 看薛元红武这样子 大概率是决定明金收兵 放重国一马了 而就在各方面都喜悦的时候 突然 直播间画面中 不知道哪里出现的50多架战斗机 从远处快速向着战舰飞来 直播间镜头拉近 上面重国国旗的标志表明着他们的身份 在几乎所有人都还不知道 这些家伙是来干什么的时候 直播间里 不知什么人透过驾驶舱 看到了其中飞行源头上绑着的波卷 随后 一条弹幕就出现在了所有人眼中 这是 重国的赶死队 而在这弹幕出现的瞬间 50多架重国战机 猛然对着青铜号战舰发起了自杀式冲锋 50多架战机 全部朝着战舰俯冲而来 在巨大的战舰面前 就像是一群苍蝇 妄图在人的身上 咬下一块肉 没有人知道 这些家伙是怎么想的 但是此刻 他们确确实实发动了攻击 大量的子弹疯狂地倾泻而出 密密麻麻地射向战舰 同时 战甲下方挂着的各类空空导弹 尽数释放 数百枚导弹喷射着尾焰 朝着战舰飞速冲击过来 这种情况 让刚才原本以为一切要结束的众人 直接愣住 各国制高者 直接傻眼了 重国这是要干什么 妈的 他们这些混账东西 这是找死啊 自掘坟墓 重国这个垃圾东西 就都就不活呀 三番两次的挑衅夏国 真以为夏国是仁义的 没有脾气吗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下肯定全完了 所有人都被重国 这波操作给整蒙了 新调国的川普 刚刚松了口气 以为重国就要死里逃生了 这突如其来的赶死队 将这份来之不易的希望 直接击碎 战舰上 总将雷震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连命令都没有下达 玄女的自我防御系统 已经自动开启 战舰上的舰载防御机炮 以及激光打击武器 和追踪导弹 全部开启 火光四射之中 立刻就开启了防御反击 重国战机射来的所有子弹 被防御装甲尽数吸收 导弹全部都在空中 被机炮打爆 而那些企图自杀式冲击战舰的战机 在几秒之内 就被激光武器和追踪导弹全部歼灭 又是一场烟花秀 在重国领空上演 十几秒后 这场突如其来的自杀式袭击 被战舰轻松瓦解 5000米的高空 再次恢复了原先的宁静 只是这一次 宁静得有些可怕 安倍小三看着天空中那些 被击落的战机 心中涌现出一股无比强烈的绝望 是谁 是谁 到底是谁要往我重国 安倍小三怒声冲着天空叫道 他根本就不知道 那是从哪里出来的战机 他是真心地想要投降 想要放下重国的尊严 换来苟且的偷生 但此刻 这些发动自杀式袭击的战机 将他偷生的资格都剥夺了 重国不能容忍尊严被践踏 武士道精神永远不会认输 在安倍小三的背后 军机部部长冷冷地说道 他的眼中带着狂热的光芒 拔刀直接插进了自己的腹中 剧烈的疼痛 让他神色无比地扭曲 上皇陛下万岁 武士道精神万古不灭 挣扎着说完最后一句话 军机部部长的嘴角一出鲜血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安倍小三看着这个疯狂的家伙 直接贪软地倒在了地上 重国能够走到今天 少不了武士道精神的洗脑 而今天重国会灭亡 也少不了武士道精神的助攻 成也武士道 王也武士道 这一刻 在场的所有人 全部都绝望了 安倍小三的身后 数十名高层 已经恐惧到了极致 他们没有半点的犹豫 全部四散奔逃 想要在这最后的时刻 逃到海边 逃出生天 跟他们一样的 还是上一重国民众 绝望的情绪 覆盖了每个人的心房 所有人都在疯狂地逃命 那些开车的司机猛踩油门 即使撞死路上 自己的同胞都不眨眼睛 只希望自己能够 尽快地逃到安全的地方 峰会现场 崇国自杀式袭击的场景 被所有人都看在了眼中 夜北的眉头微皱 侧脸看了一眼薛元洪武 这一次 薛元洪武根本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当着全世界的面 下达了最高指令 青铜号战舰听令 对崇国实施毁灭性打击 他的话音在会场中回荡 让所有遇会科学家的心房 都为之遗产 毁灭性打击 夏国这是要直接 无差别的灭亡之举啊 古往今来 历史上含有的灭亡之举 夏国今天 居然真的做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但却没有任何一个人 觉得薛元洪武残暴 因为这个结果 是崇国自找的 夏国已经给过他们机会了 只是这个机会 他们没抓住就算了 还想再度挑衅 这种行为 夏国不灭了他们 那才是真的要被世人耻笑 直播间的几十亿网友 听着薛元洪武的声音 脑子里像是过了电一样 浑身都感到一麻 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一场盛大的峰会 居然变成了一场灭国的战争表演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崇国上空的青铜号 航天战舰动了 近千个舱门 从战舰两侧打开 平台上十几个发射警 也一起弹开 在总将雷震的命令下 七百多道高能伽马射线 激光对着崇国机事出 正在地面上奔逃的崇国人 直接被当场切割成两半 鲜血甚至都来不及 箭出就已经被蒸发成了水汽 大片的高楼 在激光滑过的瞬间崩塌 向着周围的街道无情地砸下 飞溅出的小轿车大小的水泥十吨 眨眼间就将几个崇国人拍成肉饼 血肉横飞 残枝断壁抛洒在大街各处 飞速落下的玻璃 直接让一个崇国人伸手一触 哀嚎声哭喊声响彻一片 不少崇国人跑着跑着 一转头发现自己的手里 只拉着一只断壁 而刚刚跟自己逃亡的人 已经被飞来的巨石砸得血肉模糊 可还没等他们来得及悲哀和哭号 青铜号战舰上 两百多枚电磁动能坛对准了各大城市 轰然激发 这些急速降下的动能武器 在击中城市地表的刹那 瞬间就引起了强烈的地震 大片大片的建筑倒塌 道路列开数米长的漆黑口子 无数崇国人被直接吞噬其中 各种燃气供应点 石油管道全部爆炸 崇国所有城市上空 巨大的火焰冲天而起 滚滚的黑烟疯狂的升腾 紧接着 十几枚刺声波氢弹 从发射井中击事而出 在空中折返精准地 落向了崇国的十几个大城市 从高能达马射线激光中逃脱 从电磁动能坛造成的地震中 爬出的崇国人 刚准备庆幸自己劫后余生 但下一秒 从天而降的刺声波氢弹 轰然炸裂在他们的头顶 剧烈的刺声波瞬间传开 这种超出人类识别频率的声波 让无数崇国人的大脑 直接当场炸裂开来 白花花的脑浆 合着鲜血迸飞 每一次下去都收走大片的生命 这些曾经在下国烧杀抢掠 糟蹋妥妇女的恶魔的后代 他们原以为先辈犯下的过错 就此了却 百年前 他们的先辈打完仗回家了 但是数以亿计的下国人 却连家都无处可回 他们的妻女被奸淫杀害 他们的父母孙儿被虐待残杀 只因为崇国挑起来惨无人道的恐怖战争 但今天 下国将这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还了回来 无德无义 出而反而 时刻渴望挑起战争的崇国 是全人类共同和平的阻拦者 这样的国度和民族 从蓝星上消失 才会让世界更加的和平 轩辕红武看着崇国的土地上 硝烟滚滚 对着直播间冷声开口说道 说完 再次开口下令 青铜号升空五万米 释放天穷之剑 让这倭寇涌沉沉大海 它得话音落下 巨大的青铜号战舰 开始收起了所有的武器 在反重力装置 和核动力推进器的作用下 开始向着万米高空扶摇而上 航天战舰扶摇而上 穿破云层 向着五万米的高空而去 改良版的六代战机 增加了新的减压舱 以全速史马赫的速度 同样紧跟拍摄 这个庞然大物 刚才爆发出的恐怖实力 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 直播间中 几十亿网友 感觉自己的心脏 都停止了跳动 刚才还一片安宁的崇国 现在已经是焦土一片 那些城市变成了废墟 滚滚黑烟弥漫整个崇国上空 无数人想到了百年前那场大爆竹事件 但显然这一次 远比之前严重万倍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崇国上一生灵 已经几乎灭亡殆尽 即使隔着屏幕 都能感受到 那股强烈的死亡气息 就好像冥界降临在了崇国上空一样 无数的亡魂 让人感到有些恐怖 全死了 几乎所有人全部都死了 这就是无差别的毁灭性打击 崇国的文明全被毁了 人类建立起来的城市 看似壮观 但其实轻轻一碰就没了 就由自取的崇国 死得好 世界上少了崇国的那些变态 才会变得更加和平 当年他们怎么 在下国的土地上肆虐 今天就要怎么百倍偿还回来 下国人永远记着百年前受到的伤害 崇国死得好啊 死得大快人心 轩辕帝威武 大下战舰 所向无敌 隔壁三大爷 从崇国发起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 等了一辈子 都没等到崇国的道歉 他们甚至都不承认大屠杀 现在好了 我们也不需要这些窝口 来承认了 拿命来偿 才是对先辈英灵最好的祭奠 我听我爷爷说过 他打仗 结束回家的那天 看见院子里被凌辱致死 一不蔽体的妹妹 看见院里伸手一出的父亲 看见绝望到上吊自杀的母亲 他的心都在滴血啊 今天 崇国人的父母妻儿 全部都要偿命 全部都要为当年犯下的罪行 付出血的代价 天穷之剑 这是下国无数先辈 用血铸成的利刃 将要审判那些战犯的后人 我期待看到 崇国沉默在大海中的那一刻 国仇家恨 全都一起报了 直播间中 无数网友颤抖着手 发出一句句弹幕 说一下国民众的热血 都在沸腾 他们在见证一个梦寐以求的历史时刻 他们看着战舰毁灭崇国 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畅汗淋漓 弹幕中就数他们最激动 无数人在不停地发送着一条条弹幕 宣泄着自己心中难以言表的心情 这一天的下国人 像是站了起来 从心中彻底地站了起来 将那块压住胸口多年的石头推开了 摔成了粉碎 峰会现场 这举世主目的碾压式打击 让在场的上千名科学家 全部都目瞪口呆 什么叫做科技强国 什么叫做绝对的军事力量 下国今天给他们所有人 诠释了这一切 在他们 还为现代化军事绞尽脑汁的时候 下国已经走上了航天作战的道路 这种碾压般的思维 这种恐怖的军事打击力量 让所有人都感到有些窒息 现场被控制起来的重国科学家 亲眼看着自己的国家被摧毁 一个个面色煞白 他们从未有过的绝望 狠狠地冲击着他们的内心 十几个重国科学家 几乎全部都晕厥了过去 此时的新条国 慌了 他们万万没想到 下国会有这样的大动作 会有这样强悍的战舰 会有如此果敢的决定 重国的毁灭 让他们心惊胆战 慌乱的不知所措 下国这一次将军事霸权 科研霸权 世界霸权 全部一口气拿走了 从他们执掌百年的手中 轻而易举地拿走了 那种一落千丈的感觉 让普川无比地难受 不能让下国成为世界的中心 否则新条国将不会再有未来 一定会被下国一点一点地打压残食掉 普川紧握着拳头 咬着牙说道 下国现在在蓝星确实强大了 但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们现在必须要给登陆火星的士造势 要吸引全球的目光 跟着我们星条国一起看向宇宙 只要能够率先登陆火星 我们就依然还能够站在科研界的最顶端 继续吸纳人才跟下国去争世界霸权 普川非常冷静地思考 立马就拿出了最可行的方案 下国想要赢得全球明星 来使下国成为世界中心 继而进入快速发展状态 在几年内就超越世界各国 继而能够统一整个蓝星 那他就不能让下国这么做 立刻大肆宣传 我们火星登陆的计划 必须要让世界看到 我们超前的科技实力 这一次 我们必须要跟下国争 而且绝对不能输 否则将再无翻身之力 普川的话音落下 现场的所有高层 全部严肃地硬答 紧接着一场巨大的造势风波 随之启动 重国 残存的那些重国人 从废墟之中艰难地爬出来 他们的通信网络已经全面瘫痪 拿在手中的手机 就像是一块废铁 有人想要打开直播间 但是却根本没有网络 他们抬头看向天空 透过重重的烟雾 那艘巨大的下国战舰不见了 所有人存活的人都高兴地欢呼起来 他们以为下国的攻击结束了 以为自己在这场毁灭中活了下来 但他们根本不知道 此刻 青铜号战舰 已经悬停在了蓝星五万米的高空之上 在无数下国民众期待的眼神之中 战舰中的总将雷阵 已经让人工智能旋女 锁定了最适合打击的三个地方 随着他亲自按下主控台上的武器 激发按键 下一秒 战舰底部 三个直径足有十几米的舱门 缓缓打开 紧接着 加速装置触发 机械握手全部松开 高密度的巨型乌棒 比天机武器还要大上十倍不止 在巨大的推力中 以50马赫的出速度 从天空中击射而下 这 就是下国的天穹之剑 犹如一柄神剑一般 向着重国狠狠落下 几乎一瞬之间 天穹之剑就从五万多米的高空降临在了重国本土上 在重国上空负责拍摄的六代机只看见三个黑影闪过 下一秒 重国地动山摇 如此巨大的动能武器 让整个重国的地面被直接掀翻起来 伴随着剧烈的地震 明显能够听到大陆碎裂的声音 像是死亡之前的乌叶一样 大片大片的山川崩塌 永远飘雪的富士山直接炸裂开来 岩浆向着整个重国炸开 那个供奉着无数战犯的神策 也在瞬间土崩瓦解 那些残存的重国人 脸上的笑容都还未收起 就被崩裂的大地直接吞噬 宛如世界末日来临 几十米高的巨型海啸 铺上重国土地 树木和汽车被裹挟其中 大块的山体岩石随着海啸奔腾 那些准备乘船逃离的重国人 看着眼前滔天的巨浪 感受到了人生中前所未有的绝望 巨浪落下 船只灰飞烟灭 地下几公里深的地方 已经被天穷之鉴摧毁崩坏 每一次海啸的袭击 重国的土地就减少一大块 陆地疯狂地崩塌 重国蔓延千年的文明 也随之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末点 全世界几十亿人亲眼目睹了这所有的一切 所有人都被下国的恐怖力量吓傻了 天穷之鉴像是神将的劫法 让这个弹丸小国消失在了蓝星上 这种毁灭一个国度的壮观景象 是全人类第一次如此直观清晰地看到 在空中看去 一片大陆向着海洋中沉没 山川崩塌 火山咆哮 海啸轰鸣 所有激烈的反应 都像是他死之前最后的嚎叫 直播间弹幕在良久的沉寂后爆发了 没了真的没了呀 真的无法相信 一个国度就这样消失了 重国的命运在今天画上了句号 我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 上一个沉入大海的 是神秘的亚特兰蒂斯 而今天 重国稳稳地坐上了第二的宝座 这就是毁灭性打击吗 夏国人是真的说到做到 这个沃寇小国终于退出人类的历史了 我要出去放卦边庆祝一下 夏国的战舰 简直就是外星科技 太让人震撼了 网友们在弹幕中发出一条条话语 峰会现场的科学家们 一个个表情无比的复杂 他们已经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眼前这个强悍无比的下国了 从刚来京都参会 到现在下国震撼世界 这短短的24小时 他们的心境 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变化 这个发展中的国度 现在已经奥立于世界之巅了 各国至高者 无一不被惊出一身冷汗 重国的灭亡 让他们看到了 复仇起来疯狂无比的下国 说毁灭你就毁灭你 简直恐怖至极 谁敢招惹下国 那就是准备和重国作伴了 这种强大的威慑 让他们对下国的看法 彻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全球无数人的注视下 海水彻底将重国的所有领土 全部淹没 无数的山川全部崩塌 消失在了海洋之中 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中 再也看不到 半点重国存在过的痕迹 如果没有人类的历史留作证据 或许将没有任何的办法证实 这里曾经真的存在过一个发达的国度 这一刻 重国彻底从蓝星上抹去了 世界各国的历史书上 多出了一个需要孩子们背的考点知识 峰会现场 随着战斗结束 薛元洪武将目光收了回来 一点小插曲并不会影响我们峰会的正常进行 我宣布 现在峰会继续召开 薛元洪武的表情重归淡定 对着现场的所有科学家 朗生说道 只是众人在看向他时 眼神中多了一抹深深的畏惧 被这个小小的重国打扰 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叶北接过话 对着话筒开口笑道 本来准备认真讲一下航天战舰的 现在看来已经没什么要讲的必要了 他的实力 大家有目共睹 现场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转移到叶北的身上 几十亿观众也从刚才的震撼中回过神来 听着叶北说话 他们都竖起了耳朵 根本不敢漏掉叶北说的一个字 刚才听到星条国要在三天后 启动火星登陆计划 想要迈出人类走向宇宙的第一步 很不巧的是 夏国也正有此意 我们也将在三天后上火星去看看 跟这个同在太阳系的邻居 好好地认识一下 叶北的话语很是轻巧 甚至带着一丝打趣的意味 但这一话却让所有人都再一次被震惊 夏国也要登陆火星 Oh my god 夏国难道也有跟星条国一样的航天技术了吗 同样是在三天后 这真的太巧合了 不可思议 夏国今天真的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 到底谁能够率先踏出这走向宇宙的关键一步 我真的太期待了 谁能踏上火星 谁就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科研大国 无数人交头接耳 七嘴八舌地说着 所有参会的科学家 都为今天能够参加这场会议 感到激动 有史以来最为盛大的一场峰会 夏国给了世界太多惊喜 也给世界见证了历史性的时刻 这是以往的所有峰会都无法比拟的 而听到这些话的星条国 却紧张了起来 普川的眼神中流露出前所未有的惊慌之色 夏国也要上火星 而且同样是在三天后 这种巨大的压力 让他有点喘不过气来 这次我绝不能说 普川凝视着屏幕中带着淡然笑意 自信满满的夜背 咬着牙说道 星条国未来的命运 全都蕴含在其中了 他 已经没有输的余地了 峰会现场 在台下科学家们巧声议论的时候 夜背开口了 他的眼中闪着炽热的光芒 对着几十亿人大声地说道 72小时后 全球直播 我将带领全人类 开启星河时代 夜背的话音落下 全世界彻底疯狂 所有人都急切地期待那一刻的到来 因为人类将要开启新的时代 讲完所有要讲的 夜背结束了这场 有史以来最盛大的峰会 此时此刻 航天战舰研发基地中 老爷子夜宏远 老泪纵横 即使直播已经掐断 但是他依然愣愣地望着屏幕一动不动 他的脑海中 一幕幕画面闪过 记忆的阀门 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拧开 无数的救人救士 在这一刻 全部喷涌而出 涌入他的脑海 奔入他的心房 曾几何时 夏国人连一顿饱饭都吃不到 面对突然发动战争的重国 甚至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 他们的飞机大炮 在夏国的土地上 狂轰滥炸 为了夏国 为了民族 为了亲人能够活下去 他带着村里的娃子们 主动投军上了战场 那场差点被王族的战争 打了整整十四年啊 几千万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鲜血浸透了夏国的每一片土地 他记得自己指挥着千军万马 顶着敌人的炮火 冲锋陷阵 他也记得 自己的亲弟弟 被重国飞机投下的炸弹 炸得尸骨无存 他这辈子都忘不掉 在无数同伴的血肉中 捡起弟弟尖章那一刻时的心情 愤怒 绝望 无奈 他望着血流成河的战场中 滚滚的硝烟弥漫 觉得自己就要崩溃 国仇家恨啊 终于爆了 老爷子从自己发白的军装上衣口袋中 取出那枚携带了一生的尖章 他看着这个尖章 就像看到自己那个调皮可爱的亲弟弟 顿时 心底的酸色 疯狂地涌上鼻尖 两道浑浊的泪水 顺着脸上的皱纹 不可抑制地流了下来 要是当年有这样强大的空军 三娃子他们 又怎么会牺牲呢 老爷子脸上的 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这是他几十年来 第一次悲痛地哭 老麦的身体 都微微地颤抖起来 但他的泪水中除了悲伤 还有自豪和激动 大将军 您没事吧 您可别吓我啊 旁边紧跟老爷子的林天雷 看到叶洪远这样子 吓得急忙冲了过来 虽然叶洪远看着还硬朗 但毕竟已经是高龄了 没事 没事 老爷子抬起头 抹了一把眼泪 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我是高兴啊 雷子 我们下国终于有能够 保卫我们祖国 不受侵犯的力量了 从今以后 再也没有人能够 欺负我们下国了 咱们下国的娃子们 再也不用在战场上 大片大片地倒下了 我们真的变强了 小北他做得很好 做得非常好 我为他感到骄傲 老爷子说着 拿起拐杖 挺着腰板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他脸上的泪水尚未风干 但双眼里 却充满了浓浓的笑意 出来十个月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是时候回去告诉他们 这个好消息了 看到小北有大出息 想来休英九泉之下 也能安息了 老爷子拄着拐杖 一步一步地向着外面走去 林天雷搀扶着老爷子 跟着他一步步向着外面走去 向着那个不知名 小县城的山村里走去 那里有功臣之家的牌匾 有数不清的 正在守护下国的英灵 峰会虽然结束 但全世界的疯狂仍未结束 航天战舰的起飞 重国的覆灭 登陆火星计划的提出 这一件件人类历史上 浓墨重彩的事情 让所有人都无法停止躁动 一条条的新闻疯狂地刊登 世界不再被那些娱乐明星所充斥 所有网络平台上 全都是关于科研的热搜 尤其是星条国和下国 要在三天后 同时进行火星登陆计划的事情 更是引起了全球几十亿民众的期待 究竟是谁能够率先踏上火星 率先带领人类迈向宇宙 这场科研霸主的争夺 成为了所有人心中 最想要看到的存在 而在这无数的新闻之中 没有人注意到 雄国一家媒体发布的一条新闻 冰雪基地再次发现 三角形UFO目击事件 究竟是什么 一直在窥视着人类的事件 这条见怪不怪的新闻 被人们当作一个怪谈 直接忽略了 在这个夏国和星条国 争夺科研霸主的火爆环境中 没有激起丝毫的波澜 夏国大会堂中 随着峰会的结束 科学家们开始有序的退场 这场前所未见的世界科学家峰会 在所有人的心中 都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 当大会堂的大门打开 外面的空气扑面来时 所有人都被这清新的空气惊到了 外面的空中没有硝烟弥漫 地面上没有坑坑洼洼 好像刚才爆发在这里的一场小规模战争 是他们产生的幻觉一样 周围整洁的石砖 鲜红的地毯 清新的空气 安静的环境 让他们甚至怀疑 刚才根本没有爆发战争 但很显然 这一切是真实发生的 所有科学家走出大会堂 看着四周眼中 都带着相当的惊奇 夏国是怎么做到的 所有的一切都被修复好了 这么短的时间 他们抹去了一切的痕迹 真是个让人感到恐怖的国度 他们处理掉这些 就像处理掉重国一样 只用了几分钟 就让一切都消失不见了 世界变了 从今天开始 世界彻彻底底地变了 夏国站到了金字塔的顶端 人类的命运 或许要发生转折了 哎 走吧 未来的科研界 不会属于你我了 在诸多科学家的感叹声中 大会堂中 再次恢复了以前的安静 但观众洗礼 梅瑞却孤零零地流了下来 在所有人离开后 主动找上了叶北 叶先生 您在科研上的造诣 已经到了无人能及的地步 能够参与这场盛会 我倍感荣幸 梅瑞没有掩饰自己内心的情绪 对着叶北真诚地说道 即使眼前的叶北 比他要小二十多岁 但依然不妨碍他心中的崇敬 那是一颗对科学崇敬的心 也是对强者崇敬的心 叶北看着梅瑞 微笑着回应 梅瑞先生能来下国 我也非常高兴 叶先生 我还是来邀请您到意志国 跟老师见一面的 希望您能够抽出点宝贵的时间 满足老师人生中最后的愿望 万分感谢 梅瑞没有犹豫 直接开口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等我收拾下东西 我们马上启程吧 叶北也爽快地答应 点点头说道 对于跟安德烈见一面的事情 他早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毕竟 那里有人类封存在历史中的新秘 简单地收拾了下东西 叶北立马就跟着梅瑞 启程前往了意志国 当然 为了安全起见 陈安武和一众机械战警随同出行 这一次前往意志国 叶北的心中 其实充满了期待 飞机一路向着意志国飞速驶去 梅瑞也趁着这些时间 给叶北讲了很多 关于安德烈生平的事情 还有他们现在的一些研究 以及意志国的发展 有用的地方 叶北全都记了下来 毕竟这个从未谋面的科研界太陡 叶北还是不知道他的脾性的 有所了解 交流起来或许会更加好一些 几个小时后 飞机在意志国降落 早已在机场等待的意志国车队 立马就接上叶北几人 向着安德烈所在的科研基地赶去 在一路弯弯绕绕中 叶北终于来到了这个无比偏僻的地方 这里就是安德烈所在的科研基地 这个科研基地 虽然不及下国的空天基地隐秘 但也藏得非常深 这种地方 一般人没有点信息 根本就找不到 毕竟这里的一切 都是涉及意志国最高机密的 而安德烈在这里一住 就是二十多年 从未出过这个地方一步 这二十多年一直全身心地投入在科研之中 叶北等人抵达之后 通过特殊的地下通道 进入了基地内部 走进基地 叶北看着这个老旧的基地 还是有些感叹的 从那一次世界战争结束之后 输了的意志国 就被永远地剥夺了军事发展的权利 这些年来 所有的科研 基本上都是民用项目 但不可磨灭的是 元首的时代 他们确实无比辉煌过 在叶北看过的一点点机密资料中 记载了元首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 以及当时人类科学大爆发后 各大国研究过的一些 在当时看来 纯粹就是白日梦的科技 什么海空超级战舰 太空卫星武器 隐形幽灵战机 这些还只是他们研究过最初等的东西 在那个科研技术刚刚开始发展的时代 不知真假的史料 确实记载 他们还有过诸多不可思议的超前科技的研究 如果说只是胡思乱想 叶北确实不会来 但要知道 那个时代中 他们是真的做出过一些离谱的事 其中比较著名的地心勘探试验 算是典型了 雄国只是因为好奇心 就赤巨资展开了这场匪夷所思的研究项目 从地表一直钻到了地下一万多米 但最终 却莫名其妙地又停止了 有人说是资金不足 有人说是勘探技术不够 也有人说是雄国发现了什么 不敢往下挖了 这一切都不得而知 即使至今都没有半点信息流露出来 他们究竟在地下发现了什么 还有通古斯大爆炸等各种世界奇闻 这些都是叶北非常好奇的 而安德烈作为那个时代中的科研巨头 叶北相信自己 这次总能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 不知绝间已经走到了基地内部 安德烈所在的房间门口 已经有人在等待他们 按照流程 所有人都被检查了一遍 这才在梅瑞的带领下走了进去 古朴的门打开 呈现在叶北面前的 是一个温暖的房间 安德烈坐在房间中 看着进来的叶北 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一刻 他等得太久了 对他这个已经半截身子 埋入黄土中的人来说 十个月太久太久了 只是叶北的出现 点亮了他人生中最后的点点火光 原本要带着一切长眠的他 像是找到了希望 所以才会这么不顾一切的 想要见到叶北一面 此刻 看着眼前这个 让他心中充满希望的少年 安德烈的眼眶都有点湿润 但本来激动不已的心 此刻却反倒平静了不少 注视着叶北 安德烈主动招了招手 感谢你能过来 看着这个年迈的老人 叶北微笑着开口 安德烈叫受 很荣幸能够跟你相见 叶北的表面上 虽然是淡然的笑容 但心中却不免有些震撼 毕竟 此时的安德烈已经虚弱到不行 想着这一路上来 梅瑞所讲的 他就更加有些感叹 曾经傲立在世界之巅的 科研界巨人 现在也还是他 到了走向死亡的地步 这个称其整个国家的伟人 叶北还是带有一些尊重的 叶北走进房间之中 安德烈白白首饰 这一众人全都离开这里 只留下他和叶北交谈 梅瑞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转身离开 而陈安武却看向了叶北 毕竟他今天的任务 就是保护叶北的安危 没事 你们到外面等我 叶北扭头看了眼陈安武 点点头说道 有了叶北的命令 陈安武还是仔细地 又看了两眼房间里的布置 这才退了出去 门闭合 房间中只剩下叶北和安德烈两人 可控核巨变 反重力技术 六代战机 还有这艘航天战舰 真的不敢相信 只有十八岁的你 是如何研究出 这么多引领世界的东西的 安德烈看着叶北 沙哑着声音 缓缓开口说道 但不等叶北开口 他就接着说了起来 每个人都有秘密 你不用向我解释这一切 我之所以叫你来 其实是在你身上 看到了人类未来的希望 安德烈说着 艰难地推着轮椅 慢慢地打开了保险箱 从中拿出了一个 只有饭盒大小的小铁盒子 叶北看着他颤抖的手 拿出的盒子 那上面的斑斑绣迹 展示着历史的痕迹 这一瞬间 他有种强烈的感觉 这里面装着的 应该就是自己想要知道的东西 但是拿出铁盒的安德烈 却并未立马 就将盒子交到叶北的手中 而是神色严肃地看着叶北 张开了口 在我将人类历史的心密 告诉你之前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 一个请求 安德烈的话 让看着盒子有点出神的 叶北愣了一下 什么要求 我一生都在为一制国 奉献自己的力量 今天看到重国的覆灭 其实我心中非常的不安 我知道你 一定会统一蓝星 甚至统一整个人类文明 乃至可能在未来蓝星资源枯竭前 走向宇宙 安德烈看着叶北 无比诚恳地开口说道 我唯一的请求 就是在下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不要让一制国灭亡 叶北凝视着眼前的这个老人 他明白自己今天如果不答应的话 安德烈宁肯将这些秘密 带进奥丁神的英灵殿 也绝不会告诉他 在几秒的犹豫后 叶北还是点了点头 我答应你 他的话音落下 安德烈就将手中那个 带着时光烙印的铁盒子 交到了叶北的手中 看着他 叶北的心中充满了好奇 叶北缓缓打开铁盒 里面装着的东西 全部都呈现在了他的眼前 纸张已经泛黄 照片也有些褪色 但全都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里面 叶北伸手将最上面的一张照片 拿了起来 虽然有了时光的印记 但依然看得清 那是一艘椭圆形飞蝶的影像 在飞蝶的旁边 两个年轻的人物面带笑容地跟他合了影 叶北认得出来 其中一个正是年轻时候的安德烈 而另外一个 则是人类历史上著名的元首 这是我们在撒哈拉沙漠中发现的外星飞蝶 安德烈沙哑着喉咙开口说道 他的话一出口 就让叶北为之一惊 外星飞蝶 这个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东西 一直以来都只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之中 有人相信他们真的存在 也有人觉得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外星人 即使叶北在蓝星的机密档案中 也从来没有找到 确切记载过有关外星人的资料 但此刻 安德烈张口就说出了如此肯定的话语 叶北抬起头看向安德烈 他的眼神仿佛陷入到了回忆之中 从古至今 人类文明的历史中记载过无数天外来客 从刻在壁画上 到写进神话中 他们的存在 可以说贯穿了我们人类的历史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些神秘的天外来客 却逐渐隐秘起了身形 像是可以不让人类发现一样 不过两次世界战争期间 他们还是频频地出现 像是在观察人类战争的形势一样 我知道你不理解 为什么夏国没有这些资料 那是因为当时的夏国太落后了 照相机都没法走入寻常人家 更别提拍摄到这些珍贵的画面 卫国战争更是让夏国疲于奔命 更无暇顾及 这些捕风捉影无关紧要的事情 而易志国的科研团 却在撒哈拉沙漠深处 发现了这艘不知何时被遗弃的飞船 它的造型非常奇特 整个飞船的结构 也是当时的我们所无法理解的 但庆幸的是 这艘飞船并没有损毁 甚至还能够重新启动 当时的元首对此非常感兴趣 甚至萌生出破解外星科技 用以打赢那场世界战争 我们耗世几年进行研究 在上面破解出 有关于星际跃迁的部分超前技术 安德烈说着 叶北也听得入神 他没想到 人类居然真的捕获到了UFO 甚至还研究过这种 绝对超前的外星科技 甚至都破解出了一部分跃迁技术 但就在我们破解出跃迁科技后 想要进一步研究飞船时 一次意外的通电 居然让飞船苏醒了过来 无人驾驶的飞船 自行寻找电源 给自己补充了能源之后 竟然直接穿破房顶 飞向了天空 元首即刻派出两架战机去追踪 一直跟随这艘飞船 飞到了冰雪极地 战机飞行员亲眼看见 那白冰雪覆盖的极地之中 出现了五艘奇形怪状的外星飞船 他们的科技 已经超出了当时人类的认知 在白光闪烁中 带着那艘无人驾驶的飞船 消失了踪影和嗨嗨 安德烈说着 猛烈地咳嗽了几声 听着他的话语 夜北伸手又从铁盒中 拿出另一张照片 那上面正是当时飞行员 在冰雪极地拍摄的场景 虽然画质有点马赛克 但依然能够辨认出那些 异于人类的外星飞船 他们有的呈三角形 有的呈现圆形 有的看起来更加抽象 有这些东西在这里 夜北相信 安德烈不会骗自己 况且 他已经到了游进灯窟的时刻 没必要编造这样一个谎言 出来欺骗他 外星飞船消失之后 我们将发现的跃迁技术 进行钻研和完善 最后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的 第一架跃迁飞船 只可惜 人类的技术还是太低级了 我们终究没有做到 瞬间穿越无尽的空间 但依然能够以近乎瞬移的速度 在一秒内 穿梭接近五公里以上的距离 只是飞行员 在这种恐怖的穿梭中 被撕成了粉末 这种半成品的技术 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后来战争失败 元首自杀之后 意志国就停止了 所有的一切研究 而赢下了战争的雄国 在不久之后 启动了勘探地心的研究项目 我想 他们应该也发现了 冰雪基地中的秘密 所以想要 寻找那些莫名其妙地出现的飞船 向地下挖了足足 一万两千二百六十二米的深度 没有人知道 当时的雄国到底勘探到什么 随着红色雄国的倒下 这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被尘封进了历史之中 安德烈的话音落下 深深地叹了口气 而叶北 依然被这个人类历史中 潜藏的秘密所震撼 如果不是安德烈 恐怕这些叶北 永远都不会知道 三天后 火星登陆成功 他的目光 一定会永远地向着宇宙更深处看去 身后这颗蔚蓝色的星球 忽略那些捕风捉影的UFO事件 想到自己的背后 可能一直有双眼睛在盯着 他就感到几倍发凉 难以置信 冰雪极地居然会有外星人的存在 叶北再次翻看了一下贴合中的文字资料 心中更加觉得不可思议 人类的科研文明 终究还是太低级了 连这些外星文明的踪影 都没法准确地捕捉到 这让叶北心中不免产生了更多的想法 其实这些年里 我也秘密派出一些科考队 进入北极寻找那些飞船的下落 但冰雪极地依然是人类的禁区 所收获的信息寥寥无几 唯一有用的是 科考队的金属探测仪 探测到北冰洋深处存在大量金属 那可能是矿产 也可能是藏在蓝星深处的其他文明 安德烈的话音落下 叶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他知道安德烈的意思是什么 他所想的也正是叶北所想的 所以叶北才会点头 今天了解到的这些 对叶北而言至关重要 因为这些 或许将会彻底改变人类的历史进程 甚至解开人类千古以来的诸多未解之谜 铁盒中还有一些东西 科研的路会走向永生 也会走向灭亡 希望你能把握好未来 安德烈艰难地吸了两口氧气 对着叶北语重心长地说道 随后 伸出干枯的手轻轻拍了拍叶北的肩膀 走吧 我就不送你了 叶北点了点头 合上铁盒 起身离开了房间 房间外 陈安武看到叶北出现 顿时脸上露出笑容 护理人员立马就进入了房间中去照顾安德烈 叶北跟梅瑞简单道别 随后就跟着意志国的护卫队员路返回了 乘坐专机离开了这里 而安德烈在叶北离开后不到两个小时 就永远地合上了双眼 随着他一同离开的 还有人类历史中的那些新秘往事 三天后 在全球民众无比热烈的期待和欢呼声中 两个世界科研大国同时决定登陆火星的这一天终于到来 72小时的倒计时 已经只剩下最后的一小时 这一天 全球网友已经早早地就蹲守在了环球网上 夏国和新调国的官方账号下 无数人等待着他们直播的开启 在万众瞩目之中 新调国率先开启了全球直播 这一天 普川亲自出现在了载人火箭的发射现场 几十亿网友都涌入到直播间中 见证这场人类历史中的壮举 就像当年载人登月时一样 全世界同样如此的激动 先生们 女生们 全世界人类的同胞们 今天是人类迈出蓝星 走向宇宙的历史性时刻 53年前 我们载人登月 踏上了距离我们蓝星的卫星 月球 今天 我们将走出蓝星 走向距离我们人类 足足5500万公里之外的火星 踏上第一颗外星星球 世界的科研发展 一直在飞速地向前 新调国承担着人类科研发展的重担 普川这一次做足了准备 面对着全球亿万观众 慷慨激昂的发表演讲 热血的话语 让全球几十亿观众心情澎湃 不少人开始为新调国研发出的尖端科研所惊叹 直播间弹幕中 无数声音交杂在一起 其中大量观众为普川演讲所撼动 开始觉得 新调国的科研 才是最尖端的存在 新调国的科研发展 已经越来越超前了 我觉得这一次率先登上火星的 一定是他们 是啊是啊 夏国搞那艘战舰 一定动用了举国之力 恐怕这次火星登陆 会很吃力 新调国53年前 就已经载人登月了 夏国至今还未登上过月球呢 夏国一口气说要登上火星 说真的我感觉有点不现实 是啊 冷静下来思考 实在是觉得匪夷所思 可能真就是碍于峰会 夏国强行给自己找面子吧 也许夏国只是为了争一下面子呢 毕竟 一边研发战舰 一边搞出在人航天的火箭 这简直就是不可能 夏国现在 在蓝星上的军事实力 确实强大无比 毕竟他们那个空天战舰太强了 但是面向宇宙 这种尖端科技 恐怕真的不如新调国 等着看吧 等会儿究竟熟强 熟弱一看便知 只是登陆火星 这是我更记希望于新调国 直播间中 网友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普川激动的演讲 也在片刻之后彻底结束 看着全网高呼的声音 普川的心中相当的满意 为了能够引来世界人民的呼声 他为这次演讲 没少做准备 甚至比当初大选时候 还要慎重 在演讲结束之后 一切按照计划顺利进行 新调国的两名宇航员 在万众主目的荣光中 走进了载人舱中 随着一切准备就绪 播报员进入了 让人屏息的倒计时 十 九 八 零 点火 随着播报员的声音落下 巨大平原上 毅力的火箭尾部 升腾起滚滚浓烟 在火箭尾部 三道火焰疯狂地喷射下 这艘承载着 新调国未来命运 和世界民众 巨大希望的载人火箭 飞上天空 直插云霄 欢呼声 在直播间中 此起彼伏 而随着新调国载人火箭的升空 无数网友纷纷来到 下国官方账号下催促 回到 NASA地面 指挥中心的普川 也急不可耐地拿出电脑 同样跑去看下国 他心中其实无比好奇 下国研究出来 载人航天的火箭 从载人登月结束之后 新调国就一直在研究 如何登陆火星 整整53年 才终于有了今天的尝试 而下国 连月球都还没有登陆过 居然直接说要登陆火星 如果不是因为 青铜号战舰的出现 他恐怕早就对此一笑而过 把下国的话 当作放得屁了 而能够轻松毁灭 重国的青铜号战舰 让他不得不警惕 这个飞速强大起来的国度 一个小时后 在无数网友的急切呼声之中 下国才不紧不慢地 开启了全球直播 短短几秒内 几十亿网友涌入直播间 但看到现场的第一眼 所有人全部都梦了 这不是青铜号战舰吗 下国不是要登陆火星吗 载人航天的火箭呢 难不成这艘战舰 就是发射平台吗 下国又在整什么神秘的东西 我有点猛逼了 不会是下国放了大话 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吧 总不能骗我们吧 我期待了整整三天时间 他总不能真的实验吧 直播间弹幕中 无数网友在议论着 不少人甚至开始质疑 下国是在撒谎 根本连登陆火星的能力都没有 就在这直播间 刚开启的十几秒沉寂之后 画面中叶北的身影出现 对着眼前的摄像头 叶北脸上 依然还是淡淡的笑容 72小时已过 我们如约而至 在我身后的青铜号战舰 已经做好了航天的准备 人类历史中的载人航天 一直都是寥寥几人上天做实验 如此稀少的人力 所做的终究有限 所以我们下国 决定派遣青铜号战舰 驶入浩瀚星河 登陆火星 迈出这走向宇宙的第一步 我们要做一次 真正对外星球的全方位探测 给人类带来巨量的外星知识 用以加速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 夜北的话语清朗有力 他没有那么慷慨激昂的说辞 只有这最简单平静的话语 但这些话 却让全球彻底为之震惊 所有人都被夜北的豪言壮语所震撼 要让这样一艘庞然大物走上火星 实在太过害人听闻了 直播间弹幕里 几十亿观众已然傻眼 我没听错吧 夜神刚刚说 要让航天战舰登陆火星 乖乖 这真的可以吗 这艘战舰 居然还能够进入外太空 我人傻了 太他妈恐怖了 这真的超出了我的预料 真的是外星飞船了 能够进入外太空的战舰 恐怖如斯 网友们是真的被吓到了 而星条国此刻 可以说是被夜北的话 直接吓傻了 NASA地面指挥中心里 普川瞪着眼睛 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夏国一定是想在这种关键时刻 给自己找回点面子 这艘战舰 起码有五千万吨以上 它有什么能力 挣脱蓝星巨大的盈利 肯定连桃一层都飞不出去 仅仅是一念之间 普川的脑海中 就已经确立了这个想法 因为夜北的所言 根本就是现在的人类不敢想象的 然而现场 夜北发表完自己的开场演讲之后 即刻下令登陆计划开始 直播间视角 从地面上的拍摄装置 转换到了天空中的战机视角 在无数人万分紧张的注视下 重达七千万吨重的青铜号战舰 点火运转了起来 数百个核聚变反应堆全部启动 反重力系统全部开始运转 巨大的反作用力 让战舰向着空中飞起 天空中阳光照耀下来 庞大无比的青铜号战舰 此刻显得耀眼无比 战机开始跟随战舰 向着高空飞去 进行全程拍摄 几十亿观众 看着天空中青铜号战舰拔地而起 直插云霄 轻易地破开那厚重的云层 都有种无比强烈的冲击感 这种巨物带来的强大震撼 是所有人的身心 都要为之颤抖的 空天之上 战舰中总将雷震在主控台前 神色凝重 面前几个技术总指挥 全部亲自操守 仔细地盯着所有的数据 人工智能系统旋女 严格地按照预定轨道 操控战舰行动 这是他们第一次进入外太空 而且目标是那遥远无比的火星 蓝星距离月球 只有三十五万公里 而距离火星 却足足有五千五百万公里 遥远地让所有人都有些紧张 一定要顺利啊 青铜号上的英雄们 期待你们能够登上那颗赤红的星球 夏国的国旗 一定会率先插在火星土地上的 加油 夏国要成为世界仰望的存在 无数的夏国观众 看着战舰快速地进入太空 在战机的摄像头中越来越小 心中都暗自家境 他们相当地忐忑 但也充满了对祖国崛起的期待 这是一场人类的壮举 每一个夏国人都期待青铜号战舰 落在火星上的一刻 我们一定会成功 叶北看到身旁的轩辕红武 表情有些紧绷 笑着开口说道 相信我们的太空军 他们一定能完成祖国的任务 轩辕红武听到叶北的话 扭过头看了叶北一眼 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那笑容中有对叶北的感激 也有对他绝对的信任 嗯 轩辕红武点了点头 眼神也不再那么地紧张 数千公里的太空中 直播间的视角 已经切换到了战舰自带的摄像机上 周围一片漆黑 除了星星点点的璀璨星河 什么都看不见 庞大的青铜号战舰不断地加速 战舰底盘上 足足四千个核聚变动力装置 在疯狂的发力 跟逃一层的巨大引力进行对抗 在不断的加速之中 终于脱离了蓝星引力 飞速地窜入了外太空 全速启动的航天战舰 在太空中飞速航行 每秒都要行进八十多公里 远远超过了人类目前为止 所有航天器的飞行速度 而比下国率先发射的星条国载人火箭 正在以每秒钟55公里的速度飞行 这是星条国50年航天底蕴 带来的巨大突破速度 但依然比下国要慢上太多 青铜号战舰的诸多外景摄像头 将宇宙中的场景 全部实时地向着蓝星传输回来 种种宇宙奇观 让所有观众都大饱眼福 惊叹连连 战舰在太空中不停地前进 而直播间的观众们 也就这样沉迷在战舰沿途的宇宙风景之中 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直到直播间中 战舰前方突然出现的璀璨光芒 让所有人为之一惊 那团光点是什么东西 好像在向战舰靠近 直播间弹幕中有人发出一句话 顿时弹幕里就炸开了锅 无数网友都惊奇地叫了起来 难道是外星飞船 他们要接近战舰 下国的战舰可是有攻击和防御能力的 那个光点那么小 也要硬碰硬 越来越近了 我的天老爷 该不会正是外星飞船吧 无数双眼睛盯着战舰前方的光点 激动不已 随着战舰越来越近 他们的心中也越来越紧张 但两秒之后 眼前的一幕却让所有人都直接傻眼 战舰前方那团闪亮的光芒 居然是星条国载人火箭尾部 喷射出的火光 随着他们距离的拉近 众人才彻底看清这一切 下一秒 战舰直接从星条国火箭头顶飞过 将其彻底超越 以其当先 与火箭的距离再次拉开 向着火星飞速而去 夜北看着主控平台上 航道轨迹和战舰数据一切正常 满意地点点头 夏国预计将于66天后登陆火星 开启人类首次对于外星球的全面勘探 让我们一起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在直播间中做了最后的宣布 夜北就掐断了直播 星条国也宣布了将会在86天后登陆 随后便草草地结束直播 这一场对决 星条国输得体无完肤 从一开始就被青铜号战舰全方位的疯狂碾压 超过火箭的那一刻 更是让星条国气得牙痒痒 而直播虽然结束 但全球民众的热度丝毫未减 甚至越加升温 所有人都越发地期待66天后 夏国战舰登陆火星的美妙场景 但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就在夏国战舰和星条国火箭 在茫茫宇宙中行进 向着火星而去的时刻 蓝星 冰雪极地 两艘纯白色的不明飞行物 以远超战舰的速度冲出蓝星引力圈 追着他们向着火星而去 战舰启航的事情落下帷幕 叶北也一点都不闲着 他反倒是觉得自己越来越忙了 先是跟最高部交流了有关安德烈所说的事情 让薛元红武下令派出两支科考队 前往北极进行探索 同时 叶北也将完善好的机械战甲图纸 交给了陆永平 让军方抓紧开始生产 这两项最重要的工作交代出去之后 叶北一头扎进实验室 开始潜心钻研这个超出人类 目前科学所能及的跃迁技术 这项研究可谓是叶北建国最困难的 很多时候都让他抓耳挠腮 百思不得其解 但随着安德烈告诉他的事情 却一直让他心中隐隐感到不安 这些藏在暗处的东西 一定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建设强大的武力 这样才会让下国即使在面对危机时 也能有一丝自保之力 而就在叶北钻进实验室中 潜心钻研超前科技之时 两支科考队乘着破冰船 抵达了被冰雪覆盖的蓝星极北之地 26天后 一望无际的冰雪基地中 科考队的破冰船停靠在了一座巨大的伏兵前 这些天里 他们带着各种高精度仪器 在茫茫的冰雪中寻找 那个曾经探测到的过的巨型金属 因为原先标下的坐标点 那里的冰川已经融化 那个巨型金属也随之消失了踪迷 科考队判断它 很有可能是随着融化的伏兵 一起飘进了北冰洋中 所以他们这些天 一直都是在北冰洋中四处游走 尽可能地寻找 可能是真的走了运 安德烈派出了科考队 找了足足两年时间 都没能找到的这块巨型伏兵 居然在科考队 仅仅二十多天的寻找中 给找到了 看着他们眼前这个足有两三平方公里的伏兵 在场的众人全部欢呼起来 但欢呼过后 他们有了更大的问题 这么巨大的伏兵 要怎么才能开采出其中的巨型金属 将其带回去呢 要知道伏兵在海面上能有几平方公里 在海下绝对冰山部分还要更加的巨大 在一番商议之后 科考队的科研专家们决定登上伏兵 进行更加精确的勘探 各种尖端仪器全部都拿了出来 在一番探测之后 所有人全部都被震惊到了 就在他们的脚下 这个三点五平方公里的伏兵之中 足足有一个一百多米巨大的巨型碟状物 其中蕴含的金属元素 除了蓝星常见的之外 居然还有无法探测到的未知元素 简单的整理了一下资料 科考队将得到的信息 全部都发给了下国最高科学院 这个消息传到最高科学院 引起了下国最高部的巨大震撼 陆永平把传输过来的最高机密资料 看了好几遍 怎么都难以相信 人类居然真的能够找到外星飞碟 这件事被最高部直接把控 轩辕红武极度重视这件 可能改变下国命运的大事 组建了一支绝对机密的顶尖专家团队 秘密进驻北极 开始对这个外星飞碟进行开采行动 因为飞碟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深埋冰山之中 所以只能选择挖掘通道的方式进入 六天之后 在数百名技术人员的全力挖掘下 一条65米长的通道被打通 通道直抵到飞船的舱门 在诸多科学家妥善的准备后 舱门被激光切开 陆永平亲自带着科研团走进了这个 不知道被冰封多少年的外星飞船之中 足足有一百多米巨大的飞碟 但里面的一切却并未被冰雪侵害 一切都还完好无损 看着里面这些超出人类认知的外星科技 陆永平的心中无比的激动 船舱内部空间很大 除去外壳和各种装置所占的空间 人能够自由行走的空间足有一百四十平米 跟一个三十一厅的都市楼房差不多大小 里面分有好几个舱室 陆永平大体判断出了休息舱 主控大厅和食物仓库 以及战备舱 其他的两个舱室根本无法打开 即使用激光也不行 因为舱门完全是有蓝星不存在的外星金属打造而成 可以说坚不可摧 真的是天外造物啊 这是高等文明遗落蓝星的飞船遗骸 里面蕴含人类未知的科技 简直超乎想象 有科学家在主控台前 看着上面那些不明含义的文字 忍不住感叹出声 从这种震撼中回过神来的陆永平 没有浪费时间 立马就地开始了科研工作 现场六十几名全球顶尖的科研专家 纷纷听从陆永平的指挥 进行分层研究 所有人都废寝忘食 夜以继日地在飞船中钻研 又是六天时间过去 陆永平率先停下了自己手中的工作 看着眼前这个形状奇怪的装置 他没有半点的头绪 不管怎么研究 他都根本搞不懂这东西的作用 甚至都不知道他属于哪个大类 他到底是武器 还是生活用具 亦或者仪器设备 他们像是无法打破那层知识壁垒一样 怎么都看不懂外星文明的科技产物 这种感觉让他相当的难受 有一种蝼蚁在窥视人类 随手丢弃的塑料瓶盖般的感觉 他的认知根本就无法从中 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在场的科学家们也是收获甚少 只破除了个别几件东西的作用 给他们做了简单的分类 但大部分人都如陆永平一样 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在这种极低效率的科研推进下 陆永平知道不是个长久的事情 下国一直在冰雪基地长久逗留 肯定会引来其他各国的窥探 而且这么些顶尖科学家在国内不见了踪影 势必会传出一些风声出去 到时候这件事有很大被泄露的风险 不得已的情况下 他还是惊动了前行闭关钻研新科技的叶北 在得知他们这边的情况之后 叶北立马动身前往了北极 他要亲自去考察这个冰封 不知道多少年的外星飞碟 南兴北极 叶北乘坐的破冰船 缓缓地停靠在了巨大的浮冰前 穿着厚重保温服的叶北 在一众人的簇拥中 走到了宽广的浮冰上 有没有发觉出有用的信息 看着眼前黑着眼眶的陆永平 叶北开口问道 很少 这些外星科技实在太高端了 原本想将有用的东西带回去 再慢慢研究的 但我们连做出判断的能力都没有 陆永平摇着头 有些颓丧地说道 叶北点点头 没有再多言 一步步朝着坑洞走去 这些东西 本来就是人类科技水平 根本无法理解的超前科技 想要从中钻研出有用的信息 是需要大量科学家 成年累月夜以继日的研究 才能破译出来一部分的 就像安德烈 当年的意志国 让一百多名科学家 足足钻研了三年多时间 最终才研究出一个半成品的跃迁技术 至于其他个方面 虽然也有研究 但都是略知皮毛 很多都是想要深入 但却不知从何下手 就像只知道一一等于二的小孩 实在是算不明白 96乘以37是多少 甚至都不理解 这个称号是个什么含义 这就是科技的壁垒 哪怕高等文明的科技 拱手送到人类面前 有专人进行讲解 人类恐怕都是一脸猛逼 这些天 夜北面对半成品的跃迁技术 想要进行新的突破 就遇到了这种壁垒 即使全力的解析起点数据 他也根本找不到丝毫的头绪 这种看不见的科学屏障 让他都感觉头疼不已 进去看看吧 夜北走到浮冰上凿开的坑洞前 向着里面看了一眼 一步踏了进去 65米的距离 夜北很快就走了进来 越是向着里面走 那艘巨型飞船的样子 就越是清晰 透过半透明的厚重冰层 夜北看着这个巨大无比的外星飞碟 心中还是相当震撼的 虽然他的体型 只有航天战舰上的一个起降平台大 但这种只有科幻影视中 才见过的奇特的造型 今天肉眼看见 着实有些惊人 走进外星飞碟的舱内 夜北目光仔细地在各个部位扫过 脑海中安德烈给他的铁盒中的所有资料 都开始浮现 夜北根据这些资料 用双眼去比对 果不其然 很快就在主控室内 发现了诸多相似之处 这让夜北心中顿时高兴了起来 只要这艘飞船 跟当年安德烈他们研究过的那艘飞船类似 那他研究起来 就有前人的资料借鉴 会轻松上很多 把这一块先拆卸下来 它的大体结构是从 夜北走到主控台前 在一块单独的银白色金属块前 用手给在场的科研专家笔划着说道 看到夜北如此了解这些东西 众人的脸上 立马就出现了兴奋的笑容 一个个手忙脚乱的 就按照夜北的指示 开始拆卸起来 十几分钟后 一块完整的银白色金属 就被众人从主控台上拆卸了下来 所有人都被夜北折服了 夜总是 你这也太强了 居然一眼就能看穿 这个金属块的结构 神了 真的神了 我昨天研究了一整天 都没看出了所以然 夜总是一下就搞明白了 不少人都摇着头赞不绝口 一个个把夜北当神人一样看待 陆永平都被夜北给惊到了 急忙走到夜北跟前开口问道 夜北 这东西是外星飞船中用来做什么的 将手中的这个六十多厘米长宽 四十多厘米厚的不规则银白色金属块 拿在手中 夜北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这个金属块看起来 就像是一块四方四棱的铝块一样 但是却完全不是铝 或者西等人类了解的金属元素构成的 这也难怪科学家们 怎么都搞不明白 不过夜北脑海中 仔细对照着安德烈所给的资料 很快就彻底确定了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从科研团中拿来两块电池 夜北直直地插向了银白色金属底部 出人意料的是 这块看着坚硬摸着坚硬的金属 居然并未跟电池发生碰撞 而是诡异地将两块电池 直接吸进了金属之中 在场的众人都被惊得瞪大了眼睛 而下一秒 银白色的金属块突然开始变形 眨眼之间就变成了柱状 而且 上面还多出来几个黄绿色的按钮 夜北刚要伸手去按 却被陆永平出口打断 别碰 他的声音让在场的所有科学家都已经 猛然回过神来 我们不知道这些案件的作用 贸然按下 恐怕会出问题的 陆永平侧头看着夜北 神色无比严肃地说道 在场的众人也纷纷点头 同意陆永平的说法 他们虽然没有接触过外星人 对这些捕风捉影的东西 都只是略知一二 但科幻小说总还是看过的 那个所谓的黑暗森林法则 多多少少还是在他们心中留下的印象 此刻再度想起 顿时心中有了一些不安 不过夜北看着陆永平 却洒然一笑 别担心 这只是一个储存及时信息的显示器而已 夜北的话音落下 在众人还未来的急疑惑时 手指已经按下了其中一个黄绿色按钮 下一瞬 柱状的银白色金属 猛然扩张成一个只有十厘米薄的平面 像是融化的铝水一样 非常的顺滑 紧接着 平面上一道道光束投射出来 在空中全息投影出一个荧幕 上面有着更加繁多的按钮 和各种信息框 像是程序员的电脑桌面一样 各种软件和文件夹不满整个荧幕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惊奇的荧幕所震惊 几十位科学家瞪大了眼睛 盯着这个足有七十英寸大小的荧幕 一片哗然 这真的是显示器 我的天 叶总师 你怎么会知道这是显示器 这里面一定有关于外星文明的信息记载 去拿些电池进来 万一断电了 可能就再也无法打开了 现场的科学家全都凑上前查看 有人更是慌张的让人被电池 生怕没电了 这玩意停机再也打不开了 而叶北的眼中却带着炽热的光芒 他盯着这个荧幕 心中燃起无比好奇的火焰 安德烈资料中记载的一切 果然没有错 他刚才正式将安德烈他们当年尝试过的行为 再次重现了一遍 只不过这一艘外星飞船上的显示器源 比他们当年在撒哈拉沙漠捡到的那台 要大得多 不止这个显示器 整个飞船的体型都比当年的要大上数倍 现在叶北可以大胆地确定 这就是安德烈曾经发现过的那艘飞船的一艘同类母舰之一 甚至 安德烈发现的那艘飞船 就是从这艘飞船上遗落下去的 不过现在还不是考究这些问题的时候 叶北有比这更重要的是 现在要立马研究 准备录音设备和摄像设备 我们要记录下 外星人储存在这显示器中的音频和影像 叶北扭头对陆永平说道 他的神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这块显示器中储存的是及时信息 我们只有播放一次的机会 一旦错过就没有二次机会 这些信息能够让我们最直观地了解 外星智慧生命 甚至获得无比关键的信息 我们要做好记录工作 叶北的花落在陆永平的耳中 陆永平毫不犹豫地点头 立马指派人手开始架设摄影设备和录音设备 十几个人在小小的飞船舱内 架设起足足十台尖端摄影机 还有几十个录音装置 在一番调试无误之后 众人打开所有影像设备 每个人的双眼都死死地盯住 全息投影的巨大立体荧幕 就连叶北都将呼吸声降到了最低 飞船船舱内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像是被冰封在极地万年的冰川中一样 在最后一遍确认无误后 叶北缓缓地伸出了食指 在所有人的目光中 按向了那个黄绿色的按钮 叶北的食指只坚触碰到黄绿色按钮的瞬间 荧幕上的一个信息框自动弹开 立马就占据了整个投影屏幕 彩色的画面密集地全息投影 宛如高清电视一样 立马就开始播放起一段视频来 画面中 一艘巨大的飞碟 正在未知的星空中穿梭着 在它的前方 还有数十艘同样巨大的飞碟 同样在飞速地行进 在这浩瀚无垠的宇宙中 根本没有什么参照物 能够用来推算出他们大致的飞行速度 与此同时 相当嘈杂的声音 从荧幕下的金属平台中传出 这些声音听起来非常的古怪 并没有科幻影视中那么奇怪的电音 而是如人类一样 带着相当激烈的情绪 甚至还会发出疯狂的怒吼 只可惜 这些话语实在是太过奇怪 根本没有人能够听得懂 但画面中的场景 现场的每个人都看得清晰无比 在众人疑惑 他们要开着飞船去往何处时 突然 荧幕上的飞船猛然调转了方向 像是被某种巨大的力量强行拉扯 硬生生调转了车头 下一秒 在场所有人都被眼前的荧幕惊呆了 那是一个漆黑无比 深邃的 让人感到有些窒息的恐怖天体 飞船在他的面前宛如沧海一宿 泰山脚下的一只小蚂蚁 一片漆黑的恐怖天体 在缓慢地旋转 像是深海中的漩涡一样 要将一切卷入其中 每一个科学家都无比清楚地知道 这是什么 这就是宇宙中最为恐怖 也是最为神秘的天体 黑洞 他们现在也终于明白 飞船中的人 情绪为什么如此的激动 因为他们即将不如未知的死亡 黑洞 作为宇宙中最为神秘的天体 就连光都无法逃脱 被吸入其中的命运 在黑洞中 时空被弯曲 任何落入其中的物质 都将永远无法重回这个宇宙 一旦飞船被卷入其中 将会彻底消失在这个宇宙 激烈的叫声 在飞船船舱内回响 一艘艘飞船 接二连三地 被黑洞巨大的引力 扯入了它的旋转轨迹之中 飞船上的灯光不停地闪烁 所有科学家 也都跟着紧张了起来 他们在如此真实的视角中 全部都带入到了那场 不知多少年前的一场 生死劫难之中 每个人的心脏都狂跳不止 后背上冷汗狂貌 仿佛飞船的命运 跟他们自己绑定在了一起 哄 一道剧烈的爆炸声突然响起 这艘飞船的眼前 一艘飞船像是自爆一般 轰然炸裂 巨大的推力 在浩瀚的宇宙中荡开 让这艘飞船 硬生生止住了 向着黑洞中心 继续跌落的趋势 激动的声音再次响起 同时飞船再次开始提速 想要挣脱黑洞的引力 但却陷入了僵持 而下一秒 又是一道爆炸声轰然响起 从他眼前飞过的 另外一艘飞船 也猛然爆开 给了他一个更大的推力 飞船上闪烁起蓝色的光幕 抵消了一部分爆炸带来的冲击 但尾部依然遭受到了一些伤害 在被这股推力推出去的同时 船舱内部剧烈的警报声急促响起 一道道空灵的人工智能声音 也随之响起 船舱中的人大声地叫着 说着听不懂的语言 而飞船借着这次的推力 终于彻底挣脱了 黑洞巨大引力的束缚 从中猛然窜出 向着前往飞速而去 速度之快 甚至来不及回望身后那些落入黑洞的飞船 飞船一口气向前飞出一分多钟 船舱中的人不听地说着话 紧接着 在飞船前方猛然出现一个 两公里大小的暗绿色裂缝 下一瞬 飞船就直直地钻进了裂缝之中 荧幕陷入了一片黑暗 所有声音都戛然而止 现场的科学家们 像是从一场梦幻中苏醒过来 眼神都带着相当的震撼 额头上细密的汗珠 和已经湿透的后背 让他们都感到一丝寒了 夜北的状况要好上许多 毕竟他看过安德烈留下的资料 心中早有所准备 但此刻如此真实地亲眼观看 这场来自外太空的生死劫难 心中依然跌宕起伏 震撼不已 这艘飞船到底来自哪里 他们拥有如此先进的科技 为什么没有提前预知到黑洞 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 这艘飞船为什么会出现在蓝星上 又是怎么被冰封在这北极冰川之中的 一个个疑问 出现在了现场所有科学家的脑海中 他们都呆呆地立在原地 脑海中还在闪烁着刚才的画面 身旁的摄影机和录音设备还在运转 夜北也有些发愣地盯着眼前的荧幕 思考着自己脑海中的问题 这场超越时空 超越认知 超越科学界限的碰撞 让在场的每个人都难以自拔 而就在他们发呆的时刻 突然 一道刺耳的声音从金属平台上传出 紧接着 白色光芒大作 让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抬手挡住眼睛 白光大闪 所有人都抬起手臂 遮挡双眼 等到这刹那的光芒闪过 嘈杂的声音再次响起 所有人强忍着双眼的刺痛 急忙睁开眼睛 接着看去 只见那艘刚刚消失在暗绿色裂缝中的飞船 再度出现 它的尾部指着火光 里面的驾驶者说话 已经变得有气无力 在飞船的前方 是一个蔚蓝色的星球 所有人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是蓝星 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蓝星 飞船穿破大气层 宛如一颗流星般向着蓝星坠落下来 在这途中 三四个不明物 突然从飞船中掉落下来 直直地向着蓝星坠去 而飞船本体 则一路划过大陆 最终轰然坠入了滨海之中 荧幕上的画面 至此戛然而止 全息投影的光点逐一消散 恍若一场梦境到了终结 所有人都在此刻幡然醒悟 这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有人忍不住开口说了一句 缓缓地瘫坐在了飞船之中 刚才的画面 还在众人的脑海中不停地回放 巨大的震撼 让人难以从中自拔 陆永平使劲摸了摸自己的脸 让自己的脑袋清醒一点 扭头看向叶北的眼神 带着一丝的惊恐 外星人降临在了蓝星 叶北的情况稍好一点 听着陆永平的话语 侧过头看了他一眼 随后点了点头 从黑洞中挣脱出来之后 这艘飞船通过虫洞来到了蓝星 回想着刚才荧幕上 那个墨绿色的裂缝 叶北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那个裂缝 一定是这个飞船上的 智慧生物开辟出来的 专门用来逃亡 这种眨眼之间 就能制造出一个 虫洞的超级科技 无法想象 这些外星人的 闻名得有多么强大 飞蝶直接坠入了北冰阳 随后便被一直冰封到现在 沉睡在这厚重的冰层之中 现场有其他科学家 略一思索 就给出了一个结论 众人也都逐渐回过神来 点头认同他的想法 这简直难以相信 如果真的是一直被冰封 再次的话 那这外星飞船降临蓝星 恐怕已经有上万年之久了 现场又有声音传出 但他的这话 却让众人心中都咯噔一样 一个个目光都看向了叶北 想要得到他的看法 叶北抬头扫尸了一圈众人 轻轻点了点头 如此巨大的外星飞碟 落入北冰阳后 就失去了全部动力 彻底沉浸 他们现在所处的这块浮冰 早就检测过了 至少也是一万年以前的 冰封起来的 那要这么说的话 在人类文明尚未建立起来之时 外星文明就已经出现在了蓝星 把当前录下的视频和音频 全都单独封存起来 列为SSS及机密文件 装进保险箱 叶北没有再往下多想 而是扭头对着众人说道 这个问题思考下去没有止境 所以提前打住最好 在场的科学家也反应过来 连连点头 将刚才拍摄下的所有数据 全部封存进一个文件夹后 叶北看着眼前荧幕上 其他的信息框 又接着按了下去 但下一秒 人工智能的声音 就在金属平台上响了起来 吓得众人都一击零 没有人听得懂 这外星飞船上的语言 但看着荧幕上 那个类似于人类 窄窄的条形对话框 叶北猜测 可能是需要输入密码 才能够打开 算了 先收起来吧 等回去了再研究 叶北摇了摇头 按了两下 银白色金属 再次恢复了原状 连外星语言都听不懂 他们又怎么可能 短时间内破解这个密码 时间紧张 他们在北极 不能逗留太久 所以 得尽快搞其他的研究 将这个金属块 小心翼翼地运出飞船 装进破冰船中 叶北又仔细观察起 船舱中其他的东西 先是根据安德烈 他们以前研究过的信息 将飞船中的一部分装置 给拆卸了下来 其中就包括完整的 跃迁智能控制系统 以及聚能炮等装备 看着这些自己 急切需要的东西 叶北是大喜过望 跃迁技术 叶北研究了几十天时间 才完善了不到2% 此刻完完整整的系统 就摆在自己面前 他怎么能不高兴 有了这些 他有信心 能够让下国的科研技术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提升到一个难以想象的高度 这可都是人类 在演化数百年 都无法企及顶尖科技 如今 就要为他所用了 将全部这些东西 全部都装进破冰船中 叶北则开始了 属于自己的研究 毕竟安德烈给他的资料 是有限的 剩下的这一切 安德烈的资料中 根本没有记载 毕竟 安德烈研究过的 那只是一艘小型飞船 而摆在叶北眼前的这个 可是一艘几百米巨大的母舰啊 走遍飞船内的每一个角落 叶北开始凭借自己的智慧 研究起这艘 从宇宙未知角落中 穿梭而来的飞船 15天时间 眨眼过 叶北和近百人的下国顶尖科研团 夜以继日的 在飞船中进行研究 所有一切的生活 全部都在破冰船上简单解决 每天叶北连四小时都睡不了 常常半夜惊醒 就钻进了飞船中 这艘全身都是高科技的外星飞船 让叶北心潮澎湃 短短15天里 叶北仅靠自己的研究 就从飞船上再次卸下 四个全新的装置 虽然还不知道他们具体的作用 但只要能卸下来带走 那以后 有的是时间来研究 叶总师 陆院长 我们得回去了 这么多科学家 一下子集体消失了63天 咱们内部已经有风声在流动了 而且 星条国和雄国 以及吉利国的卫星 最近时常划过北极上空 我们也有被发现的风险 发现外星飞船的这事 要是被国际上知道 问题可真的就大了 我们想独自研究飞船 恐怕是不可能了 破冰船上 陆永平的助理 传达着最高步发来的消息 叶北自然明白这些道理 点了点头 长时间的逗留 一旦引起国际上各国的怀疑 甚至国内内部出现些风声被传开 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所以 他们现在必须撤回了 破冰船发动 开始原路返回 叶北站在船尾 看着伏兵渐渐远去 同样浩瀚的北冰羊 一片素白 他甚至恍惚之间 能看到天空中 一艘巨型飞船落下 尾部冒着焰火和黑烟 杂入海水之中 巨大的浪花和破碎的冰块 在空中掀起一阵波涛 三天后 下国最顶级的雪龙号破冰船 从太平洋驶过 缓缓进入了京都的港湾 这一路返回的途中 雪龙号都是全速赶路 为的就是能够见证 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一刻 也是下国历史上 最为辉煌的一天 青铜号战舰 已经在太空中奔洗了66天 今天 就是他们进入火星引力轨道 登陆的一天 从破冰船上下来 叶北和陆永平等人 来不及喘息休息 就直奔下国航天总局 地面指挥中心 每个人的心中 都带着一份自豪和荣耀 等待见证他们亲手创造的壮举 至于冰雪基地的浮冰 薛元洪武在叶北 他们开着破冰船撤离之前 就已经派出了一艘军事潜艇 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北冰洋 他的任务 就是跟随浮冰漂流 紧密地注视着 这个四处遨游的大家伙 而且叶北他们在撤离前 也在浮冰内部设置了反侦测装置 这所有的一切举措 都是为了防止这个天大的秘密 被他国发现 走进京都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乘坐着反重力汽车 叶北和陆永平等人 从京都上空飞过 到处都在张灯结彩 红火的简直就像是过年一样 快看那边的大楼 陆永平拍着叶北的肩膀说道 叶北通过车窗向外看去 几百米高的摩天大厦 玻璃上的广告 清一色地换成了红火的字幕 欢庆我国登陆火星 引领世界走向宇宙 看着这标语 看着喜庆的城市 叶北的脸上也露出的微笑 这一次登陆火星的计划实施 可以说彻底地让所有下国民众 都为之自豪 无数的家庭 都像是过年一样的包饺子 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 脸上都带着笑容 遇到熟人 一定会给对方提个醒 今天青铜号登陆火星啊 别忘了看新闻了 我就是忘记吃晚饭 也不会忘了这事 走了走了 早点忙完 我要蹲点看直播去 这种民族自豪感 在不知不觉间 开始在每个人的心中弥漫 而国外民众同样期待无比 虽然没有像下国民众一样 如此举国欢庆 但也都满心期待直播的开始 从一早上开始 下国官方账号下面 就挤满了人 就连各国都相当关注这件事 时时刻刻都有专人 在这里等待着直播的开启 反重力汽车一路急迟 很快就抵达了航天总局 地面指挥中心 叶总师 叶总师好 叶总师 陆院长 一走进指挥中心的大门 恭敬问候的声音 接二连三地在耳边响起 进入火星引力轨道了吗 一路快步走进指挥中心 叶北开口问道 已经进入既定轨道 正在释放小型探测飞行器 准备开启全球直播 指挥中心的总负责人 听到叶北的声音 愣了一下 没敢多迟疑 立马开口回应 这位神秘的主 很多天都没见人了 今天登陆火星 来得可真是准时的不得了 作为火星登陆计划的发起人 他自然是不敢怠慢嘶吼 叶北点点头 坐在了主控台旁边 看着大屏幕上显示的 所有数据信息 听着总负责进行各项指挥 十几分钟后 23架小型探测飞行器 成功起飞 开始担任摄影师 随后全球直播开启 早已期待良久的全球民众 在直播间开启的瞬间 就疯狂地涌了进来 各国制高者 也在接到消息的第一个时刻 就立马看了过来 同时 新条国也悄悄进入直播间围观 呜呼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66天 5500万公里啊 不知道在太空中 航行如此之久 是什么样的感觉 下国不负众望 真的抵达火星了 准备见证人类历史性的 伟大时刻吧 我现在 感觉浑身的热血都在沸腾 一想到我大下国的壮举 昨晚兴奋的 我都没睡着 真的太期待了 这60多天 我每天都在关注 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 直播间里 观众们发着一条条的弹幕 那种强烈的期待 和喜悦之情 根本难以抑制 此时此刻 地面指挥中心里 一道道提示声 在众人的耳畔响起 航行轨道 校对完成 战舰动力系统检查无误 战舰降落地点探测完成 无异常干扰因素 数据检测无误 可以开始登陆 随着最后一道提示音落下 现场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主控台的总负责 而总负责的目光 却看向了在他身旁 一直安静坐着的叶北 叶总师 就等您一声令下了 总负责看向叶北的眼神 带着崇敬 让开位置 对着叶北说道 从研发青铜号开始 到战舰抵达火星 没有叶北 就没有今天 要在人类历史上 留下着浓墨重彩的一声命令 只有叶北 才有这个资格 看了一眼总负责 叶北没有矫情 起身对着话筒 诉讼地开口 青铜号 现在开始登陆火星 他的话音落下 指挥中心里一片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紧紧地盯着屏幕上 时时传来的直播画面 青铜号战舰上 叶北的声音 从主控台中传了出来 总将雷震的目光一鸣 宣布登陆任务正式开始 人工智能旋女操控着战舰 开始按照修正好的计划轨道 开始向着火星缓缓地降下 与此同时 他也转身离开主控室 走进了更衣间 早就已经量身定做好的宇航 伏挂在墙上 等待着他穿戴 望着眼前的宇航服 一股强烈的民族责任感 油然而生 让他的心忍不住激动起来 蓝星上 几十亿观众目不转睛地 看着直播间 庞大无比的青铜号战舰 在所有人的目光中 向着火星降落 这颗距离蓝星相当遥远的赤红色星球 此刻在他们的眼中不断地放大 火星上山脉和丘陵 那些被陨石撞击过的坑洞 在所有人的眼中越来越清晰 在这紧张无比的期待中 青铜号战舰底部的核动力设备 喷射着焰火 火星表面的沙尘向着四周飞扬 反重力系统的力量逐渐减弱 在旋女空灵的的提示声中 终于 平稳地落在了火星表面 下一秒 战舰侧面的一个舱门打开 长长的阶梯 从战舰十几米高的地方 斜着向下扑在了火星之上 这一刻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火星上空 小型探测器 环绕着战舰飞行 从侧面来到了楼梯的正面 距离快速拉近 在舱门外不到十米的距离飞行拍摄 每一幕都清晰的 像是看超高清的科幻大片一样 在无数人紧张的目光中 身穿宇航服的雷震 扶着阶梯的护栏 从舱门中迈出了第一步 火星的引力 是蓝星的0.375倍 也就是说 你在蓝星蹦一下 能跳一米高 而在火星 则能跳到2.67米高 穿着略显笨重的宇航服 每一步落下 都有异于人类行动的感觉 这颗只有蓝星十分之一重的星球 温度更是远远低于蓝星 只有零下63摄氏度 若非宇航服的保护 任何人类进入这种环境 只需要几秒 就会被冻成冰棍 透过宇航服的透明头盔 雷震目光所及 一片荒凉 就像是降临在了边关外的戈壁滩上 沙尘碎石 坑挖不平 怀着相当紧张忐忑的心情 他一步一步地向下走去 全球所有蓝星民众 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这是个无比缓慢的过程 就连呼吸的频率 都感觉被拉长了 一步 又是一步 十几米高的台阶 足有四十几街 雷震耗费了一分多钟的时间 才终于走到了台阶的末尾 看着眼前脚下的赤红色沙岩 他的眼神坚定 抬腿迈出了人类历史上 至关重要的一步 小型探测器 在两米近的距离 无比清晰地记录下了 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雷震迈下另一条腿 再次抬起脚来时 一个属于下国人的脚印 率先留在了火星之上 这一瞬 举世欢腾 全球几十亿观众 都不由自主地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哪怕空无一人的房间里 只有他自己在观看直播 但这激动的情绪 却毫不抑制地释放了出来 下国航天总局地面指挥中心里 掌声雷动 成功了 总负责喜极而泣 高声慌 几十天的等待 遨游过深邃无垠的太空 遇见过擦肩而过的流星 这一切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无数航天人员的心血 在场的众人机长相拥 庆祝着这个独属于下国的伟大时刻 国内的欢呼声更是响彻九州 每一座城市 每一个村镇 哪怕是处在深山里的穷困地方 那些不畏困难的支教老师们 也架着老师的电线 在山头上带着村里的孩子们 共同见证祖国的伟大瞬间 在无数人激动的欢呼声中 雷阵的身后 长长的阶梯上 一个接着一个的宇航员 步步向着火星表面走去 他们都是下国的精英 都是艰苦训练中成长起来的国之卫士 他们一个个从阶梯上走下 踏上这个寒冷又陌生的星球 有人的手中拿着一杆三米多高的大旗 在踏上火星后 将其牢牢地插进了火星地表 特制的旗杆中气动装置 让鲜艳的红旗 在这样的环境中也未曾停止飘扬 所有登陆的宇航员站在红旗后 朝着摄像头做了一个静里的动作 这一幕 被空中的小型探测器 全部实时地拍摄下来 传给了蓝星上几十亿人 赤红色的火星上 巨大的战舰旁 飘扬的红旗 和几十位整齐华一的下国宇航员 为首的雷阵 通过宇航服中的通话装置 深沉的开口 在这颗星球 留下了人类的第一句话 下国迈出了人类 走向宇宙的第一步 而这只是我们的开始 这句气势磅礴的话 彻底震撼了整个世界 一时间 全球未知疯狂 时时直播登陆火星的直播间中 几十亿观众的弹幕如海啸涌来 瞬间就霸占了半个屏幕 下国创造了新的历史 人类登上了火星 火星见证了我们的未来 太让人震撼了 下国让我看到了真正的大国科研 下国的壮举 给全世界带来了惊喜 是啊 这只是我们人类的开始 浩瀚的宇宙在等待着我们 这个画面真的太让人惊叹了 下国真的无敌 我们人类的未来 必然要跟随着下国的脚步前进 来自世界各国的民众 激动地说着 各国高层也都被惊呆了下巴 下国真的成功了 成功地登上了这颗熟悉又陌生的星球 一时间 大量国家纷纷向下国发去贺电 他们知道 未来的世界必然要以下国为中心了 新条国支配世界的时代将成为历史 在全世界都喝彩之时 下国国内已然沸腾到了极致 大街小巷中 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灿烂的笑容 敲锣打鼓为祖国庆祝 家家户户都传出激动不已的欢呼声 那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让所有人心潮澎湃 我们成功了 我们终于成功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下国将会是世界最强的科研大国 华夏 在今天真正的崛起于世界之殿 身为下国人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耀 城市中的无数大屏幕都在播放着这个伟大的时刻 匆匆赶路的行人也在这一刻驻足观看 看着那鲜红的旗帜在火星飘扬 看着一个个下国的同胞站在火星之上 那种激动难以言表 这一刻每一个陌生人都让人觉得亲切 那种民族交融的自豪感让他们击掌相拥 即使互不相识 但他们都是炎黄血脉的华夏人 下国航天总局地面指挥中心里 所有的下国高层 航天总局的工作人员都欢腾起来 叶总是威武 主控台前的总负责拉起叶北 高高地举起他的左臂 大声地呼喊起来 现场上百名航天人员 异口同声地振臂高呼 每个人看向叶北的眼神 都带着无比的崇敬 轩辕红武高兴地指点头 几十位高层笑得合不拢嘴 所有人都向着叶北簇拥过来 看着激动的众人 叶北心中同样为之震撼 夏国 崛起了 叶北眼神坚定地朗声说道 话语落在众人的耳中 让他们的心都为之一颤 他的话语击中了每一颗 深深爱着夏国的心 历经百年 走过无数的艰难险阻 这个从苦难中建立起来的世界强国 今天终于完成了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一件事 夏国 也在这一刻 彻彻底底地崛起了 在这全世界都欢庆的时刻 望着窗外雪花飘飞的普尔斯 却无比地落寞 好像是与世隔绝的孤寂一样 这位被世人尊称为大地的人 此刻正独自坐在房间中 看着窗外的雪花暗叹 身后电视机里欢腾的声音 越发显得他落寞孤寂 他知道 那个属于他们的时代落寞了 与此同时 大洋彼岸的心条国 黑宫中的普川气地 将眼前的桌子一把掀翻 手里的平板电脑 被他摔成了粉碎 这所有的一切赞誉和爱戴 本该属于他的 本该是属于心条国的 此刻 他的心中怒火在疯狂地燃烧 注视着电视中 下国宇航员在火星上的举动 他的眼神冰冷到了极致 我要去趟五十一去 普川站起身来冷冷地说道 蓝星是属于我们的 他的话音中 带着一股决绝的语气 他这话落下的瞬间 一直在背后 看他发怒的国务亲朋派斯 神色巨变 你不能去五十一去 国务亲朋派斯 惊恐着两步冲到普川面前 坚决地开口制止道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但那个代价 是我们心条国永远承受不起的 但是他的话语 却并没有丝毫改变普川的想法 心中怒火狂冒 眼神无比冰冷的普川 抬起头 看向蓝在他前面的彭派斯 我一定要去 普川双眼死死地盯着彭派斯 那眼神让人不寒而栗 中国的覆灭 就是我们的未来 下国一旦掌握了世界霸权 他们肯定会灭掉我们 即使他们不会像毁灭重国一样 那么粗暴 也一定会用各种手段 让心条国分崩离析 各大州互相争斗 最后全部消亡在历史之中 普川冷冷地说着 像是遇见未来的先知 在讲述自己看到的一切 不不不 下国不可能这么的无情 我们毕竟是同一个种族 即使下国对我们有界点 我们还能想办法跟他们谈判 争取和平发展的机会 蓬派斯心中紧张无比 连忙接着开口劝阻 五十一区是什么地方 那里存在着什么 他心中再清楚不过了 他绝对不能让普川去那里 一旦跟那些未知的存在达成协议 他有预感 那将会是全世界的灾难 你把下国想得太好了 犯我华夏者虽远必诛 这句话还记得吗 那是下国六代机 在五国领空留下的预言 天机武器没能毁灭下国 刺杀夜北没能成功 这些仇恨是不可磨灭的 下国一定会找我们算这笔账的 普川看着蓬派斯 一字一句地说道 说这些话的时候 即使蓬派斯眼中都闪过了一丝迷惘 毕竟 这些他们确实都做了 夏国真的会给他们机会吗 其实他自己也赌不准 看着眼前有了一丝迷茫的蓬派斯 普川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即使夏国不灭掉我们 我也不会眼看着他们夺走世界霸权 从此星条国没落于蓝星的 这个世界本就该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的殖民地遍布世界 夏国有什么资格登上王座 说着 普川迈开腿 绕开蓬派斯向门外走去 回过神来的蓬派斯急忙追上前 再次将其拦了下来 不要相信那些异类 他们可能会毁灭世界的 但听到这话的普川 却大声地冷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如果星条国都要灭亡了 那要蓝星又有什么用呢 说完 一把将蓬派斯推开 大步走出了黑宫的大门 看着普川坐上专车 在汽车的轰鸣声中消失在眼前 愣在原地的蓬派斯眼中 写满了惊恐 这个一意孤行的家伙 让他看到了另外一个人的影子 那个建立于冰雪基地中的雄国 他还记得普尔斯说过的话 如果雄国都不在了 那还要世界干什么 此刻 两句话在他的脑海中重叠 蓬派斯有些无力地 摊坐在凌乱不堪的地上 他知道 没有人可以阻止这个 已经陷入疯狂了的普川 五十一区的那些异类 是否真的会遵守诺言 他不知道 也没有人知道 接下来 世界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恐怖变化 在普川乘车前往星条国 最神秘的军事科研基地五十一区的时候 火星登陆已经取得了全面成功 在薛源红武的一番演讲之后 全球直播被切断 而有关火星的科研行动 开始有条不紊地按照原计划展开 大量的专业人员 穿着特制的宇航服 抵御着零下63度的酷寒 向着火星的各个地方走去 进行各种技术勘探 各种设施齐备的青铜号上 所有采集到的火星资源 可以立马就地化验研究 火星探测器 曾经只是简单探测过的东西 现在被下国的科研专家们 进行最详细精密的研究 一个个全新的发现开始出现 火星地表的矿产资源 地下的矿产资源排查 全部都在有序进行 大量有关火星的数据 在源源不断地 向着地面指挥中心传输 各种各样的资料 被整理成册 送往夜北的实验室 同时也在下国最高机密档案室 进行备份 航天总局里 每天都能听见激动的惊呼声 还有热烈的欢呼声 每一项全新的发现 都让它们为之激动 人类历史上 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 如此阔绰的航天行动 和航天研究 这颗几十天前 还在科学家眼中 神秘无比的星球 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透彻 而在这日夜不停的欢呼声中 回到实验室的夜北 开始夜以继日地 投入到解析外星设备的研究之中 从冰雪基地带回来的所有东西 每一个都让夜北充满了好奇 尤其是 让它非常头疼的跃迁技术 在拥有了完整的越迁控制系统之后 研究速度堪称飞速 在短短二十天后 越迁技术的研究终于告一段落 看着自己眼前 无比完整的越迁技术理论整理 夜北有些憔悴的脸上 肉眼可见的高兴 这些天的努力 真的没有白费 有了这个东西 夜北已经有计划 能在短期内 将越迁飞船构建出来 只要拥有了具备 越迁技术的航天舰船 它心中就稳妥了不少 起码面对那未知存在 有了一点逃生的把握和机会 就在夜北高兴之时 实验室的门被突然闯开 夜北回过头去 一脸焦急的陆永平 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陆院长 有重大发现 陆永平三步并坐两步 冲到夜北的面前 将手中一个贴着封条的文件带 交到了夜北的手中 什么东西 还要你老人家亲自跑一趟 夜北一边拆着资料一边笑道 哈哈 难不成火星上 也挖出了外星飞船 哎 你还真别说 火星上兴许还真就有 陆永平擦了擦头上的汗 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最新的探测结果显示 火星内部可能是空的 空的 听到这话 夜北都不经位之一了 在人类目前所处的科学之中 任何一颗星球 都绝不可能是空的 如果火星真的证明是空的 而且 它确实是一颗行星的话 那人类所有的科学 都将被彻底推翻 不一定 也可能是内部有一些空洞 现在还在探测中 陆永平摇了摇头 还是不敢直接下结论 他也知道 这种事太过匪夷所思 在没有真的探测完成之前 他是绝不可能 概观定论的 科学追求的就是严谨 只有严谨 才能发现真理 如果只是 有个别空洞的话 那倒还能理解 要是全空的话 属实就恐怖了 先看资料 这是刚刚从火星三号山脉中 发掘出来的星矿脉 陆永平看着夜北 将一达资料 从文件带中取出说道 这个星矿脉中的金属 是我们人类从未有过的金属 超出了元素表的范畴 而且可塑性极强的同时 硬度也极高 听着陆永平的话 夜北点着头 仔细地查看了起来 未知金属 元素序号与铁相似 但硬度是铁的50倍以上 矿脉处温度在零下100度 开采困难 温度越高 可塑性越低 硬度越强 在零上3642摄氏度时 硬度最高 温度继续升高 硬度迅速下降 可塑性显著增强 在零下180摄氏度时 进入溶解状态 硬度降低 可塑性极强 目前推测 这种金属式火星地表 大量赤铁矿被埋藏之后 在极低温环境下 因为各种原因变化而来 快速地翻看资料 夜北的眼中 逐渐升起炽热的光芒 这不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吗 这种金属材料 是世界级的新发现 一旦公布 全世界都将为之震惊 陆永平看着夜北脸上 逐渐浮起的笑意 同样激动地说道 这对我国聚拢世界 打造核心影响力 有着巨大的意义 但是听着他的话 夜北却连连摇头 不能公布 绝对不能公布 夜北毫不犹豫地开口说道 为什么 因为我要用这种金属 造出属于引领下国的 半曲率飞行器 夜北看着陆永平 笑着开口说道 陆永平脸上疑惑的表情 瞬间凝固 盯着夜北的双眼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半曲率飞行器 陆永平有些惊恶地张大了嘴巴 这怎么可能 青铜号战舰才起飞多久 能够利用反重力技术 和可控核巨变 实现30万人 花费66天时间登陆火星 已经是不可能的壮举了 曲率飞行器 这种以光速来计算的超时代技术 夜北怎么可能又这么快研究出来 真要是有了这东西 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 都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变 你不是在拿我这个老头子开玩笑吧 愣了好几秒钟 才回过神来的陆永平 看着夜北 再次难以置信地问道 半曲率飞行器 能够达到三分之一的光速 绕行蓝星一圈 只需要0.43秒 从蓝星飞向月球 只需要4秒钟 从蓝星飞出太阳系 只需要18个小时 而飞向火星 只需要549秒钟的时间 夜北将手中的资料丢在桌子上 直视着陆永平笑道 也就是9分钟 他的话语 让陆永平为之失神 啪的一声 直接摊坐在了椅子上 一双老麦的眼睛中 充满着不可置信 和难以理解 他伸手摸着自己苍白的头发 一刻钟突然觉得自己变老了太多 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 带着举国上下研究大爆竹的青年了 在椅子上愣了半天神 陆永平才缓缓扭过头 看向了夜北 看着已经在办公桌中 摸索资料的这个挺拔少年 他感觉自己 真的像是在做梦一样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如此天才的人 能够与神笔间的天之骄子 仅凭一人之力 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诸多壮举 看着夜北的背影 陆永平像是看到了 下国难以想象的未来 夜北 陆永平喃喃地叫了一声 像是在确信自己并非做梦一样 下一秒 夜北就转过了身来 他帅气的脸上 依然带着温和的笑容 院长 看看 这是我几个月前解析出的趋率数据 利用它们就能够打造出 能够达到三分之一光速的超级引擎 夜北将手中的理论逻辑资料 递到了陆永平的手中 只是之前我并没有找到 与之相匹配的高强度材料 来打造这款超高速的飞行器 但现在 有了火星上开采下来的新矿产 那半趋率飞行器的制造 就可以提上日程了 接下来几天 我会尽快设计出飞行器的图纸 让太空军立刻进行大量开采提炼矿石 我们要在这个月内 造出第一架微缩减易版的半趋率飞行器 进行飞行试验 刚刚缓过神来的陆永平 听到夜北的这话 此刻 直接被惊得目瞪口呆 整个人猛在了原地 又是一个月 你不是认真的吧 陆永平今天是真的被夜北 给惊到了 六代机的起飞 航天战舰的升空 这些其实并没有给过它这么大的震撼 毕竟 它们虽然相当的奇迹 但都属于人类目前科研所能探索到的地方 甚至可以说 反重力技术 可控核巨变都是在百年之内 人类可以实现的 但这种远超出人类目前科研水平的趋率飞行技术 它无法想象 夜北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 即使再过两百年 可能人类都还对光速 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 但就在现在 这个电子信息化 都还会普及全球的时代 夜北已经钻研出了趋率飞行技术 甚至 要在一个月内造出第一台半趋率飞行器 这 真的让人无法理解 看着夜北递到他手中的资料 陆永平看了看 眉头皱了起来 因为他第一次发现 这些东西他看不懂 明明每一个都是学术专用词 但是组合在一起 怎么就不认识了呢 对 一个月时间 夜北淡然的开口 放心 简易版的试验飞行器 很好弄的 肯定不会像搞六代机一样 忙得不可开交 真的无法想象 这是属于我们 这个时代的产物 陆永平小心翼翼地 将资料重新交还给夜北 摇着头说道 愣了片刻之后 他还是给出了自己的一点意见 这种金属质量较大 如果制作飞行器的话 恐怕需要的动力消耗会非常大 没事 夜北爽朗地开口 白白手笑道 青铜号我都能送到火星去 一个小小的飞行器算什么 大不了多装一个核动力反应堆就行了 这豪气的话语 听得陆永平有点愣神 这去了趟北极回来 怎么说话都变得有点像毛子了 一言不合就是暴力加装 我现在考虑的还不是飞行器进行星系探索的问题 而是开采资源的问题 夜北知道陆永平的想法 接着开口解释道 火星的资源相当之多 光是铁矿就遍地都是 而且还有大量的金矿 现在的勘探才刚刚开始 后面我们必然会发现更多的新资源 如果单靠青铜号进行开采运输成本太高 而且时间上的损失也非常大 我的计划是优先打造出一批 用于运输资源的版驱律飞行器 让他们专门在火星和蓝星之间往来 进行各类资源的运输 以及人员调度和机密数据的传输 只需要九分钟时间就能从蓝星到火星 如此高效率的资源运输 对我们而言才是最划算的 夜北简单地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但陆永平却听得一愣一愣的 九分钟就能从蓝星到火星 进行一趟超高速的资源运输 蓝星上最快的运输工具也就飞机了 五千五百万公里 半驱律飞行器从蓝星到火星都一个来回了 飞机恐怕都还没从三公里的机场跑道上飞起来 这种速度快的简直都不敢想象 无数国家都还在为高效的开采石油而烦恼呢 你他妈已经直接在火星挖矿了 还九分钟就能运输一趟 这简直不要太过分 让我缓缓 你今天说的话真的让我有点难以消化 陆永平扶着自己的额头连连摇头的 这样子看得叶北却哈哈大笑起来 这才哪到哪啊 不过是一个半驱律飞行器而已 月千纪说 我也搞定了 叶北的花音落下 陆永平差点从椅子上翻了下来 啊 他的脸上充满了疑惑和惊恐 你说什么 月千纪说 这一次陆永平才是真的感到害怕了 这种几乎不是人类能够接触到的科技 叶北是怎么搞出来的 此刻 陆永平看向叶北的眼神变得古怪了起来 我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他的话音有些颤抖 对着叶北说道 看着陆永平惊恐的样子 叶北连忙扶着他老人家作文 这才聊了几句话 都快被他给吓死了 实在是让叶北哭笑不得 月千技术是源自于外星飞船 叶北笑了笑 将安德烈的一部分事情告诉了陆永平 这才让他明白了 自己是怎么在这么快的时间内 研究出月千技术的 有了叶北的解释 陆永平的心才算是放了下来 要不然 他是真的要把这个带领下国 崛起的少年当外星人来看待了 根据我这些天的研究 我估计这艘飞船 源自一个最少有三级的高等文明 他们的科技文明 已经到了不可描述的地步 这艘飞船 只是他们科技文明中不起眼的一个小物件 叶北的神色严肃 接着开口说道 人类对于蓝星的了解还太浅了 如此高等的文明 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我们却无法感知 这真的很恐怖 没有人知道 他们潜藏在蓝星的目的 说实话 我的心中非常不安 叶北的话音落下 陆永平的神色也无比的凝重起来 同时 心中也同样出现了不安的感觉 正如叶北所言 人类赖以生存数万年的蓝星 迄今为止都知之甚少 他们连时刻相处的蓝星 都尚未研究透彻 真正带着人类 进行星际旅行的想法 距离他们还太遥远 如果不将蓝星上 莫名出现的外星飞船搞明白 他们恐怕永远都无法放心地离开这里 你说的对 在没有彻底解开蓝星所有的奥秘之前 我们绝不能放松警惕 陆永平沉默片刻 重重地点了点 如此高等的文明 一直逗留在蓝星 或许真的 对我们不怀好意 你这里有飞船上的录音吗 我这会儿 倒是很想听听 陆永平话音才落 就接着开口突然说道 像是心血来潮一样 想要立马就破解这个 外星文明留下的信息 有 夜北也不含糊 从保险柜中拿出录音盘 直接就插进了 专业的设备中放了起来 很快 那个说着听不懂的 外星语言的声音 再次出现 两个人就这样坐在实验室里 仔细地听着语音 想要从中分析出一点东西来 而就在这时 实验室的门 又被突然地打开 陆浩云一脸兴高采烈地 从门外冲了进来 嘿嘿 董事长 你猜猜 我们这三个月 赚了多少钱 陆浩云脸上的笑容 相当灿烂 这些天夜北 虽然没管过公司的事 但他却将一切 打理得井井有条 这好不容易找到点空闲 急急忙忙就跑来 汇报工作了 但冲进实验室 他却愣了 看着夜北和爷爷凑在一块 听奇奇怪怪的录音 一脸的古怪 急步跑到两人身边 看了一眼录音盘吐槽道 两个唯物主义科学家 在这听技师念咒呢 不过他的话刚一出口 爷爷陆永平的骂声 就劈头盖眼地袭了过来 你个臭小子懂个屁 别在这胡说八道 被爷爷贺骂 陆浩云怂怂间闭上了嘴巴 但转头看向陆浩云的夜北眼中 却猛然蹦出一丝亮光 像是一瞬间的明雾 一条线索在他的脑海中 猛然闪现 夜北一把就将录音盘 从设备中拔了出来 站起身狠狠地拍了一把陆浩云的肩膀 我知道了 说着就向着门外奔去 陆浩云看着向外跑去的夜北 跟陆永平对视一眼 爷孙两人都是同样的猛逼 他知道什么了啊 陆浩云嘟囔了一句 抬起腿向着外面追了出去 陆永平也紧跟其后 有了想法的夜北一口气跑出实验室 外面大厅里 除了最顶尖的安保人员 在保护着实验室的安全之外 夜北的专属司机 沈腾正抱着手机玩着垃圾夜游 看到夜北从实验室跑出来 沈腾的脸上立马就露出了笑容 董事长要去哪 夏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夜北毫不犹疑地开口 说出了一个机构的名称 同时 又接着加了一句 今天你可以开快车了 这话一出 沈腾的两只眼睛都快射出光来了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 沈腾说着 一把按下钥匙 门口夜北专属的反重力汽车的车门 瞬间弹开 夜北三两步就走出大厅 翻身坐进了车子后座 等等我 大厅中 陆浩云和陆永平爷孙俩飞一班来 几秒钟就跑了过来 一起翻身坐上了夜北的车 早就已经跃跃欲试的沈腾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立刻发动车子 眨眼之间就飞上了基地上空 急速向着京都而去 坐上车子 陆永平喘了口气 转过头一脸疑惑地看向夜北 到底咋回事啊 他都还没明白咋回事 夜北就已经一溜烟地跑出来了 旁边的陆浩云也是猛逼不已 董事长 你知道啥了呀 看着这一脸猛逼的爷孙俩 夜北笑了起来 你刚刚说的话点醒了我 我 陆浩云指着自己的鼻子 更加疑惑起来 没错 你的话让我有了新的想法 夜北点点头说道 这段录音中的语言 我们根本听不懂 但或许有些人有可能能听懂 院长 还记不记得我们看过的那段视频 飞船在进入蓝星大气层之后 从上面散落下来几个小飞船 随后才落入了北冰洋中 而冰封飞船的伏冰 是万年以前形成的 也就是说 这艘飞船 极有可能是万年前就来到了蓝星 如果那散落下来的几个小飞船上的外星人 在蓝星上存活下来的话 从万年前到现在 它们是否跟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起源有关系呢 夜北神色严肃地开口分析道 这话让陆永平连连点头 不可否认 确实有这样的可能 如果它们真的跟人类文明起源有关系 那它们极有可能就是人类最早的神 也就是出现在神话传说中的那些神仙 它们给人类创造了最开始的文明 教会了人类如何使用工具 如何获取药材 那人类最古老的那些语言 会不会就是外星人教的 正如浩云所言 那些古代祭司的咒词 会不会就是专门用来跟外星人沟通的外星语言 听完这些话 陆永平的神色为之大变 他没想到 夜北仅仅因为这一句玩笑话 就想到了这么多的东西 这种联想能力 极具跳跃性的思维 让他无比感叹 那些古语言专家 或许能够给我们这个答案 陆永平深深地点头道 这么看来 我是立功了 陆浩云听了个云里雾里 但大概还是明白了点意思 善笑着开口 哈哈 记你一功 夜北大笑了起来 十几分钟后 车子稳稳地停在了 夏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门口 早就接到消息的所有专家 全部都恭敬地等待着夜北的到来 夜北一下车 众人就围了上来 精通古语言的专家跟我进来 其他人都继续忙吧 夜北没有理会 而是直接开口说道 在场的众人互相对视 没有人敢开口反驳 研究所所长 立马就点出了几人的名字 带着他们跟夜北 一起走进了里面的一间办公室 夜总师 您是遇到了什么语言方面的问题吗 所长试探着开口询问 在他身后的三个古语言专家 也一脸古怪 夜北是搞科研的呀 跟他们扒竿子打不着 今天怎么会来这里呢 对 夜北淡然回应 说话间就将录音盘 插进了办公室里的调音器中 仔细听 把你们听到的都说出来 夜北的话音落下 录音就立刻播放了起来 那个穿越时空的声音 又在众人耳朵中响起 三个专家站在调音器旁 全都神色凝重地 侧耳倾听起来 跟各种古代语言文字 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所有的话语落在他们耳中 别有一番景象 随着录音逐渐播放 三人的神色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从刚开始的疑惑和凝重 很快就变成了深深的震撼 他们震惊的表情 难以抑制地在脸上展现了出来 夜北没有打扰 而是看着他们听完了整个录音 怎么样 听出来些什么 陆永平急不可耐地开口询问 三人缓缓转过头来 看了看陆永平 随后又看向了夜北 这里面的文字 绝大部分都听不懂 但确实有一些古文字 而且是三千多年前的文字 听发音像是古蜀文明 但里面似乎有提到冰雪极地 我估计 这可能是比甲骨文 还要更早的文字 需要时间进行研究 听到这话 陆永平跟夜北对视一眼 两人脸上不约而同地 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很好 非常好 夜北高兴地点头称赞 他的猜想居然真的应验了 看来这外星文明 跟人类文明 确实有很大的渊源 立刻收拾东西 三位老专家 还有其他的古语言专家 跟军方走一趟 夜北没有迟疑 直接对着研究所的所长说道 事关重大 今天的事不准外泄一个字 是是是 您尽管放心 我绝对守口如瓶 所长点头如捣算 丝毫不敢怠慢分毫 说完就转身离开办公室 召集其他的古语言专家了 而在现场的三位老专家 则诚惶诚恐 心中充满了疑惑 叶总师 这录音是 夜北听着话音 扭头看向三人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是来自万年前的天外来客 万年前的录音 夜北的话音落下 现场的三个老专家 脑中轰的一声 全部石化在了原地 就在此时 夜北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看着手机上的备注 夜北按下了接听键 叶总师 这里是地面指挥中心 火星上出事了 听着电话对面传来的声音 夜北的眉头皱了起来 出什么事了 您打开直播看看吧 星条国阿波罗号 载人火箭出问题了 星条国国务卿铜派思 打来电话 希望我们能够派人去救援一下 听着这些话 夜北愣了一下 他还以为是 青铜号出什么事了 心中还紧张了 没想到 居然是星条国的火箭出事了 这是不应该由最高部处理吗 夜北冷静地开口回应 涉及国家之间的问题 按理说是轮不到 他这个科学家来管的 玄元帝想先征求下您的意见 对面立马就回答了夜北的疑问 这让夜北有些哭笑不得 照这么来说 那就与不救的权力 是掌握在他的手中了 好的 我知道了 夜北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随后点开环球网 打开星条国 登陆火星的直播间 果不其然 里面正在直播阿波罗号火箭 登陆火星的过程 直播间里几十亿网友都在关注着 虽然下国快人一步 但对于星条国的行动 他们还是充满了好奇心的 不过 此刻的直播间跟下国直播时 却迥然不同 无数的网友都为星条国的宇航员 捏了一把汗 这登陆舱怎么这么多啊 不会出问题了吧 马上就要降落了 登月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妈了 星条国的登陆舱 恐怕是出了故障了 距离火星地表还有十五公里 能成功降落吗 这要是出了事 里面的两名宇航员 恐怕再也回不来了 虽然星条国巨他妈讨厌 但宇航员别白死了 无数的网友发着弹幕 夜北看着直播间里 实时传出来的画面 忍不住笑了 旁边的陆永平也凑了过来 这是星条国的登陆舱 陆永平看了一眼就认了出来 但很快他就发觉到了 不对劲的地方 怎么抖得这么厉害 这么剧烈的晃动 怕是要出事了 哈哈 你猜的没错 彭派思都已经找我们寻求救援了 夜北点点头笑道 而此时的火星之上 星条国的登陆舱内 两名宇航员神色惊恐 正在发疯一般地 向地面发送信息 同时竭尽全力 操纵登陆舱的飞行轨迹 希望能够让晃动停止 但这个出现故障的登陆舱 却根本不听使唤 依然剧烈地摇晃 而且正在逐渐地偏离预定轨道 在全球几十亿双眼睛的注视下 突然 直播间画面全部消失 变成了一片雪花 滋滋滋的电磁音不停地作响 这恐怖的一幕 让所有人全部都被震惊了 一直在NASA地面指挥中心里 紧张看着一切的星条国高层 和彭派思慌了神 所有卫星连接全部中断 大屏幕上画面定格 每个人的脸色瞬间苍白一片 眼中的惊恐和骇然之色 难以遮掩 怎么回事 彭派思惊呼一声 快进行连接 说着 急忙转身跑向了后面的办公室 他现在是真的慌了 从刚才登陆舱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就已经向下国发起了求救 毕竟 他是国务卿 他希望的是 宇航员安全回来 登陆火星能够成功 而不是像普川一样 为了面子 宁死都不肯向下国开口 直播间里 全球网友都在此刻沸腾起来 无数人都被眼前这一幕给惊呆了 所有直播画面全部丢失 没有人知道 阿波罗号登陆舱 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但悲观的情绪在飞速地蔓延 死定了 在火星上出事 恐怕没有奇迹可言 丢失了所有信号连接 新条国的宇航员必死无疑啊 早就知道新条国没做好准备 这次丢人丢大了 原以为新条国还能和下国竞争一下的 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事了 除了弹幕中 网友们在议论 不少人更是直接前往了下国官方账号下面 疯狂留言 强烈希望 下国能够去看看情况 毕竟现在唯一能够救他们的 也就同在火星的下国人了 原本大家都想看 下国跟新条国在火星上竞争 但现在 新条国恐怕连竞争的机会都没了 最后直播间画面消失时 登陆舱的情况不容乐观 这让所有人都不由得为那两位宇航员感到揪心 他们这次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而就在网上激烈一轮之时 叶北的电话再次响了起来 不过这一次 是薛元洪武 直接从最高步打来的 怎么样 有没有想好就不救他们 电话接通 薛元洪武直接开门见山 彭派思已经连着打了两个电话求救了 新条国这次倒是很乖巧嘛 肯低下头来求我们了 叶北笑着回应 能看到向来形势霸道的新条国来求他们 叶北还是很高兴的 起码足以证明 现在的下国确实已经到了 他们也需要仰望 甚至依靠的存在 出于人道主义 可以救 但救援他们也不能是无偿的 想了想 叶北接着开口说道 我觉得可以收点搜救费 要多少的薛元帝 您自己来决定吧 哈哈哈哈 你大可放心 我肯定狠狠载心条国一笔 薛元洪武听着叶北的话大笑起来 这跟他想得不谋而合 毕竟 救人肯定是要救的 全世界民众都盯着呢 下国毕竟是文明国家 要是不出手 恐怕会被各国所诟病 而且 青铜号战舰的维护费用 也高得离谱啊 所以趁这个机会 搞点心条国的钱 才是王道 有了决定 薛元洪武 立马就给澎派撕回了信 随后 两国同时 在全球发布了 下国准备救援阿波罗号登陆舱消息 这条重磅消息一出 立刻引起全球轰动 与此同时 叶北带着一众古语言专家 前往了基地 当得知他们要研究一段万年前 留存下来的外星音频时 每个人都紧张到了极致 他们生平从未想过 有一天 会真的听到来自远古时期的话语 而且这些话语中所蕴含的 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起源之谜 不过 就在叶北开始带人研究这些的时候 新条国五十一区内 普川眼神冰冷地 从百米深的地下室走了出来 就在刚刚 他做出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决定 事件 也将因此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接到地面指挥中心的指令 青铜号上 四支救援队 顺着新条国阿波罗号的预定降落轨迹 开始了搜救工作 十几架特制的火星车 开始环绕火星进行搜寻 因为新条国的预定降落轨道 就在青铜号附近 所以搜寻进展相当的快速 在各种探测仪器的寻找下 太空军很快就发现了 阿波罗号的具体位置 随即驾驶火星车 全速赶去 半个小时后 终于在一座几十米高的山丘下 看到了阿波罗号驾驶舱 身穿宇航服的几名太空军队员下车 步行前往侦察 没有检测到生命迹象 有人手中拿着生命探测仪 冷静地开口说道 在他们的眼前 阿波罗号驾驶舱 基本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损坏 甚至可以说整体架构还非常完好 只是里面的电磁装置 全部都被损坏 失去了信号连接的能力 这种奇怪的情况 让众人相当的疑惑 你先简单做一下事故分析 其他人到四周检查一下 救援队队长通过耳麦下达命令 随即 太空军成员自行开始向着四周分散 仔细地检查起周围的情况 不到十秒钟 立马就有人激动地叫了起来 我这里发现大量的人类脚印 很可能是星条国宇航员 向着这个方向离开了 听着耳麦中的声音 众人纷纷向着脚印的位置围了过去 果不其然 在距离登陆舱后面机密之外的地方 出现大量的脚印 脚印一直向着远处蔓延 足足有十四五米远 好奇怪 这些脚印怎么会这么凌乱 救援队队长一脸的疑惑 在被选为青铜号太空军成员之前 他可是下国有名的刑侦专家 此刻一眼就看出了 这些脚印的奇怪之处 拍几张照片 我们先撤 队长警惕地看了看四周 没有再继续向前侦查 而是带着队员们坐上火星车 向着青铜号开始返回 队长 怎么回事 我们还没找到星条国宇航员呢 是啊 他们既然向前方走了 应该还没有死亡吧 就算是死了 找到遗体 也好交差呀 回程的路上 队友们很是疑惑地议论着 但队长并没有正面回答 反而神色愈发变得凝重起来 像是心里藏着什么大事一样 在他们回去之后 暑假侦查探测器 飞往阿波罗号坠落点 进行仔细探查 方圆数公里内都被清查 同时 拍下了大量事发现场的高清照片 两个小时后 下国最高步 轩辕红武的门被人敲开 助理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将几张刚刚打印出来 甚至还带着点余温的纸质资料 交到了他的手中 至尊 这是太空军刚刚发来的SSS级资料 请您立刻查阅 听到SSS级的字眼 刚刚还在为星条国求自己 而得意的轩辕红武 立马就严肃了起来 一把拿过资料 仔细开始翻看 上面记录的 正是刚刚在阿波罗号坠落点的情况 所有现场的情况 以及详细的分析 全部都被列举了出来 看着如此害人听闻的分析 轩辕红武都感到有点惊恐 把资料立刻发给叶北和陆永平 是 助理立马点头 随即转身离开了房间 坐在原地的轩辕红武 看着手中的资料 心中隐隐感到有些不安 空天基地里 将视频和音频资料 全部提供给古语言专家后 叶北和陆永平 两人就接到了最高步发来的集电 看完资料之后的陆永平 只感觉心惊肉跳 没有人的地方 怎么可能会出现 搏斗挣扎的迹象 火星上难道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别的存在 相比起陆永平 叶北显得稍微冷静些 但他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紧皱的眉头下 内心相当的不安 太空军发来的报告显示 阿波罗号登陆舱 除了电磁设备外 几乎完好无损 两名宇航员走下登陆舱后 还放置了求救设备 想要自主跟青铜号取得联系 但不知什么原因 却向着青铜号的反方向走去 从现场行进的脚印来看 两人是跑步前进的 像是被什么追逐一样 步伐无比凌乱 而且 在脚印最后消失的地方 两人还在地上 有过翻滚挣扎的痕迹 有一名宇航员 甚至抓起了旁边的石块 向后方砸去 石头在30米远的地面土层上 砸出了一个坑洞 随后 脚印就戛然而止 两名宇航员 也彻底没了踪影 这一切都证明 新条国的两名宇航员 在消失之前 经历了一场力量 悬殊的搏斗挣扎 但 寂静的火星上 除了近百公里外的 青铜号附近 有下国太空军之外 根本就不可能 有人类出现 那跟新条国宇航员 发生搏斗的 到底是什么 那短短不到 十秒钟的时间里 奔出十几米远的 两名宇航员 到底经历了什么 匪夷所思的事情 叶北转头 跟陆永平对视一眼 两人的心中 都感到一丝发寒 几十年前 从安德烈手中飞走 消失在冰雪极地的 白色外星飞船 这些一直以来 人类看不见的存在 跟这次的事情 是否有关联 而青铜号和阿波罗号 登陆火星的全过程 他们又是否早就知道 甚至对一切了如指掌 这种被藏在双眼 看不见的背后 时刻被凝视的感觉 让叶北第一次 感到有些窒息 他们 究竟有什么目的 越来越多的人类 为之扑面而来 越来越多的 无法解答问题 接踵而至 叶北放下手中的资料 立马联系了青铜号战舰 总将雷震 随后 上百架侦察探测器 被送上了火星上空 将青铜号方圆 一百公里的范围 全部封锁了起来 严密地监视 所有可疑的电磁波 防止来自未知的偷窥 与此同时 最高部也将救援情况 略作隐瞒之后 提交给了新条国 随后 这一重大事件的消息 也被下国公布到了网上 首轮救援工作结束 阿波罗号坠落火星 两名宇航员失踪 下国正在继续搜寻 官方通告一发布 立马就引来全网围观 全球几十亿民众围观 下国官方账号下面 刚刚发布不到十分钟的帖子 评论 就达到了百万条之多 除了下国民众之外 无数人都为这件事感到惋惜 没想到居然真的坠落了 估计宇航员已经死了吧 唉 火星那么陌生 恐怕想找到他们 都困难 希望下国能够 尽快找到宇航员吧 哪怕将他们的遗体 带回来也好啊 感谢 在宇宙面前 人类真的太渺小 太脆弱了 而下国的网友 对于这个结果 倒是相当的待见 看着星条国击毁人亡 他们像是报了仇一样的 心情舒爽 大国之间的博弈 他们不是很懂 但星条国利用天机武器 妄图毁灭下国的仇恨 他们一直都记得 活该星条国失败 多行不易必自闭 我估计两名宇航员 已经被火星的酷寒 冻成冰渣了 我估计是老天爷不待见 惩罚他们 从此以后 我大夏就是世界最强国 星条国有多远滚多远吧 星条国的网友 在看到这个通告之后 那是备受打击 几次科技竞赛 星条国都已失败告终 被下国接二连三的爆锤 让他们一直以来 高傲的心彻底碎裂 通告下面的评论之中 先有星条国网友的留言 即使有 那也都是为宇航员惋惜的话语 而就在全网议论惋惜之时 星条国 NASA地面指挥中心里 普川正紧紧地 盯着眼前的大屏幕 上面是他们以前 发射上去的火星探测器 实时传出来的画面 在夏国通告发出两小时后 他们的探测器 终于跋山射水 翻过数座火星表面的大山 来到了阿波罗号登陆舱附近 看着远处那个亮闪闪的登陆舱 所有人的心都为之一颤 快 快加速开过去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普川激动地开口 虽然夏国已经将救援队 探测到的情况 发布了过来 但是他却根本不相信夏国的一句话 甚至觉得 是夏国搞的鬼 是他们利用青铜号 干扰了阿波罗号登陆舱 致使其出现故障 发生坠落 而且对于彭派斯不经过他的同意 私自向夏国求援的行为 感到极度的不耻 从五十一区回来之后 痛骂了彭派斯的行径 随后 派出正在执行任务的探测器 不远千里 非要找到登陆舱 有新发现 一道激动的声音 在指挥中心响起 普川的目光 立马看了过去 登陆舱附近有 柯林斯跟奥尔德林的脚印 这些脚印很奇怪 好像是爆发了什么冲突的样子 随着探测器移动 更加清晰的场景 被拍摄了出来 登陆舱周围的情形 逐渐显露在了众人眼前 看着这样的场面 现场一片哗然 怎么会这样 柯林斯跟谁发生冲突 他总不可能跟奥尔德林 发生冲突吧 是夏国 一定是夏国人干的 他们发送过来的资料中 没有这里的照片 没错 火星上除了夏国人 还能有谁跟他们发生冲突 难道是夏国人 绑架了我们的宇航员 一时间 嘈杂的议论声 充斥了整个指挥中心 大量航天人员 都开始怀疑起了 这是夏国所谓 听着他们的言语 一直冷眼 看着大屏幕的普川脸上 竟然出现了阴冷的笑容 没错 这就是夏国干的 普川冷冷地开口 让整个指挥中心 都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看向了他 在所有人疑惑的眼神之中 普川禁止离开了指挥中心 半小时后 一道通告 从新条国官方账号下发出 夏国利用青铜号战舰 故意干扰阿波罗号登陆舱 致使其意外坠落 随后 派出火星车 强行绑走新条国宇航员 他们说新条国宇航员失踪 其实是为了掩盖他们 残杀新条国宇航员的滔天罪行 阿波罗号火星登陆行动 是新条国代表 全人类迈向宇宙的勇敢探索 但夏国为了独揽探索火星的一己私利 做出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 是赤国国的犯罪 新条国探测器 在阿波罗号登陆舱附近 拍下了事发现场的犯罪痕迹 接下来 将会开启全球直播 让世界看到夏国的罪恶 通告发布后 瞬间引起了全球震惊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了过来 几分钟后 新条国开启了全球直播 火星探测器的实时拍摄画面 被从遥远的火星 展现在了世人的眼前 亿万民众的震惊 在这一刻爆发 我的天 这居然是真的 新条国的通告是真的 那些脚印是不可能做假的 探测器没有这个能力 难道夏国真的做出了这种 泯灭人性的事情 我真的不敢相信 事实就摆在这里 是我们新条国的宇航员 被他们杀害了 证据确凿 夏国如果有反驳的证据 尽管拿出来啊 为什么夏国没有公布 这些脚印的照片和视频 一定是做贼心虚 我还是不能相信 夏国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 我站在夏国这边 新条国谎话连篇 绝不能相信他们的鬼话 直播间弹幕里 网友们激烈地争论着 有人相信 也有人不信 但一个巨大的疑惑 还是深入了每个人的心中 所有人都知道 火星上除了夏国人之外 没有任何的人类 两个新条国宇航员 也绝不可能发生内讧而争斗 那现场这些打斗的痕迹 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夏国宇航员 迫害了新条国宇航员 而这个想法 在没有得到证实之前 就只能是一个疑惑 不过 随着接下来普川的发言 这个疑惑 变成了全球民众的恐慌 直播间里 画面突然一转 一脸愤怒的普川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夏国做出如此惨无人道的事情 意在独霸全球 剥削全人类 新条国 两名无辜的宇航员 被残害在遥远的火星 他们的灵魂 将永远飘荡在茫茫宇宙中 永世得不到安息 夏国是在挑衅新条国的底线 是在向全人类 发起泯灭人性的战争 现在 我以新条国制高者的名义决定 即刻向夏国 发动全面战争 愤怒的普川 面对着几十亿民众 怒声大喊 从五十一区出来的他 此刻像是彻底疯狂了一样 普川当着全世界的面 决定对夏国发动全面战争 全球彻底为之震惊 上百个国家的制高者 全部慌了 因为两个宇航员的事情 新条国就直接发动战争 这种暴虐的行为 让他们的心中 感到巨大的恐慌 但还未等他们有所反应 直播间中的普川 就接着开口了 所有同盟国 应当立刻联合起来 共同对夏国发起进攻 这是一场全人类的战争 谁都不能独善其身 普川的话音落下 直播间画面一转 天空之上出现数架六代战机 在他们的前方不远处 夏国的沿海陆地 清晰可见 带有隐身性能的六代机 完美地继承了 爱抚娘娘的幽灵属性 在翘无声息之间 就出现在了夏国领空 正在直播间中观看的 轩辕红武 瞳孔皱缩 脑海中像是被雷击了一下 全国进入战争状态 沿海城市拉响防空警报 所有军事力量 全部准备进入战斗 没有半点犹豫的下达命令 随时随地等候的助理 立马就将这些指令 准确无误地传达到了 每一个相关的机构部门 但 新条国的恐怖袭击 已经开始了 一枚枚炸弹 从机舱中抛出 急速坠下 防空警报随之响起 沿海防卫力量的雷达上 终于出现了大量的光点 好在军部的不少人 也在观看这场直播 所有人都严阵以待 在雷达上开始显示 炸弹袭击之时 防卫反击立刻开启 必须拦截所有空袭炸弹 参将的声音 在每一个士兵的耳中响起 脚下就是我们的家园 不能让老百姓流血 大量的机炮 对着天空疯狂射击 像是从地面 洒向天空的雨点 各种拦截导弹 从军事基地拔地而起 进行精准拦截 数架六代战机随之升空 向着已经深入内陆的 星条国战机追击而去 街道上无数的下国民众 向着地铁和防空洞跑去 他们刚看到普川公然宣战 转瞬之间 空袭就已经到了眼前 天空之上 剧烈的爆炸接二连三 一枚枚烈性炸弹 在空中被引爆 爆炸声从几千米的高空 传到地面上下国民众的耳朵里面 那种害怕和恐慌 充斥着每一个人的内心 直播间中 全世界都看到了这恐怖的一幕 星条国的战机 在投掷完所有的炸弹之后 飞速地驶入下国内陆 向着欧洲的方向而去 疯了 星条国疯了 这次是真的要挑起世界战争 完蛋了 下国沿海城市 将会成为地狱 我已经看到了 尸横遍野的人间炼狱 十个多年 战争又来了 无数人在直播间里发着弹幕 但观看直播的人数 却在飞速地锐减 世界各国 越来越多的人冲出了家门 进入超市抢购物资 星条国的全球直播随之掐断 与此同时 十几艘航空母舰 从星条星号星号港驶离 从太西洋等地纷纷撤离 全部向着下国围了过来 上百万名士兵被召集 一批又一批急匆匆地登上运输机 开始向着万里之外的下国飞去 三小时后 十万大军就能抵达下国沿海 无比快速的布局 也就只有常年在世界各地 发动战争的星条国能办得到 一公里 彭派斯看着普川 眼中带着一丝绝望 他知道 普川一定又跟那些未知的存在 达成了协议 星条国建国几百年来 科技之所以能够飞速发展的原因 离不开他们 但每一次的代价 却都是在消耗全人类 不过 为了能够一直稳居世界霸主的地位 历任君主都选择无视这残忍的代价 这一次 他们答应了你什么 彭派斯冷冷地开口问道 对着眼前的普川问道 普川停下手中的工作 抬头看向了这个 慈悲而软弱的国务卿 他的眼神中带着一丝怜悯 你有没有渴望过 能够拥有掌控蓝星的力量 普川收回目光 眼中带着些许狂热 笑着开口说道 打赢这场战争 我们将拥有对蓝星的绝对掌控权 能够随意地更改气象环境 控制海啸和火山 完美地使用地和能源 透彻地了解蓝星的每一寸土地和海洋 什么下国雄国 抬手之间就能用几场地震 让他们轻易地覆面 彭派斯看着普川 眼中无比的失望 你还有机会收回成命 停止这场战争 他们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你不能相信 那些连看都看不见的存在 他用着最后的力量 开口劝阻 已经有些发疯的普川 但这话却遭到了普川强烈的反驳 没有他们 我们能造出来原子弹吗 没有他们 我们能拥有核航母吗 没有他们 我们早就被红色雄国 在几十年前给灭了 红色雄国能在战损 无比严重的二次战争后 立马成为超级大国 你觉得他们靠的是谁 如果我们不打 那最后死的一定是我们 只有得到绝对强大的力量 才能永远地生存下去 你懂吗 普川的话语落下 彭派斯冷笑了起来 我怕你最后得到的 不是掌控蓝星的能力 而是跟蓝星一起毁灭的死亡 他绝望了 他知道眼前的普川 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 在他的眼中 只有不停地签订协议 发动战争 获取强大的科技 才能永存 其他的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这里不需要你了 你可以提前去度假了 普川没有再多言 而是转身背对着 彭派斯冷冷地说道 在彭派斯从房间走出的刹那 蓝星大气层中 一道银白色的光芒闪过 一艘三角形的不明飞行物 穿过耀眼的极光 消失在了冰雪极地 与此同时 下国最高部 召开紧急会议 原本在实验室搞研究的夜北 也出现在了会议桌上 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神色凝重 严肃的氛围 让人感觉空气都凝制了起来 星条国大举入侵 这次势必是要挑起世界战争了 说说你们的策略吧 薛元洪武望着眼前的众人 开口说道 长长的会议桌上两侧 坐着几十位下国高层 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 就有人率先开了口 星条国已经调动了 12艘大型航母 正在向沿海全速赶来 在他们身后 还有1.3万架战机 68艘全核潜艇和140万军事 以及上万辆坦克和装甲车 包括6000枚黑武器在内的数万枚各类导弹 各国大使馆和维和部队来报 星条国在其他几十个国家的所有军事行动都在相继叫停 很可能是要转移兵力 全力攻打我们 他的话音落下 现场所有人的神色都变得难看了起来 所有人都知道 这还只是星条国立刻就能调动的军事力 飞机坟长5000架战机随时能够改装投入使用 两艘退役的小英级也能够在短时间内再次启用 更不用说那些被封存起来的装备 听着这些 轩辕红武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相比起星条国 夏国现在的力量可以说非常薄弱 为了打造青铜号战舰 可以说举国之力将大量的好装备全都放在了青铜号上 即夏国最强军力于一身的青铜号是夏国的支撑 现在的国内的军事力量 着实让人堪忧 谁告诉我现在国内的军力情况 轩辕红武开口发问 众人在犹豫片刻之后 还是有人张开了口 算上刚刚下海的03号母舰 我们只有三艘常规级航母 3200架战机 16艘全核潜艇 以及350枚黑武器 想要打赢这场战争 只有召回青铜号才有机会 航天战舰有星条国没有的巨大优势 而且天穷之舰 可以给星条国巨大的压力 逼迫他们停战 如果仅靠现在国内的力量 跟星条国应战 损失会非常惨重 这话一出 立马就得到了现场不少人的赞同响应 在场的所有高层 几乎无一例外的要求 召回青铜号 而在这声音之中 叶北突兀地选择了拒绝 青铜号不能回来 他的话音不大 但是却让现场的 所有人都停止了议论 会议的氛围瞬间降到了冰点 就连薛源红武 都一脸奇怪地看向叶北 青铜号从火星回来 需要66天的时间 叶北冷静地开口说道 按照星条国的军力 用不了66天 我们半壁江山都没了 而且一旦兵败 星条国拉着诸多盟国一同参战 我们必败 等青铜号回来 恐怕看到的 只有一片焦土 和被世界各国围攻的结局 他的话一出 众人的神色顿时为之一变 大战尚未开始 你就在这里危言耸听 你是何居心 小米加步枪 我们都打赢了 难道66天 我们都坚持不下来吗 我国国土纵深 有足足一千万余被疫 绝对能够坚守到青铜号回来 何来必败一说 只要坚守到青铜号回来 战局就会立刻扭转 一众高层指着叶北的鼻子 怒声呵斥 显然 他的话语刺中了所有人的神经 他们很多都是国家要员 但并非军事将领 在他们的眼中 只要坚持去打 就一定能够守住 但叶北清楚 时代早都已经变了 雄国三小时 瓦解他国防空 十二小时攻入国度的情形 历历在目 他们根本撑不到青铜号回来 林统帅 你是空天军大统领 我想请问你 我军跟星条国空军对战 能坚持多久 面对所有人的质疑 叶北直接开口 对着漠不作声的林天雷问道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都看向了林天雷 专业的人说的话才可信 他们不相信叶北这个科学家 但一定会相信林天雷这个大统帅 听着叶北的问题 林天雷有些面露难色 但最终还是开口说出了答案 即使算上激光武器 空天军最多也只能坚持二十天 他的话音落下 现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全球第一的军事开支 星条国每年要投入几千亿美金当军费 是我们的数倍之多 如此累积数年 你们可以自己想象一下 那么多钱堆出来的军事力量 到底有多强 林天雷扫视了一圈在场的众人 语气沉重地开口说道 他的话音落下 众人的表情都变得极度难看 显然这个结果跟他们预想的完全不同 都安静一下 听听叶北的想法吧 轩辕红武扫视众人 沉声开口 现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叶北看了一眼轩辕红武 也没有矫情 直接开口说起了自己心中所想的 三天后 我会向太空军发去半驱律飞行器的建造图纸 有了它 我们就能够从火星运来大量的寒铁矿和稀有资源 利用这些寒铁 我们可以在三十天内造出一艘小英级的空天母舰 在前线崩溃之前 将战局重新维稳 而且有这些时间 太空军也足够在火星建立起第一个基地 这样不仅我们在火星的采矿基地站稳了脚跟 用以维持战局的空天母舰和各类寒铁打造的战机 也能够源源不断地进入战场 只要这场战争进入拉锯战 我们有本土的强大优势跟星条国号 届时再让青铜号返回 就能一举歼灭星条国 这对我们而言 才是最为合理的战略规划 如果贸然让青铜号回归 66天时间我们坚持不下来的 叶北说完 没有理会在场的众人 而是直接转头看向了轩辕红武 星条国航母两小时候就将抵达沿海 我们没有时间磨蹭了 应该立刻撤离沿海200公里以内的所有居民 将沿海200公里作为第一道战场防线 城市毁了可以重建 只要我们的老百姓好好的 一切都会重新恢复往日的辉煌 第一批机械战甲也已经打造完成 也是该让他们投入战斗的时候了 轩辕店 请下达命令吧 这是现在唯一的办法 叶北看着轩辕红武 他知道眼前这个人说的才算数 他不在乎现场这些高层怎么质疑他 时间紧迫 他来不及想那么多了 我支持叶北的策略 在叶北花音落下的下一秒 现场有人举手开口 叶北转头看去 正是刚才指责他是和居星的一位高层要员 接着 一道道声音响起 所有现场的高层全部举手支持叶北的策略 即使先前有过争吵 但此刻他们还是义无反顾的相信 这个给下国带来数次奇迹的天才少年 看着大家都举手赞同 轩辕红武也不再纠结 冲着众人点了点头 一分钟后 一道道命令传向了全国各地 保家卫国的战争 开始了 沿海20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民众 在军方的指挥下 开始向着内陆撤离 一辆辆汽车都装满了人和行李 大批大批的民众没有丝毫抱怨的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他们知道 留在这里只会成为累赘 新条国全面开战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 头顶上对地导弹刚刚才被防御系统拦截的恐怖场景还历历在目 所有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恐惧 原本最为繁华喧闹的南方大都市 全部都寄进了下来 城市之中空无一人 只有军方的车队开始陆陆续续的进驻 一辆辆坦克出现在了城市的街道中 这个本该充满和平的地带 此刻已经弥漫起了火药的味道 滑稽的游乐场中装甲车驶过 没有往日的欢声笑语 只有士兵们诉讼的话语 一个小时后 沿海城市全部清空 四亿多居民被转移到了内陆 同时 百万雄兵集结 从各大战区向着沿海集结 火车和高铁疯狂地运转 这一天火车上没有一个旅客 全都是赶往战场的士兵 下国从来不会向外国发动战争 但也从来不会输掉任何一场魏国之战 死在战场上是军人的荣耀 保驾魏国是我们的使命 两百公里防线是第一道防线 也是最后一道防线 所有人都不能后退 哪怕一步 因为你们的身后就是亲人和同胞 明白吗 列车上长官大声地吼着 明白 整齐华一的声音震天汗地 车里的每个人都神色刚毅 虽然他们的年龄大都只有二十几岁 至今都还会杀死过一个人 但他们的眼神中并没有丝毫的畏惧 因为每个人的骨子中都流淌着先辈的热血 各种防御攻势快速地在沿海地区构筑 数名战将从最高部奉命前往各地进行指挥工作 再次从小山村中和上大门的叶洪远 坐上军部的专机抵达了京都 他的眼神中带着决绝 走进了最高部会议室的大门 薛元洪武看到叶洪远出现 立马就站起身来 老将军 您来这干什么 三八线上撩翻了他们 今天来给他们再上一课 叶洪远毫不客气地开口回答 那无比自信的话语 让在场的众人心中都莫名的振奋 此时此刻 三艘航母正在下国领海等待着敌军的到来 面对新条国十二艘航母即将到来的围攻 所有人的心中都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与此同时 沿海地区两百公里防线被再次分割成了几道防线 大量的装甲车 坦克以及激光武器和各类导弹全都被分布开来 所有防御系统全部进入激活状态 雷达每分每秒扫描着周围的一举一动 足足一百万将士被集结而来 分散到战场之中准备迎战 而在天空之上 一颗颗卫星都环绕而来 各大国全部袖手旁观 利用卫星实时地查探着这场战争的开始 所有国都在坐山观虎斗 随时准备见风使动 就连雄国都没有任何的动静 一小时后 星条国十二艘航母舰队 数百艘船船从远洋而来 进入了下国海域 战斗一触即发 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前言 没有任何你来我往的口舌之争 鱼雷和导弹像是不要钱的一样 从星条国战舰上疯狂射出 上千架战机起飞 对着下国航母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给我打 三艘航母上的将军几乎同时下令 各大战舰立刻对着星条国的战舰和航母 发起了反击 一架架战机从航母甲板上起飞 在空中开始了激战 短短几秒钟时间 火光就在海面上接二连三地爆开 无数的导弹在空中被拦截 黑色的硝烟瞬间开始弥漫 原本平静的海面顿时风起云涌 鱼雷在水下爆炸 滔天的巨浪遮挡起大片的视线 几分钟后 下国三艘航母就被星条国的五艘航母牵制 跟他们缠斗在了一起 而剩下的七艘航母则离开战场 向着下国沿海而去 星条星号星号机部的将领们 指挥着舰队奔赴各自预定的战场 在沿海拉出足足1500公里长的作战线 随后便对着下国沿海诸多城市 发动了第一波攻击 电磁干扰系统率先启动 沿海50公里内 所有的电力设备都出现大小不同的各种故障 随后 数不清的导弹便疯狂地袭来 大量的战机更是向着下国沿海领空飞来 炸弹 燃烧弹纷纷被投掷下来 带着电磁干扰的对地导弹 更是像天降的雷霆一样 急速射向沿海50公里内的城市 数以万计的防空炮对着天空中快速射击 密集的炮弹在空中击中一个又一个的导弹和炸弹 一道道激光武器贯穿天际 追击着那些投掷弹药的星条国战机 各种剧烈的爆炸眨眼之间便充满了下国的蓝天 星条国战机在空中盘旋躲闪 抛下弹药之后快速地掉转飞回航母 补充完弹药之后很快便再度来袭 时刻不停的轰炸让战局变得越来越胶着 沿海50公里范围的城市中已经被轰炸成一片废墟 其中的防空系统也在如此轮番的进攻下 逐渐变得乏力起来 海上的航母舰队根本没有回原的机会 被星条国的航母牵制在大海中 他们的战况同样非常的惨烈 每一次出击都会折损至少十几架战机 在如此猛烈的攻势之下 仅仅一个小时时间 沿海六座城市就宣到尸首 最高步里 薛元洪武看着最新汇报来的战况相当的难受 这就是现代化的战争 快得让人感到发寒 但如此疯狂的火力倾泻 就算是豪气的星条国也撑不住 之所以这么猛打 就是为了在沿海打开一道缺口 让运输机能够安全地降落 随着数个城市被攻下 战火也消停了一半 同时大量的运输机出现在了下国沿海 十万名星条国大兵率先踏上了下国的领土 坦克和装甲车陆陆续地驶进了战场之中 而在他们的后面 更多的运输机正在路上 随着星条国大兵的到来 一百万下国士兵开始挺进沿海五十公里的城市中 真正的战斗 开始了 炮火在沿海五十公里的地方疯狂响彻 到处都是剧烈的爆炸 车站 铁轨被炸得稀巴烂 曾经的高楼大厦现在已经成了残垣断壁 地上到处可见焦黑的尸铁 战斗仅仅开始五个小时 双方就已经伤亡了至少一万人 星条国的大兵在源源不断地向着战场上涌来 一艘接着一艘的运兵船 一架接着一架运输机在海岸边停下 站在海边 一眼望去 黑烟笼罩了整个城市的上空 数以万计的星条国大兵来不及多想 就飞快地加入到前方的战场之中 被击毁的坦克燃着熊熊大火 残垣断壁在空中飞窜 随着一轮航母战舰的炮火打击和空中力量取得的短暂优势 星条国的指挥官立马下达命令 两万多名大兵疯狂地向前冲去 三万多下国将士被星条国猛烈的炮火压制在河堤后面 头顶上子弹密集地能够连成火线 152毫米的炮弹在河堤周围接二连三地爆炸 反击的炮火在空中被打爆 炸开一朵朵的火花根本无法搬回局面 前线指挥室中的司令心急如焚 新的装甲增援到了没有 让总部给524点未来一波防空反击啊 隔着电话司令员怒声地叫着 没有防空反制 他们就要过河了 海城将会失守 新的装甲增援在两小时后 防空系统正在打击远海城的星条国空军在坚持坚持 电话中的声音同样着急 但是却无能为力 这就是战争 面对7艘航母的不间断空战和近海打击 下国沿海的防空力量根本不够用 没有装甲的掩护 没有防空的反制 那就只能缩着头挨打 在敌人快速前进 越来越靠近河堤的情况下 上千名年轻的下国士兵冲出河堤 他们的目光异常地坚定 漆黑的毛子中带着绝绝 打掉他们的装甲 兄弟们冲啊 这一刻 死亡好像已经被置之度外 他们的身影 钻进前方炮弹炸出的弹坑之中 架射起机枪 开始了疯狂地扫射 子弹一颗接着一颗地穿过他们的胸膛 硝烟之中 鲜血如鹅毛般四处飞溅 一个只有二十三四岁的士兵 本该是在大学里谈恋爱的少年 此刻却安静地躺在战场之上 眉心处黑油油的洞 夺走了他花样的生命 在他的身边 是来不及顾及一切的战友 他的死 甚至都轮不到战友来赶伤 机枪的火蛇 在疯狂喷射着子弹 不远处产生的爆炸 直接将它震翻在地 机枪不知道被炸飞到哪里去了 脑海中除了嗡鸣厅不见半点的炮声 翻起身来才发现 半辆轿车大小的水泥墩子 已经压断了他的胳膊 他抽出刀 用不熟练的左手 死命的砍向 已经烂成泥的胳膊 面目猙獰之中 一颗流弹带走了他的生命 日你奶奶的 我他妈杀你全家 旁边的兄弟杀红了眼 大声地吼叫着 嘴角的鲜血都来不及擦 这是最简单的死亡冲锋 剧烈无比的爆炸 南方是密集如雨点的子弹横飞 头顶上一排排的开花弹 如喷发的火山岩浆 四处飞溅 两架轰炸机从天空坠落 一架带着一团烈火 像是一颗陨星一样 笔直的坠落 另一架在空中兜着圈子 尾部滚滚黑烟中翻转盘旋 最终在半空里 像是爆竹一样炸裂开来 血色的晚霞之中 死亡的冲锋 在短暂的阻拦之后 土崩瓦解 大量的星条国大兵跨过河堤 将大半个城市收入囊中 看着敌军步步进犯 司令员已经退无可退了 把他们押回去 跟这群狗娘养得死战 他的声音通过数字化单兵的耳脉 传到了每个人的耳中 所有人毫不犹豫地 开始发起冲锋 即使炮火猛烈的他们 甚至阻隔了他们的视线 他们也义无反顾地冲了出去 退一步加国王 唯有死战 带队的前锋冲出战场 怒声大吼 三万多士兵跟着怒声大吼 那吼声震天汗地 而就在这怒吼声中 司令员的电话中 总部的声音猛然传来 机械战甲来了 你得给我守住 还没等司令员回过神来 天空之中 一道刺耳的声音传来 像是爆出马赫环的六代机一样 下一秒 一道璀璨的红光 从天空之中一扫而下 一瞬之间 几十名冲锋而来的星条国大兵 就被切穿两截 七十三号战甲 奉命来战 轰隆隆的声音在天空之上响起 所有人的目光 都不由自主地抬头向上看去 透过弥漫的硝烟 一台足有百米高大的 银白色机械战甲 背部喷着火焰 飞速掠过下国士兵头顶 直冲星条国的战场而去 充满科技感的造型 让人心中无比的震撼 那种肉眼可见的强大 给星条国的两万多大兵 强大的心理冲击 不少人甚至已经萌生出 扭头逃跑的想法 机械战甲 以无马赫的速度 从空中掠过 两道激光射线在横扫之间 几架星条国战机瞬间爆炸 在落地的瞬间 胸口的导弹尽数释放 那些向战场射来的导弹 被纷纷拦截 随我一起 冲锋作战 震耳欲聋的声音 从战甲口中发出 庞大的身躯 随之在战场中 飞速移动起来 一只手中子弹狂射不止 沿途锁过高楼之上的敌军 当场殉命 另一只手中五十米长的 猛钢长刀横扫之下 地面上数不清的星条国大兵 被斩成碎片 鲜血疯狂的泼洒 像是死神在收割一切 星条国海岸线边的炮火阵地 火力全开 疯了似的 要将机械战甲炸掉 而在他的身后 无数的战士热血沸腾 拿着武器 开始了真正的冲锋 这一刻 他们像是感受到了无穷的力量 迅速翻过河堤 重新占据丢失的领地 向星条国大兵 发起猛烈的反击 三天后 一条条前线的战报传来 海城失守 星条星号星号团 已经增兵至六万 全线压进苏城 远海城最后一道防线崩溃 三万将士全军覆没 失守了 黎江城总司令发来集电 32号和45号机械战甲阵亡 八架龙星战机 全部被摧毁 听着耳边传来的一道道声音 坐在会议桌守卫上的轩辕红武 眉头紧皱 他的旁边 林天雷和几位总将 正在时时刻刻地处理着这些信息 根据战况不断地调整着作战策略 同时 下级也在紧张地 调配着为数不多的武装力量 仅仅三天时间 死伤将士十八万 三十台机械战甲阵亡 四十一架龙星战机被毁 沿海五十公里防线 已经濒临全线崩溃 这一次 星条国是誓死 要将我们彻底灭亡了 世界诸国还在坐山观虎斗 或许这是他们渔翁得力的最好时机了 不知道星条国到底在发什么神经 轩辕红武 怎么都想不明白 星条国这一战是真的太疯狂了 可以说是清朝而出 将全部家底都拿出来 打这场仗了 就算这次他们能赢 那绝对也是无比巨大的损伤 而且还有雄国在后面虎视眈眈 随时准备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向来精明的星条国 这次为什么要干这种没脑子事 越往内陆他们越难打 别慌 仗才刚刚开始 叶洪远看着各地会总上来的战况 沉稳地说道 咱家有二百万现役 一千万预备役 星条国现役加预备役总共才三百八十万人 没有打不过的道理 三天时间 星条国损失了十万大兵 一千五百架战机和一艘航母 多少也咬下了他们一块大腿肉 叶洪远虽然这么说着 但其实是为了安慰安慰轩缘红武 别让他乱了阵脚 虽然确实咬下了星条国的一块肉 但下国却损失了一条臂膀 三分之一的机械战甲阵亡 将近一半的六代机被毁 还有这原本预计坚守十天的五十公里防线 也在三天就被崩溃了 从魏国之战开始 叶洪远就打了一辈子仗 但像这样激烈的战斗 即使是他也从未见过 星条国是真的发了疯了 好像人命真的不值钱一样 让那些大兵往死里冲锋 最多的一天 同一个阵地居然发起了至少五十次冲锋 是真的恐怖到了极致 此刻 他的心中也忍不住担忧起来 而就在前线猛烈作战的时刻 实验室里的叶北 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 把图纸立刻发给青铜号 让他们在十天之内 必须造出第一艘半驱律飞行运输器 这是空天母舰的新型舰带炮台 让军工厂立刻开始生产 叶北说着 众人立刻围了上来 两块硬盘被快速拿走 按照叶北所说的进行传达了下去 陆永平一脸担忧地看着叶北 快去休息休息吧 你已经三天没合眼了 此刻的叶北神色无比地憔悴 浮肿的眼带和深黑的眼眶 凌乱的头发和干裂的嘴唇 双眼中的血丝 看得陆永平心都在缠 他从未见过如此不顾一切的人 为了让图纸早点出来 这三天里 叶北每天连两小时都睡不到 他现在都特别害怕 叶北会突然出现休克的情况 我没事 叶北淡然地笑道 转头又准备继续搞新的研究 这样子看得陆永平心都疼 忍不住又开口劝谨 你这又是何苦 休息半天时间也还来得紧 是啊叶总师 你可不能累垮了呀 你好好睡一觉 咱们再接着搞一点也不迟 在场的其他科学家 也都纷纷开口劝阻 叶北站起身 看着在场的几十位 下国最顶尖的科研专家 摇了摇头 我没有休息的理由 早一天让空天母舰 和寒铁打造的机械战甲 步入战场 我们会就能少死 好几万的将士 新条国的炮火日夜不停 无时无刻地 不再摧残 我华下的土地 我虽然坐在实验室里 但我能看到 前线战士们的血流成河 每分每秒 都有将士死去呀 所有人都眼巴巴的 等着我来力挽狂澜 我哪来睡觉的资格 叶北的声音不大 但却无比地沉重 他的话音落下 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感到心痛 扫尸了一圈 在场的科学家们 叶北低沉地开口 下国需要我们 我们也当奋勇而战 一日不退新条国 我一日都不能安眠 叶北说完 转过身重新坐下 开始继续他的研究 在场的科学家们 都看着叶北的背影 心中感到了一丝的惭愧 我们没有输的理由 有人咬着牙说道 话语落下 立刻拼命地忙了起来 其他人也都迅速地 继续开始工作 每个人的内心 都被叶北深深地感染 拿出了拼命地进来 而叶北刚刚所说的这些 都被其中一位科学家 拍摄了下来 在思索片刻之后 还是决定将这段话 发到网络上去 下国内陆 十几亿民众 都无比恐慌地 生活在前线之后 所有人都在盼着 战争快点结束 下国能够重新 恢复往日的和平 而就在所有人 一条不到半分钟的视频 在互联网上传了开来 在全国各大网络平台上 飞速地传播 越来越多的下国民众 看到了这条简短的视频 视频中 叶北憔悴着神情 一字一句地说着话 那每一句话 都直击所有下国人的心灵 在几个小时的酝酿之后 全国各地的民众 都开始爆发了 数以亿计的人 被叶北的精神所感动 他们也不想就此苟活在后方 静静地等待战争的结束 纷纷自发地去军部申请报名 想要出一份力 无数有力气的男人 走进工地做起了劳力 用自己的力气 给军部帮忙搬运各种材料 有技术的工匠 则纷纷应照 进入工厂 给前线生产物资 下国最纯粹的妇女们 也没有闲着 在各地自行组建了 大型的口粮生产工厂 无数从全国各个省市 村镇出产出的食物 被一车车地送往了前线 还有数不清的淳朴老百姓 在这危急关头 拿出不知存了多久的钱 分毫不胜地捐了给了军部 一时之间 举国动员 短短几天时间 军部就收到了超过16万亿的捐款 大批大批的材料 被运往各地的加工厂 全国各地的军工厂 更是开始昼夜不停地忙碌 生产效率在几天时间内 提升足足500% 短短几天生产的口粮 甚至多的 能够让前线的战士们 食用一月之久 无数的预备役 已经自发地开始恢复训练 随时准备走向战场 数以亿计的下国民众 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所有人 都在努力地保家卫国 军工厂日夜不停地 在制造生产 短短十天时间 空天母舰的一半 就被生产了出来 而无数人心心念念的 半驱律飞行器 也在这一天 成功地出厂了 拥有完整自我 生产防御 和循环系统的青铜号 上面的小型军工厂 在几万人的权力攻坚下 第一艘半驱律飞行器 终于完工 总将雷阵让最顶尖的飞行员 来驾驶这艘不可思议的飞船 几吨重 早就已经提炼好的寒铁 被装进飞行器中 青铜号上的一个甲板平台 缓缓升起 这架暗黑色喷漆 缩形外貌的飞船 在众人的目光中 向着空中缓缓升起 起飞无误 反重力系统正常 核动力驱动正常 空间反推系统正常 货舱压力平稳 检查无误 启程蓝星 在人工智能旋律 天空运输船猛然加速 眨眼之间就穿破火星引力层 消失在了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此刻的它 就像是一根加速到极致的针 在太空中飞速穿梭 每一秒都要飞出 99,930公里 速度快的肉眼 只能看到一道光闪过 下国地面指挥中心 已经做好了引导工作 巨大的降落平台 正在等待着它的降临 九分钟后 天空之中一道光芒闪过 下一秒 下国蓝星一处盆地之中 半驱绿天空运输船 平稳地停在了半空之上 所有在此等候的人 都被惊得捂住了张大的嘴巴 运输船缓缓降落下来 等候的车辆就已经冲上去 开始运输工作 沉重的寒铁 被一块块地搬运下来 静止拉向了最近的军工厂 与此同时 前线一百公里防线 全线崩溃 几十座城市沦陷 一百多万星条国大兵 全面押近 数以万计的坦克和装甲车 以及各类火炮 彻底地占据了 下国沿海百公里的地带 而这些时间里 大量的防空装置 被安置在了二百公里防线内 为的就是防止 新条国的战机 杀入二百公里的 内陆空袭后方的军事基地 但前线却越来越吃力 各种装甲越用越少 机械战甲 甚至已经连一成一台都没有 六代机全部转为战略机 为空天母舰做准备 面对前线上百万的 新条国大兵 预备役已经陆续地加入战场 五百万战士 死守一百五十公里的防线 战斗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另一边 新条国黑宫中 普川正一脸兴奋地计算着 战争造成的死伤数目 就在刚刚 他给西方诸国打去了电话 向他们施压 让他们出战 他很清楚 下国的青铜号 极有可能正在返航的路上 一旦青铜号回归 那么战局势必会发生逆转 所以 从战端开始 他的计划 就是三十天内毁灭下国 也正是因此 才会不计一切的猛攻 在短短数天 就取得如此惊人的战果 利用这战果 他计划的第二步 也进行得非常顺利 新条国六代机 携带着黑武器 在各国上空 时影时现 同时 科德家族的十二门族 在诸国暴露了爪牙 全部站出来 在经济上进行要挟 迫使诸多的寡头家族 开始向着新条国倒戈 面对军事和经济的双重施压 再加上新条国战绩卓越 在下国的前线战场上 取得巨大优势 西方诸盟国 纷纷开始加入战场 吉利国 兰西国 利亚国 拿大国等西方诸国的大军 齐聚下国战场 舰队和战机 以及各类装甲和火炮 在短时间内疯狂地增多 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 就超过了下国十倍之多 而意志国和巴铁国 向下国派来的援军 在半路上 就被各国阻拦 一直跟下国结盟的雄国 却在这一次 选择了冷眼相看 在各国激战的时刻 普尔斯正在冰雪基地集结力量 准备黄雀在后 在全球诸多国家 被拉进这场世界之战时 唯有黑洲诸国 还在苦恼进口不到 AK打仗 选择了暂时的休战 下国最高步 轩辕红武无比的苦恼 前线崩溃的速度太快了 钢铁般的意志 面对数倍于自己的火力时 也终究还是现实更胜一筹 下国的三艘航母 只剩最后一艘残缺的舰队 还在苦苦坚持 沿海十六艘航空母舰队 将整个下国海岸线 围得水泄不通 这是人类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恐怖战场 足够三个战区 同时作战的航母 此刻聚集在一个战区 向下国防线 日夜不停地炮击 一百万公里防线 向着内陆逐渐崩塌 每一天都有几十万将士战死 面对十倍于下国战力的 诸国联军疯狂冲锋 七天之后 一百五十万公里防线 全面崩溃 几百万联军 开始向着两百公里防线 疯狂地逼近 出生的朝阳下 星条国迈克上 将在做最后的动员 二十天的战斗 我们向前推进了一百七十公里 这是无比巨大的胜利果实 下国已经到了 弹尽粮绝的地步 他们那看似 威猛的最后一台机械战甲 在航程被盟军击毁 下国的六代机 已经十天 没有出现在战场上了 他们的士兵 在接连的失败中 已经丧失的斗志 五天时间 我们要一举打破 下国二百公里的最后防线 毁灭这个低劣的民族 盟军必胜 迈克上将的声音 在每一个盟军士兵的耳中响起 无数人热血沸腾 已经做好了一举摧毁下国的准备 同样的时间里 最后的两百公里防线后 五百万战士严阵以待 但不同于星条国的最后动员 他们的身后 一艘两公里长的空天母舰 正平稳地漂浮在空中 现在武器的舱门全部打开 数十架六代机 十克待命 七台全身漆黑的机械战甲 安静地助力 一列列的防空激光武器 全部激活 沉重的气氛中 仇恨的情绪在疯狂地蔓延 随着清晨的太阳从海平面升起 低缕曙光洒落在下国沿海的大地上 大战在一轮炮火的骑射中开始了 数百万盟国联军 疯狂地发起了冲锋 上万辆坦克和装甲车 横冲直撞 五百万下国战士 看着天空中的爆炸 同样开始冲锋 几分钟后 整个战场上枪声四起 坦克的炮弹在周围炸响 已经成为废墟的高楼被再次轰炸 新条国的各种电磁脉冲弹 等诸多高科技武器被投入战场 地面上 密密麻麻的人群 一波接着一波的冲锋陷阵 枪火密集的像是雨点一样 天空上 极数激光一道 接着一道 拦截着从后方射来的炮弹和导弹 诸多战机纷纷起飞 在空中交错战斗 轰炸和追击 无时无刻不再出现 地面上的防御机炮 自动追踪射击 天上地下 打得不可开交 但有着火力压制的诸国联军 在开战之初 就取得了不小的优势 五百万雄兵 很快就被猛烈的炮火 压制得难以前进 而联军则借着炮火掩护 开始发起疯狂的冲锋 但他们压倒性的冲锋刚刚开始 七台机械战甲如天降的神兵 在一连串的音爆声中 从下国百万雄兵的头顶划过 光滑的漆黑色的寒铁 在阳光的照耀下 闪着刺眼的光芒 摧毁过将近九十台机械战甲的联军 反应奇快 在他们出现的瞬间 大量的追踪导弹 就齐刷刷地射了过来 但这一次 七台战甲没有丝毫地闪躲 而是朝着敌军的战场 横冲而去 南部城市宁海城中 四号战甲从天而降 直接落在了联军战场之中 沉重的战甲落地时 十几个大兵来不及躲闪 直接被踩成了一滩肉将 随后 手中的特制机枪 以每分钟十万发的真实射速 另一只手里 附有激光的寒铁长刀 疯狂地在人群中挥舞 大片大片的联军士兵 在他的手中倒下 数以千计的坦克穿甲弹 和无法技术的子弹 疯狂地朝着机甲射击 但却根本没有丝毫的作用 甚至都无法在寒铁打造的金属外壳上 留下半点的划痕 这一幕 惊呆了冲锋陷阵的所有联军士兵 以前的机械战甲 虽然装甲很厚 但在他们疯狂的猛击之下 也根本顶不了多久 所以他们经常都是飞在空中战斗的 这一次的落地 让他们以为是遇到了傻子 没想到寻常的炮击 对他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伤害 而就在这时 数百枚追踪导弹 划过上百公里追击而来 轰轰轰轰 全部都精准地轰击在了机械战甲身上 四号战甲被打得亮枪后退 冲天而起的硝烟 立刻将整台机甲全部淹没 就在联军大兵 以为战甲被毁的时候 通体漆黑的庞大身影 猛然破开烟雾 从中闪出 五十多米长的激光剑 像是死神的镰刀 再次横扫而来 眨眼之间 数百个大兵就被斩成了两半 当场暴毙 怎么回事 平伯在近海的航母舰队上 星条国海军站将莫索罗 瞪大了眼睛一脸的不解 雷达上 四号战甲完好无损地 正在战场之中移动 这一幕看得他心中无比的震惊 发射十枚战斧Block V型巡航导弹 送这个鬼东西去舰上帝 没有半点犹豫 莫索罗立刻开口下达指令 下一秒 导弹舰上 十枚战斧巡航弹直直地射入天空 向着战场中的四号战甲而去 几秒之后 一道道激光 从二百公里防线射出 开始全力拦截这些威力巨大的导弹 一个个剧烈的爆炸在空中产生 但依然还是有一枚 穿过激光武器的拦截 静直地射向了四号战甲 检测到一枚巡航导弹 请立刻开启防御姿态 正在战斗的四号机甲驾驶舱中 驾驶员沈星的耳边 旋女的声音不紧不慢地响起 全自动模拟的系统 让沈星跟机甲完全联动在一起 就像是环太平洋中的驾驶员一样 旋女声音出现的同时 她的眼前立刻跳出雷达 一个红色的光点正在急速地向着她飞来 开启防御姿态 已经与机甲合二为一的沈星爆吼一声 防御姿态立刻就被触发 左臂上的寒铁护甲快速展开 眨眼之间就变成了一块躯体大小的盾牌 下一瞬 巡航导弹就狠狠地积在了盾牌之上 巨大的威力在空中震荡开来 能量波向着四周轰然炸开 地面上 数百名新条国大兵 被这股冲击波阵的蹊跷流血当场暴毙 而四号机甲却威然不动 巨大的冲击 只是让他脚下的土地深陷 但身体却稳稳地立在原地 从防御中回过神来的沈星 望着天空中密密麻麻的炮火 目光一凝 背后的核动力驱动瞬间点火 哄 在一道巨大的音爆声中 直接破空而去 马赫环在他的身周快速成形 他以足足十马赫的拳速 向着沿海的航空母舰而去 四号战甲前往摧毁敌军炮火阵地 在耳麦中向总部回答一句 沈星速度丝毫不减 直直地杀向航母舰队 他知道 这些天战场防线接连崩溃的原因 就是沿海的航母舰队 只有除掉这个不停歇的炮火阵地 才能够在主战场上 彻底地夺回阵地防线 但随着他的飞速移动 航母舰队立刻就发动了拦截攻击 数枚导弹向他袭来 但十马赫的急速之下 贴着海面飞行 先有导弹能够精准地预测他的移动 只有个别的巡航导弹 能够对他造成威胁 但手中的激光剑绝不是摆设 抬手之间就能清扫掉那些巡航导弹 少数遗漏的 全部都被左臂的护盾尽数挡下 超高强度的寒铁 让战甲到了几乎坚不可摧的地步 半分钟后 在航母舰队上星条国海军恐慌的眼神之中 沈兴的身影从海面拔地而起 出现在了刚刚攻击他的护卫舰头顶 护卫舰上的机炮 疯狂地朝他的双腿扫射 但却根本无济于事 船上的海军跳海的跳海 躲藏的躲藏 反击的反击 但在沈兴的眼中 全部都是待宰的羔羊 拿命来查 四号战甲百米高大的身躯 凌空跃起 天雷般的声音 在空旷的海面上滚滚响起 下一秒 手中的激光舰 一个最简单的十字战 护卫舰立马就被整整齐齐地切割成了四块 在无比距离的爆炸中 向着大海中快速地沉了下去 这一幕 更是让周围的舰船陷入了无尽的恐慌 这场仗打到现在 他们海军自认为是在后方最安全的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 死亡来得这么快 一箭斩落护卫舰的沈兴 没有丝毫停顿 背后火焰爆射 静止向着中心地带的航空母舰杀去 随着沈兴向着航母猛冲而去 这艘庞然大雾彻底开始发威 导弹像是不要钱的子弹一样 铺天盖地的 从四面八方射了过来 同时 舰队终于起毛 开始向着大海中驶去 面对如此之多的导弹 四号战甲在空中被不停地阻拦着身形 时而有重型导弹 无比巨大的冲击力 能够直接将它炸到海中 但无论如何 沈兴的脚步都没有丝毫的偏移 一直在向着星条国航母而去 随着一艘航母动起来 沿海的其他航母也纷纷动了起来 附近的两支航母舰队 从左右围了过来 四号战甲撤回 不能孤军深入 两艘航母正在向你包抄而来 再追击 你就回不来了 总部急促的声音 在沈兴的头盔中出现 在空中不停地走位闪躲导弹的他 听着总部传来的声音 扭头向身后渐渐消失的海岸线看了一眼 没有回话 而是将背后的核动力能源全部驱动 以十几马赫的速度 全力向航母主舰冲去 四号战甲立刻撤离 这是命令 检测到沈兴的脚步未曾停歇 总部彻底急了 但此刻沈兴的眼前只有那艘航母 他要石破天惊 他要让敌人知道恐惧的滋味 两分钟后 在遭受了无数的导弹攻击后 防御护盾近乎碎裂的沈兴 开着四号战甲 一脚踏上了星条国的航母主舰 航母主舰剧烈的摇晃 在海浪之中上下起伏 这一刻 无尽的恐慌 在航母上所有星条国海军的心中蔓延 甲板上正在起飞的战机 撞在他的小腿上 瞬间爆炸成了碎片 这个百米高大的机械战甲 站在航母甲板上 下面的海军将领和士兵抬着头 眼中充满了惊恐 检测到一百枚巡航导弹 请立刻开启防御姿态 检测到防御护盾即将失效 本轮攻击 您可能无法生还 旋女的声音在沈兴的耳中响彻 她还是一如既往的空灵且沉稳 好像死亡被她说得无比的轻巧一样 有没有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沈兴的眼中没有畏惧 沉下心来开口问道 您可以选择核爆 这将会引爆航母主舰中的二十枚黑武器 足以摧毁周围所有的舰队 旋女的声音再度响起 不过您可以选择前海逃生 有存活的希望 听着耳畔旋女温馨的提醒 沈兴笑了 她站在航母甲板上 没有任何的举动 只是静静地看着 从四面八方射来的巡航导弹 雷达上密密麻麻的红点不停地闪烁 向她急速靠近 总部 四号战甲已无法撤回 我唯有一死 以谢国安 沈兴的声音低沉 但却带着难以言喻的力量 在她话音落下的瞬间 一道无比巨大的爆炸 在沿海两百公里外的地方产生 巨大的冲击波向着四周荡开 爆炸点中心方圆五十公里内的所有舰船 全部在顷刻之间被炸成碎片 一朵无比巨大的蘑菇云 在高高的天空升起 冲天的火光照耀了东方的大地 正在宁海城作战的士兵 纷纷扭头 看向身后的天空 那光芒盖过了海上出生的太阳 璀碳地让所有人都忍不住眯起了眼睛 四号战甲的核爆引爆了航母主舰上的二十枚黑武器 以生命为代价 沈星用一台机械战甲毁灭了一个航母舰队 司令员愤恨的嘶吼声 在每一个前线作战的士兵耳中响起 宁海城的几十万战士红着眼睛 发起了猛冲 天空之中没有了炮火 新条国的战机开始向着海外逃离 我曹你奶奶的 在完全压倒性的冲锋之中 一些下国的战士已经冲上阵地 跟新条国大兵拼起了刺刀 没有了炮火的压制 看着航母被摧毁 新条国大兵第一次绝地般的败退逃亡 开始向着一百五十公里防线外逃去 那是新条国大兵心灵上的巨大打击 也是下国战士们最亢奋的药物 刺刀插进大兵的心脏 不知哪里祖传下来的大刀 狠狠地劈在了大兵的脖子上 新条国大兵投入抛飞之中 鲜血染红了战士们的军装 死亡降临得无比突然 一艘航母被击沉 四号机甲的自爆 让联军停泊在沿海的航母舰队 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和威胁 全体开始向后的撤离 所有主战场上的炮火压制 都得到了巨大的缓解 百万战士终于能够英勇无畏地发起 属于他们的冲锋了 但航母舰队的损失 却点燃了联军总将迈克的怒火 向下国主战场发射黑武器 所有舰队全部清仓 要让他们知道死亡的恐惧 迈克上将的声音 在各大舰队降临的耳中响起 没有半点的犹豫 十几艘航母的甲板上发射井弹开 一枚枚数吨重的黑武器弹头导弹 全部拔地而起 在尾部滚滚的浓烟之中 向着下国主战场飞速射去 战争在此刻彻底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天空之中近百多枚黑武器导弹射来 下国最高部直属命命令瞬间下达 所有防空武器全部开启 也不再考虑任何的弹药问题了 开始对着天空疯狂上的黑武器 疯狂地拦截 一朵接着一朵的蘑菇云在空中爆开 主战场的头顶上是真正的死亡威胁 在这疯狂的拦截之中 终究还是有一枚漏网之鱼 穿过防御层向着下国战场落去 三号战甲没有半点的犹豫 在雷达检测到高速射来的黑武器导弹时 背后核动力驱动全面开启 在巨大的音爆声中拔地而起 手中的激光剑散着血红的光芒 直直地杀向了那枚足以带走几十万战士性命的武器 以乌之险 诱我滑下 滚雷般的声音在天际响彻 落在了现场每个作战士兵的耳中 两秒之后 七十公里外的天空中 震耳欲聋的核爆席卷了整个战场 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怒火在每个人的心中疯狂燃烧 三号战甲阵亡 驾驶员牺牲 总部的监控台上 一个绿色的光点熄灭 工作人员无比沉痛地开口 在场的所有人都像是咽了刀子一样的心痛 借着核爆的优势 联军大兵试图扩大优势 发起猛烈的进攻 而天空之中 两公里巨大的空天母舰 赫然出现在了战场中央 一种降维打击的感觉 油然而生 十天时间过去 这场疯狂的战斗 让双方的伤亡都无比的惨重 联军进行了成百上千次的冲锋 但都是 刚刚拿下阵地没几个小时 就又被打了回去 一百五十公里的防线 就这样拉扯了十天之久 无数的士兵死在这里 尸体多得堆积如山 战场上的血腥味 无比的厚重 新进入战场的士兵 往往都会被这扑面而来的恶心气味 搞得呕吐不止 新条国原本想要三十天攻下下国的计划 破灭了 现在的他们 无论如何 都无法再突破一百五十公里防线 一切如下国所愿 变成了持久的拉锯战 诸国眼看久攻不下 也陆陆续续开始撤兵回家 而在前线无比激烈的战斗时 后方正在疯狂地赶制机甲 补充每天的损耗 四艘太空运输船 在不间断地进行运输 几十名飞行员 不分昼夜的轮班 在火星和蓝星之间飞速地往返 平均每半个小时 就能够完成一次装卸运输 一天下来 足足能够从火星带回百吨之多的寒铁矿 有了源源不断被打造出来的机械战甲 下星号星号名的信心倍增 持久的战争 是下国想要看到的局面 只要防线不破 他们就一定能够坚持到青铜号的回归 整30天的忙碌建设之后 火星基地终于建设完成 15万太空军留守基地 维持正常的挖矿和火星探测 这个巨型基地 同样拥有着完整的循环系统 可以说是下国在火星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 虽然各种设备还非常的简陋 但已经足够15万人在这里基本的生活 其余15万太空军驾驶着青铜号开始了返航 浩瀚无垠的太空中 青铜号带着无比强烈的仇恨向着蓝星驶去 主控室内总将雷阵的拳头紧紧地攥着 星条国是在自取灭亡 这一次要让他们百倍奉还这份血战 在他的身后十几名战将全都咬牙切齿 这些天里 他们每天都只能通过旋女获取战场上的信息 看着已经达到百万的巨大伤亡 每个人都无比的痛心 他们恨不能立刻穿梭到星条国上空 将天穷之剑全部投下 火星多个部位探测到空洞 正在进行钻探 旋女的提示声突然在主控室内响起 雷阵只是扫了也没有在意 现在的他 心里想的只有报仇血恨 蓝星 下国 接连三十天的激战 每一天都是斯大林格勒的殊死决战 这种巨大的消耗 除了对双方的武器弹药损耗严重之外 对军心的损耗更为严重 将士们的心中早已疲惫不堪 叶弘远的身影第一次出现在了两军阵前 他挺着自己的身板 从前线战士们的眼前走过 守住自己的位置 不能让敌人越过我们的防线 哪怕一步 身后是我们的亲人和同胞 你们退一步 老百姓就要血流成河 青铜号正在归来的路上 无论战场多么的激烈 一定要坚持住 等到青铜号抵达蓝星之时 就是我们复仇之日 叶弘远的声音通过耳脉传到了每个士兵的耳中 苍老的声音带着深沉的力量 让所有人的精神为之一振 想着身后的家园和亲人 强大的使命赶在他们的胸膛燃烧 死不可怕 可怕的是 看到手无寸铁的亲人被杀害 牵手战线 绝不让敌人越过两百公里 各大战场之中的司令员大声地吼着 数百万战士齐声地怒吼 那声音震天焊地 响彻云霄 重新整装之后 带着已死谢国的心 他们再次踏上了战场 另一边 久攻不下 从下国铲除空天母舰之后 星条星号星号团再也取不到半点优势 三十天的计划未能完成 这让所有的大兵都感到了困倦 陷入拉锯的持久战 让星条国无比的苦恼 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此刻却发生了 黑宫里 普川正一脸苦恼地听着前线战报 连两百公里的防线都无法瓦解 我们还怎么毁灭下国 让迈克继续发动猛攻 无论如何 都要在五天之内 攻下二百公里防线 普川有些愤怒地开口 下达着命令 但在场的军机部长官 一个个都面露难色 前线已经牺牲了一百二十万士兵 预备役已经全面投入战斗 军心不是很稳 最终还是有人开口 说出了最重要的问题 下国的民族血脉已经被点燃 他们的人根本不怕死 哪怕用星号星号 也要去挡住我们前进的步伐 随着炮火支援逐渐减少 大兵们已经开始畏惧了 他们不想跟下国的疯子血拼 国内反战的声音也非常大 现在最重要的是 稳定人心 听着军机部的高层 说着各种各样的理由 普川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 这场仗 他无论如何都不能输 一旦输了 那就是跟崇国一样的下场 去五十一区 普川放弃了 听这些高层的啰嗦 而是直接选择 去找那个神秘的存在 他要去谈条件 他要去索要 真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东西 而不是在这里 听这些家伙发牢骚 就在普川离开黑宫 前往五十一区的时刻 空天基地实验室中 陆永平大步地闯了进来 叶北 外星音频解密了 陆永平的话语 让叶北眼前一亮 走 去看看 叶北随手提起一件外套 跟着陆永平就出了实验室的门 专门用于谷语言专家研究音频的工作室内 十几个专家守在一台机器前 还在急急忙忙地记录着什么 几分钟后 大门突然被打开 叶北和陆永平 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叶总师 谷语言专家看到叶北的身影 立马站起身 恭敬地开口 叶北白白手势 一大家都坐下 三两步就到了桌子面前 怎么样 研究结果呢 早就有所准备的专家 立马就将手中一份加密的资料 递给了叶北 三两下撕掉封条 叶北拿着里面的纸质文件看了起来 上面是所有从中翻译出来的语言和文字 每个字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逻辑推理和解释 看着如此密密麻麻的东西 叶北扭过头 看向了几位专家 你们按照顺序讲讲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听到这话 最前排的三人对视一眼 其中最为年长的一位 看着叶北一字一句地说了起来 十几分钟后 叶北才彻底地了解了 整个外星影像记录中的原委 这是一艘来自蓝星三百亿光年之外的飞船 在外星中遇到了星际海盗 在逃离的过程中被逼入了黑洞 因为队友舍命相助 才从中逃脱出来 但受到致命伤害的飞船 已经没有了逃脱海盗的能力 情急之下 他使用时空虫洞 打开了一个随机的逃脱虫洞 随后便通过虫洞穿越 来到了银河系的太阳系中 飞船船长受到了足以危及生命的伤害 究竟选择了太阳系中 唯一拥有生命的蓝星进行迫降 当时的蓝星还处在极低等级的原始文明状态 迫降的过程中 所有的成员全部通过小型飞船 自行脱离了飞船母舰 而影像最后留下的信息中 那位船长说的是 要利用这颗星球建立智慧文明 借助它们去联系母星 看来 我们人类文明的起源 跟它们是真的有关了 叶北摸着下巴 分析着专家们研究出来的这些信息 如它所想的一样 知道的越多 那么问题也就会越多 这个来自亿万光年之外的外星文明 到底跟人类文明的关系 有多么密切 是它们一手创造的人类 还是帮助了人类的进化和发展 亦或者只是给了点注推引导 而且 它们联系到母星之后 这颗拥有生命的蓝星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它们究竟是友好于人类 还是黑暗丛林法则的信徒 这些都是现在 它们无法破解的巨大谜团 叶北想要继续发展 甚至说想要安稳地活下去 那就必须要弄清楚这一切 更大的谜团 更多的问题在它的心中产生 确实跟我们很有关系 根据我们的研究 外星人的语言 跟我们人类四大谷谷的古老语言 都有所相关 我们能够分析出这么多的东西 很大程度上 是外星语言跟古华夏的语言很类似 甚至能够追溯到 四千年前中原文化的起源 老专家再次开口 接上叶北的话查说道 听着这些话 叶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还有别的发现吗 听到叶北的问话 老专家立马点头应答 哟 我们还破解出了一个神秘代码 说着 就从旁边拿出一张资料 交给叶北来看 那上面是一串奇奇怪怪的文字 并且还注视有发音 这是飞船在被牵扯入黑洞的时候 那位船长所说的一句话 没有翻译出来什么意思 但我们估计 很有可能是密码 听到这话 叶北没有犹豫 立马让人从实验室中 将那个银白色的金属块拿了过来 向里面插入电池之后 叶北重复之前的操作 顿时 这个银白色的金属块 再次活了过来 很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金属平台 这一幕看得在场的所有专家 都一脸的震撼 这 这就是外星科技 几人瞪着眼睛 盯着眼前这个从未见过的奇怪东西 对 叶北点点头 点开上面那个虚拟的屏幕 大量的信息矿和文件夹 再次浮现出来 看着眼前纸上的这串神秘代码 叶北试着开口模拟发音 像粤语又像是方言 又像是阿拉伯语言的话语 从叶北的口中非常别扭地发出 下一瞬 眼前的屏幕上 一个信息矿猛然跳了出来 金属平台上再次幻化成荧幕的样子 无比逼真的全息投影中 一个炮台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 里面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着话 像是在解释着什么 短短三十秒钟 这个视频就被投放完毕 随后 又一个信息矿跳出来 在众人的眼前演示完毕 金属平台再次重归之前的屏幕状态 叶北接着试了是神秘代码 但是却再也没有反应 可能是其他的信息矿 需要另外的密码来打开吧 就像巨型飞船中 那两个至今还未被打开的仓室 或许需要特殊的方式才能够打开 一探究竟 你们听明白 当前这段视频中的人在说什么了吗 重新收起银白色金属块的显示器 叶北扭头 看向一众古语言专家 被叶北这话惊动 众人从刚才的震撼中回过了神来 为首的老专家皱着眉头 慢慢地说了起来 这是一个称之为尖心炮的东西的教程解释 同时里面还讲述了尖心炮的使用规则 以及注意事项和触发方式 另外的一个视频 语言太过晦涩 是我们未研究过到的 想要了解其中的内容 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研究 不过 我从中听到了死灵能量的字眼 只是不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 老专家开口 将自己所听到的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叶北 听到这话 叶北的眼睛差点冒出光来 尖心炮 这东西 叶北可真的太熟悉了 从飞船上拆卸下来的东西里 就有它的存在 而且安德烈他们 曾经也有过这方面的一点点研究 只可惜是掠枝皮毛 现在 居然还有操作指南 这简直让叶北大喜过望 很好 将这所有的资料全部回总起来 你们的心得和猜想 都要写下来 让人交给我 叶北说完 走上前握着老专家的手 看着在场的众人 深深地鞠了一躬 现在国难当头 你们的研究 有着巨大的意义 甚至能够改变我们的战局 我代表军方和科研院 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他的话一出 十几个老专家受宠若惊 连忙都围了过来 叶总是万万使不得 我们几个老头子 虽然知道的不多 但下国 能有今天你的功劳 一定远在我们之上 我们这些老骨头 能够为国出典力很自豪 给你们科研所做点辅助工作 那是本分之中的事情 最应该受到感谢的是 叶总是你啊 为国为民 你是我下国的英雄啊 为首的老专家 花白着须发 看着叶北无比诚挚地说道 他的话音之中 饱含着对叶北的敬佩和尊崇 而就在叶北拿到 尖心炮的使用说明 心中激动之时 另一边 普川已经来到了 新条国最为神秘的 51区军事基地 即使是普川这种大人物 在进入51区后 还是要经过各种检查 甚至在进入51区基地之后 就必须要更换衣物 确保不会被人在衣服上 装上检测不出来的设备 完成这一切之后 普川才坐上电梯 向着地下而去 电梯穿过一层又一层的地下室 透过全透明的玻璃 他能够看到 各层地下室中 正在进行的各种研究 这里 聚集着新条国 诸多顶尖科研专家 他们一辈子都被隐姓埋名 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 要待上一辈子 各种在同时代 远超世界各国的 尖端科研产物 全部都是从这个地方产出的 其他的军事基地 都只是51区的附庸 用来进行更加详细的 改装等科研工作 足足100多米的地下电梯 一分多钟之后 普川才从电梯之中走了出来 鹤枪实弹的特级士兵 在这里护卫 每走出10米左右 就有一道门 普川一路步行前进 终于在走出100多米后 才抵达了他此行的目的地 一扇几米 长宽的电磁大门自动打开 普川的脚步迈入了其中 眼前是一个数百米巨大的空间 非常的空旷 在这个巨大的空间中心 一艘与安德烈交给 夜北照片上一样的外星飞船 正安静地停在中间 飞船的形状是圆形的飞碟 直径一眼看去 至少有20米 高度大约在7米左右 通体银白色的外观 飞碟周围 还有一片平稳闪亮的灯光 就像是马赛克手机 在空中拍到的不明飞行物一样 你遇到困难了 在普川走进巨大空间中 身后大门闭上的瞬间 一道声音从那飞碟中传了出来 那是非常纯正的英语 听起来完全就像是一个现代人在说话 这声音的出现 普川并不意外 他的脸上带着一丝韵怒 毫不客气地开口 没错 我现在是遇到困难了 下国久攻不下 我现在已经没有把握 能够毁灭下国了 虽然你许诺的条件很好 但现在看来 我应该是无福消受了 当然你想要的 我也不能帮你做到了 普川说着 随便地就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 摇着头说道 脸上的样子变化得奇怪 一秒钟就进入了摆烂状态 你没有退步的机会 你不毁灭下国 下国就会毁灭你们 下国可是向来以和平著称 他们为了世界大局 或许会既往不救 别忘了 我们人类之前的世界战争 可远远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普川像是早就料到 对方会说这话 立马开口回怼 说吧 又踢着指甲随意地说了起来 不过现在 我就差一点 就能立马赢下这场战争 毁灭掉整个下国 就看你帮不帮了 你需要什么帮助 飞船中的声音再次传出 普川停下了所有的动作 抬头看向了 这个神秘的飞船 大范围的毁灭性大杀气 足够给下国造成难以承受的重创 只要下国遭此一击 前线就能立刻击溃他们 一举摧毁整个下国 普川还是有些难以掩饰 自己心中的急切和恼怒 他的话音在巨大的空间中落下 现场再次陷入了沉寂 十几秒后 看着眼前的飞船不再出声 普川甘笑两声 算了 和平也挺好 虽然以后心条国国的差点 留下一句话后 我头转身就要离开这里 而身后的飞船终于再次出声了 可以 但你只有这一次机会 如果失败 世界将不会再有所谓心条国的存在 听着背后的声音 普川急忙回头 下一秒 一枚晶莹剔透的水滴 缓缓地从飞船中漂浮出来 出现在了普川的眼前 水滴在空中依然看起来 是在缓缓地流动 但其中游走的雷电 却让他感受到了一股死亡的恐惧 这是什么 普川没敢贸然伸手去接 而是向后退了一步 跟他保持着距离 下意识地问道 就这么小小的一个小水滴 他能够感受到 其中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巨大能量 可以使用一次的气象武器 你要的大杀器 飞船中的声音再次传出 回答了普川的疑问 气象武器 这么小的一滴水 能够毁灭下国 他有些疑惑地 端向着眼前的这个水滴 你可以用它 指定一个最大2000公里的特定区域 水滴会凝聚出 覆盖这片区域的巨型云团 密集的雷电 足以击杀其中所有的生物 飞船中的声音 耐心地开口解释 他说着 一份使用教程 也从空中缓缓漂浮出来 漂到了普川的面前 再提示一遍 你只有一次机会 听着飞船中的话语 普川的神色变得激动了起来 他伸出手 缓缓地将那份教程拿在了手中 同时 也试探着 将水滴握在手中 这滴看似还在流动的水滴 普川握在手中的时候 却根本捏不碎它 甚至本该冰凉的水滴却带着淡淡的温热 一次机会就够了 普川嘴角露出猙獰的笑意 留下一句话后 随后拿着东西转身离开了这里 身后的电磁大门开合 普川的身影消失在了长长的走廊之中 而他不知道的是 那飞船之中 一双眼睛正盯着他 那眼睛之中 同样也露出了一丝笑意 真是一颗美丽的星球 飞船中传出悠悠的声音 在空无一人的巨大空间之中回响 下国 沿海150公里防线的拉扯战争还在继续 巨型的机械战甲 在空中与那些战机厮杀战斗 地面上百万雄兵叨叨剑红 枪林弹雨中 每个地区的战局都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 但僵持了如此之久的战斗 却怎么都分不出个胜负来 下国最高部战略指挥室中 叶洪远正满脸疲惫的调兵前将 年近90的他 身体状况本就大不如前 更不用说 这持续一个多月之久的激烈战争 每一天都有来自沿海2000公里战线 上百个大小城市的战报 即使众多小事件都被林天雷和其他的几十位将领层层分担 但诸多大事还是交到了最高部定夺 尤其是擅长陆战的叶洪远 几乎每件大事都要经过他的审理 这些天能够在漫长的战线上 全部紧密的防守和进攻 从来未曾出现过溃败的情况 全都是靠他的战略方针 京城是重地 需要增派三十万人前往住房 北部战区哪里都能丢 唯独京城不能丢 叶洪远说着 感觉到自己的眼前有些模糊 旁边的一众将领们认真地听着 仔细地做着记录 但下一秒 老爷子就突然从凳子上跌落下来 直直地倒在了地上 听到声响 正在旁边看地图的薛元洪武 立马转头看了过来 看到老爷子不省人事地倒在地上 神色巨变 一众将领风也似的急忙冲了过去 仅仅两秒钟 叶洪远的身边就围满了人 老将军 老将军 林天雷掐着叶洪远的人中 使劲地叫着 但却听不到任何的回忆 赶快叫军医 薛元洪武几步冲过来 一脸慌张地叫道 同时 有人也在仔细地给叶洪远把着脉 摸着心跳和呼吸 随之准备做急救工作 全场的所有人都被吓傻了 下国真正的开国战将 三军大统帅 两次卫国战争的主将 而且 他还是叶北唯一的爷爷 也是他唯一的一个亲人 就在老爷子倒下的时刻 心跳国黑宫里 普川正在战略指挥室内 让人确定着 下国京都的坐标经纬 在他的手中 水滴还在正在缓缓地流动着 看着水滴 普川的眼中充满了疯狂 这是他第一次获得 如此跨世代的超级武器 这本该是上百年后的人类 才可能拥有的东西 但是现在 却已经在他的手中 滴溜溜地盘旋了 这种掌控强大力量 和制高权力的感觉 让他无比的痴迷 想象着很快就能够 获得掌控蓝星的力量 从此彻底统一整个人类文明 他的心中就澎湃不已 好好的看着吧 我将会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一统世界的君主 普川喃喃自语着 像是已经看到自己 登上那个尊贵无比的王座一样 在他心中 还兴奋地幻想之时 耳边传来了工作人员的声音 已经确定了下国京都的坐标 方圆两千公里以内的 所有军事基地 全部都在地图上 如果打击掉这些军事基地 下国将会彻底丧失 后方的补给能力 听着这话 普川满意地点点头 随后 扫射了一圈在场的所有人 摆摆手 让他们全部向后退 等到众人退到十几米外后 他才一脸严肃地拿出水滴 开始使用 他的口中 念着众人听不懂的话语 像是一些土著的方言一样 随着他的话语吐出 悬浮在空中的水滴 猛然放出亮光 普川随即立刻输入 经纬坐标 下一秒 一道白光闪过 水滴消失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打开卫星监控 我要看到 下国京都上空的气象情况 普川愣了下神 随即立马开口下令 一众满脸猛逼的工作人员 也不敢怠慢 立马遵照普川的命令 开始行动 很快 巨大的电子屏幕上 下国上空的气象图像 就显示了出来 卫星实时检测到的信息 通过数据转变为了画面 蔚蓝色的星球上 原本晴空万里的 下国京都上空 一团巨型的乌云开始凝聚 乌云凝聚的速度 快得让人难以想象 在卫星图像上 都能清晰地看见那乌云 以每秒上百公里的速度 以精度为中心 向着周围蔓延 看到这一幕出现 普川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笑容 哈哈哈哈 下国的末日要到了 他的话语和大屏幕上的情况 看得在场的 所有人都满脸的惊恐 没有人知道 普川刚刚做了什么 但是他们知道 那没诡异的水滴 是酿成这一切的根源 另一边 下国京都方圆 两千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居民 无数人都还正在忙碌 为前线的战士们 努力地做后勤保障 和资源供给 诸多军工厂中 正在马不停蹄地生产着 机械战甲的各种零件 天空之上原本是艳阳高照 不少人顶着四十度的高温 擦着头上的热汗干火 突然 遮天蔽日的乌云 在头顶出现 滚滚的云层 看起来无比的厚重 一股黑云压 沉沉欲催的感觉 油然而生 这种无比反常 且突然的情况 让所有人都驻足 抬头观看 这一看不得了 不少人都被天空中的景象 吓了一大跳 巨型的乌云 正在以无比飞快的速度 向着周围蔓延 仅仅几秒钟时间 就压过了地平线 遮住了人们肉眼所见的天空范围 阳光在眨眼之间 就被遮蔽了起来 亮堂堂的环境 快速变得暗沉下来 所有人都感觉一瞬间 就从中午来到了夜幕降临 就连空天基地中 正在忙碌的士兵和科学家们 都感觉到了不对劲 不少人跑出门外 抬头看向天空 随着乌云的快速成形 大量银白的闪电 在其中疯狂游走 这是人类世界上 从未出现过的大型雷暴景象 厚重的乌云之中 雷电密集的的 就像一条条雷蛇四翼的流窜 整个云层仿佛并不是为了下雨 而是专门为了酝酿这些雷电而生 看着天空中如此奇特的景象 薛元洪武等人也跑了出来查看 刚刚宋老爷子去了军医院 京都就出现了这种变化 薛元洪武敏锐地 嗅到了一丝不好的气息 调出气象卫星成像图 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的命令下达 控制室内立马就将 气象卫星成像给掉了出来 几十个将领看着大屏幕上 半分钟前发生的事情 全部倒吸一口凉气 感到了强烈的不安 二十秒 突然出现覆盖两千公里的暴雨云层 还有如此前所未见的雷电奇观 这恐怕不是自然现象 有人盯着天空中 雷蛇狂舞的云层 沉重地说道 他的话音落下 所有人的瞳孔都骤然一缩 如果不是自然现象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 这是来自星条国的人为袭击 一时间 现场所有人都开始恐慌起来 如此厚重巨大的云层 蔓延足足两千公里 覆盖了下国最为重要的一大片区域 看着云层之中的雷电 所有人都感到毛骨悚然 如果这真的是星条国用来袭击下国的武器 那结果有多恐怖 简直不敢想象 通知气象局 通知科研院 通知叶北 和陆永平 轩辕红武没有慌乱 而是立刻开口说道 让他们立刻寻找可能的解决办法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他知道 现在这种情况 只有这些行业的专家和科学家们 或许有解决的办法 除此之外 在场的一众武将文臣 没有一个人能解决这个危机 就在消息 传播到空天基地这边的时候 叶北早就已经在实验室外 观察天空中的云层了 这种离奇的现象 他一眼就能够断定 不是自然现象 但如此恐怖的情景 他实在想不到 有谁能够办到 除非是那些隐藏在蓝星的外星人 但从战争开始到现在 他们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出手 这恐怕是星条国的阴谋 在叶北旁边的陆永平 神色紧张地说道 我怀疑这是气象武器 但星条国不可能拥有这种 人类尚未理解的超高端技术 叶北转身走回实验室 同时开口说道 这是他心中唯一的解释 星条国没这个能力 但不代表他们 或许也研究了外星文明 就像安德烈他们一样 陆永平跟在叶北的身后 若有所思地说道 无所谓 现在不是调查这些的时候 我们要立刻化解掉这股力量 这么庞大的云层 不管是雷暴还是强降雨 都会对我们造成极大的影响 叶北没有多废话 而是直接冲进了实验室 快速地调出卫星图像 查看情况 在看到足足2000公里的 巨大云层之后 他的神色也变得凝重了起来 这远远比他所想的 要恐怖数倍 你有解决的办法吗 我们或许可以试一试 面对陆永平的询问 叶北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回应道 说着 转身就进入了保险库中 把这个运出去 运到实验室外面的广场中央 叶北指着地上一个五米多大 被特制布料 遮得严严实实的东西 对旁边的几个守卫说道 作为实验室内部 把守保险库的守卫 几人的身体素质远超常人 合力利用起重机和运输车 将这个五米高大的重物 给挪到了实验室外的广场中央 随后叶北封锁了周围一公里 除了科学家之外 不允许任何人进出 在旁边的陆永平 看着叶北搬出这个大家伙 心中顿时迷雾 在场的几十位科学家 也都心领神会 一个个站在封锁线外 看着叶北将那布料给扯了下来 直径两米 长度五米的炮型装置 顶部是一个电视锅状的结构 叶北 小心点 看了一眼天上的云层中 已经开始沸腾的雷蛇 陆永平冲着叶北喊道 叶北回头比了个OK的手势 随后从口袋中 掏出两块电池 直接放在了银白色金属的表面 下一秒 电池融入其中 几个奇特的按钮 在另一侧浮现了出来 这就是叶北 从那艘巨型飞船上 拆卸下来的尖心炮 这个神秘的物件 叶北还未来得及 进行过具体的研究 但没想到 古语言专家们 就已经能给他 破解出了使用方法 今天 他就要用这个一击 足以毁灭一颗星球的恐怖武器 来化解这场危机 星条国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卫星图上那巨大的云层 开始翻滚沸腾起来 一道道数十米粗的巨型雷电 在其中奔腾游走 浦川看着时机已经成熟 从口袋中拿出了那份 巴掌大小的使用教程 看着手中这个晶莹剔透的小物件 浦川狂放地笑了起来 一群肮脏的臭虫 全都给我去死吧 在他疯狂的话音之中 他的手狠狠地一念 教程瞬间崩碎 化为点点荧光 消散在了空气之中 而在教程崩碎的瞬间 下国领空之上 两千公里的范围内 让人感到窒息的厚重乌云 开始剧烈地沸腾翻滚 在全国几亿民众 惊恐震撼的眼神之中 一道道银白的雷电 轰然乍响 从天而降 农村中的高大树木 最先遭受雷击 震而欲聋的雷声下 那些不知道生长了几百年的大树 轰然崩碎 在空中炸裂成几节 见证过无数岁月的生命 戛然而止 天空中成群结队飞翔的鸟类 被一道雷电 全部击成了焦黑 从空中直直地坠下 甚至有的当场气化 消失不见 城市之中 诸多高楼大厦上的避雷针 光芒四射 难以计数的雷电 一道接着一道落在旗上 轰隆隆的声音 响彻整个神州大地 所有人都提心吊胆地透过窗户 看着外面 这像是地狱降临 人间的恐怖场景 不少人被这恐怖的景象 吓得尖叫起来 轩辕红武站在窗前 注视着外面的天空 看着那火树樱花 在天空中不断地闪烁 额头上都起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他的心里在这一刻真的慌了 如此规模的雷击 照这个情况来看 还只是开始 那厚重的乌云云层中 还有滚滚的雷霆 正在酝酿着更加恐怖的风暴 想到此刻 方圆两千公里 都在遭遇这种袭击 他的心就忍不住地缠 而在这半个下国恐慌的时刻 唯有艰辛炮前的夜北 一脸冷静地按下了最后一个按钮 在他食指落下的瞬间 一道淡淡的光芒 在艰辛炮顶端 那个卫星锅中心的圆球上闪现 夜北迈开步子 向着陆永平他们快速奔去 快跑 陆永平看着夜北 大声地呼喊着 在夜北从艰辛炮前 奔出十几米后 突然一道滚雷 在他的耳边炸响 夜北的耳朵 瞬间一片嗡鸣 雷霆在夜北的身后爆裂 巨大的声音 震得他双耳嗡鸣 没有理会一切 夜北全力地向着远处跑去 在跑出上百米之后 才回头向后看去 在他的身后 五米高的尖辛炮 已经被雷电彻底淹没 抬头向着天空中望去 天上的黑云 已经从原先的翻滚沸腾 变成了巨大的漩涡 以尖辛炮为中心 一个巨型漩涡在空中形成 覆盖整个下国两千公里的巨型云团 开始向着漩涡的中心 快速地收缩 漩涡的中心出 一道粗壮的雷电 从天空直直地 与尖辛炮的炮口相连接 无数足以摧毁下国的暴虐雷电 此刻全部都被尖辛炮 疯狂地吸收了进去 整个尖辛炮 此刻白光大作 看起来就像是一块 发着刺目强光的白痴灯泡一样 天空之中奔雷阵阵 地面上狂风四起 夜北站在原地 衣衫被狂风吹得贴在他的身上 肌肉的线条层次分明 看着眼前这无比震撼的一幕 他的心中无比地澎湃 一切果然如他所想的奏效了 天空之中的乌云雷电 不管是气象武器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 它都属于一种能量存在 只要是能量 就能够给尖辛炮充能 从显示器中解析出尖辛炮的使用操作 夜北仔细地进行了研究 所以他才会毫不犹豫地 选择用尖辛炮来瓦解这一切 看着天空中的雷电 源源不断地被吸入到尖辛炮中 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如此庞大的能量 夜北甚至都难以在蓝星上寻找得到 现在却突然送上了门来 给尖辛炮积蓄了强大的能量 有如此庞大的能量 经过尖辛炮的压缩聚合 夜北已经能够想象得到 这枚尖辛炮发射出去 会有多么巨大的威力了 太不可思议了 你居然真的将它化为己用了 陆永平跑到夜北身边 看着夜北毫发无伤 一脸激动地说道 现场的所有科学家都站在狂风之中 仰望着眼前的一切 这种超越了他们认知的外星力量 让所有人的心中都无比地震撼 什么是武器 什么是科技 这一刻 他们才真正的领略到了 科技武器的强大力量 如果现在有外星人攻打人类 那我们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这才是真正的科技 这是我生命中梦寐以求的存在 真希望有一天 我们能够真的拥有 属于自己的尖辛炮 几十名科学家忍不住感慨 他们每个人的心中 都希望下国也能够这样的强大 与此同时 原本心中满是忧虑的轩辕红武 看着天空中的雷霆 接二连三地劈在壁雷针上 一颗心紧紧地捏了起来 就在他心中极度不安的时刻 雷霆突然停止了打击 而是全部向着空天基地的方向 汇集而去 在数秒时间里 一个巨大的漩涡 就在下国的上空凝聚形成 通天的白光穿破天空 跟大地相连 这种无比壮观的景象 看得他瞪大了眼睛 片刻之后才回过神来 脸上的兴奋和喜悦 根本难以抑制 是夜北 一定是夜北 他瓦解了这场灾难 救下了亿万百姓 轩辕红武激动地说着 在他旁边的所有将领们 每一个都震撼无比 难以想象 这些雷霆真的 在我们下国的土地上肆虐 那会是何等的惨烈 这一定是星条国搞的鬼 他们或许研发出了 更加尖端的武器 夜北真的是我们下国的奇迹啊 是啊 他在多少次危急时刻拯救了我们 他是下国的复兴 一众将领们说着 每个人的心中 都对夜北充满了无比的崇敬 地面上 京都两千公里范围内的民众 抬头仰望着天空 看着云层快速地在眼前消散 看着远处那只通天地的巨型光柱 每个人的心中 都充满了疑惑和敬畏 他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他们心里清楚的是 下国刚刚度过了一场劫难 一场足以毁灭 他们所有人的生死劫难 另一边 星条国黑宫最高战略指挥士中 普川的目光 紧紧地盯着气象卫星图 上一秒还一脸得意 下达命令 让舰队靠近下国沿海 准备屠杀 结果下一秒 那份得意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 则是深深的疑惑 卫星图上 黑色的云层 快速地向着中心点消散 刚才笼罩过的下国地面上 毫发无伤 人们还都在正常的行动 在万里晴空中 暴露出来的兵工厂的巨型烟囱中 依然还冒着滚滚浓烟 刚刚覆盖半个下国的巨大云层 在短短数秒内就消失殆尽 他最关心的京都 安然无恙 一片祥和 这场景看得普川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甚至有些怀疑人生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普川将眼前的桌子推翻 怒声大吼道 他的神情有些恍惚 目光在在场的所有高层 和工作人员的脸上扫过 你们里面一定有人是奸血 有人做了下国的内鬼 普川像是鹰一样的眼神 死死地盯着每一个人 像是要从中揪出那个奸细一样 所有的工作人员和高层们 全都被他这副样子吓到了 一个个面面相去 不敢说一句话 几分钟后 将黑宫乱砸一通的普川 终于醒了过来 他的神色凶恶 一脸暴怒的摔门 离开了黑宫 开车去五十一去 普川对着司机怒吼一声 坐上了车 消失在了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此刻的他 内心中更多的是恐慌和不安 他的愤怒 像是掩饰他不安的表面一样 为什么没有效果 普川的内心中 一直在疯狂地发问 但是他找不到答案 他根本就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这次失败 那他将再无回天之力 半年内摧毁下国的希望 已经破灭 因为战场上 每天都会出现新的机械战甲 那个让他不能理解的钢铁巨人 在战线上 带着巨大的威势和力量 让他们寸步难尽 即使每天都会发射黑武器 摧毁几台 但要不了几天 这些空缺 就会被新生产出的机械战甲 再次补上 坐在前往五十一去车里的普川 心中隐约已经生出了一丝绝望 而就在此刻 随着天空中的云层彻底消散 瓦解新条国恐怖攻击的消息 传遍了前线士兵的耳朵 那些见识过云层的士兵们 疯狂了 连如此恐怖的攻击都能瓦解 下国还有什么输的理由 一场空前绝后的反攻 开始了 战场上 喇叭中循环播放着 新条国恐怖武器攻击 失败的消息 刚刚见识过巨型黑云的 新条国大兵们 彻底慌望 漫天盖地的战士们 跨过沟渠 翻过城镇 发起了疯狂的反击 大兵们疯狂的向后逃窜 就连那些指挥官 都开始恐慌起来 一时间 新条国兵败如山倒 一百公里防线 很快就被重新抢了回来 两千多公里的战线上 下国六百万雄兵 士气大震 其他各国的联军看形式不对 纷纷开始退兵撤退 战场上瞬间就只剩下 新条国孤军作战 本就兵力损耗巨大的他们 此刻全线战场 只剩下不到百万士兵抵挡 恐惧越发地开始 在战场之中蔓延 第二天 受到鼓舞的六百万战士 再次奋勇猛攻 一天时间就退低二十多公里 同时 机械战架 也在越来越多地加入战场 等到第三天的时候 前线已经有三十多台 含铁打造的机械战架 带领全军作战 优势在一天一天地不断扩大 损失的战线 在一天一天地不断收回 星条国国内高层尾米不振 不少人已经开始盘算着后路了 资本家们全都敏锐地开始套现 准备跑路 前线战场的后勤工作 越来越怠慢 战局的逆转趋势越来越大 直到下国的第二艘空天母舰起航 一切都变了 比上一艘还要大上两倍的空天母舰 踏入空中战场 这场反击变成了包围和绞杀 死亡无时无刻不在星条国的战场中上演 大量的部队开始出现投降的现象 十天之后 最后一支航母舰队带着部分大兵 撤离出下国海域 剩下的十几万星条国大兵 被逼到了沿海最后十公里的防线 指挥官带头选择投降 却被机械战甲直接无视 那一是一场真正恐怖至极的屠杀 刀枪不入的四台机械战甲 像是天神碾死蚂蚁一般 疯狂地杀戮着这些入侵的敌人 当天下午 下国宣布 魏国战争结束 星条国兵败 随后 一切消息全部沉寂 下国像是若无其事一样 开始在被毁的满目疮痍的沿海地带 重新建立城市 机械战甲在沿海地带 开始建立其守卫基地 走进下国的沿海 每隔几十公里 就能看到一台战甲 助力在岸边守卫着下国的一切 而事情似乎也就到此结束 下国在宣布战争胜利结束之后 再也没有说话 所有的一切都像是过眼云烟一样 安静地让人感到可怕 这种反常的举动 让世界各国开始恐慌 不少国的制高者和国务卿 亲自前往下国京都 跟薛元洪武进行了秘密会晤 随后 之前参战的所有联军 纷纷自发地 开始向下国进行赔偿 大量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下国的国库 沿海城市的建设速度 在钱财的加持下 变得非常迅速 而此时的星条国内 一片怨声 几百万大兵死在了前线战场上 战争也已惨败告终 而星条国国内 却只拿出很少的钱 来进行抚恤补偿 城市到处的街上都在游行 无数的星条国民众举着牌子 要求黑工给出赔偿和道歉 就在国际上各国都默不作声的情况下 时间缓缓来到了60天后 下国沿海城市的建设已经出具规模 再有三个月就能重新恢复以前的状况 而所有人守望的青铜号航天战舰 在经历漫长的太空飞行后 缓缓地进入了大气层 与此同时 最后一批华侨从星条国撤离了出来 而那些从清北大学毕业 却怎么都不愿回国的高材生们 下国选择了放弃 青铜号30分钟后 将进入星条国领空5公里高度处 001和002号空天母舰 30分钟后将进入星条国领空 64台机械战甲 全部进入待命状态 随时截杀脱逃敌人 一道道指令 在下国最高部战略指挥室内响起 所有的高层和将领们全部齐聚 薛云红武双眼之中杀气生腾 那是刻骨的仇恨 回我下国338成 杀我下国324万将士 星条国今天必亡 他咬着牙齿 一字一句地说着 在他身后的所有高层们 每一个眼中都带着冷漠的杀意 这一场仗 给下国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巨大损伤 数百万将士的鲜血染红了大地 英灵们此刻 应该正在天上看着他们的所为 不为他们报仇血恨 妄为下国人 开通全球直播 我要让世界看到 招惹下国的代价 薛云红武的声音落下 几分钟后 下国的官方账号 突然开通了全球直播 一时间 不少关注了下国官号的网友们 立马就点了进来 这是两个月来 下国第一次站出来发声 无数的网友都充满了兴致 想要看看 下国会做何处理 世界各国更是无比的激动 全球一百多个国的制高者 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 就立马入直播间观看 所有人心中都相当的忐忑紧张 毕竟 这一次战争真的太过于激烈了 虽然时间短 但投入的士兵和武器 以及各种高科技装备 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撼 随着下国直播间开启的消息 快速传播 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直播间 轩辕红武面对着摄像头 神色无比的严肃 他眼中的怒火和杀意 没有半点的消散 这样子 让所有观众心中 都出现了一丝不安的感觉 这场战 正带给下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无法弥补的伤害 324万将士死亡 338座城市被毁 造成了多少生灵涂炭 新条国不顾世界和平协定 强行逼迫他国联合参战 发动世界级战争 给世界带来了不可逆的巨大损伤 这60天时间里 下国沉心思绪 重整家园 慰藉英灵 悲伤充斥着全人类的心 今天 下国将代表世界 代表全人类 代表所有下国死去的英雄们 对新条国 发起毁灭性打击 一个没有人性的国度 应当消失在蓝星的土地上 应当为他们的所作所为 付出惨重的代价 轩辕红武的话音落下 全球震惊 所有人都没想到 轩辕红武 居然再次说出了这句话 毁灭性打击 这个字眼 落在几十亿网友的耳中 让他们身心俱振 重国被无情摧毁的 一幕幕画面 在他们的脑海中 再次重现 太恐怖了 沉寂两个月之久 下国 是在酝酿复仇啊 新条国 这次真的太过了 这么多年的积怨 也让下国 飞灭他们不可了 短短一年时间 下国就要再次毁灭一个国度了 这都是新条国旧游自取 死的活该 新条国在全球各地制造战争 世界上没有新条国 人类才会真的和谐幸福 我支持下国的决定 新条国必须要从蓝星上抹去 直播间中 无数的网友发表着弹幕 几乎绝大部分人 都在支持下国的举动 但各国至高者 却被吓傻了 下国居然要直接毁灭了新条国 这种举动 让他们冷汗狂貌 尤其是那些 参与这次世界战争的联军诸国 虽然已经疯狂地向下国示好 并且赔礼道歉 给予了大量的资金赔偿 但他们在听到下国要毁灭新条国之后 依然恐慌不已 而此时此刻的新条国呢 无数新条国民众 在看到直播之后 彻底慌乱了 城市之中 无数的人开始四散奔逃 车辆在大街上飞驰 无数人都想从这个即将被毁灭的地方逃出去 各种抢劫事件 杀人事件 开始在下国毁灭的降临之前 率先出现 诸多城市陷入了混乱之中 黑宫里的那些高层 纷纷开始卷钱跑路 各大资本家已经乘上飞机 向着各国逃离转移 但就在他们行动的时刻 轩辕红武的声音再次在直播间中出现 所有敢收留任何一个新条国人的国家 将被下国视为敌人 这一次 是为全世界毁灭共同的敌人 与敌人为伍的存在 同样要接受正义的制裁 他的话音落下 那些新条国的富豪和寡头们慌了 原本打算乘着飞机 在几小时内逃出新条国 去别的国家继续潇洒 现在 他们连退路都没有了 之前联系好的所有人 都在这一刻 跟他们切断了关系 黑宫中 普川坐在自己的主位上 眼中带着绝望 正如那个外星人所言 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也没有了 现在 他只能等待来自下国的制裁 就在整个新条国 混乱一片的时候 青铜号航天战舰挤破云层 缓缓从天空之中降落下来 出现在了新条国的国都上空 六十多公里巨大的钢铁身躯 遮天蔽日 让整个城市瞬间陷入了他的阴影之中 地面上的居民 看着天空中的庞然大雾 恐惧充满了他们的心脏 无数人想着 重国被毁灭时的样子 已经放弃了逃亡 而是站在原地 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直播间的镜头 也在这一刻切换到了新条国的上空 巨大的青铜号 依然让世界震撼 就在青铜号抵达新条国上空的时刻 实验室里的叶北正在查看 古语言专家组拿来的最新汇报 之前从另一段视频中发现的死灵能量 被他们彻底地解析了出来 看着如此详细的解释 叶北的眉头彻底地皱了起来 利用非正常死亡人类的灵体能量 来驱动能够跨越时空的超强电波 这个超强电波 能够在暗物质中自由穿行 却不被损耗 只要能量足够 就可以释放电波 让其直抵数以光年之外的母星 继而将它们迫降在蓝星的事情 传达到母星 随后安静地等待来自母星的救援 叶北喃喃自语着 心中却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 外星人这是要利用战争 造成人类的大量 来积蓄死灵能量 利用这种能量 向它们的母星发射求救信号 糟糕 叶北心中暗叫一声 急忙拿起电话 给最高步打了过去 他要阻止毁灭新条国的举动 否则 死亡的人类过多 外星人一旦积蓄到足够的死灵能量 就会将蓝星暴露给那个未知的高等文明 一旦这种事情发生 那蓝星的未来 夏国的未来 恐怕都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毕竟 能够使用死灵能量 这种恐怖的外星文明 对待这颗蔚蓝色的生命星球 一定会同样的无情和残忍 但就在叶北急着拨打电话的时刻 最高步里 薛元洪武开口下达了命令 开始打击 薛元洪武看着青铜号 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下令 他的声音落在几十亿网友耳中的同时 也落在了雷震的耳中 早就已经怒不可恶的雷震 眼中冒着火光 下达了毁灭性打击的命令 所有舰带武器全部开启 上完岛激光 在城市中疯狂地切割 五百多枚次声波氢弹全部启动 向着早就已经瞄准的星条国各个城市社区 崇国曾经发生过的场景 此刻在星条国再次上演 次声波氢弹落下的地方 方圆上百公里 无人生还 地面上到处都是蹊跷流血而死的星条国人 几百座城市 在眨眼之间就陷入了一片死寂 与此同时 均匀分布在星条国沿海的几十台机械战甲 开始了属于他们的猎杀 大量乘坐飞机轮船 想要从星条国逃离出去的富豪和高层们 无一例外地 被战甲的雷达检测到了踪迹 背后喷着烈焰的战甲 以十几马赫的速度 在天空和海上奔驰 手中的激光剑像是切菜一样的 无情摧毁着那些逃离者的载具 轮船和飞机的爆炸声 在沿海地带响彻不绝 放弃抵抗的星条星号星号队 瞬间就被毁灭成了废墟 诸多战机和弹药库在地面爆炸 坐在黑宫之中的浦川 被天花板上突然射下的一道激光 直接劈成了两半 随着无数的城市瘫痪 军队和防御能力彻底毁灭 几艘空天母舰降落在了星条国的各大主城 十几万战士鹤枪实弹地踏上了这片土地 开始进行最后的清扫工作 星条国不比重国 他们拥有广袤的土地 这里很适合成为下国的领土 很适合为下国产出粮食和资源 所以青铜号并没有释放天穷之剑 将这片大陆毁得面目全非 空天母舰上下来的十几万战士 开始在星条国实施最后的清理扫荡 残存的几百万人 可能在鸡脚嘎拉里苟延残喘 他们的任务 就是将这所有的仇敌全部消灭 同时 一支百人小队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黑宫 这个曾经下达过无数针对大厦的最高级会议场所 现在 已经一片死寂 小队的成员走过尸体满地的走廊 在最中心的办公室内 将已经被激光披成两半的普川 装进了特制的果实袋中 随后 十几个人快步登上黑宫的顶端 为首的队长一脚 就将黑宫顶上的形条状国旗踹掉 下一秒 一赶充满大厦红色火焰的旗帜 被直直地插在了黑宫的最顶端 直播间里 薛元洪无朗生开口 我宣布星条国彻底消失 大厦国以圣者的名义 接管这里的所有领土和资源 即日起 大厦国的地图就将更改 并且昭告世界 大厦国主权领土神圣不可侵犯 他的话音落下 整个直播间彻底沸腾 几十亿网友都被他的话语震惊了 几亿人就这么没了 星条国的消亡 快得让人有些惊叹 大厦打赢了这场正义的战争 是最终的圣者 干得漂亮 总算毁掉了这个危害世界的垃圾 从此世上无星条 唯有大厦横久远 犯我大厦者 虽远必捉 这句话曾经在星条国上空留下过 只可惜他们没长记性 世界只有一个大厦 神之一角 踹掉了一个可怖的国度 建立了一个新的时代 弹幕中 无数网友激动热烈的抑论者 看着星条国毁灭 每个人的心中 都像是吃了血脉一样兴奋 但在另一边 看着直播中发生的一切 夜北的心中感到无比的惊恐 他来不及庆祝 这场爽快的复仇 因为事关世界的安危的大事 此刻可能正在发生 夜北你没事吧 陆永平看着夜北有些不自然的神色 急忙走上前问道 大厦国的领土扩大 拥有更多的资源和空间 理应是高兴的事才对 但夜北此刻的表情 却让他的心飞速地凉了下来 可能要出大事 夜北扭头看向陆永平沉静地说道 根据解析出的资料来看 外星人积蓄的死灵能量 或许已经到达了灵界值 这一次无差别的毁灭打击 或许夜北正向陆永平解释着 突然 轰隆隆隆 大地传来疯狂的咆哮 紧接着地动山摇 一场至少七级的地震突然发生 夜北手中的电话被摇飞了出去 就连他自己也东到西晃 尽力地抓住实验室的桌子 才不至于跌倒 怎么回事 怎么会突发地震 跟夜北站在一起 紧紧巴着桌角的陆永平 疑惑地叫道 但显然 这里没有人能够回答他的问题 半分钟后 地震才终于消停下来 整个实验室里 被地震摇得一团糟 但好在没有一个人受伤 一众科学家面面相去 所有人都不明白 这场地震是怎么回事 毕竟 大厦现在已经拥有 非常先进的地震预警装置 但是这场地震 连预警装置都来不及反应 速度之快 已经超出了正常地震的情况 此时此刻的大厦京都附近 所有正在忙碌的民众 都被这场地震 搅得神魂颠倒 城市的街道上 很快就站满了人 高楼大厦里的民众 被转移一空 所有人站在街上 叽叽喳喳的议论着 不明所以 而实验室内 随着地震结束 夜北心中越发地感觉到不妙 急忙带着众人 从实验室跑了出去 但跑出实验室后的下一幕 却看得他整个人心惊胆战 隔着上百公里的距离 众人站在实验室外的广场上 远远地就能够看见 一道青蓝色的光柱 直通天境 那道光柱的位置 正是大厦京都 而这道光柱从远处看去 能够清晰地看到 他并不是 真的向着天空之上 静止射去 而是拔地而起 向着北极的方向 划过一道弧线 射去 看着这突然出现的光柱 夜北知道 他所担忧的事情 开始发生了 京都最高不理 薛元洪武站在最高楼层中 远远地望着 紫禁城的龙殿广场中央 一道光柱冲天而上 刚刚还在当着 全世界人的面 发号施令 摧毁一切的他 这道莫名其妙出现的 足有十几米粗的超级光柱 光是看着就知道 不是人类能够造出的 难道这是星条国的绝地反接 轩辕洪武不由地 联想到了之前的雷霆乌云 心中疑惑道 但就在他还思考之时 空天基地中 夜北已经从守卫部 调来了一台 专门负责守卫 这里的机械战甲 他来不及向众人解释 直接自己钻进了战甲之中 将尖心炮装在了战甲的小臂上 随后 在背后核动力驱动装置的全力喷射中 直接飞上天空 向着北极的方向快速顿去 战甲之中 全大厦最顶尖的驾驶员汪伟 稳稳地操控着战甲 夜北正在继续查看着 有关死灵能量的资料 以及尖心炮的使用方式 在十几马赫的速度中 战甲飞速地向着北极而去 而随着夜北突然起飞离开 陆永平也这急忙慌地联系了最高步 得知消息的轩辕洪武 立刻调令二十几台机械战甲进行护航 在夜北的身影飞过京都上空之时 他的身后 二十几道同样暗黑色的钢铁身影 起起起飞 跟着他一同向着远处顿去 所有人都不知道 夜北突然地举动是为什么 但保护好他 是所有此刻心中都同时想到的问题 战机之中 汪伟看着坐在驾驶舱角落里的夜北 一脸的疑惑 夜总师 我们是要去做什么 憋了几分钟的汪伟 终究还是忍不住开口问出了声 夜北抬头看了他一眼 一脸的沉重 我们 去拯救蓝星 夜北的机械战甲 向着北极飞速而去 此时此刻 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同样诡异的奇特场景 爱国 处在黄沙漫天沙漠中的一个古老国度 他们曾经拥有的文明 跟夏国能够并称为四大古国 虽然他们的历史 在时间的长河中渐渐消失 但那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迹建筑的金字塔 却留存了下来 在空旷的沙漠之中 一座座金字塔助力着 无数的游客正在欣赏这些几千年前的伟大建筑 而就在此时 同样剧烈的地震突然产生 无数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地震吓得惊慌失措 但半分钟后 随着地震结束 一道道巨型光柱 从金字塔中积尸而出 直插云霄 这无比恐怖的一幕 吓得无数人都开始四散奔逃 但其中也有不少人想到了那个来自法老的古老传说 随即纷纷跪倒在地上 准备迎接神灵的降生 附近的城市之中 这些哀国的民众们尤为相信这个古老的传说 满城的百姓跪倒在地上 口中念念有词 恭迎法老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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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时刻 百目大三角 那个一直以来被传为迷失之地的神秘地带 原本平静的海洋突然掀起滔天巨浪 紧接着 一道道青蓝色的光柱拔地而起 正在海上航行的船只 看着眼前的荧幕吓得魂飞魄散 疯狂地掉转船头 向着远处逃离 这是魔鬼大三角的女窝 传说灵验了 快跑 快跑 船长像是疯了一样 下达着逃离的命令 船上的大副激动地吼叫着 手中的船舵 疯狂地向着相反的方向打死 轮船的马力全部驱动 船上的船员们 看着那诡异的光柱 哭爹喊娘地 钻进了船舱之中 这些在海上生存的人 自以为那些神话传说 都是假的 但当一点异象出现 就被吓得屁鬼妙流 疯狂地祈求上帝的保佑 不仅是这里 在同一时间 世界各地到处都出现了 光柱通天的奇观 被埋在地下半截身子的巨石镇 下国最大的始皇陵 传说中通往永生的太阳门 玛雅文明在丛林中的遗迹 无数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建筑 全都在这一天 从地底深处 爆发出巨大的光柱 数百道光柱 从世界各地出现 向着北极一起汇聚而去 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 但这一天的世界 人类都在仰望天空 仰望那神秘的青蓝色光柱 震惊和恐慌 充斥着整个世界所有人的心 那些本就神秘的古建筑 此刻在所有人的心中 再次蒙上一层更加诡秘的面纱 冰雪极地边缘 二十多台机械战甲 飞速地从空中呼啸而过 音爆声在这个寂静的冰雪世界里响彻 伏兵上的海豹和北极熊 吓得仓皇逃入海中 在这个最接近世界极点的地方 天空之中 能够看到璀璨耀眼的极光 同时 数百道青蓝色的光柱 从天空之中交叉而来 在距离夜北他们数百公里之外的地方 汇聚在了一起 向着北冰洋中 直直地射了下去 十几秒后 夜北等人的身影 终于出现在了 那光柱汇聚点五公里的范围内 二十几台战甲 齐齐地悬停在空中 眼前的一幕 让所有人都深深地震撼 夜北身后的每一台战甲 全部整齐滑衣地激活了武器 因为 在这里 他们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 在他们的正对面 天空之中 七艘几十米大小形状各异的外星飞船 正安静地助力 夜北等人的出现 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惊慌 每一艘外星飞船 都纹丝不动地停在半空之中 跟夜北他们一样 盯着下方的巨型伏兵 夜北认得出来 那就是 他们发现 外星飞碟的那块伏兵 而此刻 那块三公里巨大的伏兵 正在寸寸崩碎 海面上浪花似箭 碎兵向着深海不断地跌落 而其中 冰封不知道多少年的巨型飞碟 却缓缓地浮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 我的天 这是什么东西 随着飞碟从伏兵之中 露出他那庞大的身躯 夜北身后的机甲驾驶员 就已经被深深地震战了 外星飞碟 这是外星飞碟 我的老天爷 原来蓝星真的有外星人存在 这么巨大的外星飞碟 这太不可思议了 夜总师 难道就是为了这东西而来 机甲驾驶员们 叽叽喳喳地惊叹出声 面对这种 他们生命中 从来未曾真正了解过的东西 所有人的认知 都在这一刻被颠覆 震惊充斥着他们的心 所有人手中的激光剑 都紧紧地握着 每个人都无比地紧张 列阵 保护好夜总师 夜北驾驶舱中的王伟 回过神来 冷静地开口下令 在场的所有机甲 立马开始变换位置 将夜北严严实实地包裹在了气中 方圆五公里以内 以夜北为中心 每一个驾驶员 也都强行让自己定下心来 高度集中注意力 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此时的夜北 站在机甲之中 透过机甲驾驶舱前的透明闲窗 注视着外面的一切 这个超出人类认知的庞然大物 正在向着天空之上升起 夜北的双眼死死地盯着他 心中同样紧张不已 随着巨型外星飞碟 缓缓升到半空之中 数百道光柱 将其彻底地笼罩在了气中 片刻之后 从世界各地涌来的光柱全部消散 那些能量都被飞碟吸收得一干二净 在短暂的宁静之后 突然 巨型飞碟的顶部 一道无比璀璨的白色光柱 再次射出 在十几公里的高空中 向着四周荡开 接着 一道道奇怪的裂痕 在天空之中出现 像是空间正在被强行撕扯开来一样 那些裂缝之中漆黑一片 像是沟通着另外的一个世界 看着那密密麻麻的裂缝出现 叶北的心中咯噔一声 几个月前 自己曾经在荧幕中看过的荧幕 再次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时空虫洞 这一瞬 叶北的脑中 像是走过一道电流 同时 他心中的恐慌 也到达了巅峰 这种能够撕破时空 在一瞬间穿梭到 极远距离之外的超级科技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震撼 天空中一道道裂纹 再不断地出现 叶北知道 这就是当初飞船 从外星出现在蓝星时 用过的虫洞技术 只要虫洞打开 这些外星飞船 穿过虫洞重新返航 那蓝星的未来 恐怕必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让开 我来驾驶战甲 叶北几步上前 将汪伟的绑定带解开 叶总师 您会开吗 有什么需要做的 您直接下命令就好了 汪伟看着叶北 一脸猛逼地说道 他不明白 叶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突然要自己来驾驶战甲了 但叶北却根本没有停留 直接将绑定带装在了自己身上 我设计出来的战甲 我能不会看 叶北说着 按下眼前头顶上主控台的按钮 顿时 整台机甲跟他的身体连通 这台机甲的驾驶拳 转移到了他的手中 拿到驾驶拳的叶北 伸出左臂 随后非常奇怪地 开始了他的操作 汪伟站在一旁 一脸疑惑地看着 不知道叶北到底是要做什么 但下一秒钟 一道声音就在驾驶舱内响了起来 检测到全新武器装置 尚未命名 尖心炮 叶北的声音接着响起 尖心炮绑定成功 正在通电中 尖心炮通电成功 正在续能 预计续能时间25秒 现在进入倒计时 人工智能的声音 在驾驶舱中不断响起 听得汪伟一愣一愣的 叶总师 您这是 要跟这些外星人打 只有毁了他们 蓝星才能得救 叶北目光注视着天空中 正在不断扩大的裂缝 冷静地开口 一旦时空虫洞打开 蓝星的位置 将会暴露给未知的高等文明 这样一颗拥有资源 和生命的智慧星球 一定会被高等文明奴役 或者摧毁掉 叶北的话音落下 汪伟整个人都傻了 这种话 似乎不是他所能够听到的 而就在两人说话间 天空中的裂缝 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 一到两百多米长宽的青色裂缝 在北极上空出现 裂缝的背后 是无尽的漆黑 七艘外星飞船 已经焦急地等待在裂缝之外 期待着虫洞的开启 而此时此刻 叶北的耳边 倒计时时间 也来到了最后的几秒钟 向着虫洞抬起的尖星炮口上 一个能量光团在疯狂地壮大 耀眼的白光 仿佛一颗太阳 在战甲的手臂上升起 裂缝开启 巨型飞碟上的光柱 瞬间熄灭 五百多米巨大的飞碟 在光柱消散的时刻 再次向着大海落下 同时出发 一道几十米粗壮的光柱 向着天空之上 猛然击射而出 而在裂缝开启的时刻 夜北激光射出的瞬间 七艘外星飞船 风也似的 向着裂缝冲去 轰轰轰轰 一道接着一道的爆炸声 在空中响起 外星飞船的速度 终究还是不如 尖星炮的速度快 落在后面的几艘飞船 在被激光碰到的瞬间 就轰然炸裂 消散一空 其中一艘眼看来 不及冲进裂缝 直接蛇身向着远处逃开 但却依然被激光扫中 在熊熊的火焰之中 向着北极的一边落了下去 但最先飞出的那艘飞船 却在夜北的激光命中 虫洞之时 消失在了那青涩的裂缝之中 激光轰在虫洞之上 爆炸在空中产生 一道巨大的能量涟漪 向着周围荡开 北极上空 几百公里范围内的云层 瞬间就被清空 夜北手中的 艰辛炮光芒渐渐消散 一切好像都重新回归原本的平静 但刚才的这一切 发生的都极快 电光火势之间 人类的命运 在这里发生了转折 下一秒 巨型飞碟重重地 砸落在了海面之上 激起巨浪翻滚 剑起的碎兵向战甲砸来 被一箭斩成了粉碎 夜北愣在原地 他知道 终究还是迟了 夜总师 一艘飞船好像穿过去了 汪伟站在夜北的身后 语气有些颤抖地说道 我们来迟了 夜北沉声回应 语气沉重的 就像他此刻的内心一样 在原地冷静了片刻 夜北立刻下令 追捕那艘刚刚被擦边的外星飞船 随即 所有战甲立刻向着 刚才飞船坠落的方向 搜寻而去 几分钟后 在北极一块巨大的浮冰上 夜北等人找到了那个 刚才被尖心炮击伤的飞船 但此时的飞船 已经被烧成了一片残海 尖心炮的巨大 未能让这艘飞船 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在短短几分钟内 就被烧成了残海 里面的外星人 早都已经灰飞烟灭 找不到半点的踪影了 看着飞船的尸体 夜北的眉头 紧紧地皱了起来 原本他想的是 一举摧毁虫洞 将所有外星飞船 全部都留在蓝星 切断他们联系母星的想法 只要有了足够的时间 那接下来 他们可以慢慢跟外星人周旋 但在一艘飞船逃出虫洞之后 他知道 蓝星所有的一切 都将被那艘飞出去的飞船暴露 现在 唯有找到被击伤的飞船 抓到其中的外星人 才能从他的口中找寻机会 可是此刻看来 这最后的希望也没了 所有外星生命都没了 蓝星上 恐怕再也找不出来 第二个外星人了 只剩下那艘巨型飞碟 但夜北没指望 能够从那里面 找到解救蓝星的办法 站在一望无际的白色世界里 夜北的心中 被无数的问题困惑 这些外星人 究竟是什么形色 他们是否会重回蓝星来报仇 这个外星文明 到底强到什么地步 如果他们真的来临 蓝星有希望跟他们一战吗 世界是否还有救 人类是否还有救 下国是不是该在 外星人的袭击到来之前 舍弃家园 逃向未知的宇宙 这所有的问题 夜北都没有答案 他人生第一次这样的困惑 在面对比蓝星人类 还要高等的超级文明 他有些迷茫了 夜总师 来消想 就在夜北茫然地 望着北极的冰雪思绪之时 身后汪伟的声音突然响起 夜北扭头看去 汪伟一脸的兴奋 先潜队 在我国五十一区军事基地的地下 发现了一艘外星飞船 里面侦测到了生命体征 汪伟的话音落下 夜北的眼中猛然闪过一丝金光 手中战甲驱动 立刻以全速向着美洲的方向飞去 希望 好像再次出现了 二十几台战甲 向着美洲全速飞去 同时 北极刚刚发生的事情 也被传达给了下国最高部 看着战甲拍摄回来的视频 轩辕红武 同样无比的震撼 远超人类的高等文明 能够轻易地撕裂空间 创造虫洞 人类在他们的面前 宛如蝼蚁 在场的高层 无一例外地 被这一切震撼 原本以为平定了星条国 蓝星就会尽在掌握 下国就能安稳地快速发展 但他们忘了 人类也终究是属于宇宙的一份子 并不只有蓝星上的自家室 还有来自外界的各种纷扰 一个小时之后 夜北等人的身影 缓缓从高空降落了下来 二十几台战甲从天空中飞来 那场面看起来相当的壮观 地面上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等待迎接夜北他们的战士们 每个人都无比崇拜地看着战甲 他们所有人都想成为一名机甲驾驶员 但奈何机甲驾驶员的条件 根本不是他们能达到的 每一名机甲驾驶员 都是王牌飞行员中的王牌 最为顶尖的那些精英战士 夜总是 看着夜北从机甲中走下来 在场的所有战士 全部恭声问候 带我进去 夜北点头示意 立马就有几人带着夜北 向着曾经星条国最为神秘的军事基地 五十一区走了进去 走进基地里面 一股恶臭的血腥味瞬间袭来 让夜北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一切残存的敌军势力 刚刚清理完毕 还没来得及处理 旁边的战士立马开头解释 夜北白白手 没有多言 战场就是这样 在下国作战的两个多月时间里 上千万的下国战士 每天就生活在比这还要恶臭的环境中 他们面对着残肢断骸 遍野横尸 从未有过任何一句怨言 他们为了抵抗新条国 将自己的生命都留在了那里 又曾说过什么不甘愿的话语呢 夜北没有说什么 而是静止向着里面走去 整个五十一区里面 到处都是死人 穿过层层原本设置的检查关卡 夜北踏上了那台直通地底深处的电梯 没想到新条国居然一直都跟外星人在打交道 这些年里 恐怕他们的诸多尖端科技 都是来源于此吧 夜北看着电梯外面 一层层的地下研究室猜测道 夜总师 前面就是外星飞船的所在地了 战士带着夜北走过长廊 指着眼前的电磁门说道 说把抬手按下墙上的按钮 大门向着两边打开 一个巨大的空间 暴露在了夜北的眼中 看着中间那艘 跟其他外星飞船 墨洋相同的存在 夜北的神色变得严肃了起来 夜北先生 来自下国的最顶级科学家 还未等夜北开口说话 外星飞船中 一道说着纯正汉语普通话的声音 传了出来 这突然出现的声音 让夜北的目光猛然一鸣 向着飞船警惕地看去 旁边的几名战士 立马抬起枪护在了夜北的深州 防止意外的发生 不用担心 我不会伤害你的 毕竟 要是没有你的话 我们的计划 或许还要数年才能实现 为什么这么说 夜北看着飞船冷冷地发问 这是他第一次跟外星人进行对话 根本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意图 而且就在刚才 他灭杀了他的同类 或者说是他的队友 夜北心中的警惕 从未放下过嘶吼 毁灭重国 毁灭新条国 超过六亿人类 非自然死亡 没有你强硬的手段 死灵能量的收集 怎么可能来得这么快 所以人类从古至今的战争 都是你们挑起来的 只是为了收集死灵能量 夜北没有被他的话语所扰乱 而是冷静地开口发问 已经发生的事情 他来不及阻止 多说无意 现在最重要的是 能够获得更多 自己想要知道的信息 并不诠释 但是我们即使不做任何的干涉 人类依然还是会自相残杀 发动一场又一场的战争 这是你们人类的本性 听着夜北的问话 飞船中的声音再次传出 为了争夺更多的资源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宇宙中的所有文明 也是一样的 这是这个世界最基本的法则 下国上空出现的风暴云层 应该就是你们的科技手段吧 加速这场战争的发生 能够让你们早点达成目的 那你们 为什么不直接帮助新条国 毁灭下国呢 夜北略一思索 再次开口 问出自己的问题 那就是微缩版的气象武器 是普川从我这里拿走的 加速战争 确实是我们的本意 但摧毁下国所要耗费的能量 是我们不想付出的 这场战争谁输谁赢 对我们来说都一样 我们需要的 只是死灵能量 听着对方的回答 夜北的心中无比的复杂 人类所有的自以为是 看似有人受益 但其实背后最大的受益者 一直以来都是这个 毫不关心人类存亡的外星人 他们站在人类看不见的阴影之中 注视着人类所有的一切 不管是战争 还是各种工业革命和社会发展 人类所有的一切 在他们的眼中 都是最原始的文明 在暗部就班的前进 这所有的一切 他们早已司空见惯 他们看人类 就像是人类看蚂蚁一样 一窝蚂蚁的全部死亡 没有人会去关心 大不了挪动脚步 旁边立马就能找到全新的蚂蚁窝 我解析了你们飞船中的语言 跟蓝星古文明的语言高度相似 人类文明是否是你们一手建立起来的 从飞船失事到现在的这数千年 甚至上万年中 你们的生命是如何能够不死不灭的 夜北看着飞船 问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 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几十万年 一直以来都在追寻答案的究极问题 听着夜北的问话 飞船中的声音再次响起 并不能够说 人类文明是我们一手建立起来的 只能说 我们加速了你们的发展 同时也引导了你们科技的进步方向 一万年前 我们的飞船迫降在了蓝星上 母舰因为能量耗尽 我们不得不暂时抛弃了它 利用这些小型飞船 在蓝星上生存了下来 当时蓝星上的人类 分为很多个部族 有的部族出奇的聪明 其中最典型的 就是你们下国西北成绩的 桃花源文明 他们在八千年前 就已经学会了 使用各种工具 以及建造房屋 甚至制作鼓哨等高超的能力 而且 是所有人类部族中 唯一没有浓密毛发的种类 除此之外 全世界所有的部族 却非常的愚钝 他们绝大部分 都才刚刚学会直立行走 只会使用实质工具 就是这样的部族 多达上万个 均匀地分布在世界各地 为了能够收集死灵能量 我们对人类 施加了最简单的基因蜕变 因为飞船的能力有限 所以只能让人类 从此退去像猴子一样的体毛 大脑发育得到改善 但也就是这么一点 基因蜕变的加速 让人类的发展 进入了无比迅速的时代 在短短的一万年时间里 就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飞船中的声音停顿一下 随后接着说了起来 在这一万年的发展中 我们多次施加援手进行引导 并且在人类中 栽培强有力的统治者 来达到让人类文明 进入高速发展的状态 例如皇帝炎帝 法老王 秦始皇 玛雅大帝等 诸多人类历史中的伟大人物 他们全都是在我们的引导下 才成为世界上最顶尖的存在 所以人类历史发展至今 神话故事绵延不绝 宗教更迭始终不断 正是因为我们的存在 你所知晓的古语言 正是我们文明的语言 是我们交给了桃花源文明 而这些语言文字的传承者 正是下国传说中的一位人物 名叫苍杰 听着飞船中的人 一字一句地解答 叶北的心中 甚至都感到有些发毛 这在别人听来 或许只是听别人讲 人类的起源故事 但在叶北听来 却是高等文明 对低等文明的 完全掌控的和圈养 仅仅一艘飞船上的 这么点外星人 就能够随意地支配 整个蓝星的一切 所有的文明发展 全部都在按照 他们的思想前进 简单来说 蓝星可以比作是一个鸡窝 而所有的国家 就是一只只下蛋的鸡 人类所有的一切行为 为了一亩三分田 打得你死我活 在他们的眼中 就是两只鸡在斗 而那些伤痕和战损 就是他们想要的死灵能量 甚至有的时候 人类过于和平 长时间不产出死灵能量 他们为了能够早点 拿到想要的 还会拿一个木棍 挑逗着两只鸡 互相搏斗 而这 只是一个人家里的鸡窝 要知道 在那个未知的文明星球 他们可能家家户户 都有一个鸡窝 甚至几个鸡窝 整个如银河系般 巨大的星系中 每一颗拥有生命的星球 或许都被他们 如此随意地圈养着 想到这些 夜北的心中 就越加感到无力 人类一万年的高速发展 不过是他们一点点 基因蜕变的结果 面对如此超高等的文明 人类要如何反抗 你是个思想很有深度的人 你的智慧 在人类中属于绝顶的存在 因为你的基因 就是传承自桃花源文明 在夜北思绪之时 飞船里的声音再次传出 现在 我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 你所问的不死不灭 用蓝星人自己发明的词语来说 就是长盛 但我很不幸地告诉你 在我们所处的宇宙之中 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长盛 就像现在跟你对话的我 其实早就已经死亡 存在的只是一个被上传到电脑中的意识而已 我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但这也只是虚假地活着 因为再高端的电脑 都只是程序和法则 我的本体终究已经死亡 不可复活 不过 虽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长生 不能够跟宇宙同生共死 但却有足以活到世界崩溃的方法 在我们的飞船受损破降之时 作为船长的我 身体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所以我驾驶飞船 逃离时陷入了昏迷 最终落在了这个区域 在其他队友发现我之前 我已经濒临死亡 我的意识被上传到了电脑 成为了这样的活死人 而我的队友们 却从一万年前一直活到了现在 因为我们的基因经过特殊的改造 可以让身体永恒保持年轻的存活几十万年之久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离开的时候 没有带上我的原因 因为我已经死了 我离开或者留下 都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如果有机会 你可以打开飞船 见到我的尸体 不过 根据我现在的测算 你应该没有这个机会了 飞船中的声音落下 夜北的神色为之一变 为什么这么说 我想以你的智慧 应该很清楚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飞船中的回答 无缝衔接 像是没有延迟的电脑 立马就查出答案 并直接读出来一样 发往我们母星的信号 此刻正在太空中穿梭 按蓝星时间计算 三个月信号就会被母星接收 九个月后 从母星系派来的兵团 就会抵达太阳系 也就是说 你只有一年的时间生活了 按照我对母星的了解 蓝星只有两个必定的命运 说出来听听 夜北神色凝重 看着飞船说道 第一 母星因为某些原因 会直接摧毁蓝星 抽取较为珍贵的 智慧星球的核能量 所有人类都会覆灭 即使你们在火星 等银河系中的 其他星球建立基地 也会被全部抹杀 第二 这片未知的星系 距离我们比较遥远 而且蓝星的环境 相对来说较好 所以 母星也可能会选择 在这里进行殖民者 但同样的 在殖民之前 所有的人类都将被抹杀 低级的人类文明 会如宇宙中 无数的低等文明一样 毫无还手之力的瞬间消亡 听着飞船中 平静无比的语气 说出如此的话语 夜北的心中 早已被深深的震惊 这一切 与他所想的结果 可以说相差无二 在这些高等文明的眼中 人类最终的结果 都只有毁灭 夜董事 火星极电 要求您务必查看 就在夜北 还沉浸在外星人 所说的话语中时 一名战士的声音 惊醒了他 回见 夜北看了一眼飞船 留下一句话 随后直接转身 离开了这里 接过战士 手中递来的平板电脑 夜北红魔解锁账户 点开了刚从火星 发来的信息 在看到这个消息的瞬间 夜北再次被震惊 火星怎么可能是空的 一脸的疑惑 夜北一边向外走 一边查看着火星基地 发来的资料文件 青铜号回归时 留下了十万太空军 在火星继续进行 对火星的探索 这些天来 从火星运往蓝星的 所有含铁矿 都是他们开采冶炼出来的 而关于火星探测的事情 已经进行了几个月之久 两支探测队 分别在火星南北两极 打下了足有六千米深的探测井 本想继续深入的它们 被一层非常坚硬的太核金层 挡住了向下钻探的脚步 而经过这几天的探测 太空军彻底地发现了 火星的秘密 整个火星六公里地表以下的地方 有一层至少五公里厚的太核金层 太核金层内部 有多达85%以上的空洞空间存在 这个数据已经完全可以说 火星是空的了 毕竟 在人类的科学认知中 火星这颗跟蓝星类似的星球 基本结构组成 应该跟蓝星相似 地壳之下是地脉 地脉之下是地心外核和内核 整个星球只有是实体 才符合地心巨大的引力作用 让整个星球变得坚实无比 但现在 这个结论 无疑直接打翻了之前所有的结论 那也就是说明 火星要么是人造的 要么就是蓝星的科学理论是错误的 不然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解释 但很显然 后面的内容 让叶北选择相信前者 因为在这层厚重的太核金层上 每隔一平方米的距离 就刻有三行奇形怪状的符号 南北两极的两个勘探空洞 都发现了这同样的符号 它们间隔的距离 除了人造之外 没有任何可以解释的理由 而之所以称 它们为符号 是因为太空军的研究 和选女对蓝星数据库的扫描 都没有找到任何的资料记载 没有人能够确定 这三行奇怪的符号 到底是不是文字 也没有人知道 它们的含义是什么 叶北仔细地看完了所有的报告 他的认知 也在这短短的一天内 被快速地颠覆 人类不是自然发展来的就算了 现在连火星也是人造的 叶北坐进机甲之中 自语一句 向着空天基地飞去 人类的发展史相当的短暂 被外星文明操控 是他能够理解的 但是 根据人类的推算 火星的存在年限 应该跟蓝星不相上下 而且这么巨大的一颗行星 怎么会是中空的呢 怎么会是人造的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在多少万 甚至多少一年前 造出了这颗星球 它们是怎样强大的高等文明 在这无数年的时光中 它们的文明 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而在蓝星之外 它们留下这颗如此巨大的人造星球 又是为了什么 这些问题 都是现在的叶北百思不得其解的 这就是认知的限制 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面前 人类所了解到的科学和知识 连沧海一宿都没有 面对那璀璨的星辰 仰望那耀眼的星河 叶北有种强烈的无知感 这些在高等文明眼中 宛如十二一百问的问题 却让他这个全人类最有智慧的科学家 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一个小时后 叶北的身影出现在了空天基地 实验室中 薛元洪武和几位高层都在这里守候 今天发生的事情已经在全球掀起了巨大的轰动 所有人也是不知所措 下国没有率先开口表态 全球各国也都默不作声 不敢轻举妄动 全球各地爆发光柱 骑射北极地带 这件事已经不能用马赛克画质 UFO视频 是PS这个说法来解决了 这次的事情 全球至少有三亿人亲眼目睹 网上流传的视频清晰的 简直没法挑剔 所有人都在议论关于外星人的事情 说是蓝星北极出现了外星人 同时 一众科学家都在等待着夜北的到来 因为火星将三行符号的高清图片发了过来 这些符号 居然连古语言专家们都无法解读出来 属于人类文明中从未出现过的特殊符号 但是这件事又跟火星的关系巨大 众人都迫不及待地在等夜北来 毕竟 这段时间来 都是夜北在帮助下国度过一次次的劫难 是他创造了一次次的奇迹 在众人的眼前 也就只有夜北才有希望 能够解开这三行符号的真正含义 而且所有人也都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全都等待夜北回来说明 今天发生事情的详细情况 在无数人的期盼中 机甲落在实验室外的广场上 机甲胸膛的舱门打开 机甲半蹲在地 左手触地 右手将夜北和驾驶员拖在掌心中 缓缓地放在了地面上 怎么样 你人没事吧 轩辕红武看着夜北走下来 急忙上前问道 一双眼睛在夜北的身上不停地查看 我没事 到里面说吧 夜北点点头 脉步静止向着实验室走去 所有人簇拥着夜北 一起向着实验室里面走去 现在网上已经沸腾了 全世界都在说光注事件 现在还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来 制止舆论 压下关于外星人事件的讨论 一走进实验室内 一名高层就急急忙忙地开口 看得出来他心里很是着急 轩辕红武道并没有过于激动 而是主动问起了今天发生事情的详细情况 陆永平等人也满脸好奇地围了过来 想要知道夜北究竟在五十一区跟外星人聊了些什么 用不着压了 外星文明的事情迟早要暴露的 夜北一口干掉一大杯水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这才开口回应 他的话语让在场的众人全都面面相去 不明所以 面对眼前的众人 夜北一字一句地开始讲述自己跟外星人对话的事情 几分钟后 在场的所有人全部都变得恐慌了起来 除了夜北面无表情之外 其他人的神色都相当的惊恐 那也就是说 我们人类必死无疑 一年的时间 就算我们生出三头六臂来 也做不到跟那种高等文明对抗 正如他所言 我们毫不无抵抗之力 哎 以为赢了的是我们 没想到 其实输了只有我们自己 不少科学家和高层们 在短暂的恐惧之后 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不过 也都是无奈地摇着头叹息 在每个人的心中 蓝星的毁灭 似乎已经成了既定的事实 这一次 他们说着丧气的话 夜北也没有丝毫地反驳 毕竟 仅仅一年的时间 以人类现在0.7级的文明程度 怎么可能追得上三级文明的发展 但这并不代表夜北选择了放弃 现在的他 心中充满了各种问题 只有整理好自己的状态 才能想办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寻找可能活下去的办法 就在众人都垂头丧气之时 休息了片刻时间的夜北 主动开口询问了起来 火星上发现的三行符号图片 发过来了没有 他的话音落下 陆永平和一众科学家纷纷一愣 有人看着夜北有些不解 蓝星就要灭亡了 现在还搞这些科学研究 有什么用 这是不少人心中的想法 做好该做的 现在还不是自暴自弃的时候 夜北冷冷地开口说道 他的话音落下 在场的众人都看向了他 只有陆永平急急忙忙地 找出太空军发来的图片 将他递到了夜北的手上 听夜总师的 我们或许真的会走向灭亡 就像曾经称霸蓝星的恐龙一样 永恒地消失 但在此之前 我们还有一年的时间去努力 与其在自暴自弃中 浑浑噩噩地度过这一年时间 不如散发自己的光和热 为人类文明找到一条 能够走出绝境的路来 陆永平扫视着在场的所有人 替夜北说出了夜北的心声 这话也点醒了刚刚有些沉沦的众人 看着众人的目光再次坚定起来 陆永平又转头看向了轩云洪武 轩云弟 这七十年来 我在科研上 为下国的发展 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吧 听着陆永平的话 轩云洪武有些不明所以 但还是重重地点点头 肯定地答复 陆院长 你是我下国当之无愧的科研太陡 没有你带领我国两百万科研人员 奋斗拼搏 下国不会在这短短不足百年内 崛起在世界前列 轩云洪武的话音落下 在场的所有科学家们 也都纷纷点头赞同 陆永平为下国 可以说是呕心沥血 几十年如一日 轩云弟说的这些话 他们也都是打心眼里认同 整个下国最德高望重 资历深厚的科学家 非陆永平莫属了 说他是下国的太陡 毫不过分 但陆永平却摇起了头 科研太陡的名号我当不起 那些被誉为太陡的安德烈 门洁烈夫 施奈德 他们全都不配 陆永平语气很重 一字一句地说道 人类文明从古至今数万年 也就死灵文明的飞船迫降之后 才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状态 但即使这样 我们的科技进步 依然还是那么的缓慢 这近百年来 我们全球无数科学家的 所有成就加在一起 都抵不上业北 这短短几年内 对科研发展做出的贡献 陆永平说着 转头看了一眼业北 我已经老了 不只是身体上的衰老 还有思想上的老木 而下国的科研界 需要更加年轻有活力的人来带领 所以 我想下国最高科研院院长的位置 应该从今往后 交给叶北来做 他的话音落下 现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陆院长 你 叶北听着这话 连忙开口 但下一秒 却被陆永平立马阻止了 轩原地 我说的话都是肺腑之言 如果你还敬我这个老头子的话 那就请你立刻下令吧 在实验室中 几十位科学家 在短暂的愣神之后 全都回过神来 他们看着陆永平诚挚的神色 一个个都点着头 开口赞同这一举动 他们跟这位德高望重的院长 相处了几十年 对他都非常的了解 而且 诚如他所言 叶北确实有这个资格 做上这把交易 此刻 众人全都毫不犹豫地 站在了陆永平这边 出口支持他的提议 这场景让轩原红五顿石面露蓝色 一边是危难中拯救下国于水火之中的年轻国士 一边是为下国百年发展奠定基业的老太豆 他的目光在两人的身上来回地停留 在短暂的犹豫之后 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 即日起 任命 叶北为下国最高科研院院长 兼任下国最高部决议领事 他的话语铿锵有力 在实验室中回响 听着这话 陆永平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欢喜的笑容 所有的科学家也都高兴地笑了起来 在轩原红五身后的林天雷 神色相当地震撼 叶北成为科研院院长 是他早有预料的 在两年前 他就曾跟陆永平聊过 当时的陆永平 就一口认定 叶北是未来下国科研界的顶梁柱 但让他震惊的是 叶北居然成为了最高部的决议领事 要知道 在下国只有五名决议领事 除特殊情况之外 决议领事几乎不会更换 而今天 在没有任何一名决议领事被卸任的情况下 轩原红五居然直接任命叶北为决议领事 那也就是说 从今往后 下国将会有六名决议领事 他们六人 将会共同决定下国所有重大事件 今天晚上 我会向全球发出通告 正式对外宣布你的新身份 轩原红五看着叶北笑着说道 叶北点点头 没有拒绝他的话 毕竟 现在的叶北确实需要一些权力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管理一切 但此刻 他的心思却并不在这些上面 而是在他手中的这张图片上 因为他看懂了火星上发现的那三行 所有人都无法理解的符号 他们的含义 在叶北的眼前 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经过选女全球数据库检测 都没有发现 跟人类有任何关系的奇特符号 现在叶北居然能够准确地认出来 就算是此刻的叶北心中 都感到相当的惊讶 毕竟这三行文字 就像是精神病院里的疯子乱化的东西 所有人都无法理解 这三行文字的含义 但是叶北却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意思 这种奇怪的情况 让叶北都开始有点怀疑 自己是不是也是外星人了 不过 转念一想 他突然意识到了一点不对劲的地方 在刚才和外星人对话的时候 他非常清楚地记得 对方说过 下国西北城记 有个叫做桃花源的远古文明 他们在将近万年前 就已经会使用各种工具 能够建造出遮风避雨的房子 而且还是当时全球唯一没有冒命毛发的人类 而且 人类文字的传承 就是从桃花源部族中的苍结开始的 他们拥有远超同时代人类的智慧 外星人说过 叶北就是属于桃花源文明的后裔 有着他们的血脉传承 所以才拥有聪明的大脑 难道说 就因为 我是桃花源文明的后代 所以能够认识这些文字 叶北心中自我疑问 他现在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理由 来解释自己 能够看懂这些文字 但是当这个疑问提出 他立马就觉得 又解释不通了 因为这个理论 似乎更加超出叶北的认知范围 人类能够逐步向前发展 是因为知识和经验可以代代传承 也就是说 有足够强的教育能力 即使人和动物一样 能够在基因中 继承一些行为习惯 但没有后天的教育 根本就不可能认识任何的文字 那些没念过书的文盲 就算天天使用这些语言 但陡大的字 依然一个都不认识 而叶北从生下来到现在 根本就没有接触过 任何这样奇特的文字 他怎么可能认识这些文字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叶北的脑海中 就连续地自我反驳了好几次 宁神看了半分钟 叶北抬头看向了在场的众人 各位 有人能认出来 这上面刻的是什么意思吗 叶北的话一出 众人全都一愣 他们有些不理解叶北的思路 毕竟刚刚薛元洪武 还大风特风他呢 结果他只是点点头 还以为憋了半分钟 叶北要说一段什么话呢 没想到 叶北的心一直都在这上面 不过 现在这个时候 也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 人类的生死存亡 进入了365天的倒计时 他们需要齐心协力 共进退 过来看看 愣着干什么 叶北看着众人望着自己一动不动 接着开口叫道 这一叫嚷 众人立马醒过神来 纷纷向着叶北靠拢过去 几十双目光 一一在那张图片上的看去 但无一例外的都摇着头 表示自己根本看不懂这些文字的含义 薛元洪武和几位高层也都查看了 只可惜 他们也根本不懂 看着众人这个样子 叶北心中虽然有些怀疑 但他觉得自己应该不会看错 叶院长 您看出来了吗 在所有人都一脸不解的时刻 陆永平开口问道 他已经改口了 率先改口 心甘情愿地称呼叶北为叶院长 没有为什么 就是想做个表率 彻底坐视叶北的权利 这种广阔的胸怀 让众人都由衷地钦佩 同时 大家的目光也都看向了叶北 期待着他的回答 北尾N34-2248.27 东京 E10-95-13.46 叶北目光在众人的面前扫过 沉沉地开口说道 这话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一脸猛逼 这是 坐标 有人忍不住疑惑地开口 叶北点点头 肯定了他的疑问 下一秒 立刻就有人已经坐在了电脑前 查起了叶北提供的这个坐标 很快 电脑立刻就将这个经纬坐标 所在的位置标了出来 看着电脑投影在大屏幕上的地方 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秦始皇帝灵 火星太和金属层上的刻着的文字 居然代表的是祖荣的龙龄 这实在太匪一所思了 难道经纬坐标在数万年前 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吗 帝灵跟火星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在场的众人心中冒出无数的疑问 无一例外的 都被叶北爆出的这个结果给惊到了 还有一行字呢 陆永平看着叶北 接着开口问道 或许那行字就是关键所在 不过 听到面对陆永平的问话 叶北又看了一眼图片 随后再次说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 一千 要是 五十 要是 外星人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叶北摇摇头 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这么一点点的信息 实在是难以从中得知 外星人的真实想法 我们或许要挖开祖龙地灵才能知道了 沉思几秒后的叶北 沉生说道 这话也让在场的所有科学家都点头赞同 他们得到的信息只有这么多 或许 秘密就藏在地灵之中 毕竟 那个坐标的地点 就是地灵所在的位置 将这张图片公布到环球网上 悬赏两亿下园 为期十五天收集破译的答案 就说这张图片 是在北极一块浮冰上的未知金属残块上的发现的 据推测 可能是外星飞船 无意间泄露的外星文字 光柱事件正在调查之中 或许跟此事有关 希望全球网友都能够积极参与到破译工作中来 回过头 叶北又接着下达了新的指令 这个奇特的解释 让在场的几位高层和轩辕红武都感到有些惊讶 外星人存在的事情真的要暴露出来吗 瞒不住的 一点一点透露给民众嘛 让他们也能有心理准备 叶北点点头回答了轩辕红武的疑问 但叶北的想法并不只有这么一个 他还想通过这个悬赏的方式 从全球找寻 能够跟自己一样看透这些文字信息的人来 如果此事真的跟桃花源基因传承有关联 那从全球一定能筛选出跟自己同一血脉的人来 最近发生的事情有太多的离奇了 叶北知道 自己已经不能再按照常理去理解一切了 反倒是自己这些天马行空的异想 或许更有用 听着叶北的话 轩辕红武也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好 我会让人找你说的去办 另外 明天我们一起去祖龙地灵 寻找那神秘的钥匙 一个小时候 叶北的悬赏消息就被下国官方发布了出去 随后 消息立刻就被全球各国全部转载 所有人都在等下国的一个结果 尤其是全球几十亿民众 在看到悬赏消息中官方开始承认外星人的存在 所有人都沸腾了 短短十几分钟时间 网上就已经炸开了锅 数以亿计的民众参与到了这场悬赏之中 足足两亿下元的高额赏金 只需要破解这三行符号的含义即可 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恐怕只有傻子才会不去试一试吧 而且 因为光注事件的发生 关于外星人的讨论 本就已经到达了相当热烈的高度 全球各大网络平台都被网友们的议论所占据 再加上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民众的思想都已经深深地贯穿了科研的意识 对于宇宙的畅想是这一年来 全球民众聊得最多的话题 外星人存在论 早在几个月前 其实就已经成为了大多数人的共识 在绝大多数人的心中 宇宙浩瀚无垠 无数的行星围绕着恒星运转 那能够酝酿出生命来的星球 绝对不止蓝星一个 不过 此刻官方正式开始透露有关的信息 还是让他们激动无比 下国官网的帖子下面 短短半个小时就积累了几千万条的评论 期待官方的调查结果 外星人或许会是人类发展的新契机 不能掉以轻心 能够实现星际旅行的外星文明 对于人类的威胁还是很大的 为什么外星人会出现在北极 那些神秘的光柱 到底是外星人用来干什么的 人类的古建筑 难道真的是外星人建立起来的吗 期待真相啊 在这一条条的评论下面 还有难以计数的根评 而除了这里的火爆之外 用来收集破译符号的特殊网站中 已经收集到了超过一千万份的答案 可以说 网友们为了这个悬赏 或者说想亲自见识下外星字符 都是卯足了功夫 不少学者专家 民间爱好者都疯狂地查阅资料 根据自己的学识 不断地提交着各种各样的答案 不过 却始终没有一个人能够触发奖励 后台的提示器至今显示为零 网友们彻夜参与悬赏 为外星人事件疯狂之时 第二天一大早 夜北和薛元洪武 已经在大批军警的护送下 来到了秦始皇帝陵 现场有专业的济世人员还非常精准地进行了再次测量 最终 在祖龙地灵的中心处标下了一个极为准确的标点 整个祖龙地灵早就已经连夜被围的水泄不通 方圆十公里内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够进来 只有下国官方的人员在其中进行着挖掘的准备 看着眼前这个巨大的地灵在下国传承数千年都无人挖掘的伟大灵墓 薛元洪武的眼神中带着相当的不舍 不论如何 祖龙地灵代表着下国的龙脉和风水聚集之地 下国能够走到现在 少不了秦始皇当年统一七国 统一了文字和杜梁衡 制定出郡县制等诸多伟大的举措 现在动手就要挖掘这座伟大的地灵 他多少还是有些不忍 老祖宗最大的灵墓啊 这里面沉睡的是我们下国的祖龙 今天我们这些子孙要打扰他了 薛元洪武站在地灵面前 忍不住开口感叹道 站在他身旁的夜北听着他的话 自然明白他心中的想法 随即淡然地笑道 华夏子孙已经到了危机存亡的时刻 我们的未来已经不足一年的时间 既然坐标指引着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我想这里面一定他存在的道理 沉睡于此的祖龙 想必也宁愿子孙们能够绝了他的墓 即使地宫崩碎 但只要华夏文明能够找到一条绝境逢生的路 那一切都值了 如果不能 想必一年后 这座雄伟的地灵 也会被死灵文明摧毁得一干二净吧 听着夜北的话 在他身后的陆永平也点了点头 既然火星上留下了这个神秘的钥匙 那一定会有他的作用 与其在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 不如赌上一切 或许这里真的就藏着我们人类绝处逢生的路 虽然他并看不出那三行字符的含义 而且 对于已经被证明是空星的火星感到非常的不解 但这都并不影响他对夜北的信任 在他的眼中 这个能够带领夏国从劫难中走出来的人 这次也一定能够给夏国带来奇迹 从他将自己这把交椅交给夜北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心中选择了无条件地支持夜北的一切举动 轩辕红武也深深地点点头 他虽然心中不舍 嘴上不忍地感叹了两句 但脑子里是非常的清楚明了 今天这个祖龙地灵那是非挖不可的 祖龙地灵虽然对夏国而言意义非凡 在华夏文明的传承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但在生死存亡的地步 别说祖龙地灵了 就算是现在立刻拿黑武器炸了京都 给京都开个坑挖东西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下达命令 说得对 不愧是我夏国的顶梁座啊 哈哈 轩辕红武大声地笑道 随后 拿起身边的对讲机 远远地看着祖龙地灵底部 已经做好准备的施工队 沉申开口下令 开挖 两个自立重千斤 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 现场的机器 立刻就轰隆隆地运转了起来 尘土开始飞扬 大块的石头 从地灵上被砸碎掉落下来 数百人开始卯足了劲 挖掘起了祖龙地灵 现场汇聚的超过五百名考古专家 全都沉稳地在现场进行指挥 亲自操刀 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 但就在一起开始的时候 叶北和轩辕红武 站在地灵广场上 观看挖掘的时候 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地灵深处 数百米的地下洞穴中 一双双诡异的眼睛 正在向着他们的头顶看去 一个多小时后 祖龙地灵 终于被彻底地挖开 这座伟大又神秘的灵墓 终于揭开了他的面纱 数百名考古专家 最先进入了灵墓内部 叶北和轩辕红武等人紧随其后 全下国最为顶尖的一批人 基本上都齐聚于此 共同见证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被挖开 在场的所有人 全部都戴着防毒面具 破开的墓穴入口中 传来阵阵幽风 让人都有些起鸡皮疙瘩 走在最前面的施工队 仔细地探测着 地灵进入通道中的每一处地方 防止传说中可能出现的护墓机关 毕竟 下国第一位皇帝的地灵 相传有相当多的机关在其中 身后跟着的都是下国的顶尖人物 所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没有人敢马虎一点 而走在后面的考古专家们 正在对着沿途的壁画和墓葬品 进行拍照和转移 有几个顶尖的考古专家 还在叶北和轩辕红武身旁 进行着最为仔细的讲解 看着这一路向着都精美绝论的墓葬品 叶北都不由得有些感叹 下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位帝王 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 都成为了让世人为之惊叹的存在 到祖龙地宫内部了 突然前方传来一道激动的叫声 叶北等人的步伐也不由得加快起来 向着更深处走去 半分钟后 穿过一道巨大的石门 整个祖龙地灵最内部的环境 彻底地展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正如那些传说和史书中所记载的 地宫之中 灌满水银的河流在缓缓地流动 在这种封闭的空间之中 以一种所有人暂时都没法解释的状态 环绕地宫流淌 象征着江河大海近归始皇所有 现场的施工人员 很是快速地在水银河上架好厚实的木桥 随后率先走了过去 有人用一张多长的木棍 一步一步地试探着前方 突然 在众人都还为水银河的壮观而惊叹之时 河对面的地宫顶部 突然射出数发箭矢 咻咻咻 箭矢速度奇快 瞬间就插在了木棍所按压位置 方圆两平方米内的所有位置 如果有人站在那里 此刻早就已经被扎成了刺猬 这惊恐的一幕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 当然 如果不是防毒面具的作用 这一口冷气下去 他们也会被这空气中弥漫的水银毒气当场致死 前面小心点 一定要注意安全 轩缘洪武大声地朝着前方喊道 对于这些施工员 他的心中尤为担心 一旦出现问题 那可都是夏国子民鲜红的生命 夜北看着前方发生的一切 同样一惊 他没想到 这些传说中记载的事情 居然是真的 夏国从古至今 还从未挖出过任何一个陵墓中有机关存在 唯有这祖龙地灵 今天出现了这让人发寒的一幕 穿三拳 下铜而治果 公冠百官 奇弃真怪 喜脏满之 令将坐鸡弩使 有所穿进者 折射之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鸡香灌输 上聚天文 下聚地理 以人鱼高为主 夺不灭者久之 难以相信 这些居然都是真的 那看来再往前走 还会有水晶柱中记载的场景出现 旁边的考古专家随口就说出了一段古籍中对地灵的记载描述 一场危机落下 众人继续谨慎地向前移动 果不其然 古籍中所记载的场景 一幕一幕地展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地宫内部的顶壁上装有天文图像 而脚底下则置有地理图形 在宫室内有用人于油脂做成的长明灯 在悠悠地燃烧着 随着众人的深入 黄金座的福燕 夜明珠镶嵌的北斗七星图 高大无比的汉白玉雕塑 无数奇珍异宝 展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而地宫大堂之中 泥塑的文武百官 整齐排列 难以计数的兵马俑 陈列在台下 整个地宫宛如现实世界中的帝王朝堂 看起来相当地壮观震撼 而在这地宫大堂中 又是一条环绕大堂建筑的水银河 但让所有人为之惊叹的是 水银河上 一具尊贵威武的官果 正漂浮其上 随着水银河的流动 缓缓地在围绕地宫运转 这一幕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叹连连 现场一片哗然 不少考古专家 都被惊得与无伦次地尖叫起来 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时刻 这是他们人生中 最为巅峰的时刻 祖龙地灵中 石果油关绕着地宫移动 就像是当年那位伟大的帝王 环视着他的国度 听着百官参拜 审阅着他的千军万马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灵木 没有之一 人生有幸 能够参与开启地灵 我死而无憾 考古人一生的梦想 祖龙万岁万岁万万岁 现场一片震惊 所有人都忍不住感叹出声 甚至有一些人 都直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对着祖龙的光果扣起了头 一直在给叶北和轩辕洪武 做讲解的几位专家 全部都向着前面去 朝着祖龙光果靠近 不少人甚至已经开始动手 利用手中的工具 将一直随着水银河流动的光果 给定了下来 轩辕洪武也忍不住靠近光果 想要看看 这位千古帝王的遗骸 陆永平和一众科学家 也相当的好奇 纷纷伸着脖子看了过去 在这其中 唯有叶北的目光 并没有放在祖龙光果上 他的双眼正直直地盯着 所有人未曾注意的地宫左侧深处 那里有两个墨绿色的光点闪烁 像是某种动物的眼睛一样 看得人心中有些发寒 但还不等叶北叫人 那双眼睛 疏地就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与此同时 一道寒风从地宫左侧的通道内吹过 让叶北忍不住打了个寒镜 下一秒 一整排的人于油灯挨个亮起 将整个地宫左侧都给照亮 不少人都被这寒风 和突然出现的亮光刺激 全部看了过去 那是什么 有人在转眼的瞬间就无比震惊地叫道 叶北的目光也循着长明灯 向着地宫左侧看去 在左侧通道的镜头 一个有着淡蓝色光芒的巨型光柱 正安静地助力其中 看着那已经几乎失去了光芒巨型光柱 叶北的眼神猛然一凝 看着那个巨型光柱 所有人的目光都凝制起来 那应该就是外星人收集死灵能量的装置 叶北双目凝神 仔细地看着光柱说道 旁边的陆永平和轩辕红武 也都回过神来盯着光柱出神 他们记得 昨天祖龙帝灵也出现了光柱 没想到居然就设置在地宫中间 在秦始皇的光果旁边 安然地处理着 这数千年里 在下国的土地上 不知道收集了多少的死灵能量 为了开启通往他们母星的时空重动 在数秒内就全部都消耗一空 此刻剩下的只是一个装置 还在缓缓地继续运作 吸收着新的能量 不过叶北想要寻找的并不是这个东西 他昨晚就已经仔细地推断研究过了 火星上的文字 跟死灵文明完全不同 所以 制造出中空火星的文明 应该是比死灵文明 更领略过蓝星的高等文明 至于为什么自己会认识他们的文字 叶北至今还找不到解释 不过 只要能够找到三行文字中 所说的那个钥匙 叶北相信 一定会有更多的线索和收获 甚至 这个人类想都想不到的文明 会是他们绝境逢生的希望 小心点 不要碰坏了文物 有年高的考古专家 看着一众年轻点的专家们 向着光柱走去 急忙大声地叫道 在场的几百名考古专家 一个比一个激动 他们看着现场的这一切 如是珍宝 快快快 把这个搬出去 你小心点 要有棉布包好了 把祖龙光果从水银河里抬上来 拿钢篮从底下捆上 小心个宫里面的东西 慢点 现场的声音造杂不已 虽然所有人都带着防毒面具 但是依然挡不住他们的工作热情 叶北站在不远的地方 看着这些考古专家忙碌 心中想着的却是那个不知和解的钥匙 以及刚才出现的那双鬼魅般的眼睛 只能给你们半天的时间处理文物 下午开始向地灵下方挖掘 薛元洪武扫视着在场 忙忙碌碌的考古专家和工作人员 拿着喇叭大声地说道 这话落下顿时人生鼎沸 半天 半年都搞不好这里的考古工作呀 地灵如此重要 我们要很多时间来好好研究的呀 不少年老的考古专家一听这话 立马就急了 但薛元洪武看了一眼叶北 却根本不听他们的话 挖掘地灵 为的是国之大计 是关你们不知道的民族兴亡之事 时间已经紧迫到不能再紧迫了 我原本想直接炸开地灵 向下挖掘的 半天时间已经非常的珍贵了 你们要加快速度 自己珍惜这些事件 看着眼前的几个专家 薛元洪武毫不客气地说道 花音落下 也不等他们再行分说 直接摆摆手 让施工队的成员 准备进行爆破安装工作 半天之后 地灵必须爆破 只有这样 那些重型的工程车才能开进来 进行高效地挖掘 眼看事情已经没有了转机 现场的所有考古专家 立刻团结到了一起 几位资历深厚的老专家 统一开始分配工作 优先从最珍贵的地方 开始下手 一时间 整个地灵之中 变得更加忙碌起来 而在众人不知道的地方 树道诡异的身影 从地底深处 开始行动起来 地灵被开启 考古和施工的工作 都在紧密地进行 叶北没有再在这里多留 而是直接返回了实验室 要是或许是一个希望 但也可能一无所获 面对这场危机 最重要的 还是要靠自己 实验室里 还有很多外星飞船上 卸下来的高科技 没有进行研究 叶北现在最先要做的 就是搞定这个能量盾的问题 青铜号战舰 虽然战力强悍 但是防御能力 还处在非常低的水平 如果面对大面积的范围性攻击 依然是难以招架的 而外星科技中 相当顶尖的防御设备 能量盾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利用能量结成一层 可以抵挡各种伤害的防御光幕 对于现在的战舰而言 相当重要 而能量盾 也确实是外星飞船中的 一项高端黑科技 叶北看着眼前一块 跟尖心炮差不多大小的银白色金属 摸着下巴 开始琢磨了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叶北的研究 也在一点一点的进展 用流动的粒子形成护盾 产生一个可以防御 也可以攻击的立场 仅仅小半天的时间 叶北就将里面的原理 彻底的搞清楚了 而且 他很快就想到 蓝星本身就拥有这样的能量盾 蓝星的磁场 本身就是一个立场 这层看不见的电磁场 与能量盾的作用相似 因为它的存在 所以蓝星上的生物 太阳风辐射粒子的直接影响 但这层能量盾的作用却很差 只能做到部分的防御 因为蓝星本身的能量就不是很多 磁场力相对较弱 而且更重要的是 蓝星无法自主地控制粒子 朝特定的地方流动 形成强有力的护盾 不过了解了这些 叶北的心理也就有数了 想要做到像外星飞船 那样的能量护盾 他需要彻底地将粒子研究透彻 随口一个命令 很快 叶北需要的粒子方面的最新研究 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坐在实验室里 叶北伏在桌上 再次埋头研究了起来 另一边 半天时间早已过去 在无数考古专家的布舍之中 祖龙地灵被彻底爆破 滚滚烟尘之中 大量的机械设备开始进入地灵 进行向下的挖掘 像是挖煤矿一样 一个个的地下先潜洞穴被挖开 几十名勘探队员先进入更深的地下 提前向下挖掘 并且汇报地下信息 叶北想要寻找的东西 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 所以 人力肉眼去寻找 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 井然有序地进行着 整个祖龙地灵方圆数公里内 夜晚都是灯火通明 没日没夜地在忙碌 在地下勘探的工作人员 全部使用的 都是最为顶尖的地下钻探设备 在地面上的施工队 才刚刚挖下50米左右的深度时 这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 他们就已经挖到了 地下200米的深处 随着他们的深入 地下的环境 变得越来越奇怪 这个本该拥有厚实土层的地下 居然布满了各种天然的洞穴和隧道 工人们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直接将其当作自然的地理环境造就 随后便开始分成四对 每队十几个人 向着不同的洞穴进去 继续寻找合适的点位 向下勘探 所有人都充满了干劲 在这洞穴之中 不停地拿着仪器进行探测 但他们却不知道 身边不远处 已经悄然出现了数个身影 老刘 这地方土层好 我们可以在这里向下钻孔 有个年过四十的老技术员 看着仪器笑着说道 但他转眼间 却看到了老刘身后七八米远的地方 闪烁着两团幽绿的灯光 像是来自地狱的鬼火一样 漂浮在洞穴之中 看得他心中发毛 老刘 老刘 男人压低声音 拍着老刘的肩膀叫道 看那是什么 老刘刚看完仪器 还没来得及回话 就直接抬头 顺着男人的目光看去 在自己的左侧 一道绿色的影子突然闪过 什么东西 老刘心中一惊大叫一声 立马侧过头 向着右边看去 下一瞬 还没等他的脖子 向着右边转过 就感觉到自己的后脖梗上一凉 一秒过后 两道七粒地惨叫声 顺着四通八达的洞穴回荡开来 第二天清晨六点 夜北实验室的门 被陆永平打开 夜北 地灵的挖掘出事了 听着陆永平的话 夜北停下手中的工作 有些疑惑的扭动 昨天晚上 63名在地下工作的勘探队成员 被莫名致死 无意生还 晚上三点军方入住 才将所有的尸体 全部都搬运上来 经过事件显示 所有人都遭受了相当猛烈的攻击 绝大部分都是被戾气割喉所杀 而且这些戾气的尺寸基本相同 非常像是同一人所为 更加奇怪的是 所有死者的眼神都非常的惊恐 很显然 他们在死前看到了什么恐怖的画面 陆永平的这番话 让夜北的神色顿时就凝重了起来 在两百米深的地底深处 六十多个人全部死亡 这种事太诡异了 夜北也感到相当的不可思议 毕竟在那么深的地下 除了勘探队员之外 根本就讹 没有人能够再深入其中 如果说这是一场谋杀的话 那他是怎么吓到洞内的 他的目的是什么 怎么能做到 杀光所有人 而不被其他队员发动求救呢 这些问题都是难以解释的 而且 几乎都不是人类能够完成的 挖掘现场是最高部直属的专员现场监督 绝对不可能发生出 勘探员之外 进入地底的事情 况且 杀掉这些人的目的 夜北也想得到 更加重要的是 没有人能有这么强大的实力 做到这场凶乱 按理说 外星人都已经离开 新条国也已经毁灭了 不该有人来伤害我们的 夜北思虑片刻说道 听着这话 陆永平也是连连点头 是啊 这件事真的太诡异了 我甚至都怀疑 我们是不是挖到地府去了 你是没看到那些死者惊恐的样子 看起来就跟死前看到地狱里的恶鬼一样 被吓破了胆 听着这话 夜北也点了点头 陆永平说得很对 现在的这个世界 已经完全不能按照常理去理解了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已经完完全全地超过了人类现在的认知和理性范围 有些事情 没有解释 那也是合乎情理的 而且 人类对于蓝星的了解 还是太浅了 除了雄国曾经挖到过 地下一万两千米的深度之外 人类对于蓝星地下 就再无更深的了解 要知道 蓝星的直径 足足有上万公里 人类对于蓝星地下的了解 不过万分之一 或许 在地底深处 还真的有人类不知道的强大生物存在 想到这里 夜北的心中猛然一寒 他突然想到了 昨天在地宫中见到的那双 如鬼火般的眼睛 现在地下的勘探工作 已经停止了 上面正在商量决定 陆永平摇着头 叹气说道 我去趟最高步 夜北定了定神 转身直接离开了实验室 一分钟后 乘坐改良版反重力汽车的夜北 就出现在了最高步 轩辕红武和几位决议领事 正在商讨挖掘的事情 看到夜北的出现 几人纷纷起声问候 毕竟 现在夜北的身份 同样是决议领事 有着跟他们一样的权利 勘探工作不能停 无论如何 都要挖下去 一走进门 夜北就大声地开口说道 这话让众人都愣了一下 毕竟 夜北可还不知道 他们在聊什么呢 上来就是这话 估计是心里已经有了想法了 说说看 轩辕红武也不含糊 直接开口问了起来 我怀疑这次事件 极有可能是弟弟的 为之生物做的事情 而且 他们极有可能拥有智慧 是指闻名 夜北在会议桌落座 一脸严肃地 看着众人开口说道 你是说怪我 轩辕红武 一脸疑惑地看着夜北 倒是旁边的一位 名叫周俊安的决议领事 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夜院长说的没错 前几天从星条星号星号 是基地中搜出来的绝密资料里 确实有提到过 地下未知生物的一些报告 根据星条国机密文件中的 资料报告显示 在500米以下的地底深处 曾经有矿场 发现过奇怪生物的踪影 目击者称 那奇怪生物是直立行走的 并且个头与人类相似 而且身上还佩戴有奇怪的装备 只是他们的皮肤 似乎与人类不同 还有一条人类根本没有的尾巴 因为地下灯光昏暗 而且这个怪物移动速度极快 所以目击者也只是看了的大概 周俊安一本正经地 将自己看到的说了出来 这话引得 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难道 杀死工人们的 是地底的智慧文明生物 极有可能就是他们 要不然这场事故无法解释 叶北点着头 赞同着周俊安说的话 我们不能因此 就结束地下勘探的工作 既然他们生前 能够看到这些伤害他们的存在 那就在所有进入地底的 工作人员身上装上摄像头 将一切都拍摄下来 叶北接着开口 说出了自己的提议 蓝星未知的东西还很多 我们是绝对不能畏惧的 必须要将他们彻查出来 听着叶北的话 在场的几位决议领事 纷纷点头 他们从一开始的想法 就是想办法 在保证安全的同时 继续深入挖掘 现在看来 跟叶北也是不谋而合了 好 我会派军方的人下去 让士兵们保护工作人员 尽可能地减少伤害 学员红武点着头说道 嗯 虽然不知道这所谓的钥匙是什么 但我们不能放弃 任何的希望和可能 叶北站起身说道 在这个时刻出现 我想 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 说吧 叶北就匆忙地 转身离开了最高步 而刚刚决定的一切 在很快的时间里 就实施了起来 在几十名工作人员的身后 同样数量的士兵 也跟着下到了地底 他们鹤枪实弹 全部武装到了牙齿 在两百米的深的地底下 保护着勘探队员们 继续进行工作 但随着时间 来到第二天的深夜 突然 一股阴寒森凉的气息 从洞穴的尽头传来 从每个人的身上浮过 不少士兵都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随即纷纷抬起枪 打开强光手电 朝着四周照了过去 在漆黑无比的洞穴中 一个个奇异的墨绿色 瞳孔闪亮 下一秒 伴随着恐怖的嘶叫声 数个身影 从黑暗之中猛然窜出 向着他们袭来 枪声瞬间四起 数十把枪在洞穴之中 喷出耀眼的火蛇 第三天清晨 陆永平的身影 再次出现在了 叶北的实验室中 不过这一次 他的神色要比上一次 沉稳了好几分 叶北 昨晚弟弟又遇袭了 伤亡怎么样 叶北回过头 关切地问道 伤亡很小 因为有士兵的存在 这一次的损伤非常的低 没有一个人被杀 只有十几人被划伤了 陆永平立马开口回答 这个答案落在叶北的耳中 让他也立马高兴了起来 没有出现死亡 就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 这是我刚刚从最高部带回来的东西 你先看看 这一次 我们不仅没有死亡 而且还对地底生物 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可惜的是 没有拿到尸体 只采集到了一些墨绿色的液体 初步推断 是地底生物的血液 不过这次我们存活下的勘探者 都目击了这场袭击 而且 摄像头确实拍到了东西 陆永平的脸上带着笑容 将一个录像带 交到了叶北的手中 同时 对于叶北的想法 他也确实佩服 跟叶北所料的一样 伤害他们的 确实就是生活在地底的未知生物 这些生物的战斗力很强 比人类的速度要快上太多 就是还不知道 它们到底是什么奇特的物种 从古至今 人类都未曾确切地发现过 将录像带插进设备中 现场拍摄的视频 立刻就播放了出来 地底之中 声音很清晰 只有人和怪物的声音 士兵穿着护甲 全身都被包裹在其中 所以 战斗得非常勇猛 现场的情况 也拍摄得非常清楚 短短几分钟的视频 记载了现场 十几个洞穴中发生的事情 看完这些的叶北 心中相当的惊奇 这好像就是传说中的 蜥蜴人吧 他虽然对这些奇温怪传 并不太了解 但蜥蜴人的传说 他还是听说过的 那是一种常年 居住在地下的生物 畏惧光线 生活的环境黑暗一片 极少会到地表来活动 它们的身体 跟人类相似 可以直立行走 但爬行起来同样飞快 行动速度非常的敏捷 跟人类不同的是 它们的智力水平相对低下 长着蜥蜴的脑袋 和长长的尾巴 同时全身的皮肤 都是墨绿色的 而从视频中拍摄的来看 这所有的特征 全部都能符合得上 蜥蜴人 陆永平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如果他们每天都来袭击的话 对我们的施工 肯定是有影响的 会耽搁很多的时间 如果不是他们 昨晚来骚扰 我们能够提前几个小时 挖到五百米的地下 我在考虑 是不是要让最高部 派遣更多的士兵下去 将这些存在威胁的生物剿面 听着他的话 叶北立马摆手拒绝 我们 或许可以和谈 就在叶北和陆永平说话之间 突然 叶北的电话响了起来 院长 地灵地底挖出东西了 勘探队预估体型有两百米以上 你快来看看吧 电话中传来的声音 让叶北的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他原以为挖掘的 会需要很久的时间 才可能找到自己想要的 没想到 居然这么快就挖到新东西了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钥匙 但直觉告诉叶北 极有可能就是他 跟陆永平对视一眼 两人没有多言 直接坐车 立刻前往了挖掘现场 祖龙地灵外 薛元洪武等人 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 他就忍不住带着人来了现场 此刻的地灵 已经没有了当年雄伟的山丘 而是只剩下一个 被挖掘开的巨型深坑 大量的机械设备 在一刻不停地工作着 现场到处都是轰隆隆的机器声 吵的人说话都得大点声 片刻时间之后 叶北的车子 缓缓地降落在了挖掘现场 看到叶北出现 薛元洪武立刻就迎了上来 下去可得小心 千万要注意 薛元洪武上来 就急忙地叮嘱道 嗯 叶北点点头 没有跟他多言 而是直接穿戴上各种装甲设备 将全身保护得严严实实之后 这才戴上特制的防毒面具 跟着一众士兵 缓缓地从地下通道口钻了进去 而在他的身后 同样还有数名精英士兵 紧紧跟随 这些人都是下安部最顶尖的存在 全部都拿着最顶尖的装备 来保护叶北 地底之中 情况莫测 而且这个挖掘出来的大物件 所有人都还不知道 是个什么东西呢 叶院长 您慢点 在地下挖掘现场的士兵 接住顺着绳索缓缓降下的叶北 叶北也没矫情 落在地面上后 立马就四下查看了起来 这还是他人生中 第一次来到地底深处 这里 已经有足足六百米的深度 因为挂上了众多的照明灯 所以整个地底也是一片通亮 勘探队的队员 早就在这里等待 提前下来侦查过的几个科学家 也急忙来到了叶北的身边 叶院长 发掘出的东西在前面 一名科学家说着 便迈开脚步 带着叶北向前走去 穿过深长的洞穴 一个广阔的空间 突然出现在了叶北的眼前 这里的空间相当之大 是一个天然的地下溶洞 而在这溶洞的下方十几米处 一个通体雪白的金属表面 展现在了他的眼前 这是仪器的探测图 这个东西直径两百米 厚度在四十米以上 暂时还没有找到打开他的地方 而且还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金属材质的 叶院长 我初步推断 这应该就是外星飞船 旁边的科学家 给叶北仔细地说明着目前的情况 听着他的话 叶北根本来不及给他一点回应 因为此时此刻 隔着十几米的距离 站在洞穴的边缘处 叶北已经看到了 这个金属表面刻着的诸多蚊子 那些蚊子在叶北的眼中 清晰无比 让他无比的震惊 准备绳索 放我下去 叶北仔细地盯着露出来的金属表面 看了足足十分钟后 突然回过头对着身边的人说道 他这话让几人面面相去 没有人敢就这样让叶北下去 毕竟下面那个东西 可是个未知的存在 放我下去 这是我的命令 叶北再次开口 这次的话语名显比之前中了许多 早在前天 薛元洪武就已经向全球 宣布了叶北的新身份 所以在场的几人犹豫几秒之后 只能听从叶北的命令 开始准备下降工具 几分钟后 叶北绑着绳子 缓缓地从洞穴边缘垂了下去 在他双脚落在金属表面的时刻 一股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 上面的科学家和勘探队员 紧紧地抓着叶北的身子 神色紧张地 看着他在上面漫步走动 叶院长 你小心点啊 有人大声地朝着叶北喊道 但叶北根本无暇回应 而是慢慢地蹲在地上 看起了上面的文字 这艘金属飞船的 表面上刻着许多的文字 叶北一行一行地扫过 无比清晰的含义 在他的脑海中就显现了出来 恍惚之间 叶北感觉自己的母语 并不是汉语 而是外星语言 这所有的文字 他每一个都认识 比自己看汉语 还要明了得太多太多 昆仑祖星的最后一把钥匙 就藏在飞船之中 拥有昆仑血脉的族人 可以看懂文字 开启飞船 找到联系祖星的方法 顺着飞船表面上 刻着文字所描述的意思 叶北在上面 按压着那些奇奇怪怪的文字符号 在几十个文字 被逐一按下之后 下一秒 飞船的金属表面中心位置 一个五米长 三米宽的金属块 猛然凸起 这一幕看得在场的 所有人都一惊 有人甚至一把拉紧 绑着叶北的绳子 想要将叶北立马拉上来 却被叶北大声地喝止了 看着眼前的这个金属大门 叶北感觉自己的灵魂 都在颤抖 我是昆仑族人 叶北一步一步地 向着那个凸起的大门走去 心中暗自追问 那简简单单的几句文字 让叶北心神俱正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所谓的昆仑族人 更不知道什么昆仑族星 在夏国 昆仑就是一座山脉 是山海经中 无数神仙精怪所在的地方 属于上古神话中的神仙秘境 但这些都只是神话传说 跟这外星飞船 能有什么关系 叶北还没有想到这里 他只是 惊叹于自己的身份 死灵文明的人 说自己是桃花源不足的血脉传承者 有相当高的智慧 但现在 他似乎多了一个新的身份 那就是神秘的昆仑族人 联系祖星的方法 难道他也是来自遥远星系的文明 叶北有些疑惑地 看着上面的文字 站在原地思考 在仔细地确认了这些 对自己不会有害之后 叶北这才看向了大门上的文字 将手掌置于门上 开启飞船大门 叶北看着这句话 下面那个巨大的手掌凹槽 一眼的疑惑 整个手掌凹槽 起码有四十厘米长 远远比人类的 要大上好几倍 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凹槽是这样的 但叶北 还是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将手掌贴在了凹槽之中 下一瞬 凹槽猛然收缩 变成了跟叶北手掌同样的大小 紧接着 一阵刺痛从叶北的掌心传来 痛苦的感觉 让他猛地向后一抽 将手掌从凹槽中一把拔了出来 叶北皱着眉头 下意识地看向自己的掌心 鲜红的血液 从掌心中的一个小孔流出 不过伤口并不大 就像是被针扎了一样 用手压住伤口 叶北再低头看向大门 只见大门的手掌凹槽中 一滴鲜血正在缓缓被融入其中 两秒钟后 手掌凹槽消失 接着 突出的金属大门就开始向着内部陷落下去 身份确认成功 昆仑祖星女娲族人 圣地血脉 飞船最高权限已经开启 一道空灵的声音从飞船中传来 在溶洞中回荡 让在上面看着叶北一同操作的众人 全部神色无比的震惊 他们亲眼目睹了 叶北在这里所做的一切 此刻 听着飞船中传出来的声音 看着站在飞船上的叶北 每个人都震惊到了极致 他们虽然听不懂 这话语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他们知道 叶北刚刚打开了飞船的大门 而此刻站在飞船之上的叶北 看着开启的大门里面 一片的漆黑 神色无比的凝重 可就在他准备迈步 踏入其中时刻 突然 一道鬼魅般的身影 从飞船之中疏地窜出 一股来自地狱般的死亡气息 从叶北心底猛然升起 隔着护目镜 叶北看着从飞船大门中窜出的绿色身影 瞳孔猛然收缩 这正是他在视频中看到的那种蜥蜴人 身体和人类相似 但蜥蜴般的脸 让人还是感到一丝害怕 蜥蜴人的速度奇快 像是一道箭矢一样 瞬间就闪现到了叶北的面前 闪着寒光的指甲 足有四五厘米长 从叶北的脖梗之间猛然划过 速度之快 叶北甚至都来不及反应 更不用说做出闪躲的动作 而上面的几人 同样还没反应过来 蜥蜴人的速度快得 让他们的大脑都还处在当机状态 等他们反应过来之时 蜥蜴人已经对着叶北 连续发动了好几次的袭击 后面的几次攻击 叶北虽然下意识地向后闪躲 但面对蜥蜴人的速度 根本就无济于事 他那长长的指甲 从叶北的脖梗尖滑过 金属摩擦的刺耳声音清晰可闻 若非特制的纳米护甲硬度极强 此刻的叶北 恐怕已经血流如注 当场暴毙了 眼看对叶北几次攻击无效 蜥蜴人嘶叫一声 就要换方式进行攻击 但下一秒 剧烈的枪声猛然响起 五六名士兵站在洞穴边缘 直接朝着蜥蜴人快速开枪射击 哒哒哒哒 子弹在密闭的空间中飞过 精准地命中了蜥蜴人飞奔的双腿 凄厉地叫声从他的口中发出 墨绿色的鲜血 建设在银白色的飞船表面 还未等士兵们开枪将其射杀 一道道身影接二连三地从飞船大门中窜出 他们的神色全都相当的凶恶 几个蜥蜴人毫不犹豫地朝着士兵冲去 而另外的几个则朝着叶北 发动了凶猛的攻击 不过 面对士兵们的急火射击 蜥蜴人根本就无法靠近叶北分毫 在短短几秒钟的交战之后 蜥蜴人就做出了新的决定 纷纷开始向后撤退 看到这种情形 叶北立马喝停上方士兵的全力开火 原本封锁他们退路的枪火消失 蜥蜴人们扭头看向叶北 隔着护目镜 叶北看着眼前这些造型怪异的蜥蜴人 来不及整理情绪 直接开口说了起来 我是昆仑祖星女娲族人 掌控着这艘飞船的决定控制权 之前的事情 人类可以当作一场误会 但你们必须立刻停止对我们的偷袭 现在的蓝星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事关蓝星上的所有生物和种族 这场危机想必你们也已经有所察觉 我们只有谈判联合 才有可能争取到一线生机 否则 蓝星毁灭之日 不管是我们人类 还是你们蜥蜴人族 都将一起灰飞烟灭 将我说的这些话 带给你们的首领 如果可以 请看明天早上来这里进行谈判 我们之间可以达成和平联合的协议 叶北用昆仑族的语言 一口气将自己想说的话 全部都说了出来 他不知道蜥蜴人能不能听得懂这些话语 不过 看蜥蜴人的样子 自己的这些话应该没有白说 叶北的话音落下 几个蜥蜴人看了叶北几眼 随后 拖着被击伤的队友 从飞船大门中一跃而下 重新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而几个士兵也心惊肉跳地 将叶北快速地从飞船表面拉了回来 这场战斗爆发的太过突然 让他们都相当的惊慌 好在叶北佩戴的护甲强度足够高 要不然 今天可真的就出了大事了 重新回到洞穴之中 叶北看着飞船上的大门缓缓地关闭 转身离开了这里 一众士兵紧紧跟随 这一次 他们是真的被吓到了 一路通过升降所从地底回到地面 叶北摘掉保护岩石的护甲 再次呼吸到了外面的空气 得到消息的轩辕红武等人已经赶了过来 围着叶北看了两圈 确认他没有受到伤害之后 这才放下心来 你真的吓死我了 没想到这些蜥蜴人居然敢直接偷袭 轩辕红武说着 神色立马就变得愤怒了起来 让我派兵直接将他们全部绞杀了 听到这话 叶北却连连摇头 还不能杀他们 这些生活在地底的智慧生物 与人类秋毫无反 本来就是我们侵入了他们的领地 才招来他们的反抗 而且这些蜥蜴人 居然能够自流出入飞船 或许他们身上 有我们需要了解的东西 我已经邀请他们 明天早上在地底进行谈判了 等谈判结束后再看吧 将自己的想法和决定全部说完 叶北转身坐上车子 直接重回空天基地 留在原地的轩辕红武 听着叶北的话 由于片刻还是选择了等待 毕竟 现在的情况 除了叶北这个通晓科研的天才之外 下国无人可靠 在旁边的陈安武此刻 正满脸怒火的训斥面前的几十名士兵 这些人全都是吩咐下去保护叶北的 但没想到 他们居然让蜥蜴人对叶北发动了数次攻击 才反应过来开火 这种事情让他无比的恼怒 下国最顶尖的士兵 王中的兵王 你们这些废物 还有资格被人这么称呼吗 下安部要的不是废物 要的是能够保护首长的精英 今天如果不是特制护甲 叶院长不知道会出现多么危险的情况 你们的反应速度能不能再快一点 如果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们就等着从下安部被除名吧 明白吗 陈武安怒声骂道 现场的士兵们一个个神色愧疚 在他话音落下的时候 全部都神色严肃地朗声回应 明白 他们的心中同样的自责和难受 而就在地面上一切结束 施工继续有条不紊的进行时 地底深处 几个蜥蜴战士正跪在一个宽敞的大堂之中 对眼前王座上的一个巨型蜥蜴人 汇报着刚才的情况 他们的话音虽然间隙 但依然听得出来 他们使用的正是昆仑族的语言 而坐在王座上的三米多高的巨型蜥蜴人 听着下面人的汇报 脸上的神色开始有了些变化 尤其是在听到叶北的女娲族人的时刻 一双忧虑的眼睛中 细长的瞳孔骤然一缩 第二天清晨 在大量士兵的簇拥下 叶北身着护甲 重新来到了地底深处 不过这一次踏上飞船的 并不只有叶北一人 还有大量全副武装的士兵 所有人跟在叶北的身边 时刻保护着他的安全 开启飞船大门 落在飞船表面 叶北这一次并没有在将手伸的凹槽之中 进行滴血验证 而是直接开口下达指令 他的口中说出的 全是现场的众人听不懂的话语 但好像是言出法随一般 随着叶北的话音落下 那道巨型大门就立刻打开 进 士兵队长打开步枪上的手电筒 摆摆手让几名队员 率先踏入了飞船之中 叶北则紧随其后 而在众人进入飞船的下一秒 一股寒冷的风立刻就从里面袭来 让前面的队员立刻抬起枪 向着四周警惕地查看 同时停下脚步护在了叶北深周 开启所有灯光 叶北再次开口 说出了一串奇怪的语言 下一瞬 耀眼的光芒立刻在飞船之中亮了起来 眨眼之间就将整个飞船照得透亮 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显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果然如此 看着一切都随着自己的言语而发生 叶北的心中一喜 昨天晚上回去之后 他就仔细思考了一切 自己既然拥有了最高权限 那应该就可以控制飞船所有的一切 今天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果不其然印证了他的猜想 站在飞船的入口处 叶北看着不远处 十几个通体绿色的蜥蜴人 心中已然明了 自己昨天说的这些 他们应该是听懂了 放下枪 我们是来和谈的 看着一脸紧张的士兵们 叶北淡然地开口说道 听着他的话 所有人都慢慢将枪口放下 但目光依然警惕地 看着对面的蜥蜴人 我要借你们的首领 缓缓地走向前 叶北扫视着在场的所有蜥蜴人 诉讼地说道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一个高大的身影 缓缓地出现在一众蜥蜴人的身后 这个蜥蜴人 足有三米多高 体型相当巨大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人 叶北都得扮仰着头 看这个巨型蜥蜴人 在场的一众士兵 看着这个体型巨大的家伙 心中多少都有点震撼 他们是怎么都没想到 地底深处会有这样的存在 看着眼前这个巨型蜥蜴人 向着自己一步步靠近 叶北稳住自己的心神 双眼淡定地看着他 没有丝毫的慌乱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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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蜥蜴人紧紧地盯着叶北 一瞬都未曾挪开 向着他越来越近 终于 在距离叶北两米的地方 停下了脚步 高大的身躯 让他不得不低下头 看向叶北 两人的双眼 在不足三米的距离内对视 目光交错之中 蜥蜴人的神色猛然变化 接着 扑通一声直接单膝跪倒在了地上 昆仑祖星西山族 奴守西折 叩见圣者 三米多高大的巨型蜥蜴人 声音厚重 说着只有叶北能听懂的话 脸上的表情无比地诚恳恭敬 跪倒在叶北脚下的样子 就像是奴隶跪拜自己的主人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在场的所有人 全部都傻了眼 众多士兵一脸猛逼地看着蜥蜴人 同时也满脸不解地看向叶北 不知道叶北到底是了什么魔法 仅仅一个照面 蜥蜴人的首领就直接跪了下来 这种震撼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而叶北看着这个巨大的家伙 突然跪在自己的面前 同样匪夷所思 自己之所以神色从容 眼神坚毅 是想在接下来的谈判中不落了下风 但他万万没想到 谈判都还没开始 这家伙就是跪了 昆仑祖星西山族母守西折 圣者 叶北心中回味着 刚才巨型蜥蜴人说的话 快速地分析着他说出的信息 昆仑祖星自然是不必多解释了 后面的自称 告诉了叶北 他属于西山族 而且还是西山族的奴手 名字叫做西折 至于这个圣者 叶北立马就联想到了 之前开启飞船时听到的话 圣地血脉 看来自己的身份 应该是跟这个有关系 叶北的心中略一思索 就有了头绪 不过现在的他 还来不及仔细地去分析其中的逻辑 而是看向了跪在自己眼前 这个名为西折的奴手 带领你的族人与人类一起共进退 否则 西山族毕灭 叶北的神色严肃 诉讼地开口说道 是 西折头也不抬 恭敬地开口回应 对于叶北说的话 唯命是从 毕竟 在他的生命当中 血脉里面永远都流淌着 遵从主人命令的血液 越是血脉纯正 就越是无法反驳 这是刻在他们基因之中的存在 就像是羚羊一生下来 就害怕狮子一样 刚才看到叶北的时刻 他的内心 就已经没有了丝毫为抗的想法 起来吧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 圣者有什么要问的 西折都会如实回答 西折缓缓地站起身来 对着叶北说道 看着眼前这个大家伙 叶北沉吟片刻 开口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 你们是什么时候来到兰星的 这些年龄 你们经历的事情 全都跟我说一遍吧 面对叶北的问话 西折点点头 随即立刻开口说了起来 我们是230万年前 跟随圣子范海 来到太阳系的 当时的兰星 还处于非常低等的文明状态 祖星交给圣子范海的任务是 培养出新的智慧文明 将祖星的文明传承发扬 这是祖星多年来常驻的任务 同样也是圣子范海的 第一个A级的星级任务 不过当时的银河系环境复杂 圣子范海经验不足 在侦察之中忽略了一个2.5级文明的存在 而这也为他任务的失败 埋下了祸根 西折回忆着 已经尘封在脑海中百万年之久的远古记忆 一五一十地对叶北讲述了起来 随着他的话语缓缓吐出 一场不为人知的远古故事 再次出现在了世人的眼中 一个多小时后 叶北终于听完了西折的讲述 同时对兰星这230万年以来的所有历史 有了真正的认识 圣子范海来到兰星之后 引导兰兰星上的人类进行文明的发展 在短短几万年的时间里 就建立起了兰星历史上的第一个伟大文明 这个文明在后来的神话传说中被称为洪荒 那是一个由宗教和科技相互交织组成的文明 所以他们的历史史诗带有非常强的神话氛围 一切原本都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圣子范海只需要将文明传承的种子拨下 看着兰星上的文明成功进入二级文明之后 就可以返回祖星交付任务 但事情恰恰在这时出现了变故 随着洪荒文明的快速进展 银河系成为了他们探索的领域 在无尽的宇宙探索之中 2.5级文明的罗那文明 发现了这个存在于银河系的洪荒文明 随后 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大战争随之揭开 作为蓝星上洪荒文明的缔造者 圣子范海指挥洪荒文明跟罗那文明进行激烈的战斗 为了能够得到更大的功绩 范海并没有选择向祖星请求援兵 而是带着只有1.9级的洪荒文明孤军奋战 在足足40年漫长的星际战争中 数颗星球被摧毁 大量的生命在这场战争中陨落 而洪荒文明也在节节败退中 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心中满是荣耀的范海 致死都不肯向祖星求救 在蓝星被罗那文明的尖端武器死寂之光照耀过后 他带着无比愤怒的心情 使用因果律武器将罗那文明彻底荡平在了银河系中 但因果律武器带来的巨大损耗也让他在战争结束之后 很快死亡 而原本1.9级的洪荒文明 在死寂之光的照耀下 绝大部分生命全部死亡 只剩下一小部分人则重新开始了原始的生活 几万年后 新的生命开始在蓝星诞生 蓝星再次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而当年跟随范海来到蓝星的七个奴族 除了西哲和少部分族人躲在地底逃过一劫之外 其他的所有奴族全部死亡 这二百多万年来 他们就一直在蓝星繁衍生活 世世代代的守护 在圣子泛海 遗落在蓝星的飞船下 等待着来自祖星的救援 在这两百万年里 人类文明出现过好几次的发展 其中建造出复活节十项的巨像文明 是洪荒战争结束后最早出现的文明 那时候的人类 还保持着四五米的身高 延续着祖星的基因 但在后来的演化中 因为蓝星引力等各方面问题 人类的身体逐渐缩小 成为现在不到两米的高度 而后面的玛雅文明 亚特兰蒂斯文明等 都属于后时代文明 但他们都在科技高度发达之后 因为战争或者天灾等原因 最终寂灭 二十万年前 最后的三星堆文明灭亡之后 人类再次进入了文明的轮回 直到一万年前死灵文明出现 人类的发展 又一次迎来了外界干扰的加速情况 而传承自祖星基因的桃花源部族 快速崛起 建立了伟大的华夏 后面的事情 全都写在了人类的历史之中 而叶北看到的这所有一切文字 都是圣子泛海 留给他缔造出的文明后代 最后的希望 您的出现是命中注定的 西哲看着叶北 一脸恭敬地说道 只有您能带领我们 重返祖星 获取顶尖的科技 击退死灵文明一年后的毁灭攻击 让蓝星得以生还 人类文明得以延续 听着西哲的话 叶北的星也为之一动 这一场壮丽的远古史诗 让他星潮澎湃 但更让他激动的是 人类似乎有了生的希望 有了跟死灵文明对抗的机会 祖星在宇宙中的位置你知道吗 叶北看向西哲开口问道 奴族不能发展科技 这是祖星的基因铁律 我并不知道祖星的位置 但飞船之中 或许有泛海圣子留下的信息 主上可以找找看 西哲恭敬地回答了叶北的问题 听着他的话 叶北点了点头 这个身形巨大的西翼人 存活了几百万年 见证了一场完整的历史 即使泛海死去 他也没有自主发展 科技建立属于他们的文明 由此可见他说的应该确实都是真的 不论如何 现在还是要靠我们自己 联系祖星的办法还未找到 而且多久能够跟祖星建立联系 也尤为可知 所以 既然你的族群也已经扩张壮大 那就不要折服在地底了 现在兰星上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带上你的族人 加入到人类的军团中一起作战 只有成功地保卫兰星 你们才有机会重返祖星 明白吗 叶北看着西哲严肃地开口说道 他的话语之中带着命令 但却也并非严厉地逼迫 毕竟自己虽然是女娲族人 可究竟能不能彻底管得住这个奴族 他的心里还真没数 现在 更多的还是带着一丝试探 而听到叶北这话的西哲 表情坚定 树长的瞳孔张合间 就毫不犹豫地遵从了叶北的命令 甘夺蝶一年 随后便朝着飞船深处 发出一道奇怪的叫声 几秒之后 在叶北的目光之中 数之不清 绿色魅影 从飞船深处狂奔而来 领队带他们上去 由军方暂时接管安置 从此以后 他们就是我们人类的盟友 上去之后 一定要跟轩原地说清楚 我们的谈判成功了 看着西山族的蜥蜴人全部赶来 叶北对着身边的士兵说道 早就被震撼的五体投地的士兵 立马连连答应 看向叶北的眼神中 带着无比的崇敬和难以置信 随后 立马就带着这些看起来 有些害怕的蜥蜴人走出飞船 向着地面之上走去 片刻时间后 随着是士兵领队率先走出 在他的身后 一个接着一个蜥蜴人跟着走了出来 他们这奇怪的样貌 吓得现场的不少人惊叫连连 这是哪来的怪物 小心 小心怪物 有人大声地叫着 一些士兵更是直接举起了枪 警惕地看着他们一步步走来 一直站在不远处 等待叶北出来的轩原红武等人 看傻了眼 这么多蜥蜴人居然从地底下爬了出来 不要开枪 谈判已经成功了 士兵领队大声地喊着 走在蜥蜴人的前面 带着他们向军部方向走去 所有蜥蜴人 现在都是我们的盟友 请军方暂时接管安置 这是叶北院长的安排 听着他喊的话 在场的众人互相对视几眼 虽然心中难以置信 但看着他们没有恶意地缓慢行走 还是相信了士兵领队说的话 叶北到底是怎么跟他们谈的 轩原红武看着这些拖着肠尾巴 浑身绿色 吸脸人身的生物 震惊不已 能够让他们跟人类结盟 叶北这谈判本领 他还是立刻下令 让军方将蜥蜴人全部带离了这里 数百辆军车 一车接着一车地从地灵开出 载着数以万计的西山族人 进入了人类的军营 而在地下的夜北 看着所有人全部离开后 这才不紧不慢地 向着飞船深处走了进去 这里面的一切几百万年来 从未有过改变 西山族人因为拥有基因血脉的缘故 所以可以自由地进出飞船 不过他们没有轻举妄动飞船中的任何东西 而是守护着这里的一切 等待着新的主人到来 飞船中央非常的巨大 周围都是金状体 中间则盛放着一个直径 足有三米的粗状水晶 从飞船地板直连到天花板上 里面有六个座椅 每个座椅的前方都有一个控制台 最大的主控台在六台座椅的最前方 主控台上一片平整 就像是一个金属平面一样 连一个按钮凸起都找不到 夜北环视着这里的一切 一步步地向着主控台走去 就在他脚步踏入主控台十几米的位置时 突然飞船中心的巨型水晶 猛然亮起 发出淡黄色的光芒 这让夜北下意识地回过头看去 对于这里的一切夜北都是陌生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水晶来构成飞船 他并不知道 此刻沉睡多年的巨型水晶再次亮起 让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早在两百万年前 我们就已经注定了会在这里相遇 就在夜北看着水晶发光之时 突然 一道厚重的男子声音在他的身后响起 这莫名其妙出现的声音 吓得夜北一个机灵 急忙又转身向后看去 在他身后不到五米的距离 一个相貌俊朗 见眉心目 身形高大的男人正低头望着他 男人的身高足有四米以上 体型健硕 看起来非常的具有冲击力 身上穿着的衣服 跟下国古代人的穿着非常相似 锦衣玉袍尊贵无比 看着眼前这个几乎实质的人 夜北的眼中带着一丝警惕 不错 是个有智慧的小子 男子左右踱步 仔细地观察的 眼前身高只有一米八的夜北 微笑着赞赏道 简单地看了几秒钟 夜北这才看出来 他是全息投影出来的人像 不过 这种全息投影的技术堪比真实 如果不仔细地留意光影 几乎都无法察觉到 这是全息投影出来的人像 会把它当作实质的人来看待 第1432-5921代 女娲圣族血脉的传承者 告诉我 你的名字叫什么 男人缓缓地转身 坐在了身后同样宽大的椅子上 对着夜北问道 听着他的话语 夜北愣了一下 仔细观察了几秒钟后 大致猜出了对方的身份 我叫夜北 请问你是否就是圣子范海 夜北的花音落下 男人笑了起来 爽朗的笑声在飞船之中回荡 让夜北更加捉摸不透了 我是范海 但你应该叫我老祖 男子收起笑声 但笑着说道 花音落下之后 主控台上突然泛起白光 接着一根水晶 从飞船的四壁上飞来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 从夜北的指尖划过 带走了一滴鲜红的血液 随后便直直地插入了主控台中 夜北甚至都来不及 感觉到手指上传来的痛楚 接着主控台上就白光大作 一个虚拟的显示屏 被投影在了空中 随后 一连串的信息 开始在显示屏上飞快地流动 三秒过后 白光消散 水晶再次从主控台上 飞出插回了飞船的四壁 这时夜北才感到自己手掌上的奈米护甲被割破 中指上被划破了一个小小的伤口 血液被带走之后 伤口转眼之间就已经结了架 夜北抬手看向伤口的时候 伤口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这惊奇的一幕 让夜北心中更加感到震惊 但他的表面上依然严肃淡定 目视前方没有半点的慌乱 而随着显示屏消失 坐在主控台前的泛海 却皱起了眉头 没想到 蓝星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圣族血脉了 才两百万年的时间 传承就落魄到了这种地步了 真是可惜啊 男人收回目光 看向夜北叹了口气说道 一个 夜北自然明白他话中的意思 索性直接开口询问 就是你 泛海没有半点犹豫 就给出了答案 蓝星现在 只剩下你的身上 还带着女娲圣族的血脉 听着泛海的回答 夜北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几天前 他发起了悬赏征集 为的就是能够找到同类 但现在看来 这世上已经没有和他一样的存在了 一想到全世界 只有自己一个人 身体里还流淌着远古时代的血液 夜北的心中 就觉得有些震撼 好像是命中定下的救世主一样 有一股英雄的感觉 从他脑海中生起 不过 仅仅一个念头 夜北就将这些想法 全部都熄灭了 他不是什么救世主 更不是什么大英雄 蓝星要被高等外星文明毁灭了 下国要完蛋 自己要死了 他想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壮观的拯救世界 仅仅只是想让自己活下来 也尽可能的 让亲人和下国都活下来而已 心中想着 夜北看着眼前的范海 开口问出了自己的问题 有没有拯救蓝星的办法 听着夜北的问话 范海煮着下巴回忆了起来 片刻之后才回过神来 死灵文明将会在276天后派出艰星舰来摧毁蓝星及周边太阳系内存在的蓝星文明 人类文明将会在三分钟内彻底消亡 太阳系也将彻底崩碎 从此消失 文明一旦被暴露 那么极大概率会被毁灭或者奴役 这一点人类发现新大陆的时候已经证明过了 他的话音落下 夜北的眉头为之一皱 你如何知道这一切 人类的未来难道真的没法改变吗 二百万年前我使用过英果律武器 窥视过蓝星的未来 范海听着夜北的问话 再次开口说了起来 人类的命运却实会如此走向灭亡 面对3.5级的死灵文明 他们仅仅只派出一艘艰星舰 就轻而易举地摧毁了一切 人类根本没有丝毫地还手之力 但英果律武器之所以强大 就是因为能够为不先知 窥探未来 虽然蓝星对我而言只是一场任务 但几十万年的时间里 我也对亲手缔造出的人类产生了感情 我带领万亿子孙一起跟罗纳文明死战 我跟他们融合在了一起 所以在临死之前 我留下了钥匙 等待一个能够拯救全人类的救世主出现 说着范海的目光看向了夜北 同时眼神之中迸发出一股无比欣慰的光芒 而现在你来了 你出现在了原本历史中本不该出现的地方 所以人类的未来也会有全新的结果 这个结果不是我能预知的 死灵文明最终是否会毁灭所有人类 将在于你 你就是这场劫难中唯一的救世主 范海的花音落下 夜北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他没想到 事情居然会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 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因果律武器 那种科幻小说中才提到过的东西 居然真的存在于宇宙之中 范海用它看到了几百万年后的未来 并用它做出了力所能及的改变 留下了希望的种子 只是这颗种子落在了夜北的手中 而蓝星和人类的未来 也随之落在了夜北的手中 来不及过多的思考 夜北看着范海问出了自己最后的问题 我该怎么做 看着眼前这个不假思索 就将重任担到自己身上的少年 范海脸上露出了相当赞赏的笑容 这是他想要见到的人 他所做的一切 终究是没有白费 我死之前 在蓝星外打造了昆仑须 也就是现在的火星 那里有洪荒文明残余的所有科技力量 以及我从昆仑祖星带来的尖端科技技术 还有联系昆仑祖星的方法 去昆仑须 获取所有的一切 在死灵文明到来之前 做好准备吧 听着范海说完 夜北点了点头 这个跨越两百万年 只剩下意识的人跟自己对话 让夜北心中也颇为感慨 科技的发展给了人另一种永生的可能 这是开启昆仑须的钥匙 范海随手一拨 一枚小臂大小的水晶 就从飞船的墙壁上飞来 在夜北的面前瞬间完成了雕刻 最后 平稳地落在了夜北的手中 去吧 这是你的使命 拿着沉甸甸的水晶钥匙 夜北又看了一眼范海 随后扭头离开了飞船 而在飞船之中的范海 则随着虚幻的投影慢慢地消散 不过 他看向夜北的目光中 带着一丝莫名的希望 那不像是关切人类存亡的问题 而只是关心夜北一人的目光 要是一路从地底重新回到地面 在这短短的两个小时里 夜北的心绪依然发生了变化 他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人 他的身上背负上了更多的责任 站在洞口 夜北看着现场 还在努力挖掘施工的工人们 看着他们挥汗如雨 义无反顾地为下国 为他的一条命令而在所不息时 夜北的心中无比的感慨 他们的命现在就捏在自己的手中 只要夜北选择放弃 那么整个世界都将跟随他的决定一起完蛋 连挣扎的希望都没有 连逃命的路都找不到 夜北 真的没想到你居然谈判成功了 轩缘红武等人已经快步赢了上来 脸上的喜悦难以遮掩 十几个人围在夜北的身边 高兴的都要将他抬起来一样 这些蜥蜴人力大无比 速度敏捷 现在不仅不是我们的敌人 还反过来成了我们的帮手 这简直太让人兴奋了 有了这些蜥蜴人 我们的战甲和战舰的生产速度 将会大大提升 我已经让军部接管了他们 现在已经安顿好了 众人说着 并没有注意到夜北此时的眼神 他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上面 面对强大的死灵文明 青铜号连一张纸都算不上 那些寒铁打造的战甲 连语点都不如 想要争取机会 就只能前往泛海所说的昆仑须 那个中空的火星 才有可能拯救人类 你手里拿的这是什么 一众人喜悦过后 才发现夜北一言不发 陆永平也眼尖地看到了 夜北手中拿着的水晶钥匙 疑惑地问道 他的这话 也将所有人的目光都拉了过去 全都看向了夜北手中的东西 这是开启火星的钥匙 夜北说着 迈步向前走去 转身坐进了砖车之中 开启火星的钥匙 看来火星确实是外星人打造的无疑了 先回最高步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薛元红武看了一眼众人 拉着夜北就先上了砖车 众人纷纷点头 急急忙忙地都坐上砖车 飞速地离开了这里 对于这个神秘的钥匙 以及夜北刚刚在飞船中的遭遇 他们每一个人都无比的好奇 毕竟 这些都是关人类的命运 昆仑祖星 女娲族人 远古神话都是蓝星 曾经文明的残留记录 夜北说出所有的真相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深深的震惊 薛元红武等人 感觉自己的三观都被颠覆了 而且 当他们得知 人类根本无法面对死灵文明的攻击时 心中更加的恐惧 夜北成为了所有人心中唯一的希望 而火星也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 每个人的心中都掀起了惊涛海浪 还有276天的时间 死灵文明的尖星剑就会来到蓝星 人类还能有活下去的机会吗 蓝星两百多万年的历史中 发生过如此多的事情 但都没有留下多少的痕迹 人类太渺小了 没想到曾经霸占几十个恒星系的昆仑文明 数百亿昆仑女娲血脉的人 只剩下了你一个 3.5级的死灵文明 真的让人感到有些窒息 众人回味许久夜北的话语 忍不住感叹出声 事情发展到现在的这种地步 已经完完全全地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什么至高者 什么至尊 全都不重要了 现在全世界唯一的希望 就是夜北 就是这个十九岁的少年 夜北 我们能相信 那个叫做泛海的外星人的话吗 看着夜北 薛元洪武开口问道 他是真的被这件事给吓到了 现在看来应该是完全可信的 夜北的面色凝重 沉沉地点头说道 泛海只剩下了意识体 他的生命早在两百万年前就已经死去 他说过的一切 我都细细地揣摩过 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而且 不管究竟如何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打开火星中的昆仑须 将所有尖端技术全部吸收 尽快提升我们的科技水平 嗯 我赞同 薛元洪武神色诉讼的点头 先应对过死灵文明的这场劫难 我们才有机会谈以后 在场的其他所有高层 全部都点头赞同 随后 各方面都没有迟疑 在进行了最严密的准备之后 第二天一早 夜北就乘坐上半驱律飞行器 在急速之中飞向了火星 火星上的太空军基地 早就已经做好了迎接准备 经过这些时日的发展 现在的太空军基地 已经相当庞大了 除了采矿量提升了数十倍之外 大量的稀有资源 也被发掘了出来 下国的黄金储备 稀有元素储备大大增加 而且 半驱律运输器也逐渐完工 每次最多乘坐300人进行星际往返 太空军的规模 也在这些天里逐渐扩大 现在留守火星的太空军 足足有24万人之多 因为资源的充分 蓝星上 下国的建设 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 大量的机械战甲开赴全球 在各国进行维和驻军 沿海地带 两极地区 海洋中心等诸多地带 都被下国进行统管 世界各国也都在新条国覆灭之后 被下国百般爱戴 全球统一使用货币 全部转变为下源 所有贸易中心 都几乎转移到了下国 整个世界 都在这次战争之后 围绕着下国为中心运转 而有关外星人的事情 也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讨论得越加激烈 叶北的悬赏令 虽然已经失去了意义 但仍然还在继续中 因为叶北并不完全相信泛海的话 毕竟 蓝星上或许真的有奇迹存在呢 就像自己一样的人 低调地生活在普通的小山村 从未被人所发掘 九分钟后 半驱律飞行器 缓缓停靠在了火星的北极勘探点 这里的勘探点 已经被挖开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甚至加装上了简易电梯 在地下五公里的地方 就是那层被发现的 钛合金金属层 叶北从飞船上走下 穿戴着特制的宇航服 手中拿着被用莫名手段 雕刻出的水晶钥匙 在几十名顶级士兵的前后 护卫下城坐上电梯 向着地底伸出进发 几分钟后 电梯在钛合金金属层上停下 叶北看着刻有三行文字的金属层 缓步踏了上去 虽然他现在只是踏在这一小片区域 但其实他的脚下 是整个昆仑须 足足一个星球大小的人造产物 简直震撼地 让人喘不过气来 叶北不知道 泛海是怎样造出这样的庞大的东西的 但能够用几万年时间 就从一颗低等爬行的生命星球上培养出1.9级的智慧文明 可见他的实力非同小可 没有多想 叶北将手中的水晶钥匙 缓缓地插在金属表层 随着金属表面产生一丝丝的波纹 水晶棒被一点一点的吞噬进了金属层中 接着 叶北脚下的金属表层开始光芒大作 像是获得了某种能量一样 叶北明显能够感觉到 这颗星球活了起来 昆仑须 开启 叶北口中说着 旁人听不懂的古傲三言的话语 下一秒 一道巨大的裂缝在他的面前打开 金属表层向着两边缓缓裂开 足可以通过一艘百米巨大飞船的通道被打开 现场的所有太空军士兵都被这场景吓了一大跳 一个个紧紧地护在叶北的周围 心中振战不已 仅仅只是一个开门的场景 就壮观地让他们一眼震撼 他们都不敢想象 这巨型星球的内部 又会是怎样超乎想象的存在 看着大门打开 叶北缓步向前 谨慎小心地踏上了进入昆仑须的第一个台阶 在他的前后左右士兵们紧紧地跟随着 手电筒的光芒射向昆仑须的内部 根本看不到边境 那一束束光芒在无边的黑暗之中 显得那么的孤寂 而随着叶北的脚步踏上昆仑须的第一个台阶 内部立刻就传来一道空灵的声音 圣子降临 昆仑须开启 随着声音出现 整个昆仑须内散发出一股柔和的光芒 找不到这光发出的地方 但整个昆仑须内部都被映照的通亮 叶北的目光向着远处看去 足足六千四百公里的直径 肉眼看去无边无际 就像是一只蚂蚁进入到了篮球之中 空旷地让他都有些怀疑这个世界 而就在此时 一道光芒在所有人的眼中闪过 向着叶北的方向急速而来 院长小心 领事小心 几十名士兵在看到光点的瞬间 立刻闪身到叶北的前面 手中的武器举了起来 将叶北团团地保护在了中心 但叶北却没有半点的紧张 在他看来 所有的防卫力量都是虚设 如果高等文明打算伤害他 弹指之间就能让在场的所有人灰飞烟灭 人类手中的武器 对他们无法造成丝毫的威胁 而且 他相信范海所说的 昆仑须既然是他创造出来的 那自己这个女娲血脉的传承者 肯定是不会受到半点伤害的 果不其然 一秒之后 叶北的眼前一个三角形的飞行器 稳稳地停了下来 随后 从上面居然走下来一个人模人样的生物 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士兵都捏了一把汗 紧紧地握着手里的武器 不敢放松嘶吼 参见圣子 请圣子乘车 这个与人类几乎相同的男人 对着叶北攻声说道 攻下身子 伸出一只手对叶北礼貌的邀请 虽然不知道 这地方怎么还会有人存在 但叶北也没有在犹豫 而是让士兵让开一条路 走了出去 顺着台阶踏上了那辆三角形的飞行器 都回去吧 叶北转头看着身后一众不知所措的士兵 摆摆手说道 随后 招呼男人上来驾驶飞行器 面对叶北的命令 士兵们愣在原地 他们想要不答应 好像也没办法 只能看着叶北在眨眼之间消失在了眼前 坐上飞行器 昆仑须立马就变得小了许多 想去哪里 只需要一个瞬间 就能够到达昆仑须的任何地方 这种操作着实让叶北感到惊叹 这已经是彻底掌握了时空的能力 远远超过了刚刚进入星际旅行 还在使用虫洞的星际文明 昆仑祖星是五级文明 叶北看着驾驶飞船的男人 开口问道 祖星确实是五级文明 能够随意地穿梭时空 到达任何想要到达的宇宙地点 男人微笑着开口 语气还是一如既往的恭敬 坐到了身边 叶北这才发现 男人并不是真正的星号星号取巧 而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只是采用了纳米技术 外表做得看起来相当真实而已 介绍下昆仑须内部的结构吧 最好拿张地图给我 面对一个机器人 叶北也是毫不客气地开口下达命令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顿时机器人就从衣服中 取出一个大拇指大小的小方块 递到了叶北的手中 叶北轻轻一捏 小方块就立马浮在空中 投影出整个昆仑须的所有内部情况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蓝星移一样 叶北随手旋转 放大缩小 点击解释 全部一应俱全 看着这个小玩意 叶北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有趣的笑容 范海说过 昆仑须中包含有昆仑文明 所有留存下的科技设备 而且还有祖星的科技技术 这些对于叶北而言至关重要 他们都是能够直接作用到蓝星身上 用来跟外星对抗的力量 不过现在他还不着急去 查看这些科技设备 最先应该去做的 是立马联系昆仑祖星 想办法向他们求援 毕竟一个强大到彻底掌握了 时空技术的五级文明 面对三点五级的死灵文明 那根本就不在话下 翻看着地图 叶北口洞 输入指令搜索 立马就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取南天门 叶北话音落下的瞬间 光影闪烁中 周围的环境就已经变了样子 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相当巨大的陆地 就像是悬浮在空中的冰盖一样 雪白一片 陆地中央陈列着一个六边形的巨大发射器 足足有一座大厦那么巨大 陆地上晶莹剔透的水晶散落满壁 整个陆地全部都是由水晶组成的 在光线的反射下 看起来一片雪白 叶北看着这个巨大的发射器 翻身从飞行器上走了下来 身体非常轻盈地落在了地面上 整个人感觉就像是真的来到了云顶之上的南天门一样 引力的束缚微乎其微 在六边形发射器的下方 每一个边上都有一个六边形的柱状凹槽 叶北知道 这是用来放置水晶的 在这两天的研究中 他也发现了昆仑文明的奥秘 那就是 他们很大一部分的能源 几乎都是由这些神秘的水晶提供的 这些水晶蕴含的能量相当巨大 远远超过数个核电站加在一起 同时运作一天产生的能量 要不然 那个小小的水晶钥匙 也无法这么简单地驱动整个昆仑序的开启 看着地上到处都是的水晶 叶北学着泛海的样子 脑海中心面一动 随手在空中一波 下一秒 地面上的六根水晶居然真的飞起 随后直直地插进了凹槽之中 这一幕即使是叶北 都感到有些神奇 这种远超人类科技的操控方式 用人类的话说 就是隔空取物 就是特异功能 属于传说中的存在 但在这里 却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现实 随着六根水晶的放置 巨大的发射器 突然开始发出白色的光芒 紧接着 发射器顶端的发射口 开始积蓄起了能量 一团白闪闪的光芒集结在一起 在几秒的引导之后 猛然地激发而出 没有叶北所想的贯通天地 光芒直插天井 那白色的光芒只是一闪 就莫名其妙地消失在了半空之中 信号发射器随之 再次重归平静 而六根水晶 也从凹槽之中被弹了出来 此刻的它们 已经变成了灰黑色 原本晶莹剔透 蕴含着能量的水晶 此刻握在手中 冰凉无比 看着信号被发射出去 叶北翻身做上了飞行器 准备再次去看其他的东西 而就在这时 他的眼前一道剧烈的白光再次出现 耀眼的白光照得他 不由地遮住了双眼 等到光芒减弱 叶北这才眯着眼睛 看向了前方 从开启信号发射器 到白光出现 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叶北看着眼前投影在信号发射器上空的人影 相当地惊叹 这个巨型的人影 看不清面貌 像是蒙在雾中一样 但身形看起来跟泛海一样的巨大 只不过此刻投影在空中 就变得更加庞大了 足有百米高大 宛如一尊神佛 侍女座超新戏团 银河戏 猎户座悬壁 太阳戏第三环 这里是泛海执行任务的地方 泛海呢 巨大的人影 看着站在地面上渺小的叶北 缓缓地开口问道 这是一个女声 听起来非常的鹦鹉 像是一个女战士一样的感觉 泛海已经死去两百万蓝星纪念了 叶北看着对方 慢慢开口说出了答案 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 但看这个样子应该就是祖星的人了 只是没想到信号求助居然如此之快 这远远的超乎了他的想象 可能那道光柱刚才射出之后 猛然消失在空中 大概率就是通过某种时空技术 在极短的时间内 直接传达到了想要传达的地方 毕竟祖星文明是五级的时空文明 能够在本宇宙的任何地方随时出现 而且还具有因果绿武器这样强大的存在 能够知晓过去未来洞察很多的事情 此刻以极快的速度通过光影传达信息 确实毫无难度 死了 女人有些惊讶地开口 显然她并没有料到这样的结果 但沉寂了几秒钟后 她就再次恢复了正常 随后 虚幻的影子随手一招 一根水晶就再次从地面的平台上飞起 从叶北的手指上划过 带走了一滴血液 几秒之后 女人淡然地开口 语气跟泛海极为的相似 泛海的第14325921代后人 还带着最精纯的圣族血脉 告诉我 你的名字 而叶北却根本来不及跟她废话 在水晶划过手指的瞬间 一把就捂住了自己的手指 她的宇航服被划破了 叶北脸上的轻筋暴跳 使劲地用力按压住 捏住自己宇航服被划破的地方 生怕自己在这里葬送了生命 但人影看着叶北的样子 却笑了起来 这里的空气跟蓝星相同 你用不到这身简陋的宇航服 听着这话 叶北有些梦了 抬头看了两眼女人 随后半信半疑地松开了一点自己的手 果不其然 宇航服并没有发生任何的泄露 只是氧气瓶的气压 发生了一点变化 祖星的生存环境跟蓝星类似 都属于炭机生物 所以 泛海打造这方圣地的时候 用的也是蓝星的大气环境 女人看着叶北 小心翼翼地取下面罩 呼吸这里的空气 耐心地解释道 看得出来 她对于叶北 还是很有好感的 或许是因为她从叶北的血液中 也或许是因为她带着泛海的圣族基因 不过不管怎样 现在的这种感觉 让叶北舒坦了不少 而叶北不知道的是 此时此刻 火星的极地洞口处 太空军里的技术人员激动了 因为大量是和人类呼吸 与蓝星空气相似的气体 在源源不断地 从叶北缸踩进去的缺口处涌出 周围小范围内的环境温度 都开始发生了变化 随着气流的快速涌出 小范围内甚至开始出现 蓝星才会有的大气现象 这种场景让整个太空军为之震惊 几十名科学家 全部赶来火星基地进行研究 不少人都觉得火星要活了 而且还把这一切的原因归咎于叶北 但此刻的叶北 正站在昆仑须中 看着虚幻的女人回答她的问题 我叫叶北 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虽然知道 眼前这个人应该比自己的地位高得多 但叶北还是不卑不亢地开口询问 他可不是那种 求人就要给人跪下的 他不仅要站着 还要让人家来帮自己 你是我女娲一族的后代 称呼我为圣祖即可 女人的话音落下 叶北的瞳孔都为之一缩 他没想到 自己一个求员信号 引来的居然是女娲 在跟范海的聊天中 他很清楚地知道女娲的身份 昆仑祖星总共有两个神地 由女娲和福西分别管理 他们都属于是祖星文明中 最顶端的管理者 原以为祖星会派个差不多的人来援助 没想到 一来就是女娲圣祖 这属实给的面太大了 范海的离去我很难过 但既然他能让你联系到我 就一定有其中的缘故 说吧 有什么事情要寻找我的帮助 女娲也没有废话 直接开口主动问起了叶北 听着这话 叶北也没多犹豫 立马就开口说了起来 将之前跟范海说过的事 又再次给女娲讲述了一遍 希望得到女娲的帮助 但听完这些 女娲却摇头了 祖星现在没有援助你的能力 前线战士吃紧 我无法帮助你 女娲的声音有些低沉 但却拒绝得毫不留情 这让叶北的心顿时就咯噔一下 祖星正在发生战争吗 叶北皱着眉头开口问道 虽然无法想象 这些高等文明之间的战争是怎样的 但以祖星五级文明的实力 难道救救不了他们 只需要派出 哪怕一艘小型舰船 就能够打消死灵文明的进攻啊 她不理解 女娲看着叶北 像是看出了叶北心中所想 缓缓地开口解释 不是帮不了你 而是不能帮你 如果祖星的飞船在银河系出现过 留下过踪迹 帮助过你们 那么一定会被敌对的赛博坦文明发现 到时候 整个银河系都将面临灭绝之灾 这次面对你的球员 我本体都没有前来 就是怕留下踪迹 被敌人迁怒于你们 深居我的血满 以你的智慧 应该能明白 我说的意思 女娲的话音落下 叶北点了点头 虽然脸色有些难看 但她确实明白 女娲所言 在高等文明的战争之中 随便一个殃疾无辜 一个星系都将毁灭 女娲帮不了人类 却反倒是对人类最好的帮助 不过 人类并非无救 看着叶北神情有些低落 女娲再次开口说道 她的话语 就像是绝境中的希望 让叶北的目光 再次看向了天空上的虚影 范海给人类留下了这条路 说明她已经看过了未来 你是命中选定的那个人 人类未来的希望 势必要寄托在你的身上 女娲看着叶北开口说道 这话跟范海 简直如出一辙 我会留下三样东西给你 希望能够帮你们渡过此间 女娲说着 随手一招 地面上的几十枚水晶 立马浮空而起 向着她的手中飞去 这些水晶在她的眼前爆开 变成一个个能量团 随后以一种奇特的方式 凝固塑形 从刚才的柱状水晶 变成了一个长长的卷轴 女娲一手拿着卷轴 一手向里面注入着某种信息 虽然不明白 这仅仅一个投影 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但叶北也没有打扰 而是静静地看着女娲操作 随着大量的信息 通过她的手传输进卷轴之中 十几秒后 女娲这才停止了她的举动 再次随手一挥 那个能量卷轴 就自动地飞到了叶北的面前 卷轴通体紫色 晶莹剔透 看不出上面有任何的文字 或者符号 但用手触摸 却能明显地感觉到 其中蕴含的强烈能量 叶北的脑海中 只是一个念头 下一秒 手中的卷轴 就变成了一尺大小 看起来就像是一本被卷起来的书 握在她的手中 这是什么 叶北抬起头 看向女娲 疑惑开口 这个手册 记载了大量四级以下文明的科技技术 能够帮助人类文明 快速走向高等文明 同时也能帮助你 尽快地掌握这方圣地 范海在这块圣地的建造上 花费了不小的心思 或许就是她留给你的一份礼物 能否跟死灵文明有一战之力 就看你如何利用这块圣地了 女娲说完 忍不住又感叹一声 希望你不要辜负了范海的一片心意 叶北看得出来 她对范海的爱 只可惜 人死不能复生 她这个思想认知 还处在一级以下文明的人 也没有什么能力来安慰对方 只是深深地点了点头 感谢圣祖 我会珍惜的 这话既是对女娲说 也是对范海说 为了一个任务中诞生出的蛮荒文明 不惜使用因果律武器 甚至为了后人的未来 留下救命的钥匙 和这方圣地 范海真的人之意尽了 你们的时间紧迫 以你现在的思维能力 恐怕有手册的辅助 也难以在短期内 达到三级文明的防御和进攻能力 我再送给你激活血脉的方法 让你身体内的圣族基因 得以充分释放 女娲说着 再次利用水晶 在空中凝固出了一个新的卷轴 但这一次 在她将卷轴交给叶北之前 语气却诉讼了起来 激活血脉 可以让你的身体各方面的能力 突破蓝星人类极限 无限接近于祖星圣族人类的水准 但激活血脉之后 你将会彻底的属于祖星的一份子 你的命 不再只属于蓝星人类 而是属于祖星圣族 说完 女娲才将手中的卷轴 推向叶北 一把捏住从空中飞来的卷轴 叶北低下头尘撕了起来 她从未而想过 有一天 自己的命运 会在宇宙之中辗转 人生十九年 她一直以为 自己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蓝星人 跟所有人都一样 只不过 她更加聪明一些 有理想有抱负 未来会跟前老 元老他们一样 成为国之栋梁 但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骨子里流淌的血 从来都不只是土生土长的蓝星人 里面更蕴含着一个 来自宇宙 未知角落里的高级文明基因 而且 她更加无法想到 自己从二百万年前 就已经注定了 要成为人类的拯救者 这个世界远比她想象的 要复杂得多 这对你而言 并不是一件坏事 看着沉思的夜北 女娲缓缓地开口说道 生物的基因 决定了生物能力的上限和下限 相比起 博杂孱弱的人类基因 祖星圣族的基因 是经过数万代人的 择有演化而来 所有血脉精纯的 圣族族人的寿命 全都在一千万蓝星纪念以上 你体内的圣族基因 因为一千多万代的稀释 早就已经变得 博杂不堪 蓝星上的圣族血脉 之所以只剩你一人 是因为大部分 都在基因的演化中消失了 或者说 丢失了表达能力 只有你还有那么 仅存的一丝精纯血脉 它开发了你的身体 你的颜值 你的大脑 以及你的寿命和运气 激活血脉对你来说 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但 最终的选择权 在你 说完这些 女娲没有再过多地去赘述 而是接着伸手召唤水晶 不过这一次 飞入空中的水晶 远比之前要多得多 数以万计的能量水晶 环绕在女娲的深周 与此同时 整个昆仑须四周的 钛合金金属层上 发射出点点的荧光 金金属层上缓缓的浮线 像是转刻上去的一样 这种奇特的手法 就像是范海给自己雕刻 开启昆仑须的钥匙时一样 只不过 女娲的这种手法 更加的耗大 能够将方圆六千四百公里以内 所有金属表面全部覆盖 在几分钟的字符转刻之后 随着一声冷喝 环绕在女娲深周的 所有能量水晶 全部都消失在了空中 不过一瞬之间 她们就均匀地插在了 昆仑须的金属表层 紧接着 白光大作 整个昆仑须内的温度 都骤然升高了一下 随后 又在极短的时间内 慢慢地稳定了下去 一切都重新恢复了原样 做完这一切的女娲 这才低下头来 看向夜北 如果走投无路 就躲在这块圣地中避难 这是我最后给你的保命手段 利用能量水晶做支撑 足以抵挡死灵文明 全力攻击至少一年的时间 如果那时候 祖星与赛博坦文明的战争结束了的话 我会来帮你 看着女娲做完这一切 夜北重重地点了点头 留下祖星的坐标 如果我们与死灵文明的战争结束 我会主动前往祖星 能够为了一个任务中 诞生出的一群蝼蚁般的生命 浪费这样的时间来做这些 夜北感受得到女娲的关切 只有0.7级文明的人类 在女娲的眼中 又何尝不是蝼蚁 就像是人类神话中的女娲一样 徒手就能创造出 一个又一个的人类生命 就像蓝星上的人类 通过基因的研究 就能人造出克隆羊 人看待杨与蝼蚁合意 女娲眼中的人类 怎能不是蝼蚁 多谢圣族 夜北看着女娲在空中 留下一个光团标记 抱拳说道 她的话音落下 空中的虚影 已经化作点点荧光消散 帮助人类的这份恩情 夜北记得 以后总会还的 低下头 看着自己手中的两份卷轴 夜北拿起激活血脉的卷轴 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P.S. 宝门 这是科幻文 不会休闲 只不过作者君的想象 偏向于跟蓝星联系在一起 就像前文开始一样 很多是你们懂的 而后文进入星际后 之所以用了女娲 圣子 昆仑须等一系列的东西 其实就是将人类神话 跟远古文明关联到了一起 而将远古文明 又跟外星文明 关联到了一起 泛海来蓝星 就是为了传承祖星文明 传承祖星基因 而女娲在祖星 本身就是圣族领导者 所以在泛海 缔造昆仑文明的时候 女娲就是当时人类文明的神 在后续诸多文明的演化中 女娲泛海等诸多祖星的东西 得不到证实 但是又有口口相传的远古时代 和远古战争 所以 女娲她们就是成了神话 就成为了神 至于蜥蜴人 也是其中的一个体现 你们有没有想到 世界古壁画上的狗头人 舌头人 尸身人面 怎么会有这么古怪的生物呢 要知道 泛海来蓝星的时候 带来了六大奴族 他们在远古文明之中也曾出现 属于外星生物 他们也像女娲一样 在后来成为了神话中的一部分 作者均想表达的意思就是 《山海经》中的怪物 所有的神话传说 他们或许并不是神话 而是古文明的残留和体现 另外 隔空取物 这些都会在接下来进行详细解释 这是高等科幻文明的技术 不是修仙法门的神力 15天的时间 在窍无声息 之中流逝 昆仑须之外 所有人一片慌张 夜北已经消失了整整15天 没有丝毫的音讯 太空军组织了数次搜寻 但是都被困在昆仑须的入口处 无法进入 他们看一看到里面的各种设施 但就像是踩在一层透明的屏障上一样 根本无法进入其中 而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 随着昆仑须中涌出越来越多 适宜人类生存的空气 火星表面的环境 在飞速地变好 温度开始快速地上升 不再是那种 零下几十度的冰冻情况 同时 基地中的所有太空军 都可以安全地进行 呼吸火星上的空气 除了还没有绿植河水源 以及动物之外 火星的大气环境 已经无限接近于蓝星了 但此刻的它们 还来不及对火星进行各种改造 所有人都悬着一颗星 期待着夜北的出现 总将雷阵 已经连续十几天 驻守在昆仑须的入口处 方便第一时间观察情况 蓝星上 轩辕红武已经召开了几次会议 想要寻找搜救的办法 但都被太空军证明 无济于事 绝对坚硬的钛合金金属层 根本不是人类能够打开的 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流逝 越来越多的人 心中开始出现 夜北已经意外死亡的想法 只有薛元红武等人 还在坚守着 它们心中虽然无比的紧张 但依然在等待着好消息的出现 而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 这十五天里 昆仑须中 夜北就端坐在 信号发射器下面的地面上 在它的身体周围 大量的能量水晶悬浮 无数的能量 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它的身体 正是这些能量 支撑着它身体中 发生的巨大变化 地面上已经碎裂了不少的能量水晶 它们呈现黑灰色 跟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而随着空中这些能量水晶 逐渐失去光泽 夜北的身体 慢慢地停止了能量的吸收 突然 在一声闷响之后 夜北的双眼猛然睁开 它的双眸变得更加漆黑 一眼看去 就觉得炯炯有神 远远不是以前的样子 而变化更大的 则是它的身体 它的每一寸肌肉 每一寸骨骼 每一个细胞 都经历了千变万化 女娲圣族的血脉基因 彻底在她的身体之中觉醒 握了握自己的拳头 夜北明显能感觉到 自己身体中的力量 得到了质的提升 甚至她都能够感觉到 自己一拳挥出 能够打出多少KG的力量 自己的骨骼 能够承受多大的打击 目光所及 看到的是以前视力的三倍以上 向前跑动两步 肌肉和神经的运作 变得敏捷了太多 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夜北的目光一宁 抬眼看向周围的环境 她感觉到了自己思想认知的提升 感觉到了智慧思维的成长 如果此刻摆在她眼前的 是一个深邃无比的黑洞 或许仅凭格物置之 她就能够解析黑洞起点的诸多信息 这是无法用倍数来衡量的脑力提升 这一刻 夜北才是真正的感觉到了 基因的强大 血脉的强大 她已经彻底地超越了 人类身体所有方面的极限 无限地接近于祖星圣族的能力 这 就是基因的力量 人类现在的科技水平 已经研究到了基因的地步 只是对于基因的了解还很浅 能够造出来一个克隆阳 但还无法决绝 人类细胞端利的问题 但此刻的夜北 却使用了五级文明给予的基因成长 在这短短的十五天里 他就像是炼丹炉里的孙悟空一样 彻彻底底地改变了 脱掉自己身上的宇航服 夜北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对于昆仑旭的连接更加地强烈 好像这方世界已经属于他一样 看着不远处的飞行器 夜北像女娲一样随手一招 飞船立马就来到了他的身侧 以前的夜北 看不懂这种隔空取物的手法 但现在他明白了 他脑海中的一个念头 立马就能被实现 甚至开口一句话 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这种研出法随的现象 现在的他也明白了 这不是神仙道法 这就是最基础的物理科学 就像普通人永远不知道 为什么相隔万里 两个手机之间能够互相通话一样 现在的夜北 已经很清楚 这其中的科学道理了 那就是磁场和立场 夜北脑海中的念头 其实就是神经元造成的脑电波 这些脑电波在出现的时刻 被特定的目标所接收 就会将其表达出来 放在以前 在蓝星的一间普通民房里 夜北并不能够 控制一盏电灯的亮起 因为他说出的话 脑海中的念头 随手一招 这所有的举动电灯都无法接收 自然也就无法呈现出来 但昆仑须中 有特定的设置 当夜北的磁场来到这里 就能够与其发生感应 所以他的脑电波会被昆仑须接收 他的一句话 也被会接收 就像人类的脑机连接一样 先进的脑机技术 在人的大脑上 贴一根线连接到轮椅上 脑海中的脑电波 就能控制轮椅的移动 而更加高端的技术 已经将这根线移除了 就像是两个手机一样 相隔万里 通过电波就能够传达信息 并且完成信息的执行和交流 而祖星的文明 显然已经进化到了更加高级的地步 他们已经将这些 带入到了强大的基因之中 此刻的夜北身上的立场和磁场 已经被放大 并且可以随意地控制 这种强大的力量 让夜北都有些着迷 这不是修仙 这是做这儿八经的科学 是这个宇宙中最基本的法则之一 没有再多坐停留 夜北脑海中心念一栋 一张虚幻的昆仑须地图 就在自己的眼前打开 看着上面所有的地点 夜北选定二百万年前 昆仑文明的遗落之地 选择了移动 下一瞬 闪光之中 飞行器就消失在了空中 仅仅一瞬之间 飞行器就出现在了 昆仑须的另一个地方 眨眼之间横跨几千公里 从飞行器中走出 夜北一脚落在了平台之上 这里也是一层一层悬浮在空中的陆地 上面陈列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每一个都是二百万年前 昆仑文明依留下的老古董 但此刻看起来依然非常的崭新 甚至很多舰船上面 还反射着柔和的光芒 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宝库 所有的一切都是现成的 夜北走近 靠自己最近的一艘飞船 泛海在建造这里的时候 很细心地留下了详细的信息牌 就像是景区里的半人高的牌子一样 夜北随手按下上面的按钮 顿时 有关这艘飞船所有的参数和信息 全部都展现在了他的眼前 甚至如何驾驶 如何使用武器等说明 全部都记载的一清二楚 夜北随意地翻看着 心中还是相当地感叹 昆仑文明只有1.9级 但这艘飞船上搭载的武器 和使用的引擎 已经让他非常的吃惊了 除了常用的激光武器之外 居然还有光丽武器 光丽武器是一种依靠相对论的 艰辛级武器 光丽本身的体积 质量可能不大 但是由于在攻击时的速度 基本上接近光速了 根据相对论原理 这时光丽的质量 已经被放大到恒星级别 所以即使是对恒星 也会产生毁灭性打击 这种恐怖的武器 一旦使用 就能够随意地摧毁一个太阳系 对于星系级以下的文明 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甚至如果能够量产光丽武器的话 星系级文明 都会受到严重的打击 而这还是刚刚摸到恒星级 文明边边的昆仑文明的产物 不过想想也很合理 人类现在不过只是行星级文明 但创造出的武器 已经足以毁灭 一个行星上所有的生物 昆仑文明毕竟还有泛海的加持 能够创造出 毁灭恒星级文明的武器 也毫不为过 学习人类汉语 夜北将手机丢给 驾驶飞行器的 纳米人工智能 开口下达命令 是 人工智能 毫不犹豫地开口答应 学习完成之后 将这里所有的信息牌 全部都翻译成汉语 无法翻译的地方 用相近意思的词语 将所有资料整合汇集成册 带回来给我 夜北再次开口 是 人工智能 也是毫不犹豫地开口答应 这件事对他而言 不过是小事一桩 夜北继续向前行走查看 而身后的男人 已经快速学习完了所有汉语 已经比夜北查看的速度 还要快地开始进行翻译 这个巨大的遗落之地 足足数十层 几十平方千米的存放地上 至少有百万艘的大型舰船 飞船设备 以及各种武器和防御装置 但他的身影 就像鬼妹一样穿梭在其中 眨眼之间 就已经消失在了夜北的目光之中 机械蚊虫 夜北的脚步同样飞快 飞行器在他的脚下快速地移动 就像是一个滑板一样 此刻的他 正停在密密麻麻 一眼望不到边际的 一群黑色机械蚊虫的旁边 目测至少有十万只以上的 机械蚊虫在这里 这些长相酷似机械蚊虫的东西 每一个都有两米的身高 八根爪子看起来普通 但每一根腿上 都隐藏着七八种不同的工具 而且 他们全身上下 足足有三十几种武器和攻击手段 全身由特殊的合金锻造而成 是印度极高的装甲 拥有自主的人工智能系统 飞行速度可达三百千米每秒 而且 还能够跟战士进行机械组合 几秒钟内 就能够跟其他机械蚊虫相互组合 成为一台由战士操控 并且全方位防护战士星号星号的 机械战甲 这个小玩意 看得叶北倒是很感兴趣 毕竟 前不久他才刚刚设计出来机械战甲 但跟昆仑文明创造出的机械蚊虫相比起来 还是差得太远了 标记点 叶北随手调动一枚能量水晶 就在原地设置出了一个标记点 随后 直接向外界接连发送了数条信息 同时感知到 昆仑虚的大门入口被关闭了 也将入口再次开启 这里的所有东西 都不能这么干放着 这都是用来对抗死灵文明最直接有效的装备 自然是要让太空军进来 将它们开出去 带回蓝星 进行研究并掌握他们 使用一台机械蚊虫上的电波装置 发送完这些消息 驾驶飞行器的人工智能也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 返回了叶北的身边 圣子 任务已经完成了 这是汇集的册子 叶北接过男人递来的卷轴 翻身上了飞行器 下一瞬 两人就出现在了另外的地方 这里没有那么巨大的陆地 只是一个小小的金属平台 上面有一个三米多长的柱状水晶卷轴 还亮着光芒 缓缓地漂浮在金属平台的中央 叶北抬不踏上金属平台 一招手 柱状的水晶卷轴 立刻就在空中展开 随后 大量的信息从中展现了出来 这种旁人根本看不懂的技术 此刻的叶北 已经掌握得非常熟练 这些信息其他人自然是看不见的 因为它有祖星特有的加密方式 除了祖星圣族血脉基因中自带的解密能力 任何同级文明都打不开 此刻 叶北的眼中 卷轴上的那些信息像是流动的数据一样 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脑海 血脉觉醒后的他 大脑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存储量 思维能力和智慧更是成倍的增长 但即使这样 面对从未接触过的祖星文明中的超高端科研技术 叶北还是难以理解 不过 随手从腰间一掏 另外的一个卷轴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这是女娲给他的技术手册 拿着手册 叶北对照着里面详细的解释 坐在地上 开始了专心的研究 蓝星上 所有人都还是一片担忧 有新消息了吗 轩辕红武皱着眉头发问 这样的问题这些天 他已经不知道问过多少遍了 几乎每隔一会儿 就会过来问一次 随着叶北失联的时间越来越长 他的心中就越来越不安 陆永平也是茶饭不思 整个人的身体很快消瘦了下来 叶北不仅是下国的顶梁柱 更是下国的旧星 没有他 以现在人类的智慧和能力 面对死灵文明的进攻 必死无疑 而就在众人担忧之时 火星上 总将雷震叫停了 将叶北的信息传达到蓝星去的行为 给地面上的人类一个惊喜 也给他们一个惊吓 在没有遇见真鬼之前 半鬼去吓吓大家 才能激活大家的动力 雷震看着眼前的将士 大声地说道 现在 听我的命令前往昆仑须 开启舰船驶向蓝星 在一片威武的应答声中 十几万将士 暂时丢下手中的工作 全部做上半驱律运输器 进入了火星内部 昆仑文明的遗落之地 在短短几分钟里 就变得无比热闹 所有太空军的将士 面对如此多的高科技舰船 一个比一个激动 有了汉语的注视 他们也能看得懂 这里面的一切 不一会儿的时间 数艘飞船就接连起飞 从昆仑须中飞出 向着蓝星平稳地驶去 蓝星上 世界各国都还安然地生活 有关外星人的议论 正在愈演愈烈 全球民众都已经陷入了 对于外星人的狂热之中 电视台的节目 已经从之前的娱乐综艺 转变成了科幻讲座 甚至 再有无外星人 人类是否应该和外星人 取得联系等问题间 出现了各种世界级的辩论赛 数十亿民众沉迷在其中 根本不知道此时此刻的蓝星 正在经历死亡倒计时 但今天 雷震就打算给他们上一刻 随着轰隆隆的巨响 一道道庞大的身影 进入蓝星大气层 这些恐怖的存在 在第一时间 就被卫星捕捉到了 一时间 惊恐的声音 响彻数个国家的航空航天地面 指挥中心 再逃一层捕捉到 外星舰队的信号 情况紧急 立刻联系之高者 出大事了 数万艘星际战舰 这到底是哪来的外星人 难道这是上一次北极的光柱 召唤来的存在 他们该不要攻打我们吧 随着消息的快速传递 世界各国的制高者 以及世界联合会 全部紧张了 在前方的三艘星际母舰 光体型就有两个青铜号那么巨大 在它的身后 还有上百艘十几公里巨大的行星舰 以及数不胜数的各类战舰 这所有的一切 从天空中向着蓝星而来 光是密密麻麻的红点 就占据了整个雷达 此刻 从天际降下 挤破云层 出现在世人视野中时的震撼程度 可想而知 铺天盖地的黑影 眨眼之间 就遮盖了大片的陆地 无数的民众抬头向着天空望去 恐慌在心中飞速地蔓延 大量的电话 从各国打给了轩辕红武 面对如此恐怖的存在 他们只能依靠 拥有青铜号的世界最强国 甚至 关于外星人的事情 他们也是一无所知 全部都要询问下国如何行动 这种自然的依靠 让下国在不知觉中 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心底的巅峰 但此刻的轩辕红武 却比他们更加的惊慌 因为他已经将这些舰队 认成了死灵文明的力量 启动全国所有武器 准备反击 轩辕红武咽了口唾沫 下达命令 全球各国眼看下国做出举动 纷纷效仿 一时之间 天空中的舰队 还没有丝毫的行动 整个世界就已经剑拔弩张 做好了死战的准备 大量的战机起飞 在空中盘旋环绕 舰队开始靠近大陆 所有武器全部打开 雷阵站在一艘星际母舰上 高科技的雷达 已经显示出了 蓝星所有击火的重型武器 这种效果 让他不由自主地笑了出来 这就是他的目的 惊吓人类 让整个世界都绷紧神经 只有这样才能给未来的夜北铺好路 毕竟人类向来都是愚昧的 如果夜北突然说 蓝星即将毁灭 呼吁全球民众 一起为拯救自己而出力 那除了下国民众之外 其他各国的民众 大概率会反对 只有用这种方式吓醒他们 才能让以后的联合没有阻力 很好 有惊吓才能有拼命的动力 向地面发送信息 解除危机 雷震淡淡地开口 几秒钟后 一道指令就从飞船之中传了出去 随后 舰队开始陆陆续续地 从世界各国的上空飞来 开始缓缓在蓝星的平原空地上降落 而此刻的薛元红武 还在一片惊恶之中 这么庞大的 一支外星舰队 都是夜北搞来的 听着从空中接到的信息 他整个人都梦了 不仅是他 整个地面指挥中心里 所有人全都震惊了 甚至一些人以为 这是外星人的诡计 还保持着决定的警惕 提醒薛元红武要小心 但随着飞船降落蓝星 大量的太空军将士 从飞船中走出 所有人悬着的心 这才放了下来 而这一消息 也很快就传遍了世界各国 一瞬之间 全球震撼 这些舰队都是下国的 我的天 下国这是跑到火星 抢了个外星人的军事基地吗 光一艘人造的青铜号 就足以称霸世界 难以想象 拥有这支舰队的下国 会有多强 看来外星人跟下国之间 是密不可分了 幸亏不是外星人来攻打蓝星 不然我们早都完了 世界各国的制高者 激动地议论着 但比他们更加震撼 且疯狂的是全球民众 那股强大的压迫感 让他们心有余悸 甚至看着那外星舰队的出现 不少人都出现了绝望的情绪 此刻 随着危机解除 所有人才喘过气来 开始在网上发起更加热烈的讨论 而此时的下国 总将雷震 已经带着太空军高层驾车 来到了最高部 轩辕红武无比激动地 就迎了上去 抬口的第一句话 就问出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声 雷震 夜北他人呢 整整半个月的时间 众人对夜北的担忧 已经到了相当大的地步 所以才会一见面 就问出这样的问题 但雷震也早就有准备 看着轩辕红武和在场的众人 洒然一笑 伸出了三根手指 夜院长一切安好 但他让我给蓝星 带来了三个指令 三个指令 听着雷震的话 轩辕红武有些疑惑 对 雷震点点头 随后直接说了起来 夜院长说 他现在正在昆仑虚搞新的研究 让我们先将这些舰船开回蓝星 第一点 是要求科学家们 对这些舰船进行深度的研究 同时 军方也不能歇着 要根据舰船的特性不同 制作出战斗时 各类舰船之间的配合战术 雷震的话音落下 众人纷纷点头 没错 想要应对比我们更强的敌人 确实要下功夫 陆永平率先开口 表示肯定 作为老一代的院长 他无条件地支持夜北的决定 对 我们这些科学工作者 是要多出力 夜院长已经给我们拿来现成品了 我们还不用心 就愧对于他了 我一会就召集全国科学家 全部都加入到对外星飞船的科研中来 在场的不少科学家纷纷开口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对夜北指令的完全服从 同时 在他们的旁边 林天雷等诸多将领也重重地点头 这必定是一场硬仗战术 对我们而言很重要 星际战争 真没想到人类这么快就要在太空战斗了呀 通知全国各级军事参谋 立马到军部总部集合 几位将领说着 一个个的眼神已经变得坚硬了起来 像是立马就要应对一场战争一样 第二点 我们的军队全部都要转型 必须在短时间内打造出素质过硬的太空军团来 因为像这样的飞船和战舰 以及各类武器战甲 昆仑须中还有数百万艘 即使一人一艘 也需要几百万人才能够全部开走 雷震看着众人 不紧不慢地说出了夜北的第二个指令 但他这话一出口 瞬间就惊呆了现场的所有人 每个人都被他这话惊得长大的嘴巴 瞪着眼睛 看着他一本正经的说话 什么 几百万艘飞船和战舰 林天雷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忍不住质疑道 对 具体多少 我们没有详细数 但几百万艘是绝对有的 整个火星内部都是空的 昆仑须相当于半个蓝星那么大 里面无比的广阔 光是我们开飞船的地方 悬浮在空中 几十公里巨大的大陆层就有十几层 全部用来放置各类舰船战甲 雷震心中同样震撼 但却一五一十地将自己的所见说了出来 听着他的描述 现场的所有人都已经惊得说不出话来了 现在没有亲眼目睹 光是听就已经听呆了 那要是真的看见那样壮观的场景 他们还得是什么样子 片刻之后 薛元洪武才点头回应 太空军团的打造 即日起就应该展开 随后又看向雷震 那第三条指令是什么 他的问话 也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将目光再次投向了雷震 将死灵文明将在246天后 要毁灭蓝星的真相通告世界 并联合全球所有人类 展开这场保卫蓝星的行动 上面两条指令并不只是对下国而言 而是以下国为主导 面向整个世界 争取让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和军队 以及各国民众和政局 全部都参与进来 这是人类共存亡的时刻 即使有大量的舰队 但死灵文明绝非等闲 单靠下国 成功的希望很渺茫 只有全球行动 人类文明才有延续下去的可能 扫尸的众人 雷震没有犹豫 直接开口 说出了最后一条指令 他的这些话 让在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沉默了 环视着众人 雷震表情也很复杂 这是叶院长的原话 现场大部分人的神色 都变得失落了起来 众人原以为拥有百万战舰 打造出勇猛的太空军 就能够跟死灵文明一战了 但叶北的话 却实打实地告诉了他们 这是痴心妄想 毕竟 他是一个从来不轻易说失败的人 即使不可能的时候 他也会说 一定可以 就像一个月造出六代机的奇迹时刻 那是不可能中 叶北无与伦比的自信 这样的人口中的希望很渺茫 那就基本等于宣判了死刑 叶北说的对 在短暂的沉默后 薛元洪武率先开口 打破了沉默 这是我们全人类的劫难 只有联合起来 才能争取到生的机会 他的声音很有力量 落在众人的耳中 让大家也都抬起了头 希望所有人都能跟我们站在一起 全人类的第一次联合 希望不要出差错 众人都沉生地说着 每个人的心里 都对这件事没有什么底 毕竟 世界各国差异性太多 而且最近经历了太多的变故 难免有人会心里胡思乱想 联合全球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让整个世界为同一个目标拼命奋斗 所有的一切都要融合在一起 这比登天差不了多少 给世界联合汇发信息 下午就要组织一场全球首脑峰会 告诉他们 这是事关全人类命运的议题 希望所有人放下所有成见 都来参会 薛元洪武的话音落下 旁边的助理立刻点头 就拿起笔记本电脑 开始了操作 好了 三条指令我带到了 太空军这边 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我先走一步了 雷震对薛元洪武说完 随后 转身直接离开了这里 作为太空军的总将 雷震是老爷子专门选出来的人物 在全国将领之中的地位 可以说是高得不能再高了 而这一次 面对那未知的敌对文明 雷震的心中同样的忐忑 不过 他相信 夜北一定能够带领全人类 杀出一条生路 同时他也做好了 在这场死战中牺牲的准备 星际战争 雷震的嘴角露出一丝莫名的笑意 而就在他们聊着这些的时候 数亿光年之外 深邃的太空之中 一艘巨型战舰 正在朝着银河系的方向飞速而来 以十几倍于光速的速度飞行 已经完全到了 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地步 甚至人类的设备 都捕捉不到这样一艘 足有数倍青铜号巨大 几百公里长度的巨型战舰 已经确定太阳系目标 正在发射星际探测器 预计50天后 抵达银河系太阳系 通体银白的飞船之中 一道无比熟悉的声音 在主控室内响起 下午三点 世界联合会组织 召开了全球首脑峰会 全球上百个大小国家的 所有制高者齐聚一堂 有些战乱国的制高者来不了 但也派了能够说话的总理来参会 下国突然发起的峰会 而且议题非常严肃 不少原本不想来的国家 都不得不来参会 世界联合会会长坐在主位上 旁边的人员 正在照着各国的名单 清点着参会的人员 而在联合会会长的左侧 学员洪武一脸严肃的端坐 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这场峰会他才是主人公 巨大的会场中 长条状的巨大会议桌上 上百位置高者 汉首等待会议的开始 在他们的身后 学员洪武已经专门找来了 最专业的同声翻译人员 他们也是时刻待命 会长 193个国家首脑都到了 仔细清点过 一边会议桌上的所有人后 秘书凑到世界联合会会场的耳边说道 但他的声音明显大了那么一点点 更好能让旁边坐着的轩辕洪武听到 他的话音落下 世界联合会的会长 看了轩辕洪武一眼 微微点头 随后这才开口说起了开场白 但这一次的开场白很短 不到十几秒的时间 他就将话语权交给了轩辕洪武 在场的众人这才打起精神 全部看向了轩辕洪武 不少人心中 此刻还带着一些不太重视的心情 但随着轩辕洪武的第一句话出口 所有人的神色都为之大变 刚才脑海中的一切 都在一瞬之间消散的一干二净 246天后 蓝星将会遭到来自亿万光年之外 一个名为死灵文明的 3.5级高等文明的袭击 按照他们的说法 和我国最高科学院院长叶北的预计 只需要三分钟 他们就能毁灭掉整个太阳系 届时 人类文明将会灭亡 蓝星将不复存在 所有的一切都会泯灭在宇宙之中 薛源洪武说完 目光扫视着全场的众人不再言语 一切如他所料 现场的190多个国家的制高者 在愣了几秒钟后 全部震惊了 但很快 随之而来的则是质疑 每个人的表情都变得相当的夸张 无数双眼睛瞪着他 似乎是要从他的脸上 看出他在撒谎一样 面对这一开始就闹哄哄的会场 薛源洪武没有丝毫的慌乱 而是静静地看着他们 就这样注视着他们 交头接耳 点头摇头 质疑和嘲讽 在现场的气氛 稍微有所平静之后 薛源洪武这才让秘书打开投影仪 播放起了这段时间探索的部分 外星文明的片段 同时 死灵文明在北极飞出蓝星 夜北惊险战斗的场景 也都被播放了出来 这些最直观的证据 才是他真正的开场白 想要人类团结 就得先让所有人恐慌 就像雷震先前做的事情一样 薛源洪武自然明白这一点 而此刻 随着视频放出 顿时 刚才各国制高者 质疑嘲讽的样子荡然全无 这一次 凝固在他们脸上的是 绝对的惊恐 死灵能量的事情 全球人尽皆知 但没有人知道 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各国也曾派出科考队去研究 却早就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痕迹 而此刻 薛源洪武的视频 却是真真实实地揭露了当时的一切 见证过死灵能量光珠的他们 自然能够认得出来 至于PS 作假 在场这些人 就算脑子再傻 总不会认为 薛源洪武 真的会如此费心费力地骗他们吧 刚才确实不相信 毕竟这实在有些天方夜谭 但此刻 他们已经不敢不相信了 今天早上铺天盖地的外星飞船 仿佛一记重拳 从众人的记忆中砸出 让所有人猛然将目光 再次看向了薛源洪武 人类的生死危机 正在来的路上 看着众人的目光 薛源洪武 一脸沉重地开口说道 这一次召开峰会的目的很简单 下国决定联合全世界 组成蓝星联盟 举全球六十亿人之力 共同度过这场生死劫难 如果我们不联合起来 如果我们在这种时刻还勾心斗角 那两百多天后 所有人都得死 人类文明将会永远地消失在宇宙之中 他的话音不大 但是每个字都指出人心 虽然是全球峰会 可薛源洪武 根本没有在意修辞 说的话就是这么直白 几句话下来 一百多名制高者 全部都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之中 我同意组建蓝星联盟 随着雄国普尔斯 开口说出第一句话 现场的气氛顿时就变化了起来 八铁国紧随其后接着赞同 随后 接二连三的国家 制高者跟着赞同 一百多个国度 在短短两分钟的时间内 就做出了他们的决定 随着最后一个国家做出决定 薛源洪武的目光也收了回来 我很高兴 全球193个国家 能够无一例外地团结起来 这是人类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大团结 即日起 我宣布蓝星联盟正式成立 这一次 下国作为主导国 愿意将原星调国的土地 作为蓝星联盟共同的联盟基地 薛源洪武郑重的声音落下 代表着全人类彻底连在了一起 193个国家 60亿人将从今天开始联合起来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灵文明 与他们打一场千古未有的星际大战 峰会继续召开 投票选举出诸多职权领事 同时 薛源洪武也开始分配任务 要求各国在三天之内完成一切动员工作 各国科学家和军队 率先进驻蓝星联盟基地 进行初步科研和建设 还有其他大量的细节工作 都在这场峰会中全部布置了下去 晚上六点钟 在场的193个世界各国首脑 带着无比沉重的心情 离开了峰会现场 启程回国 第二天下国时间清晨六点 全球统一发布蓝星联盟动员令 以及蓝星危机报告书 这两份最高级最官方的报告 从各国官媒向所有民众爆料 同时 连夜创建的蓝星联盟官网 也在第一时间发布了两份报告 而且还将全球各国联署签订的蓝星联盟成立书 也发布了出去 向全世界招告了蓝星联盟的成立 也向全世界告知了蓝星即将到来的危机 以及需要全球联合抗敌自救的总动员 一时之间 全球所有媒体 网络平台 全部被官方掌控 没有了任何的细子家事 没有了任何的娱乐新闻 打开网络 满眼都是这两份文件 不到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 世界为之轰动 全球六十亿民众彻底疯狂 无数网络平台和官方媒体的通告下面 挤满了网友的评论 真的假的 今天全球官方一起搞个作剧 这不是愚人节吧 这该不会是真的吧 妈妈 外星人真的要攻打蓝星啊 那我们都得死啊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我不想死 这都是假的 我一定是在做梦 这绝不可能 我说那些光柱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外星人入侵蓝星了 这下完了 怎么就招惹到这种恐怖的存在了 人类真的要灭亡了吗 毁灭吧 反正老子也不想还房贷了 各种各样的评论充斥在网上 有个别自暴自弃的 甚至已经想好了干什么 甚至有的已经开始明目张胆的计划犯罪事件 但大部分普通民众 有家庭有亲人 有事业有理想 没有人想就这样死去 恐慌开始飞速的在全球蔓延 不过这种情况没持续多久 各国制高者就站出来 开始直播动员 军方人员开始走上街头 登记那些愿意加入联盟 与全世界共同战斗的民众信息 同时各种任务指派也在跟随进行 但随之而来的暴动和犯罪事件 在全球各地出现 不过这一次 因为下国和诸多大国的决策 各国政局不再留守 所有危害人类团结 妨碍人类共同抗击外星敌对力量的人 全部诛杀 在各国的死亡镇压之下 这种事情没有激起多大的浪花 很快就消失在了众人的眼中 那些战乱小国和地方武装 还想不顾一切的打仗 却被各大国出手强行叫停 被迫加入联盟 率先开始做起了基础贡献 三天动员 随着第一天愤闹的事情结束 全球几十亿民众经过一晚上的深思熟虑 第二天一早 全球各国都开始响应起了号召 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加入蓝星联盟 为了家园而战 死不足惜 莫名出现的口号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席卷世界 一切比预想的要好得多 也要快得多 下国 墨海比肯州 巨大的平原上 因为战争而残废的城市还摆在眼前 轩辕红武站在这里 看着大量机器在轰隆隆的忙碌 将这里改名墨海省 从此设为联盟主城 通知各国 完成动员任务之后 所有制高者立即迁居主城 各国本土指派高层管理 归联盟统管 轩辕红武望着天空 眼神无比坚异的开口下令 他仰望的是曾经的星辰大海 也是现在的灭亡劫难 昆仑虚中 叶北手中拿着一个全新的卷轴 这是他自己利用能量水晶创造出来的 在这十几天的研究中 叶北才知道能量水晶的巨大作用 这种水晶名为月光水晶 是昆仑文明向二级文明迈进时 在木星和海王星中发现的 每一枚月光水晶所拥有的能量都远非寻常 按照人类现在的核电站进行计算 一枚普通大小的月光水晶蕴含的能量 等于核电站工作一年产生的能量 也就是 两颗原子弹爆炸产生的能量 之前向祖星发送求救信号时 驱动发射器就使用了六枚月光水晶 也就是说 需要十二颗原子弹才能驱动一个信号发射器 至于叶北血脉提升时 耗费的月光水晶 那就更加巨大了 叶北自己都不知道耗费了多少 反正醒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满地的黑灰水晶 说实话 现在他用这一枚水晶做记录卷轴 他都觉得浪费 要不是因为整理的东西太多 信息量过于庞大 叶北还真舍不得浪费一枚月光水晶 虽然此刻的昆仑须中月光水晶储量还相当多 放眼望去 不少的大陆上都铺满了亮闪闪的调形水晶 但叶北知道 开采这些水晶相当困难 它们现在是用一块少一块 而且两百万年前的昆仑文明 主要的能量驱动就是月光水晶 遗留的百万艘战舰 驱动起来全都需要使用月光水晶 甚至不少武器也需要月光水晶进行激发 如果跟死灵文明的战斗变成持续战争 这里的水晶储量 在叶北看来属实少得可怜 想要供应一场如此庞大的星际大战 太难了 得想办法重新开启水晶开采 为大战做准备 叶北将手中的卷轴和尚 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十五天来 叶北除了对祖星的文化 以及昆仑须各方面的信息 有了很多了解之外 大多数时间 他都在没日没夜的研究泛海 存放在这里祖星技术 借助着女娲留下的技术指南 叶北总共统计出了二十几种 最适用于接下来这场危机的核心科技技术 他相信 有这些技术 就足以跟死灵文明抗衡了 只不过按照他的估算 两百多天时间 以人类现在的科技水准和生产水平 能够打造出五种高科技装备 就已经算得上是一场奇迹了 毕竟 这可都是四级文明的科技产物 在人类的眼中 是绝对的黑科技 其中暗物质光丽武器 是叶北认为 最有机会量产的攻击武器 如果能够将它量产出来进行装备 将会成为接下来这场战争的主武器 因为暗物质光丽武器 利用的就是宇宙中最多的暗物质能量 宇宙之中 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 只占宇宙的百分之四 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六 全都是暗物质和暗能量 暗物质看不见摸不着 但时时刻刻就在我们的宇宙之中 在人类现在的研究中 都已经证明了它的存在 就在此时此刻 成千上万吨的暗物质 从我们的身体中穿升而过 但我们却没有丝毫的察觉 如果能够将它们聚合起来 那么庞大的能量灌输到武器之中进行攻击 产生出的威力 造成的伤害 想想都觉得震撼万分 而叶北之所以看重它 并非它的制作简单 相反 它的制作极其困难 人类到现在都对暗物质一无所知 但相比起其他的四级文明黑科技武器 暗物质光丽武器更容易实现一些 属实是没得选理的 最应该优先选择的了 十五天过去了 叶北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机械计时器 大吃一惊 他这才研究了多少东西啊 这十五天里 泛海存放在这里的高等技术 他才学习了不到百分之一 手中拿着的这二十多个科技技术 真的可以说是九牛一毛 但就整理这点东西 就耗费了他十五天的时间 难怪祖星人寿命能有一千万年 估计他们前两百万年义务教育都学不完吧 是时候回去了 时间紧迫 叶北来不及再准备更多的东西了 将卷轴戴在身上 叶北随手一招 一艘只有十几公里大的小型战斗舰 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叶北坐上战舰 下一秒 昆仑须中划过一道白色的光际 战舰随之消失在了太空之中 就在叶北这边忙活完毕 返航蓝星之时 蓝星上 建设工作如火如荼 全球193个国家 60亿民众都在遵从层层下达的任务命令 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原先的星条国土地 在这短短的十多天里已经被建设的初具规模 大批大批的专业人才以及劳动力 还有各类物资分秒不停地被运输到下国各个新的省市 同时 各类军事基地也在加快建设 几百万名科研人员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地方 开始对这些战舰进行研究 下国 雄国 吉利国等世界各大国的资源都被调配了出来 运输机每天来回不停地飞 运输着一批又一批的人 整个蓝星近两百个国家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整合到了一起 根据每个国家属性不同 产出的矿物及各类资源的不同 任务分配也不同 平民也没有闲着 从联盟最高步下达的各类指令层层传递了下去 每家每户每天都开始进入统一馆里的工厂和企业工作 街边的喇叭里喊着振奋人心的口号 巷口的公式银屏上显示着让人紧张的死亡倒计时 而在这些之外 新一轮的军方招募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这是最为严格的审核 数以亿计的男人要经过层层筛选 才能成为联盟太空军团的一员 全球各国的战机飞行员 民航机长 机务人员 都在这一时刻成为了耀眼的人物 雷震和林天雷 以及洛夫斯基等诸多军事将领站在了一起 人类要打造出一支顶尖的星际太空军 用来直面 这场灭顶之灾 下国京都 一艘战舰停靠城郊外的野地上 夜北缓缓从战舰上走了下来 就在战舰的旁边 大片的麦田正在成长 都不知道多久没有到乡下闻一闻麦香了 夜北伸手摸着这些嫩绿的麦芽 心中感慨万千 如果这一场战争败了 这大好的青山绿水都将不复存在 第一 天空之中传来长鸣的车敌 夜北抬头看去 一艘反重力汽车正在飞速向他而来 几秒钟后就停在了他的身边 董事长 你都快想死我了 陆浩云激动地从车上冲了下来 直接就扑了过来 但却被夜北一把抓住衣领 轻轻地放在了身旁 卧槽 董事长 你是什么收敛的 司机沈腾都看傻眼了 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徒手拎人 大大力士 不仅是他们俩猛了 夜北自己都为之一愣 不过 他立马就反应了过来 这是自己血脉觉醒之后 身体各方面机能都提升的原因 现在的他力大无比 身体素质倍棒 蓝星上任何一个大力士都没他的力气大 人生在于运动 我力气大典很正常 夜北一本正经地开口 说罢也不由两人分说 直接快步上前坐上了车子 坐到车上 陆浩云也顾不上聊那些了 急急忙忙就开始给夜北汇报工作 夜北消失的这一个月里 蓝星都有了什么变化 全都被他一五一十地给夜北说了出来 大体了解情况之后的夜北很满意 原以为蓝星上会有各种心存异类 不肯合作的国家或民众 没想到这一次全球居然这么的配合 蓝星联盟在自己下达指令的当天就建立成功 速度相当之快 而且这半个月来 全球建设速度非常快 各方面的任务分配和配合非常好 这种良性态势也让夜北的心中多了一份胜算 我们也立马迁居联盟组成 以后有事更加方便 还有很多新的事情要做 这么多科学家管理起来也方便 车子在空天基地停靠的时候 夜北点着头说道 闻言 陆浩云也没有怠慢 立马就打电话安排人开始了搬家工作 每周清晨九点 夜北带着所有家当搬到了墨海省联盟主城 到达这里之后 所有家务事全部都交给陆浩云去打理了 而他自己则立马召开第一场科研大会 甚至都来不及跟薛元洪武他们见一面 直接就先奔向了科研基地 虽然刚刚建立起来的基地 设施还比较简陋 但是科学家们却都忙得不可开交 没有丝毫抱怨的声音 最大的会议室里 夜北坐在主席台上等待着科学家们的到来 半个小时之后 一辆辆车子才陆陆续续地抵达这里 这一次夜北召集参会的 全都是世界顶级科学家 在场的这几百人 每一个都是各领域专业内绝对顶尖的存在 众人齐聚一堂 几乎所有人看向夜北的目光都无比地尊崇 毕竟 夜北的成就 他们有目共睹 而且 在联盟官方披露的情况中 正是夜北带来的这些外星战舰供他们研究 同时夜北的地位也远非寻常 在联盟刚成立的第一天 公布出来的职权者名单中 夜北就担任了联盟大统领和科研总师 这两大方面最高的职位 手中握有的权力仅次于薛元洪武 而且对于这个安排 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反对 甚至在整个领导层中 所有人都是心服口服的 但此时此刻 在场的几百名科学家中 一名西巴国的科学家 却一脸不屑地看着主席台上的夜北 一直以来 金圣贤都是西巴国科研界的巨星 享受惯了尊荣和仰视的他 从夜北横空出世的第一天 就充满了恨意 西巴国人惯有的自大和傲慢 让他将夜北视为仇敌 在伯纳德抨击夜北的时候 他可以说是 除了崇国之外 最大的支持者了 今天 跟夜北相见 心中依然带着十足的情绪 眼神之中 根本没有将夜北当作一回事 要不是西巴国决定加入蓝星联盟 老子才不想跟这个乳秀未干的小子待在一起 金圣贤嘴角低声地嘟囔一句 不耐烦地坐在了位子上 台上的夜北 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喽啰 此刻看着众人全部落座 立马就开始了今天的会议 从昆仑须中拿出来的二十几个黑科技 夜北先从中拿了十个出来 搬家的路上 就已经被他翻译后制成了格式资料 储存在了电脑之中 现在 随着大屏幕亮起 所有的一切 立马就展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这种超出人类认知的高等文明科技技术 夜北也没有星级 而是一点点的 讲给在场的人 死灵文明 是由星系级文明 正在向宇宙级文明 进行跨越的3.5级文明 它们的攻击手段 多以粒子武器为主 星球护盾 是我们最有效的防御系统 它的主要科学原理 另外 尖心炮和水滴武器 虽然都属于二级文明 但对死灵文明 依然有相当大的杀伤力和威胁 这是我们除了暗物质光丽武器之外 很重要的主力武器 夜北详细耐心地说着 在场的科学家们 一个个都被夜北提出来的东西 给整得一脸猛逼 他们除了震惊地立在原地 仔细听讲之外 连差距化的资格都没有 片刻时间之后 夜北终于将十个黑科技 全部讲解完毕 几百名科学家 基本都已经晕头转向 不知所言了 毕竟这些东西 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没有一段时间来 仔细地消化研究 确实难以理解 但 在这些人中 金圣贤却一脸的不屑 在所有人都沉思的时候 他却冷不丁地站了起来 你这纯粹就是天方夜谭 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你说的跟科幻小说一样好听 但我们 只剩下二百多天时间 能造得出来吗 还批量生产 真的跟讲笑话一样 蓝星现在需要的是实干 不是你那不切实际的空想 我们凭什么听你的这些鬼扯 他的话语在沉寂的会议室中响彻 在场的所有科学家 都被这狂放的话语惊醒 一个个抬起头看了过来 而台上 正在让人将资料进行复制的叶北 也抬起了头 一双漆黑的毛子 直直地看向了台下的金圣贤 你不想听我的科研 但拿出你更好的方案来 在场几百位世界顶尖科学家都在场 你有更好的我们 立马就改用你的方案 叶北神色淡然 看着眼前这个不自量力的家伙说道 在他的眼中 西八国的这些家伙向来如此 屁大典的地盘 总是说自己是什么大西八国 大西八民族 开辆车早上出发 不到晚上太阳下山 就能绕他们边境线转一圈 甚至都经不起一轮东风快递的运输 就这 还经常嚷嚷着 下国是他们的 世界是他们的 太阳系都是他们的 自大自傲的人 终究要为自己的狂傲付出代价 对于西八国的这些废物 叶北没有一点好感 此刻 随着他的话语落地 现场的所有科学家面面相去 都转头看向了金圣贤 叶北的身份地位 已经远远不是他们能够撼动的了 而且他的学术成果 科研水平 更是实打实的 让他们崇敬 这些科学家 每个人的心里都非常清楚 所以 没有人敢反驳叶北一句话 但这个金圣贤 却不知道抽了哪根筋 竟然当众作梗 说出的每句话可以说 都是要让叶北下不了场 眼看着事态不对 金圣贤旁边的几名科学家 都下意识地向旁边挪开 生怕叶北 看他们跟金圣贤站在一起 以后对他们另眼相看 而此时的金圣贤 却仍然没将叶北放在眼里 让我拿出更好的方案 你不是在说笑话吧 这是你们下国该干的事情 关我们什么事 一脸嘲讽地指着叶北 说出两句话 金圣贤的得意 已经喜形于色 好像自己呛了叶北几句话 就是相当大的胜利一样 你刚刚说什么 还没等金圣贤高兴起来 叶北的声音 就已经传了过来 这是下国该干的事 不关你的事 难道这不是西八国该干的事吗 这不是全人类共同的事情吗 告诉我蓝星联盟的宗旨是什么 联盟十大准则第六条是什么 叶北的声音如雷贯耳 在金圣贤的耳中炸响 听着叶北的话 金圣贤的脸色猛然一变 急急忙忙就再次开口解释 不是 我是说 但叶北哪能给他这个机会 你还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啊 还未等金圣贤开口 叶北震怒的声音 就已经传到了他的耳中 这一声 吓得金圣贤一个机灵 有些惊恐地看向了叶北 此刻的叶北 神色威严 目光死死地盯在他的身上 不知是什么缘故 金圣贤心中莫名地 感到一股巨大的压迫 就像是来自祖宗的凝视一样 让他心中胆战 仅仅跟叶北对视一眼 金圣贤就立马收回目光 看向了四周 他想要求助在场的众人 但目光所及 在场每个科学家的神色 也都相当地难看 显然 这一次 他是说错话了 你说 联盟十大准则第六条是什么 叶北迈步从主席台上走下 指着身旁 一名小国的科学家问道 男人神色慌张 已经被叶北这强大的气势 彻底地压制 急忙开口说了起来 联盟十大准则第六条 凡是挑拨离间联盟各国之间的关系 欲使各国不合 想要让联盟出现裂痕者 暗死罪润处 话音落下 男人的额头上 已经浮起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这是他生平从未感受过的压力 好像是血脉中传来的一股威压一样 让他不得不为之沉浮 就像第一次看见老虎的迷路 即使从不知道老虎的存在 但也会本能从灵魂深处感到害怕 这种来自未知的压力 让他感觉气都有点喘不过来 随着叶北缓缓地走远 他这才感觉好受了不少 金圣贤 挑拨下国与其他各国关系 故意破坏联盟成员之间的感情 暗律 以死罪润处 叶北一步一步地逼近金圣贤 语气冰冷地说道 在最后一个字落下的瞬间 金圣贤整个人都傻了 呆呆地处在原地不知所措 愣了好几秒钟才反应过来 联盟总是 大统领 身材矮小的金圣贤 微微抬头 仰视着走到自己身前的叶北 眼神中的恐惧 根本无法掩饰 扑通一声 就直接跪倒在了叶北的脚下 颤抖着声音叫道 我错了 但这绝对不是我的本意 我绝对没想过 破坏联盟各国的关系 金圣贤的样子 在短短的几分钟内 就完全变了 此刻狼狈的就像是一条狗 跪在主人的面前 祈求饶恕 但叶北看向他的目光 却没有半点变化 依旧冰冷无比 全球这么多科学家都在 他们本就是来源于不同的地方 管理起来就不好管理 他怎么可能放过金圣贤 这个杀鸡儆猴的好材料 西八国的这种废物 自己撞到枪口上 叶北没有不处决他的道理 来人 把金圣贤拉出去 就地政法 以锦校游 将此事上报联盟总部 并以我的名义 要总部攻势全球 叶北冷冷地开口下令 毕竟是联盟大统领 联盟科研总师 叶北的话音落下 门口负责看守的士兵 立刻冲上前来 将金圣贤拖了起来 总师 总师 总师饶命啊 金圣贤大声地叫着 声音被会议室门口的风拉长 没有再看 叶北转身迈步 再次走上了主席台 几秒钟后 在所有人都还一脸骇然之时 会议室外猛然传来一声枪响 碰 枪声传遍 在场每个科学家的耳朵 吓得所有人一颤 在他们惊魂未定之时 叶北平静的声音缓缓响起 谁还有问题 他的话音落下 现场一片寂静 没有一个人敢吱声 所有人看向叶北的目光都变了 这个少年不好惹 几乎所有人的心中 都在此刻浮出了这样的想法 眼看无人言语 叶北这才淡然地开口 从今天开始 我将同管科研总部 以后有什么问题 请大家直接找我 所有违反联盟准则 损害联盟利益的人 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希望大家谨记 叶北说完 目光在全场所有人的脸上扫过 几秒钟后 才将话语恢复到了刚才的事情上 十大黑科技的资料 我会下发到每个人的手中 务必要认真钻研 同时 我们要派出两支科考队 跟军方一起前往海王星和木星 开采月光水晶 月光水晶现在开采量可以达到六万枚 而且 平均能够开采出大型水晶二十五枚 军部还在继续扩建采矿编队 预计五天内让产量增加一倍 联盟主城 科研总部中陆浩云一脸笑意地对着叶北汇报道 从迁居来到联盟主城之后 公司的所有业务基本都已经暂停 陆浩云没事干 也就从总经理转职 成为了叶北的助理 一天到晚跟在叶北身边 给叶北打下手 不过相关专业的事情都是其他这两年来 跟在叶北身边的几个科研助理来做 月光水晶必须得尽快囤积 要不要多久 战争开启那消耗量远非寻常 其他各方面的科研进度怎么样 叶北一边整理着刚刚研究出的暗物质光丽武器的资料 一边随口问道 从上一次处决金圣贤的科研大会结束之后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叶北一直都在专心研究暗物质光丽武器 现在他终于找到了能够量产这款武器的方法 等资料整合完毕 叶北将制作蓝图发送给科研部 立马就能够开始量武器量产工作 以及暗物质蓄能的工作 最近雄国的听着叶北的问话 陆浩云刚要准备开口回答 突然 一道极其刺耳的防空警报声响彻了整个科研总部 什么情况 在声音响起的第一时间 叶北蹭的一下就站起身来 快步地向着门外跑去 这种级别的警报声 是联盟遭遇外星袭击时才能开启的 现在距离死灵文明的先遣尖艰星舰来临 还有195天的时间 怎么会突然拉响起这种警报 就连一旁的陆浩云都猛了 急急忙忙地跟着叶北就跑了出去 科研总部大门外 科学家们几乎都冲了出来 所有人都一脸疑惑地看向四周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叶北站在开阔的平台上 抬头环顾着整片天空 但却看不到丝毫外星战舰的影子 这让他更加的疑惑起来 就在这时 电话声终于响起 叶北 从海王星运在月光水晶的运输飞船 在距离蓝星三万公里的外太空 被位置飞行物击毁了 监测系统已经及时地 查探了失事飞船损毁前的数据记录 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 我已经派出舰队去试试点查看了 你千万要做好防范措施啊 电话一接通 薛元洪武就实际慌忙地对叶北说道 听着这些话 叶北的神色顿时就难看了起来 我还有事来不及跟你多说了 你一定要小心 保护好自己 薛元洪武说着就挂断了电话 与此同时 大批的士兵已经冲上了二楼 来到了叶北的身边 总是 请您立刻进入地下防御室 躲避可能到来的危机 士兵的神色虽然宿重 但也看得出来他们的紧张 死灵文明的恐惧 就像是一把利剑 一直悬在全人类的头顶 这些天里 每个人都是紧绷着闲在拼命 跟着士兵向着地下防御室走去 但叶北的心中却充满了疑惑 难道范海说错了 他们不是两百天后才来 帮我连线联盟总部的监控系统 我要看到前线部队的第一视角 心中没有个底 叶北也没功夫多想 直接让陆浩云搞出视频来 轩辕红武派出的所有战舰上 都是带着外置摄像装置的 这些装置 还都是昆仑文明 当年遗留下来的高科技设备 能够捕捉到光速飞行的飞船 实力是绝对远超 现在任何人类的摄影设备的 在科研总部下方500米深的地方 有一个还正在修缮中的地下防御室 除了叶北之外 几乎所有的总部工作的科学家 都在这里避难 看到叶北出现 每个人都看了过来 总是 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是啊 总是 外星人这么快就已经打过来了吗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能够跟他们抗衡多久 几位比较年长的科学家 都凑上前来 对着叶北问道 他们都以叶北马首之瞻 现在遇到事情 也是急切地想要从叶北这里得到答案 还不清楚 但大家不要惊慌 我正在跟联盟总部联系 会尽快知道事情原委的 叶北冷静地开口 回应着众人的问题 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地沉着 没有丝毫地慌乱 他淡定的样子 也让众人的情绪都稳定了不少 董事长 连接到了 就在叶北话音落下没几秒钟 陆浩云就拿着平板电脑跑了上来 结果电脑 叶北坐在防御室内的长椅上看了起来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几十艘战舰就已经飞出蓝星桃一层 开始加速驶向了外太空 时事点在距离蓝星三万公里外的地方 按照飞船的速度 正常情况下 五秒内就能够抵达 叶北盯着屏幕 仔细地看着 他们在太空中飞驰 注视着无尽黑暗中的一举一动 果不其然 五秒钟后 一个白色的光点出现在了前方的太空之中 呼叫总部 发现目标 在声音传来的时刻 几十艘战舰就已经彻底地靠近了那个白色的光点 它没有逃离 没有顿走 而是静静地停留在原地 分析着飞散在太空中的飞船残骸 迎白色的飞船外壳上 一个血红的三角形图标印在它的侧面 这是死灵文明的飞船 叶北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三角形的红色标志 忍不住开口提示道 但它的声音并不能传递到那些战舰中的船长耳中 而从未遭遇过这种事情的联盟总部 此刻也陷入了犹豫之中 正在考虑该如何应对 可就在这短暂的停留之时 被几十艘战舰围在中间的飞船 突然动了 死灵文明的探测器体系只有几百米大小 跟在场的几十艘战斗舰相比 那完全就是个小虾米 但随着它突然的移动 现场的所有战舰立刻开始反应 不过一切还是晚了 一道道白色的光芒从探测器中发射而出 在所有人都还未反应过来的瞬间 白色光芒就已经消失 下一秒 现场十几艘战舰轰然爆炸 从战舰头部向着尾部寸寸炸裂 火光在太空之中向着四周爆开 那场面看待了所有人 薛元洪武和几十名制高者 站在联盟总部的指挥室中 看着大屏幕上的场景浑身都为之一颤 仅仅一瞬将近一半的舰队就被直接摧毁 所有人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叶北手中端着平板电脑 双眼中的愤怒已经难以掩饰 面对这种已经伤害了蓝星运输船的外星飞船 哪还有什么观察河谈的必要 直接开火就行了 他都不知道指挥部的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在他的身后 科学家们也伸着脖子看了过来 屏幕中惨烈的场景让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此刻地面指挥中心还未来得及 发出下一步指令 太空中剩余的战舰已经开始了战斗 各种激光武器像是夜光弹一样 在深邃的太空中狂射 一道道蓝光交叉纵横 像是大网一样扑向探测器 但它也并非一个靶子 而是在一轮攻击之后 立马飞速地向着远处飞走 二十几艘战斗舰毫不犹豫地开始追击 在没有束缚的外太空 所有战舰都在全速移动 探测器就像是故意吊着战舰一样 飞也不用全速 而是始终跟战舰保持着安全的距离 双方一边飞行 一边发动攻击 而这也是太空军第一次使用各种高科技武器实战 许多东西都还非常的生疏 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 错乱不堪 不过有着能量盾的保护 剩余的战舰虽然也有不少被命中 但却并未致命 几秒钟后 所有战舰中才响起总将雷震的声音 三小队向四小队左方 六小队抬升到四小队顶上 一条接着一条的指令下达 混乱的战舰队列 这才逐渐开始变得整齐起来 而战局也随之快速地发生变化 剩下的九支小队在雷震的安排下 耗费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才利用迂回战术将探测器包围在了中间 被二十几艘战舰包围的探测器 也彻底失去了优势 在企图逃命的情况下 被雷震毫不犹豫地击毁 在探测器的爆炸声 这场追击战才彻底结束 联盟总部的指挥室内 各国制高者都拍手称赞 为击毁外星飞船而高兴 但雷震却没有放下警惕 依然在冷静地发号施令 四小队降低速度 快速修复护盾 驻留原地观察情况 五小队 八小队所有舰队以蓝星为基准 向四周扩散进行搜索 遇到不明飞行物 立刻汇报 二小队收集敌船残骸 返回联盟科研总部 其他个小队全部提高警惕 绝不能掉以轻心 这极有可能是敌人的斥候 大部队就在后面 下达完一系列的命令之后 雷震这才摘下耳机 看向了身后 在场的所有制高者 此时已经没有了半点的笑容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股深入骨髓的恐慌感 不要高兴得太早 我们这次打的是败仗 一艘几百米大小的飞船 就将我们十六艘战斗舰 瞬间摧毁 无法想象 他们的尖心舰会有多强大 在他们面前 我们又有多么的脆弱渺小 轩辕红武看着太空中 那还尚未消停地爆炸 叹了口气说道 在他身后的其他各国 制高者也都低下了头 短暂的高兴之后 简单的思考 就让他们陷入了沉默和恐慌 不少人摇着头 缓缓地离开了指挥室 他们被这个场面吓到了 也惊到了 地下防御室内 叶北身后的所有科学家 都一脸的苦涩 显然 这惨烈的景象 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叶北将平板电脑放下 心中暗自叹了口气 刚才的战斗 他已经看清楚了 这就是一个探测器 大概率是死灵文明 艰星舰里发射出来 先前探测确认 蓝星坐标的东西 也就只有这种体型小的探测器 才能够有这样的速度 在短短几十天内 抵达太阳系了 而这场战斗 也让他清晰地知道 对于这恐怖的星际战争 人类还太过智能了 一个500米左右的探测器 就让我们十几艘 体型十公里以上的战斗舰 命丧太空 看来我们 还需要更加地努力啊 叶北站起身来 看着身后几百名 垂头丧气的科学家说道 他们的状态有些低迷 显然被这场战斗 搞得有些气馁了 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 更不是自暴自弃的时候 这是人类在星际中的第一战 我们击毁了敌军的探测器 这就已经很强了 危机既然已经解除 我们就要继续加快速度搞研究 想要活下来很难 但只要拼尽全力 我们总能争取到一线生计 叶北扫视着众人 朗声开口为他们加油打气 他的话语 像是带着魔力一样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抬起头看向了他 叶北眼中的信念 如同火种点燃了所有人 走了 别站着了 去干活了 有人大声地开口 同时迈着脚步向电梯走去 他们的眼中 终于出现了那种拼命的目光 虽然沉在瞳孔最深处 但叶北看见了 那是要玩命的决心 死灵闻名探测器 被太空军摧毁的事情过后 整个蓝星都像是磕了药一样 玩起了命 越来越多的人 都真正地感到了死亡的危险 为了生 人类是真的不要命 诸多项目的建设速度都在翻倍 人力比之前多出了整整一倍 那些曾经每天只上八小时班的国家民众 之前打死都不愿意多干一分钟 现在直接跟着下国的民众 早六晚时 玩了命地开始干 原本一天三班岛的项目建设 也因此变成了一天两班岛 多出来的人力 让原本计划一个月后开展的项目 都提前开始了建设进程 整个蓝星都在拼命 总是 我们打算搭建一个空间虫洞 加速采矿运输 科研总部 梅瑞一脸恭敬地对着叶北说道 作为意志国现在最顶尖的科学家 同时也是叶北相当忠实的崇拜者 一直以来 梅瑞对于叶北的所有指令都非常的遵从 各方面的问题 他一直都在全心全力地去完成 尽力给叶北分忧解难 前段时间科研部提出要增加月光水晶的运输船 这件事 梅瑞经过一页的计算之后 给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方案 此刻 这个方案正被叶北拿在手中观看 打造蓝星到海王星的空间虫洞 十倍增加采矿设备 运输月光水晶的成本降到最低的同时 开采量也能够提高二十倍 叶北看完整个方案 点着头 将它的意思做了个总结 损耗的人力 比之前的方案只扩大了两倍 但是水晶的开采量提高了二十倍 总是 这个方案虽然实现起来很困难 但如果能够达成 我们的在战时的能源问题和水晶储备 将不再是任何问题 梅瑞看着叶北若有所思的表情 连忙接着说道 开启海岚空间虫洞 高效低成本的采矿 确实是个好想法 叶北略一思索之后 点了点头 就按你说的做 听到叶北的答应 梅瑞高兴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笑容 不过他的心中还有问题 空间虫洞 对于现在的他们而言 是个大问题 至少梅瑞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 可他刚想开口 却被叶北一句话直接憋了回去 虫洞我会解决 你先把这份资料拿下去 讨贝给所有军工科研部 要求他们立刻遵照蓝图开始生产 一个月内 我们要组装出第一批暗物质光丽武器太空剑 说着 叶北就将几张大储存卡递了过去 是 梅瑞拿着储存卡 没有再多问一句 转身就离开了这里 他知道 叶北说能做到 就一定能做到 虫洞的事情 已经不用他再多说一句了 安德烈倒是好眼光 看着梅瑞离开 叶北嘴搅勾起一丝笑容 自言自语地说道 他还记得当年安德烈跟他之间的约定 而接下来的秘密计划 叶北也决定不负当年的承诺 面对这场未知的战争 人类的胜算很小 叶北甚至经常想到灭亡的那一天 但人类的火种 应该留下来 有了梅瑞的方案 叶北也没有再怠慢 关于建立空间虫洞的技术 昆仑文明早就已经能够办到了 在几百万艘战舰之中 舰射类的舰船并不在手术 当年的那场战争 蔓延大半个银河系 很多战场都在太阳系之外发生 甚至 范海曾经还带着军团 攻打到了罗那文明主星系 而在这场绵延许久的大战中 空间虫洞就成了最快的交通道具 此刻 想要构建一个 从海王星到蓝星的虫洞 那还不简单 梅瑞的想法 其实非常可行 只不过是他不知道 现在人类已经拥有了这项技术而已 这能有多大的把握成功 轩辕洪武看着夜北拿来的方案书 一脸疑惑地问道 放心 一次就能成 这都是小问题 空间虫洞 这种高等文明才能拥有的东西 我们马上就要有了 夜北脸上自信的笑容 让轩辕洪武也笑了起来 以往的经验告诉他 夜北说行那就一定行 那我们快行动吧 早点开启海岚虫洞 我们可就要多采更多的水晶啊 在他们身后的八铁国 制高者着急地说道 水晶仓储基地 有空就一起去看看吧 夜北说着 转身就迈开步子 率先走了出去 在场的众人也急急忙忙地跟了上去 毕竟 空间虫洞这种神奇的东西 他们是听过 可还没见过 心理编号奇迹了 位于联盟主城临近城市的水晶仓储基地中 一个巨大的金属门 矗立在广阔的空地上 形状酷似一个道U形 金属门的高度宽度都在一公里以上 对于运输船而言 已经是相当大的了 而此时 金属门外 几艘造型奇特的小型建设船 正在源源不断地向着金属门中射去能量 一道道深青色的光像是光束一样 在金属门中的空间里汇聚 让那一片的空间都为之波荡 如北极的一模一样 空间开始逐渐坍塌 黑色的裂缝越来越多 直到最后 彻底在空中撕裂出一个狭长的裂缝来 随着裂缝行程 建设船们也立刻收起了能量 纷纷飞离了这里 而工作人员则控制着特制的反重力汽车 将几十枚能量水晶给灌注到了金属门中的空间里 与此同时 在海澜星采矿基地的空中 一道一公里长的裂缝随之打开 报告总师 海澜重洞搭建完毕 开始安全测试 叶北看着重洞大门淡然开口说道 虽然对于这种成熟的空间重洞技术 他很有信心 但毕竟是初次搭建还是小心为上 有了叶北的指令 工作人员按下遥控 一辆辆无人驾驶的运输船 就向着裂缝飞了过去 在无数人聚精会神的双目中 飞船如同钻入浑浊的水中一样 从头到尾 一点点的被完全淹没在了气中 没有泛起半点的波澜 几秒钟后 海澜星上的裂缝中 一艘艘飞船逐一从中飞了出来 准备好迎接的采矿队员立刻钻入飞船中 看到从虫洞中穿过来的动物 没有丝毫变化 立马就向蓝星发去了安全的信号 总是 安全测试完成 海澜空间重洞可以安全通行 得到消息的工作人员欣喜地叫道 他的话音让在场的所有制高者 一个个都乐得合不拢嘴 立刻开始通行 开始采矿扩建计划 同时 木兰空间重洞也立马开始建设起来 叶北微笑着点点头 直接下达命令 而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 身后响起一道急促的声音 总是 有大发现 我们在被击毁的死灵文明探测器残骸中 找到了一个神秘的东西 几位科研部长都不认识 您快来看看吧 来人急匆匆地跑到了叶北身边说道 他的话音立马就提起了叶北的性质 来不及再在这里停留 叶北迈起脚步就上了自己的专车 联盟科研总部 十几名科学家围在实验桌 正仔细地研究着 眼前这个只有魔方大小的正方体 这可能是死灵文明记载信息的某种道具 里面漂浮的薄膜 或许就是重要的信息 有人看着正方体 摸着下巴 开口猜测道 对于这个新奇的东西 在场的所有人都一无所知 所以第一时间就通知了叶北 也就只有他有本事 能够钻研透各种外星文明的高科技了 我看很有可能就是机密信息的载体 这个正方体的透明盒子 是保险箱 我也觉得 这是最有可能的 得从这方面去研究 就在众人正说话间 一串急匆匆的脚步声 从门口传了进来 所有人的目光 立马就转向了身后 叶总师 总师 虽然在场的每一个 都是世界顶尖科学家中的顶尖 但见了叶北 依然无比的客气礼貌 看向叶北的眼神中 比其他人更多了一种 发自灵魂深处的尊崇 什么东西 总师您看看 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众人让开一条路 让叶北自然而然的站在了最中央 没有多废话 叶北一眼就看到了 桌面中间放着的透明正方体 十二条泛着蓝光的金属边框 构成了一个正方体 六个面看起来透明 但其实附着一层电波在其中 隐隐有电光在其上游走 而在这个魔方大小的正方体中间 一个只有油票大小的正方形薄膜 悬浮在其中 纹丝不动 二项薄 叶北只是看了一眼 就有些惊讶地吐出三个字来 现场的一众科学家全猛了 总师 您认识这东西 叶北只是一眼 就叫出这东西的名字来 众人都无比的好奇 果真如此 叶北没有先回答众人的问话 而是伸手直接将正方体给一把拿了起来 他这贸然的举动下坏了不少人 毕竟这种未知的存在 可不是随便就能触摸的 万一表面有超高电荷 或者其他各种能够危及人类生命的东西 一瞬间就能让一个人丧了命 不过 眼看着叶北将东西拿了起来 众人也都放下了心 这个东西叫二项薄 拿在手中仔细地观摸着这个东西 叶北循着记忆中看过的祖星科技资料 缓缓开口说了起来 二项薄在未激活状态下 由特制立场束缚 看起来就像是一张完全无害的二维薄膜 使用者将二项薄送达目标空间后 通过特殊手段 就能使其上的束缚立场消失 随后 一场不可逆的悲剧就会发生 叶北的话语让众人的神色都变得紧张了起来 一个个聚精会神地凑到了叶北身边 竖着耳朵听了起来 二项薄一旦发动就是不可逆的 它会将接触到的三维空间中的空间维度无限蜷缩 导致三维立体空间塌陷 变成二维平面空间并不断向着四周扩展 如此 二维化的进程如同一个巨大的气泡 无休无止的膨胀 被卷入其中的所有三维物质 不可避免地变为二维 丧失大量物理特性 并在失去厚度概念后崩解 留下没有光学特征 但有质量的二维平面残骸 这些平面残骸绝不是简单的被压编 而是在失去高度轴后 逐渐融化为一张物体平面设计图 由于二维物体没有厚度 因此 光线将直接穿透二维物体 而不会产生任何反射 完成二维化的物体逐渐变得透明 以至再也无法被目睹到 此武器导致的二维化的扩展速度 会不断随着被吞噬物能量的释放而增加 直至达到真空中的光速 叶北的话音落下 在场的所有科学家都愣住了 虽然这个东西 他们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但叶北说的这些大白话 他们却完完全全地听明白了 将三维世界二维化 不可逆地让空间坍缩 这简直太可怕了 梅瑞扶着脑门子 整个人都觉得不好了 它还会以光速向四周飞快地扩散 如果这降临在人类身上 将会是一场天大的灾难 只需要六个小时 整个太阳系就将坍缩成二维世界 变成一张没有厚度的纸 没想到死灵文明居然 拥有如此恐怖的高科技武器 太难以想象了 高等文明甚至能够使用空间维度 来作为武器 灭杀一切 十几个科学家 没有一个不感到心慌 因为他们能够在探测器上发现这东西 说明死灵文明的艰辛剑上 必然存在着更为暴烈的武器 而这 对人类而言 就预示着更加困难的打击和灾难 总是 如果死灵文明真的对人类投放二象箔 我们有反抗的机会吗 在无数的议论声中 有人颤抖着声音 开口问出了所有人心里的问题 这个问题指抵每个人的心底 将目光从二象箔上收回 夜被缓缓地放下了正方体 看向了众人 此武器对不掌握光速航行技术的常规文明 是绝对致命的巨大威胁 就像半年前的人类文明 如果遭遇二象箔 将必死无疑 但对于已经拥有了光速航行技术的星际文明而言 二象箔是伤不到它们的 现在 人类有外星舰船 文明等级一夜之间 跃升到1.5级文明 自然是不用再害怕二象箔 不过 人类可以离开 但蓝星和太阳系 将会被毁灭 我们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和母星 将会彻底地消亡在宇宙之中 而且 面对死灵文明的进攻 如果没有太阳系的各种资源作为支撑 我们开着飞船 终究也逃不过 被对方逐一摧毁的命运 叶北的声音不大 但却让在场众人的神色都变得复杂了起来 面对这种高等文明的科技技术 人类无能为力 那我们所做的一切 岂不都是白费 在片刻的沉默中 有人垂着头 丧气地憋出一句话来 而这话 也让众人的情绪更加地失落 叶北的目光 再在场众人的脸上扫过 在他们的眼神中扫过 他看到了懦弱和恐惧 一圈扫尸下来 只有梅瑞还抬着头 正在琢磨着什么 有什么想说的 就说出来吧 叶北的声音 在寂静的实验室里响起 让所有人都抬头看了过来 随后全部顺着他的目光 看向了站在一旁的梅瑞 正在思考的梅瑞 被叶北这话一惊 连忙醒过神 两步走上前来 总是 我刚刚想到了一个 制约二相伯的方法 就是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他的话语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得瞪大了眼睛 你来想制约二相伯的方法 有人甚至忍不住 直接嘀咕出声来 刚才还对这个新奇的玩意一无所知呢 现在就敢想着怎么制约他 在众人的眼中 梅瑞跟他们水平相差不大 他又不是什么都知道的叶北 有什么本事 敢想这么深奥的问题 这本就是超越人类的科技 超越人类认知的高级武器 人类的脑子 能想明白吗 说说看 没有理会他们的言语 叶北看着梅瑞淡然的问道 二相伯这个东西 叶北在昆仑虚中 就已经有了不少的了解 这种利用宇宙法 则制作出来的武器 当时也让叶北为之惊叹 但他毕竟只是三级文明 就能制作出来的一种常规武器 甚至相比起 从死灵文明飞船上 拆卸下来的奸心炮 那就是 更是老是汉阳造了 在四级文明的眼中 二相伯直接沦落成了 清理杂乱小行星系的普通工具 所以他虽然说得很吓人 但是心中早已有了对付他的办法 只不过是想 通过这种绝望的恐吓 来看看这些所谓的 世界顶尖科学家 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反应而已 看在叶北也看到了 当面对真正恐怖的存在时 他们就丢失了反抗和斗争的信念 心里只剩下恐惧和懦弱 倒是梅瑞 这个二次世界之战战败国的科学家 向来低调的人物 还在想着 如何直面问题 怎么能够将它解决掉 看着叶北 梅瑞点点头 也不矫情 直接开口 将自己想的都说了出来 二相伯这种降维打击的高科技武器 对于大部分低等文明而言 都是毁天灭地的恐怖存在 按照我们现在的科技手段而言 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够抗击它的存在 但是我刚刚敞开心扉想了想 如果我们从空间物理技术入手 在二相伯开始攻击后 在其开始实施攻击的那一瞬间 将它接下来将要攻击的空间区域封锁起来 我的意思是说 建立一个超强的空间立场 将一整片空间完全禁锢 宇宙里的空间和时间在其中都不受用 那是否能够制约住这种二维化的攻击呢 梅瑞的话音落下 在场的众人先是一乐 随后全部都一脸古怪地看向了他 不少人的眼神中都带着一些嘲讽和鄙夷 将梅瑞彻底视为了一个虚幻主义者 想得挺好 但二相伯可不是这么简单就能解决的 就算你这想法能够制约二相伯 那你觉得我们能够造得出来吗 在总师面前瞎扯淡 你还是省点心想想 怎么做好工作吧 几个靠近梅瑞的科学家 直接开口阴阳怪气起来 你们也想走进圣贤的老路吗 夜北的声音如雷霆般穿过众人的耳朵 吓得说话的几人浑身一颤 连忙摇头向着后面退了几步 紧紧地闭上了嘴巴 他们一个个虽然都比夜北年龄大得多 但夜北的威严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挑战分毫的 这个想法很有用 回过头来 夜北看向梅瑞点头称赞道 利用黑洞制约二相伯 确实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得到夜北的称赞 梅瑞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但很快 他的神色就再次复杂了起来 我想说的 确实就是制造黑洞 来将二相伯瘫缩进黑洞之中 但制造出来的黑洞 会将周围的物质都吸收进去 那太阳系 终究还是逃不出灭亡的灾难 虽然解决了二相伯 但会造成新的灭亡危机 梅瑞的话 让夜北也点头认同 周围之前刚刚还在嘲讽的其他科学家 此刻都对梅瑞是刮目相看 他们万万没想到 梅瑞不仅真的想到了 制约二相伯的办法 还想到了可能带来的后果 这种思维 让他们一瞬间感觉到羞愧难当 刚才还在骂人家呢 现在又不得不佩服人家的厉害 众人没一个敢在言语的 全都竖起了耳朵 直直地看着夜北两人 听着他们的交谈 黑洞带来的危机 也确实不容小觑 如果在太阳系中形成一个黑洞 不用说八大行星 周边的其他行系 都将成为黑洞口中的食物 夜北拉过旁边的椅子 坐了下来 他的话 让梅瑞的眉头 顿时皱得更深了 一物降一物 但这也只不过是 延长了他们的死期而已 没有丝毫的作用 唉 还是我想得太浅薄了 梅瑞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心中沉闷了起来 不过一直看着这一切的夜北 眼看着梅瑞信心受挫 却淡淡地笑了 你确实想得太浅薄了 黑洞的出现 不仅不会给我们带来危机 反而会给我们带来好处 夜北的第一句话 听着还正常 这第二句话一出 梅瑞的眼睛顿时就瞪大了 在场的其他科学家 也都一脸猛逼地看向了夜北 眼神中满满的都是迷惑 暗物质光丽武器需要的是什么 如果死灵文明真的使用二相波 那我们完全可以制造黑洞来反制它 同时在黑洞周围 布置暗物质能量收集器 瓦解黑洞被太阳系的危机 这样一来 不仅暗物质能量收集到了 二相波的攻势也瓦解了 对我们来说 难道不是好处吗 夜北的话语 一字一字地落在众人的耳中 深深地震撼了每个人的灵魂 不可思议 将灾难变成好事 总是的智慧 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是我从未听过的伟大设想 彻底超出了我笔落的认知啊 众多科学家 纷纷忍不住赞叹出声 梅瑞的脸上 更是露出了难以遮掩的狂喜和激动 这一件双雕的办法 也就夜北才能想得出来了 别在这瞎站着了 都赶紧忙自己的去吧 夜北看着众人说道 他的话音落下 所有人纷纷点头 小跑着转身离开了实验室 忙活自己的事情去了 梅瑞你稍等一下 我还有事要跟你说 夜北看着转身就要离开的梅瑞教导 秘密计划即将开启 既然当初答应过了安德烈 那这件事 今天也该跟梅瑞说一声了 总是 还有什么事要吩咐的吗 走到夜北身边的梅瑞恭敬的开口问道 夜北看着所有科学家全部离开 这才看向了站在一旁的梅瑞 安德烈前辈试试已经一年多时间了 这短短的一年多里 从没想过蓝星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人类会有这样的一天 回忆着当年的一幕 夜北有些感叹着说道 是啊 老师离开这一年 发生的是太多了 老师一辈子最佩服的科学家 不是门洁烈夫他们 而是总师 事实证明 他确实没看错啊 这一年来 要是没有总师宁 人类科技 也不能如此之快地发展到现在的地步 梅瑞点着头 话里行间无不对夜北 表示着自己的敬佩之意 听着这些夜北摆了摆手 并没有放在心上 而是直奔这次谈话的主题 知道那年安德烈前辈跟我最后都说了些什么话吗 老师见过您之后 不久就离世了 那些日子里 他再没说过任何的事情 不过 老师既然不想让我们知道 自然是有他的原因 梅瑞很知趣 一五一十地回答着夜北的问题 这种回答 也是让夜北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同时让他心中对于梅瑞更加地看好起来 如果说 以后要有人跟在自己身边 做科学上的贴身助理 那梅瑞确实是很好的人选 今天我就告诉你 夜北看着梅瑞 笑着开口说了起来 当年的记忆在此刻翻开 一幕幕都重现在这个小小的实验室中 片刻之后 知道了一切的梅瑞 也是一脸的吃惊 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跟随了几十年的老师 居然是最早接触外星文明的那一批人 可这一切 却被他一直隐藏在心中 要不是夜北横空出世 恐怕这些被封存起来的人类新秘 都要随着他一起步入英灵殿了 总是 我想你要说的应该不止这些吧 还有什么要说的 您尽管说吧 我都听着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但这个秘密 你绝不能告诉任何人 总是能够决断的是 我梅瑞选择无条件的支持 绝不会做一个泄密者 听着梅瑞的话 夜北点点头 这场战争按照我的预估 恐怕只有两成胜算 失败的概率非常大 即使有昆仑需能够抵挡一两年的时间 但逆转的可能性一样小得可怜 所以 在蓝星联盟成立后不久 我和联盟高层共同决定 通过了一项极其重要的行动 名为人类火种计划 夜北的话音落下 梅瑞的眉头立马就皱了起来 人类火种计划 对 这项计划的初衷 就是为了保存人类文明的希望 联盟将秘密打造一艘星际航行舰 带着蓝星所有重要物种的基因种子 以及500名优秀基因的人类 驾驶飞船向着银河系的更深处航行 200多天的时间 足够他们远远地离开太阳系 甚至在银河系的其他地方 找到宜居的星球 重新育育人类文明 说到这里 夜北顿了顿 深深地吸了口气 这才接着开口 500名优秀基因的人类 将会从血统纯正的下国 和抑制国人中选择 而所有重要物种的基因种子中 不会包括其他各国人类的基因 只有全球动植物物种的基因种子 用以重新在新的星球 快速建立完整的生态文明 夜北的花音落下 梅瑞的神色变得非常古怪 看向夜北的眼神 也相当的奇怪 总是 为什么这样做 难道人类不应该是相同的种族吗 哪怕不能带其他各国的人过去 至少也应该让基因种子保存下来啊 梅瑞一脸不理解地看向夜北问道 如果不是 我跟安德烈之间的约定 这场行动将只会带领下国人离开 但我选择履行承诺 让抑制国人也一起离开 至于原因 夜北看着梅瑞疑惑的眼神 摇了摇头 随手一招 一张卷轴立刻就浮现在了两人的眼前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吓得梅瑞一击灵 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两步 你说的没错 正是因为人类没有分别 所以才选择最优秀的人参与这项任务 夜北说着 随手调动一枚水晶融入了卷轴之中 顿时 道道光影从卷轴表面浮现 在空中交织出一幕幕的画面 这些正是储存在卷轴中的信息 整个人类都源自于昆仑祖星女娲圣族血脉 但真正精纯留存下血脉的 只有下国人了 虽然这些血脉 大部分都已经丢失了表达能力 但却仍就是最容易完成人类移民 传承的优秀基因 四大文明古国 三个都在历史的长河中逐一消亡 而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灭 正是因为传承的血脉最为精纯 能够表达的基因也最多 若非我跟安德烈前辈的约定 恐怕这场计划 就不会有抑制国的人了 叶北说完 卷轴中投影出的场景也随之消散 站在原地的梅瑞 已经彻底地愣住了 刚才卷轴中展现的场景 还有叶北说的话 他全都看明白 也听明白了 只不过一时间 还是难以接受这种颠覆他认知的信息 人类 来自外星 愣了许久之后 梅瑞才终于反应了过来 转过头 再看向旁边 叶北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空荡荡的实验室里 只有他一个人傻傻地站在原地 总是 是外星 脑海中刚才的场景 在他的眼前清晰地浮现 惊呼出口的话 刚到一半就被他硬生生地吞了下去 他明白了叶北的心思 也明白了自己的使命 太阳系攻防矩阵的建设就要开始 准备一区昆仑须吧 就在梅瑞要走出实验室的时刻 眼前浮现的一道道光影文字 让他感到有些恍惚 但还未等他一探究竟 这虚幻的光影文字 就如荧光消散在了他的眼前 太阳系攻防矩阵 梅瑞点了点头 五天之后 联盟总部 巨大的会议室中 一百多名制高者 全部都在 主位身后的主席台上 叶北正对着虚幻的全息投影 给众人讲述 太阳系攻防矩阵的计划 将整个太阳系 作为一个整体 以十大行星为基准 构建出攻防矩阵 作为我们 对付死灵文明的第一道防线 死灵文明的强大 就不用我再多说了 如果直接在蓝星附近的太空战斗 一朝不慎 就会满盘皆输 即使有昆仑须作为后盾 但那也同样危险万分 所以我们必须要将战线 扩大到太阳系最外层 在那里应战死灵文明 对太阳系的损伤 才是最小的 而且 即使有任何的变故 也能够争取到一些时间 来给蓝星上的后备部队做准备 更加重要的是 将暗物质光丽武器的能源获取 扩大到整个星系之中 对我们而言 是更有利的 诸位还有什么意见 现在可以提出来了 叶北说完 目光扫视着众人 等待着他们的问话 随着他的讲述完毕 台下的所有制高者 全部都焦头接耳地议论了起来 要把如此巨大的太阳系 打造成一个战争基地 我的天 这样的计划 叶大统领是怎么敢想的 十大行星全部部署兵力 要多少年才能成功将其打造出来 不仅是行星 还有行星周围的卫星 以及太阳系中的大型陨石 都要被改造 按照人类现在的条件 这个设想 真的太过于让人震撼了 在场的所有人 都被叶北这今天的计划所震撼 没人想过如此疯狂的计划 叶北现在提出来的 太阳攻防矩阵的工程量有多大 他们想一想 就觉得头皮发麻 这个计划是完全可行的 叶北看众人都震惊无比 叽叽喳喳地议论都不停 淡然地笑道 以现在 我们拥有的建造件水平 部署一个太阳系 是完全不在话下的 对于这件事 叶北也是深思熟虑了很久 在这几天经过专门的计算之后 他是彻底地确信了 这个计划的可行以及战略上的重要性 现在的人类 不再是那个0.7级的低等文明 而是已经拥有了整套的行星改造技术 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战舰飞船 以及能够连通所有星球的空间重动能力 只需要以火星为中心 向其他各个星球 建立空间重动传送门 人机资源的调动将非常之快 而各大行星上的建设速度 必然也会快地离谱 不多时 就有人开口问起了问题 将整个太阳系 打造成一道战备防线 这个计划的耗费恐怕难以想象 按照我们现在的计划 十大黑科技武器才完成了三个 蓝星护盾也才刚刚竣工 能腾出人手来做这个吗 听着下面的问话 叶北毫不犹豫地就开口给出了答案 计划框架我已经做好了 150天内绝对能够完成 计划的细则过于繁琐 需要军方和科研部配合进行完善 这也正是今天找大家开会的原因 叶北自信满满地开口说道 听着他的话 众人想了想都点头认同了这件事 毕竟叶北觉得可行 那基本就不会出什么问题 大统领既然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 那这个计划 我们自然要全力以赴 将整个太阳系作为第一道防线 确实极具战略意义 不管多困难 我们都得拼命努力 要是在他们到来之前 没有做好准备 那我们可就危险了 没错 既然是保卫全人类的壮举 那自然要全力以赴 叶统领 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 联盟军部所有人随时听候您的调遣 在场的众人纷纷开口支持 决心一旦下达 那么所有人都会凝成一鼓声 在场的众人都是联盟里的高层人士 只有同心协力 才能共抗死灵文明带来的巨大危机 那好 请军部各大将军 今天都前往科研总部 大家一起商议计划细则 叶北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废话 而是直接拿起东西 转身离开了这里 片刻时间 军部几十名将领 全部赶来了科研总部 所有人对这件事的关注度 都非常的高 叶北也没有迟疑 抓住时机 当天就开始了计划细则的商议 三天之后 在数百人的讨论分析之下 太阳攻防矩阵的所有计划方案 全部都商议完成 总是 太阳系攻防矩阵的所有部署点位 都已经选择好了 现在的问题 是要部署什么武器 在最外层的星球上 构建出第一道防线呢 拿着整个攻防矩阵的方案图 一名雄国的将领 开口问出了自己的问题 如今 我们最强的助手武器 就是猎空炮 难道我们要将所有这些武器 都部署在各大行星上吗 而且 矩阵的防御体系 现在还没有确定 以死灵文明的强悍来看 我们寻常的战略防御战术 恐怕不能在这里使用了 雄国将领的花音落下 现场众人也都若有所思的点头 同时将目光都投向了指挥桌 最中间的叶北 每个人的心中都无比好奇 叶北到底会部署出 怎样的防御体系来 给整个太阳系 设置九层屏障 面对众人的目光 叶北淡然地说道 以最外围的九大行星为基准 以周边的大小型陨石为辅助 造出能量护盾和超能武器拦截装置 一来可以用护盾 防御各类常规武器的进攻态势 避免直接被敌军打穿整个防线层 二来拦截装置 可以有效地阻拦敌军 企图一击摧毁太阳 致使太阳系瞬间崩坏的情况 也可以避免蓝星受到伤害 四 叶北的话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光是部署武器系统就足够耗时耗力的了 现在还要做出如此大工程的防御体系 叶北的想法属实让人惊叹 就按我说的这么做 在死灵文明的大军到来之前 一定可以能完成 叶北的声音如雷贯耳 虽然感到有些艰难 但所有人也都备受鼓舞 一个月后 陆永平拿着整套的太阳系攻防矩阵设计图纸 出现在了叶北办公室里 这些天里 在科研总部的权力研究下 整个图纸的所有细节 全部都已经完善成功 其中大部分都已经被发放给了建设部门 所有建造舰都已经赶赴太阳系各个地方 开始了紧张忙碌的建设 同时 火星上的双向传送空间重动 也都已经逐步打造完毕 此刻如果站在火星表面 能够看到郁郁葱葱的草原 清澈见底的湖泊 环绕整颗星球的大气层与蓝星极为相似 而在这样美丽的环境中 上百个大小不一的空间重动 屹立在不同的地方 时常有飞船从中出入 经过一个重动 进入另一个重动 将原本从一个星球前往另一个星球 需要花费几十分钟的时间 硬生生地缩短到了一分钟都不到的超高行径效率 而且 除此之外 太阳系攻防矩阵 还额外加入了太阳能收集装置 建设舰此刻正在太阳上万公里外的太空中 建造一个又一个数百公里大小的能量收集器 这些东西 收集太阳放射出的爆裂粒子能量 转化出来的能量护盾 强度极大 叶北有自信 即使面对死灵文明的全力打击 太阳护盾也能够硬抗一分钟以上 而且 这个装置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还有毁天灭地的能力 叶北 现在开工吗 陆永平将装在储存器中的 图纸交到叶北的手中 一点疲惫地问道 开始吧 能够早一天完成这个项目 我们也能早点放心 距离死灵文明到来 只剩下一百六十天时间了 眨眼之间就到决战之日了 叶北接过储存器 点着头感叹道 但他的眼中并非颓丧 而是带着明亮的光芒 太阳系攻防矩阵 对我们的安全有极大的保护 能让我们 有跟死灵文明硬拼的一战之力 听着叶北的话 陆永平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高兴地点了点头 没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没有多说什么 陆永平转身就向着门外走去 但还没走出去两步 他就感到脑海中天旋地转 眼前的一片漆黑 随后 在叶北惊吓的目光中 直直地向着地上倒了下去 陆院长 陆院长 反应激敏的叶北 一个跨步 就从办公桌上跃了出去 在陆永平摔落在地上之前 伸手将其一把托住 看着满头白发 神色憔悴无比的陆永平 叶北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他的呼声 惊动了门外的助理和卫兵 众人急匆匆地冲进来 抬着陆永平 急急忙忙就冲向了总部医院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叶北的心中很不适滋味 从血脉激活之后 他的生命已经跟圣族人几乎同样了 还有足足一千万年以上的寿命 但蓝星上的人类 却只有短短不到百年的岁月 本来都属于祖星血脉 为什么他们都没有了精纯的血脉 叶北为此还专门研究了下 人类的基因情况 结果就是 人类寿命方面的基因表达 已经大大丧失了能力 常常的DNA片段 绝大部分都已经没有了端力载体 这也就使得人类的寿命 最多只有百年长短 基因要记得是 得加快点速度了 陆永平的倒下 给了他一种强烈的不安 想着还躺在医院里的爷爷 叶北的心中不由得一紧 现在 事情是真的由不得半点耽搁了 你要给我太阳 装上能量收集装置 这真的跟做梦一样 在叶北搞研究的时刻 轩辕红武文训也赶来查看了一下 不过除了陆永平倒下的事情 让他震惊之外 叶北这个新的举措 更让他大惊 利用太阳能量建造的护盾 除了能源族之外 我还加装了反物质防御装置 能够将攻击到能量护盾上的 暗物质能量 转移倾泻到太空中去 即使面对尖星炮 也绝对有能够硬抗他全力一击的能力 太阳是太阳系的核心 一旦没有它的引力作用 整个太阳系就会彻底崩坏 到时候 火星和蓝星 不知道会被甩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不仅丢射了光照 还会失去整个太阳系的攻防体系 那就是必死无疑了 叶北一边小心地 将试管中的液体转移到烧杯中 一边淡定地跟轩辕红武 解释着自己的举措 好吧好吧 你的想法确实是没错 但有这个能力实现吗 我们的人力 现在已经严重缺乏了 轩辕红武听着叶北的话 感觉自己跟做梦一样 人力 我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听着轩辕红武的担忧 叶北一如既往的淡然 语气中的自信万分十足 我的叶总师啊 您可别开玩笑了 全球所有能够投入建设的青壮年 全都已经被分配到了各个任务项目上了 为了给建设不同人手 后勤部已经连着紧缩了三次人手了 后勤部现在都不得已 再使用少年儿童帮工了 轩辕红武看着叶北 看都不看自己一眼 就这么自信地回答问题 心中更加着急了 整个蓝星 所有能够用的人都已经用了起来 但广袤无垠的太阳系 区区六十亿人 真的是一点都不够看的 许多部门都极度缺人 要不然也不会在这些计划上 尤其是这些天随着太阳系工坊矩阵计划的启动 人手紧缺的问题变得越发明显起来 即使西山族的那些奴族也在帮忙进行建设 那也依然不够看的 叶北听着轩辕红武在这里发牢骚 停下了手里的活 笑着摇了摇头 这个问题这两个月来 我就已经关注到了 不用担心 我已经设计出了一款高科技的机器人 蓝图已经交给工程部去打造了 你放心 不出十天 机器人生产线就会快速成型 到时候这些机器人生产出来后 自己就会去生产其他的机器人 不会占用任何的人力 有这些智能机器人填补空缺 人力问题马上就能得到缓解 叶北随意的语气 自信的笑容 看得轩辕红武半信半疑的 但想着叶北的所作所为 还是点了点头 选择了相信 行吧 你忙你的 我就先走了 等等等等 还有事要跟你说一声 看着轩辕红武要走 叶北急忙一把拦了下来 什么事 让军部挑选一批联盟最精锐的将士 至少一万人的队伍 叶北摸了摸下巴 略移计算后说道 五天后 我就要对他们 进行一项前所未有的改造 这是很重要 你可别忘了 叶北说完 直接扭头继续拿起实验桌上的东西 接着忙了起来 看着这个忙得摸不着边的科研总师 轩辕红武摇了摇头 应了一声 就大步地离开了这里 拿大国一片空旷的土地上 冒着滚滚白烟的工厂 一座接着一座的拔地而起 这些工厂的建设速度 超越了所有人的认知 几乎是每天就能建设出来三座工厂 而在这工厂之中 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全部都是一些身形高大的机器人在忙碌 人力短缺的问题 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叶北拿出的各项计划 每一个都是耗资极其巨大的 尤其是太阳系工坊矩阵的建设 直接将蓝星三分之二的青壮年人力给征用了过去 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人 不仅要负责十大黑科技武器 还要忙着进行星球开发 水晶开采等各种项目 之前叶北确实没留意到这个问题 但这两个月以来的 他也是不得不重视起来 所以 这才根据女娲留下的手册中 一款四级文明的军事建设两用机器人 改造出了现在的这个适用于人类 听命于人类的智能机器人 有了它的存在 蓝星生产能力将会大幅度的提升 在极短的时间内 快速的解决人力问题 1804号 工厂水循环系统 今天三点 之前要改良完成 机械电子的声音 从一台起源机器人的口中说出 古怪的是 它说出的话 带着语气和一股非常拟人的感情 放心 没问题 旁边的机器人 也是一样的说话方式 除了外观看起来高大 全身机械之外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非常像人 而这就是四级文明机器人的强大之处 现在 蓝星所谓的人工智能 其实都没有多大的用处 说起来像是人工智能 但根本就是个木头疙瘩 他们只会按照编程所写的程序 进行固定的行为和举动 哪怕看似有很多的行动模式 不同的话语结构 但那也都是 通过输入更多的大数据才造成的 说到底 还是一个完全固定化的程序造物 无法应对多变的环境 而此刻正在自主交流 甚至自发改进工厂设施的 起源机器人 他们已经是完全超越 人类认知的高科技产物 他们的人工智能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 能够像人类一样 进行各种各样的思考 面对超出认知 或者其他的各种突发状况 以及遭遇多变的环境 都能够自主地进行应对 简单来说 他们就像是科幻电影中 鼎鼎有名的终结者机器人 在一定程度上 甚至可以将其看作 是一个机械外壳的人 至于他们的中心问题 确确实实在高等文明中 也是个需要慎用的存在 毕竟 他们有着自主的意识 可能会生出反叛的心理 甚至行为 但叶北在改造之前 对这一块相当的重视 使用了三层程序设置 能够绝对地防止他们叛变 或者反叛 将他们的控制权 牢牢地掌握在人类的手中 才是最重要的 1941号出场成功 开始服役 机械的声音 在一座座工厂中回响 告诉着新的一台机器人诞生 而在他们的背上 全都有一条四爪青龙 这个标志就是所有起源机器人 共同的标志 也是叶北一个很重要的管理核心 实验室中 最先一批的起源机器人 已经开始正式服役 一众科研专家 都在仔细地观察着 这些高科技造物 这眼睛看起来很有神啊 倒不像是机器人 更像是活的 身体可大可小 太神奇了 叶总师 还有什么功能 都展示给大家看看吧 众人都无比地好奇 议论纷纷 面对众人好奇的神色 叶北淡然地笑着 变成我的样子 叶北的话音不大 甚至可以说非常的小 也就附近的科学家 能够听得见 但站在他们之外 十几米远的起源机器人们 却立马就敏锐地 捕捉到了叶北的指令 随后 所有机器人坚硬的身体 都开始软化起来 七八米高大的身躯 很快就液化成了一滩金属 像是画了的铝一样 随后又快速地重新塑形 一个个都变成了叶北的模样 就连衣服造型都分毫不差 如果叶北跟他们混在一起 一眼看去还真的分不出 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液态机器人 真的太让人震撼了 这是何等的高科技啊 不敢想象电影会变成现实 人类真的能造出这种未来机器人 或许让他们变成死灵文明人的样子 死灵文明也会傻眼吧 一众科研专家都被这出奇的变化 看得惊叹连连 甚至不少人都萌生出了 更加有趣的想法 恢复原样 去执行你们的任务吧 叶北开口下令 几秒钟时间一众机器人 就再次恢复成了之前的机械外形 随后在身体自带的动力系统中 一个个走出实验室 飞上天际 消失在了众人的眼中 有了他们 我们可就再也不用愁人力 缺乏的问题了 有人哈哈大笑着说道 叶北创造出的这个机器人 帮他们解决一个极大的难题啊 各位 后天一起到联盟军部 去见证一场新计划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诸位 也能够成为这项计划的受益者 起源机器人的测试完毕 叶北扫视着在场的科学家们 朗声开口说道 虽然不知道 叶北又有什么新的计划 但众人都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 毕竟 叶北一出手 肯定能给他们一个巨大的惊喜 第二天清晨 第一缕阳光照到蓝星海平面上的时候 下国 圣经市 空天基地中 一艘只有三公里大小的战舰 正安稳地停靠在基地深处 之所以 没有建造大型飞船 承载更多人离开这里 最重要的原因是目标过大 而且 舰船太大速度 势必会延缓 面对紧急情况 一艘三公里大小的飞船 能够在一小时内 就造出一个空间重动逃命 但一艘五十公里以上的飞船 想要打造出能够通过的空间重动 时间会成倍的增长 而且 与其承载更多的人 不如承载更多的基因种子 不管到什么地方 有基因种子在 都能够很快地繁衍生息 让人类文明的火种 快速地扩张起来 此刻 在飞船下面 二百五十名男性 二百五十名女性 都安静地站在原地 工作人员正在对飞船 进行最后的检查 夜北看着他们 心中无比的感慨 他们的未来 没有人知道会是怎样 人类的火种 是否能够通过他们传承下去 也尤为可知 但 这是人类绝望之中 最后的一条后路 如果蓝星出了事 他们可就是宇宙中最后的人类了 轩辕红武注视着下方的众人 忍不住感叹道 从今天开始 他们就要做宇宙中 孤独的漂流者了 从此跟人类彻底失去联系 直到这场浩劫结束 太阳系中的人类还能幸存 或许才有可能跟他们有所联系吧 夜北同样很感叹 人类文明走到今天 经历过一代代的兴亡衰落 最终还是遇到了 无数宇宙中的普通文明 都会遇到的生死劫难 除了轩辕红武和夜北 他们身后的其他几名下国高层 也都皱着眉头 目送这些优秀者离开 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的沉重 对于这件事 多少有点人还未死先逢兽医的感觉 一场孤独的星际旅行 希望他们能够承受住 这种孤独和无望 摇了摇头 薛云红武转过身不再看 静止离开了这里 飞船的检测已经彻底结束 所有的一切功能 全部完好无损 整个飞船循环供应系统 能够保障至少三千人 长久的生活下去 而在他们登上飞船之前 夜北将一批药剂 交给了船长 如果不能再短时间 也就是三十年内 找到适宜生存的地方 那么所有人就可以选择 使用基因药剂 让寿命大幅度的延长 同时也使所有人的身体机能 都得到质变的提升 给人类文明的留存 争取更多的机会 当然 在做出这项决定之后 夜北自然也派遣了 两台特制的机器人 跟随飞船一起流浪进茫茫宇宙 他们的任务 就是维护飞船秩序 确保人类不会因为内斗 而在星际漂流中消亡 避免人类文明的火种 彻底地放下心来 开始登船 随着喇叭中传出的冷漠声音 在场的五百名男女 开始陆续向着飞船上走去 每个人都带着一个 属于自己的小行李 那是他们 这条孤独之旅中 唯一从蓝星带走的念想 人类火种号飞船 安静地停靠在基地中 巨大的飞船门 正在缓缓地闭合 所有人的目光 都在这艘飞船上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艘飞船的意义 也都知道那五百个 代表人类希望的人 将来可能会面临 各种难以想象的局面 而此时已经登上 飞船的五百人 每个人的内心 也都非常的沉重 所有人都站在 飞船的闲窗边 看着外面的景象 这次离开蓝星 我们或许一生 都不会再回来了 我们所有人的身上 都背负着 人类的希望和未来 保存人类文明火种的任务 已经与我们的生命 永远地绑定在了一起 我们不再只是 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 我们的生命 从今往后 都属于全人类 希望蓝星 能够挺过这场浩劫 希望有一天 我还能回来这里 当一个小老百姓 一定还会和亲人 再次团聚的 等到飞船 再次降落在蓝星上的那一天 五百个肩负着 巨大使命的优秀基因者 每一个的心 都无比地沉重 所有人的心中 都在祈祷着 有一天 还能够再次回来 希望蓝星的危机 能够有惊无险地被化解 所有人都能平安无事 在现场几千名 工作人员的注视下 人类火种号星际飞船 做好启航的准备 叶北双手扶着 观望台的栏杆 双眼紧紧地盯着 这艘星际飞船 看着闲窗中 隐隐约约的人影 深深地吸了口气 所有登船的人 无论男女都是勇士 浩瀚的宇宙之中 有数不清的危险 要让他们去面对 叶北缓缓开口 语气中带着浓浓的感慨 希望有一天 我们所有人 都还能再相见吧 有一天 我们一定能再相见的 在叶北的身后 陆浩云重重地点了点头 眼神之中 带着相当的坚定 全人类齐心协力 这次一定能够扛过这个难关 只要我们努力拼命 终究有一天 我们要把他们都接回来 听着陆浩云的话 叶北也微微点了点头 全力以赴 人定胜天 叶北的话音不大 但其中蕴含的力量 让听到的人 心中都未知一振 在这种惆怅的景象下 所有人都暗自发誓 一定要拼尽全力 做到自己的极限 用自己这颗打磨道 冒出火星子的小螺丝钉 击穿死灵文明的战舰 起航吧 叶北看着飞船 对着指挥台上的话筒 大声地说道 人类火种号准备起航 所有人起立送别 刷刷刷 叶北的声音 在基地之中回响 在场的几千人 全部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每个人的目光 都看着飞船 对着这些 即将踏入宇宙的 下国英雄们致敬 所有人的心头 都在此刻 祈祷着他们 能够顺利地在宇宙中航行 能够等到人类 接他们回来的一天 在飞船上的 五百名传承者 也都站起身来 隔着弦窗 对着外面的同胞们回礼 我们等祖国 来接我们 这一路的宇宙探索 我们等蓝星的好消息 希望再见的那一天 不要等太久 五百名传承者中 一些女性 已经泪眼婆娑 心中无比的胆触 但她们都坚强地 没有哭出声 没有让眼泪滚出 自己的眼眶 因为她们知道 她们已经是要去探索宇宙 传承人类文明的战士了 如果还在这里落泪 那面对以后 孤独的流浪 要如何面对呢 飞船基地中 工作人员们眼中 同样饱含泪水 一些人 甚至忍不住落下泪来 尤其是那些 特定观察室内的 传承者家属们 此刻已然哭声一片 难过的气氛 挤满了整个房间 没有任何人敢保证 从今往后 她们还会有再见面的一天 一旦踏入那深邃的宇宙 有可能将是永远的诀别 启航 夜北星头虽然沉重无比 但还是大声地开口下令 她的话音在基地中回荡 而随着她声音 一起回响的是 飞船的引擎上 人类火种号的船长 目视着前方 擦去眼眶中的泪水 使劲按下了 引擎启动的按钮 基地的舱门已经打开 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飞船缓缓腾空 向着蓝天之上而去 十几秒钟后 就进入了外太空 向着那深邃无垠的宇宙 中远去 消失在了所有人的眼中 在蓝星上看起来巨大的飞船 此刻穿梭在浩瀚的宇宙中 显得那么的渺小 站在太空中看去 就像是一个笔尖点出的小点 一头扎入了没有边际的黑暗 没有丝毫回头的意思 决绝地让人有些心痛 总有一天 我们会再见的 夜北看着飞船离去 咬了咬牙 深深地吸了口气 在自己的心中 留下了这句话 人类火种号 带着人类文明的希望 在几乎所有人 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进入了宇宙之中 只有少数下国人 和意志国人 对此有所了解 走出这一步 是最无奈的选择 如果不是 被死灵文明的危机压迫 他们又怎么需要 这样背井离乡 进入宇宙流浪 送走了飞船 夜北的心中 也凝重了起来 现在的他 有着强烈的斗志 他一定要让人类的文明实力 提升到 足以和死灵文明一战的地步 度过这场难关 他一定要带领人类 一步步走向 那不死不灭的文明层次 我们的退路已经部署好了 接下来就该全力步入新阶段了 全心全意地 去抵抗死灵文明 现在留给他们的时间 越来越少了 所有的一切都要立刻行动 绝对不能浪费丝毫的时间 虽然夜北 已经开始建设 太阳系攻防矩阵了 而且有百万舰队相助 但从未跟死灵文明的战舰交过手 夜北也绝对地把握 这一切 就一定都能够管用 所以必须还要提升 矩阵的强度 还得继续提升武器的威力 同时 要尽快地打造出一批 真正强悍的太空军来 夜北的眼中 闪过一丝灵力的光芒 转身离开了飞船基地 联盟科研总部 夜北正在仔细地审查 刚刚生产出的基因强化药剂 这些东西是要作用在人体上的 所以是绝对不能出任何错误的 虽然昨天生产出来的第一批 已经检查过一次了 但夜北还是耐下心 再次进行了检查 添加三号一遍界 开始增压 科研生产基地中 夜北正指挥着科研专家进行检测 每一部他都亲自观看 这支药剂可以说是完全的现成品 是泛海遗留在昆仑须的祖星文明产物 只需要照着他的蓝本制作即可 不过为了适应人类的身体 夜北适当地减少了用药当量 毕竟祖星那些人 各个身躯都是四五米 比人类要庞大好几倍 如果把他们的药剂 直接作用到人体身上 恐怕蓝星人会直接当场爆炸 夜北的检查给众人很大的心理压力 尤其是操作的科研专家手都在微微颤抖 生怕自己出错惹怒了夜北 现场的气氛相当紧张 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室馆中的药剂 随着三号一变剂加入室馆中增压之后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原本乳白色的液体开始变得翠绿 随后又变得湛蓝 接着又转为金黄色 同时 液体也在强压之下 开始猛烈地沸腾 在不知道数次的变色之后 室馆中的液体才平静了下来 但它原本乳白的颜色却变成了淡粉色 看起来倒显得有点卡哇伊 没问题 对药剂变化过程烂熟于新的夜北 淡然地开口 它的话音落下 众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相当振奋的神色 太好了 这批药剂可以投入使用了 我们的生产线可以扩大规模了 有了它 对抗死灵文明 我们会有更大的胜负 一时间 基地中的科学家们都高兴地欢呼起来 所有人都为此感到振奋 甚至有人看向药剂的目光都变得蠢蠢欲动 将一万只药剂装好 跟我去军部 夜北点了点头 看着众人开口说道 跟薛元洪武说过的五天后 现在时候到了 该做这项特殊的实验了 基因强化药剂的能力 远非单纯地强化人体能力那么简单 如果只是让人变成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东西 夜北也就不用费这么大的心境了 除了强化身体素质之外 人的脑力 认知力 精神力等各方面都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而且 其中最重要的益变剂 更是可以根据药剂使用者的不同 针对其最强的能力 产生一些变异的能力 按照夜北的计算 这种变异 在人类身体上发生的概率非常小 毕竟目前的人类 本身就是比较低等的智慧文明生物 但按照人类的基数 怎么也会诞生出超过万人以上的益变者来 针对他们 夜北心中也已经有了一个更往后的计划 总是 一万只药剂已经备好了 夜北看了一眼旁边几大箱子的东西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跟我走 能够大幅度提升人体素质 甚至能够开发智力 提高情商 增强精神力 全球所有人都能用 你这什么药剂 真的假的 联盟军部 轩辕红武听着夜北说出的事情 脸上的震惊难以遮掩 但更多的还是质疑 这种事情对他的冲击太大了 能够提升人体素质的药剂 这个他倒 确实相信 毕竟现在蓝星上就有这种效用的药物 虽然成效一般 但确实能够制作得出来 不过 能够开发智力 甚至提高情商的药剂 他可是从来都没见过 而且还不分体质 全球所有人都能用 这就更加匪夷所思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你真造出这种药剂来了 思索几秒钟 轩辕红武还是满脸的难以置信 真的 夜北看着轩辕红武的质疑的样子 笑着开口说道 基因强化药剂 五级闻名的科技造物 堪称仙丹灵药 不论男女老少 全球所有还活着的人都能使用 我跟你说的所有功效 全部都能实现 这不是做梦 这是事实 思 听着夜北这不容置疑的话 轩辕红武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心头的震撼更多了一分 不仅能够强化外在的身体 还能强化内在的精神和智商 这种药剂 他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过 要是真按照夜北说的 足有几十甚至上百倍的增长效果 那使用了药剂的人 岂不是个个都聪明绝顶啊 人人都成了爱因斯坦了 这实在是太疯狂了 这个 夜北从口袋中摸出一个小瓶子 递到了轩辕红武的面前 已经经过所有的测试环节了 绝对没有半毛钱的问题 服用一瓶 立马重回年轻时候的精气神啊 你服下这个基因强化药剂 立马就能变得年轻起来 寿命也会增长很多 看着夜北递到眼前的玻璃瓶 轩辕红武下意识地接到了手中 看着瓶子里 散发着点点荧光的药水 他的眼中 也不由得闪过一抹炽热的光芒 现在的他 年龄已经六十多岁了 是个名副其实的花甲老人 只不过现代科学医疗都比较强大 所以看起来也就四十岁的样子 可自己的身体到底怎么样 轩辕红武心中还是很清楚的 直接口服 仔细观摸着瓶子里的药剂 轩辕红武有些疑惑地问道 服下他真能返老还童 延年益寿 至尊 看着薛红武拿着叶北递来的不明药物 旁边的助理急忙上前提醒 但薛红武摆摆手 直接让他退了回去 虽然还不知道 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但他相信 叶北是绝对不会害自己的 只是对于这种神奇的药剂 心中还是感到好奇和震撼 所以才多问了几句 直接口服 十分钟内就能见效 一小时就能完成彻底的基因强化 面对他的疑问 叶北点点头笑道 叶北眼中的自信 让薛红武也不再犹豫 一把拉开瓶塞 直接就咕嘟嘟地灌进了嘴里 伴随着一股清凉划过石道 薛红武立马就感觉自己胃里火辣辣的 但这种火辣 却并没有半点的痛楚和难受 而是相当舒服的感觉 紧接着 种种奇怪的声音 就从薛红武的身体中传出来 周围十米内 清晰可闻 像是细胞撕裂的声音 也像是骨骼拉伸的劈啪声 这种奇特的情况 让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都紧紧地盯在了薛红武的身上 很舒服 站在原地感受着自己身体内的变化 薛红武脸上带着无比舒适的笑意 轻声地说道 这让旁边替他紧张的高层们 心中放松了不少 一小时后 一切都非常顺利地结束 经过基因药剂的改造 此刻的薛红武已经远非寻常 在场站着的联盟高层 以及诸多科研专家 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震惊 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 薛红武的身体素质 已经发生了翻云覆雨的变化 同时 他的智商和精神力 也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我感觉我的身体里面 充满了力量 薛红武捏了捏拳头 对着空气猛挥几拳说道 我能听到以前听不到的声音了 我能看到 以前这个世界的颜色 变得更加缤纷多彩了 太不可思议了 这就是基因强化之后的效果吗 感觉全世界都变了样了 真的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薛红武一脸的震撼之色 目光在众人的身上扫光 又向着远处眺望 表情上写满了惊奇两字 而在众人的眼中 薛红武也比之前年轻了很多 原先看着像是四十岁的样子 现在看起来也就三十岁 那种年轻中 透着成熟的男人韵味 在他身上散发的淋漓尽致 此刻 薛红武出去大街上逛一圈 一定能收获一大堆女孩的芳心 指不定还会被堵在商场里边 要联系方式 不错 这就是药剂的效果 叶北点点头满意地说道 使用了药剂之后 身体各项素质都会数倍增长 视觉光谱当然会更加的宽广 看到更加鲜艳缤纷的世界是正常的 听着叶北的话 薛红武的眼神中充满了振奋 我感觉自己的思维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起码是之前的三十倍以上 记忆力也变强了 很多事情的细枝末节都能够回想起来了 这真的是种很奇特的感觉 感受着自己身体中的变化 感受着那些被遗落在脑海深处的记忆 如潮水般涌来 轩缘红武的神色变得更加激动起来 这一刻 他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什么叫做基因强化药剂 接下来 我们要做的就是批量化生产药剂 率先打造出一支基因强化过的超级太空剧 因为基因药剂 这场战斗 我们起码又多了一成胜算 叶北的眼中也闪过一抹炙热的光芒 对着轩缘红武说道 对 量产工作都立刻做起来 最好一个月内能让全球所有人都得到一份药剂 到时候蓝星人人都是超人 亲自感受过了药剂的强大 血缘红武更加的渴求所有人都强大起来 如果全人类都能够得到如此巨大的强化提升 那这场仗就真的有得打了 不急 我们先把进行第一批量化实验 叶北拍了拍声后整箱整箱的药剂 笑着说道 一万名全球最顶尖的士兵进行强化 然后科研专家就得研究他们的各项体征 跟使用药剂前的数据进行对比 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出药剂作用在人体上时 真正的效用有多少倍的增幅 而且最重要的一边叶北也要精确地记录分类 统计出概率和数据来 他还有一个计划 就在等接下来这一万人的基因强化了 叫盛齐军到训练广场来 听着叶北的话 薛元红武毫不迟疑地开口下令 十几分钟后 联盟军部最大的训练广场上 一万名身强体壮的男子列着整齐的方阵站在广场中央 统一的蓝色军服象征着蓝星人类联盟的统一 站在主席台上 光是放眼看去 就被这群全球各国兵王中的兵王组成的军团所震撼 一股难以言喻的强大气势在他们的身上散发出来 震人心魄 联盟盛齐军是最精锐的军团 林天雷指着广场中站着的一万名士兵孝道 越是强大的人就越是能够激发药剂的效果 而且还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异变 叶北点点头说道 我倒是很期待他们的表现 开始用药 他的话音落下 身后的科研专家们立马就开始一排排的分发药剂 盛齐军的这些精英们看着这奇怪的药剂也是一脸的疑惑 不知道主席台上的众人是想要干什么 各位 这是基因强化药剂 是科研总部最新研发出来的一款拥有奇效的药剂 我刚刚已经亲自使用过了 大家尽可以放心地使用 轩辕洪武对着万人军团大声地开口表态 安抚他们疑惑的心理 有了他的话语脱底 盛齐军也不再多想什么 所有人都一把拔开瓶赛 将瓶子中的药剂毫不犹疑地一股脑倒进了口中 看着所有人服下药剂 在场的众人目光都紧紧地盯在了他们身上 叶北的目光也不停地在众人身上扫过 观察着可能出现的异变情况 药剂产生的异变是完全随机的 根据体质的不同 产生的异变不同 根本不受控制 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现场众人的神色表情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 自己体内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改变 他们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发生难以想象的变化 这种感觉太奇妙了 好像有力量在源源不断地涌向我身体的每一处 我感觉我现在一拳能打抱一样汽车 隔着这么远 我居然能看清楚大同龄脸上的表情 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究竟是什么神仙药剂 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功效 广场中的不少士兵忍不住议论出声 经受过绝对严格训练的他们 也在此刻情绪奔放了起来 每个剑削般冷酷的脸上都充满了震惊的表情 啊 就在所有人都为这种感觉所惊叹时 突然 一道爆裂的嘶吼声从人群中传出 冲破天际 这如同野兽般的吼声 震人心魄 让旁边的士兵不由自主地远离了几步 主席台上众人的目光 也都齐刷刷地看了过去 叶北的双眼 更是死死地盯上了那名表情痛苦 蜷缩在地上的男子 这是一名雄国士兵 体格很大 身体非常强壮 粗壮的胳膊 绝对比得上普通人的腿粗 虎背熊腰的 浑身都是剑子肉 但此刻 他那粗壮的肌肉上 轻筋暴跳 血管凸起 皮肤都开始泛红 啊 跪在地上 男人蜷缩着身体 表情看起来相当的痛苦 以至于挨了子弹都不吭声的他 都忍不住嘶吼了起来 那声音像急了野兽狂暴时的声音 让周围的士兵 更加向后远离了几步 大统领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士兵不会出事了吧 旁边的一众高层 看着这有些害怕的场景 胆怯地问道 就连薛元红武的眉头 都皱了起来 这要是吃药吃死人 那可就是大问题了 这是一变 夜北神色凝重 开口解释 药剂有一定几率 能够让某些人 最为突出的身体素质发生异变 产生远超同类的特殊能力 等等就知道了 别着急 看着有些紧张的众人 夜北连忙出口安抚 同时 他身边的两台起源机器人 自主地上前 将男人从人群中抬了出来 放在了空旷的地方 而就在男人被放在地上的时刻 突然 人群之中再次出现了奇怪的场景 一名男子的双眼之中 竟然散发出两道 他若隐若现的赤红光芒 这一幕看得众人震惊不已 感觉三观都被颠覆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夜北 你确定 这个不会出事吧 旁边的众人一个比一个紧张 就连薛元洪武 都有些担忧地询问了起来 不会有事的 等着看好了 这种异变对他们而言 是一场天赐的造化 夜北看着场上的 发生异变的男子 眼中闪过一丝炽热的光芒 想要发生异变 那一定是相当优良的基因才可以 药剂起到了激活这些基因的作用 算得上是用灵犬灌溉药甜 在短时间内 就长出千年品质的绝世好药 而随着这两名异变者的出现 盛骑军中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变化 各种各样奇怪的场景 开始在广场之中上演 越是时间向后流逝 出现的异变动静就越大 看得人无比震撼 两台起源机器人 时刻盯着场中的异变者 一发现就立刻将其 抬到空旷的地方 防止出现问题 伤害到旁边的其他人 这个概率 有点超出我的预料 看着被抬出来的异变者越来越多 夜北的嘴角 勾起一丝耐人寻味的笑意 一小时候 训练广场上 盛骑军的整齐阵型早已不复存在 但每个人脸上的表情 却都比来之前变得好看了许多 没有了冷酷 只剩下震撼和激动 这种感觉真的太爽了 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我感觉死灵闻名 也没那么可怕了 切磋切磋 我想试试 哈哈 来练两手 我也手痒痒着呢 众人感受着自己身上强大的力量 无一例外的喜笑颜开 还有个别人 甚至直接拉着好兄弟 当场开练 测试起了自己基因强化后的实力 场上时不时传来水泥地面被砸坏的声音 夜北没有管他们 而是放任他们随意地感受自己的力量 这些训练有素的士兵 是不会闹出什么大事来的 但他现在关心的 不是这些普通强化后的士兵 而是那些在强化中产生了异变的异变者 一万圣骑军 总共有三百二十八人 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异变 其中有六十人的异变能力相当突出 都是在药剂作用四十分钟后 开始发生的异变 旁边的助理已经拿着统计好的数据 对着夜北汇报了起来 短短的一个小时里 就有三百多人发生了异变 这个概率比夜北想象的要多得多 他原本以为 这批精英能够出现不超过百人的异变者 就已经很多了 没想到比他预想的多出了几倍 这让夜北心中倒是相当高兴 按照这个概率 即使逐层递减的话 全球六十亿人能产生出的异变者 也绝对不少了 至尊 一起去看看 回头看了一眼 站在身后听助理的汇报的轩辕红武 夜北挑了下没笑着说道 早就已经等不及的轩辕红武 立马就点着头跟了上去 训练广场中 三百十八名异变者 正感受着自己体妹的洪荒之力 还有人更是不断地练习 尽可能快地学习 掌握自己新得到的异变能力 从远处看去 各种奇异的场景都在显现 有的人眼中射出赤红的光线 直冲天际 有的人一跃十几米 落下时在地上砸出十几米大的深坑 更有甚者 悬浮在半空之中 眼中闪烁着丝丝电光 深周几米内 噼里啪啦的电流游走不停 还有人凝望远处 抬手之间 就将几百米外的训练器 才吸了过来 有的人身上凝结着冰晶 空气中的水气都被凝聚了出来 在他的身前 形成一排排十几米长的冰锥 相当的诡异 这真的还能称之为人吗 这太疯狂了 我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 科幻片中才会出现的超人 居然真的诞生了 一众高层看得目瞪口呆 惊得合不拢嘴 轩辕红武也同样无比的震撼 甚至还捏了捏自己的拳 试图从自己身上 找到点超能力出来 所有人过来集合 随着起源机器人的一声吆喝 在场的几百名异变者 全部都停止了练习 一个个神色兴奋地走了过来 三百十八人 在夜北等人的前方 重新整齐滑一的列队战好 夜北能够感受到 他们的气势已经远非从前 从今天开始 你们都将脱离圣旗军 进入联盟新变的特殊军团 成为保卫蓝星最精锐的力量 夜北扫视着在场的众人 缓缓开口说道 他的话语 让众人都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 但仅仅只是一愣 下一瞬 所有人立刻端正姿态 齐声答应 遵命 看着他们的表现 夜北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种旌旗神 确实不负联盟最强军团的名号 而对抗死灵文明 他们就是最为重要的那一批人 每一个都有着 挥出改变战局那一击的可能 统计所有人的异变能力 必须要严格地测试强度 记录各项数据 夜北对着深厚的科研专家说道 随后又转头看向了轩辕红武 至尊 所有异能者 都要编入新的军团 而且还要对他们的能力 进行定制出专项训练计划 如果有需要配备一些辅助人员 也是可以的 这件事 一定要让军部放在首位去做 放心 如此强大的精英士兵 绝对不会倦怠的 轩辕红武立马笑着点头答应 对夜北的提议 没有半点的含糊 嗯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接下来科研部会 每天优先向军部送来药剂 各级将士都可以开始基因强化了 一变者接下来肯定还会出现不守 编制新军团的事情 就交给军部了 希望一定要重视起来 最后再叮嘱了两句 夜北就带着众人离开了这里 在他身后的一众科研专家 一个个心里 都还在为刚才的事情而感慨 同时 不少人也萌生出了使用药剂的想法 看着如此强大的提升 任谁恐怕都会忍不住心动的 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妥当 夜北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 十项黑科技武器的建设之中 时间一天天流逝 夜北这边努力的同时 全世界也都在拼命 所有的项目都在飞速地建设完成 最重要的太阳系攻防矩阵也逐渐完工 与此同时 太阳光能护盾也在后面被夜北进行了多次升级加固 而且 起源机器人已经遍布了整个太阳系 它们的数量相当庞大 已经远超人类的数量 为了应对接下来的战斗 减少人类的伤亡 夜北还对后来生产出的起源机器人进行了改造 让它们的军用属性更强 以军队化地驻守在了太阳系攻防矩阵的各个注点 而在这一切建设都逐渐完成的时候 危机降临的时间也越来越近 联盟总部之中 电子倒计时期一秒一秒的低大声 让所有人的表情都无比的严肃 还有十二小时 林天雷看了一眼计时期 深吸了口气说道 他的话音让在场的所有人心中 都感到一股莫名巨大的压力 这种压力中还带着无法言表的慌乱和不安 就在众人都严正以待 准备十二小时后的战斗时 突然 联盟总部的大门被打开 夜北迈着大步走了进来 而在他的身后 一个由钢化玻璃打造的笼子 被几名士兵也一起拉了进来 众人的目光也都被这响动吸引了过去 但看到夜北身后的笼子时 脸上的神色瞬间变得惊恐起来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几个至高者被这长相奇怪的生物 吓了一大跳 直接惊呼出声 但夜北却根本没理会 而是静直拉着笼子 走向了总部指挥室的中央 轩辕红武的眉头也皱了起来 一脸疑惑地看着夜北 不知道他带来的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就是死灵星人 也是这次向我们发动袭击的罪魁祸首 看着一双双不解的眼睛 夜北也没有卖关子 直接开口解释道 死灵星球的人类 轩辕红武向着笼子走进几步 看着里面一动不动的古怪生物疑惑道 这生物的样子非常奇特 看起来跟电影《第九区》中的怪物长相相似 是看起来让人作呕的龙虾脸 但身体却并非人类的躯体 而是如神话中的猛兽一样 看起来非常的彪悍 是一种四肢行走爬行动物 一样的软鞭 整体看起来出来凶悍之外 就是怪异 甚至让人感到有些可怕 五十一区地底的飞船终于被破开了 里面发现的就是 一万年前飞船失势来到蓝星的死灵星人 他已经死去很久了 但星号星号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意识还储存在飞船的载体之中 依然算得上是存活 这件事你们是知道的 夜北将事情的原委委委委到来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记起之前还有这么一档子是 而且听到这东西已经死了 一个个也都凑近了 好奇地看起了他的样子 就是这样的生物 已经发展到了3.5级的高等文明 这真的有些不可以思议 轩辕红武收回目光 忍不住感叹一句 在他的眼中 这死灵星人除了样子有些古怪之外 跟蓝星上的野兽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但不得不承认 死灵文明确实是人类仰望的存在 是这片宇宙中亿万星系中的一方霸主 把他的照片发给所有军团将领 让他们认清楚了 说着 轩辕红武就直接开口下达了命令 将这怪物的样子 先给士兵们兜个底 这样接下来面对的时候 心理上也能更好地承受 大战开启 虽然是星际战争 但如果死灵文明的军团 真的杀到蓝星上来 他们要是想要把蓝星变为殖民地 就自然要派驻军团 登陆蓝星作战 到时候 双方自然会见面 早点有心理准备 总是好的 带下去解剖吧 想办法从这具尸体身上 研究出点有用的东风来 点了点头 叶北摆摆手说道 士兵们立刻拉着笼子 就退出了总部指挥室 此刻的指挥室内 所有重要人物 都已经全部到齐 所有人全部都以 叶北和轩辕红武马首视瞻 一个个实相地站在后面 注视着两人 他们知道 叶北既然来了 那就说明 劫难真的要来了 与此同时 遥远的太空之中 极度冰寒的冥王星上 攻防矩阵最外围的防线上 雷震正让人牢牢地盯着 所有监测仪器 等待着死灵文明的出现 面对这个强大 且未知的高等智慧文明 雷震的心也无比的忐忑 他的神经每分每秒都紧绷着 毕竟一年的拼命 现在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了 他绝对不能 出任何一丁点的错误 光是模样上看起来 战斗力就差不到哪里去 一头野兽 又怎么可能会有仁慈之心 忍不住感叹一句 但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 突然 指挥室内就响起了 玄女空灵的声音 监测到五十万光年外 出现不明飞行物 正在以每秒十倍光速 向太阳系而来 玄女的声音才落下 控制台前的工作人员 就大声地呼喊了起来 雷震一把抛下电脑 三步并做两步 就冲到了主控台前 看着雷达上一个红点 正在一点一点地 向着太阳系而来 他的脸上露出了 相当震惊的神色 这个速度 毫无疑问 肯定就是死灵文明的尖星舰了 而且这个信号 跟蓝星上死灵文明的 飞船信号完全相同 更加确信了雷震的判断 虽然明知道它迟早会到来 但雷震还是感到有些头皮发麻 这种死神正向自己袭来的感觉 让人发自内心地 感到有些恐惧 深空超光速雷达 来回接受时间很长 按照雷达的信号计算 预计两小时后 进入冥王星防线攻击范围 工作人员飞速地计算 眨眼间就给出了答案 听到这话雷震更加坐不住了 死灵文明杀来了 立刻向全太阳系 所有防守阵线发布信息 将消息汇报给蓝星 让各级部做好应对 第一轮攻击和反击的准备 我们要全力守住这道防线 没有慌乱 雷震快速地下达指令 自始至终 他内心的任何情绪 都没有半点流露 一直都是非常冷静的处理问题 而且 经过基因强化药剂的改变 雷震的心态 早就比之前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随着他的指令开始执行 一时间 一道道信息 向着太阳系各个住房指挥部 发送了过去 蓝星 联盟主城 叶北看着发来的信息 神色变得凝重了起来 比我们预想的要快一点 还有不到两个小时 死灵文明的尖心剑 就会彻底降临太阳系 背对着一众联盟高层 叶北语气冰冷地说道 他的话语 让在场所有人的神色 瞬间变得惊恐了起来 各位 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我们真的要拼命了 没有半点恐惧 叶北沉生说道 站在主控太前 叶北就是在场 所有人的精神支柱 他是祖星唯一的精纯圣族血脉 可以说是全人类 最为尊贵的存在 而且 所有的一切 全都是叶北耗费心血布置出来的 大敌当前 他是最不能表现出 任何负面情况的人 死灵文明尖心剑 即将抵达太阳系的消息 让整个太阳系 所有人都无比的担忧 所有的驻防军团 都在进行最后的检查 确保在关键时刻 不会掉链子 各级将领正在进行最后的动员 一股视死如归的气氛 在所有军团中弥漫 按照叶北给出的说法 死灵文明的尖心剑 能够在三分钟内 摧毁整个太阳系 但现在有太阳系攻防矩阵在 或许一切都还有逆转的可能 联盟总部里 叶北正在逐一检查着 所有的关键装置 太阳系攻防矩阵系统功能 检测过了没有 现在这个时候 他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 叶北的神色严肃 看向各项数据的时候 那股认真前所未有 所有固定住房的聚能武器 是否已经处在待命状态了 能源供给足不足 蓝星护盾小范围开启测试一下 不要出什么问题 是 总是放心 所有一切都已经检测完毕 各级武器都已经准备就绪 随时可以开启攻防矩阵 绝不会出任何问题 相关的负责人员 一脸认真的对叶北说道 对于这种事 他们的操心程度 丝毫不比叶北低 各方面事项 甚至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最严格的审核 听着他的回答 叶北点了点头 面对比人类文明强大数倍的死灵文明 他们没有任何轻视的资格 因为轻视就是死亡 发现信号了 就在此时 主控台上的技术人员大声地叫道 那声音瞬间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过去 叶北也停下了检查 转身向着主控台走去 负责看管雷达监视器的技术人员一脸的紧张 但却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清晰地汇报情况 死灵文明尖心剑已经出现在了太阳系北面 450秒后 就将进入攻防矩阵攻击范围 死灵文明尖心剑出现了 出现在了太阳系北面 这话犹如晴天霹雳 让所有人的精神都一颤 就连叶北的心头都不由得紧了一下 目光也看向了雷达监视器 看着那个红色的光点 下面一连串的信号数据 他知道这就是死灵文明的尖心剑 调动奎龙三号望远镜 全力捕捉他们的身影 没有惊慌失措 夜北冷静地开口下令 指令正在发送 技术人员在夜北指令下达的瞬间 就快速操作了起来 几秒钟后 冥王星防线圈层内 一架部署在太空之中的 高晴天望远镜 开始识别雷达的信号 向着太阳系北面调转方向 望远镜所有功能全部开启 一遍遍地识别着信号 不断调整着镜头的方向 十几秒后 望远镜终于捕捉到了 死灵文明的尖心剑身影 一张张照片 向着联盟总部发送过来 同时精准拍摄开始之后 望远镜直接开启智能的视频状态 总部里 望远镜发送来的照片快速整理 渲染出了太空中间星剑的真实外貌 在看到那庞然大物之后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一众高层的眼中满是震撼之色 如此巨大的尖心剑 他们的战斗力恐怕无比强悍 要让前线军团做好准备 太强大了 这就是高等文明的战舰吗 看着这巨型战舰 几乎所有人都忍不住议论出声 光是从体型上看 就给了众人极大的心理压力 更不用说 如此巨大的战舰之中 还有难以计数的各类小型战舰 战斗飞行器 想到他们恐怖的作战能力 超出人类想象的恐怖武器 众人就感到头皮发麻 立刻启动攻防矩阵 叶北看着大屏幕上的尖心剑照片 冷静地开口下令 薛元洪武等人 站在旁边 没人敢打扰叶北分毫 人类的救世主 叶北的话就是绝对的命令 任何人都不能抗拒 随着叶北的话音落下 数以万计的指令 开始向着太阳系各个地方发送了出去 越来越多的信号源 能量供应体开始运转起来 发着亮光 共同开启保卫整个太阳系的攻防矩阵 所有的备战舰船全部启动 开始在深邃的太空中巡航防备 大批大批的起源机器人 跟着人类军团 开着战舰 在第一防线内 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无数人的目光都变得冷立起来 死亡和恐惧被强行压在了心底之下 赴死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 灌满了每个人的心 已经抵达坐标星系 未发现危险 未发现敌人 太阳系存在特殊矩阵 雷达信号被反射 死灵文明的尖星舰上 主控台前 一个死灵星人正一条条汇报着信息 他们口中的话语 正是蓝星上那些古语言 没有发现机会探测器的文明目标吗 艰辛舰中的舰长科德斯淡定地开口询问 对于这个低等落后的文明 他没有丝毫的担忧 甚至非常的轻勉 遗落在此的同胞 花了一万年时间 就培养出这么一些废物东西 实在是让他有些费解 建设星际文明的任务 他已经做过很多个了 每一次都只需要不到一万年的时间 就能让一个文明迈入二级文明 产生出的死灵能量 每年都能给他带来相当多的主成贡献 扫描矩阵 寻找敌对文明 科德斯冷冷地开口下达指令 虽然看不起人类文明 但对于眼前这个奇怪的矩阵他 还是提高了一点警惕 毕竟 星际之中高等文明非常多 说不定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人类文明就将自己的坐标暴露了出去 招惹来了更高级的文明 比他们早一步将这个低级文明给收编了 如果没有探测清楚 贸然闯入 指不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弄不好 一场宇宙战争将会因他而开启 在他的指令下 技术人员立马使用设备 开始对太阳系进行全方位的扫描探测 扫描雷达系统已经开启 正在监测扫描中 随着扫描开始 一条条的数据信息 开始出现在了他们眼前的虚拟屏幕上 银白色的金属平台上 各种数据被分类汇总 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发现星系中心球开发的迹象 已经探测到有机身物体 发生智慧生命 监测到未知电波 人类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行踪 技术人员不断地汇报着信息 随着扫描系统的不断扫描 虽然有攻防矩阵存在 但太阳系中的信息 很快就被暴露出去不少 毕竟 死灵文明的科技等级很高 即使夜北用四级文明的各种科技 来加持人类文明 但那只是硬性上的增长 人类本质上的大部分科技实力 还处在比较低等的水平 是远远不能跟死灵文明相比的 而随着人类生命的暴露 死灵间星剑上 科德斯的目光也凝重了起来 探测期来的时候并没有矩阵 人类文明只有1.5级左右 怎么这么快就将整个太阳系全部霸占了 矩阵已经是二级以上文明的科技水准了 它们的提升为什么这么快 科德斯不是傻子 看着数据很快就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这种情况自然也让 艰星剑中的其他几名参将心生疑惑 难道是其他高等文明已经占据了这里 或者说人类文明得到了来自外星文明的加持 不论如何 我们死灵文明已经暴露 太阳系必须要被清除掉 这样一个适宜殖民的地方 我可不想放过 几个参将的话语各不相同 听起来完全就像是在各说各的 高等文明火种 在它们叽叽喳喳议论之时 科德斯猛然想到了一个极大的可能性 在这浩瀚无垠的宇宙之中 高等文明的火种可以说遍布各地 只要在大量的星系中寻找到合适的行星 火种很快就能被培养起来 想到这里 科德斯心中已经感到吃惊了 如果双方都是高等文明 那么很有可能因为此事 而爆发一场恐怖的战争 就在科德斯正思考之时 突然 主控台前的技术人员呼喊了起来 人类文明对我们发起了攻击 全舰向左侧移 躲避该次攻击 没有科德斯的指令 尖心舰的技术人员 就已经做出了合理的应对 随着尖心舰向左移动 一道粗壮的激光射线 从太空之中激射而过 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攻击武器初步判断为尖心炮 极有可能是 失势小组飞船上移留下的武器 长官 我们是否还击 躲过这次攻击 技术人员立刻回头 对科德斯问道 听着这话 科德斯的眼神凝重了不少 尖心炮 有意思 试探性还击 先探探他们的虚实 科德斯的指令下达 技术人员立刻就开始操控起来 尖心炮这种高科技武器 是绝对有能力摧毁他们 这艘尖心舰的 刚才之所以选择闪 而不是硬抗 就是因为能量护盾 根本抵挡不住尖心炮的蓄力一击 尖心炮能够一击摧毁一颗星球 更不用说 他们这个小小的尖心舰了 这样的威胁 也让科德斯不由自主地重视起来 眼前这个小小的人类文明 或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联盟总部 叶北看着一击落空 心中暗叹了一口气 他没有那么多正义的两军交战 战前对垒的思想 面对比人类强大太多的死灵文明 叶北选择了最简单 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偷袭 尖心炮的威能远非寻常 在死灵文明到达太阳系之外的时候 他就已经下令开始蓄能了 如果这一炮能够命中的话 这场战争就会不用折损一兵一族完美结束 只可惜 越是强大的文明军事力量就越强 他们的偷袭失败了 大统领 敌人开始发起反击了 听着技术人员焦急的话语 叶北的神色冷静 没有丝毫的惊慌 先试试矩阵的强度 还出现 另外 冥王星防线全面启动 所有驻防力量全面开始进攻 叶北的指令有条不紊的下达 太阳系攻防矩阵也在这一刻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后勤部毫不吝啬地将月光水晶疯狂地投入矩阵阵眼 让整个矩阵彻底的发挥开来 与此同时 冥王星上雷阵开始下达一条条的指令部署 十几万艘战舰列阵太空 所有驻防武器全部开启 暗物质光丽武器在极短的时间内蓄能成功 陆续开始向着不远处的奸心剑击射而去 这些纯黑色的能量光柱 几乎跟深邃的太空融合在了一起 瞬间就射在了死灵文明奸心剑的能量护盾之上 如果不是太空之中无法传导声音 此刻应该能够听到非常科幻的音效 一道道激光在能量护盾上激荡开来 场面无比的震撼 暗物质光丽武器 柯德斯看着奸心剑外 能量护盾上那一道道纯黑色的能量光柱 相当的震惊 这种高科技武器完全是四级文明才能拥有的 人类文明怎么可能拥有如此之多的暗物质光丽武器 它们难道真的是高等文明的火种 没有进一步加大攻势 柯德斯心中的怀疑更加深刻 继续下令试探性进攻 想要找出更多的证据来 奸心剑的剑在攻击方式并不多 主要以激光武器和电磁炮为主 但绝对纯正的三级文明 制造出的武器威能绝非寻常 奸心剑仅仅只是两道激光 就直接射穿了矩阵的防御护盾 瞬间瓦解了几个驻防在大型陨石上的军团武器 上面的起源机器人和驻防太空军 当场灰飞烟灭 护盾功率开到最大 所有驻防军团全力开火 面对死灵文明的强大攻势 叶北皱着眉头下达命令 他知道 死灵文明现在极有可能发现了什么端倪 这是在试探性进攻 以他们的实力 真正开战绝对远超现在的强度 不出意外的话 死灵文明全力进攻 接下来冥王星防线就要崩溃了 辛苦建立这么久的防线 在死之前总要做出最大的贡献来 所有水晶全部投入武器 让所有武器进入超负荷状态 打坏了也没事 全都给我把火力拉起来 雷震的声音在每个前线作战的士兵和起源机器人耳中响起 超负荷激活武器会大幅度缩减武器寿命 甚至将武器直接损坏 但现在的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叶北的命令他很明白 这些驻防武器是带不走的 迟早都要被死灵文明的奸心剑摧毁掉 与其被他们这样白白毁掉 不如狠狠地轰击他们 起码也能打出点作用来 随着雷震的命令下达 整个前线士气高涨 所有士兵都疯狂了起来 月光水晶一箱接着一箱地向着武器里面猛到 这些驻防武器体型巨大 射击出的激光光线每道都足有上百米粗状 每次激发都需要大量的月光水晶 此刻超负荷状态激活 能源消耗量更是猛增 月光水晶的用量比之前多出起码两倍 但射出的激光也从之前黄橙色转为赤红色 每一道激光射出都极为的耀眼 冥王星上至少上千道各类激光冲天而起 目标都非常整齐华一地对着同一个方向 赤红黄绿的各种粗状激光 映照的冥王星都不再那么的清冷 整个星球上看起来像是在开一场盛大的宴会一样 与此同时 死灵文明的尖心剑上 科德斯正看着从战斗中得来的分析数据 一到四级文明的科技他们都在使用 如此博杂高低不等的文明形态 属实奇怪啊 科德斯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心中也大概有了数 按照他的经验 这种科技产物博杂的情况非常少见 正常情况下 一个文明快速向上发展 科技水平也会向上跟着发展 迈入二级文明后 一级文明的那些东西 基本上就很少使用了 更不可能将低等的科技用到军事上 拿到战场上来浪费能源和人力 但是人类文明现在拿出来的各种武器 从一级文明到四级文明的科技都有 属实是非常的怪异 思考片刻之后 科德斯给出了最合理的解释 人类文明一定是在太阳系中 发现了什么高等文明遗迹 这才在短时间内 从中获取到了大量的科技产物 这些二级文明的战舰 应该就是那遗迹之中存放的东西 现在被他们搬出来使用了 不然的话 以他们的生产实力 是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建造出如此之多的战舰的 这种实力看似强大 但其实就是那些高级文明的武器 具有威慑力 其他的根本毫无用处 科德斯说着 旁边的一众参将纷纷点头 这个解释非常合理 除了开发遗迹 或者得到高等文明的直接帮助之外 绝无其他的方法 能够成长得如此快速 摧毁掉矩阵小行星带以外的所有行星 我倒看看这个人类文明 发现了什么好东西 科德斯心中有了底 彻底放开了手脚 挥手下达了全面进攻的命令 有了他的指令 一直停靠在太阳系外的尖星舰 终于开始动了 长180公里 宽140公里 高90公里的尖星舰 在巨大的反物质动力引擎系统的作用下 开始向着太阳系内驶去 同时 艰星舰下两个直径 足有四五公里的舱门 缓缓打开 两个看起来 就让人感到畏惧的电磁脉冲炮 从中伸了出来 阵阵雷电在上面萦绕 一股股能量 从脉冲炮的内部 顺着装置缓缓地凝聚过来 炮口上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雷电凝聚成一个白色的光球 在十几秒的蓄能之后 彻底将整个炮口全部覆盖 只能看到光球上雷电波动 却看不到那两个巨大的炮阵 冥王新防线上 数以百万计的起源机器人 封了式的田装水晶 不停地发动武器攻击 人类士兵开始遵照雷阵的命令 快速登舰 向着太阳系内部飞去 人类丢下我们走了 看着太空军们快速地离开 一名起源机器人说道 那话语中听不出 到底是悲叹还是心痛 更多的像是一种冷冰冰的陈述一个事实 这是人工智能的使命 总要有人留在这里 继续进攻的使命吧 预计15秒后我们所有人都会完蛋 我已经感受到了超强的能量波动 应该是威力很大的武器 死就死吧 机器人又不会觉得痛 留守在冥王新防线的起源机器人们 一边疯狂地用武器攻击尖心剑 一边像人一样聊着天 这种奇怪的情景 也就只有这种机器高等的人工智能 才能做到了 如果有人此刻 听着他们利用无线电聊天的内容 可能会觉得莫名的喜感 将军 我们现在应该撤离到海王新据点吗 十几万艘战舰向着太阳系内全速飞驰 有人在公共指令频道询问道 听着问话 雷震并没有回答 而是向着蓝星发去了讯息 海王新是一颗气态星球 也是月光水晶的开采地 本身布置的各种助防武器就少 在这里当第二层防线 恐怕根本就支撑不了多久 联盟总部 得到讯息的夜北 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 这才短短数分钟的时间 攻防矩阵的第一层防线 就已经要被击破了 海王新防线从一开始 就没有被定为第二层防线 绕过海王新 直接前往天王新 夜北略一思索 就直接给出了答案 这就直接放弃海王新防线了 那他们岂不是几分钟后 就会直接深入太阳系 后面可就只剩下天王新 土星 木星三道防线了 薛园红武星中有些着急 对着夜北急切地说道 在他身后的一众高层 也是相当的紧张 一个个比薛园红武还要着急 我们全力培养出了这么多太空军 为的就是 能够让他们奋勇血战 不是一味地向后逃离啊 总共就这么几层防线 按照这样的情况 不到一小时 死灵文明就能打到蓝星来了 夜大统领 海王新防线不能这么放弃 牺牲一些太空军 能够多抵挡一些时间 对啊 这个决策我不赞同 不炸逃 还会严重影响事情 一众高层心中恐慌不已 叽叽喳喳的一轮道 他们说话之时 指挥式的大屏幕上 一道耀眼的白光闪现 让整个室内都猛然变得一亮 所有人的目光 不由自主地 再次看向了大屏幕 在太阳系中部署的太空望远镜 时时刻刻地记录着战场上的每一幕 所有的一切都被他以直播的形式 直接传达到了蓝星上来 此时此刻 两道白光从黑暗中射出 从尖心箭上 直直地射向冥王新防线 就像是两个手电筒 被人拿在手中对着天空挥舞 哼 随着两道粗壮的电磁脉 冲光波闪过太空 巨大的爆炸声 在遥远的外太空轰然响彻 矮行星冥王新 在一瞬间 就彻底在空中炸炼 大片的陆地 像是石头碎块 自由地向着太空四处飞去 刚才还在猛烈进攻的 所有住房武器 所有留守前线的起源机器人 眨眼间全部粉身碎骨 随之爆炸的 还有周围大量的陨石住房地 两道光柱在太空之中 四处横扫 所过之处 全都是剧烈的爆炸的死亡 巨大的爆炸 产生出强烈的冲击波 震荡地拍摄这一切的太空望远镜 都震荡起来 大屏幕上的影像 也跟着剧烈的颤抖 这一幕看得 联盟总部指挥室内的 所有人都心头一颤 恐慌随着空气 开始在所有人的心中蔓延 一种死亡和绝望的气息 立马涌上心头 刚才慌乱的高层们 此刻更着急了 叶北 立刻撤回你的指令 让太空军依托海王星作战 放弃海王星 就是放弃全人类 你这是窃战 绝对不能让死灵文明 再继续这样 一往无前的横冲直撞了 不然我们今天都得死 在恐慌之中 众人一个比一个着急 大声地叫嚷着 让叶北撤回指令 让太空军去作战 听着身后叽叽喳喳的锅噪声 叶北转过头冷冷地 看向了众人 我是联盟统领 作战指令 我有最高权限 轮不到你们那么多废话 叶北的声音冰冷中 带着十足的霸气 这一次 他根本没有给这些家伙面子 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跟这些家伙浪费口舌 浪费时间 而且现在看来 当初人类火种后 没有承载他们这些人 是合适的 放弃海王星防线 我们也不能就这样 让他们白白击毁海王星吧 下一步 你有什么好的战略决策吗 轩辕红武看着一片寂静的现场 转过头压下自己的情绪 冷静地开口 对着叶北问道 听着轩辕红武的话 叶北的眼中 闪过一丝坚决的光芒 计划 早就已经在他心中成形了 没有牺牲 那就不会有成功的可能 太空中 雷阵带着十几万艘战舰 飞速地向着天王星而去 海王星上的所有人类士兵 也都全部乘上战舰 开始跟着他们一起撤离 所有的水晶开采工作 全部停止 整个海王星防线 一颗行星 68432颗大小陨石战略部署地上 只剩下起源机器人在驻守 因为太阳系攻防矩阵的原因 一路从太空中穿过 能够看到密密麻麻的金黄色光团 在空中悬浮缓缓地运行 这些都是驻防地上的能量护盾 原本以为能够略微 抵挡死灵文明的战舰攻击 但现在看来 面对艰辛舰的超强武器攻击 这些能量护盾 根本就是不堪一击 眨眼之间就能够被击穿 对于那些武器的攻击力度 都减少不了多少 将军 冥王星防线全面崩溃 80%驻防地全部崩溃 只剩下一些小型陨石上的驻防的 被忽略了 主控台前 雷阵听着技术人员的报告器的青筋暴跳 这才有多久时间 还不超过一个小时 整个防线就全部崩溃了 要知道 当初建立这道防线的时候 耗费了可是足足一个多月的时间 三亿多人和两亿起源机器人 没日没夜建立起来的防线啊 原计划要抵挡死灵文明三天时间 测试出死灵文明艰辛舰的 所有强力攻击手段 但结果是 不到一小时时间 死灵文明仅仅一个强力武器的攻击 就破坏了一切 而那层能量护盾 面对数十万道暗物质光丽武器的射击 都无济于事 这种感觉 让他的心中非常的不好受 老子就算是死 迟早也要让你崩坏半艘飞船 重重地垂了桌子一拳 雷震恶狠狠地说道 同一时间 死灵文明艰辛舰上 科德斯正命令飞船 谨慎地向着太阳系内部飞去 经受过夜北的一次偷袭 他也是充满了警惕心 不敢再那样 轻视这个人类文明 毕竟 现在人类的手中 握有四级文明的武器 如果是换作同等文明 那拥有这种顶尖的超级武器 他们早就被打得落荒而逃了 但只可惜 这里的人类文明等级还太低 造出来的这些四级文明的武器 虽然具有威胁 但对于星际战争 他们是一窍不通 根本找不到艰辛舰的弱点所在 所以 纵使有那么多暗物质光丽武器在 也终究起不到什么巨大的作用 现在看来 人类文明是没有高等文明相助了 要不然的话 这个时候 那些高等文明的支援力量 就该出现了 柯德斯脸上带着笑意 点着头自信地说道 遇到一个高等文明遗迹 这种宇宙中难得一见的奇遇 居然被他们给遇到了 只可惜这样一个天然的宝藏 他们没有开采的能力 没有真正将其开发的 高级智慧生物的思维 一群愚笨的虫子而已 真是为他们感到可悲可叹 又能收集到不少死灵能量了 哈哈 柯德斯大声地笑了出来 那种兴奋是发自内心的兴奋 源自于灵魂深处 这一次 他不仅满载而归 恐怕还要在这里 收获到不小的功劳 联盟总部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江峰的身上 放弃海王新防线 已经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对 现在叶北 必须要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 不然这些高层 是肯定不会同意这一举措的 他不能像枪毙金圣贤那样 简简单单地就处理掉 这其中一个高层杀鸡警猴 现在正是战时 而且联盟本就是各国组成的 有高层被刹那势必 会让其他人寒心 到时候带来的负面效果 会更加的严重 叶北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如果没有好的办法 那就让太空军立刻掉头 去迎击死灵闻命 我们不能就这么步步退缩到死吧 众人看着叶北一言不发 心中更加着急了 追在后面不停地开口叫嚷道 听着他们的声音 叶北终于转过了身来 目光在现场所有人的脸上扫过 漆黑冰冷的双眸 让所有人不由自主地闭上了嘴 不管怎么样 叶北的威势一直都在那里 如果叶北今天撂挑子 这场战斗 他们可以说必输无疑 人类到时候全都要完蛋 叶统领 您要是有什么办法 就赶快说吧 大家心里都着急着呢 眼看叶北情绪不对 其中一名高层 立马站出来打圆场 急什么 难道你们有更好的办法吗 叶北看着众人冷冷地说道 丝毫没有领情 这些贪生怕死的家伙 一个个身躯高位 却没有半毛钱的胆子 太空军也是跌生妈养的人 让他们去送死 这种事 我叶某人还做不出来 死灵文明的攻势强劲 兼兴建的能量护盾难以攻破 还未找到弱点 就拿人命当这场战争中 随意挥霍的赌注 这就是你们所想的吗 叶北的话语尖锐犀利 直插一众高层的心窝子 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没有一个人说话 说完这些话 叶北这才开口说起了 他所想的解决办法 现在死灵文明正在向着太阳系深处杀来 这一路上 势必要将所有住房的地方 全部摧毁掉 海王星的防御能力本来就弱 我们索性直接放弃 转向更深处的天王星来防守 同时 海王星上没有防守力量 而且月光水晶储量丰富 这么良好的能量矿产 死灵文明绝对不会轻易地将其毁掉 我的计划很简单 在死灵文明尖星舰 经过海王星时 将地和引爆 用星球爆炸产生的巨大威力 强行破开尖星舰的能量护盾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地出战 跟他们来一场真刀真枪刺刀剑红的血战 夜北的话音 铿锵有力 质地有声 但却让在场的众人彻底为之震惊 这种大胆的计划设想 他们是怎么都没有想到的 恐怕整个蓝星上的所有人类 都没有想到过 夜北会如此狠心地利用太阳系中 拥有重要资源的海王星做牺牲 自爆行星 这样的代价太大了吧 海王星可是我们月光水晶的重要产地 人群之中有人忍不住嘀咕出声 轩辕红武冷峻的目光 立刻就看了过去 我们不自报 死灵文明随手就能将其摧毁 与其白死 不如让他贡献出一点价值来 我赞同夜统领自爆海王星的举措 回过头来 轩辕红武一脸坚定地率先开口赞同 一筹莫展的高层们 自知心中没有什么好的计谋 也都点点头选择了赞同 毕竟 夜北的想法确实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虽然代价是大了点 但如果真的能够将死灵文明尖心剑的能量护盾击破 那太空军就能找机会跟他们拼命了 转过身 夜北的目光再次盯在了主控台的大屏幕上 太空望远镜中 死灵文明的尖心剑正在缓缓地向着太阳系内部而来 距离海王星越来越近 技术人员紧紧地盯着距离它慢慢靠近 每隔几秒钟就会暴数出来 夜北也全神贯注 等待着最佳的时机引爆那藏在月光水晶之中的爆裂元素 其实在太阳系矩阵建设的时候 夜北就在每个星球中的一些月光水晶里灌注了爆裂元素 这种类似于核聚变的反应 分子和原子碰撞的瞬间就能大规模地引爆周围所有的能源体 按照海王星上的月光水晶储量 这一次的爆炸不敢说毁天灭地 但也绝对足够死灵文明喝一壶的了 现在 它只等待这只大鱼上网吗 死灵文明艰心剑上 科德斯正注视着眼前的主控台上 一列列的雷达数据 这些数据都是检测附近所有太空中威胁点 以及智慧生物的 为的就是防止在被夜北他们给偷袭了 同时也对附近的环境有更多的了解 全部都撤离得一干二净啊 人类文明可真是脆弱啊 拥有这样强力的高科技武器 仅仅只是一个回合就败退了 科德斯看着雷达上的数据中一片空白 冷笑道 刚才攻打太阳矩阵 破开冥王星的时候 还以为接下来要遭遇到人类的拼命顽抗 没想到根本没有任何的顽抗 整个海王星防线已经没有了一个人影 甚至就连武器都没留下多少 只剩下一些驻防武器 还留在原地无法带走 上面的起源机器人 在不断地向他们发起攻击 这种脆弱的驻防地 眨眼之间就被他们击毁在了太空之中 马上就能完成任务了 真是一块非常好的殖民地 很适合打造成为死灵能量的生产点 在科德斯身后的参将 注视着检测出来的蓝星和火星浓郁的大气层 水蓝的表面眼中露出了一丝贪婪 对于他们而言 建造文明火种 或者打造能量生产点都是功劳 在主星上想要获得一席之地 功勋点是他们最重要的存在 所以当初为了执行任务 他们的人才会不惜闯入星际强盗活动的星域 舰长 发现了丰富的能量矿体 就在几人说话之时 技术人员对着科德斯兴奋地叫道 这话让众人的目光 立刻都转向了主控台 这颗星球内部有大量的能量晶体 是可以直接使用的纯净能量 矿体很大 蕴含的能量绝对不菲 技术人员的眼中冒着光 对科德斯兴奋地报告道 那样子就像是走在路上捡到了钱一样 哈哈 不错不错 这种地方居然还有如此纯净的能量晶体 这次真的赚大发了 科德斯仔细地查看了一下检测到的数据 激动地笑了起来 如此多的能量矿体 对他而言等于是一大波的功勋点 高等文明对于能量和资源 是非常看重的 因为宇宙之中 能够攻击使用的资源和能量 本就稀少 而想要扩大文明 让文明向前发展 需要的资源和能量就更多了 争夺能量和资源 是每时每刻都在宇宙中上演的戏码 而像月光水晶这种纯净能量水晶 那就更是非常稀少的自然产物了 不用经过任何加工就能直接使用 谁看到了能不激动 留下这颗星球 向更深处进发 科德斯下达着命令 心里边已经乐开了花了 但就在他话音落下的时刻 旁边的海王星突然传出阵阵奇怪的变化 像是人的胃里 在咕噜噜地响一样 这奇怪的能量波动 引起了技术人员的注意 但还未等他向科德斯汇报 下一秒 海王星的物团之中 爆发出道道光芒 像是一颗金丹 就要碎开一样 糟糕 这颗星球要爆炸了 技术人员的话语出口的同时 海王星裹挟着无数的能量水晶爆炸了 一场惊天动地的超级大爆炸 在空旷的太空中产生 无数的能量水晶蕴含的巨大能量 再一瞬间倾泻出来 这种恐怖超乎一切 巨大的能量波动 让海王星的物团直接消散 大量的内部结晶和行星地合 直接向着四周爆开 能量连移产生出一层层 看不见的波纹 向着四周激荡开来 正处在海王星不远处的尖星舰 与这层能量连移相撞 坚不可摧的能量护盾 瞬间土崩瓦解 如同玻璃一样 寸寸碎裂 连一秒钟都没有支撑下来 随着能量护盾破碎 整艘尖星舰 直接被能量波先飞了出去 处在战舰之中的科德斯 和所有死灵星人 随着战舰一起天旋地转 在主控室内被摔来摔去 而这一幕 却让所有太空军士气大振 巨大的电子屏幕上 实时地展示着 尖星舰所到之处的每一幕 每一个处在战舰之中的士兵 都能够看到这一幕 每一个还在蓝星之上的人 也能够看到这一幕 无数的电子屏幕上 此时此刻都在展示着 这一个壮观的举动 海王星的爆炸还在持续 尖星舰依然还未能 稳住自己的身形 虽然不知道 舰体有没有受损 但那层能量护盾 确实如夜北所想的一样 被击破了 没有了护盾的保护 死灵文明的尖星舰 就算强度再高 也顶不住各种高级武器的打击 接下来的战斗 才是真正的血战 死灵文明尖星舰 还想一路往前 就得好好的 掂量掂量自己的安危了 天王星防线上 雷震看着大屏幕中的场景 激动地捶了一拳桌子 他知道这是夜北 才能做出来的决策 利用海王星自爆 给予尖星舰强烈的打击 天底下再没有 像大统领这样的人了 这种实力这种气魄 举世无双 虽然看不到夜北的样子 但他的眼中 满是对夜北的敬佩 那是发自内心 对一个人的钦佩 兄弟们都打起精神来 接下来 我们要好好地打一仗了 管他们是铜墙铁壁 你们都得给我撕下 他一条胳膊来 杀一个就杀一个 多杀几个 这辈子也就值了 看着身后的诸多参将 雷震大声地吼道 先前在冥王星上 被死灵文明 按着锤的气此刻算是出了 他的声音 也让在场的所有参将 一个个都气势高昂起来 保证要让他们在这里 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弄死这些外星杂种 我们会不会灭亡我不知道 但这场仗 我一定要让死灵文明 看到他们眼中 低等文明的恐怖 一众参将同样大声地说着 随后在雷震的安排下 纷纷前往了各自管理的地方 去做战斗准备了 而防线上的士兵 情绪同样激昂 看到人类真的有力量 撼动这个 看起来不可匹敌的强大存在 他们似乎看到了 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取胜的希望 这种力量无比的强大 灌输进每一个士兵的心中 给了他们相当强大的动力 蓝星上的所有人 也都兴奋不已 他们虽然是最普通的老百姓 甚至连审核成为士兵的资格 都没有 但他们在后方 也一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所有人的心 都是连在一起的 没有什么国籍之分 只有同一个人类文明 看到敌人受到伤害 生的希望 在他们的心中蔓延了出来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叶总是说了 我们只要团结一心 就有活下去的希望 外星文明不是十全十美的 他们也有弱点 穷尽整个太阳系的力量 穷尽整个人类所有的力量 我们一定能赢 全球各地 无数的人握着拳头 给自己加油打气 在死灵文明到来之前的那种恐慌 在冥王星被一击摧毁的那种恐惧 此刻 被深深地压在了心底 联盟总部里 一片欢呼声 所有的高层全都高兴地手舞足蹈 击掌拥抱 像是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一样 就连轩缘红武 也为着漂亮的一击而兴奋 在全世界几十亿人都激动的时候 只有叶北的脸上 没有丝毫的笑容 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大屏幕 眼中闪过一丝失望的光芒 海王星自爆产生的能量波动 都没能对他们造成实质的伤害 这尖心剑的护甲得有多厚 那到底是什么材质打造的护甲 叶北冷冷地说出两个问题 他的心里感觉到了更大的困难 准备启用波尔修斯雷射阵 太空军在海王星阳攻 大部队准备退守土星 叶北的话音落下 欢喜的气氛瞬间凝滞 叶北的话音落下 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刚刚引爆海王星 击破了死灵文明尖心剑的能量护盾 取得了一点优势 现在让太空军阳攻 准备撤退到土星防守 这不就等于是刚才的一切白做了 海王星白白牺牲了吗 阳攻结束 天王星也势必会被摧毁 这等于是把刚刚拿到的优势 有浪费掉了 这种举措 引起了联盟总部里 所有高层的强烈不满 在愣了几秒钟后 所有人都站了出来 疯狂地开始指责叶北的决策 一路败退 一路利用行星当屏障 我们还能有多少颗星球让你使用 绝对不能退出天王星 现在取得了巨大优势 必须要依托天王星跟他们决一死战 对 放弃天王星等于之前所做的一切白费了 立刻撤回你的指令 你到底会不会作战 刚才你说对了 但现在 你这是什么战略战术 高层们怒声地叫嚷着 发泄着自己的不满 一连串的声音 吵得叶北头都疼 你们懂什么叫星际战争吗 转过身来 叶北看着这些愚钝的家伙 怒吼一声 这场仗 有你们想得那么好打吗 让太空军血战没错 但现在还根本不是时候 他们现在上场 只会白白地去送死 死灵文明的怒火 会全部宣泄在他们身上 这样的场景 是你们想要见到的吗 花音落下 叶北深吸了一口气 平稳下自己的内心 没有再理会这些废物 直接转身 继续看向了主控台 谁再敢反驳我的指令 以扰乱军心罪名处置 回过头的叶北 冷冷地抛下一句话 那语气之中的绝情冰寒彻骨 让在场的所有人心中 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随后 全部都闭上了嘴巴 不敢再多说一句话 一直站在叶北身旁的薛元洪武 扫视了一圈所有人 最后将目光 又落在了叶北的身上 天王星阳宫 退守土星 叶北 这样做的举措 到底有什么目点 薛元洪武的话音平静 开口问道 听到这话 叶北顿了顿 直接坐在了椅子上 缓缓地回答了起来 被击破能量护盾的死灵文明 一定怒火滔天 这个时候迎战他们 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而且 被海王星自爆一击 一定让他们想要灭掉太阳系 所有的星球 那么天王星自然是他们 下一个发现怒火的好地方 天王星断然是不能在第一时间 去防守死战的 我们在天王星阳宫 等到死灵文明以为击退我们 想要摧毁天王星之时 雷射阵就是重创他们的最好法宝 叶北的声音不大 但却让得薛元洪武 彻底为之震惊 叶北在运用敌人的心理 打这场仗 这种恐怖的思维方式 让人不得不为之惊叹 有了叶北的答案 现场的众人 即使心中不满 也不敢再多说一句 毕竟 谁在这个时候在反驳 没等外星人打到家里来 第一个枪毙的 就先是他了 在天空之中 连续翻滚了几十万公里之后 尖心剑 才凭借动能引擎 稳住了身形 这一番折腾 让整艘战舰都变得一团糟 主控室内 各种东西都乱七八糟地散落在地上 柯德斯从地上爬起来 脸上的愤怒显而易见 如果此刻叶北站在他面前 他眼中的怒火 恐怕要将叶北直接吞噬了 人类真的是疯子 自爆星球来伤害我们 如果距离这颗星球再近一些 现在老子已经被炸成飞灰了 柯德斯愤怒地骂着 心中对于人类恨意 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地步 现在的他已经到了 恨不能立刻将全人类灭杀的地步 但同时 对于人类他也有了更深的忌惮 这种不计代价的反抗 是他此生从未见过的 引爆星球来作战 这种恐怖行径实在是有些太过于震撼了 虽然嘴上骂着狠话 但柯德斯的心中 已经不敢像之前一样去侵蚀人类文明了 能量护盾触发装置已经严重损毁 短时间内无法再次重启 技术人员快速地检查了 一边舰船各方面的系统 汇报出来的消息 让众人都大吃一惊 检修时间需要多长 柯德斯的目光也凝重了起来 急忙开口问道 没有了能量护盾 对于他们的作战而言 就失去了一层极其重要的保护 一旦再次遭遇像这样恐怖的爆炸攻击 舰体极有可能遭受到严重的损伤 最少还需要60天的检修时间 技术人员快速分析之后 给出了答案 60天时间 太久了 这我们绝对不能等 听到这话 旁边的参将第一个激动了起来 如果让别人知道我们每一个低等文明 花费了几十天的时间 那将是莫大的耻辱 没有能量护盾 以剑体的超强装甲 人类文明的这些武器 同样伤害不了嘶吼 其他几人也纷纷跟着开口 赞同着这一观点 柯德斯眼中的怒火更胜了 全剑继续向前开进 务必要在今天攻克太阳系 区区爬虫文明 妄想顽抗 简直就是不自量力 等死吧 命令下达 尖心剑立马就开始向着太阳系内部继续冲去 只不过没有了能量护盾的加持 速度变得缓慢了不少 柯德斯现在也无法猜测到 人类到底还有没有什么秘密手段 在等待着制裁他们 所以 一切都是小心为上 与此同时 天王星防线上 百万战士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几十万艘战舰陈列在太空之中 看起来浩浩荡荡的 像大军一样 全军待命 死灵文明即将入境 准备战斗 总将雷阵的声音 如红中在每个驻房的响起 在每个战士的耳中响起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绷紧了神经 全神贯注地看向了敌人即将到来的方向 十几分钟后 随着雷达上一个巨型红扁的出现 战斗一触即发 数千万道各类激光 向着死灵文明的尖心剑 齐刷刷地射了出去 整个太空之中 远远看过去 能够看到无数道光芒交错 无比的壮观震撼 给我卯足了劲打 战场之中 将士们大声地叫着 数千人驾驶者一艘战舰 各种武器全部都驱动了起来 每个人都是斗志昂扬 热血澎湃 而被海王星自爆 狠狠伤了一回的克德斯 看着如此之多的人类文明舰队 心中怒火再次生疼 直接下令不留余地的全面进攻 各种高科技攻击手段都被拿了出来 即使整艘战舰都已经被各类激光所包围 但舰体受到的伤害却非常的微小 就像是一个盾牌 在顶着无数手电射来的光在前行一样 光射在盾牌上根本留不下半点痕迹 但尖心剑上的武器却强力无比 所过之处触碰到的战舰纷纷爆炸 人类防御阵线这边 很快就出现了阵亡和损失 眼看时机差不多了 雷阵也不想太多的战士就怎么白白牺牲 立刻下令开始且战且退 他严格地遵照着夜北的计策 阳攻撤退 真是一群爬虫 贪生怕死的东西 克德斯看着人类文明溃不成军 仓皇逃窜 哈哈大笑起来 即使没有了能量护盾 人类的普通武器也根本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如此碾压式的前进 让他心中的恶起出了不少 舰长 人类文明军团已经逃往内部了 我们下一步怎么走 技术人员看着雷达上的光点 全部远离消失 开口请命 把那颗星球轰爆 将这层防线全部都清理掉 人类很狡猾 不能让他们再找到自爆星球 伤害我们的机会 克德斯看了一眼雷达上的情况 直接开口下令 遵命 有了命令 技术人员立刻操控艰星舰 向着天王星的方向而去 在天王星进入攻击距离之后 立马就停了下来 两门巨大的电磁炮再次开始蓄能 巨大的白色光团在太空之中闪着点点光耀 联盟总部 叶北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他早就料到 克德斯接下来会怎么做了 雷射阵全部进入待命状态 注视着望远镜拍摄来的情况 叶北无比冷静地开口 他的话语落下 整个太阳系中 分布在各个防线之中的雷射激光 全部都从刚才的上锁 进入了随时激发的待命状态 早在尖心舰袭来之时 他们就已经完成了蓄能工作 此刻武器之中的能量充足无比 阵阵暗红色的光芒在雷射武器上萦绕 同一时间 尖心舰的电磁炮已经到了蓄能的关键时刻 白色的光团在炮口上闪耀 而叶北的目光也在此刻闪过一抹杀意 雷射阵全部激发 他的话音就是最大的指令 在声音落下的瞬间 数百道暗红色的激光 从太阳系的四面八方射出 向着同一个目标齐齐射去 这是四级文明的武器之一 拥有绝对强悍的威力 尤其是叶北设计出的这种阵法 直接从四面八方到处射来 想躲都难以躲避 雷射光线不同于其他激光 看起来只有不到30米粗细 但速度极其之快 几秒钟后就出现在了尖心舰的雷达之中 雷射线 全舰向左后方90度动能跃迁 在看到雷达上出现无数激光的瞬间 尖心舰中的人工智能系统 就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反应 现场的科德斯和技术人员 甚至都还来不及反应 下一秒 飞船就剧烈地颠簸起来 在所有引擎超功率发动的情况下 以一种难以想象的速度 向着左后方近乎瞬移地闪现了出去 但雷射线的速度绝没有那么简单 在尖心舰瞬移的瞬间 虽然大部分射线没能攻击到 但依然有几十道雷射线击中了尖心舰的一些部位 下一秒钟 尖心舰的身形在太空的另一个地方出现 主控室内的科德斯被这剧烈的颠簸 险些弄得摔倒在地 怎么回事 稳住身形 科德斯愤怒地质问 但还未等技术人员回答 主控室内的警报声就已经响了起来 星舰右侧尾翼受损 灭火装置已经开启 尖心炮损坏 超次动能武器受损 600艘战舰失去作战能力 雷射线击穿的地方正在产生负压 需即刻进行填补修复 线内右侧气压正在失衡 危险 危险 一道道声音从喇叭中传出 科德斯的脸都绿了 气的浑身都在颤抖 不等他下令 技术人员就已经急急忙忙地 开始下达各种应急指令 开始对失势的地方进行紧急维护 人类太狡猾了 利用性弹球自爆击破护盾 然后再用星球做诱饵 在武器蓄能的时候进行打击 雷射阵 这是四级文明才能拥有的高强度宇宙射线 人类文明到底发掘了什么样的外星遗迹 怎么会拥有如此高等的科技武器 如果没有这些 现在他们已经全部灭亡了 科德斯说着 心中的怒火几乎都快逃天了 他打过不少仗 但还从来没有在一个低级文明的手中这样的狼狈过 刚刚还在进行武器蓄能 要一举摧毁天王星 结果却被夜北这一波直接命中了剑体 还造成了不小的创伤 如果不是人工智能进行强行打断蓄能 进行保命性的转移 这次科德斯恐怕会被直接灭杀在太空之中 上千道雷射线击中尖心剑 那场面可想而知 只可惜 一切都慢了那么一步 战监不能再往前了 我们得暂时停下来进行休整 如果再让人类文明找到空子 咱们可就危险了 几名参将看着科德斯急忙开口说道 虽然他们的心中同样气氛 可战争更多的还是冷静 听着他们的话 科德斯也点了点头 如果再继续贸然前进 他们现在战舰受损 而且没有能量护盾保护 万一再次遭遇到袭击 他们也没有办法保证 还能有这么好的运气 休整可以 但今天必须灭了太阳系 所有飞船全部都是二级文明的飞船 这些战舰的战斗力太弱了 死灵文明艰辛剑中 几名参将一脸轻蔑地说道 虽然经受了几次威胁和波折 但此刻正在真正产生的星际战争 让他们看到了人类文明的落后和脆弱 短时间交战下来 人类文明的战损已经相当之高了 平均每一艘死灵文明的各类战舰陨落 就有超过十艘人类文明的战舰被摧毁 至于飞行器直接的战斗 它就更加激烈了 往往都是十几架飞行器 追杀围堵一艘飞行器 最后还可能全军覆灭 要不了多久 人类文明就撑不住了 一群从未经历过星际战争的虫子 能打成这样 也全靠他们背后的指挥官了 参将门面带笑容 已经做好了迎接胜利的准备 而一直查看各项数据的柯德斯 心中却起了不一样的心思 同时对于先前自己的结论 那是更加的确信了 人类文明一定是找到了高等文明的遗迹 如果这一次我们能够将遗迹占领并开发 那其中可有四级文明的高等科技 这样的功劳足以让我们入住主星 柯德斯喃喃地说着 眼中已经冒出了光芒 对于他们这些生活在普通行星上的人而言 能够进入主星是莫大的荣耀 也是他们此生权利和地位的象征 就像有一天 人类文明将整个银河系占据 族群人数超过万万亿 遍布在无数的星球上 那时候 能够加入蓝星主星 恐怕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梦寐以求的 那种难度 绝对比现在买房落户京都还要难上万倍 但也让人的渴求超过万倍 这些爬虫 我们暂时还不能全部杀光 我们得先找到外星遗迹 免得这些愚蠢的家伙将这个遗迹 藏到我们找不到的地方去 科德斯说着 立马就毫不犹豫地开始制定起了计划 蓝星的位置已经清晰地被尖星剑所检测到了 作为人类文明的主星 科德斯知道 真正重要的东西一定都在蓝星上 想要得到遗迹的信息 想要遏制战争的蔓延 想要快速击垮人类 那就要直接朝蓝星动手 这一刀直接插向人类文明的心脏 只要成功 人类的这些军团将会不攻自破 召集前锋团 驾驶引申舰绕过正面战场 直接杀向蓝星 擎贼先擎王 让先锋团成员活捉人类文明的指挥官 逼迫人类投降 科德斯的命令下达 身后的参将立刻就有人阴声执行 其他几人则 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次舰长立下大功 将来我们的新舰 可就能够永远地停靠在主星之上了 兄弟们跟着舰长这么些年 出生入死 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哈哈 入驻主城 舰长一定能够在主城大展宏图 到时候 兄弟们还怨笑全马之劳 几个参将一个劲地拍着马屁 激动地笑出了声 所有人都将科德斯捧到了极高的位置 好像他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功劳果实一样 听着众人的话 科德斯的心中也无比的兴奋 只要能够得到高等文明遗迹 让他付出什么巨大的代价都成 用四级文明的科技 换取自己进入主星 光是想想他就觉得浑身有劲 与此同时 蓝星上联盟总部中 指挥部里的所有人都围在一起 苦口婆心地劝阻着叶洪远 老爷子 您就跟我们一起去昆仑须 往后的日子还需要您啊 你这一个人留在蓝星上 我们也放心不下啊 是啊老将军 太空军人数众多 您这又是何苦呢 这才刚刚从医院里恢复好 就要参与到战场之中 我们真的放心不下啊 每个人都是真情实义地 不想这个老人再次踏上战场 可叶洪远却丝毫不管不顾 依然自顾自地穿戴着身上的轻型防护盔甲 我打了一辈子仗 现在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了 哪能有退缩的道理啊 前线战场千变万化 总少不了有人要在前线做指挥官 你们都是年轻的中间力量 不能冒这个险 但我这个老头子 没什么大不了的 面对众人的劝阻 叶洪远坦然地开口 话语之中 没有半点想要听从他们的意思 这让众人都犯起了难 一个个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爷爷 还是跟我们一起去昆仑须吧 现在战事越来越吃紧 撤离到昆仑须是一定的 到时候 蓝星上所有的百姓都要撤离 跟大家一起走 哪怕您要做指挥官 轩辕至尊当然 可以给您这个权利 你在昆仑须中指挥军团 也没有任何问题的 眼看着众人劝阻无效 叶北也是低下头 耐心地开口劝说 虽然他很清楚 爷爷的品性是多么的帅真 但战场千遍万化 九死一生 他是打心眼里 不想失去自己 这最后一个亲人 好了 都别劝我了 穿戴好自己的盔甲 叶洪远拍了拍甲衣 大声地说道 随后 目光从众人的身上扫过 落在了叶北的身上 你的基因强化药剂 是真的很强大 我现在感觉我像是返老还童 重回二十多岁了 叶洪远一脸自信地说着 但接着画风就立马变了 前些天 咱小山村里的老流头也走了 兄弟们一个接着一个 都陆陆续续地去团聚了 我也完成了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看着你一路长大 到现在能为国家做贡献了 基因强化带给我的是 强健的身体和气魄 是反映能力和敏捷的思维 不是几百年的寿命 总有一天 我还是要下去 跟兄弟们团聚的 与其在不需要我的孤独无聊中死去 不如让我在战场上 挥出自己的最后一刀 军人 能死在战场时 就是最大的荣耀 叶洪远说着 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在场的众人 最后 看向叶北的目光中 带着一丝渴求 叶北正正地看着爷爷的双眼 看着他面带慈祥的笑意 却渴望参战的眼神 一定要去吗 让我去吧 带着荣耀 面对叶北最后的询问 老爷子坚定地点点头 那种渴望 已经到了叶北所不能阻止的地步 他虽然很希望 爷孙两能够永远地相依 但爷爷的孤独他体会不到 故人陆续凋零 这个世界可能对他来说 已经到了该词别的时候了 这个决定 叶北也只能选择尊重 叶洪远看着叶北没有再言语 脸上的笑容更甚了 他知道 自己的孙子 选择了尊重自己的选择 而不是为了他的私心 将他扣留在这个地方 战争很无情 但有时候也很幸运 我打了一辈子仗 看着那么多人在身边死去 却一直活到了今天 有的人命就是好啊 这一次 外星鬼子能不能收走我还是两说 哈哈 叶洪远说着 大声地笑了出来 没有了众人劝阻的压力 他整个人也彻底释放了开来 伸手握着自己强有力的拳头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里 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别忘了 爷爷我还有一能在身呢 超人军团所有人都在待命 我总不能掉队吧 叶洪远再次给自己 找了几个借口 这才又看向叶北 拍着他的肩膀 满意地点着头 这才二十岁 就成了人类的领袖了 你没有给咱老叶家丢脸啊 不管未来怎么样 你以后只要记住爷爷的话 老爷子看着叶北语中心肠地说道 但还未等他的话说完 突然 入侵警报就在联盟总部中响彻 将这场未完的对话给打断了 检测到外星文明战舰 正在猛烈进攻蓝星护盾 护盾已经出现破裂 外星战舰冲破护盾 此刻坐标处在太平洋上空 助防武器全面开启 防守军团已经开始反击 主控台前的技术人员 焦急地大声喊道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在场的所有高层 都被吓了一大跳 不少人脸色煞白 已经慌得不行了 怎么这么快就打到蓝星了 前线军团是怎么搞的 怎么连这么大的战舰目标 都拦截不住 这群太空军真是白仰了 都让敌人打到家里来了 这下怎么办 我们可危险了呀 一众高层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 夜北根本顾不上管这么多 三两步就冲到了主控台前 切换拍摄视角 两秒钟后 太平洋上空的场景 立马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蓝星地面望远镜 全部对准太平洋上空 将所有的情况都拍摄了下来 这是隐身舰 夜北看着这五艘身形不大 但雷达上没有半点显示的战舰 立马就认了出来 这种隐身舰跟人类的隐身战斗机一样 雷达监测不到 从正面战场绕出来 利用速度优势杀入蓝星 确实是可以办到的 忙碌于胶着的战场 没有雷达的显示 几乎没有人能够注意到 有战舰从深邃的太空中飞了过去 启动全球警报 祖龙地灵所有保护机制 全部开启 没有半点犹豫 夜北立刻下达了第一道指令 就在他话语落下的时刻 天空之中最先迎击隐身舰的几艘蓝星驻防战舰 轰然爆炸 在无数人的目光之中 五艘隐身舰飞速地向着调转方向 向着美洲方向及时而来 这一刻 所有人的心全部都悬在了半空中 一股死亡的气息 开始在众人的心中弥漫 同一时刻 按照原定计划 雷阵带着天王星防线撤下来的所有太空军 直接再次重返天王星 随后更是杀出防线 向着奸心舰冲去 太空之中 足足超过五十万艘战舰 全部速度全开 向着死灵文明奸心舰杀去 因为雷射线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现在这些伤口 就是人类的机会 破开死灵文明的奸心舰 一举摧毁他们 火力全开 要打出人类文明的气势来 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 所有将士 随我一起冲杀敌阵 一众参将奋勇当前 带着数百万的太空军 以及上亿的起源机器人 在太空之中飞驰猛冲 壮观的场面 绝对比任何科幻片中 展现的要精彩 每个人都是带着必死的决心 不顾一切的杀向敌人 这一场仗 他们就是带着自己牺牲 也要让人类文明留存下去的信念 而且死灵文明受到重创 更是给予了他们巨大的信心 所有人都无比的亢奋 乘坐在战舰上 手中紧握着属于自己的武器 驾驶上的控制器 做好了时刻战斗的准备 舰长 人类文明集体冲杀过来了 艰辛舰中 技术人员对着科德斯 急忙回报道 这些混蛋不是刚刚才败退吗 怎么这么快就杀回来了 科德斯看着雷达上属不清的红点 心中也是不由自主的意境 这连续的作战 人类文明已经给了他太多的惊喜了 此刻看着这么多的舰船飞驰而来 科德斯都感到有点头皮发麻 立刻派出所有战斗舰 以及战斗飞行器迎战 人类文明的飞船 都是二级文明的东西 不用怕他们 我们的实力会碾压他们的 科德斯直接开口下令 他的话音落下 巨大的艰辛舰上 无数的大型舱门打开 一艘艘战舰从中冲了出来 数量虽然不及人类太空军多 但同样不少 而且 这全部都是正统的三级文明的战舰 战斗实力一个个 都比太空军的要强太多了 面对如此之多的目标 天王新防线的驻防武器 都被迫分散了开来 整个战场基本上属于真正的实战 双方的各类战斗舰比拼 刺刀剑红 双方战舰到了攻击距离之后 战斗一触即发 激光像是雨点一样 在空中不停地穿梭 甚至看不出 那一道激光是从哪边射出来的了 但仅仅只是这一个照面 剧烈的爆炸声 就已经在双方的阵营中出现 每一艘战舰爆炸产生的火光 都相当地壮观 在太空之中久久不散 站在远处看起来 这场战斗就像是烟花的盛放 但其实残忍的死亡 已经在飞速地发生 每一个爆炸的背后 都是数以千计的生命消亡 这样规模的星际战争 战术的作用并不是很大 在死灵文明的无数战舰背后 尖星舰作为母舰 进行着各种支援 而在人类文明的战舰背后 四五艘跟尖星舰一样 巨大的星空母舰 担任着战斗依托的角色 太空中的战斗异常激烈 每分每秒都有人在牺牲 就连雷阵等各级参将 都遭受了几次不同程度的袭击 随着战斗的持续 太空军的战损程度 远远超过了死灵文明 平均每十艘战斗舰被毁 才能换取敌人 一艘战斗舰 失去作战能力 各类飞行器的战斗 更加残酷 这些星际战争中 与战斗机属性 类似的战略武器 三人驾驶 就可以造成不小的伤害 虽然说不上是战争的主力 却胜在数量多 能够产生集团压制效果 而想要击毁一架 死灵文明的飞行器 平均战损在15架飞行器以上 往往都是20多架人类飞行器 在追逐一架死灵文明的飞行器 但即使战事残酷 太空军却没有丝毫的退缩 反而勇往直前 想要尽可能争取到一些优势 打出人类文明的气势来 与此同时 蓝星上 所有科研人员 以及联盟高层 全部都在收拾东西 大量的工作人员 一车一车地 将重要资料搬送上运输船 分批次地向昆仑虚送去 夜北和一众高层 也都向着空间重动的方向走去 所有人都要离开蓝星 前往昆仑虚去躲避 可能到来的灾难 如果他们这些指挥力量没了 这场仗就必输无疑了 尤其是夜北的安危 那更是不能受到半点的侵害 快点 这些赶紧都搬上去 林天雷催促着起源机器人 让他们加快搬运资料的速度 死灵文明的人 这么快就偷袭来到了蓝星 这件事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 他们的速度之快 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幸运的是 这些外星人并不知道 真正重要的目标位置所在 而是直奔能够找到信号的 五十一区飞船遗落点 老将军 要不 走在最后面的薛元红武 忍不住还是开口再次劝道 但他的话才说到一半 就被夜红远白手打断了 去吧 去吧 别管我了 你们的路还长 这场仗打赢了 你们还要好好地重建家园 夜红远笑着开口 对薛元红武说道 随后又转头看向了夜北 小北啊 记得有空了 给你爸妈上炷香 说着又伸出手 拍了拍夜北的臂膀 看着自己这孙子结实的身体 他的脸上也充满了慈祥的笑容 好了 去吧去吧 别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夜红远点了点头 就直接推着两人离开 爷爷 你一定多小心 夜北看着老爷子 最后再叮嘱了一句 这才转身 跟薛元红武迈步向着运输船走去 运输船下 此刻两百多名高层 正在争先恐后地顺着台阶向上走 外星人已经打来了蓝星 这些高层都快下梦了 一个比一个紧张 一个比一个慌乱 生怕自己慢一步 就上不去这运输船了 在所有高层都走上运输船后 林天雷这才不紧不慢地走了上去 上去之前 还不忘回头看看 在后面的薛元红武和夜北 以及站在远处目送他们离开的老爷子 此刻的夜宏远 站在远处看着夜北的背影 渐行渐远 看着这个自己从小照顾到大 一点点成长起来的大小伙 慢慢地走向自己的另一边 他的眼中没有来得泛出点点泪花 长大了呀 长大了 以后的路 可就要你自己走了 爷爷就陪你到这里了 夜宏远喃喃自语着 心中恍然若失 他这一生走到现在 生命中只剩下了夜北一个人 本以为这一辈子 就是看着孙子长大 考上大学毕业 找到好工作 以后能亲眼看着他结婚生子 一辈子也就这样到头了 可一切却与他所想的不同 夜北给了他太多的惊喜 给了他从来未曾想过的希望 他从夜北的身上 看到了真正的成长 看到了一个男儿身怀国家 身怀天下的担当 就像当年自己和兄弟们 互关战一样 即使此刻 他要为人类再次去战斗 可能要将生命交代在战场上 但他无怨无悔 心里面只为夜北所做的这一切 感到自感 感到骄傲 走到运输船下 夜北还是忍不住驻足回望 薛元洪武看了两眼 摇了摇头 转身上了运输船 这短短的基本几百米 却是夜北感觉 走过最远的路 回过头望着身后 夜北的看着远处那个苍老 但却挺拔的身影 鼻头一酸 眼泪立刻就涌了上来 这么多少年来 他还是第一次这样子 二十年来 他能够成长到现在 全都是因为爷爷细心的照顾 他所做的一切爷爷 都没有反对过 他的成就 离不开爷爷的知识和理解 更离不开他那个忠烈的家 时间虽然紧迫 但夜北还是想再多看一眼 这可能是最后一眼 或许以后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了 望着站在远处的爷爷 夜北心中百感焦急 走吧 我会替你们守护好蓝星的 这是我们永远的家 等打走了外星人 咱们还回小山村生活 夜宏远看着夜北 站在飞船下望着自己 笑着大声地喊道 那声音苍魂有力 却让每个人都感到 前所未有的心酸 飞船上的一众高层 看着这个壮志未老的老头子 心中都充满了敬佩 即使此刻夜北站在飞船下 他们心中着急万分 但却没有一个人出口催促 能把生死置之度外 能够为了家园奋起而战的人 让所有人的心 都深深地为之震撼 轩辕红武和林天雷 看着远处的老爷子 心中感到一股莫名的难过 那些年的一幕幕场景 再次浮现在他们的脑海之中 那个带着他们冲杀战场 保家卫国的将军 红武啊 你有治国之才 一定要恪守原则 绝对不能做任何违背原则的事情 如今战士吃紧 却也能看出 谁是真正能够守护家国的将材 未来的下国必当繁荣昌盛 可永远别忘了 新条国和雄国紧盯着我们呢 薛元红武的双眼发直 好像看到了几十年前 那个鹦鹉的将军 正在对年轻的自己驯化 那是多么意气风发的将军啊 时过境迁 多少岁月流逝 自己已经沉稳的没有了朝气 但他似乎从未老过 只要有一把长刀 一杆老枪 管他前方有什么妖魔鬼怪 都要死战到底 老将军 千万要多多保重啊 轩元红武隔着弦窗默默的说道 他知道 人类的胜算渺茫 这一别恐怕就是生死永隔 但他的心里 却无比的希望 叶红远能活着回来 爷爷 孙儿走了 叶北听着老爷子的话 眼泪顺着眼眶滑落 大声地喊道 就像是考上大学那天 离开村口的时候 自己对着奇滩旁的爷爷大喊一样 只是那时的心情喜悦 此时的心情悲沉 人类文明正在遭遇灭顶之灾 此时此刻正有人在牺牲 正有一个个家庭支离破碎 太阳系已经崩溃了三分之一 就连死灵文明的隐身剑 都已经杀到了蓝星 他不能再耽搁时间 整个大局还在等着他 叶红远站在远处 朝着叶北挥手 脸上的笑容 依然是那样的慈祥 最后再看了一眼 叶北转身上了运输船 启航 一道高昂的声音 在飞船中响起 巨大的运输船 立刻就轰隆隆地动了起来 叶北趴在弦窗上 看着老爷子 站在原地挥着手 看着他的身影越来越远 最终 在穿过虫洞的白光之中 彻底消失在了他的视野之中 看着最后一艘运输船 消失在眼中 看着自己的孙儿 离开了蓝星 前往更加安全的昆仑须 伸手擦掉自己眼中的泪花 在转过头来时 他脸上慈祥的笑容 已然消失无踪 一双苍老的双眼中 爆发出昂扬的战役 当年护国战争之时的 那种精气神 瞬间将他的全身灌满 外国杂种 既然来了 那就别走了 外国杂种 既然来了 那就别走了 说着 叶洪远眼前站着的起源机器人 立刻就张开了胸口 一个刚好能够容纳 一人的位置露了出来 扶着机器人的手臂 叶洪远一下就坐进了起源机器人之中 钢铁胸口再次闭合 随后叶洪远的眼前 就浮现起了虚幻的各种信息投影 268号 起源机器人已经待命 耳边传来机械的声音 叶洪远伸手握住眼前的机械操控臂 顿时金属顺着他的臂膀而上 如用液体一般 将他的两条手臂 跟机器人彻底地联合在了一起 走 低喝一声 起源机器人背后的引擎 立刻爆发出灼热的焰火 在一道阴暴声中 此时此刻的五十一区外 十几万名易变者组成的超人军团 正在和隐身舰上下来的死灵星人作战 这些四爪行走 背后又有章鱼般触手的巨型怪物 一个个身形都在人类的三倍以上 而且身体的重要部位 都穿戴着坚硬的高科技盔甲 虽然没有起源机器人这样的机甲高级 但防御力和攻击力绝对不弱 双方仅仅这片刻时间的交锋 就已经造成了大量的伤亡 死灵星人的战斗力凶猛 即使人类有意能相助 但依然损失无比惨重 风铃三小队 远程助攻 不知道是谁大吼一声 但下一秒 二十多人立刻就一跃而起 飞上在几百米的空中 这些人无一例外的 从起源机器人中钻出 由机器人拖住身体 悬浮在空中 而他们的本身 却一个个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嘶吼声响彻天际 能量水晶从起源机器人的身上 一根接着一根的出现 像是进入虫洞一样 融入他们的身体 雷射 有人怒吼一声 双眼彻底通红 巨大红光 彻底盖住了上半张脸 紧接着 两道手腕粗细的雷射线 就从他们的眼中迸射而出 直直地射向对面的死灵星人 男人的双眼扫向何处 雷射线就切断所过之处的一切东西 大量仗着坚硬盔甲的死灵星人 瞬间就被雷射线切成了两半 天雷 就在雷射线激发之时 又是一声爆吼响起 一名男子的深周雷电环绕 衣衫在狂风之中煽动 一头漆黑的头发 直接向上飘起 在他的怒吼声中 双手更是闪着白色电光 随后向下挥去 一连片的闪电 就在死灵星人的军团之中出现 不管他们有多么厚重的盔甲保护 这一击下去 直接当场成为交叹 随着他的双手疯狂挥动 雷电像是雨点一样 疯狂地落下 智空二小队 阻拦冲锋 又是一道指令下达 几十名一变士兵立刻后撤 随后毫不犹豫地脱离战甲 开始使用异能 这些从身体内部被激发出来的潜能 在经过这些时间的专业训练之后 每个人都能够得心应手地使用 兵之元素 一名西欧国的女子 抽动着五十一区附近的水源 在莫名的巨大引力下 大量的供水管道破裂 几人粗壮的水流 立刻就向着超人军团的方向涌来 随后 在女子的指挥中 水流向着死灵星人军团的位置 狂涌而去 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 大水却丝毫不受影响 看着越来越多的水 流入死灵星人的军团之中 女子双手合十 冷喝一声 顿时 大片的水流 向着死灵星人的身上落去 随后在他们恐惧的疑惑的眼神之中 凝结成极寒之冰 前军射出的激光 落在他们身上 瞬间就让这些冰封的死灵星人 变成了碎炸 大地之烈 一声暴吼在人群之中传出 随之而来的 则是众人脚下水泥地面的崩碎 泥土如同地底的猛兽 一根接着一根的岩石间 刺冲地下戳出 海量的泥土 不仅在阵前形成了 有利于超人军团作战的防护墙 同时还 直接钳制了大量死灵星人冲锋的步伐 而就在战局因为这些指令逆转的时候 他们的身后 叶洪远的身影缓缓出现 他的脸上战意昂扬 一双眼睛如猛虎下山 注视着眼前的战场 刚才的指令 全部都是他亲口下达 有了叶洪远的指挥 战局立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作战多年的老将军 即使面对外星人 也丝毫没有半点的畏惧 眼中的杀意反倒更加的旺盛 全军列阵 不能放走任何一个外星人 来了蓝星 那就让他们全部都留下 前线战场形势严峻 少一个敌人 他们就能多喘一口气 叶洪远站在超人军团后面 通过耳脉 向所有人下达着命令 声音传遍每一个 一遍士兵的耳中 所有人立刻按照之前训练过的形式 开始向着周围行动 快速地将整个战场包围了起来 战场也在死灵星人猛烈的反击中 变得更加惨烈 整个五十一区 彻底被各种各样的异能所覆盖 场面宛如大乱斗一般 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人类的战争 反倒像是在拍一部 超级英雄的电影一样 五十一区上面战斗激烈 但地底下却无比的安静 甚至连地面上的打抖声都听不见 几百米深的地下 巨大的空间之中 那艘飞船依然安静地停在原地 但此刻的空间内 却显得有些拥挤 几十名死灵星人正站在其中 看着眼前的飞船 上面你死我活的战斗 好像跟他们无关一样 阿肯达 好久不见 在众多死灵星人的中间 一名看起来 就显得与众不同的死灵星人 向着飞船步步靠近 真没想到 有一天 还能见到这么多死灵人 飞船之中突然响起声音 接着 一道虚幻的投影 在飞船中出现 被拆卸掉门的飞船 站在外面 就能够看到里面的情形 阿肯达虚幻的投影 环视着在场的众多死灵星人 脸上居然露出了笑容 若非有人穿梭虫洞来报信 我们还以为 你的飞船已经消失在宇宙中了 这一万年里 你们已经从失踪 被更改为死亡 能够如此幸运地坠落在一颗 拥有生命的星球上 你的行为 可以载入奇迹的史册了 站在飞船前的死灵星人说道 上面的战斗很激烈 我想我们用不着废话太多 阿肯达的意识 通过飞船感受到了地面上 正在进行的战斗 脸色一边淡然地说道 飞船下的死灵星人 也立刻点点头 把你知道的说出来 我们的尖星舰 正在太阳系作战 需要你的帮助 能够让你们偷袭敌后 看来人类文明 还真是不容小觑啊 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有 跟帝国战斗的能力 全靠一个人在其中运作 如果除掉它 人类文明的所有战略措施 必将不攻自破 他们肯定撑不了多久 就会消亡 听着阿肯达的话 飞船下的人 神色顿时变化 谁 这个人叫做叶北 是蓝星下国人 他的基因序列 跟普通人类不同 智慧能力也远超常人 极有可能属于 高等文明遗留火种 这是他的样子 阿肯达神色 也变得严肃了起来 他的全膝投影旁 叶北的身影 缓缓地浮现了出来 因为之前见过一次的原因 叶北的身体特征样貌外形 全部都活灵活现 将数据立刻发送主舰 让舰长缉拿叶北 将数据立刻发送主舰 让舰长缉拿叶北 花音落下 两名死灵星士兵立刻上前 将飞船上的数据传输下来 直接发给了 尖心舰上的柯德斯 这些数据里面 包含了叶北的样貌 和身体情况 以及蓝星现在 最重要的一些军事基地 很快 信息就被传到了 柯德斯的眼中 看着蓝星上传来的信息 他的目光 慢慢地凝重了起来 叶北 如此年轻的人类 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领军人物 虽然心中对叶北的年龄 实在是有点不相信 但他觉得 阿肯达应该是不会骗人的 人类文明现在展现出来的实力 也确实有可能是特殊的人 来自高等文明的遗留火种 难怪人类能够拥有 如此强大的力量 想来就是这小子 开启了高等文明遗迹 或许人类文明的背后 还真的有一个强大的 高等文明存在 柯德斯站在原地思考片刻 心中已经制定出了一个 能够快速取胜的战术 虽然对人类文明背后 可能存在的高等文明 有所忌惮 但他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战争都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 想要退步 那是几乎不可能的了 如果人类背后 真的有高等文明存在 现在他们退步 等于白白结下了这么多仇 反倒不如直接灭了人类文明 消灭掉这里的痕迹 只要对方不是平行宇宙级别的文明 就追踪不到死灵文明的身上来 而且 四级文明的战利品就在眼前 那可是 他能够进入主星最大的希望 无论怎么说 柯德斯都是绝对不会放弃这次机会的 准备二项帛 启动后备能源攻击行星 我们没那么多时间 和这些废物继续纠缠了 看着太空中还在进行的战斗 柯德斯冷冷地开口下令 雷达上红点密布 如此长时间的战斗 人类文明的太空大军 依然源源不断地涌来 好像是永远都打不完一样 而尖心舰所承载的战斗力量 是有限的 即使能够以一敌时 的消耗下去 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人类文明可以豁出命去 但柯德斯还要带着这艘战舰 以后在死灵文明中继续生活呢 如果自己的势力损耗太过严重 回去之后 必然会被其他人所打压 那可就适得其反了 使用阵列武器 击退人类军团 所有战舰全部归位 准备冲击太阳系深处 柯德斯的命令下达 战场上的所有死灵文明战舰 立刻开始行动起来 一部分在前面继续抵挡进攻 一部分则在大部队后面 开始进行一场浩大的组合 数十艘战舰开始变化融合 像是变形金刚组合在一起一样 这些战舰在不断的组合下 最后变得相当巨大 足足有四分之一艘尖艰星舰巨大 而在其上 纯粹用来作战的巨型武器 更是大的吓人 整个武器的体型 就占到了变形战舰的四分之一大小 比艰星舰上的电磁炮 要大上六七倍 一时间 整个太空中都变得压抑了起来 一时间 整个太空中都变得压抑了起来 他们要干什么 正在战场中战斗的飞船上 大量的参将看到了 这令人震撼的一幕 刚才还在跟他们战斗的死灵星战舰 此刻已经合体 变成了一个极其巨大的战舰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让所有人最恐怖的是飞船上的武器 那武器的体型 超过了所有战舰上的武器 光是看着 就让人心中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 就像是面对漆黑的洞穴一样 好像其中 随时会爬出某种非常强大的怪物来 雷震看着合体的战舰 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在他看来 这场战斗 还不至于到这种恐怖的程度 不应该这么快就亮出底牌来 死灵星人打的这个算盘 让他有些猛逼 但那巨大的武器给予的震慑 却让他不得不掂量掂量 如果激发的话 造成的伤害 恐怕是人类太空军所不能承受的 由于几秒之后 趁着战斗稍缓 雷震立刻下达撤退的命令 不管如何 这个巨型武器 他们是不敢就这样硬生生抗下这一击的 现在太空军的所有主力 基本都在这里 要是真的严重受挫 那后面可就麻烦了 本来人类文明 对战死灵星人的胜算就很小 大失误 那是绝对不能有的 稳中求胜 叶北当初告诉他的话 他还记得 全军撤退 指令在所有战舰之中传达 正在交战中的所有战舰 纷纷开始快速脱离战场 向着天王星的方向飞去 而人类军团的撤退 死灵星军团也并没有进行追逐 他们也同样向后撤退 其中不少受伤的战舰 更是直接飞进了尖星舰中进行修复 舰长 人类军团退了 尖星舰中技术人员向科德斯汇报着情况 看着雷达上的红点 飞速地向着远处顿去 科德斯的眼中闪过一丝金芒 狡猾的人类 这场仗不好打呀 每次想要下定决心出击的时候 人类就会退去 设下圈套等他 这一次 战舰合体一击 就能让人类军团元气大伤 人类军团也飞速地撤离 这让科德斯对于接下来的战斗 更加拿不准了 前进 先将前方的行星摧毁了 我们要进入小行星带 想办法 先把那个叶北揪出来 科德斯捏着拳头开口下令 技术人员立刻毫不犹豫地遵循 受伤的尖星舰 在短暂的战斗之后 再次开始向前行进 目标直指天王星 舰长 人类军团不好对付啊 控制室内 几名参将从中走了进来 其中两名还喘着粗气 身上的战甲都被击碎了一大块 看得出来 刚才的战斗 虽然他们击毁了相当多的人类战舰 但付出的代价也绝对不小 这些家伙是真的不要命 有好几艘战舰直接拿命冲撞 虽然都是些二级文明的低等战舰 但数量庞大 长期作战下去对我们非常不利 从没见过这样顽抗的文明 弱小的人类跟动物一样拼命 几名参将说着 眼中还带着一丝没有褪去的忌惮 人类不怕死的精神和战斗意识 给了他们相当沉重的打击 至少在心理层面上 让他们不敢再小觑这个弱小的低等文明 他们有足够强大的力量 能够摧毁一切 稍有不慎 就可能被遭到他们的暗算 警惕一点 人类已经快到强弩之末了 我能预感到 他们接下来可能会再次对我们进行暗算 所以要务必小心 柯德斯没有反驳参将们的话语 而是非常冷静的回应 积蓄能量 摧毁星星 瓦解他们的防御阵线 柯德斯再次冷声下达指令 没有了太空军的顽抗阻拦 尖星舰和合体战舰 开始向着天王星的方向继续驶去 而此时的太空军 已经全体撤离到了土星上 天王星防线看起来是一定要被摧毁了 夜北自然不会再让太空军的战士们 在那里陪葬 此刻的天王星防线上空荡荡一片 只剩下驻防武器 还在不断地向着尖星舰进行攻击 但这些攻击 几乎起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看着这颗巨大的行星 柯德斯的眼神凝重 正在盘算着要如何进行进攻 毕竟 刚才被雷射线偷袭的代价 他可还记忆深刻 一场仗打到现在 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造成的战损更是他从没想过的 原以为要不了半小时 整个太阳系都会被他轻松荡平 结果却死伤了如此多的战士 折损了大量的战舰 甚至连主舰都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舰长 我们可以兵分两路发起进攻 就在柯德斯思考的时候 身后的一名参将突然站出来 开口提议 这话引起了在场众人的注意 目光纷纷向他投了过去 人类文明 现在即使还有什么杀手锏 那也一定是紧盯着主舰的 现在合体战舰叙事待发 我们不妨让合体战舰 直接攻击太阳 击碎横行这里的所有星球 都将不战而亡 甚至需要安静等待即可 如果他们为了保护太阳 用杀手锏去抵挡合体战舰 那主舰可以一口气 直接杀进小星星带 届时 人类文明就是囊中之物 参将的神色兴奋 激动地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话也让在场的众人 都露出了一丝震惊 柯德斯思考了两秒钟 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好办法 说干就干 指令立刻下达 巨大的合体战舰 开始向着更远处的太空中而去 与尖心剑的位置相对远离 随后 巨大的炮口 开始对准太阳系最中心的太阳 疯狂蓄能 几十公里粗壮的炮口 看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 此刻蓄能 更是让人感到一股毁灭的气息 昆仑须中 叶北等人看着那艘巨大的合体战舰 直指太阳 所有人的心都紧张了起来 但还未等众人开口 技术人员就激动地叫了起来 尖心剑正在蓄能 要摧毁天王星 这话让众人的心中彻底恐惧起来 两艘战舰同时对着太阳系发动攻击 一个是前军防御阵线 一个是太阳系的核心 这让叶北的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 他的计划乱了 现在太阳系中只剩下最后三个秘密武器 这些大型武器的蓄能时间极长 所要耗费的能量也是极其巨大的 可以说用一个就少一个 关键的是 现在部署在天王星后面的一个武器 只能攻击一个单体目标 可现在死灵星人两面袭击 叶北只能从中进行抉择 他身后的高层们已经吵成了一团 当然要阻拦那个合体战舰攻击太阳 一旦太阳完了 我们全都得完蛋 太阳的引力紊乱 势必会让蓝星直接崩坏 昆仑虚或许能够暂时存活 但面对死灵文明 接下来无忧无虑的进攻 我们必死无疑啊 对 肯定要以大局为重 保护太阳 一众人叽叽喳喳地吵闹着 说着自己心中的看法 天王星没了 虽然是一个损失 但起码后面还有土星挡着 死灵文明暂时还不能直接攻打进来 但是太阳没了 所有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可越是这样严峻的时刻 叶北就越是冷静 太阳护盾怎么样 扭过头看了一眼主控台 叶北对着技术人员问道 技术人员文言三两下 就调出了太阳护盾的各项参数情况 当初布置在太阳外围的能量收集器 经过这半年时间的能量积蓄 已经有了相当巨量的能量了 现在的护盾强度 叶北虽然心中不敢肯定 但他觉得 应该能够抗下死灵文明的全力一击 而且太阳护盾还有反攻装置 能够将攻击而来的能量反射出去 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这也让他的心中更加笃定一个想法 那就是 放弃防守太阳 直接对尖星剑再次发起攻击 超能粒子武器 瞄准死灵文明尖星剑 进入激活状态 叶北冷冷地开口说道 但下一秒 他的眼睛一转 却突然变卦了 关闭超能粒子 放弃天王星 叶北的声音 在昆仑须中心的控制室内回荡 在场的所有人 神色全部巨变 每个人看向叶北的目光中 都带着相当的震撼和不解 你说什么 放弃天王星 也不防守太阳 叶北你在搞什么鬼 如果太阳被击毁了 我们所有人都要死 太阳你也不管 天王星你也不管 你到底是何居心 收回你的成命 现在立刻让超能粒子武器攻击 合体战舰 逼迫他停止 对太阳的攻击 一众高层激动地叫着 恨不得现在越过叶北 直接下达命令 不仅是他们 就连旁边的薛元红武 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叶北两边都不管 就这样 放任他们双面进攻 这实在是有点难以理喻 且算是太阳拥有护盾 无法被攻破 而天王星不防守 就必死无疑了 天王星被击毁 太阳系攻防矩阵二分之一 就已经崩溃 这对于他们而言 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好消息 叶北 这样做恐怕不妥吧 虽然心中质疑叶北的做法 但薛元红武 并没有像那些高层一样 一惊一乍 而是冷静地开口询问 两边都放弃 他怎么都觉得难以理解 听着身后所有人的质疑 叶北没有理会 而是继续下达着命令 所有太空军退守土星 第二批起源机器人全部投入战场 第二批战舰投入战场 叶北的声音通过超光速无线电波 快速地传达到了前线 总将雷震听着叶北的指令 整个人都愣住了 两方面全部放弃 这种情况 他是真的梦了 打仗这么多年 叶北这种操作实在是前所未有的 但略有犹豫之后 他还是立刻接受了命令 现在的战场上 叶北就是他们唯一的总指挥 是这场仗能够胜利的最关键所在 即使不知道叶北怎么想的 他也必须无条件地遵从命令 因为他心里相信叶北 相信他绝对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全军后撤 第二军团向土星靠拢 随时准备战斗 雷震的声音传遍每一艘战舰 所有的战士毫不犹豫地 立刻遵从指令 开始后撤 而在小行星带后面 十几万艘各类战舰 以及几亿名起源机器人 全部启动 开始向着太阳系外围的土星靠拢 下单完命令之后 叶北这才转过头看向了身后 一众高层正在叽叽喳喳地叫着 疯狂地质疑着叶北的指令操作 闭嘴 叶北看着这些废物 心中是越发的烦躁 直接怒声开口喝骂一句 他的声音在昆仑虚中回荡 让所有人都立刻闭上了嘴巴 目光全部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 但这次叶北 却并没有对他们开口解释 而是在喝止他们之后 重新扭头看向了主控台 此刻的太空之中 合体战舰上 巨大的能量光球已经积蓄已久 太空望远镜拍摄回来的场景 让人无比震撼 同时 尖心舰上的两门电磁炮 同样光芒大作 一股极其强大的毁灭气息 在他们的身上萦绕 看得所有人心中 都生出一种绝望的情绪来 叶北身后的高层们 已经快要被吓个半死了 但叶北的命令是联盟最高 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去违抗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死灵文明两面夹击 大统领 五秒后 敌人的攻击就会发出 技术人员根据之前的经验 神色紧张地开口会报道 他的心中同样惶恐 说这话 只是看叶北 还有没有什么新的指令要下达 但叶北却纹丝不动 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冷冷地看着大屏幕上的场景 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尖心舰上的电磁激光炮最先射出 两道近十公里粗细的巨型电磁光柱 击射而出 在太空之中划过 瞬间就落在了天王星上 哄 爆炸声如同雷鸣一般响起 随着一散到太空中的天王星大气传播开来 同时 整个天王星直接四分五裂 如海王星一样 在太空之中彻底地被摧毁 巨大的能量波 横扫方圆数万公里以内的一切 大量的土地碎块 向着四周飞去 以极快的速度 成为了太阳系中心的陨石 这恐怖的场面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但依然看得所有人满脸的震惊 太空军中 战士们望着不远处 刚刚跟他们一起战斗的星球崩坏 都忍不住捏紧了拳头 一颗接一颗的星球崩坏 这种感觉 就像是争议根根地不断扎在身上 让人一次比一次都要痛 这么打下去 我们要不了多久 就什么都没了 军团之中有战士心中滴血 恨恨地说道 太阳系存在了不知道多少一年 这里的每一颗星球 也都已经存在了数十亿年 而在此刻 就如此轻而易举地被摧毁了 他们的身后蓝星和火星 已经触目可及 他们已经没有多少褪去的余地了 相信叶统领 他一定是有把握的 我相信 他肯定能带领我们人类文明 绝处丰盛 有人虽然不理解 这种放弃星球的做法 但心里对于叶北的肯定 从未减少分厚 对 如果不是叶统领做了这么多事 我们早就已经被灭了 我相信叶统领 天王星的牺牲 一定能够换来更大的胜利 这场仗 反正我们都带着必死的心 管那么多干什么 跟他们打就完了 众人 在土星防御阵线中说着 这些誓死如归 战斗在第一线的战士们 心中的状况 比那些高层 要好上太多 反倒是此刻 正在昆仑虚中的各国高层 此刻心慌意乱 看着天王星崩碎 不少人都激动地叫出了声 死亡的情绪 已经开始在他们的心中蔓延 甚至有人再次开始 叽叽喳喳地小声议论起来 只有薛元红武捏着拳头 皱着眉头紧紧地盯着大屏幕 虽然叶北没有给出解释 但他还是选择无条件地 相信叶北的决策 人类灭亡与否 从一开始 他就将权交到了叶北的手中 现在 叶北下达什么样的命令 他都不会反驳 哪怕是下一秒 要将现场的所有高层纤枪毙 以紧效尤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 让手下执行 在所有人之外 叶北已经全身心地 投入到战场之中 他的手中掌握着 几十亿民众的生命 带着人类文明的希望和未来 所有人都有吐槽 议论的权利和时间 但叶北没有 在关键的时刻 他只有全身心的摒弃周围的所有噪音 去为人类而战 五秒后 合体战舰将极数能量 将攻击太阳 护盾已经全面开启 技术人员看着各项数据 紧张地开口汇报 叶北则是冷冷地看着太空中那艘 合体战舰光芒大作 足足几十公里 直径的极数能量炮 看起来就让人感到有些畏惧 而在无数人的屏息之中 能量炮激发了 巨大的能量光柱冲天而起 向着耀眼的太阳直视而去 能量光柱所蕴含的巨大能量超乎寻常 是尖心剑电磁炮威力的数倍 在极短的时间中 能量光柱狠狠地撞在了太阳护盾上 猛烈的撞击 让整个太阳护盾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一层层细密的裂纹开始在护盾上出现 所有人的心在这一刻紧紧地捏了起来 顶住啊 雷震看着大屏幕上太阳护盾开始出现裂纹 捏紧了拳头暗自用力 他的心中紧张万分 太阳没了 他们这场仗也就要到此为止了 所有的战斗全都成了无意义的行为 每个人都将泯灭在这片空荡荡的宇宙之中 战场上的士兵们一个个仰着头看着太阳 那颗金黄璀璨的巨大火球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保障 数亿年来 蓝星上的无数生命都是因为阳光的滋养 才能够不断地繁衍发展 如果没有太阳 蓝星上自然诞生生命这样的奇迹 几乎不会发生 太阳是家园最基础的保障 在无数人惊恐 甚至绝望的目光中 只有夜北冷静地看着这一切 他的心中有绝对的把握 太阳护盾的构造 是他亲手打造的 使用的五级文明的恒星能量汲取方法 远远不是死灵文明 一个3.5级的弱小文明 可以一击瓦解的 如果不是人类的材料和能力有限的话 真正意义上的五级文明恒星能量器 不仅拥有巨大的防御能量 而且还有相当恐怖的攻击力 能够在面对外来入侵者的时候 给予强大的反击 像死灵文明这样低等级的尖星剑 基本上随意一击 就能够让其消失在宇宙之中 反击 几秒之后 死灵文明的巨大攻击中 夜北心中低喝一声 下一瞬 抵挡了大量攻击的太阳护盾 突然变化 受到攻击的地方 像是变成镜子一样 猛然将受到的激光能量 全部都折射了出去 而且 其中还夹杂着大量灼热的太阳能量 这一道光柱的温度 足有上万度之高 从太空中射出 像是虚空都要被烧得扭曲了一样 而它的强度和体型 都已经超过了死灵文明发射过来的攻击 足足一百公里粗壮的光柱 比合体战舰的体型还要大上不少 速度同样之快 这突然反射而来的攻击 让死灵文明彻底猛逼 柯德斯在主空室内看着这一幕 整个人直接傻在了原地 这是什么科技 他彻底猛了 这种高科技根本就不是人类能够拥有的 他清楚地认识到 这已经不是四级文明所能够拥有的高科技了 人类到底发现了什么样的高级文明遗迹 柯德斯站在原地怒吼一声 而伴随着他的怒吼声 太空之中的合体战舰里 所有死灵星人已经绝望了 立刻掉离战舰 所有人紧急逃生 但一切根本不是他们能够反应过来的 话音落下之际 粗壮的光柱 就直接将整个合体战舰淹没 彻彻底底地淹没 整艘战舰从头到尾 全部都被淹没在了光柱之中 这一幕震撼的画面 在无数的大屏幕上出现 每一个看到的人类 都彻彻底底地被震撼 被震惊 那是何等壮观的场景 任你敌人在强大 巨大的火力所到之处 能够将你的一切全部吞没 在数秒钟的沉寂之后 整个太阳系中 无数人类存在的地方 都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烈欢呼 这种欢呼 是来自于空前的胜利 人类军团的胜利 给了所有人莫大的希望 欢呼升阵天朔地 合体战舰的毁灭 让所有人知道了 艰辛舰的战力再次崩坏 接下来的战斗 人类有了更大的胜算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太阳护盾的强度 超出了我的想象 这是叶同龄主张打造的 他挽救了我们全人类啊 合体战舰被毁 艰辛舰中的战舰作战能力 就不足为惧了 太空军指挥部中 雷阵身旁的一众参将激动地说道 每个人都欣喜若狂 合体战舰是死灵文明 艰辛舰中大量的高等级战斗舰 合体而成的 战力确实无比强大 但消耗的战舰数量也相当庞大 没有了合体战舰 死灵军团的战斗能力 将会直线下滑 远远不足之前二分之一的强度 人类军团现在还有几十万艘各类战舰 巨型战斗航母都还健在 接下来再次爆发同样的战斗 可以说 太空军绝对会立于不败之地 甚至有一举杀象艰辛舰的恐怖能力 这种情况 让他们不兴奋都难 我的天 这怎么可能 这太难以置信了 昆仑须中 大量的高层看着大屏幕中的场景 一个个惊得失了声 刚才还嚷嚷着 让夜北撤出命令 一个个都绝望地以为 太阳就要被毁灭人类叫灭亡 但结果却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这让刚才反对夜北的众人 全部都哑口无言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只有轩辕红武 高兴地满脸笑容 他没有看错 他相信夜北的决定 是最对的决定 太空军出征 剑指尖辛舰 要让死灵星人知道 什么叫做恐惧 在所有人的惊叹声中 夜北对着话筒 大声地开口下达命令 趁着尖辛舰 还沉浸在刚刚重创的伤害 现在出击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总将雷阵接到指令 没有丝毫的迟钝 立刻下达命令 带领几十万艘战舰 全军出击 太空之中 浩浩荡荡的太空军铺天盖地 朝着尖辛舰的方向而去 那喊声在战舰之中响起 所有的太空军战士 全部都充满了热血 这一战 他们有了胜的信念 与此同时 蓝星上 战斗才刚刚结束 天空之中的各种绚烂异能 消失不见 光滑消散下 五十一区外 已经一片焦土 所有的死灵星人 全部都死在了这里 只剩下最后的几个将领 被所有异能者包围 他们插翅难飞 无路可逃 叶洪远就站在超人军团的最前面 冷冷地看着这个张牙舞爪 长相丑陋的外星生物 真是外星杂种 龙虾脸猛瘦身 丑陋至极 叶洪远的声音不大 但却落在了这些死灵星人的耳中 他们几人 就是刚才在五十一区下面 传递信息的人 等他们从下面上来时 五艘隐形舰上下来的所有战士 全部都已经死亡 现场尸体堆积如山 鲜血横流 腥臭的气味 弥漫在这方圆几公里之内 超人军团的牺牲 也非常巨大 虽然有叶洪远的完美指挥 但人类的力量 终究还是难敌这些怪物 不过此刻 整个现场就只剩下 这最后的几个死灵星人 他们背靠背地站在一起 一个个眼神凶恶地 看着包围着 他们的异能者们 相当地恨你 这场本该是碾压的战争 现在却死亡了这么多的同胞 死灵星人心中的不甘 几乎快要凝成了实质 弱小的人类 你们的毁灭是注定的 为首的死灵星人 望着在场的众人 恶狠狠地说道 他的话语 经过起源机器人特殊的翻译器 立马就变成了大白话 现场的所有人 都能够听得懂 他们在说什么 就算今天艰辛剑真的败退了 又能怎样 你们人类付出的代价 已经超过了你们的承受能力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军团 抵达太阳系 死灵星人的战舰 会将这里全部包围 你们 这些弱小的蝼蚁 终将死亡 死灵星人说着 字里行间的话语 听得所有人心中都有些震惊 就连叶红远心中 都不由得咯噔一下 是啊 人类真的击毁了艰辛剑 又能怎样 那只是一艘小小的战舰而已 整个死灵文明何其之大 他们的战舰 有何其之多 只要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能够抵达太阳系 下一次如果来了更多的舰队 人类要如何应对 一艘艰辛剑 就已经让整个太阳系 濒临崩溃 大量的星球 早都已经化为烟粉 人类 守得住一波进攻 还能守得住下一波的进攻吗 这种想法一出现 就像是着了魔一样 开始在众人的心中 疯狂地蔓延 一种巨大的无力感 涌现在他们的心头 人类 最终的结果还是亡 那现在所做的这一切 又有什么意义呢 叶红远及时地 从这种不好的情绪中 醒悟了过来 抬头向着周围望去 超人军团的诸多战士 已经出现情绪低落的情况 这让叶红远的心中 顿时出现了不祥的预感 果不其然 下一秒 看着几乎所有战士 都情绪低迷 最后的几个死灵星人脸上 露出一丝猙獰的笑容 风也似的 从包围圈中 向着隐身舰冲了过去 他们的速度无比之快 想要趁着这个空当 突破防线 夺取一线生机 而这一举动 也让在场的异能者们 纷纷失了神 尤其是首当其冲的 那几个异能者 更是鬼迷心窍一般 忘记了抵抗 直接被死灵星人的力爪 破开了防御 斩成了两半 鲜血在空中飘洒 见射到在场众人的脸上 抓住他们 叶红远的怒吼声 通过起源机器人的播音器 在空气中传了开来 震撼的吼声 让在场的异能者们 瞬间惊醒 一个个恐慌地 看向了死灵星人 逃窜去的方向 糟糕 拦住他们 醒过来的异能者们 第一时间就冲了出去 向着从包围圈中 闯出的死灵星人追去 其中一些人 直接飘到空中 毫不犹豫地 开始施展异能 巨大的冰晶在空中凝结 滚滚的雷电 从高空降下 速度奇怪的几十名异能者 更是风一般追了上去 他们的眼中 带着一股极其强烈的杀意 所有人全部动了起来 刚才的发愣 让他们心中的怒火更胜 这些死灵星人 居然还会使用这种伎俩 来攻击他们的内心 如果不是叶洪远的提醒 恐怕此刻 所有人都会眼睁睁地 看着他们逃跑 显然 死灵星人也始料未及 有人居然没有 被他们所迷惑 等在回头时 一众异能者 已经冲到了身前 带着无穷力量的钢铁拳头 如雨点般落下 疯狂地向着他们 砸了过去 巨大的冰墙 更是在他们 企图逃跑的方向出现 硬生生地阻断了 他们逃跑的线路 啊 为首的死灵星人 怒吼一声 他们被围在这里 再也没有了半点逃生的机会 抓住他们 活捉这群外星杂种 叶洪远知道这些家伙的重要性 直接开口下令 活捉到的 总比死去的尸体 更有研究价值 说不定还能把他们 像拷问间谍一样 问出很多重要的信息来 得到命令的异能者们 直接冲上前去 跟这群家伙肉搏在了一起 只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几名死灵星人 就被一众异能者五花大绑了起来 暗在地上 动弹不得 我们赢了 有人激动地呐喊一句 现场的超人军团 顿时欢呼起来 这种喜悦冲破天际 蕴含着一股声的力量和希望 叶洪远看着这些被绑起来的家伙 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随后 让起源机器人直接抓起来 带着他们 就向着空间冲动的方向走去 与此同时 太空之中 新的战斗再次打响 几十万太空战舰 风一般的杀向艰星舰 上翼太空军眼中 蹦出火光 战意滔天 杀 战舰的武器室内响起 战士们操控着各自的武器 对着艰星舰中派出的战舰 发起猛烈的进攻 此刻的局势 已经彻底逆转 没有了重型战舰的死灵军团 面对太空军的庞大数量 深深的忌惮 此刻从远处看去 能够清晰地看见 死灵军团在战场中的数量占比 小得可怜 而艰星舰中 连续被夜北重创的 科德斯脸上的怒火 几乎滔天 这些爬虫 怎么会这么强 人类到底找到了什么样的外星遗迹 可恶 科德斯怒吼地吼着 他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怒火了 同时心中 被于人类的看法 也彻彻底底地改变 这不是一个随手就能捏死的低级文明 而是一个拥有强大科技实力的恐怖存在 在他的身后 几名参将的脸上 写满了忌惮 他们心中甚至出现了呼叫之源的想法 但科德斯的性格如何 他们再清楚不过了 哪怕是今天战死在这里 恐怕科德斯都不会轻易地呼叫之源 这对他来说 是极其丢脸的行为 准备二项薄 得不到 那就全部都给我毁灭吧 科德斯怒吼着 直接开口下达新的命令 本来想要夺取人类发现的高级文明遗迹 来给自己增加前所未有的功劳 现在看来 还是直接毁灭最好 遵从着科德斯的命令 技术人员立刻下达指令 尖心舰上 一个舱门缓缓打开 微小的舱口 甚至渺小到看不见 但就是这个舱口之中 却缓缓地伸出一只机械爪 机械爪捏着的 正是那个夜北他们 在死灵星飞船中 发现过的正方体 二项薄 正方体中 一片小小的薄膜 正安静地放在其中 二项薄已就位 随时可以释放 技术人员冷静地开口说道 这种高等级的武器 一旦使用 就将是一场浩劫 而且 是永恒无法停止的浩劫 所有的一切三维物体 都将变成一张薄膜 被积压成没有厚度的二维物体 向蓝星的位置释放 让这些愚蠢的人类 全部都给我死 柯德斯恶狠狠地说道 他的心中 此刻已经彻底被怒火掩盖 舰队的损伤 已经到了相当大的地步 简简单单的一次任务 如今变成了这个样子 等自己回到主星 自己还如何与其他的舰长竞争 二项薄已经释放 正在向目标区域进发 预计十秒后出发 尖星舰已准备开启返航 技术人员一边操作一边说道 在他说话之时 那个正方体正在以极快的速度 穿越战场 速度之快 根本就不是任何人可以察觉到的 如此遥远的距离 只需要十秒不到的时间 就能够抵达 而此刻的战场上 天空军已惊杀的死灵军团 溃败不已 仅剩的一些战舰 接二连三地陨落 面对如此强度的超级火力 他们的抵抗 显得不再那么的强悍 舰队撤回 我们准备返航 克德斯再次开口 指令在每一艘还活着的战舰中响起 顿时 所有的战舰 全部开始向着艰星舰返航 人类军团看似情形军星大阵 风一般地开始追击 想要一举将艰星舰给干掉 但就在他们动身没几秒 一道指令 就在他们的耳边响起 夜北的声音冷静犀利 毫不犹豫地 让他们立刻停止追击 保存实力 而另一边 蓝星外 黑暗的太空之中 一个晶莹的正方体 突然降临 没有任何征兆地 在空中绽放解体 紧接着 其中包裹的薄膜 就开始运作起来 周围的空间直接撕裂 漆黑的裂缝 在太空中出现 在这周围的引力和磁场 开始变化 而这微小的一幕 此时并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直到十几秒后 月球的轨迹突然开始变化 向着逆方向运转 似乎是被什么无形的力量拉扯之时 昆仑须中的检测系统 这才开始报警 旋女的声音 在空荡荡的主控室内响起 所有人都彻底梦了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紧张且疑惑的声音响起 唯有夜北冷静地 看向了旁边的检测器 一个红色的标点 正在月球附近的区域闪烁 磁场紊乱了 十二相伯 夜北一眼就认出了 这个诡异的磁场变化 制造黑洞封锁它 夜北的指令 在第一时间下达 技术人员的速度更快 三两下就直接触发了主控武器 超高速的无线电子令 飞速穿过星空 以极快的速度触发了 布置在蓝星附近的黑洞制造装置 这种奇特的装置 能够利用超高速的粒子撞击 让质量百亿倍增加 在一瞬间创造出一个黑洞来 黑洞会瞬间坍缩 并且立马开始吸收周围空间中的所有物质 二相伯的速度 在初始时候并不快 想要达到光速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二维坍缩 所以黑洞一出现 立马就快速地开始吸收 二相伯滩缩下的高质量二维空间 这种质量的倍速递增 让黑洞的引力成倍的增长 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产生出相当巨大的吸引力 是的 二相伯的扩张出现了速度减缓 紧接着便是束缚和吸收 原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将整个太阳系摧毁的二相伯 仅仅几十秒的时间 就沦为了黑洞的食物 昆仑虚重 夜北看着黑洞成形 二相伯被彻底吸收干净 心中才放下心来 发射暗物质能量吸收装置 封锁黑洞 夜北的指令接着下达 黑洞还在继续扩张 月球开始向着黑洞的方向 快速地移动 这颗照耀人类亿万年的星球 正在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边缘 但短短几秒钟后 上万道光从蓝星和昆仑虚上飞出 眨眼之间就出现在了黑洞周围 它们的体型巨大 每一个装置都足有几百米 此刻离在黑洞周围一个个打开它们宽大的金属翅膀 八个金属翅膀开始不停地闪烁起红光 看起来就像是太空中在上演一场篝火网会一样 但其实一股股看不见的能量 正在被这些暗物质能量收集器 源源不断地吸收到其中 刚刚还在无限向着周围继续扩大吸收的黑洞 立马就停止了脚步 它身体中的能量正在被暗物质能量收集器 一点点地吞噬 封锁完成 片刻之后 技术人员看着彻底稳定下来的黑洞高兴地说道 他的话语让后面的高层也激动不已 二相伯带来的危机 就这样被叶北轻松地抹除 人类又一次在战争的博弈中取得了胜利 标注黑洞坐标 设立禁飞区 没有跟其他人一样高兴 叶北只是冷冷地开口 下达新的指令 战斗还在进行中 他实在想不明白 这些肥头大耳的高层们 到底在一惊一乍地激动什么 利用黑洞解决二相伯是他们现在能够想到的唯一的办法 但这并不代表这就是个好办法 黑洞产生之后 不仅人类 就算是五级文明都难以解决 而面对二相伯这种算不上武器的武器 对于那些五级的高等文明而言 可以放出来就能够再收回去 不会凭空地造出这么个黑洞 横沉在自己的心域之中 成为危险的潜伏者 从此以后 这片星空中将会有那么一块区域 再也不能够有任何人踏入其中 而且 那颗照耀人类多年的月球 也因为它们的出现 被拉出了蓝星轨道 或许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 人类就再也看不到夜晚的月亮 那些美好的节日 望月四人的意境 再也无法与后人诉说 同一时刻 艰星剑中 技术人员正在将探测到的信息 一一汇报给科德斯 听着这些话 他的怒火已经快要冲破天际 他几乎已经用上了所有高杀伤的武器 但却始终无法将人类灭掉 这个小小恒星系中的爬虫 现在让他恼怒不已 非要我花费这么大的代价吗 科德斯恶狠狠地怒骂着 心中浮现出唯一的 也是最后一个 能够将太阳系彻底毁掉的方法 只不过这个办法 所要付出的代价 已经远远超过了 这次任务所能够赚到的奖励 死灵能量是相当珍贵的东西 一颗像蓝星一样的智慧行星 孕育万年所能产出的能量 也只能够一次微型的宇宙 即重动跃迁 而想要一举毁灭太阳系 所要耗费的死灵能量 那就可想而知了 这几乎是科德斯三十多万年来 积攒的所有库存 为了这么一刻狄激文明 搭上自己所有的一切 他实在是不甘心 但是如果不灭了太阳系 不将这次任务完成 那他回去 一定会成为所有人的笑柄 到时候 他还怎么有脸在死灵文明里 混 没有别的办法了 准备死灵聚能炮 将这里彻底毁掉 站在原地思考几秒之后 科德斯语气无比冰冷地说道 这话一出 他身后的几名参将当场震惊 就连技术人员都失神地 看向了科德斯 一脸的难以置信 舰长 用聚能炮毁掉这里 我们可就亏大了 毁灭恒星系所要付出的死灵能量 会将我们这么多年 积攒的能量挥霍一空的 舰长 不能冲动啊 几名参将一脸紧张地开口劝阻 每个人都极力地反对 科德斯的这一决定 舰长 我们数万年来积攒的死灵能量 只有一次攻击的机会 技术人员也是相当的紧张 连忙开口补充一句 所有人都想让科德斯悬崖勒马 一旦用掉所有死灵能量 那接下来的数十万年 他们将再次过上曾经的苦日子 但此刻的科德斯 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怒火已经彻底将他淹没 听我命令 但还未等他的一句话说完 突然 主控台上的一名技术人员 就急切地打断了他的话语 舰长 收到8247S2号舰队的信号 他们将于两小时后抵达太阳系 是总部派他们来驻战的 技术人员说着说着 脸上的神色已经变得激动不已 还有3642Q6号舰队也发来了信号 都是来驻战的 他的话音落下 现场几名参将和科德斯的表情 都充满了震惊 一场简简单单的任务 怎么会派出这么多舰队过来 所有人都猛了 就连科德斯有一连猛逼 他们怎么会来 难道有人向总部汇报了消息 可是这么远 信号不可能这么快传递到的 一名参将疑惑地开口说道 等他们来就知道了 反正又不是我们求援他们 旁边的一名参将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现在的他们 最缺的就是支援了 有了其他舰队的加入 这一次看人类还怎么抵抗 就在科德斯等人 因为援兵赶来而高兴之时 火星上 巨大的传送门上波纹荡漾 一艘运输舰缓缓从中穿梭而出 随后 经过身份验证 禁止驶入昆仑须 向着内部飞速驶去 报告大统领 蓝星超人军团 活着五名死灵星人 现已经押送至昆仑监狱 等候发落 一名士兵急匆匆地 跑进指挥室内 大声地对着夜北开口说道 至于薛元洪武 和其他一众高层 直接被忽略 所有人都知道 这里的主星谷 就是夜北 谁的话都不好使 只有夜北言出法随 所有人都以他的命令为准 听到这话 夜北的目光 立马就看向了身后 活得死灵星人 夜北略一思索 毫不犹豫地 就向着外面走去 同时随手一招一架观光机 就出现在了他的脚下 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观光机划过一道白色红光 眨眼间就消失在了他们的眼前 几秒钟后 昆仑监狱门口 夜北的身影缓缓落下 穿过一道道电磁大门 夜北终于见到了 这几个被关在特制牢房之中的死灵星人 夜北 你就是夜北 几人看着夜北出现 顿时惊叫出声 先前在五十一区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了 夜北是人类文明的领袖 此刻见到夜北 不由得为之一阵 这么一个看起来弱小不堪的人类 却能够接二连三地阻挡死灵文明的进攻 他们心中不由地警惕起来 认得我 有点意思 夜北被一眼叫出名字来 也是有些惊讶 不过稍微一想 就能知道其中的原因 但这些并不是他在意的 他所在意的 是从这几个家伙身上 挖出能够克制死灵文明 艰辛剑的办法 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说出艰辛剑的弱点 我就让你们活下去 夜北没有绕什么弯子 而是直接开口发问 他们都是高等文明中的智慧生物 玩各种星际 用处并不大 所以还是 直接了当来的最好 但几人听到夜北的话 却全部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夜北 人类文明在死灵文明面前 就是弱小的蚂蚁 是不堪一击的爬虫 这次只不过是一艘艰辛剑 来摧毁你们而已 你们可以抵抗 但最终的结果 永远都逃不开灭亡 他们的话语中 带着十足的嘲讽 看着这些家伙的样子 夜北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淡然说道 意识提取 记忆玻璃 他的话音落下 让被关在牢房中的 几人脸上的笑容 瞬间消散 一个个惊恐地看着夜北 你不能这么做 杀了我们舰长 会将你碎尸万段的 人类杀掉的禽兽还少吗 多杀你们这几只 又有什么可惧怕的 看着几个神色大变的家伙 夜北冷哼一声 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一场战争打到现在 已经战死了数千万人来 当然 死掉的死灵星人 也绝对不在少数 现在还在他面前 用这种话威胁 夜北真的忍不住想要笑了 有了夜北的指令 一直在监狱中待命的狱卒 立刻开始行动起来 地板被瞬间通电 只是一秒钟 刚刚还在叫嚣 不停地所有死灵星人 全部都在抽搐中 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 一道道机械手臂 从牢房中的墙壁上伸出 将他们的手脚 全部都锁了起来 几个死灵星人眨眼之间 就被牢牢地固定在了牢房之中 随后 一个可伸缩变形的金属头盔 缓缓从天花板上 慢慢地降下 粗壮的数据传输线 吊着头盔 紧紧地套在了死灵星人的头颅上 随后头盔完美地 这一系列的举措都是一气呵成 而昆仑虚中的监狱 也是几百万年前就已经建设好的 玻璃剂 提取意识 机械操控者的指令下达 顿时 一根根极其细小的 针从头盔中伸出 密密麻麻地 将死灵星人的颅骨轻易地洞穿 最后插入了他们的大脑之中 点点电光流转 数据台上 几名死灵星人的数据 开始不断地向着数据库传输 而他们的本体此刻开始疯狂地挣扎 惨烈的叫声不由自主地在无意识的身体中传出 他们的痛苦可以说撕心裂肺 这种强行玻璃技艺 抽取意识的行为 可以说是在硬生生地磨灭一个人的灵魂 但他们的挣扎和嘶吼 没有半点的作用 机械掌紧紧地固定着他们 让他们丝毫无法动弹 大统领 您可以开始调查了 操控人员看着数据的传输顺畅 从控制室跑出来 对着夜北恭敬地说道 跟着他们的步伐 夜北走进监狱中的控制室 这里的仪器很多 丝毫不亚于一艘战斗舰的主控台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犯人准备的 在夜北身后跟着的卫兵 看着这里的一切 心中都忍不住连连扎舌 高等文明的手段 比人类要恐怖太多了 那有什么人权 这里有的只是利用手段达到目的 他们的心中都无比感慨 当人类有一天 也能够成为高级文明的时候 或许将不会有任何人 在拥有一丁点的秘密 连意识和记忆都能被提取 每个人的所思所想 所有的一切都能够被当作书籍资料一样 来翻阅 那样的时代真的好吗 他们的心中不禁发出一个疑问 但显然 现在还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人类的命运和前路都还有未可知 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还太过遥远 思索间 夜北已经在控制室内 查看起了死灵星人提取出的记忆 这些记忆 是他们一生从小到大的 所有发生过的事情 有些记得 有些不记得 但只要存储在大脑之中 哪怕是潜意识力 此刻 也都一一呈现在了夜北的眼前 这就是死灵文明吗 我的天 这简直太令人震撼了 不可思议 这已经超出了 我对科技的认知 人类所有的科幻想象 都远远不及真实的高等外星文明 我们的大脑 终究还是想象不到真正的高等文明 在几个死灵人的记忆之中 在场的所有人 通过大屏幕 看到了真正的死灵文明 那是相当浩瀚巨大的存在 一整个星系都是死灵文明的属地 想象一下 整个银河系被一个文明所统治 2500万颗一具星球 足足照应人民 庞大的让人都感到有些窒息 人类文明在这样庞大的文明面前 真的就是一只蚂蚁 但是夜北来不及欣赏这个庞大的文明 它的目光一直在大量的数据中 找寻着自己最需要的信息 奸心剑就横在太阳系中 意图将整个太阳系 和人类文明彻底毁灭 他现在只想知道有什么可行的办法 能够摧毁奸心剑 这些死灵星人不知道活了多少年 记忆相当的庞杂 夜北搜索了几十秒钟 才终于从他们的记忆中 找到了有关于奸心剑的所有情况 舰长科德斯 长舰一百三十八万年 死灵星海灵舰队 共有五万艘奸心剑 一千二百四十八万艘战斗舰 夜北看着这些数据若有所思 这种等级的文明 确实是强大的 不能用简单的语言来形容 像海灵舰队 这样的大型舰队 整个死灵文明还有数万只 可想而知 他们的战斗力到底有多么的夸张恐怖 没有再多想这些 夜北的目光看向了下面的信息 有关奸心剑的详细情况 毕竟是奸心剑上有些职位的人物 所以相当详细的数据 在他的记忆之中出现 而在这些数据之中 夜北看到了他想要知道的重点 奸心剑的致命弱点 死灵能量存储仓 死灵能量夜北当然清楚 这是死灵文明最为重要的一种能量 利用非自然生灵死亡产生的强大能量 能够在很多时候 制造出普通能量达不到的效果 只不过 目前死灵舰队 还未曾使用过这种强大的能量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科德斯不舍得用这些东西 但夜北想着其中 极大可能就是储量少 在蓝星上流浪多年的死灵人 他们用了一万年 才收集到那么点死灵能量 料想着科德斯的奸心剑上 死灵能量并不会多到哪里去 所以才一直这么藏着掖着 引爆死灵能量存储仓 产生的恐怖爆炸 能够将方圆0.5光年范围内的 所有一切摧毁殆尽 看着这些信息 夜北也是相当的震惊 方圆半光年全部都被摧毁 这等于是将八分之一的太阳系 直接毁灭 这需要多少的能量才能够造成 用原子弹来计算 夜北估计 恐怕得上万亿克 才能有这样的恐怖效果 死灵能量存储仓 在尖心剑最为安全的地方 尖心剑的底部中心 也就是肚子下面 想要引爆这里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 毕竟想要避开雷达和关注接近尖心剑 是最大的难题 而且尖心剑的反击能力 以及它的逃逸速度都是相当强的 虽然信息的到了 但是夜北的眉头却皱了起来 因为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场纯粹的自杀式袭击 夜北站起身来向着门外走去 他心中很清楚执行这样一场任务 生还的几率一定为零 尖心剑爆炸的时刻 方圆0.5光年内的 所有一切都将化为灰烬 那执行任务的飞船 和其中的人员必死无疑 走出监狱 夜北向着指挥室的方向飞去 心中已经在盘算着最后的质地策略 可还未等他飞到指挥室 耳机中就传来了技术人员紧张的呼叫 大统领又有两艘艰星舰抵达太阳系了 正在向我们飞速驶来 技术人员的声音带着些许颤抖 毕竟 这样的消息太过于恐怖 让人不可自知的心中生出难以遮掩的恐惧 我知道了 夜北淡然地回应 随后脚下一转 直接向着昆仑须中的军营飞去 又来了两艘艰星舰 这个消息对于人类而言 无疑是一张死亡宣告书 科德斯的一艘艰星舰 就已经摧毁了半个太阳系 现在再多来两艘鼎盛状态的艰星舰 人类的胜算几乎已经归零 点开眼前的虚拟面板 夜北看着面板上投影而来的太空现场 认出了这两艘艰星舰 他看过了死灵星人的记忆 自然知道这两艘艰星舰 是什么样的战力规模 一艘是名为布里凯的舰长统领 一艘是名为谢尔德斯的舰长统领 两人的实力跟科德斯几乎相差不大 夜北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前来支援 但此刻事实已定 多想无疑 艰星舰中 科德斯已经受到了 另外两艘艰星舰发来的视频通话 犹豫了几秒钟 他还是选择了接通 虽然不知道 他们两人抱着什么心思 但既然来了 那就一起对付眼前的人类 科德斯 这才多久啊 没想到你的战舰 已经受损如此严重了 哈哈 被一个小小的低等文明打成这样 确实让我有点吃惊啊 通话一接通 两人就直接大笑着嘲讽了起来 在死灵文明那个 以实力为尊的环境中 科德斯也无话可说 被低等的人类打成这样 他自己都感到莫大的羞辱 哼 你以为这里的是人类 是一级的低等文明吗 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 高等文明的遗迹 并且获得了超过四级文明的 高科技装备 科德斯冷哼一声 冷冷地开口说道 虽然心中感到自己羞愧 但脸上却依旧不服气地 将人类的实力吹捧了起来 什么 超过四级文明的高科技装备 在这个鸟不拉屎的星系中 能够发现高等文明遗迹 两人听着科德斯的话 几乎同时被震惊 刚才嘲讽科德斯的心思 一下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现在心中只记得一个事情 那就是 比他们死灵文明还要高等的文明遗迹 他们跟科德斯一样 生长在主星之外的偏远星球 对于那个繁荣强盛的主星 他们每个人都跟科德斯一样的渴望 如果有朝一日 能够获得进入主星的资格 他们就将从2500万克一具星球 几时照一死灵星人中脱颖而出 成为死灵文明中最顶层的存在 如果不是为了高等文明遗迹 我会跟他们纠缠这么久吗 科德斯冷哼一声 完美地给自己找了个借口 而他这话也让其他两人心中彻底敞亮起来 眼中闪过一抹贪婪的光芒 哈哈 真没想到一个普通任务能够有这么大的收获 科德斯这次真的要感谢你了 咱们兄弟三个一起敬祝主星有望了 哈哈 两人说着已经高兴不已 虽然已经看到 科德斯被人类打成了这样 但他们却没有半点害怕 毕竟刚才科德斯是独目难知 现在他们三人承重 看人类文明怎么抵抗他们三艘艰辛舰的全力攻击 不要多说废话了 灭掉人类拿下一戒 我们回去请公 科德斯已经够烦的了 不想再多说一句话 这话出口 其他两人也都会心一笑 随即下令艰辛舰所有战舰军团全部出击 两艘巨大的艰辛舰上 巨大的舱门打开 一艘艘战舰从中飞出 数量虽然没有人类军团那么多 但也足有十几万艘各类舰船 此刻倾巢而出 向着太空军狠狠杀来 看着眼前这惊恐的一幕 雷震毫不犹豫地开口下令 全军撤退 他的声音在每个太空军战士的耳中响起 煞时间 将近七十万艘战舰立马就开始向后退去 土星已经灭亡 他们的身后只剩下一颗木星 再往后就是人类最后的屏障 小心心待 敌人来势汹汹 面对三艘艰辛舰雷震 也不敢拿着所有军团硬兵 只能发去信号等待夜北的指令 而此刻的夜北 已经来到了昆仑须中的军营 这里留存着整个太空军中 最为强大的一批精英战士 他们是最后最顶尖的力量 是专门为压轴 决战准备的 每一个人都是千挑万选 从上一太空军中精心筛选出来的人 每一个人的实力都足以以一档百 以一档千 虽然整个军营中只有不足五千人 但他们的精气神相当好 即使此刻得知 太空中出现了三艘艰辛舰 所有人也是面不改色 冷静地观察着各方面的战况 大统领 突然军营外传来一道声音 所有人的目光 齐刷刷地从大屏幕上移开 向着军营外看去 他们知道 真正的考验和决战来了 这场战斗打到现在 是时候轮到他们出场了 在众人的目光之中 夜北的身影 缓缓从空中飘落下来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大统领 所有人几乎同时开口 齐刷刷的声音震人心魄 一股莫名的气势 在他们开口的时刻 就已经扩散开来 那是战役 强大无比的战役 看着眼前这些人 夜北也来不及浪费一秒钟 直接开口说起了正事 如果是一艘尖心剑 我们上海有四成胜算 但现在死灵文明的支援到了 三艘尖心剑合攻我们 单靠太阳系攻防矩阵 和剩下的几个武器 我们必死无疑 夜北的声音冰冷而严肃 每一个自落在众人的耳中 都让他们的心情为之沉重 但即使如此 仅仅只是愣了一下 众人的情绪就立刻好转 所有人抬头看向夜北的目光 变得无比坚定 大统领 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吧 是啊大统领 反正我们都已经到了 没有后路可退的地步 哪怕是死 我们都愿意去做 已经有上一人 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 我们的同胞 每一秒都在挥洒热血 我们也早都已经做好了 决战的准备 众人的话语中 带着必死的决心 每一双眼睛里 都燃着为人类而占的火光 死亡并不可怕 守护家园 不管在哪一个国家 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为了自己的家园 和亲人同胞战 死又有何妨 更何况 现在人类已经危在旦夕 如果死灵星摧毁一切 所有人都将死亡 整个太阳系 将消失在了这片浩瀚的宇宙之中 看着他们 叶北点了点头 虽然死灵星人的尖心剑 坚不可摧 强大无比 但只要是科技造物 就一定有它的弱点所在 接下来 我将从你们众人当中 只派出500人 驾驶宇宙星航舰 用不亚于尖心剑的速度 在全军出击的时刻 直直地向奸心剑杀去 奸心剑的腹部 有一个极其脆弱且危险的地方 那里储存着大量的死灵能量 引爆存储器 让整艘奸心剑 葬身在太空之中 叶北没有犹豫 一口气将整个计划 全部都说了出来 随后郑重地看向 在场的每一个人 而这场巨大的爆炸 将覆盖小半个太阳系 届时 你们恐怕无法逃出 所有人都将跟着奸心剑一起死亡 这场任务只有一次机会 错过 人类将再无回天之力 他的话音落下 众人连犹豫都没有犹豫 全部都向前迈出一步 大统领 我愿前卷 震耳欲聋的声音 在整个军营之中响起 他们不怕死 为了人类 心甘情愿 与那些死灵新人葬在一起 叶北点着头 目光扫视着众人 眼神无比的坚定 汪伟初恋 道 一道洪亮的声音 在人群之中响起 紧接着一对人走了出来 而为首的 正是曾经驾驶六代机 在新调国的上空 为龙国争下无上荣光的 王牌飞行员汪伟 宋亚辉出恋 克鲁斯林出恋 叶卡捷林娜出恋 叶北的声音 在军营中响起 一道道铿锵有力的声音 也跟着回响 他们都是全人类 最顶尖最精英的飞行员 身体各项素质都超乎寻常 思维智商也远在常人之上 基因强化药剂 让他们更是成为了 亿万人中的翘楚 而今天 他们将参与这场必死的任务 五千人的精英军团 短短十几秒 就有五百人走了出来 而没有被选中的人 心中虽然遗憾 但是却没有丝毫怨言 他们全部都听从叶北的安排 因为眼前这个年轻的大统领 是人类最后的希望 他的抉择 一定不会有错 所有人 带着各自的队伍 全部准备登舰 叶北看着被选中的人说道 但他话音落下的时刻 突然 一道苍老的声音 在他的背后响起 为什么不叫我 这苍老又熟悉的声音 让叶北瞬间回头看去 身后 叶洪远挺拔地向众人缓步走来 眼神坚定无比 这样的战斗 一辈子都难遇一次 我怎么能缺血 叶洪远的声音不大 但却带着无比的豪迈洒脱 似乎从心中就没有将这场战争当一回事 所有的一切 在他的眼中 都像是游戏一样 无关紧要 爷爷 这是我一次 你不能去 叶北看着老爷子 直接开口拒绝了他的请求 这是真正必死的战斗 只有去没有回 而且 这也是人类最后的一次机会 如果不能玉石俱焚 那所有一切都将化为尘埃 他虽然也觉醒了异能 精英的强化 让他成为了相当强悍的战士 可他毕竟老了 他的反应力战斗力 都没有眼前这些年轻的战士们强 除了身经百战的经验 强悍无比的心态 能远超所有人 其他各方面都不是这些年轻人的对手 所以 叶北是绝不能应允他这个请求的 我这么一把老骨头了 觉醒的异能 本身就是为这场战斗而胜 如果我不去 那还有谁能去 我的异能你应该知道 绝对是最适合这场任务的 叶宏远走到叶北身前站定 一脸自信地说道 他的话音落下 本想继续反驳的叶北 却猛然间找不到任何的理由 因为叶宏远说的是事实 他觉醒的异能 确确实实是专为这场战斗而胜的 甚至可以说 他的异能能够大大增加突袭的容错率 即使没有接近监星剑 但也同样能够将死灵能量储存器给引爆 可是 没有什么好可视的 叶宏远不等叶北说完 直接就打断了他的话 随后 伸出手拍了拍叶北的肩膀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接下来的 就交给爷爷吧 这场战争死的人已经够多了 是时候 让我去终结这一切了 说吧 直接扭头看向了对面站着的汪伟 把你的人交给我 你的叫我来看 叶宏远以一副命令的口吻说道 听着这话 汪伟神色顿时变化 急忙上前几步连连摇头 叶将军 此战我非去不可 您还是听大统领的话 在后方为我们做指挥吧 听着汪伟的话 叶宏远笑了 说着 目光直视汪伟 与众心肠的开口 战死沙场很简单 但活下来给人类做贡献很难 如果以后人类文明真的存活下来了 我们需要有真正优秀顶尖的人物 去培养强悍的战士 你是最优秀的人 你也还年轻 还有无限的未来 人类的未来需要你们 相比起战死在那片浩瀚的星际之中 你留在这里 才更有价值 说完这几句话 他也不等汪伟继续反驳 而是直接转头看向了叶北 已经定好了 大统领 我们是时候出击了 这话出口的瞬间 叶宏远身上的气势 陡然沉重下来 一股血染沙场 冲锋陷阵的感觉 飞速地弥漫整个军营 随着话音落下 叶宏远直接迈开步子 就向远处而去 那背影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大统领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的 他的声音在军营之中回荡 所有人站在原地望着他 心情无比地复杂 他们生活在和平年代 没有经历过什么战争 更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生死 这场仗让他们感受到了 什么是失去 什么是残忍 什么是直面死亡的恐惧和无助 生命有时候伟大无比 有时候又渺小不堪 走在他们前面的叶宏远 是那么的自然从容 像是不惧生死 不怕一切 他是个伟大和渺小的合体 他的精神和功绩伟大无比 但他的星号星号 却渺小得不堪一击 钢铁的爆裂 可以轻易地撕碎他的每一个细胞 但所有人都知道 再恐怖的爆炸 也毁不掉他留下的精神 随着他的步伐 其他的战士 目光灼灼地迈开了脚步 数百人从团队之中脱离出来 整整齐齐地跟着他的脚步 向远处走去 无数的身影 没有一个人回头再看 哪怕一眼 那是赴死的决心 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老爷子的心中 浮现出几十年前的一幕画面 叶家自古以来就是满门中炼 我希望你们用一生去守护下国 守护我们华夏的血脉子孙 那位下国的开国之神 曾对着他与众心肠的嘱托 那一刻 好像整个下国 都跟他彻底地绑定在了一起 他看着开国之神 坚定的眼神 连一瞬都没有犹豫 守护下国 万死不辞 叶红远喃喃地说着 这一幕与当年的那一幕重合了 几分钟后 军营旁的军备广场中 所有人整备齐全 叶红远将最后一框月光水晶 装进了新航战舰之中 叶北也安静地帮着众人 一起做准备工作 突然 一道急促的声音传来 大统领 前线告急 死灵星三艘尖星舰 已经攻到最后防线了 他们即将进入小行星带 我们最后的阵线 崩溃近在咫尺 太空军总将雷阵 正在设法与他们周旋 大统领快下立马 来人还不等穿梭飞船停下 直接从上一跃而下 所有被选中的战士只是一顿 但却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 反倒是加快了互相检查装备 想要多争取一点点时间 叶北扭过头看了一眼老爷子 他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冲着叶北看来的目光点点头 这些年来 爷爷给了他多少的力量 每一次到了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爷爷的一个眼神 一个笑容 都能让他燃起新的火焰 而此刻 这火焰升腾直冲天际 全军出击 这是决战 告诉所有人 这是最后一场决战 叶北眼中火焰升腾 大声地说道 他的声音通过耳麦 直接传到了前线总将雷震的耳中 在接到命令的瞬间 雷震毫不犹豫地打开 全部语音系统 直接对着战场上 所有太空军怒然开口 同龄指令 全军决战 这是我们人类最后的决战 忘掉生死 用我们的热血 为后背踏出一条血路吧 我雷震能够 跟诸位并肩而战 死而无憾 他的声音 暴怒在所有人的耳畔响起 一瞬间 小行星带的太空之中 所有战舰停止了撤退 几十万艘战舰 几一太空军 十几亿起源机器人 全部向着死灵星尖星舰杀去 战火 在一瞬间疯狂燃起 小行星带中大量的陨石 在顺着太阳的引力 做着规律的运转 而随着一道等离子激光炮 从中横穿过 将数百颗陨石击碎之后 这里所有的一切 在瞬间乱了 几十万艘战舰火力全开 朝着尖星舰上飞下的 十几万艘死灵星战舰杀去 璀璨的激光 一瞬间就在太空之中铺开 各种高科技武器 全部都施展了出来 这一次 太空军没有再留半点的后手 最后的决战 那就是 连命都要当做武器的战斗 用血也要将敌人的视线遮住 已经一路杀来的死灵星人 也不曾有丝毫畏惧 迎着太空军的火力 就短兵相接 直接战斗在了一起 哈哈 这些人类是在发起最后的冲锋 唐碧当车 一群蝼蚁的垂死挣扎 真的可笑至极 尖星舰中 科德斯等人 看着奋勇冲来的太空军 直接放声大笑了起来 将所有人类的战舰摧毁 毁灭他们 又参将大声地呼喊着 引起无数死灵星战士高呼 三艘尖星舰的战力 已经远超之前 根本不是现在的太空军 所能够战胜的 但决战的命令已经下达 必死的决心已经产生 多战一秒钟也要战 巨大的爆炸 在太空中时而传出 一艘艘战舰 像是璀璨的烟花 照耀着这片漆黑的星域 拥有支援的死灵星战舰 肆无忌惮地 冲进太空军的阵地之中 疯狂地收割各种飞行器 就像是五千只 扬象三百个猎人 发起冲锋一样 猎人会有伤亡 但羊群的损失 远远超过了 制造出的哪一点伤害 站在主控台前 科德斯看着这一切脸上 满是笑容 这场战争的胜利即将到来 能够拿到那高等文明的遗迹 那份巨大的功劳 已经让他心花怒放 但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此刻 就在小行星带对面的火星之中 叶北正目送那五艘新航舰 缓缓从昆仑虚中飞出 这是所有战舰中 最快的几艘战舰 专门用来远距离星际航行 他们没有什么高杀伤的武器 甚至防御力也并不高 因为他们本身就不是战斗舰 但这一次的任务 也并不需要他们贡献多大的战斗力 只需要引爆携带的超能极数炸弹 摧毁艰星舰即可 火星外 五艘新航舰的身影出现 相比起巨大的战斗舰 只有一公里长的新航舰 渺小不堪 在叶北的指令中 他们选择好自己的航行方向 随即就开始了这场死亡突袭 浩瀚无垠的宇宙星域 绵延小半的太阳系太空的超长战线 他们五艘战舰 从中以极快的速度穿梭而过 根本就无法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极数炸弹引爆准备 所有人员准备 新航舰中 舰长冷静地开口 从火星到尖星舰 以他们最为安全的战场穿梭速度 只需要十几秒的时间 而穿过战场接近尖星舰 则只有不到两秒的时间 他们要在这两秒内 精准地引爆炸弹 完成这场艰巨的任务 所以 极数炸弹的引性设置 可以说是一触即发 在投放的瞬间就会爆炸 不能有半点的失误 早一分一毫 晚一分一毫都不行 一旦错过那个最为精准的时机 人类文明将彻底消失在宇宙之中 五艘新航舰 一路从战场之中飞速穿过 周边激烈的战局 一一呈现在他们的眼前 那是最清晰的战场 战舰的爆炸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甚至在飞船中 都感觉自己面前袭来一股热浪 但这一切于他们而言 都只是一闪即逝 十几秒的时间 根本不容不得过多的思考和悲伤 仅仅两个呼吸的光景 新航舰就从这广袤的战场中 穿梭出来 小行星带被他们直接甩在了后面 眼前是空旷的太空 三艘尖星舰就在不远处的前方 五艘新航舰在同一时刻 将速度直接提升 向着尖星舰冲了过去 他们只有两秒的时间 这是最后的两秒钟 可就在他们冲出小行星带的瞬间 尖星舰的雷达前 负责观察战局的技术人员 一眼就注意到了 这五艘莫名出现的战舰 有人类战舰想要突袭 技术人员几乎不经判断 直接张口就说出了结论 这是他的经验之谈 不假思索 也不等舰长下达命令 在所有人都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 近舰反击武器 立刻就开始了自动攻击 各种等离子光线 像是夜光弹一样 从太空之中飞速划过 向着新航舰发起最为猛烈的攻击 这是尖星舰最后的防御手段 能够突破层层战场封锁 杀到尖星舰的身前 在星际战争之中 这绝对是最迅捷的致命攻击 两秒的时间 根本容不得任何人做出反应 只有这些自主识别的智能武器 能够在几维度秒的时间里 凭借程序指令 做出最快最正确的操作 面对急速射来的光线 五艘新航舰的舰长全神贯注 操控着舰船疯狂的躲避 可即使这样 依旧有一艘新航舰 在第一个照面 就被密集的火力当场摧毁 渺小的新航舰 在太空中的爆炸 甚至都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或者说他们分不出丝毫的精力 来为同伴悲伤 这就是最残酷的战争 在争纷夺秒为胜利冲锋的路上 你只能踩着队友的尸体 向着更前方进发 悲伤 那是偶像剧里才会出现的情景 没有人有时间掏出照片 来说几句煽情的话 给观众催泪 有的只是更加集中精力 去应对想要击杀他们的敌人 短短半秒之后 又是一艘新航舰在半路上爆炸 密集的等离子光线 从他的飞船中穿梭而过 像是要将每一个细胞都给打碎一样 剩下的三艘新航舰 距离尖心舰越来越近了 还有最后一点五秒 叶红远心中默默计算着时间 眼神中突然爆发出炽热的光芒 双手直接放开操控器 目光直视着前方 全身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气势 一瞬间 整个人的身体周围都开始爆发出白色的光芒 像是天上的神奇降生在凡间一样 小辈 爷爷走了 叶红远怒吼一声 整个人双脚离地悬浮在了飞船之中 随后数以万计的月光水晶 从飞船仓库中疯狂涌来 水晶在空中凝聚成实质的能量 向着他的胸口中涌入 短短一瞬 白色的光芒就将叶红远彻底笼罩 这就是他的异能 一生只能用一次的异能 那光芒越来越盛 再零点几秒 就将整个舰船彻底地淹没 在太空中看去 一个耀眼无比的白色光球正在无限地放大 此时此刻 叶红远的胸口已经变成了一片透明 他的骨骼被数不清的月光水晶能量彻底地愈化 那是无数颗原子弹凝聚在一起的狂暴能量 而在他身后的舰舱之中 还有数万枚月光水晶正在疯狂地分解 半秒之后 这光芒已经放射出上百公里 狂暴的能量聚集 让所有战舰的雷达都开始急剧地警报起来 雷达上红色的光点 显示在战场之外不远处 出现了一团暴力紊乱的能量 那是什么 几乎所有舰队中的技术人员都惊叫出声 刚刚反应过来的柯德斯 看着尖心舰不远处的耀眼光点 心中涌现出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 闪烁 他的指令脱口而出 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想要顺移逃避 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没有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任何的操作 0.2秒后 新航舰在浩瀚无垠的太空之中轰然爆开 上万一颗原子弹产生的能量从夜红远的身体之中疯狂地冲出 那一刻 刺眼的白光像是宇宙中闪烁的极光 蔓延数万公里 巨大的光芒像是太阳爆裂一般 让原本火热的战场都在一瞬间沉寂下来 近百万艘战舰 数亿人都被这光芒所震撼 无数人都不由自主地抬头 向着远处那光芒传来的方向看去 隔着将近半个光年的距离 那光芒在所有人的眼中虽然看起来很小 但却依然盛大的像是晚会上的聚光灯 来不及反应 来不及言语 来不及思考 十几亿只眼睛共同注视着那耀眼的白光飞速地放大 在零点二秒的时间内波及到了一艘巨大的艰辛舰 下一瞬 一场更加恐怖的爆炸在太空中诞生 积攒了几十万年的死灵能量被那白光照耀 随着它一起轰然绽放在宇宙之中 这一刻 光芒像是真正的太阳崩裂 巨大的冲击波肉眼可见的荡开 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瞬间横扫方圆半个光年 两艘星航舰在接触到冲击波的瞬间化为虚无 距离科德斯不远处的两艘辛舰在一瞬之间被冲击波点燃 随之爆炸 两道更加强烈的冲击波在太空之中荡开 轰 轰 轰 太空中第一次爆发强烈的爆炸声 这声音承载着无数的生命 像是生灵死亡前的乌烟 冲击波所过之处 所有的一切都被冰冷无情地摧毁 小行星带中的陨石碎裂成粉末 大量死灵星人的战舰处在冲击波范围内 在一瞬间被摧毁 巨大的冲击力甚至将那些能量分子都被压碎 无数的战舰分崩离析 却连爆炸都难以产生 许多人类战舰也被这巨大的冲击先飞 大量的警报声在战舰之中响起 数秒之后 幸存的战舰才拼命稳住身形 在警报红灯和智能系统的警报声中 所有人都望着远处那尚未停止的爆炸愣神 这一刻 整个世界都沉寂了 每一个人都被深深地震惊了 三艘尖心舰在那点点白光之中轰然崩碎 毁灭在了太空之中 太空军剩下的几亿战士都遥望着远方 鸦雀无声 有人用自爆的方式摧毁了尖心舰 所有人的心中都这么想 太空军主舰主控室内 雷阵跟所有战士一样愣愣地站在原地 脸上的表情无比地复杂 他像是忘记了时间一样 就这么看着远方一动不动 直到几秒后 所有战舰喇叭中传来的声音将他们惊醒 围杀于念 片甲不留 夜北咬牙切齿的声音在数一战士的耳畔响起 下一秒 整个太空军彻底疯狂 雷阵抱吼着 率领所有战舰向残余的四零星战舰杀去 每个人都红了眼 任由怒火在胸腔中猛烈升腾 任由武器在太空中狂乱倾现 昆仑须中 所有人望着大屏幕沉默了 战争的胜利似乎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喜悦 反倒让人心中悲痛不已 五艘星航舰 五百名最优秀的战士 全部命运太空 为了全人类以命相搏 主控台前 轩辕红武紧握着拳头 心中说不上来的悲楚 死了多少人才换来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毁了多少星才换来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曾经的太阳系 已经被死灵星人践踏的面目全非 千疮百孔 但无论如何 弱小的人类赢了 火星地表 正正地遥望着太空中尚未消散的爆炸光芒 夜北的眼角不由自主地滚下热泪 小北 爷爷走了 爷爷的声音还在耳畔回荡着 最轻最轻的人走了 他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保护了下国 保护了孙儿 他终于可以跟牢里头他们一起去团圆了 终于可以去看看几十年前就牺牲的三娃子了 只是在火星肆虐的狂风中 夜北孤零零的一个人站着 孤独地体会着这份胜利 第二天 黎明的曙光再次照耀在蓝星上 所有人都在欢呼庆祝战争的胜利 太空军几十万艘战舰 横列太空 保卫着人类 十几亿起源机器人和建设舰 已经开始维修剩下的太阳系攻防矩阵攻势 与此同时 经过一夜时间 遍布大半个太空战场的搜寻 诸多犀牲后 未被爆炸摧毁 漂流在太空中的战士遗体 被全部带回 他们曾经并肩杀敌的战友 此刻台关向着统一的目的走去 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和悲伤之中 蓝星联盟最高理事长轩辕红武 进行全球汇报 为这场战争做总结 为牺牲的英灵做表彰 但在全世界都忙忙碌碌之时 夜北却不见了 此战的第一大功臣 人类的救世主 整个人类最伟大的英雄 莫名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清晨的阳光 暖洋洋的洒在田间地头 小山村里一片祥和宁静 一个人都没有 所有人在一年前 就已经被蓝星联盟调去为战斗做准备了 夜北的脚步 缓缓地走过村口的小桥 走过已经浮上黄土的旗滩 站在自家大门口 功臣之家四个大字 依然熠熠生辉 夜北推开门 走进院子 许久没人浇水的花已经枯萎 那颗见证多少往事的槐树 抖落一地的枯叶 没有人住的房子老得很快 一眼就能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走进大厅 夜北望着墙上的照片 将怀里新的照片挂了上去 那个曾经坐在墙边椅子上抽烟的老头 今天也跟亲人们依偎在了一起 仔细地用毛巾擦拭掉每一张照片上的灰尘 每一枚勋章上的尘土 夜北抹进桌子上的香灰 把那只老烟斗放在了老爷子的照片下面 二爷爷 三爷爷 爸 妈 三伯 三个 我来看你们了 望着那一张张照片 夜北抓起九支檀香 跪在地上喃喃说道 这些天里 他的心中有无数的话 现在终于能够跟家人满满说了 秋凉的尘封顺着门框吹在夜北的后背 夜北跪了两久 等他再次起身 他的身上多了一股道不清的感觉 像老爷子一样坐在桌边的椅子上 夜北抬着头看向门外的天空 漆黑的毛子里看不到半点情绪 没有悲伤也没有喜悦 只是看着那蓝天 那白云 那深不可及浩瀚无垠的宇宙尽头 在不知道多少光年之外的地方 那个自认强大无比的死灵帝国 收到了战败的消息 他们歇斯底里 怒不可遏的调动大规模的星际军团 动用珍贵的死灵能量 构建极其庞大的星际虫洞 要来讨伐人类 要将所有的一切全部摧毁殆尽 要为他们高贵的战士复仇 要夺取高等文明的遗迹 而这一切夜北都像是看到了一样 只不过他没有愤怒 没有恐惧 只有一颗战意昂扬的心 一颗要让复仇之火 在宇宙尽头燃起的心 这场仗还没完 这场仗还没完 这场仗还没完